经常捐蝌蚪的都知道 总会有富婆不长眼地看中你的基因 她不仅不用你卖力就给你生出七个宝宝 甚至还会倒贴让你白捡个漂亮媳妇 此刻我才刚被前女友的干爹赶出公司 就有一位高贵冷艳的美女找到了我 她不仅豪至千万收购公司帮我出气 甚至还扬言谁敢欺辱她孩子的爸爸 就是跟她李诗兰作对 听到李诗兰的名字我是一脸的猛逼 那可是大名鼎鼎的新颖娱乐的美女总裁啊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帮我还说我是她孩子的爸爸 见我有此疑问李诗兰淡淡地开口啊 简单来说 我有七个孩子 而你是孩子的父亲 这让我就更加地猛逼了 二十多年来我的兄弟除了跟我的手亲密接触过 就再也没有见过外人了 这怎么突然之间就多出来七个宝宝 李诗兰也没有过多解释 抬手将一份文件递给了我 全职奶爸合同 看清手中文件的我不由得嘴角一抽 这时李诗兰再次开口 由于某些原因我需要有人来照顾孩子 你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所以交给你我是最放心的 薪资方面绝对会让你非常满意 我憋得面色通红 兰总 这不是钱的问题啊 关键我还是个处男怎么可能有七个孩子 然而我话音未落 李诗兰抬手将两份文件扔了过来 第一份是你在第一院的捐蝌蚪证明 另外一份是七个孩子和你的亲子鉴定书 我扫了一眼两份文件脸色瞬间变得怪异至极 这才想起来刚上大学那回 我的确为了凑钱买电脑捐过一次蝌蚪 不是吧 就那么一次就中标了 还是李诗兰这种极品白富美 看着李诗兰那完美的躯体 我目光闪烁连忙开口 兰总你放心 我林业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我一定会对你和孩子负责到底的 说吧抬手就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而李诗兰却一脸冷漠地表示我想多了 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孩子 除此之外跟我跟孩子都没有任何实质性关系 另外我建议你不要告诉孩子你的真实身份 因为你的孩子太过出色 我怕伤了你的自尊心 说完他就开始闭目养神不再理会我 此刻我的脸黑得犹如锅底一般 可面对李诗兰这个霸当女总裁我又无可耐火 然而就在我独自郁闷之时 脑海中突然传来冰的一声 恭喜宿主觉醒全能奶霸系统 新手大理发放中 请宿主及时查收 我靠 老子穿越25年系统终于觉醒了 我其实是从一个类似 现在世界的平行宇宙穿越而来的 只不过上一世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 冰 恭喜宿主获得深度记忆 一瞬间 前世那些记忆变得清晰至极 系统似乎还让我拥有了过目不忘的本领 太好了 有系统和前世记忆的加持 哥这不是马上就要一飞冲天了吗 小娃娃们 爸爸来了 与此同时的中心文化馆内 在无数观众的热情欢呼声中 五个半大孩子蹦蹦跳跳走上了舞台 这五个娃娃犹如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一般 长得玲珑剔透十分可爱 伴随着激情的音乐响起 扎着羊角变得主唱缓缓开口了 她的声音犹如天籁一般 引得无数观众疯狂呐喊 看着舞台上纵情表演的五个孩子 我一脸感慨 真不愧是我的娃 这也太出色了吧 李诗兰瞥了我一眼缓缓开口 主唱是老大一春 左右两边的吉他盒被撕拭 二花盒三丘 键盘首四月 鼓首五合 至于最小的双胞胎兄弟六十和七了 还在学校 我去 春花秋月和十了 这名字起得有点随意了吧 介绍完后李诗兰直接将我带向了后台 此刻五个孩子还沉浸在 晋级过后的喜悦之中 见到李诗兰带着我走了进去 五个孩子瞬间开心地围了过来 妈妈 我们晋级总决赛了 妈妈 我刚才架子鼓敲得棒不棒 妈妈当然看到了 你们都是最棒的 李诗兰那冷漠的脸上难得露出一抹笑容 她宠溺地掏出纸巾为五合擦了擦鼻涕 帮了二老三整理了衣服 看到这温情的一幕 饶恕我这个单身了25年的老楚男 也不由地生出一丝感动 而女双拳 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吗 这时一旁的一春注意到了我 审视了一番后随即询问李诗兰我是谁 不等李诗兰开口 我立刻得意地做起了自我介绍 嗨嗨 那个 我是你们的爸爸林业 随后还对着他们露出了一个自认为帅气的微笑 然而我想象中的父子相认戏码并没有发生 五合反而插着腰一脸的不幸 你骗人 我妈妈说了 我爸是爵士大帅哥 你长得跟个冬瓜似的肯定不是我爸爸 对 我爸爸可是音乐文学书法电脑样样精通的爵士天才 你看起来就很笨的样子 不要以为我们是小孩子就好骗 听到几个奶娃娃的话让我不由得脸皮一臭 说我不聪明也就算了 好赖哥也算是个没清目秀的帅哥呀 哪里长得丑啊 我目光期待地看向了李诗兰 希望他能跟孩子们解释一下 然而李诗兰却对我轻蔑的一笑 似乎是在说我自己没本事赖不到他 林业 我先去学校接老六老七了 他们几个交给你 祝你们相处愉快哦 说完李诗兰转身而去 丁 系统任务发布中 任务内容 一天内让几个孩子叫你爸爸 完成任务可获得神秘大礼包 任务失败丁丁短一寸 请问是否接受任务 听到这个声音我眼前一亮 既然是自己亲生孩子叫爸爸不是早晚的事 想到这我立刻接受了任务 然而现实却狠狠地打了我的脸 保姆车上五个孩子都忙个的 压根没人大理我 这样搞下去第一个任务恐怕要凉啊 虽然自己丁丁足够长 但连第一个任务都搞定不了 以后怎么带娃家心迎娶李诗兰走上人生巅峰啊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了几个小家伙 正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 仔细听来 他们是在商量着下一场比赛用什么曲目 总决赛的对手请了知名音乐人 为他们专门写了一首曲子 几个孩子害怕自己会输掉下一场的比赛 听到这里我微微一笑 比人不财 对作曲略懂一二 不知你们想不想请我帮忙 切 就算你会作曲也没用 对方请来的可是知名作曲人 你一个保姆拿什么跟人家比 看着几个孩子嫌弃的眼神 我笑而不如 我可是拥有前世无数金曲作为底蕴的 一个小小的作曲人算个屁啊 当即我便抖起了右腿 哼唱了几句酒醉的蝴蝶 就这二花一脸的嫌弃 听起来也不咋地啊 不对 这哥三秋跟着我哼了两句后 瞬间右腿竟不听使唤地跟着抖了起来 这哥有魔性啊 一春双眼闪烁也跟着抖了起来 很快几个孩子全被感染了 跟着我的节奏一起扭动起了身体 然而我却在高潮之际戛然而止 这让几个还没尽兴的孩子 突然又了一种浑身不自在的感觉 纷纷嚷嚷着让我继续 想学这首歌吗 只要你们没人喊我一声爸爸 我就把这首歌完整地交给你们 我脸上露出了阴谋得逞的笑容 听到要喊我爸爸 几个孩子立刻叽叽喳喳吵吵起来 我们怎么能叫一个保姆爸爸呢 就是啊 绝对不行 可是大姐 比赛最重要啊 而且这首歌这么厉害 咱们要是学会一定能赢 听着他们的讨论 我决定在下一季猛要 怎么样 想好了没有 这首歌可是有配套舞曲的 甚至还有DJ版本哦 一听到有舞曲小家伙们的眼神 立刻亮了起来 一春更是想也没想 直接开口叫了我一声爸爸 爸爸爸爸 见一春开口 二花几人也不再犹豫纷纷喊了起来 我宠溺地揉了揉几人的脑袋 这才是爸爸的乖孩子吗 当即我便将所有的动作 以及词曲在他们的面前演示了一遍 而在回到别墅后 五个孩子兴奋地拿出乐器开始排练 加之我在边上毫不保留地指导 整个别墅里显得热闹无比 与此同时 李诗兰带着两个小正派走下了车子 两个孩子一个戴着无矿眼镜 抱着画板沉默不语 一个身穿跆拳道服留着小辫子 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三人进到别墅的一瞬间 就听到传来的喧闹声 怎么会这么吵啊 李诗兰瞳孔一缩 该不会是那五个熊孩子 已经把家里搞翻天了吧 自己这几个孩子的脾气 李诗兰非常清楚 可以说是无法无天 他根本不相信我能管得了他们 想到此处李诗兰焦急地跑进别墅 然而当他推开门的一瞬间 李诗兰整个人都懵了 这 这怎么可能 就只见我在那里疯狂地扭着屁股 而几个小可爱也跟着我的节奏 边演奏边跳舞 这 这怎么可能 看着一脸开心的孩子们 李诗兰犹如做梦一般 这几个娃各个性格高傲谁都不服 以前她都不知道请过多少专业的家教老师 但根本没有人能管得住他们 现在五个娃不仅被我一人带得服服帖帖 甚至还很乖巧地喊我爸爸 发现李诗兰回到家的我大手一挥 瞬间五个孩子七七停下动作 并且朝着李诗兰恭敬地喊道 欢迎妈妈回家 妈妈辛苦了 这让李诗兰更加震惊了 如此乖巧懂事 这还是自己亲生的吗 我则是一脸得意地看着和不容嘴的李诗兰 这时一道哪声哪气的呵斥声响了起来 喂 你是谁 为什么在我家里 七了一脸戒备地盯着我 你们就是六十和七了吧 我是你们的爸爸林烨 来 叫声爸爸听听 爸爸 六十淡淡喊了一句 随后便一声不吭地走到角落戴上耳机 这让我是好一阵的惊喜 这孩子真懂事 如此可教议 然而当我一脸期待地看向七了时 七了却突然抬腿一个侧踢 那小脚丫直接悬在了我的两腿之间 差一点就要把他们的胸掌踢成了半残 这下的我一个机灵整个人僵在原地 切 连我的攻击都躲不开还想让我叫你爸爸 上一撇子去 七了一抹鼻子不屑地晃了晃手指 我妈妈说过 我爸可是盖世英雄 不配 说完他直接跳到沙发上玩起了游戏 我去 哥还不信搞不定你个矛头小 我舔个大脸就走了过去 玩着呢 玩的什么游戏啊 你功夫不错跟谁学的 喝水吗 可不论我怎么跟他套进去 这小家伙都是冷哼一声对质 怎么样 想当这些孩子的爸爸没那么简单吧 李诗兰一脸戏谑地调笑道 然而我却对他微微一笑 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 要是我能让老七喊我爸爸 你就同意让我喊你老婆 李诗兰深深看了我一眼 玄机奄然一笑 有趣 我跟你赌吗 不过你若是输了以后 就老老实实当保姆 不许向外人表明你的身份 一言为定 赌约成立后 我立刻朝着老七走过去 李诗兰到了一杯咖啡 坐在一旁准备看场好戏 看到我走来七了直接扭到一旁 我则是不慌不忙地坐在了他对面 呦 游戏玩得不错吗 不过我听说游戏玩得好的孩子 成绩一般都很差 你不会是班级倒数第一吧 七了一脸傲娇地看向了我 笑话 你哥我可是全校第一 就你 还全校第一 我看你连十以内的加减成除 都不一定认识吧 听闻此话七了瞬间就火了 看着他面红耳赤的模样 我黑黑一笑 果然是小孩子 还真是好骗 那这样我来考考你 你要是答对了我就承认你是全校第一 看好了 这是几 我伸出了三根手指 七了一脸的比 这不就是三吗 那这个呢 我又再次伸出了五根手指 这不废话吗 谁都知道是我啊 厉害呀 看来得加大难度了 我邪魅一笑伸出了八根手指 这个是多少 八呀 你到底会不会考啊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八呀 八八 爸爸 听见没有 七了不耐烦地吼了起来 听到他喊出了爸爸我咧嘴一笑 哎 瓜子 爸爸听见了 这让李世兰和七了同时一谋 与此同时我的脑海中传来了冰的一声 恭喜宿主任务完成 获得五道宗师传承大礼包 听到声音我面色一喜 哈哈 我俩是为人对付几个小孩 还不守道亲爱 这时反应过来的七了羞愤地向我冲了过来 边跑还边喊着 你个狗贼 我要跟你拼了 我一个机灵转身就跑 这关儿子要谋害轻爹了 虽然七了五道天赋绝佳 但终究也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那小短腿被我溜得是团团转 然而就在这时 一辆家长林肯突然停到了别墅的门口 数十名保镖鱼罐而下 领头的是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老头 看到来人李诗兰不由的秀眉微醋 老头来到李诗兰的面前躬身一拜 小姐 老生这次前来是奉了老爷之命 让我把诸位少爷小姐带回去 你们做梦 李诗兰一脸羞愤 我的孩子是不会成为家族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你回去告诉那老东西 谁也别想带走我的孩子 说把他掏出手机就想要报警 然而之前还恭恭敬敬地老者突然脸色一云 口中说着抱歉了小姐 随之衣袖之间一柄飞刀爆斩而出 啪的一声 李诗兰手里的手机就被砍飞出去 李诗兰脸色大变 公叔 你们想干什么 抱歉了小姐 主令难为 说把公叔冷漠的一挥手 全部带走 瞬间几名保镖面色冷漠地冲了过来 就在此时七了奶声奶气地娇喝一声 助手 随即挡在了李诗兰的身前 谁敢欺负我妈妈 我就让谁好看 几个保镖面面相去 差点没笑出声来 那领头的鸡笑着摇了摇头 伸手就向李诗兰抓去 然而就在他的手快要碰到李诗兰的瞬间 七了大喊了一声 我打 一道细微的碎裂之声随之响起 那保镖惨叫一声痛苦地捂着裤裆跪倒在地 看到这一幕的我不由地夸下一两 还好刚才这小祖宗手下留了情 小七好棒棒 干得漂亮 其余几个孩子开心地拍起小手叫好 七了帅气地一抹鼻子 还有谁 哎呀哎呀 你放手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就被一只大手提了起来 呵呵 小少爷 抱歉只能委屈你一回了 公叔淡淡一笑 看到有人敢欺负我儿子 我瞬间就怒了 虽然自己儿子很调皮 但也不是你是你这个老东西能欺负的 丁 系统任务发布中 任务 奶爸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孩子被欺负还用想骂 当然是打他妈的 任务完成获得随机奖励 开玩笑 就算系统不给奖励我也忍不了呀 我怒喝一声 放开我儿子 一瞬间所有保镖的目光七七看向了我 公叔眉头微皱大亮了我一番 我叫林烨 是这些孩子的父亲 你们要带走我儿子 问过我这个老子了吗 听到我的名字公叔眼中 闪过一亩冰寒 很好 还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把他的四肢给我打断 带回去给家主处置 几名保镖得令后七七掏出棍子 疯狂地就向我冲了过来 看着狂奔而来的保镖 我微微一笑 心中默喊了一声使用传承 瞬间一股暖流自丹田 涌变了我的全身 体内突然爆发出了一种 我从未感受过的惊人力量 眼见保镖已经冲到我的面前 李诗兰绝望地闭上眼睛 自家这些保镖最差都是特种兵退役 今天我就算不死也得变成残废了 然而就在保镖的棍子 即将砸在我身上的一瞬间 我陡然睁开了双眼 瞳孔之中一抹金芒爆发而出 感受到我变化的公输脸色一点 不好 快退回来 然而他出生之时已经太晚了 就只听砰砰砰几声 我一拳砸出 数名保镖七七倒飞了出去 凡是向我出手的人 尽数骨骼崩断痛苦声音 听到声音李诗兰睁开了眼睛 而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惊呆了 哇 爸爸好厉害 打倒这些坏人 几个孩子反应过来 兴高采烈地叫了起来 感动我的孩子 找死 我怒喝一声瞬间虎入羊群一般 那些保镖根本没有人 是我的意合之敌 请客间已全部倒地哀嚎 公输见此眉头微皱 衣袖间一柄飞刀蓄势待发 然而我突然扭头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那一瞬间公输如遭雷击一般 立刻就放弃了对我出手的念头 放开我儿子 我再次对他低喝了一声 公输脸色难看至极 可纠结了片刻后 还是撒开了七了 七了呸了一声后 转身就跑到了李诗兰跟前 要不是看你七老八十的 我今天非抽你压的 赶紧带着你的人滚 公输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带着几名保镖转身而去 他们走后我一脸好奇地 询问起了李诗兰 老婆 你们家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然而李诗兰紧紧冷漠地 回了我一句与你无关 随后便转身回了房间 我刚想上前继续追问 却突然被这群小可爱们围了起来 爸爸你是超人吗 好厉害呀 就是 今天爸爸也太帅了 我笑眯眯地看向了七了 怎么样 你爸爸我功夫厉害吧 也就那样 比我师父差远了 七了虽然嘴上这样说着 但我能看出这孩子 已经没有那么讨厌我了 这也算是我在成为 一名合格奶爸道路上 六镜零的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奖励大师级厨艺传承 听到这个声音我不由得一喜 看来是时候让爸爸的厨艺 来征服一下你们的胃了 顺便也征服一下 我这个便宜老婆李诗兰 此时几个孩子 正在客厅里追逐打呢 而李诗兰已经被弄得焦头烂额了 看着就连她这个 在外沙发果断的女总裁 都被这群小魔王魔的 一点脾气都没有 也是心疼地发出了感慨 果然带娃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李诗兰平日里要忙公司的事 又要分心照顾孩子 这期间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而自己对这一切却一无所知 这让我内心感到深深的愧疚 暗暗发誓以后 一定要好好对待他们母女 咕噜咕噜 五合捂着肚子一脸委屈地 来到了李诗兰的面前 妈妈我饿了 我也饿了 我要吃大鸡翅 瞬间几个孩子 七嘴八舌地叫了起来 好好好 多别乱 妈妈马上叫外卖 李诗兰揉了揉脑袋 抬手掏出了手机 我连忙阻止了她一脸郑重地表示 现在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怎么能让他们吃外卖呢 我也不想啊 这不是做饭的阿姨昨天辞职了吗 现在还没顾到新的厨师 听到她的话我检查了一下冰箱 发现里面鸡鸭鱼肉一应俱全 随后开口表示 这里不是有很多食材吗 咱们可以自己坐着吃 提起下厨李诗兰俏脸一红 她之前不是没有尝试过 只不过第一次进厨房厨房就炸了 看到她娇羞的表情我玩味的一笑 没想到堂堂商业女王 竟然也有不会的事情 你有本事你来做呀 丁 系统任务发布中 征服老婆孩子的胃 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得到老婆孩子的称赞 就算没有任务我也打算这样做的 随即我迷眼一笑看向了李诗兰 好啊 今天就让你们尝一尝我林大厨的手 李诗兰一脸怀疑的看了看我 你一个大男人还会做饭 不要到时候把我跟孩子都吃到医院去了 我只是邪魅的一笑没有说话 直接转身就走进了厨房里 在挑选好了所需要的食材后 我拿起菜刀随手一挥 啪啪啪 手起刀落肩 整个厨房里刀光剑影菜花乱飞 看到这一幕的李诗兰直接惊掉了下巴 这家伙还真会啊 我那行云流水的动作 简直比五星酒店的大厨还要秀 而就在李诗兰看着我帅气的身姿出神之际 一春来到她的身前晃了晃她的胳膊 妈妈 你来听听我们为总决赛准备的新歌好不好 好呀 李诗兰点了点头便跟随一春回到了客厅里 就只见一春小手一挥 五合吸了吸鼻涕当即敲起了鼓点 接触乐器的瞬间几个孩子犹如变了一个人一般 双眼之中竟是喜爱音乐的热情 起初李诗兰还在回想着我做饭的身影有些心不在焉 可当富有节奏的鼓点响起后 她竟惊人地发现 自己的腿不由自主地就跟着节奏抖了起来 而当一春开口唱出酒醉的蝴蝶的瞬间 李诗兰整个人都惊呆了 她虽然不是专业的音乐人 但作为新颖娱乐的老板 岂会看不出这首歌的价值 这首歌看似歌词简单旋律单调 但却胜在朗朗上口富有模型 再加上那些辣眼的舞步 简直就是绝配啊 她坚信只要这首歌在市场发行 绝对能成为爆款 甚至拥有冲击流行音乐榜单的资格 一曲完毕后 一春一脸期待地询问李诗兰 妈妈 您觉得这首歌能不能赢得最后的比赛 这时李诗兰才从思绪中回过神来 小春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呀 酒醉的蝴蝶 妈妈当然没有听过了 因为这是爸爸今天才帮我们创作的歌曲 对耶 爸爸是不是很厉害 其他几个小可爱也开心地呼喊了起来 李诗兰一脸的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 那家伙会功夫 会做饭 竟然连音乐都懂 若是一般的懂音乐也就算了 但这种爆款歌曲可不是谁都能写出来的 林业要是有这本事也不至于混得这么惨 想到这里李诗兰的心中认定我一定是抄袭别人的 不过他也能理解 毕竟哪个父亲都想要得到孩子的崇拜 就在他若有所思之际 我端着一只小碗笑眯眯地从厨房走了出来 都去洗洗手我们开饭了 李诗兰瞟了我手中的小碗一眼露出了失望之色 你在厨房折腾这么久就搞出来这么一小碗 是啊爸爸 这都不够七了一个人吃的 太一顿能吃两大碗饭了 切 哥吃得多哥骄傲 再说我才不会吃这狗贼做的饭 李诗兰摇了摇头掏出了手机 我还是赶紧点外卖吧 一会孩子都饿坏了 对于他们的不满我只是微微一笑 老婆大人 你别着急吗 这只是开胃菜而已 说吧我转身再次走回了厨房 两分半后 整个桌子摆满了各色菜品 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面而来 引得几个小家伙口水直流 哇好香啊 这是什么菜啊 好漂亮 李诗兰也是双眼闪烁男眼惊喜之色 看到他们惊喜的样子我咧嘴一笑 大家先不要着急 我根据你们每一个人的情况 为你们做了独特的菜哦 大春是主唱 经常用嗓子 所以我给你做了莲子琵琶粥 至于二花和三丘嘛 我看你们有些厌世营养不良 所以 见我在那里侃侃而谈 李诗兰听得都猛逼了 这么短的时间给每个人专门定制菜品 这也太夸张了吧 介绍完孩子们的专属菜品后 我看了看李诗兰 老婆 我为你也专门做了一道菜哦 切 谁是你老婆呀 李诗兰风情万种地瞪了我一眼 这一眼差点把我的魂都勾了去 连忙定了定心神开口道 这碗枸杞银耳羹 补气一血滋阴养颜 绝对非常适合你 看着那芬芳扑鼻的银耳羹 李诗兰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但依旧傲娇地表示好看不一定好吃 我先尝尝看 然而当银耳入口的一瞬间 李诗兰瞪大了双眼 整个人都沦陷了 她从来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银耳粥 滑滑的银耳入口即化 枸杞的甘甜完美融合在汤汁里 一口下去所有味蕾被全部打开 那种柔和的浓香 就仿佛让她置身于春天的草地之中无比放松 这也太好吃了吧 李诗兰再也抑制不住食欲 毫无形象的狼吞虎咽起来 眼见妈妈的模样 早已经流口水的孩子们哪里还受得了 一个个纷纷大块躲一起来 一春吃的是两眼放光一脸享受 二花和三秋这两个厌食症都吃得津津有味 这让躲在一旁 砍着香肠的欺了羡慕的直流口水 欺了 爸爸做的饭真的很好吃 你要不要尝尝 五合嘴里鼓鼓囊囊地说道 切 我七了就算是饿死 也不会吃这狗贼做的东西 听到这有些熟悉的话我微微一笑 你确定不吃吗 我可是专门为你做的红烧排骨 看着那鲜艳欲滴的红烧排骨 七了很想硬气地说一句我不吃 但花到嘴边却直接被口水淹没了 而这时一旁的五合两眼放光了 七了啊 既然你不吃那五哥就帮你解决了 说完他小手一抓拿起了一块排骨 这让七了再也忍受不了了 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 你放开我的排骨 随即抢过排骨直接塞进了嘴里 哎呀 真香 吃了排骨的七了瞬间双眼放光 叮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五千万现金奖励 附送瑞士银行至尊黑卡一张 声音刚落就传来了嗡的一声 一张翻着乌光的精致黑卡凭空出现在手中 这让我心中一喜 系统还真可以 讲一送一啊 看着孩子们吃得开心又满足的笑容 我也是露出了慈父一般欣慰的笑容 两个半小时后 整桌饭菜被一扫而空 几个小可爱纷纷拍着肚子回了房间 此时李士兰也打着宝格慵懒的躺在沙发上 看着他那黑色蕾丝睡裙下的曼妙身姿 让刚刚吃饱了的我又感觉饿了 那个 老婆呀 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 咱们是不是该去睡觉了 我搓了搓手一脸期待 嗯 睡觉 李士兰伸了的懒腰起身上楼 经过我的身边时 我就感觉一股忧香扑面而来 让我瞬间就气血翻涌起来 嘿嘿嘿 十年磨一剑 今夜注定轮到兄弟女出场了 想到这我一脸邪笑的就跟了上去 然而李士兰却突然回头冷冷的看了我一眼 客房我已经让阿姨帮你收拾好了 赶紧回去睡觉吧 说完她喷的一声就关上了房门 此刻的我犹如一盆冰水从头淋到了脚 瞬间什么浴火都被浇灭了 这怎么跟想象的不一样啊 不过没关系 进水楼台先得月 我就不信以哥的颜值还拿不下这冰山女总裁 想到这我很快便进入了梦想 次日清晨 李士兰早早的就去了公司 带娃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我的头上 老六老七又专门的辅导老师给他们上课 我今天的任务便是带着剩下五个小可爱 去录制决赛的歌曲 很快我们便来到了南疆最好的录音室 刚进大厅几个孩子就被房间中各种新奇的设备吸引了 叽叽喳喳讨论都不停 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尖锐的女生突然喊了起来 这是谁家的小孩啊 在这里闹哄哄的乱叫什么 看到来人我的眉头微微一皱 怎么会是她 这女人正是昨天还将我赶出公司的前女友何美美 李士兰豪志千金收购了公司替我出气 将她直接踢出了公司 没想到她竟然又跑到这里来了 何美美见到我后也是微微一愣我 旋即讥讽地冷笑起来 没想到吧 托你林业的福 老娘又找了更好的工作 随后她看向了一春几个小可爱 呦 你这是在给人当保姆呢 你还真是有个不要脸呢 不过也是 你这种一无是处的废物也就只能干这种低贱的工作 我目光冷漠地望向她 我做什么跟你没关系吧 你的死活的确跟老娘没关系 但是你带这几个野孩子来这里蹭空调就跟我有关系了 随后何美美脸色一沉 马上带着这几个野孩子滚 这里不欢迎你们这些垃圾 然而何美美话音未落 突然传来一声瓷瓶碎裂的声音 哎呀 吓死宝宝了 武和拍着胸口吓得脸色惨白 看到这一幕 何美美怒目涌瞪跑了过去 臭小子 你干了什么 武和红着眼睛委屈地表示自己不是故意的 随后马上鞠躬道歉 然而何美美却依旧不依不饶 你是瞎子吗 这么大的瓶子都看不见 真是有爹声梅娘娇的小箭种 这顿时把武和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听到武和的哭声和美美一脸厌烦 随即直接狠狠地推了武和一把 武和一个猎切险些就要摔进那锋利的碎片之中 千钧一发之际 我一把将武和抱了起来 受到惊吓的武和哭得更厉害了 看着地上那些寒芒闪烁的碎片 我心中怒火中烧 但凡我慢一步武和绝对会被扎得浑身是伤 这时几个孩子纷纷指责起何美美 然而何美美却大喊了一声闭嘴 怎么 你们砸了东西还有理了是吧 我目光冰冷地盯着他缓缓开口 砸坏了多少我赔 但是你欺负我儿子 你现在必须立刻给我儿子道歉 听到我的话何美美捂得肚子哈哈大笑 灵夜 你怕是不知道这瓶子值多少钱吧 就你这穷酸样赔得起吗 我冷冷一笑 随即转头对着孩子们说道 一春二花 你们想不想替弟弟出气 想 当然想 四个孩子小鸡啄米般地点了点头 好 那就把这里所有瓶子都给我砸了 听到我的话何美美露出了一脸的惊异之色 灵夜 你是不是疯了 然而几个小魔王平日里哪受过这种气 在得到我的允许后 一春毫不客气地抬腿就踹在了一个大花瓶上 啪的一声 那精致的瓷瓶音声而碎 其他几个孩子也纷纷上手 一瞬间整个大厅爆破声瓷器笔伏 何美美反应过来赶紧上前阻拦 可惜五个孩子四处开花 他一个人根本就抓不住这五个小魔王 哈哈 笨女人 来追我呀 略略略 看到他气急败坏的模样 几个孩子得意地大笑起来 伍合更是挑衅地对他做起了鬼脸 气急败坏的何美美抓起对讲机就吼了起来 保安 快点过来 大厅里有人闹事 很快几名保安面色不善地冲了进来 然而就在这时 一名身穿西服的中年男人从楼上走了下来 见到西装男和美美一脸产妹 胡经理 这混蛋带着孩子来咱们公司蹭空调 还疯狂地砸烂这么多东西 扫了一眼狼藉的大厅胡经理脸色一尘 这位先生 砸坏我们这么多东西 你们未免 然而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我抬手直接打断了他 抛出了一张黑卡拍到了桌子上 看到那卡片的瞬间胡经理脸色狂变 东西是我们砸的 有什么问题吗 没 没问题 胡经理缩着脖子脑门汗珠直流 那可是瑞士银行至尊黑卡呀 全球限量五百张 只有最顶级的富豪才有资格持有 别说是砸几个瓶子 就算是把他砸了他也不敢多放一个瓶 林业 你拿个破公交卡装什么 今天你要是不跪下道歉赔钱就别想出这个门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他拿下呀 说吧何美美自我感觉良好的大手一挥 然而下一秒 胡经理啪的一个大逼斗就甩在了他的脸上 我拿你大爷 何美美 老子正式通知你 你被开除了 马上给我滚 何美美一时之间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然而一旁的保安都比他有眼力近 直接就把何美美扔出了大门 随后胡经理立刻一脸谄媚地看向我 林先生 我早就觉得这些瓶子影响公司形象了 您还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 瓶子我会照价赔偿 今天我就是带孩子们来录音的 听闻此话胡经理一愣 他没想到我就是预约了百万级录音棚的大客户 心中更是大骂何美美就是个蠢货 要知道百万级录音棚可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 就连一般的专业歌手也不过是用十万级的 很快胡经理就带着我们来到了录音棚 林先生 又什么事随时叫我 我就不打扰你吗 胡经理笑了笑退出了房间 看到琳琅满目又漂亮的乐器后 几个孩子早已经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 好了孩子们 让我们造起来 伴随着我的那儿 几个孩子瞬间就挑选好了自己的乐器 整个录音棚也变得热闹起来 然而就在我跟孩子们沉浸在魔音当中无法自拔时 啪的一声突然断电了 整个房间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 几个孩子瞬间惊叫了一声 我连忙安慰他们 爸爸不会离开的 你们先在这里不要乱跑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说完我便摸索着来到了门边 可还没等我打开房门 门就已经被人从外面拉开了 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 身穿黑色套装的女人正冷冰冰地盯着我 我看你年纪不大应该是保姆吧 既然是保姆 就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职责 这百万级录音棚不是你们吵闹的地方 你们现在已经影响了我家小姐练歌 电就是我断的 说到最后他音调拔高语气轻蔑 听到保姆两个字 我心头猛然一股无名火起 当即冷着脸逼试着他 首先 我是这群孩子的爸爸不是保姆 再者都是来录音的 怎么房间里的打击乐器是摆什么 你刚才断电已经吓到了我的孩子们 现在立刻给我道歉 听到我们的争执生胡经理赶忙过来打圆场 毕竟能用的七百万录音棚的人 都是他惹不起的存在 对方是陆家小姐陆小曼的随身助理 那可是南疆顶尖的庞大家族 眼见经理过来女人更嚣张了 只要让胡经理将我和孩子们赶出去 原本他吓到孩子我就已经十分生气 现在嚣张跋扈的态度让我更加的愤怒 我当即冷着脸踏前一步怒吼了一声 郭躁 这声音里夹杂着我获得五道传承的力量 直接穿透了女人的耳膜传导到了她的神经中 头痛欲裂下她一个猎血瘫坐在了地上 那模样就犹如一条丧家之犬一般 就连一旁的胡经理也被我这声音吓得不轻 张大了嘴一动不敢动 就在这时一道悦耳又带些担忧的声音传来 郝姐 你没事吧 寻声望去 正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走了过来 曼小姐就是她对我动的手 反应过来的女人恶狠狠地指着我 此刻她那模样用狗杖人士来形容异常贴切 陆小曼眉头微醋地看了看我 你一个大男人干嘛对女人动手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好好说 在见识过她助理的样子后 我本以为她会是一个刁蛮的大小姐 这件事是她断了我房间的殿下到我的孩子们 不幸可以让经理调监控查看 再者我要提醒你一下 你这助理脾气可不小 你举止文雅温婉大方 受她指点时间长了可别被带坏了 陆小曼轻咬背齿没有着急反驳我 而是看向一旁的胡经理询问我说的是否属实 胡经理不敢怠慢连忙取来的监控录像 知道一切来龙去脉后陆小曼轻叹了一声 好歉 原本在我眼中你一直都是温文雅的大姐姐形象 今天这一幕太让我失望了 你收拾东西走吧 你已经被解雇了 从今往后与我陆家在无瓜葛 见陆小曼神色冰冷态度决绝 好歉顿时觉得天都要塌了下来 失去陆家的这个饭碗犹如要了她的命一般 见到这一幕我嘴角微微上扬 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却只见陆小曼轻轻地来到了我的面前压低声音说道 你可以带人离开了 好歉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 我但笑着摆了摆手 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我跟孩子们还有事要做 说完我转身就回到了录音棚 见状陆小曼微微摇头 旋即转身就已离开 可思索了片刻后 她还是来到了我录音棚的门口 此刻我正带着孩子们再次的狂躁起来 来 孩子们 我来带你们跳舞 跟着我的节奏造起来 听到我的歌声 让还在门口犹豫的陆小曼直接呆住 感觉到门口有人的我随即转过身去 怎么是你 回过神来的陆小曼翘脸一红 你好 我叫陆小曼 能不能请教你些问题 原本陆小曼是想再次提醒我小心好歉的 可现在她却被歌声吸引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爸爸 这个大姐姐是谁啊 她好漂亮啊 几个孩子纷纷好奇地打量起了陆小曼 我刚想开口解释一下 陆小曼却有些俏皮地先开口了 我是你们爸爸的粉丝 几个孩子顿时欢呼雀跃了起来 哇 爸爸好厉害呀 有粉丝了 还这么漂亮 见到这一幕我心中止不住地生出一种满足感 随即看了一眼陆小曼 客气地做了一番自我介绍 林先生 刚才的歌真的很棒 你能告诉我这首歌是谁写的吗 这首歌是爸爸一手创作的 不等我说些什么一春一脸傲娇的抢先开口 对 是爸爸专门给我们创作的 我们爸爸很厉害吧 几个孩子也都纷纷附和起来 看着一群孩子欢呼雀跃 陆小曼不由地多看了我一眼 你们关系真好 那当然了 他可是我们的爸爸呀 姐姐 你也在这里练歌吗 姐姐 看你这么漂亮就跟我们一起练吧 对于孩子们的要求我当然是无所谓 陆小曼犹豫了一下俏脸微红 随即也便答应了下来 原本他只想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唱跳的 可随着酒醉的蝴蝶那魔音响起后 陆小曼竟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体 不由自主地扭动了起来 起初他的动作还很僵硬 然而仅仅两分半后 他彻底地放飞了自我 完全沉浸在了音乐当中 那优美的曲线结合着魔音 很难不令人心生摇曳浮想连天 时间一晃已是正午 陆小曼和几个小家伙已经是相害淋漓 林先生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上午 马上中午了 我请你跟孩子们吃个饭吧 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他 吃饭就不必了 饭店的饭我的孩子们吃不惯 说吧我跟他做了告别 便带着孩子们离开了 走吧 爸爸带你们回家吃饭 今天还给你们做好吃的 太好了 爸爸抱抱 爸爸我也要抱抱 要吃饭了 大姐姐再见 看着我丝毫没有停留地从他身边掠过 陆小曼微微一正 他从来都没有主动请过别人吃饭 如今唯一一次居然就这么干脆地被拒绝 这让他心底生出了一股极其强烈的挫败感 而回到别墅的我刚一进门就有些差异 老婆李诗兰这个霸道总裁竟然中午就回家了 一看到我他就不满地询问我怎么猜回来 妈妈 爸爸带我们去最好的录音公司练歌了 一春第一个出来替我打抱不平 对啊 爸爸还喊趴下了一个坏女人呢 二花握着小粉拳跟着附和 妈妈 爸爸很厉害的 还有一个美女姐姐是她的粉丝呢 五合也跟着起劲 看着几个孩子这么护着我李诗兰一正 随即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 赶紧给孩子们做饭去 以后不准动不动就跑出去一上午 我宠溺地揉了揉几个孩子的小脑袋 旋即走进了厨房 然而我才刚开始收拾完食材准备做饭 李诗兰就冷着脸来到了厨房门口 说说吧 孩子们嘴里的坏女人是谁啊 还有你那个美女粉丝又是怎么回事 此刻我才刚带着孩子们回到家 竟然发现李诗兰这个大忙人中午居然会在家里 一见到我他就十分不满地询问我怎么猜回来 然而还没等我开口几个孩子便开始为我打抱不平 这让李诗兰微微一正 他怎么也没想到孩子们会这么袒护我 随即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 让我赶紧去给孩子们做饭 可我到了厨房才刚要上手 李诗兰就气哄哄地来到了厨房门口 说说吧 孩子们说的坏女人是谁 还有你那个美女粉丝又是怎么回事 生怕引起误会的我赶忙将所有来龙去脉都告诉他 听完事情的经过后李诗兰生气的模样有所谎 这次就这样 不要给我惹事就行 你赶紧给孩子们做饭吧 他们都饿了 然而他怀音刚落 肚子里就传来了咕噜咕噜的声响 我善笑了一声 老婆 你刻意中午回来 该不会也是想要尝一尝老公我的手艺吧 见我一语道破心中深藏的想法 李诗兰翘脸一红 随即转身要走 林离开前还傲娇地表示谁想吃你做的饭了 我就是回来看看孩子们怎么样了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我微微一笑 加快了手上烧菜的动物 不多时我便做好了满满一桌丰盛的美食 孩子们 都去洗手准备开饭了 哇 好香啊 爸爸真厉害 是啊 太香了 馋死我了 几个孩子洗好手后纷纷落座 这时武和流着口水询问我 爸爸 妈妈去洗手间了 我们要不要等他 你们不用等我 我这就要回公司了 李诗兰神色不自然地走了过来 随即向着门口走去 就仿佛他中午回来就是为了关心孩子们 现在确认没事就马上赶回公司一样 然而就在李诗兰即将走到门口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背后的饭香愈发强烈 他忍不住地回头看了一眼 就只见我笑着端着一碗佳肴地了过来 老婆 吃完饭再回公司也不迟吗 咕噜 李诗兰的肚子再次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是啊 妈妈 你吃点呀 爸爸做的饭可好吃了 几个孩子也纷纷稳了 见状李诗兰也不再坚持 很干脆地顺势接了这个台阶 餐桌上孩子们开心地吃着饭菜 那样子让李诗兰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温馨 这种生活是他向往已久的 但一直以来他迫于各种压力根本无法实现 孩子们与他的感情靠得更多是物质上的温馨 但如今我的出现让孩子和他都感受到了来自家庭的温暖 李诗兰有意无意地瞄了我一眼 凌叶 我觉得你挺能胜任保姆这份工作的 给你涨涨工资吧 听到他的话我却失望地摇了摇头 看来我这个爸爸还需要努力才行啊 此时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 李诗兰美眸闪烁嘴角微微上扬 随即身体前倾来到了我的耳边 凌叶 我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追到手了 要想真正成为孩子们的爸爸 还要看你以后的表现 听到李诗兰似有松动的话语 让我立刻来了精神 连忙收拾起了碗筷 更加卖力地忙活起来 饭后休息了一阵后 李诗兰让我准备一下 一会陪着他和孩子们一起去公司排练 然而临出门前他再三叮嘱我 在外面一定要管好自己的组 不要总喊他老婆 虽然我心中十分地不满 但转念一想确实我们也还没发展到内容 能不能被他承认还不是看自己的名字 索性便也没再过多纠结 随后玩味地询问起他 老婆 那是不是说在家里就可以随便叫 李诗兰不满地瞪了我一眼 但他既没有反驳也没有表示同意 老婆 我现在可是文武双全啊 你以后就会发现你的妥协是非常明智的选拨 很快我们便开着保姆车出了门 一路上我跟孩子们在后面有说有笑十分地融洽 这让李诗兰脸上再次洋溢出了久违的笑容 可就在我欢快地哼着歌曲享受着天伦之乐时 我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丁的一声 系统任务发布中 任务内容稳住车子 该来的还是会来 老婆跟孩子就在车里 怎么做还用想吗 听到这个声音我眉头微重 系统这是什么意思 就在我错愕之际车下承来了疯的一声 车子顿时开始七歪八拐起来 我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 这是有人对车胎动了手脚 李诗兰也是一脸焦急地扭头喊道 林烨 快想想办法护住孩子们 刹车也失灵了 文言 正准备让李诗兰慢慢停车的我脸色大变 现在可是在最繁华的街道上 而由于赶时间我们的车速也是相当的快 这种情况下随时度有车毁人亡的威胁 我来不及思考到底是谁想要害死我们全家 连忙让李诗兰打开天窗 一个飞身就窜到了车顶上 眼下这种情况只有我用身体强行逼停车子才行 几个小可爱见我跳到了车顶纷纷担心起来 爸爸 你要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啊 李诗兰也是一脸的担忧 林烨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车速这么快太危险了 你快回来 然而我却安慰他们道 小家伙们 现在全都系好安全带 老婆 你将档位挂到一档来减缓车锁 然后紧紧抱住头保护好自己 说完这些我站直了身体运行起了内疾 体内一股蓬勃的力量爆发而出 紧接着我纵身一跃使出 全身力量跳到了车子的正前方 一瞬间 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就向我轰然撞了 我咬紧牙关伸直手臂用全部力量抵挡着 身上每一处神经都仿佛随时都会锻炼 就这几秒 顶住啊 我看着凹陷的车身声嘶力竭地吐出这几个字 终于 裹挟我家人生命的轮胎停止了攒动 周围被惊动的人群纷纷惊呼出了声 此时的我已经脸色发白仿佛浑身虚脱了一半 但见到孩子们焦急跑出车门的身影 我还是强撑着让自己保持清醒 我不想让孩子们看到自己受伤软弱的一面 李诗兰朱唇轻起愣愣地盯着我 他知道刚才我完全可以独自逃离危险 可我非但没这么做 甚至选着了牺牲自己来保证他和孩子的安全 恍惚间李诗兰心底涌现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这让他顿时觉得我的身影是那么的伟安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出神入化的驾驶水瓶大礼包 听着这个声音传出我心神才彻底放松下来 爸爸 你刚才的力气好大呀 爸爸你太厉害了 爸爸我要抱抱 几个孩子从刚才的惊慌中缓过来 纷纷围在我的身边欢呼雀跃 我强行挤出一丝微笑 刚想张开手臂把孩子们抱起来 李诗兰担忧地开口 凌叶你不要硬挺啊 我知道你是为了孩子们着想 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之后的事情我来安排 看着他那充满了关心和担忧的眼神 我淡淡一笑 打开车门便直接倒在了车座上 黄昏降临 微风变得温和 逐渐散去了他的 热 情 一股未曾嗅到 很是特别的芳香传来 凌叶眼皮微微抖动 旋即睁开了双眼 第一眼他看到的 是被修复得完好无损的车内天窗 凌叶目光微微闪动 自己还在车里 他正要循着香味 扭头看的时候 凌先生 你 你醒了 一道仿佛失去了 原本的灵动的声音响起 凌叶微微愣神 他转头发现 安妮的一双小手 仿佛不知所措般 正扣弄着他自己的衣角 他的翘脸紧绷着 轻咬着阴唇 一脸歉意地盯着自己 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孩 感受着自身没有受到什么创伤 更多的是 体力上的消耗 如今已经恢复大半 灵叶立即坐起了身 安妮小姐 都是自己人 不用这么道歉的 灵叶简单摆了摆手说道 对了 你 不 我一定要道歉 之前我不该怀疑灵先生的 安妮倔强地 打断了灵叶的话 灵叶神色一致 他没想到 安妮如此坚持 淡淡地笑了笑 玄机配合着他点了点头 好了 我原谅你了 真的 安妮俏脸上的滴落 顿时一扫而空 喜笑颜开起来 嗯 是真的 对了安妮 我们现在在哪 怎么周围光线这么暗 蓝总呢 灵叶笑着转移画风 他发现自己 透过车窗所及之处的目光 距离有限 现在我们在新颖公司下面 蓝总专门的车库里 车库的灯光 是刚不久前出现问题的 蓝总收到消息 就让我过来看看 我想着 正好顺路跟你道歉 就来了 刚不久前出现的问题 之前有过类似的问题吗 灵叶眼神微动 下意识问道 第十九章信号 也被屏蔽干扰了 之前 安妮眨拔了两下大眼睛 目露思索 两个呼吸后 她摇头说道 之前没有出现过问题 灵先生 你想说什么 安妮忽然间觉得 哪里有些怪怪的 连声问道 灵叶示意安妮 把开车门 安妮照做 你先不要急着下来 拿好钥匙将车门锁住 记住关上车内的灯 关上车门之前 灵叶提醒了一句 灵叶一下车 安妮顿时觉得 偌大的车里空荡荡的 听着此刻 仅剩下的自己的呼吸声 她的翘脸隐隐开始泛白 灵先生 你想到什么了也不说 就让我那么做 你 你别离开我好不好 我有点害怕了 安妮求助地对灵叶说道 灵叶和上车门的手 微微一致 旋即摇了摇头 再次打开 车辆的问题 现在有着落了吗 安妮微微摇头 如实回答 没有 蓝总当时让人修好之后 就立即来了公司 暂时没有过问这件事情 灵叶组织了一下语言 尽量不耽误时间地说道 背后出手的人 很可能不会善罢甘休 这里又突兀的停电 不排除对方出手的可能 闻言 安妮顿时明白过来 她的小脸更加苍白 她眼珠子转了转 想到了什么 连忙说道 那灵先生 你要去哪里 我们不如先去外面吧 现在是黄昏 对比里面少有亮着的应急灯 好多了 外面还比这下面安全 实在不济 我们一起去找车库的工作人员 我知道她在哪 让她看看能不能修理灯光 听着安妮的言辞 表面上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 但还是有些天真 灵夜微微摇头 安妮 对方一旦想要出手 你觉得自己 还能顺利通过这里的出口吗 另外 率先撤离到安全地方 等待时机 的确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但灵夜画风一转 同时也是一种 给对方更加充足的准备 亦或者说改变计划 甚至同样选择不出手 而撤离的时机 至于你说的工作人员 恐怕那里 就埋伏着什么不善的人 我现在要做的 重点是直面 并且高效地解决问题 哪怕是捕捉到相关线索也行 在车内锁着车门 关闭车灯 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灵夜说着 心绪翻转起来 这样 等下你跟我下车后 先告诉我路段情况 我们先去出入口查探 然后再去工作人员那里 也算是让你看看实际情况 彻底给你解惑 她心头有了新的盘算 有熟悉路段的安妮带着 对比人生地不熟的自己 查探效率多少是会高点 而且一共就两个人 抱团起来 未必就比分开后 一个人藏起来的风险高 安妮微微汗手 看向灵夜的目光中 多了一抹掩饰不住的敬重 嗯 灵先生 你说的我都懂了 你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 七七八八 都是简单的消耗 走吧 你带路 灵夜话音未落 已经下了车 安妮连忙跟上 二人并排迈开了步子 几个呼吸后 二人来到车库出口 这出口的门 我记得很清楚 下来的时候是关着的 看着黑咕隆咚 紧闭着的出口大门 安妮猝着带眉嘀咕了一句 林先生 电梯就不用看了 安全起见已经停了 二人即刻调转方向 安妮扫了紧闭的专用电梯 随口说道 灵夜微微点头 旋即二人来到空荡荡的目标工作台前 灵夜从安妮口中得知 这是整个车库角落里的一个特色场地 整体上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设立的站岗训游台 再往后是一扇门 门的后面是员工休息室 这里居然没有一个人 难道监控也坏了 没愿通知 安妮不满地嘀咕了一句 这里有监控 但光线这么昏暗 监控的意义不大 灵夜目光锁定着眼前员工休息室的门 平静地说道 你有这休息室房门的钥匙吗 没有 安妮有些沮丧的回应 眼珠子转动了一下 此刻的她才想起来掏出了手机 发现没有一点信号 哎 我记得之前蓝总的车库 原本是有信号的 虽然算不上多么强烈 现在居然一点都没有了 这里的信号也被屏蔽干扰了 灵夜平静地说着 暗自调整状态 锁定着休息室房门 渐渐拉近了与她之间的距离 什么 那岂不是说真的有人在动手脚 安妮脸色更加苍白 见灵夜有所动作 正准备跟上 被她抬手示意停止 安妮 你先靠墙站在一边 不要将背后留给黑暗 灵夜的声音渐渐淡漠了起来 安妮咬了咬阴唇 左右转头看了看周围的一片昏暗 咬了咬牙说道 灵先生 我跟着你吧 不然我没有安全感 灵夜身形微微一致 旋即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 你可以选择靠着墙 拉近与我的距离 但不要跟着我一起进这休息室 好吧 安妮自知灵夜担心自己 不再多问 就为后话锋一转 那灵先生 这门造架不菲 没钥匙的话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打开 要不要先找找有什么工具 能更方便一点 此刻 站在目标门前 不足一米距离的灵夜 没有回应她 而是缓缓抬手 呈现掌状贴附在门的中央 见到这一幕 安妮一脸错愕 你用手 咔 此时的灵夜 浑身骤然发力 如果现在有正常亮着的灯光 不难发现 她脚下的地板 已经出现了细密的 军裂开来的缝隙 下一秒 灵夜面前看似坚不可摧的门 被她这一掌摧枯拉朽的 直接推翻 然而 灵夜刚踏步进去 没走两步 迎接她的 既不是空荡荡的黑暗 也不是所谓的员工 而是几把闪烁着 森然寒光的刀刃 灵夜眼中锋芒掠过 她面前一共三道寒光 其中一道对准了她的腰胯 另外两道 分别对准了 她的上下半身 刀位置 破风声已经开始撕鸣 第二十章 反制 刀快 灵夜的身影更快 只见她脚下骤然发力 身影顿时暴退 就在灵夜刚 规避开她迎面一击的刹那间 背后突然传来一股冷风 灵夜想也不想 身形猛然一攻 背后横切过来的刀锋掠过空气 有惊无险 灵夜神色冰冷 刚才对方的两次袭击 并没有丝毫留守的余地 那是要让自己非死极惨 下一秒 她猛然转身 以迅雷之势抬了抬退 直接扫向原本她身后的持刀 蒙面黑衣人的面门 碰 那黑衣人当场被灵夜 直接扫翻在地 没了动静 好伸手 忽然一道冰冷的刺耳声响起 灵夜寻声转头 发现她的面前站着的是 三个蒙面黑衣人 其中为首的 一个体型中等 她身后是两个高个 三人每人手中 都持着一把寒芒闪烁的砍刀 小子 单凭你刚才那一下 我可以考虑 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加入我们 为首的蒙面黑衣人 再次开口 语气俱傲 加入你们 灵夜吃笑一声说道 不好意思 我对一群只会咬人的狗 不感兴趣 你他妈给点不要脸 找死 给我上 为首黑衣人怒喝一声 晃了晃手中砍刀 三人静止冲向灵夜 灵夜冷冷一笑 整个人顿时化作黑暗中的一道 充满鬼魅的幽灵 不退反进 哼 手无寸铁 简直找死 见灵夜第一时间的选择 居然不是规避己方的锋芒 为首黑衣人指不住讥讽 他看着自己的刀锋 已然要砍在灵夜肩头 脸上的嘲弄更上 然而 仅仅是不到半秒的时间 灵夜的身影 如同融入了黑暗 顷刻间消失不见 为首黑衣人 只觉得手中的砍刀猛然一空 就在他愣神 为什么没有发生 自己想象之中 刀子入肉的情况时 灵夜不带丝毫情感波动的声音 顿时在他耳边响起 记得你们 在我开门进来的时候 给我的见面礼吗 这一下 就当时还礼 骨骼错位的声音 紧接着响起 伴随着一声狼嚎 这本就昏暗的场地 显得格外的圣人 此时为首的黑衣人 他的胳膊正诡异扭曲着 痛苦地在地上抽搐 这一幕 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另外两个黑衣人反应过来 挥动着砍刀 气势汹汹地 对灵夜当头披下 失去了反抗能力 一切回归沉寂 除了地上正抽搐的 为首黑衣人 他急喘着的粗气 成了扰乱寂静的源头 你们是什么人 灵夜神色淡默地看着他 随手去掉他的面罩 是一个三十来岁的 苍白陌生面孔 你没有资格知道 黑衣人神色猙獰的喝道 灵夜眼神微动 他忽然一脚对准 黑衣人正诡异扭曲着的胳膊 猛然踩了下去 骨骼仿佛碎裂般的声音响起 啊 黑衣人顿时痛得脸色更加惨白 我在稍加用力 这条胳膊将彻底废掉 灵夜神色冰冷异常 黑衣人心神俱振 胳膊上传来的 阵阵撕裂神经的痛苦 不断冲击着他 即将垮掉的心神 放手 你 你放手 不好意思 我用的是脚 灵夜没有情感波动的声音响起 黑衣人顿时觉得 眼前的人根本就不是 人 而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机器 也许下一秒 他真就会做出什么事情 我说 我说 阁下 请您先高抬跪手 等你的回答令我满意再说 灵夜神色淡漠地说道 阁下 是 就在黑衣人的话说到关键时刻的时候 休息室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惊叫 灵夜面色一变 不好 安妮 他想也不想 丢下黑衣人 立即闪身出了休息室 灵夜的目光 锁定着他眼前十米处的方向 那里一共有三个人 黑衣 蒙面 其中两人控制着安妮 另外一人手中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正架在安妮的脖子上 放开他 灵夜冷冷地喝道 他的脚下正缓缓迈步向前挪动 给老子停住 我不然就杀了他 手持匕首的黑衣人叫嚣道 哼 幸亏大哥留了一手 让我们潜藏在外面 小子 你要是识相的话 就乖乖把舌头割了 自断一腿 这样我们会考虑放了你 还有这小美人 嗯 误误 此刻的安妮被堵住了嘴 她挣扎着想要喊叫什么 翘脸苍白 你也给我老实点 黑衣人动了动手中的匕首 对她冷冷地喝道 旋即再次将目光转向灵夜 小子 我们可没那么多耐心 给你三秒钟考虑时间 如果过了时间 你还不动手的话 每过一秒 我不保证这小美人的脸上 会多出一道什么永久性划痕来 灵夜目光微闪 她忽然冷淡地说道 徒手掰断自己的腿 短时间内难以做到 哼 不用你自己瞎掰 这里不缺力气 尤其是砍刀 黑衣人冷笑一声 同时示意身旁的人 将一把砍刀丢给灵夜 你给我听好了 最好不要给老子耍什么花样 就在原地 不要再丢往前挪动 灵夜没有理会 她看着空中飞向自己的砍刀 嘴角微微上扬 呼 灵夜暗自深呼吸调整 将状态提升到巅峰 就在砍刀距离她不到一米的时候 她很自然地抬手 看上去要接住 脚下未动 然而就在砍刀 刚入灵夜之手的时候 只见她在这一瞬间 猛然向前一挥 旋即双腿骤然发力 整个人卷起一股狂风 对着黑衣人的方向 就冲了过去太快了 快到令所有黑衣人都反应不及 刀锋先制 嘴 灵夜挥动的那一把砍刀 静直戳进了手持匕首的黑衣人尖头 几乎是同一时刻 灵夜的魔影 已然出现另外两个黑衣人面前 只见她瞬间抬了抬退 这两个黑衣人 如同离弦的剑 顿时被踢翻出去 啊 尖头被插入砍刀的黑衣人 在此时终于反应过来 她痛苦地惨叫出声 第21章 窜车追 灵夜没有理会 她先解开了一脸呆滞的 安妮身上的束缚 灵先生 安妮的心情 此刻起伏巨大 前一秒 还是自己被挟持的情景 眼瞅着灵夜要就范 她的心情绝望到了极点 没想到 不过是眨眼间的功夫 场面就发生了如此逆转 注意到安妮脸上 有着尚未干涸的泪痕 灵夜淡淡一笑 给她擦掉 你没事吧 嗯 安妮感受着脸上 传来奇异魔力的温热 心底忽然生腾出 一股巨大的安全感 她翘脸微红 低声嘶喃 她突然发现 自己的脸颊有些发烫 阁下 饶了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是收了人的钱 出来办事的 您高抬贵手放了我吧 此刻尖头被插入砍刀 躺在地上挣扎的黑衣人 艰难地开口 她的眼底 已经被金具填满 你收了谁的钱 危机已经解除 灵夜来到黑衣人面前 摘下她的面罩 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是谋兵 我只不过是给她出力的小丑 阁下请放过我吧 她就在刚才休息室里 年轻人痛苦地哀嚎 这年轻人的一举一动 都在灵夜的眼皮底下 灵夜眼神微动 此人并不像是在说谎 她短暂思索片刻说道 这里的信号屏蔽一再拿 年轻人连忙告知位置 距离不远 就在车库内 灵夜立即闪身处理 不过两个呼吸再次折返回来 安妮 你先联系外面 门被打开后 你先出去 安妮连忙点头 旋即拿出了手机 灵夜没有过多停留 她快速闪身 前往休息室的方向 正主谋兵 是她现在要捕捉的对象 然而 待灵夜再次赶到休息室的时候 发现这里早就没了谋兵的人影 灵夜眼神微动 她马不停蹄地来到车库出口 此刻的安妮 正在这里等着人开门 灵先生 你 真厉害 刚才谢谢了 我想 安妮大眼睛里带着欣喜 她感激的话没说完 被灵夜随口打断 安妮 刚才你有没有注意到 有这里有其他动静 安妮神情一致 思索间摇了摇头 没有 很安静 在入口 灵夜忽然低喝了一声 旋即立即闪身离开 灵先生 灵先生 你干嘛去 并没有得到灵夜的回应 不到两个呼吸的时间 灵夜来到车库入口 果然 入口已经被打开 然而此刻正缓缓闭合 灵夜身影化作离弦的剑 在门闭合前冲了出去 哎哎哎 你站住 你是什么人 怎么在我公司兰总的车库里 安妮小姐怎么样了 灵夜刚冲出车库 就被几名正赶往这里的工作人员给拦截 灵夜眉头微皱 她知道自己来的时候 应该是在李世兰的车里休息 没有下来过 所以没人看到她 但她不想耽误时间去废口舌 这样只会拉长她与谋兵之间的距离 埋下隐患 她当即一个剑步冲上侧墙 短暂的飞檐走壁 越过了几人 你给我站住 休想逃跑 你有如此伸手 车库出了问题 一定跟你脱离不开干系 灵夜并没有理会 身后愤怒的声音 自顾自的狂奔 看着眼前极其陌生的环境 陌生的面孔 灵夜心念微动 她知道这谋兵的伤势 根本就走不远 当即灵夜改变了行动路线 哪里靠近车辆传过来的声音 她就往哪里狂奔 很快 她纵身翻越出公司大门 捕捉到街上一道狼狈又熟悉的人影 正是牟兵 此刻的她 正进了一辆黑色商务车 灵夜眼神微动 她用最短的时间 目光扫过街上流动的车辆 最终锁定了一个 距离自己至少有几十米的出租车 但目标出租车所行驶的方向 恰恰与牟兵逃离的方向相反 而且早就掠过了灵夜 速度不慢 灵夜神色淡漠 她身形微弓 脚下忽然发力 整个人卷起一股进风 朝着出租车窜了过去 说实实那是快 灵夜最终窜入了 脸色被吓得苍白的 一名年轻的男司机的出租车上 大 大哥 我的车门是正常的 就算你非要从车窗窜进来 也好歹等我先停下车啊 司机哆嗦着嘴说道 他此刻有些后悔 为了省油而开着车窗 见司机是一名年轻人 副驾驶的灵夜目光微闪 寻思着 他可能开经验并不是多么丰富 不等司机反应 灵夜一把将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伙计 我临时用一下你的车 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问题 我都十倍负责 啊 年轻小伙还没反应过来 忽然感觉肩膀上 传来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道 一阵天旋地转 他发现自己与灵夜 已经调换了位置 还没等他说什么 只见灵夜猛打方向盘 脚踩油门 伴随着车辆的引擎轰鸣声 车辆近乎一个原地盘旋掉头 静止沿着街道边的人行道 窜了起来 人行道上空无一人 灵夜驾车急驰 一路畅通无阻 很快 道路中央的目标黑色商务车 暴露在他的视野内 而对方似乎也察觉到了灵夜 忽然开始加速 灵夜嘴角微微上扬 他看准时机 猛打方向盘 一个巧妙的斜叉 会入车水马龙的主车道 卧槽 你会不会开车啊 这道路上有你 这么开的吗 麻蛋 有种给老子下车 信不信分分钟打爆你的车胎 你嘛 这你都敢飙车 仗着自己是个出租车司机 我看你是获得闲并长了吧 草 灵夜这一个精妙的斜叉 迎来的是周围各种谩骂声与刹车声 还有疯狂的车辆鸣笛声 不过此时的灵夜 对这些没有丝毫关注 他锁定着目标车辆 油门猛踩 准备借机上去拦截 前方是一个十字路口 左右两边正通行着车辆 灵夜见目标车辆明知道前方有车辆通行 依旧没有丝毫 想要停留的意思 左右横插着继续向前 他微微皱了皱眉 如果强行硬追的话 风险可想而知 况且身边还有一个没来得及 让其下车的年轻司机 第二十二章 非要撞上之后再刹车 就在灵夜正思量着的时候 忽然听到前方传来大量车辆碰撞的声音 灵夜眼神微动 扫了一眼后视镜 立即探头查看 果然是一个大型的车祸现场 那辆罪魁祸首的黑色商务车 却完好无损 扬长离开 灵夜眼睛微眯 他忽然猛踩油门 大哥 不要啊 前面的路已经堵死了 你看到那几辆侧翻的大货车了吗 为什么还要硬往前冲 我要下车 你先停下行不 司机一路上的脸色早就苍白无比 如今见到灵夜居然不刹车 不绕道 硬是往前面的火车上应对 更是胆颤心惊 不要说话 骑好安全带 灵夜随口说道 停车 让对方逃离 这怎么可能 你们看 是那辆瞎飙车的出租 卧槽 看来我猜得不错 他真的疯了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哎 前面明明堵死了 他还是选择了飞蛾扑火 以卵击石 可惜啊 算了 不骂一个即将下地狱的人了 许多路人以及司机早就停了下来 无不注意到相当醒目的灵夜驾驶的出租车 纷纷议论不止 老大 我要下车啊 我还年轻 我不想死啊 此刻 副驾驶的年轻人惊惧万分 他竭力地大吼着 想让灵夜停车 眼泪都挤了出来 灵夜不为所动 神色淡漠地踩着油门门往前队 近了 二十米 十米 见到这一幕 不止年轻人的心提到了嗓子哑上 路人 以及诸多司机 同样死死地盯着灵夜所驾驶的车辆 我已经预料到了 接下来会是一场华丽的爆炸艺术 快 赶紧拍下来 这可是现场教学式的车辆 爆破 可能是刹车失灵了吧 但为什么还要加速 一时间 灵夜所驾驶的出租车 成了全场的焦点 啊 副驾驶的年轻人瞪大了眼睛 见车辆依旧不减速 张大了嘴 发出了悲悯的嚎叫灵夜嘴角微微上扬 就在他驾驶的车辆距离前方肩不可摧 侧翻的大货车不到五米的时候 他忽然猛地将油门踩到底 方向盘猛打 他驾驶的出租车 忽然一个强行的转弯 在本来就高速行驶的情况下 直接侧翻了起来 两轮离地 忽然撞在了大货车一侧的一辆流线型小轿车的车头上 就在这一刻 令所有人都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 灵夜的车辆在撞上小轿车后 静止空中侧翻盘旋起来 最终 成功越过了堵死交通 侧翻的大货车 盘旋落地后 卷起一片令人心神震动的尘埃 扬长离去 死 牛逼啊 我尼马 太牛逼了 原来 我身为飙车党 如今才发现 自己才是个井底之蛙 跳梁小丑 他是故意对上去的 原来是一高人胆大 我的天 哎 换作是我 恐怕当场就化作一场 充满艺术性的爆炸中的尘埃了 伙计们 你们看看这张照片 是我刚之前通过他的车辆 前窗拍摄的 他速度太快 拍得有点模糊 但你们有没有觉得他有点眼熟 他是白天的那个男人 那个以一己之力 硬生生阻止了一场车祸的男人 对于身后的热潮 林烨一概不知 此刻的他 正锁定着前方目标车辆 专注的驾车追捕 副驾驶的年轻人 进入了一种诡异的痴呆状态 他的灵魂 仿佛被定格在了之前 惊心动魄的一幕中 无法脱离出来 林烨看着自己的距离 与目标车辆愈发的拉近 而且 前方出现更为宽敞的道路 并且 车辆不再密集 楼房 行人也渐渐稀少 看着前方的一个弯道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别人过弯就减速 反观林烨 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他猛踩油门 方向盘照打 不出意外 车辆果然开始倾斜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林烨的车辆并没有翻出去 他就是倾斜着在开动 而且几乎是斜着 贴着弯道在走 黑色商务车 被直接从那道超车 林烨顺势调转方向 稳定车身 横向 直接将其拦截 不料 林烨发现黑色商务车 非但没有减速 反而直接撞了上来 他微微皱眉 他不是乱拦截的 车辆再往后 是一个断崖 不减速 应对 这是一种自杀式的行为 林烨心思急转 当即猛然抬起一脚 将副驾驶的车门踹开 旋即攻身抓着年轻人的肩膀 连带着他窜了出去 碰 二人刚一落地没走两步 原本的出租车 被直接撞个正正 这已经撞上之后 才传来商务车紧急的刹车声 两辆车静直向前拖行 驾驶商务车的人 也许是发现了 这一下 很可能会滑落悬崖 于是车辆猛然一个转弯 连带着出租车 撞到了断崖前的 一颗繁茂的高树上 出租车作为受害者 当场被挤得破碎不堪 紧接着 只见一股浓烟从车头冒出 伴随着一声爆炸的巨响 以及冲天的火光 贯穿了这片苍穹 林烨目光锁定着 已经开始冒火发黑的两辆车 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他没有掉头离开 而是迈不上前 卡着与自己之间的视野 如果自己不来 根本发现不了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毛兵 你这又是何苦呢 非要撞上之后再刹车 就这么想置于我死地 趴在地上的毛兵猛然抬头 瞳孔之中被惊惧填满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并不知道 只是觉得 想看一看你的切实情况 就过来随便转转 林烨此时扫了一眼 原本的毛兵商务车 驾驶位上的司机 那是一具焦黑的尸体 早就失去生机 死得非常透彻 他的脸色多了几分冰冷 渐渐逼近毛兵 毛兵忽然感觉到 心底升腾出一股强烈的不安 他左右四股 目光迅速闪烁起来 仿佛很想看到什么救兵 第23章 其他发现 阁下 我们最多见了两次 也可以说是素未谋面 之前的事情 都是误会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密码就在上面 请阁下谅解 毛兵发现 周围什么依仗都没有 他慢慢后退着 强大的求生 遇使他连忙掏出了一张银行卡 见林烨直接接过 毛兵脸色大喜 就在他以为事情 有所转机的时候 只见林烨对银行卡视而不见 将银行卡随手 丢给了他身后不远处的年轻人 这年轻司机 有些愣神的 摸了摸手中很有质感的银行卡 心底深处的某个地方的包袱 顿时削减不少 阁下 你什么意思 那张卡里面 已经有不少了 不要贪得无厌 反应过来的毛兵 脸色一变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回应毛兵的 是林烨猛然抬起的一巴掌 也许是你习惯了强势压人 所以你还不知道 当前你处境 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 到底多么愚昧 需要我提醒你吗 林烨冷冷地说道 被抽翻在地的毛兵 脸上顿时多出了一个烟红的手掌印 毛兵摸了一下脸 火辣辣的 生疼 他注意到 林烨没有半点情感波动的目光 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阁下 我们之间无冤无仇 我针对的是那李诗兰 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 文言 尤其是听到 李诗兰 三个字 林烨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林烨身上 一股令毛兵恐惧到骨髓的杀意 顿时将他吞没 阁下 有话好好说 钱不是问题 啊 毛兵说着 忽然胸口传来 阵阵仿仿佛在撕扯他全身的疼痛 令他几乎要昏厥过去 他连连求饶 为什么要打理诗兰的主意 看着此时此刻的林烨 如同来自地狱 守执生死令的魔王 我对李诗兰的车辆动了手脚 我当时想也没想 直接答应了 只是 把话说完 林烨杀气腾腾地喝道 只是没想到 林烨在那种情况下 依旧阻止了危机 于是我们只能再想他法 摸到新颖娱乐公司 穷途陌路的毛兵 将一切都交代了出来 林烨深邃的目光掠过天边 黄昏即将离去 迎来傍晚 孩子们也差不多该回家 吃自己做的饭了 他短暂调整了一下心绪 对地上正小心翼翼地 看着他的毛兵说道 你只需要用同样的手段 反过来针对他就行 不管成败 到时候告诉我结果 林烨说完微微摇头 这好欠根本就不是什么 想要单独打李诗兰的主意 分明就是想将他们一家子 直接端了 这是多大的仇 最毒负人心啊 好 阁下放心 我必然会尽全力而为 一定给阁下一个满意的答案 一听林烨不再深究 甚至又有了更多的前传 牟兵顿时如同醍醐灌顶 他忘记了自己近乎 被林烨废掉的一只胳膊 连滚带爬的起身 一脸的激动 态度恭敬 林烨不想耽搁时间 家里还有孩子跟老婆在 他给毛兵与那年轻司机 简单聊了几句后 即刻离开 当林烨乘坐出租车 回到别墅院门前的时候 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他刚下车 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他拿起一看 是一串陌生的号码 林烨眼神微动 旋即接起了电话 林先生 是你吗 我是安妮 林烨神色缓和下来 是我 男总到家了吧 还没 今天本身他去公司就晚 现在他还忙着呢 林先生 你没事就好 你的情况 我没有怎么告诉他 他不会有太多担心的 文言 林烨暗自松了一口气 谢谢 不用谢 这都是应该的 你没事才是最重要的 林先生 蓝总大概要一个小时左右 才会忙完 我想这时候 跟你先谈谈 今天车库的事情 有了一些其他发现 其他发现 林烨察觉到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想着去一趟公司 到时候 也能顺便带着孩子们 一同回来 当即回忆 好 我马上到 你 不用定位新颖娱乐公司 这次就在他附近的一个餐厅吧 叫华雅唐 距离公司不远 往东走 也就150米 听安妮的语气 有些急促地打断了自己 林烨想了想 应该是他发现了什么 不便让公司的人知晓 于是回应道 好 我这就过去 安妮的目光 透过眼前街道上的车水马龙 直勾勾地盯着一家 设计典雅的餐厅 她的眼珠子转了转 也许是想到了什么 翘脸微红 随即连步轻移穿过街道 走向对面的餐厅 安妮小姐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 怎么今天就你一个人 兰总呢 安妮刚走到餐厅门前 一名年轻的女服务员 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便对她打起了招呼 安妮随口说了一句 兰总今天很忙 让我饿了先吃 随即她就准备继续迈步进入餐厅 不曾想 这女服务员忽然压低声音说道 安妮小姐 台少就在两分钟前 也进了餐厅 安妮俏脸微变 眼底闪过一丝厌恶 她应该也调查到 我订的是哪个房间了吧 这些你拿去 麻烦你给我换房 离她越远越好 安妮说完 便暗中塞给了女服务员一打钞票 感受着手中厚厚的一打钞票 女服务员脸色一喜 安妮小姐放心 交给我了 十多分钟后 林业抵达华雅堂门前 先生 欢迎光临 请问 你有订房间吗 女服务员的脸上 带着职业性微笑 林业随口说道 325号雅堅 是我一个朋友定的 文言 女服务员目光微闪 下一秒 神色恢复正常 好的 先生请进 雅堅就在电梯三层 进去后右转您会看到门牌号的 林业点头 刚进去不久 一个衣着豪华 看起来二十来岁 一脸冷笑的年轻人随即出现 她的身后跟着庶民壮汉 小兰 你做得不错 这是给你的奖励 第24章 跟我做得比 或许还有些差距 这个名叫小兰的服务员 顿时一脸的魅笑 与之前对安妮的态度 完全是判若两人 台少 反正说什么 我都是您的人 只要您一声吩咐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小兰魅笑着开口 同时借过台少的银行卡 台少因侧侧地笑了笑说道 小兰 有时候我看到你收了她的钱 看着你的演技 还真觉得 你是不是会站错队了 现在看来 她这么轻易就相信了你 恐怕早已将你当成 与她一对的人了 不错 你这个棋子 不往我长期地培养啊 此刻的林业 刚刚乘坐电梯来到华雅塘三层 林业看着眼前宽敞明亮的走廊 嗅着空中独有的典雅味道 她下意识点了点头 这安妮还挺会挑选地方 325的雅间在最前方靠窗位置 林业继续迈步前行 有意无意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 这走廊大概30米 两侧的墙壁上 刻画着白蓝相间的图案 每隔近5米 便能看到走廊两边对着的 两扇雅间的房门 林业走了大概15米后停下 并没有再继续前行 她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随即忽然侧部挪动到 临近靠墙的一扇雅间的门前 林业悄悄攻身 凑近了当前雅间的门 直到她的耳朵 距离门大概10公分的时候停下 紧接着 林业保持这个动作 大概持续了5秒后 又收回动作 林业目光微闪 旋即她往前连续走了10米 继续侧耳查探 两个呼吸后 林业心神微动 这里的客人 待在雅间里 都这么喜欢安静吗 难道这里不是吃饭热闹的地方 林业微微摇头 寻思着她的这些疑惑 也许见了安妮就能有答案 于是不再停留 即刻迈步 走向最前方靠窗的 三二五雅间 此刻的三二五雅间中 安妮正眨巴着大眼睛 拖着香腮 呆呆地看着眼前一大柱的佳肴 林先生等下钥匙来了 会不会说我太浪费 她转动着眼珠子 阴唇轻起 喃喃自语起来 她还没到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难道 是那台松拦住了她 安妮鬼使神差地想着 小脸居然隐隐开始泛白 她的瞳孔微微放大 她心里愈发地不安起来 还是先出去看看林先生吧 好歹自己算是个参照物 安妮说着 当即起身 但她的速度太快 不小心将桌面上的一个茶杯 给碰在了地上 旋即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她看了一眼茶杯并没有碎裂 但滚落在了不远处的沙发下面 她顾不上那么多 连步轻移 直接来到门前 伸出玉白的小手 立即就要转动门把手 就在她的手 刚触碰到门把手的刹那间 咔 猛然一声响 门把手忽然自己转动了起来 有人在外面开门 而且力气很大 不等安妮来得及思考更多 做出反应 她面前的门忽然被打开 门 带起的进风扑面对着安妮刮过 安妮一时间抬起手遮住了眼睛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放下手 她忽然听到一声 安妮 嗯 紧接着 她便感觉迎面传来一股不可抵抗的距离 旋即她的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等她彻底反应过来的时候 忽然发现自己双脚腾空 自己的两条胳膊 正搂着一个带着温度的 人 嗨嗨 那个 安妮 你没事吧 林夜干咳两声 她很想松开怀中的安妮 但她觉得 安妮现在两脚腾空 如果松开手 她要是直接被摔在地上 就算不说出个什么问题 那自己岂不是显得很没有 风度 林先生 安妮红着脸 错愕地看着近在咫尺 棱角分明的一张脸说道 她并没有跟异性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 心跳扑通扑通地不受控制 开始加速 有什么话 我觉得应该可以先下来说 安妮 你觉得呢 林夜尽量让自己的神色 显得自然 她清楚地感受到 怀中温软相遇的体温 正在隐隐升高 高得她有些口干舌燥了起来 啊 哦 对 没事 林先生你放手吧 我看着呢 安妮的脸 此刻红得像熟透了的苹果 林夜微微呼出一口气 旋即将她放了下来 安妮发现 林夜将她放下来的过程中 神态并没有什么变化 她轻咬了一下阴唇 大眼睛闪烁两下 不知道在想什么 林先生 你刚刚 怎么了 林夜收回打量四周的目光 有些尴尬地说道 刚才我已经快到雅间门口了 忽然间听到里面有什么东西衰落的声音 我担心你的安危 于是顾不及多想 便冲进来 想要看看怎么回事 没想到偏偏撞上了你 不过好在 我稳住了身形 不过还是要说声不好意思 可能吓到你了 没事没事的 林先生 坐吧 这里的菜是我精挑细选的 那里还有酒 品质也不错 安妮快速调整了一下状态 想着一个小时的时间并不算长 之后还要回公司 于是主动引出话题 林夜也不含糊 当即坐了下去 随即拿起筷子 先来了几口佳肴 嗯 味道不错 不过跟我做的比起来 或许还有些差距 林夜闲聊般说道 安妮偷偷瞄了她眼说道 林先生 想不到你还有这么高的厨艺 真厉害 林夜毫不谦虚地点了点头 对了安妮 说正事之前 我想先问你一个眼下的事情 安妮目不转睛地 盯着林夜回应道 林先生 你不要跟我客气了 好 在你走过这三层走廊 来到当前的雅间之前 有没有听到走廊两边 其他雅间的声音 没有 应该没有人吧 安妮的听觉不及林夜 她如实回应道 有人 不过他们 在雅间里并没有什么动作 如果说他们在吃饭 那也太小心翼翼了 林夜思索间摇头说道 有人 对了林先生 听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了一个现象 我之前也来过这华雅堂 包括三楼 次数也不算少 只要有人在 那么这里 时不时就会有工作人员 在走廊上进出 你上来的时候 看到人了吗 第二十五章 中招了 文言 林夜目光微闪 没有见到人 有可能是这三楼的其他雅间 被包下来了 里面的人 也许在进行什么活动 不能吵闹 所以那么安静 至于走廊上 她话音落下 旋即起身走到雅间门前 她准备进一步看看 这有些反常的情况怎么回事 打开房门 林夜发现 整个走廊没有一个人影 安妮说的工作人员 如同蒸发了一般 很近 林夜眼睛微眯 她再次折返回雅间 对安妮说道 安妮 你回想一下 之前的工作人员是有规律 有时间的进出走廊 还是时间不定 安妮拖着香塞思索了一下 微微摇头说道 没有规律的 我来的每一次 发现不管是人数 还是其他 只要有雅间的顾客需要 就会有员工上来 嗯 那你稍等一下 我再观察片刻 如果还是没有动静 恐怕我们要做点什么了 林夜目光微闪 她说完便将雅间的门打开一道缝隙 侧身观察着外面的动静 见到林夜这么专注的安妮 扫了一眼眼前满桌子的佳肴 与空荡荡的对面 嘟了嘟嘴 顿时觉得有些无聊 她忽然想到 之前自己碰掉的一个茶杯 干脆起身去找了起来 此时的林夜 正聚精会神地透过门缝 盯着外面走廊 她心中默算着时间 再过十秒钟 如果走廊上依旧是这样 那么她便准备亲自动身下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十秒钟 不过眨眼的功夫 就在林夜正准备彻底打开门 出去的时候 走廊尽头的电梯忽然被打开 只见原本在华雅堂下面门口的那个女服务员 此刻推着车锯走了过来 神色自然 林夜发现 只有她一个人 而且对着自己这边 已经走了近二十米 依旧没有停留 仿佛就是来找自己的 林夜眼神微动 在她来之前 悄悄关上房门 对正在摆弄茶杯的安妮说道 安妮 你喊服务员了吗 安妮一正 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 不过有服务员自己过来 不是也算正常吗 林夜没有回应 别的房间有人 为什么这服务员没有进去 难道这里的服务员不知道 他们自己的餐厅三层有客人 林夜暗自警惕了起来 见女服务员果然是往自己所在的雅间走的 冰来降荡 水来土掩 她略微沉饮者返回了餐桌前 若无其事地坐在了安妮对面 林先生 你太小心翼翼了吧 我们不要管那么多了 饭菜都快凉了 先吃吧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有什么危险 一个服务员而已 何况我猜 应该还是个女的吧 有你这个大男人在 在不计 还有我呢 难道还要怕他吗 此时的安妮 眨巴着眼睛 对林夜说道 林夜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随即看上去很自然地动起了筷子 叮咚 此刻雅间门铃响起 随即传来一道 语气很职业化的声音 您好 请问 这里是安妮小姐所在的雅间吗 我是过来提供服务的服务员 安妮放下手中的筷子 正准备开口 林夜忽然摆手 示意她先等等 安妮抿了名嘴 不再动作 林夜对着雅间门口的方向说道 不需要 谢谢 林夜刚拒绝 门依旧被打开 安妮小姐 我是小兰 实在不好意思 打扰您了 您是我们这里的常客 贵宾 所以 这次服务完全是免费的 除了车具里面的赠送的佳肴 酒水 而且还额外赠送您一张 我们店的高级贵宾卡 小兰进门后 面带微笑的率先开口 林夜目光迅速掠过车具 以及小兰本人 尽力捕捉着一切 此时的安妮 一看还是自己人 翘脸上被林夜带出来的几分谨慎 荡然无存 她连忙起身笑着说道 小兰 你这不去餐厅门口坚守岗位 居然主动过来 给我们这边服务 你要我怎么感谢你呢 小兰连忙摇头 一脸的受宠若惊 哪里哪里 我也是临时过来补个位置提板 既然上来了 当然要先来我们的安妮小姐 这里了 之后 我还要去其他雅间呢 她说的话表面上 似乎就是没有毛病 安妮轻轻拍了拍 她的肩膀说道 谢了 同时 她的另一只手 驾轻就熟地 掏出了一打钞票 递给了小兰 小兰顿时两眼放光 连忙攻身说道 安妮小姐 您太客气了 她简短的话还没说完 就已经将那一打钞票收下 安妮小姐 这些佳肴您慢用 这瓶红酒是我们店珍藏的 平日里想想买还买不到呢 我给您打开 小兰说着 将车具里的一瓶包装 高档豪华的红酒拿了出来 旋即直接打开 然后她将车具推到一边 同时将上面的佳肴跟贵宾卡 依次拿出来 放在了靠墙的柜子上 小兰做完这一切后说道 安妮小姐 东西都在这里了 我还要下去继续准备呢 有什么事情 直接按这里的服务按钮就行 她话音落下 推着空车具离开 嗯 你去吧 安妮的语气 很是兴致勃勃 好浓的酒香啊 看来也不枉我经常来这里 林先生 你看看 是你自己想多了吧 安妮说着 迫不及待地拿起红酒 倒了两杯 林叶微微皱眉 刚才那个小兰 从开始进来到出门 并没有表现出什么 哪里不对劲的地方 难道是我自己真的多虑了 就在林叶这个念头 刚刚略过的时候 她忽然间察觉到 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对 林叶瞳孔微微一缩 她猛然看向安妮 只见她的双目 渐渐变得迷离 整个人摇头晃脑 昏昏欲睡 林先生 我 我怎么觉得有些犯困 难道是一时间吃得太多了 不对啊 我感觉浑身没力气了 安妮说着说着 就顶不住趴在了餐桌上 再没有丝毫动静 林叶微微调整深呼吸 她的脸色渐渐冷了下来 她来不及感受 身体内正逐渐流失的力量 随手卷起一旁的餐巾纸 先将那瓶正肆意 散发着酒香的红酒堵上 紧接着一个闪身到安妮身旁 扛起她 就往雅间门口迅速移动 第26章 你刚才还人多是重 几乎是半个呼吸不到 林叶扛着安妮 已经来到雅间门前 正当林叶正准备 转动门把手的时候 她面色微变 猛然一个后撤 再次退回雅间 瞬间拉开了与门之间的距离 碰 就在这时 雅间的门被直接踹开 为首的是一个衣着名牌 二十来岁的青年 她的身侧 小兰正一脸媚笑地看着她 青年身后 跟着几名壮汉见到这一幕 林叶眼神微眯 眼底锋芒掠过 青年一脸蔑视地 静止走进雅间 居高临下地盯着林叶 小子 想不到你中了软散气之后 还能有力气走动 倒是有几分能耐 不过 现在我看到你扛着我的女人 你猜猜我什么心情 青年的脸色 渐渐阴沉了下来 现在 如果你给我将她放下 心许我的心情会好一点 只会考虑断你一臂 如若不然 我不保证你会不会半身不随 台少 你好威武 小兰贴着她 在一边献媚 小兰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的模样像什么 林叶忽然吃笑一声 无视了青年 他一变一脸的不屑 你 他刚一开口 就被林叶打断 你此刻的模样 像急了一条跪田主人 发情的母狗 哦 我再补充一点 还是一条野的 林叶此话一出 小兰顿时气的咬牙切齿 她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你才是野狗 你居然敢说我 不要以为跟着安妮 仰仗着她身后的李诗兰 就能在这里叫嚣 有台少在 今天你别离开 哼 不错 此刻的台少 冷笑着开口 小子 我看你是个舞者吧 能在不使用解药的情况下 顶住这么久 也算是有点天赋 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如果你同意跟着我台松混 那么你放下安妮之后 都是自己人 我既往不救 如何 台少 不能这么轻易地放过她 不等林叶开口 小兰忽然坚声喝道 闭嘴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敢命令我 台松怒喝一声 猛然抬起一巴掌 抽在了小兰的脸上 你不过是一个贱货 真的以为自己会点眼计 就觉得自己很有姿色 随即她像是踹垃圾一样 一脚将她踹翻在地 便不再多看一眼 台松的目光 再次落在了林叶身上 怎么样 刚才我修理了这 因了你们的贱人一顿 就算是给你的一点诚意 小子 你考虑好了没有 我的耐心可是很有限的 林叶神色淡漠 她仿佛对刚才的一幕 视而不见 既然你拿出了诚意 那我也干脆给你点好了 林叶说着 将安妮放在一旁的沙发上 好 很不错 看来你很识台诀 你放心 跟着我台松混 不会让你 碰 的一声响 忽然打断了她居高临下的话 只见此刻台松的额头上 在一瞬间 鼓起了一个红肿的小山丘 死 她骂得好痛 反应过来的台松 下意识伸手去触碰额头 换来的是她更大幅度的倒吸凉气 这里的茶杯 质量还不错 林叶此时攻身将她刚才丢出去 此刻滚落回来的茶杯捡了起来 笑着对气称赞 无视了 台松台松反应过来 脸上顿时猙獰无比 她大吼一声 给老子上 先给我扯掉她的一条胳膊 然后再撕烂她的嘴 她语气恨不得要将林叶生吞活泼 顿时几名壮汉冲进雅间 将林叶团团包围 赶紧给老子上 别他妈墨介 此刻又传来了台松的怒斥 几名壮汉 顿时各个露出凶神恶煞的神情 当即对准 林叶就扑了上去 台松见林叶被围攻 像被吓傻了一般没有动作 顿时脸上浮现出一抹讥讽 仿佛她高高突起的脑门不痛了 哼 等一下看老子 怎么折磨你 我让你 她的话说到一半顿时戛然而止 随即她的眼睛瞪得滚圆 哆嗦着手 指向林叶所在方向 台松 你的这些打手 好像个个中看不中用啊 此刻的林叶扫了一眼 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几名壮汉 他们有的一动不动躺在地上 有的面露痛苦 有的在抽搐 林叶摇了摇头 随即一脸细血地盯着 已经痴呆了的台松 台少 你要不要跟着一起上 这些保镖实力最低的 也有外境中期 我还是小看了你 台松色立内人 不过 你不要得意忘形 我的软散器 可不是让你四肢无力 迷晕那么简单 它里面内含延迟性的毒素 保证让你痛不欲生 如今你中了它 我倒要看看 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随着它话音落下 只见又是庶民壮汉 涌现在雅间门口 各个面色不善地盯着林叶 我倒是很少有实际的切磋经验 既然你没有这么主动 我也不客气了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他话音落下 整个人卷起一股进风 对着一群壮汉便冲了过去 林叶如同虎入羊群 刹那间几名壮汉人羊马翻起来 看着所向披靡 锐不可当的林叶 台松的脸色控制不住 开始苍白起来 不可能 难道你有更强悍的实力 限制住了体内的软散器 这么年轻 我不相信 台松惊骇地叫着 又是一名他的手下 被掀翻在地 台松彻底慌了 他顾不上面子 不敢再看 带着横扫千军气势的林叶 拔腿就跑 对着来时的电梯就冲了过去 林叶目光微闪 台少 你刚才还人多势重 这连几个呼吸的时间都不到 就如同丧家之犬 你不觉得有试你大少的风度吗 他话音落下 随即一个剑步窜了上去 瞬间就缩短了 他与台松之间的距离 正狂奔的台松 忽然感到背后传来 令他心惊胆战他的进风 紧接着 他便感到自己的肩头猛然一沉 随即上面传来一股 令他无法抗拒的力道 他整个人立即不受控制 双腿骤然弯曲 静止跪在了地上 台松此刻的面容 因痛苦而扭曲了起来 他发现 那只扣在他肩上的手 如同一个金属钳 将他扣得很死 第27章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吧 此时的林叶 看着被自己轻而易举 就制服的台松 微微摇头 不说台松本人 就他的台松的手下 已经不算少 但这前后交手 根本就不算什么切磋 时间不长就结束了 他原本想增加一些 关于实际的切磋阅历的心思 算是泡汤了 林叶略微沉吟 暂时收起了这方面的思绪 他心念一转 从进入这家餐厅到现在 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了 李世兰跟孩子们 也快从公司出来了 你想要干什么 我该死 我有眼不识泰山 阁下 我们有话好好说 我并不知道那安妮是你的女人 我 你给我打住打住 我现在赶时间 将解药拿出来 台松不敢怠慢 赶忙拿出了一个透明的药剂瓶 不过林叶并没有直接接过 而是有些不耐地扫了他眼 是药 台松的脸色顿时苦了下去 他扭捏着低声说道 阁下 这解药是有讲究的 不管是中毒之前还是之后服用 一次就够了 我之前已经用过了 抵消了毒素 关键是 如果这时候再反复用的话 会有严重的副作用的 我 无 台松目光闪躲 正小心翼翼地说着 忽然间发现自己嘴里多了什么东西 湿湿的 虽然不多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见林叶正一脸细血地盯着他 台少 既然已经服用了 那就请好好解爱 不妨告诉我这要效的副作用到底是什么 什么时候发作 你这个混账 死 啊 台松刚呵斥一声 他的皮肤开始渐渐泛红 尤其是脸上 直接开始长起来了一个个小浓炮 看上去有些刺眼 好痒 好痒啊 草 死 痛 台松仿佛控制不住自己 他一时间不断地撕扯自己的衣服 徒手开始抓闹自己的脸 刚没动两下 又吃痛赶紧松手 阁下 救救我 酒 那瓶红酒 他一定还在三二五雅间 快 请阁下帮帮我 将那瓶红酒拿过来 以毒攻毒 台松说着 同时趴在地上 试图抓住林叶的裤脚 林叶轻轻抬腿避开 看来你说的不假 这解药短期内重复使用 的确有副作用 林叶自顾自地说完 旋起几个闪身 重新回到三二五雅间 留下了一脸怨毒的台松 林叶刚到雅间 并没有直接让沙发上的安妮扶下 而是自己先服用了一点 不过两秒 他感受到体内正被他限制 侵蚀着他的力量的毒素 渐渐退去 随即微微点头 紧接着 林叶将药剂给安妮扶下 足足过了近十多秒 安妮弯弯的睫毛 才微微抖动了两下 紧接着 他缓缓睁开了有些迷糊的眼睛 林先生 我 睡着了 这事还在华雅堂 该起床了 再有十多分钟 蓝总就要下班了 有什么事情 之后再说 林叶随口说道 安妮微微愣神 旋即连忙点头 哎 我怎么会睡着呢 他刚说完就要起身 不曾想他的四肢不听使欢 此刻身上也传来阵阵无力感 林叶捕捉到了这点 略微沉吟 干脆直接将他背了起来 你刚恢复不久 刚才的事情 同时 林叶将之前的事情 精简又快速地给他说了一遍 在林叶背上的安妮 听得一愣一愣的 尤其是听到林叶说到小兰的时候 他还住林叶脖子的偶臂 明明没有什么力气 依旧下意识地紧了紧 想不到 这小兰居然从头到尾 都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 哎 枉我对他这么信任 不管怎么说 林先生 这次谢谢你了 安妮轻轻叹息一声 此时的林叶感受着 他耳边安妮的吐气如蓝 他微微做了个深呼吸调整 不用谢 这不是挺现实的吗 你想想 如果你是小兰 一个餐厅服务员 面对这种前后都收着钱 左右逢源的事情 而且一个是什么台上 出手相当阔绰 难道你能不动心 哎 林先生 你这么一说 我忽然觉得人好复杂啊 安妮轻咬阴唇 低估了一句 不然呢 光想象一下 组成人体的细胞数量 是不是就有一种 头皮发麻的感觉 林叶但笑着回应 嗯 也是 安妮红着翘脸 轻声附和 此刻的他 已经完全从之前 林叶讲述事发经过的状态中 脱离出来 他心中鬼使神差地 略过一个念头 这 是我跟林先生的第二次接触 林叶此刻 简单调整了一下状态 旋即脚下快速迈步 背着安妮 再次来到熟悉的走廊 那是台少 安妮张着大眼睛 一眼就看到了走廊前方不远处 正向着他这边 艰难如动的台松 此刻的台松 长着满脸泛红的浓包 密密麻麻 上面隐隐渗出 又是泛黄 又是泛红的液体 看上去既触目惊心 又在不断恶心着人的胃 他可以说 已经面目全非了 那解药 是他自己搞的 我出于安全多考虑了一些 让他自己先简单服用了一点 林叶语速很快 脚下没有停止 好吧 那他在干嘛 要去325 我们之前的雅间吗 安妮 你的脑子转得不是太快啊 他去我们雅间找那瓶红酒 要以毒攻毒 林叶随口说道 啊 原来是这样 当时就是小兰打开的红酒 哎 算了 可是眼前台少这么慢 要什么时候才能 滚 过去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你说是不是 台少 林叶此刻已经来到了台松面前 阁下 就算您不愿意帮我 那能不能高抬贵手 将这一层的信号 屏蔽一丢关掉 他就在 哦 他来台少今天为了安妮 倒是没少做准备啊 不过我觉得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 台少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吧 林叶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向电梯 不 他的身后 传来台松既无奈 又怨读地嘶吼 第28章 练习悲人的动作 很快 林叶结了账 出了华雅堂 他觉得 此时自己背后惊人的触感 伴随不正常升起来的温度 愈发撩人 他目光微善 注意到前方不远处有个凉亭 旋即快步走了过去 就在林叶刚准备 将安妮放下 让他休息一阵的时候 背上的安妮 忽然低难了一句说道 林先生 我不是很想坐那里 林叶微微一正 下意识问道 你是觉得 那座位很不舒服吗 嗯 特别是跟林先生 暖暖地背比起来 我越看那个座位 越是更加的不舒服了 感受着耳边 渐渐愈发不对劲的热气 林叶心神微微一震 他艰难地吞咽了一下 强行控制住自己 差点就不老实的两只手 他的两只手 此刻还在缓住安妮那两条 充满弹性又滑溺的大腿 那个 安妮 你的夸奖我收下了 但你好歹想一下 我是个活生生的人 我可不是什么机器啊 所以 不 我觉得你是人 这点没错 但你比机器还要厉害 还要 能给人安全感 安妮打断着林叶的话 说到最后他开始小声呢喃了起来 不是 我知道我的背很暖和 但也不能一直这样吧 我背着你 难道你就没有感觉 自己很热吗 你没有 我可是感受得相当清楚啊 这早就温暖过头了 林叶总觉得 安妮是不是哪根神经出了一些问题 他思来想去觉得 可能是之前中毒的原因 放心 就在那里歇一会儿 安妮 我不会走远的 就在你旁边坐着 如何 林叶现在可谓是两头男 一边要强行压制住他心底的 烈焰 一边还要尽力忽视 背后传给他的紧密又惊人的触感 最为关键的是 安妮只要不下去 这个触感 随着温度 可是会升级的 不要 我就想在林先生的背上待一会儿 安妮此刻仿佛一个俏皮的孩子 他的脸早就蜜红一片 嘴上洋溢着莫名书星的笑容 林叶的隐隐呼吸有些急促 虽然他的视角 一直看不到安妮的神态变化 但这要是真再这么下去 恐怕他真就压不住火了 他当机立断 不管三七二十一 静止对着梁婷闪身过走了过去 那里其实之前是台少经常坐的地方 我觉得很恶心 你能不能满足我这个小小的愿望 不要让去那里 林叶身形忽然一致 随即有些无语的笑了笑 我说安妮小姐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早说啊 那大表再换 嗯 林叶说着目光略过四周 一时间还真就没发现 哪里适合落脚 林先生 这也许就是缘分吧 此刻的安妮 忽然鬼使神差的来了一句 嗯 运气确实差了点 不过从恰恰这个运气差的角度来说 你说的也有道理 林叶尴尬地回应 但她的步伐不慢 渐渐跑了起来 她准备去距离李士兰的 新颖公司附近的一个小公园 当时她追捕谋兵的时候 不经意间看到过 那里同时距离她现在的位置也不远 跑着过去 能分散她如今状态的注意力不说 也算是进一步拉近了与李士兰的距离 到时候也方便卡着点回去 不让她跟孩子们等候 林先生 你这是要去哪 去能 降火 的地方 很快 林叶背着安妮便到了目标公园 林叶刚一进来 便锁定了一个无人的长椅 她立即窜了过去 林先生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林叶刚来到长椅面前 还没来得及放下安妮 就听到 她有些扭捏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什么问题 林叶没有强行放下她 你 很不喜欢背着我吗 安妮这句话 身若文盈 啊 林叶忽然觉得头有些大 她侧了侧头 很想看到安妮现在的模样 但奈何角度还是差了点 我听错了 林叶这么想着 下意识重复了一遍 安妮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 你是不是不喜欢背着我 安妮再次喃喃细语 林叶忽然发现 她的缓住安妮大腿的手 居然非常自觉地捏了捏 她看不到 此刻她背上的安妮 脸上的红霞 已经染到了她的脖子跟上 一时间娇羞无限 令人垂涎 不行 说什么 也得赶快给她放下来 林叶没有接安妮的话茬 对着长椅 给安妮留着位置 然后直接坐了下去 安妮 我累得都出汗了 而且口干舌燥的 非常燥 你先下来吧 再不下来 我估计我就要累趴下了 哎 林叶说着 大喘着粗气 一副真就快筋疲力竭的样子 原本林叶以为 她这么表现了之后 而且已经坐在了长椅上 安妮应该会顺势下去 然而 事实非但没有如她所料 反而更加地变本加厉 林叶感到背上的安妮 如同一条充满莫名力量的 八爪鱼一般 一双偶臂 死死地还住了自己的脖子 腰间两条修长的大腿 同样紧紧地锁住了自己 在这刹那间 背后那与她紧密相连 销魂尸骨的致命诱惑力 突然暴增了数倍不止 林叶心神猛然一挡 她发现自己的身体 直接僵硬了起来 自己的手 仿佛完全不听使唤 开始了她自己的自由活动 咦 奶奶 你看 那个大哥哥跟大姐姐好奇怪啊 他们怎么那样子 背着人还要坐下 此时 一个稚嫩的孩童经过 她眨巴着充满天真无邪的眼睛 好奇地问向她身边的奶奶 走走走 没什么好看的 也许他们在练习悲人的动作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越来越开放了 这公园本身就不大 而且人也不少 哎 林叶瞳孔微微放大 孩童的声音 虽然不是她的孩子 但同样唤醒了 她心底的某种力量 旋即她周身微微发力 她背上的安妮 即刻被一股 她无法抗拒的力量 轻轻震开 旋即她 顺势坐在了长椅上 安妮恍惚之间 忽然觉得胸前一空 随即眼底 划过一抹隐晦的优色 第29章 差不多该回家了 林先生 我之前问你的问题 你还没回答呢 安妮 我们是不是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谈谈正事 林叶此刻终于能看到安妮的模样了 她发现 安妮的眼睛里 总有一种难以捉摸的一色 有些头大的转移画风 要说真心话 恐怕在她这种正直血气方刚的年纪 又未经男女之事 不喜欢背着美女 说出去让谁相信 安妮轻轻咬了一下阴唇 随即微微汗手 好吧 林先生 还记得黄昏的时候 你离开之前 见到的几个阵网车库 去的工作人员吗 林叶目光微闪 旋即点了点头 安妮继续说道 他们虽然去了车库 但实际上 我并没有通知让他们去 安妮说着 戴霉微微蹙了起起来 他们那一拨人 是乌高扬管理的 但乌高扬的部门 距离车库位置较远 所以我第一时间并没有联系他 而是叫了距离较近的主管 可我没想到 率先到达的 偏偏就是距离较远 而且 我没通知的是高扬的人 这里就先不说 他怎么知道车库发生了情况 就结果上看 完全像是乌高扬 早就安排好了人在车库附近 安妮说着说着 带霉醋的越紧 不对 不能说像 应该说就是 而且 仿佛他早就预料到了事情的经过 或者说 他有其他目的 安妮说完 陷入了沉思 林叶大脑高速运转起来 看来这件事情 除了拿摩冰之外 另有引擎 而这乌高扬 是李诗兰公司的部下 他不会坐视不理 半个呼吸后 林叶对安妮说道 安妮 有乌高扬的信息吗 安妮点了点头说道 乌高扬跟着蓝总干了 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从来没见他出过什么差错 偏偏就惊见你过去之后 车库便出了状况 林先生 你觉得 这是一个巧合吗 巧合不巧合的 还不好说 车库那里检查出来 是什么情况了吗 林叶画风一转 准备从当时车库 及周边的实际情况 入手了解 嗯 是车库的内部的电源线出了问题 安妮点头回应 电源线 林叶眼神微动 虽然我只去了一次车库那里 但那里倒是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印象 设计应该是相当严谨的 你确定只是电源线出了问题 听林叶这么一说 安妮也是一脸的狐疑 不过 她还是确定的点了点头 没错 我当时看得清楚 不管是人为的检查 还是车库内部的检测系统 显示的就是电源线出了问题 林叶略微沉吟 看安妮恢复得差不多了 旋即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接近晚上七点了 李士兰跟孩子们也差不多快从公司出来了 她微微调整了一下状态 安妮 有当时车库出问题的具体情况的图片吗 对了 但凡去了车库的人 他们活动的迹象 这些也需要 林叶说着 补充了一句 安妮嘴角微微翘起 显得很是自信 我可是蓝总身边的人 这点小事情 难不倒我的 林先生 现在你想回家了吧 没事 之后有时间我整理好了就给你 这次的事情还是要谢谢你了 到时候 我再请你吃饭 你可不要拒绝啊 林叶微微点头 好 那之后联系 这种事情不要拖 越早处理越好 林叶说完 率先起身 她刚没走两步 忽然听到身后传来衣服被撕扯的声音 虽然不是她自己的 但林叶微微一正 还是转过了头 她看到安妮此刻正红着脸 紧紧地将双手撑着她的双肩 一脸的尴尬 目光来回闪躲 林叶尝试性地问道 安妮 你刚刚在干嘛 怎么了 林先生 我的衣服被长椅刮破了 感受着背后的阵阵凉爽 安妮的声音愈发的轻微 林叶下意识看了看那长椅 她发现 那长椅的靠背上 一颗凸起了一点点的小钉子 她的上面正挂着安妮被扯下来的衣服 虽然不宽 但至少有三十多公分 林叶寻思着 安妮的背后恐怕漏风漏的有些多 她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外套 旋即直接取了下来 紧接着走到安妮面前 给她套了上去 安妮发现 她周身忽然一阵温暖 同时又嗅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她的脸上更红 林先生 谢谢你 好了好了 先回去吧 林叶随口说完 二人离开 新颖娱乐公司 电梯内 李诗兰急忙按下电梯按钮 她嫩白的额头上 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她的身边站着的是五个孩子 妈妈 我饿了 我想吃爸爸做的饭 此刻二花嘟了嘟嘴巴开口 我也饿了 妈妈 今天下班 为什么比平常还要晚 就连最胆小的四月 也开始了抱怨 妈妈 你怎么没让爸爸跟着过来 她很厉害的 怡春此时也眨巴着大眼睛说道 看着孩子们又是期待 又是嘴馋的模样 李诗兰轻轻叹息 随即低难了一句 林叶 孩子们挺想你的 随即李诗兰正了正神说道 你们很快就见到爸爸了 他就在车库休息呢 我们这就过去 让他回家给我们做好吃的 好不好 好 我最喜欢爸爸做的饭了 二花脸上那一点点不快一扫而空 我也是 四月挥动了一下小手 很高兴 你们别说了 我快饿死了 一春也跟着笑了起来 看着各个神采飞扬的孩子们 李诗兰忽然觉得 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累 他看着电梯即将到一楼 他拿出电话 准备联系安妮 让他提前把车开过来 他刚拨完号码 一楼已到 随着电梯门的打开 李诗兰刚按下拨出去的案件 便看到林叶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 正看着自己 老婆 这里是一楼 而且现在该下班的员工都已经下班了 没什么人 我这么过来 应该不要紧吧 林叶 这股感觉 暖得令他仿佛忘记了自己还在电梯内 忘记了电梯的门正在悄悄闭合 第三十章 深藏着的心酸 爸爸 你来了 此刻的二花最先活泼着跳了起来 随即他立即重新按开了电梯门 爸爸 我们赶紧回家吧 我饿了 四月迈开了小步子 最胆小的他 此刻居然主动伸出了小手 示意林叶拉着 爸爸 我也要牵着手 一春忽然叫了起来 也走向了林叶 林叶开怀一笑 张大了双臂 孩子们 走 我们回家 爸爸给你们做好吃的 李诗兰此刻回过了神 他收起手机 忽然发现 林叶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衬衣 下意识问道 林叶 你的衣服呢 林叶目光微闪 一脸镇定自若 哦 我的衣服在车上 这不是太着急了想你们了 所以 一时间丢在车上了 李诗兰微微点头 没有说什么 随即看向一旁的安妮 此刻的安妮 已经重新换上了一身职业套装 蓝总 车辆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回去吧 安妮面带平日里习惯性的微笑 好 林叶 我们 回家吧 一路畅通无阻 很快 林叶等人回到别墅 二人简单跟安妮聊了几句后 安妮离开 林叶二人进了别墅正厅 他马不停蹄地前往厨房 要先给老婆和孩子做饭 李诗兰安顿好孩子们 他倾城的脸上 此刻多了几分担忧 随即也快步走向厨房 他的心里有很多问题 林叶 你 现在还好吧 对了 今天怎么回事 我们的车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今天这么突兀 一定是有人下了手脚 此刻正在忙活着的林叶 听到她的话 动作没有丝毫停顿 她并不想让李诗兰担心太多 随口说道 老婆 我觉得 你现在可以先去多多休息一下 今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文言 李诗兰的脸色有些不悦 自从她进了公司后 忙于工作 并不知道之后 车库发生的一切 安妮汇报的情况 也是很轻松简单 她隐隐察觉到了 安妮有什么瞒着她 稍微一想 应该跟林叶有关 那时候 车子被人动了手脚 而且看对方的手段 吓得是狠手 这可是危及到 她跟孩子们的安危 林叶 你觉得这么简单的 就想把我敷衍过去 合适吗 李诗兰的语气 渐渐有种冷冰冰的意味 林叶此时做饭的动作 终于慢了半拍 她有些无奈的沉吟片刻 这要是不说 李诗兰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这要是说了 她恐怕担心的程度 会只增不减 林叶 我问你话呢 此刻李诗兰愈发冷淡的声音 再次响起 林叶微微叹息一声 想了想说道 老婆 记得之前我带着孩子们 去录音公司的情况吗 之后 一个叫好歉的人 林叶没有隐瞒 将之前的事情 精简地说了出来 李诗兰的听完 柳梅渐渐凝成了一团 她脸上原本的冷色 渐渐褪去 但随之换上了诸多愁容 老婆 你放心就行 这件事本身就算不上多打 说实话 我也没想到 那好歉的心思 居然这么歹毒 不过那谋兵 当时就在我的眼皮底下 我想 她会告诉我结果的 也许就今晚出结果 也说不定 唉 老婆 你别愁眉苦脸的 这很影响美观的 虽然依旧很美 林叶说着 见李诗兰时不时叹息一声 连忙善笑着转移画风 你确定 不是那陆家的陆小曼 在背后出的手吗 李诗兰促紧了带眉 先问了一句 林叶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那陆小曼 当时跟着我在录音棚里 摸性抖动的样子 历历在目 包括她的言谈举止 我捕捉的同样仔细 老婆 她没有问题的 你放心好了 再说了 真就有什么问题 你老公我这么顶天立地 难道你还怕我顶不住 林叶说着 很是骚包的挺了挺胸 此刻的李诗兰 神色忍不住有些恍惚 眉眸闪烁了两下 不知道她想到了什么 随即美好气地瞪了林叶一眼 朱唇轻气 跟好欠相关的这件事情 不怪你 趁早有个结果吧 不过 你要让我知道 听见了吗 见李诗兰的态度 渐渐好转 林叶立即来了个 不算多标准的敬礼 是的老婆大人 保证完成任务 李诗兰白了她一眼 深呼吸一口 渐渐调整心绪 随即她转了话风 林叶 你刚才说的那台松 背后站着的是王汉 王家的人 王家 林叶目光微闪 嗯 你应该听说过吧 王家是南疆一流的势力 李诗兰说着 柳眉再次猝了起来 她长叹一声 眉眸之间 宛若闪烁着 怅然失落的心和 其中深藏着 道不尽的心酸 林叶 你跟安妮去 华雅堂的事情 也不算你的错 哎 李诗兰说着 声音愈发的低微 渐渐低下了头 仿佛思绪万千 她倾城的脸上 此刻浮现出一抹 令人怜惜的憔悴 她刚说完 忽然感觉肩上 传来一股一股淡淡的温热 同时饱含着 思思柔和的力道 沁入了她的心间 灵魂深处 心中的思绪 此刻仿佛抱成了一团 被这股温和的力道 带上了酒消 她抬了抬头 看到的是 林叶泰然自若的脸 与那双宛若深邃的星辰 给人淡淡的 无法抵御的安全感的毛子 李诗兰恍惚之间 下意识地低难道 林叶 林叶此刻的眼中 饱含着坚不可摧的信念 老婆 你一生一世的婚姻和幸福 只要有我林叶在 就不会让她受到一丝伤害 林叶的语气很平淡 但却充满着 令人心灵撼动的霸道力量 看着近在咫尺的林叶 李诗兰忽然发现 她的心跳 居然开始不受控制地加速了起来 她的脸上 已经镀上了一层动人的红霞 就在李诗兰朱唇亲起 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爸爸妈妈 你们在干嘛 饭做好了吗 二花的声音忽然传来 李诗兰面色微变 连忙挣脱开她肩膀上的一只大手 语速飞快地说了一句 林叶 王家还有我公司内务羔羊的事情 到时候再跟你说 你先做饭吧 说完 她连不轻移 立即转身离开 跟二花以及孩子们聊了起来 第31章 彻底少了个敌人 林叶但笑道 饭马上就好 随即她转过了神 神色渐渐淡没了起来 从刚才李诗兰的反应中 林叶敏锐地察觉到了 这王家与她之间 很可能有着什么 她不太愿意说出来的事情 难道是她担心我 林叶忽然萌生出了这个念头 旋即她的嘴角微微上扬 手上动作驾轻就熟地加快 不多时 厨房里面便充斥起来了 令人心神迷醉的香味 旋即这股香味便无法阻挡 肆意弥散在正厅 紧接着彻底刺激在 正在聊天嬉闹的李诗兰 与孩子们的味蕾上 爸爸做好饭了 好香啊 一春忽然止住了嬉闹 一脸迷醉 嗯 太香了 爸爸真厉害 二花也跳了起来称赞 此刻的李诗兰 她的嘴角浮现出一抹动人的弧度 随即她转过了身 看向厨房的方向 果然 下一秒她便看到了 正匆匆端着家窑出来的林叶 林叶动作不慢 不过她刚上好饭菜 第一时间并不是招呼大家入座 而是看向李诗兰问了一句 老婆 六十跟七了呢 这都几点了 他们 林叶的话还没说完 正厅的门忽然被打开 我打 随着这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感受着背后窜过来的小进风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并没有转身 而是看上去很随意的侧身挪动半步 同时抬了抬手下一秒 只见七了的一条小腿 被林叶轻松抓住 小家伙 你的速度比起以前 好像慢了不少呀 林叶一脸嬉笑的看着七了 七了微微一愣 你什么时候 好像变厉害了 嘿嘿 我可是你爸 我不厉害 就对不起爸爸这两个字啊 你说我干嘛不变得厉害 林叶一脸自以为是的说道 面对眼前这个倔强又傲慢的孩子 七了 林叶并不觉得用平常的姿态 能让他从心底里服气 哼 放开我 咦 好香 气了一脸傲气的正喊着 忽然面色一变 紧接着他的小肚子 咕噜一声叫了起来 很香吧 这可是你爸爸我亲自做的 林叶笑眯眯的说道 哼 是你做的又怎样 放开 我饿了 要吃饭 气了一脸 很是别扭的不屑 林叶 好了好了 你们别闹了 准备吃饭吧 此刻传来李诗兰的声音 林叶淡笑着点了点头 不经意间 他忽然看到 见六十抱着绘画工具 往他自己的房间走去 他仿佛无视了自己做的佳肴 林叶微微一愣 你们先吃吧 23秒后我过来 就在林叶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六十的声音在关门前 忽然响起 见到如此一幕 林叶止不住 又是一正 此刻注意到他神色变化的李诗兰 微微一笑 开口说道 六十性子比较淡 但智商远超同龄人 喜欢绘画 等他几秒吧 他会出来的 不过李诗兰话音还没落下 七了的速度多快啊 他拿起筷子 瞬间就夹了一大口 塞进了嘴里 见到这一幕 林叶忽然忍俊不惊起来 七了 怎么样 爸爸的手艺如何 七了瞪了林叶一眼 自顾自地夹菜 没有搭理他 爸爸 七了 他又自己动筷子了 此刻的一春 一脸不满地开始发言 对 为什么他能自己先吃 二花跟着附和 一旁的四月 眼巴巴地看着 被七了动手夹过菜的盘子 轻轻撅着嘴巴 没有吭声 就在林叶笑着 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我来了 六时就位 六时 你可算来了 我们也赶紧吃饭吧 一春话音落下 但是饭桌上热闹了起来 享受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很快 孩子们已经入睡 正听仅剩下李诗兰 跟林叶二人对坐在餐桌前 此刻的餐桌上 再没有之前的热闹 不过这安静之中 带着几分残留 又抹出不掉的融洽 那是温馨的力量 老婆大人 有什么吩咐吗 是不是说接下来要 林叶的话说刚收到一半 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她目光微闪 不过并没有第一时间看手机 而是将目光转向了 同样正看着她的李诗兰 李诗兰微微一笑 你尽管接就是了 林叶这才拿起了电话 她扫了眼上面的一串号码 嘴角微微上扬 老婆 看来关于那好歉 现在有结果了 她说完后 接起了电话 阁下 事情已经办完了 你会收到图片的 谋兵语气恭敬 好 银行卡账户发过来 林叶淡淡地回应 这 就不必了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们出手在先 阁下 不打不相识 我们就 把银行卡账户发过来 我们依旧认识 林叶随口打断了谋兵的话 好 那好吧 谋兵说完 紧接着二人结束了对话 下一秒 林叶收到了一条彩信 她打开一看 脸色微微一变 旋即暗自扎折 那是一张图片 图片上 一辆面目全非的红色轿车 被挤压在一辆侧翻的大货车下 红色轿车已经被压扁了 车身近乎四分五裂 里面主驾驶座位上的 哪里像是什么人影 分明就是一滩血浆 林叶 你看到了什么 李诗兰好奇的声音响起 林叶想了想 忽然将手机收了起来 没啥 就是好签那边已经有了消息 那你收起手机干嘛 我想看看 李诗兰不依不饶 老婆 刚吃完饭 不宜看这些东西 而且这些东西本身 我觉得就不适合 让你这种青城美女看 林叶阵阵有词 李诗兰轻哼一声 林叶 你越是这样 我就越是要看 事情关乎的 可不止是你跟我 还有孩子们 赶快给我拿过来 她说着 对林叶伸出了白嫩的御手 奇异不言而喻 林叶微微摇头 不行 我只能说彻底少了一个敌人 你要是真的想看 那就等明天早上 你空腹的时候再说吧 文言 李诗兰柳眉微醋 林叶 现在你要考虑的重点不是我 而是孩子们 同样的 我现在想的更多的也是孩子们 何况你以为我这个总裁 当得很简单吗 我没有那么脆弱 赶紧把手机拿来 第32章 微妙的变化 林叶微微一正 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行吧行吧 不过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我 好了 你花那么多干嘛 赶紧让我看看 也算是彻底让我松一口气 李诗兰瞪了林叶一眼打断了他 林叶善善一笑 旋即将手机里的画面 展示给李诗兰 李诗兰的目光 刚触及画面 她的翘脸忽然一白 紧接着 只见她立即做了一个想要呕吐的动作 不过下一秒 她强行跌过了头 大口急喘着粗气 仿佛是在极力克制什么 就在此刻 一旁的林叶正准备有所动作的时候 李诗兰对着她摆了摆手说道 你不用管我 我说了没事就是没事 此时 李诗兰白进的额头上 已经布上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见状 林叶微微摇头 随即拿起湿巾静直上前 准备给她擦拭 我说了我没事的 这用不着你管 李诗兰的话刚说到一半 林叶已经不由分说地 拉近了与她的距离 她手中的湿巾 已经轻抚在了一时间 没有反应过来的李诗兰的胶炎上 林叶的动作舒缓 仔细 没有停止 直到将李诗兰 隐隐有些泛红的脸颊上 剩余的部分擦拭完 林叶这才渐渐放下手 此时的李诗兰僵硬着身子 她隐约间发现 在林叶那充满莫名力量的手 刚一离开 她居然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一时间 李诗兰有些恍惚地盯着林叶 心中荡漾起来的涟漪 开始不受控制地翻转起来 二人现在的距离 不过三十公分 林叶能轻易 嗅到李诗兰身上散发出来 令人沉醉不知归路的忧香 她原本正放下的 那只给李诗兰擦拭的手 鬼使神拆地 再一次原路返回 林 林叶 你干嘛呢 我感觉已经没事了 与平日里相比 李诗兰极其罕见的扭捏声 此刻响起 但她虽然嘴上这么说 实际上 脚下没有半点挪动的意思 林叶的手 再次如愿以偿地 轻抚在了李诗兰 金银红润的脸颊上 林叶 时候不早了 明天还要早点上班 我 先回房间休息了 就在林叶刚张口 还没说什么的时候 李诗兰忽然惊醒了一般 丢下一句话 立马转身 快步往房间走去 林叶感受着身边残余的芳香 看了一眼李诗兰离去 充满优美曲线的背影 忽然说道 老婆 你干嘛走那么快 你说得不错 确实时候不早了 我也得回房间休息 她话音落下 脚下一个剑步 窜向了刚打开 卧室房门的李诗兰 就在林叶刚闪身过去 一脸自然地 正准备迈步进门的时候 碰 得一声响 回应她的是李诗兰紧闭的房门 林叶 记住你的房间 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了 就是客房 明天早上 你跟我去一趟公司吧 到时候 我会安排安妮跟你配合 看看乌高阳那边怎么回事 李诗兰的声音 此刻从屋内传来 她说完这句话 便没了动静 林叶的嘴角微微上扬 虽然她 还是被拒之门外 但李诗兰的态度 已经在发着微妙的变化 一日 别墅外 远边的天色 一片灰蒙蒙的 距离晨曦地拉开帷幕 还有一段时间 而此刻的林叶 已经在厨房里面忙活了起来 不多时 正厅的餐桌上 林叶已经摆好了 美味的营养早餐 上面冒着热腾腾 沁人心脾的香气 林叶 早 此时传来李诗兰 打招呼的声音 林叶顺着声音看去 只见李诗兰在房间门口 此刻的她 还穿着睡衣 嗅着空气中 令人欲罢不能的香味 李诗兰美眸之间 荡漾起一抹动人的涟漪 林叶 你知不知道 你在做一件 很可能弄巧成桌的事情 她说着看起来是责备的话 但语气却没有令人感到丝毫不适 林叶想了想 但笑了一声说道 你是想告诉我 我起得太早 饭做得太香 容易提前把孩子们相信 影响他们的睡眠是吗 李诗兰美眸闪烁之间 还是点了点头 之后你在做饭的时候 特别是往正厅餐桌上端玩 用护餐纱照一下吧 好了 先不说了 护餐纱就在那边的橱柜里面 你记住就行 我整理一下先 之后我们去公司 李诗兰说完 转身进了房间 很快 众人美滋滋地享受完了早餐 六十跟七了 由专门的辅导老师带走 林叶跟李诗兰 以及孩子们整装待发 此刻正听的门铃声响起 是安妮 林叶 我们走吧 李诗兰说完 率先迈步走向门前 林叶眼神微动 她忽然淡笑着一个跨步上前 跟李诗兰并排 除此之外再没有动作 也没有开口 李诗兰微微愣神 她感受着身侧 忽然出现的一道身影 填补了原本空荡荡的位置 心底莫名滋生出隐隐的安全感 随即她瞄了一眼 看起来若无其事的林叶 同样也没有其他动作 下一刻 李诗兰打开房门 安妮此刻正微笑着看着他们 蓝总 林先生 车辆已经安排好了 可以出发了 众人上车之前 林叶对车做了彻底的检查 不多时 车辆缓缓行驶 咦 今天的街上 怎么那么拥堵 此时后座的安妮 开着车窗外的人潮 以及时不时汇入他们车身两侧 逐渐增多的车辆 好奇地开口说道 你觉得呢 他们当然是来瞻仰本帅哥的了 一旁的林叶 一脸傲气十足的样子开口 安妮大眼睛眨白了两下 忽然想起 昨天林叶以一己之力 撼动全场的情景 随即点了点头 嗯 也只有林先生 能获得他们的瞻仰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顿时一脸神秘地说道 也许还不止 是你想象中的一件事那样简单 文言 安妮拖了拖相塞 大眼睛里满是好奇 难道林先生下午出了车库 又做了一件夺人眼球的大事 林叶没有否认地点了点头 此刻的林叶所在的车辆外面 已经拥堵成了一锅粥 不过饶势如此 他们的车依旧在平稳前行 第三十三章 枪口忽然被堵住 安妮顿了顿 通过车窗 她看到越来越多的人 朝着他们的车看了过来 时不时指指点点 眉飞色舞 口若悬河 她忍不住将车窗打开了一道缝隙 你们看 就是那辆车 之前的那个非常牛逼的男人 一定在里面 快 偶像就在眼前 这次一定要找机会 要到签名 哎 我很想过去 但觉得这样又影响人家的行程 我很苦恼啊 你苦恼个屁啊 没看到偶像的车 还是在慢速前行吗 你完全稍微走得快点 就能跟上去 那么多车 我看就是为了降低速度 获得更长时间的 能拥护他们前行 同时 一旦那个男人下了车 他们的距离较近 一定会同时簇拥上去 草 我感觉被抢先了 别看车窗被打开了一道小缝隙 此刻外面的热潮 依旧疯狂地涌进了车内 原本站在道路两边人行道上的人 有的人已经窜进了车道上 簇拥着挤在在林业所在的车辆两侧 尼玛 没看到老子开着车呢 这个位置 是我先抢的 哼 你牛逼就踩下油门试试 麻蛋 都别抢位置啊 动不动 什么叫先来后到 我像 您出来一下 我要求不多 就让我看一眼 您到伟岸的身姿就行 就一眼 人家想要您的签名 可以吗 为了这个 我什么都愿意 此时车内的林业也没想到 外面的热潮 居然这么汹涌面 车辆要是这么归宿前进 孩子们的时间就耽误了 正当林业思索对策的时候 车里面的孩子们 也开始热闹了起来 爸爸 外面的人在干嘛 我听见他们 好像在对着我们说 谁是偶像 一春好奇地问道 这还用想吗 偶像一定是爸爸 二花小脸上 暴气满满 爸爸真厉害 五合也跟着附和 林业宠密地摸了摸 孩子们的小脑袋 爸爸怎么能不厉害呢 此刻传来主驾驶上 李诗兰有些悠悠的声音 林业 这才过了一天的时间 细算下来还不到 看不出来 你还挺有名的 林业抬头看向他 发现他的神色 多了几分古怪 林业眼神微动 顿了顿说道 安总 你要是想夸 就好好夸吧 我知道 现在耽误着孩子们的时间 这样 你们先过去 我下车应对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如何 嗯 那我们先过去 公司那边的事情 说着急也算不上 有什么事情不方便的 你可以先通知安妮 李诗兰默认了林业的说辞 林业扫了一眼 车窗外人群的热烈 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他顿了顿 寻思着 这还是他有史以来 头一次面对这么多人 不留下个好的开场 可不太好 林业 我先停车 你下 此时李诗兰说着要停车 忽然被林业白手打断 停车干嘛 车要是停了 怎么突出 我接下来帅气的登场 林业很是骚包的 扬了扬他飘逸的头发 趁着李诗兰有些愣神的时候 只见林业猛然打开车窗 双手扣住车窗上沿 车出去的时候 忽然间见林业探出车窗的双腿 并不是向下的 反而是猛然向上一个倒沟 静止翻越在了车上这一幕 让李诗兰顿时长大了眼睛 林业的这一套动作 行云流水 其丝滑程度 已经比你一流的体操运动员了 哇 不愧是我的偶像 连出车的动作都这么帅 啊 男神 能给我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我 你给我闭嘴吧 就你那样子 还想染指男神 老大 那天自从看到了您伟案的身影 与出神入化的车戟 我发现我已经沦陷了 看着周围人群的热烈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他大手一挥 示意众人稍安勿躁 顿时一群年轻人 如同响应了他的号召 周围顿时安静片刻 此时林业脚下的车辆 还在缓缓行驶 他的目光迅速掠过前方距离 逐渐拉近 不到三米的标志杆 忽然踏步上前 纵身一跃 林业的身影 顿时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弧度 随着他的双手 扣住了标志杆 猛然间踏一个720度转体 身子一个华丽腾空后 双脚稳稳地落在了标志杆上 死 牛逼牛逼呀 我的偶像太厉害了 完美 不管是 他从还在行驶的车内窜出来 还是接下来 翻阅上标志杆的一系列动作 堪称完美呀 哇 偶像好帅 帅呆了 此时的林业 看了一眼前方下面 李诗兰正呆呆地驾驶着车 即将路过自己 他对其微微点头示意 让他可以开车先回公司 李诗兰反应过来 白了林业一眼 此刻他的车辆周围阻力大减 随即他不再犹豫 一踩油门禁止离开 见李诗兰开车离开 林业清了清嗓子 正准备来一段 声情并茂的发言 此刻忽然一道 被放大了无数倍的麦克风的声音 贯彻在了彻底拥堵的车道上 标志杆上的年轻人 请你现在立即离开 你的出现 严重影响了交通秩序 请好好配合 否则我将采取强制措施 草 这个死交管 真影响老子情绪 欧像 别打理他 我们人多 量他 也不能怎么办 对 他们最多派人去抓你 说不定 我们还能看到一场 现场满的跑酷呢 男生 你尽管说你自己的就行 这里如果堵得不够 不用担心 我会派人继续在加个里三层 外三层 让这个交通彻底瘫痪 我看谁敢拦你 顿时一群年轻人 开始七嘴八舌地激愤起来 林叶此时寻着那道声音望去 只见街道对面的一栋楼宇之上 一名身穿胶管制服的中年男子 身边摆放着音箱 手里拿着麦克风正在吆喝 年轻人 现在请你离开 做好配合 林叶此时的心底 盈盈有些不满 他子弹都上膛了 枪口却忽然被堵住 心情着实好不到哪里去第三十四场 男神又起飞了 不经意间 他看了一眼 渐渐被堵得水泄不通的交通 有些无语地摇了摇头 哎 这有时候魅力太大 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他心绪翻转之际 想了想 还是先闪人再说 闪人 麦克风 林叶寻思着 忽然嘴角微微翘起 随即他看了一眼 对面楼宇上的中年男子 接触到林叶的目光 那名男子脸色微变 正当他正准备继续出演警告的时候 他的瞳孔猛然放大 只见林叶脚下忽然爆发 足足有三个拳头大小的金属标志杆 顿时一弯 林叶此刻的身影 如同翱翔于天空中 正准备捕食的猎鹰 带着犀利又霸道的力量 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 不过一秒 他的双手 静止落在了车道对面的 另一个标志杆上 我去 厉害啊 偶像这是要当众表演空中跑酷吗 这怎么可能 标志杆就两个 他现在所在的位置 已经是原本对面的最后一个了 对 我知道偶像很厉害 但我可盲目 我并不觉得 他还能直接飞起来 林叶突如其来的举动 顿时引起了一群热议 此时的他 动作没有停止 如同极限奔跑的猎豹 他刚落在目标点上 随即一个 借力迅速转体 然后猛然松了手 死 不好 偶像疯了 他要自杀 天哪 他的双手 怎么会离开标志杆 还是那么迅速转体的情况下 完了完了 这一下一旦落地 就算不说粉身碎骨 也要半身不随啊 草 不要啊 哼 我看他就是喜欢装 然后玩脱了 活该 你他妈给老子闭嘴 再敢诋毁 信不信我当场弄死你 林叶的行为 顿时引起了 全场惊心动魄的狂潮 就在所有人 都以为林叶 即将被当场摔得 血肉模糊的时候 令所有人惊爆眼球的一幕 陡然发生 林叶的身体在空中旋转 划着弧线 但他并没有如同 众人想象中的那样 摔落在地上 此刻的他 双手已然扣在了 对面人行道上的 一棵高树的枝干上 卧槽 这是真的吗 那标志干 距离高树之间那么远 他居然还能过去 哇 吓死宝宝了 男神真厉害 刚才那个说 偶像玩脱了的 给老子主动站出来挨打 不对劲 你们看 他并没有停止动作 嗯 偶像这是要 爬墙 这不会吧 那墙上根本就没有 什么能攀爬的地方 除了上下的窗户窗延 但每一层的上下窗户 之间的距离 根本不是人能够攀爬的 这 偶像要是凭着来 我不觉得有什么 但那可是上下的动作啊 一个不慎 必然要面对衰落下去的危险 林叶此刻的目光 一直锁定着对面 胶管所在的楼宇 他从来没有停止过 他的身子 借助当前手上的枝干的韧性 带来的力道反馈 凌空借力用力 身体再次一个大幅度摆动 旋即直接松了手 你们看呀 男神又起飞了 哎 好像在他怀里 一起 你少说两句吧 就你这体格 少说 也有快两百斤了 下一刻 林叶的双手 死死地扣在了目标楼宇的二层 随即他微微做了调整 旋即双手猛然发力 他的身影 如同吸附在了墙上 紧接着以极快的速度 攀过了一层又一层窗檐 不到三个呼吸的时间 林叶已然攀登在了目楼宇顶端 我操 你们看到了吗 那个灯灵绝顶的男人 那个不走寻常路的男人 我百分之百怀疑 他的体内安装着机器零件 男神太厉害了 今天就是毒死在这里 我也愿意 只要让我亲眼看见他就行 男神 告诉我你的名字行吗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愿 好恶心啊你 你说这种话之前 能不能先看看自己 林叶此刻简单调整了呼吸 随即看向眼前正目瞪口呆 瞪着自己的胶管 嘿 火箭 我能不能借用你的麦克风用一下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交代 我就闪人 哦 好好 胶管的神色恍惚 他被刚才林叶在最下面 如此短的时间内 匪夷所思的动作 给经的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到底是何方神圣 能够做出如此 惊世骇俗的行为 林叶淡笑着拿走他手里的麦克风 随即站在了楼宇边缘 大家刚才 看得可过瘾 林叶简短的几个字 通过音箱 直接引起了一波热潮 过瘾 非常过瘾 男神牛逼 男神威武 男神 这是我的个人信息 以及我的家庭情况 看着如此沸腾的人群 林叶暗自扎舌 他稍微扫了一眼 大多数都是激情四射的年轻人 林叶想了想 这更加脱不得 既然大家看得过瘾 那该散了就散了吧 林叶直截了当地说完 扫了一眼美美相隔 并不算远的楼宇 准备离开 男神 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叫什么名字啊 林叶身形一致 他眼神微动 想着就算他不说 但看当前人群的驾驶 他们免不了查出来什么 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到时候 很可能是一件麻烦的事 随即林叶随口说道 林叶 这简短的两个字 再次引起了一波热潮 林叶此时无暇停留 他脚下生风 整个人化作一道魅影 魂不附体的胶管 新隐于乐 安妮此刻正撬声声地 站在公司 她的目光正时不时地 掠过面前街道上的 车水马龙 时不时嘟了嘟嘴 脸上浮现出一抹焦急 安妮小姐 这太阳已经出来了 你难道就不觉得晒吗 忽然一到他 久违的声音传来 安妮神色一喜 连忙寻着声音看去 只见林叶正笑着 对他走了过来 林先生 你来了 我已经将之前 车库相关的实际信息 整理好了 其中没有发现 乌高扬本人的影子 但他管理的人却在场 话说回来 我们去哪里交谈 就车库吧 除了你手里的信息 我想再看一下监控 而且距离近 办事也方便 林叶随口说道 第35章 假的终究是假的 安妮眼连声回应 玄机二人来到车库的管理房 安妮指着眼前 若干个监控屏幕说道 这就是那天 事情发生的情况 车库里面 基本上很难拍到什么 光线太暗了 林叶没有回应 而是上前迅速操作 直接将播放速度调到了32倍 安妮一愣 玄机翘脸上 布满了不可思议 林叶 你 这可是好几个屏幕 不是一个 你居然都加速这么快 而且关键是光线这么暗 你确定你能看得过来吗 林叶淡淡一笑 不以为意 不然呢 你觉得这监控 为什么要设计这种播放速度 好吧 在你面前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渺小 用小物件大物 都觉得不足以形容了 安妮眼珠子打转 有些俏皮的说道 林叶微微摇头 没有回应 而是继续保持着 注意力迅速捕捉着监控里的一切 半分钟后 林叶忽然操作着 停止了监控画面 安妮 将你整理的信息递给我 林叶盯着监控画面 嘴角微微上扬 安妮看了一眼 黑咕隆咚的屏幕 嘟了嘟嘴 随即将整理好的图片 以及一些相关人物情况 交给了林叶 林先生 你看出什么了 他忍不住问道 跟你所见一样 一片黑 林叶忽然调侃了一句 安妮顿时眼嘴轻笑 林先生 看看能发现 哪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不能 林叶淡笑着转了画风 安妮好奇地凑了上去 但她看了半天 都觉得 即便屏幕里面有人影 但根本上还是看不清 林叶微微摇了摇头说道 你注意画面中的 那个车库的工作人员了吗 不要老是盯着黑暗的画面看 虽然黑暗中很有可能出问题 但这只是可能 也是一种误导 你注意看她在车库出口的时候 你看得应该很清楚吧 安妮微微一愣 看了一眼画面中 穿着工作服 戴着鸭舌帽的男子 她的走资怎么有点不太正常 仿佛是在极力模仿谁一样 安妮一琢磨对比 忽然间音调拔高 随即瞪大了眼睛 是不是你原本还以为 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 是在车库出了问题之后 正常出来的 林叶笑着说出了心中的猜测 她很可能是真正布置 车库光线问题的那个人 跟里面车库的工作人员 掉了包 那之前埋伏进来的几个人 是怎么进来的 安妮道出了很明显不合理的疑问 车库的进出口外 有敞亮的光线 车库内部的监控 能轻易地捕捉到那边的情况 她根本就没有看到有人进来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我说安妮 你不用老是局限于眼前的情况 你可以顺势想一想 进入出入口的 不是说出了人 还有车吗 文言 安妮神色微微一致 旋即她瞳孔渐放大 似乎想到了什么 顿时恍然 我知道了 他们已经在车库出问题之前 埋伏在了通往车库的车子里面 他们只要稍微在车内潜伏 监控便拍不到 林叶点了点头 随即吃笑一声 这种手段 其实也算得上是粗糙了 他们要是有点耐心 提前时间久一点埋伏的话 不说别的 就天天车库出入的车辆 便是一个大工程 又麻烦的排查 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已经清楚了 不过现在的重点 不是去找那些埋伏我们的人 而是找到那个 从车库出来的管理员 林叶说着将话锋转移 嗯 他叫索虚 是车库原本的一名员工 安妮简单说着他的信息 不过下一秒 他的眉头猝了起来 如果那个人是跟索虚调包的话 那么索原本的虚 也应该在车库才对 可能是受伤了 倒地不起 为什么我见到了索虚进了车库 在这之后 却没有见到他出去 关键是 那天下午去车库的站点 倒在地上昏迷的员工中 并没有索虚的身影 这怎么回事 安妮越说 语气中的疑惑越是明显 林叶轻笑了一声说道 那还能怎么想 难道这索虚凭空蒸发了 这当然不可能了 这其实不难想象的 索虚是早在进车库之前 已经调包换人了 此人的身材 甚至样貌 包括身高 是不是都跟索索虚相差无几 啊 那这么说的话 他进来的时候 已经不是索虚了 我忽略了这点 安妮说着 迅速捕捉着目标人物 最开始进入车库的情形 果不其然 他的动作 跟刚才看到出去的时候神似 都有模仿之前索虚的意思 你们车库里的其他工作人员 倒是挺热情好客的 林叶此刻忽然这么来了一句 安妮顿时一脸尴尬 他连忙转移画风 那林先生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要不要直接去找索虚 他就是规物高阳馆的 还是说去找物高阳 不着急 先看看灯光出问题之前 进来的目标人物的行迹再说 林叶说着 手上快速操作 果然 只见屏幕画面中的目标人物 在一次车库巡视中 在光线昏暗的车库的积电系统房 待的时间比平常多了半分钟 还真别说 就这么短的时间 平日里非常就容易忽视掉 这不就是铁证如山吗 安妮的俏脸渐渐冷了下来 林叶目光微闪 目前所谓的铁证如山 还是有点单薄 如果说他进去腐蚀了电源线 那么应该会有经过腐蚀留下的痕迹 那可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 林叶说完 率先起身前往积电系统房 安妮紧随其后 待林叶从积电系统房出来的时候 手上多了一张特写的照片 尽管他做的已经很到位了 想要制作成线路自身出现问题的假象 不过确实 表面上看 很轻易的就能令人相信 但可惜的是假的终究是假的 深入一点查探便不攻自破 安妮的小脸上 此刻已经镀上了一层寒霜 第36章 离开的朔妖 可恶 蓝总带着乌高扬不薄 想不到他居然狼子野心 林先生 我们这就去找他 安妮的脸色 因为心中气愤而战红了起来 林叶顿了顿 目光闪烁了一下说道 现在不用着急找他 你之前不是说你最先喊的是就近的主管吗 他的人既然迟迟没有出现 反而让乌高扬的人先过来 这一点有些蹊跷 我们先去看看 怎么他怎么说 他并不想放过潜在的风险 安妮稍微有些错愕 林先生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一时间忽略了他 我这就带你去 二人即刻出发 林先生 就近的主管名字叫朔妖 他同样跟着蓝总干了不少时间了 路上 安妮简单说着目标人物的信息 林叶微微点头 目光快速略过四周 他想尽快熟悉公司的环境 马上就到了 前面的一栋二层的独立建筑 就是朔妖主要办公的场所 指了指前方说道 林叶顺着看去 随即微微摇头 看来蓝总的确对手下不薄 一个主管 居然单独整了一个小楼 跟平常所见的一个办公室相比 这个待遇简直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安妮一脸傲气的扬了扬脑袋 那当然了 蓝总最好了 二人说着 已经来到了目标楼下 安妮掏出了一张红色的卡 小半个巴掌大 随即上前要刷门 安妮 你的卡应该是新颖所有地方的通行证吧 林叶饶有兴趣的说道 嗯 拿着它 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安妮美滋滋的说道 林叶随口调侃了一句 看来 你的官 可比这主管还要大 她的地方随便都能进 兮兮 还是应该感谢蓝总 安妮笑着说完 已经刷上了卡 然而 门并没有反应 安妮大眼睛一瞪 这 难道是门坏了 还是说 我的卡出了问题 她说着 又来回尝试了几次 门还是没有反应 安妮的带眉 紧紧蹴了起来 目录思索 见状 林叶眼神微动 她抬头迅速扫射了 一遍二楼的窗户 闭合的 没有防护网 林先生 你先稍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安妮此刻的声音响起 林叶微微点头 按捺住了 想要有所动作的想法 不多时 一个看起来四十来岁 神色严肃的中年男子 走了过来 安妮小姐 我正要给你汇报情况 朔姚主管 已经离职不干了 你说什么 安妮瞪着大眼睛 一脸的不可置信 其他人不干了 我可以接受 为什么她会不干 这 我也不太清楚 她走得非常突然 我也是刚得到消息不久 我很为难 怎么给兰总汇报 而且她还很忙 她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本身 也想先联系你 跟你商量商量先 男子皱着眉头说道 安妮的翘脸 渐渐冷淡下来 你看到她离开 这栋楼了吗 中年男子摇了摇头 安妮冷冷地娇喝了一句 她走就走吧 居然还给门给我整坏了 哼 安妮小姐 我这就派人来 破解这道门 中年男子说完 便逃出了手机 安妮气呼呼地瞪了门一眼 随即将目光转向灵液 灵先生 我们还要进去吗 灵液神色平静地点了点头 进去看看 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离开 也许是提前已经准备好了打算 该清理的已经清理 灵液说着 眼睛微眯 她话锋一转 要么就是 这是她临时做的决定 时间仓促 没有多于时间处理内部情况 里面很可能有些上处理过的痕迹 这道门 也能为她争取时间 安妮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随即神色隐隐有些暗淡 灵液见状 但笑着说道 怎么了 难道她这个主管 有着什么特殊身份不成 不是 哎 我就是觉得太不可思议 又太可惜了 硕瑶从来都是这栋楼里的一把手 一直以来都是兢兢业业的工作 我不说 她得到的待遇是 同类公司中最高的 但绝对是排得上好的 我实在难以想象 她为什么会如此堂而皇之久离开 好了 安妮小姐 门已经打开 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此刻传来中年男子的声音 嗯 你先回去吧 安妮摆了白手 随即将目光转向灵液 中年男子离开 灵液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随即二人迈步进入目标楼房 不多时 二人在二楼朔瑶的办公室 就为入目所及之处 表面上的物件相关摆设还算整齐 朔瑶并不在这里 哎 看来很可能要白忙活了 安妮嘟了嘟嘴叹道 刚才来的时候 我拨打了朔瑶的电话 还是一直无法接通 已经开始动身查探 她的动作迅捷异常 同时开口说道 安妮 你先联系一下朔瑶的家属 能定位朔瑶的位置最好 安妮微微一正 随即脸色一喜 对啊 她虽然走了 但不代表不能找她 毕竟这件事 应该有她的过错在 她话音落下 立即开始拨通了相关号码 然而令她失望的是 同样无法拨通 这个朔瑶 难道做事真就这么决绝 一点就情也不念 安妮冷着脸呵斥了一句 这朔瑶还挺谨慎 想不到这么短的时间内 已经算是处理完了这里的情况 此刻林叶饶有兴趣的声音响起 林先生 你是说她并没有留下什么吗 安妮上前问道 嗯 现在联系不上朔瑶 要是想定位她的位置 还有一种方法 林叶说着 目光微闪 什么方法 安妮好奇地问道 去她家 林叶脱口而出 你们手里应该有她的家庭住址 说到这里 林叶顿了顿 话锋一转 如果说 她连家里的位置都要更换 就算再怎么赶时间 除非放弃家中的物资 安妮 她在家里 有老婆跟孩子吗 林叶忽然这么问了一句 安妮点了点头 她有两个孩子 老婆健在 第37章 闪穿的长龙 嗯 这对想要更换住址的她来说 要面对的阻碍 还有她老婆跟孩子 对了 林叶此刻眼睛微眯 忽然神色有些古怪地说了一句 安妮 你觉得这朔瑶 会不会丢下她的老婆跟孩子不管 自己拿着自己的东西 甚至说 东西也不要了 自己一个人直接离开 虽然这么说 有些夸张 搞得她跟逃命似的 安妮直接否认的摇头 这不可能 她的为人我多少还是了解的 而且她没有那么胆小怕事 这件事情 又不是什么人命关天的 不是人命关天 林叶此刻的眼中锋芒掠过 她随口打断了安妮的话 安妮 你想想 那天在车库 危机一旦没有解除 等待你我的 会是什么下场 安妮脸色一白 顿时低着头不说话了 像是做错了事情的小孩 林先生 对不起 林叶微叹一声 朔瑶也许猜到了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更加着急离开 不是没有可能更换家庭住址 事不宜迟 她仓促的刚走没多久 现在有可能还会找到她 你告诉我路线 我开车 安妮立即点头答应 三分钟后 林叶跟安妮 坐在了一辆黑色轿车内 绣着车内隐隐的芳香 林叶借势抖擞了一下精神 调整了一下姿势 车里面的香气 对男生来说可能有些重 林先生 要不把车窗打开吧 副驾驶座位上的安妮 随口说了一句 打开窗户 没必要 这香气我觉得挺一人的 其中还掺杂着一种 类似人的体香 这也能使人更加 来劲 林叶淡笑着说着事实 安妮大眼睛转了转 声音有些低 其实 这是我的车子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随口调侃了一句 女生香香的 不是更好吗 更容易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你觉得呢 安妮翘脸忽然浮现出 一抹可爱的陀红 她偷偷瞄了林叶一眼 那 你喜欢吗 林叶微微一正 觉得先简单调整一下 氛围跟情绪也不错 于是不假思索地说道 当然喜欢了 不只是我 是一正常一点的人 我觉得 应该很难产生排斥心理 而且 按照每个人都不同这个角度来说 车里的味道 可是独一无二的 一听林叶这么随口就说出来 安妮忽然觉得自己有些自作多情了 不过听到林叶后半句的话 她撬脸上的几分低落 消散于无形 林先生 你的称赞我收下了 系好安全带 我们这就出发 林叶简单熟悉了一下车内的操作设计后 即刻奔向主题 好 安妮照做 见安妮就位 林叶即刻进入状态 双手迅速动作 脚下油门顿时踩了下去 啊 感觉到车子猛然一窜 安妮吓得惊呼出声 林先生 前面出口是上坡 之后没有视野 要不你慢点吧 安妮发现 自己的身子不受控制地 紧紧贴在了座位上 车窗外的景象迅速变得模糊起来 她张大了眼睛大声惊叫起来 该放松调整的时间 的确要调整 但该行动的时间 同样耽误不得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看着玉发靠近车库上坡出口的位置 安妮的翘脸吓得越来越惨白 林叶 这样真的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这是一个坡度 就算我不说外面是否有车辆 光是你这种速度 车子岂不是要直接飞起来 在空中 根本不能控制车辆 怎么才能安稳落地 太危险了 你慢点呀 林叶不为所动 反而愈发地加速起来 她的目光锁定着即将冲出去 车库的出口 就在距离她 还有不到五米的时候 林叶忽然猛打方向盘 紧接着一脚将油门踩到了底 感受着整个灵魂 都在一阵阵疯狂的天旋地转 安妮大声惊叫了起来 林叶所驾驶的车辆 直接以侧身冲出了出口 随即直接在空中翻转了起来 在划过一道完美的弧度之后 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她看了一眼 副驾是惊魂未定的安妮 随口说了一句 这个高度跟距离 还有点位 虽然缺乏视野 但她禁止车辆通行 很安全的 你放心 呼 安妮此刻大喘着粗气 起伏不止 她的脸色 依旧被吓得苍白一片 你 你怎么能这么开车 就算是顶尖的职业赛车手 也不敢这么来吧 呀 你慢点 前面是拐角 马上就会入车道了 前面的车辆还很多啊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她并没有减速 驾驶着带着一股股横行霸道气势的轿车 一个斜穿人行道 随即会入了车道 安妮连番惊骇欲绝 她干脆紧闭着嘴 不再开口 小手死死地抓住了扶手 车道上 一辆迅猛急驰的黑色轿车 急急地显得不入流 她动不动就是一个急速超车 一旦有那么一丁点的空荡机会 绝不放过 车流不断 关键是她从来就没有过失误 她这一整 搞得整个车队长龙 动不动就是一阵急刹车减速 疯狂的鸣笛按喇叭 原本的车队的整体速度不快 没有出现意外 你妈的 会不会开车呀 这么窄的车道 你以为自己开的是迷你车吗 操 麻蛋 真当自己是林业男神吗 过了一天就忍不住想学她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林业男神那出神入化的驾车水平 岂是你能比你的 我看你就是连仰望 都没有资格 跳梁小丑 还敢当众飙车超车 操 不少车主打开车窗 一阵骂骂咧咧了起来 林业此刻无暇关注这些 她手脚并用 配合到位 操作行云流水 稳定前行 你们看 要过那个大型的复合十字大转盘了 那辆车居然还敢如此加速 卧槽 我看车主简直是不要命了 哼 赶超老子的车 他这也是活该 唉 现在的年轻人啊 随便见了一眼林业大神的车技 就觉得自己也跟着牛逼起来了 这已经不是以身犯险了 这分明就是以身做死了 第38章 堪称神迹 快看 那辆车已经汇入主道了 咦 你们注意到另一辆白色轿车了吗 它好像在跟那黑车经济角逐 互相飙车又互相不让 我想起来了 那白色轿车是三险山的赛道之王 飞讯的车 靠 快跟上去 我可不想错过这场眼前的竞赛 我愈发觉得自己猜错了 错得离谱 那驾驶黑车的人 应该就是林业男神 一众渐渐堆在一起的车主司机 打开车窗 纷纷七嘴八舌地热议了起来 林业此时所在的车内 副驾驶的安妮 终于是有些适应了林业驾车 所带来的惊心动魄的刺激 他注意到车辆后视镜中 一辆白色的轿车 正对他们紧追不舍 时不时还想过他们 安妮微微一正 下意识问道 那辆车为什么要跟着我们 这不是很明显吗 看本帅哥这么耀眼的车技 他心里不服气呗 林业很是骚包地开口说道 安妮瞄了林业眼 随即仔细地观察起来了 那辆白色轿车 注意到目标车牌 安妮的瞳孔微微放大 那辆车是三险山的赛道之王 飞讯的车 飞讯 这个名字 结合你说的什么赛道之王一听 好像真就是有点东西 林业不曾听说过飞讯 饶有兴趣地随口说道 林业 我们还是给他让路 主动让他抄 不好意思安妮 也许是那飞讯开车太出名 导致你忘了 我们现在正在赶时间 而且说出来 你可能不信 我现在的确是在专注开车 并没有意思跟飞讯较劲 林业不假思索地 打断了安妮的话 文言 安妮的神色一时间有些恍惚 随即她的瞳孔 渐渐不受控制地收缩起来 一脸的惊骇 林先生 你现在没有意思跟她较量 已经超越了她 难道如果你真的跟她较量的话 我不会否认你那么想的 林业此刻淡笑着开口 安妮发现 她的心忍不住狂跳了起来 那飞讯 可是大家公认的赛道之王 你们看 前方是大型的急转弯 精彩的时刻就要来了 精彩 只要那黑车里的人不是林业 我觉得她就是找死 林业 树叶有专攻 说实话 我承认 上次她成功越过货车的情况是事实 的确很厉害 但仔细一想 那仅仅是一个转瞬就过的技巧 说不定还有运气成分在 就算不说运气 我承认 林业之前的那个技巧 已经很精湛了 但飞讯可是天天在路上长跑 有更为丰富的驾车经历 她之前的战绩 未尝一败 可不是简单的一个技巧 就能比得过的 一时间 众人将话语中的矛头 开始偏转 指向了林业 林先生 前方是急转弯 事故多发地点 你小心点啊 不行的话 我们就先减速好不好 此刻的车内 安妮看着眼前 不由再次惊叫出声 前方但凡路过的车辆 无意不是在减速慢行 更为令她感到惊悚的是 前面的车辆 已经将一个转弯的位置 几乎给站满 只有仅仅剩下的靠边的一个位置 可以勉强让车经过 不过 那可不是一般的勉强 但凡在转弯过程中 想要经过 稍有一点方向盘上的角度偏差 必然会与其他车辆 或者围栏发生摩擦 车辆 是由坚硬的金属合成物组成 不是什么韧性满满的橡胶制成的 饶事如此 反观林业 非但没有丝毫减速 反而愈发地踩下了油门 疯了 不管她是不是林业 就算是飞讯亲自上阵 我也不敢保证 那个弯道她能过去 唉 本身我以为林业之前能做出那样的举动 凭借的是过人的魄力 与转瞬间的正确判断 她有着极高的驾车天赋 没想到 现在看来 她是有些自大妄为 忘乎所以了 那个黑车里面的 我觉得就是林业 男神 加油啊 我相信你 哼 我看你们是看林业长得不错 盲目崇拜吧 大部分人都觉得那个惊险弯道 林业不该那样自杀式的划重取宠 啊 此刻车上的安妮感受着惊人的车速 看着车辆即将驶入最危险的弯道靠边小位置 面无血色 再次惊声尖了起来 安妮 挤好安全带 抓好扶手 开始了 林业忽然高声震吓 下一秒 只见她猛然换挡 不过她不是调低档位 而是调高 随即 林业脚下猛然将油门踩了下去 完了完了 你们看 飞讯都选择了降低速度 那辆黑车居然胆敢加速 黑车能通过的位置 空间已经被压缩到了极点 还敢加速 简直是自寻死路 哼 我看她就是 有了自寻短见的念头 想在临死之前 搏一下大家的眼球罢了 不准你这么说林业男神 呵呵 就算不开那辆黑车的 是不是林业 开始的时候 我的确也抱有一丝兴致 现在看来 就算是她 也是在自讨苦吃 近了 都她嘛 别说话了 安静一点 这一幕如此惊心动魄 一旦黑车真的过去 必然会被载入史册 一时间 大面积的刹车声 议论声逐渐停止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 即将进入弯道 速度不减反增的黑色车辆上 此时林业所驾驶的黑色轿车 对周围的一切环境 仿佛都击射出去了一种吸引力 那是一种令人的心 提到嗓子眼 致命的吸引力 车内 安妮已经失了神 她的灵魂 仿佛提前离开了她的躯体 呆滞的仿佛定格在了副驾驶上 五米 四米 三米 一米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电光火势之间 她控制着方向盘 猛然左右来回一打 紧接着以迅雷之势 忽然将方向盘转动的幅度加大 下一幕 令所有人都惊爆眼球的一幕发生 众人看到 那辆奔赴黄泉的黑色轿车 竟然一时间车身倾斜 侧着立了起来 只有两个轮子着地 紧接着 黑色轿车斜插着 直接过了弯道 一刹那间 整个世界仿佛都沉寂了 这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堪称神迹啊 第39章 是飞讯吗 这个世界错了 一定是这样的 虽然我能清楚地感受到 我身上传来的痛苦 她居然能将车那么开 不但解决了车辆 被压缩的空间问题 同时又将原本 我们以为 必然会车毁人亡的车速 加以利用 这已经不能用 所谓的一高人胆大来形容了 这简直就是天生 能够驾驭道路 驾驭车辆的霸主 我现在觉得 车里的人 一定是灵验 偶像 男神 不用觉得了 前面有人已经开始传照片了 那个神养的男人 就是灵验 减了速度 没有跟上去 看来 这赛道之王的称号 恐怕是要一主了 这不好说 三险山才是真正的 一绝车技高低的地方 不说我 就说 你们见到过灵验去三险山 真正飙车吗 场面再次炸了锅 很快 灵验驾驶着车辆 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弯道 安妮 接下来往哪里走 灵验此刻开口说道 她早前考虑过 开导航的话 有时候一些路段 并不能跟得上节奏 还不如带着熟悉路段的安妮 安妮 安妮 灵验稍微挪动了视线 发现安妮如同丢了魂一般 英纯微张 迟迟无法闭合 灵验微微一正 难道说 刚才过一个弯道 安妮被吓坏了 她连忙降低了车速 找了个临时的停车点 将车停下 安妮 安妮 你没事吧 灵验说着 轻轻摇晃着安妮的肩膀 只见她 依旧没有半点反应 不好 难道她真的出了什么大问题 灵验面色一变 紧接着立即将手 探在了安妮精巧的穷鼻面前 什么 居然真就没有呼吸了 灵验瞳孔一缩 随即脸色凝重了起来 她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将安妮的副驾驶车 座位调整平坦 紧接着直接俯身 对准安妮半张的英纯 就要当场传输精气 就在灵验一脸正中 她与安妮的脸 不到十公分的时候 呼 啊 色狼啊 安妮忽然开始大传起来 她看到一张脸 几乎就要凑近自己 第一反应上去就是一巴掌 灵验微微一愣 简单抬手 抓住了安妮柔嫩的手腕 安妮此刻也反应过来 见到居然是灵验 她忽然感觉她的脸 顿时滚烫了起来 一时间 一抹驼红 从她精致的脸上 蔓延着她的香腮 显得极可人 嗯 那个安妮 你什么情况 刚才我试探了一下 你已经没有鼻息了啊 灵验现在的思绪 一直萦绕着 在刚才的那一幕上 这次轮到安妮呆住了 她想了想说道 我刚才不是没有呼吸了 应该是大气都不敢喘 快被你吓死了 灵验稍微思量了一下 刚才她并没有探手查探 多长时间 也没有给她把脉 好吧 这不是一点问题 都没出吗 通过刚才一系列的情况 难道你还担心我的车戒 你准备一下 我们马上继续上路 感受到灵验的手 似乎在不经意间动了动 安妮此时红着脸低声说道 灵先生 你 能不能先先将手松开 灵验一震 随即反应过来 连忙松开她那只手 她心里有些无奈地嘀咕了一句 兄弟们 你们不要这么自由行不行 碰 灵验刚说完 忽然一声有人在踹车门的声音 陡然响起 灵验面色一面 迅速锁定目标 她发现车窗外 此刻正围着几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他们一个个面色不善 有的手上正比划着金属棍 有的一副地痞流氓模样 他们的头发五颜六色 唯独少了黑色 碰 此刻又是一道踹车门的声音响起 见几方被包围 安妮此刻小脸苍白 灵先生 快 快发动车子 我们赶紧离开 灵验神色淡漠地 扫过车窗外的几人 只见其中一人的手上 正摆弄着一串板钉 时不时她勾动起了手指 一脸痴笑地让她下车 灵验目光微闪 她不急不慢地对安妮说道 来时这里停车之前 唯一的路口 恐怕已经被铺满了板钉 想要直接发动车子顺利离开 不太可能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安妮轻咬阴唇 翘脸愈发地苍白 灵验顿了顿说道 等一下我先下车 我会先让他们远离车辆 确保你的安全 不过你不用太担心 对方并没有直接动手 想来是另有奇音 好 那灵先生 你小心一点 有什么不对 我立即打电话叫人 安妮咬着银牙点头回应 灵验点了点头 她刚准备转身开门下车 碰 又是一脚踹上车门的声音响起 灵验抬头 看到了车窗上的一只脚 车窗外 一个青年正一脸嚣张地瞪着自己 灵验眉头微皱 眼底一道锋芒掠过 下一秒 只见他放在车门上的手 猛然发力 随着车门悍然被打开 那青年直接被灵验这一下 直接掀翻在地 随即灵验神态自若地下了车 顿时几名青年将他围了起来 灵验扫了一眼 地上此刻正抱着自己的腿 抽出的那名青年 微微摇头 他觉得自己有些过于小心了 小子 看不出来 你好像还很能打呀 此刻 一名红毛冷笑着上前 伸手就一把推向灵验 灵验神色淡漠 抬了抬手 骨骼错位的声音响起 啊 我的手 红毛顿时惊叫起来 手腕处传来撕裂般的痛苦 让他的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 太快了 快到令所有人都反应不及 其他几名青年人面面相去 顿时没有了气焰 纷纷后退进步 灵验微微摇头 扫了一眼自己驾驶的黑色轿车 上面的几个嚣张的鞋印 非常明显 在我做出下一个决定之前 希望你们的表现 能令我满意 灵验的语气平淡 但其中夹杂着 丝丝射人心魄的力道 顿时一名青年控制不住 瑟瑟发抖起来 阁下 有话我们好好说 这都是一场误会 我们其实也是受到飞哥的指示 过来就是为了 为了给阁下一个下马威 顺便刺探阁下的虚实的 飞哥 是飞训吗 灵验饶有兴趣地问道 第四十章 飞训的挑战 对 就是飞训 原本地上的红毛 此刻颤抖着起身说道 他清楚 这是灵验留了手 如若不然 恐怕自己的一条胳膊就废了 灵验此时眼神微动 他忽然扭头 锁定了一个方向 一辆白色轿车 正缓缓驶了过来 随即车辆停止 接着灵验注意到 车上下来了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 皮肤有黑 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阁下 他就是飞训 红毛立即小声附和 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现在给我把车快速清洗一遍 灵验随口说完 旋即迈步走向飞训 此刻的飞训 同样正对着灵验迈步 二人之间的距离 由三十米 变为十米 五米 飞训 你派几个阿猫阿狗 过来刺探我的虚实 如今看着他们现在这样 正愁眉苦脸的 想办法给我洗车 你不觉得自己的脸很疼吗 灵验嘴角微微上扬 你就是灵验 飞训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冷傲 如假包换 灵验眼神微眯 他也喜欢直奔主题 飞训说到最后 音调直接拔高 顿时进一步吸引了不少 原本就正要往这里赶过来的路人 你们听到了吗 飞训亲自向灵验发出挑战 他可是未尝败继 一支霸榜 也不可能会有人相信 他会败的赛道之王了 光是听着这一句话 我已经觉得热血沸腾了 一个横空出世的猩猩 一个常年连霸榜首 地位不可撼动王者 究竟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怎么感觉 原本充满激情的场面 被你这么一说 变成了 激 灵验男神 不要退缩 你一定要答应他 我等着你 亲自打破他的神话呢 人群顿时热议起来 你可以选择不同意 但我不保证以后 你的出行道路上 是否还会见到 像你身后红毛那样 骚扰你的人 就算你很能打 我想也抵不过 动不动就是一个 或者几个新的陌生的面孔骚扰吧 飞训话风一转 压低了声音 就这样耗着 虽然不会对你有什么重大影响 但我想你会忍不住心烦意乱吧 你放心 我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你跟我比试一下 只要你答应了 我沉默说回刚才的话 文言 灵验眉头微挑 他当前手头上还有事情要处理 现在还没有见到朔瑶 不想节外生枝 耽搁时间 就在他思索着 是否要暂时拒绝的时候 丁 系统发布任务中任务名称 敢跟我比车界 任务说明 完爆他 任务完成 获得随即奖励一份 灵验心神威震 当即暗中清了清嗓子 紧接着一声高声震喝 好 我介绍你的挑战 晚上九点 三险山见 这句话 被灵验说得气势非凡 顿时引起了旁边群众的狂潮 好 这才是男神该有的霸气 灵验 我看好你 加油啊 哼 一群脑残粉 我想 你们应该比谁都清楚 那三险山 虽然是公认的飙车绝佳场地 但飙旺旺 飞讯早就清车熟路 游刃有余 你们见灵验去过一次吗 啊 这 我好像真没见过他去 这怎么办 这不公平 对 不公平 灵验 你可以反悔 我们为你作证 一时间 各种打抱不平的声音 此起彼伏 飞讯皱了皱眉 他一时间无法容忍 灵验居然能抢了自己的风头 做到那样神乎奇迹的过弯 所以考虑的有些仓促 这样 毕竟你没有去过三险山 我就给你三天 如果觉得不够 那就给你一周的时间 让你过去熟悉路段 期间不会有其他人打扰你 飞讯也很霸气啊 他一句话 就能让三险山震动 废话 你以为赛道之王的称呼 是虚名吗 他在三险山早就霸榜了 地位非同小可 随便一句话 就会有很多车迷 以及手下听他的安排 到时候封了三险山 不是什么难事 这下还行 越是公平的比赛 越是有看头 嗯 林烨应该 也需要答应才对 顿时又是一阵议论 不过并没有林烨的热度高 然而 林烨接下来的话 令所有人的神色 都显得十分精彩了起来 不好意思 我可是很忙的 就这样吧 晚上九点三险山剑 林烨说的可谓是轻描淡写 紧接着 他头也不回地转身走向 已经被红毛等人 整理的崭新的车辆 留下渐渐瞪大眼睛的飞絮 而原本热议不断的现场周围 如同形成了真控地带 鸦雀无声 直到林烨所驾驶的黑色轿车 发出了一阵隐情的轰鸣 哗 全场顿时沸腾了起来 兄弟 你刚才听见了什么 我觉得我是不是需要去 一趟检查一下我的听觉 牛逼 这如此轻描淡写 才是真正充满内涵的霸气 你们说 这林烨会不会是随口应付了一句 拨一下大家的眼球 等真正到了今晚九点的时候 根本不会过来 嗯 听你这么一说 虽然我心里很恼火 但不是没有可能 难道他真就在装枪做事 都别瞎猜了 你们没有发现 他就是在敷衍了事吗 他这其实是一种 给自己找面子的说法 其实他已经认输了 都理智一点 他连道路都懒得熟悉 他是不可能战胜不败神话 连续霸榜的飞训的 他没有熟悉是事实 你们干嘛瞪着我 行了 到时候九点去了再说 很少有人看好林烨 更多的是 对他不自量力的鄙夷 车内 安妮的大眼睛里 时不时略过一抹担忧 林先生 我知道您的车技非凡 同时我也是亲身感受着 完全可以作证 但那飞训 不用但是了 你都已经说了我车技非凡 怎么再来个但是 难道你对我没信心 林烨但笑着随口说道 他手脚并用 迅速操作起来 车辆顿时卷起一股 带给人视觉冲击的沉烟 不过两个呼吸 便消失在 众人长久 注视着的视线中 第41章 如果说 我能帮你找到他们呢 十多分钟后 林烨的车停在了一处小区附近 这个小区 就是朔瑶的居住的地方 我知道它的具体位置 事不宜迟 我们进去吧 刚一下车 安妮主动开口 语速加快 林烨微微点头 就在二人刚路过小区大门 正准备进去的时候 一辆蓝色货运公司的车 赫然驶出了小区 林烨眼神微动 当即一个横向跨步 拦截在了货车面前 眼前这车辆 很可能跟朔瑶相关 哪知道 这货车司机 非但没有踩下刹车 居然猛打方向盘 直接加速 他想要避过林烨与安妮 林烨眼睛微眯 这明显的不对劲 下一秒 他立即侧身规避 同时脚下猛然发力 身形纵身一跃 一个瞬间打开了货车的车门 同时直接窜了进去 啊 你 你是怎么上我的车的 赶紧给我下去 司机是一名三十来岁的男子 此时的他惊魂未定 火箭 干嘛急着离开 我就是问你个事情 林烨说着 以迅雷之势操作 让货车停了下来 司机脸色一白 他根本就看不见 林烨如何操作的 尽管林烨就在他的面前 司机目光闪躲 不经意间看见了 震过来的安妮 瞳孔微微一缩 闪躲更加厉害 林烨微微摇头 这太明显了 他必然有问题 火箭 不用慌 林烨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随即手上多出一打钞票 见到钞票 司机闪躲的目光中 隐隐划过一道亮光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你是不是在给朔瑶拉货 刚才你的动作 也是他之前指使的 朔瑶现在还在小区吗 对 我之前收到他的指使 这是一个名叫安妮的图片 他说 如果看到了这个人 不管如何就立即离开 能拜托你们最后 同时给他联系 司机交代的相当干脆 就在林烨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司机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揭起一看 瞳孔微微放大 小心翼翼地对林烨说道 就是他 林烨目光微闪 告诉他一切顺利 正在按照计划行事 司机连忙接下电话照做 随即林烨简单让司机打开后车厢 对里面的货物做了查探与记录 同时买下了货运司机的备用服装 三个呼吸后 林烨对安妮说道 我们行动吧 二人步伐不慢 很快便来到目标房间的楼层 安妮不要直接走过楼道 猫也能看见我们 见安妮正准备直接过去 林烨轻声提醒了一句 安妮立即止住身形 林先生 那我们现在就这么等着吗 林烨微微摇头 但笑着说道 我手里的衣服 换上后不就是要亲自上门吗 朔瑶认识你 但不认识我 你静观其变 先不要暴露 听到我咳嗽一声 你就借机进来 林烨说完便立即换上了衣服 而且 就算他不开门 我也有办法进去 林烨说完 立即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走廊上 随即对着目标房门就走了过去 他三两步来到目标门前 直接按下了门铃 林烨将鸭舌帽调整到 既能看见一部分面容 又无法看清全貌的角度 足足三十秒 门 开了 师傅 麻烦你快点 这一趟之后 就结束了 看起来四十来岁的朔瑶 一脸焦急地直接催促起来 林烨若无其事地进了房间 他的目光迅速略过四周 发现这里除了朔瑶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人 他的老婆跟孩子呢 难道已经被他提前安排走了 林烨目光闪烁间 按照朔瑶的指使 将一个箱子挪到了门口 下一秒 他忽然咳嗽了一声 紧接着若无其事地继续搬东西 师傅 麻烦你快点 客厅中 朔瑶焦急的声音再次响起 然而 回应他的 是一道清朗声音 朔瑶 想不到蓝总带你不薄 你居然做出这种决定 你对得起蓝总吗 闻言 朔瑶瞳孔一缩 他慌忙地转过了头 只见安妮正一脸冰冷地盯着他 朔瑶咬了咬牙 眼底略过一抹决绝 安妮 想不到你居然安然无事 我意已决 从今往后跟新颖公司 蓝总 没有半点关系 朔瑶说着 露出一脸狠色 朔瑶 难道是你派出的人 与那群来历不明的人 李英外合 对我跟林先生出手 见朔瑶如此强横的态度 安妮的翘脸上 顿时不满了寒霜 哼 就是我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干的 我为新颖服务多年 不要告诉我什么 蓝总带我不薄之类的话 他要是真的有魄力 就应该将新颖的一半股份 管辖全都转让给我 朔瑶仿佛变了个人 此刻的他 显得无比的猙獰 安妮脸色一白 大眼睛里 顿时有泪水打转 朔瑶 原本我以为 你可能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所以违抗了我的命令 没有第一时间派人去车库 现在看来 所有的一切 你都是有意而为之 我对你太失望了 就这样 你还想吞并心影 简直是痴心妄想 朔瑶冷笑着 就在他眼底划过一丝不耐 正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林烨平淡的声音忽然响起 朔瑶 你觉得这样顶罪 有意思吗 他这虽然是简短的几个字 但却一语道破天际 朔瑶面色猛然一变 瞪着林烨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朔瑶 你并不擅长说谎 林烨说着 缓缓踏前一步 拉近了与他之间的距离 我听安妮说过 你的老婆健在 同时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是吧 如果说 我能帮你找到他们呢 林烨微眯着眼睛 他想要进一步解开心中的猜测 果然 林烨用平静的语调 说出来的这句话 顿时引起了朔瑶 极其强烈的反应 那是一种本能的 不可控制的变化 那是血浓雨水的亲情力量 想要撒谎 或者装模作样 做得完美 是不可能的 朔瑶目入挣扎之色 过了几秒 顿时脸上浮现出一种 绝望的死灰色 这一切在按照对方的指使行事 第四十二章 出手 对方已经承诺过 接下来 只要我做完这一切 就会让我跟老婆与孩子相见 你说 你能帮我找到他们 我能相信你吗 朔瑶低迷的神态之间 划过一抹迟疑 林烨眼神微动 你现在有对方的相关消息吗 朔瑶垂下头摇了摇 唉 我也希望 我能有对方的消息 林烨略微思索片刻 对方还吩咐你做什么了 他说 让我离开这里 越远越好 彻底断绝与心印相关的联系 然后会告诉我 下一个约定地点 让我准备好钱过去换人 朔瑶如实回应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那就将计就计 你该做什么 就尽管照做 该出手时 我会出手 事不宜迟 你重新整理 一个号码跟手机 我们保持联系 朔瑶立即点头 眼底划过一抹期待 感激地看了林烨 与逐渐恢复 脸色的安宁一眼 三人即刻行动 朔瑶的办事效率出奇地高 很快手里便夺出了 新的一部手机跟号码 三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随即朔瑶按照对方指使 驾车带着钱 前往下一个地点 此时的林烨与安妮 驾车与朔瑶保持一定的距离 相对较远 看上去神似路人的车 他们前方 朔瑶的车辆驶过高速 紧接着又是一阵东拐西拐 最终在一个周边荒凉 废弃的厂房附近停下 朔瑶此刻手中 提着的箱子下了车 那箱子虽然是黑色的 但光是看上去 就给人一种很有金钱感的视觉冲击 朔瑶的目光 不经意间掠过某个方向 眼底划过一抹祈求 仿佛是在说 拜托了 随即他将目光转向 距他不到二十米的废弃厂房 这厂房的大门 早就变成了一堆腐朽的废铁 顺着门往里面看 近百平米的厂院 到处堆叠着杂物 上面纷飞着各种飞虫 其中引有一股腐臭的刺鼻腥味 甚人的同时 又令人作呕 这里与其说是一个废弃的厂房 倒不如说是一个 充满着血腥的黑色地带 厂院中央 正对着大门方向 是一条勉强可称之为路的地段 再顺着往前看 是厂房内部的工作间 工作间推开式的门上 早已秀迹斑驳 现在呈现半虚眼的状态 仿佛里面还潜藏着什么人 说摇顿了顿 随即咬了咬牙 静止迈不进了厂房 他的步伐速度不快 目光时不时打亮着四周 眼底偶尔闪过一丝慌乱 但最终更多的是化为了一抹坚定 很快 他便来到了目标工作间的门外 他悄悄地将头往里面探了探 下一秒 他整个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浑身猛然颤抖起来 不再犹豫 立即推开门 进入了工作间 此刻厂房外 一处陡坡上的高草丛内 捕捉着一切的灵液 当即对身旁的安妮说道 你不要贸然进去 等我消息 安妮朱唇倾起 他大眼睛里滑过一抹担忧 正要说什么 忽然感觉到肩膀传来一股淡淡柔和的力道 下一秒他反应过来 只见灵液的手正轻轻搭在了他的肩上 安妮 我这身体素质可是很不一般的 你放心好了 灵液一脸自信地说完 随即没有停留 整个人卷起一股进风 迅速奔向厂房 安妮愣神片刻 眼珠子转了转 还是掏出了手机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刚才信号还有 虽然在这荒凉地带不是很强 但如今却没有半点信号 灵液此时 脚下生风 他目光锁定着厂房内的工作间 顶层 他并没有从厂房正门直接挤进入 而是从厂房的侧翼 一个纵身翻越围墙入内 随即他绕到目标工作间的后面 看着上面的一扇有黑的窗户 随即他的目光转移向了窗檐 下一秒 只见灵液对其一个直面冲刺 他整个人影顿时脚尖异常 直接攀了上去 双手扣在了窗檐上 然后他再次发力 手脚并用 静止窜上了工作间顶层 灵液脚步不停 他刚一上顶层 迅速来到顶层的一个闭合的出入口 这个点位 之前是架设梯子攀上来的 而如今却没有梯子 这工作间的高度 最起码有近十米 此刻工作间的朔瑶 看着眼前五米不到 被束缚 同时堵着嘴挣扎的妻子 以及他一旁站着的一个 手持长刀的蒙面黑衣人 又惊又目 钱我已经带过来了 你们赶快放人 朔瑶怒瞪着泛红的双目 对黑衣人大吼道 我的两个孩子呢 为什么没有见到他们 黑衣人狂笑一声说道 朔瑶 你可真是胡家心切啊 居然真就一个人来 我可是要好好夸夸你 朔瑶瞳孔一缩 他顿时有种被吭骗了的感觉 胸腔顿时窜出一股 不可遏制的怒火 怒骂道 你他妈什么意思 难道你想反悔 哼 朔瑶 你现在手里虽然有钱 但你觉得 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今天你既然来了 那么就走不了 事到如今 我就告诉一些真相 也无妨 让你过来 就是为了 使你跟你老婆团聚 看在你掏钱的份上 让你们做个同命鸳鸯 共同奔赴黄泉 黑衣人说完 再次狂笑了起来 朔瑶瞳孔剧烈的一缩 他气得脸色铁青 你们居然如此言而无信 当真是甜不知耻 朔瑶 你的那两个小娃娃 卖出去可是个好价钱 我倒是要好好感谢感谢你 三十多的时候 终于得子 哈哈 黑衣人越说越是张狂 朔瑶瞪着泛红的眼珠子 浑身颤抖 她的脸上 渐渐布满了一层死灰色 此时的黑衣人 多不对着她走了过去 朔瑶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过去跟你的老婆团聚 黑衣人用嘲讽式的语气说道 朔瑶此刻忽然抱起 她脸色疯狂地 对着面前的黑衣人 就扑了上去 黑衣人蔑视道 不自量力 你既然这么主动求死 我就给你个痛快的斩首 她话音落下 手中长刀猛然对准了朔瑶的脖子 横切了过去 眼见刀刃距离朔瑶的脖子 只有不到十公分 说实实 那十块 一道破风声撕裂了空气 只听 叮 得一声响 黑衣人惊愕地发现 她手中的长刀 顷刻间已经四分五裂 第四十三章 让你的组织一家团圆 黑衣人惊骇之余 心底忽然生出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她来不及多想 立即侧身 试图先调整位置躲避 饶事如此 碰 得一声 随即黑衣人闷哼一声 被林烨一脚踢翻在地 黑衣人顿时觉得 背部如同遭受了万斤俱垂的打击 她此刻趴在地上 挣扎着刚一转身 忽然觉得胸前一股压抑沉闷至极的顿痛 让她几乎一瞬间就要当场昏厥 林烨神色淡漠 目光中没有丝毫感情波动 她踩在黑衣人胸前的脚 微微发力 顿时一股骨骼 仿佛被撕裂的声音响起 射人心魄 啊 黑衣人的嘴角 顿时止不住溢出了鲜血 她感受着胸前 乃至全身 一股股 一阵阵撕裂神经的痛苦 再也控制不住 竭力大吼起来 给你二十秒的时间开口 林烨此刻平淡的话 冰冷的态度 在黑衣人看来 他就像是一个手持生死令的地狱魔君 嗨嗨 阁下 我说 我全都说 但能不能求你之后放了我 黑衣人的大脑 乃至灵魂 此刻已经被突如其来 势不可挡的恐惧之配 十五秒 不阁下 你听我说 我是单勇 黑风组织的人 那朔瑶的两个孩子 就在组织内部 现在估计正准备运输 我也是为组织卖命 收钱办事 希望阁下高抬贵手 放了我吧 单勇强忍着浑身快散架的痛苦 连忙道出一切 他越看林烨 越是觉得恐惧 刚才那仅仅是一个瞬间 已经让他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他自己在组织中 地位不说第一第二 但最起码属于精英 绝对排得上第三 黑风组织 林烨目光微闪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现在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让我见到那两个孩子 单勇眼睛瞪大 连忙点头 好 林烨没有过多停留 安顿好了朔瑶跟安妮 随即跟单勇上了一辆黑色商务车 二十多分钟 林烨二人下车 二人当前的位置 在一条路段旁边的高草丛内 这路段就像是仓促设立的一样 路面并不平整 而且 自从林烨到来之后 也没有见到一辆车驶过 阁下 这里就是组织运输那两个孩子的必经之路 目标是一辆灰色的商务车 距离它的出现 大概还有五分钟 善勇此时主动在一旁 小心翼翼地提醒 林烨目光微闪 就在他正要开口的时候 丁 系统发布任务中 任务说明 干翻这个坏组织 任务完成 奖励神秘大礼包一份 林烨心神微动 他原本心底的想法 是迅速先帮朔瑶归还两个孩子 之后再进一步查探 现在看来 我对你们这黑风组 多少产生了一丝兴趣 林烨画风一转 善勇见状 忽然觉得 抬高自己在林烨眼中的印象的机会来了 他立即聊起了 关于组织的情况 我们黑风组 从善勇的话中 林烨捕捉到了几个关键信息 不过随即 他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他想要快速干翻这个组织 但现在的情况 光知道的相关必要人物 就有五个 善勇 生池 士元 他们三个是黑风组织的精英爪牙 然后是百红跟陆浩 是幕后主使 最令他心绪有些起伏的是 他们分别 都是在不同的地点 执行各自的任务 林烨大脑高速运转 两秒后 他目光微闪 忽然锁定了一旁不知所措的善勇 哥 阁下 你有什么吩咐吗 还有两分钟车辆就来了 接触到林烨的目光 善勇像是被踩到了尾巴 立即恭敬地陪着笑脸 你既然是组织的精英 想必有一定的话语权吧 林烨的嘴角微微上扬 善勇面色一边 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不过过他 还是羡慕地说道 阁下所言极是 有什么吩咐 就尽管开口 眼前两个孩子的事情处理之后 你将计就计 我需要见到你的组织 一家团员 地点就在你们的总部 林烨说得轻描淡写 但他身旁的善勇 已经被震得魂不附体 他的心绪巨大的翻转起来 黑风组织虽然算不上顶尖势力 但起码也是 接近一流 有着不可忽视的 威慑力地存在眼前的人 居然如此简单地 想给组织一锅端了 善勇越想 越是觉得荒谬至极 他虽然知道 单凭借一开始 林烨一击就制服了他 这点的确厉害 林烨有着不俗的实力 但刚才也就一瞬间 而且严格意义上来说 林烨明显是发动了突袭 才打得自己猝不及防 而能做到这点的 不说他们深不可测的头目路号了 就他身旁的百红 也能轻易做到 善勇表面上 林烨微微点头 目标车辆一旦出现 你直接上去拦截 我会即刻出现 并且动手 之后让你们离开 不过你要去的方向 是你们总部 他并没有说 处理之后 让善勇具体怎么做 只见善勇会议地连忙点头 阁下放心 到时候 我一定会让组织的 其他四人齐聚的 林烨此刻的视线 转向眼前的路段 拨通了安妮的电话 交代了几句后 不再言语 一分钟后 一道隐情的轰鸣声传来 林烨的目光 即刻锁定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善勇没有迟疑 在目标车辆露头之前 立即动身 将车辆横向拦截在了路段上 正如他所言 一辆灰色的商务车 赫然出现 只见善勇对着该车辆挥了挥手 商务车停下 随即上面下来了一个 看上去三十来岁的男子 这名男子神色恭敬 见到善勇后 立即掏出了一根烟地给了他 随即给他点上 善哥 有什么指示吗 新的指示倒是没有 我就是想看看里面的 是否完整 善勇姿态高调 态度上 很有一种嚣张跋扈的姿态 跟刚才在林烨身旁的情况 完全是判若两人 好嘞 善哥 保证完好无损 男子说着 立即打开了后车门 第四十四章 安顿两个孩子 后车座位上 两个被束缚得很死 六七岁的孩子 正一脸恐惧地 盯着开车门的男子 他们的衣服凌乱不堪 裸露在外的胳膊上 一道道烟红的边痕 格外醒目 单哥 你瞧瞧 这两个小娃娃 现在老实得很 他们不敢反抗 此时 车门外的男子 一脸羡慕地对善勇说道 好 你做得不错 到时候 少不了你的奖励 善勇在小弟面前 显得高调得很 谢谢善哥 货已经没问题了 我们这就行动吗 还是 男子的话没说完 忽然一道冰冷入骨的声音传来 你们的确该行动了 男子面色一变 连忙寻声看去 只见林烨神色淡漠地 对着他们走了过来 男子冷冷一笑 忽然抽出车上的一把砍刀 指向林烨 小子 你是什么人 我奉劝你 不要多管闲事 我们黑风族 啊 男子的话说到一半 忽然惨叫了起来 他发现自己持刀的一条胳膊 请客之间 被一块碎石砸在了车身上 碎石插那间强悍的冲击力 连带着他的胳膊 将车门直接冲了一个 足足近五公分的凹痕 此刻男子的胳膊 已经诡异地发生了激变 如同凭被什么东西 直接撕掉了一大块 看上去诡异又甚人 啊 我的胳膊 男子无力控制手中长刀 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他痛苦地身影起来 模样凄惨至极 善哥 你一定要为我出口气啊 弄死他 此时的善勇脸上 同样失去了血色 他没想到 林烨出手居然这么快 而且这么狠 看着逐渐逼近 他的林烨 善勇强自镇定 他张着嘴 很想说 关于刚才配合的事情 想让林烨下手不要太重 但接触到林烨冰冷刺骨的目光 他一时间觉得 咽喉如同被无形的力量 给死死的恶主 硬是没有说出话来 林烨扫了一眼车内的两个孩子 他也注意到了 他们身上的咽喉伤痕 他们两个 只是六七岁的孩子 林烨的一只手 不自觉地握成了权状 浑身恐怖的气息 瞬间震慑的善勇双腿一软 原地一个裂解 林烨锁定着善勇 片刻后 微微深呼吸调整 将心头翻涌的怒浪 给压了下去 小子 你死定了 耽搁出手 必将你千刀万剐 此刻地上的男子 愿毒地盯着林烨怒喝道 你 国造 林烨抬了抬手 又是一颗碎石 从他手中击尸而出 男子的肩膀上 顿时传来一股 令人胆寒的鼓裂声音 他再次惨绝人寰地嚎叫起来 紧接着直接被痛的当场 昏死过去 此时的善勇吞咽了一下 他看向林烨的目光中 带着祈求 阁下 我们 我们现在出发 他多着开口说道 林烨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善勇 你觉得 如果你完好无损地回组织 交代一件即将失败的事情 会不会觉得不妥 容易引起人的怀疑 这 阁下 你想要怎么做都全力配合你 只希望你能手下留情 善勇看了一眼地上一动不动 如同一具尸体的男子 他的脸色变得惨白 你放心 我没有看到想看到的情况之前 不会让你承受你承受不了的情况 但现在 林烨画风一转 我想你也知道 你需要有一种浑身是伤 并且竭力逃出我的手掌的状态 善勇大喘着粗气 连连点头 如同任人宰割的羔羊 就在这时 林烨的目光转向身后的路段 一个呼吸的时间 一辆黑色轿车行驶了过来 在二人旁边停车 安妮一脸焦急地下了车 大眼睛里近视担忧 她连不轻移 迅速来林烨面前 仔细打量了一下 发现林烨并无大碍 她的脸色渐渐好转 林先生 你没事就好 孩子呢 就在车里 带他们走吧 按计划形式 林烨随口说道 善勇此时很配合地进车 给两个孩子松开束缚 不曾想 其中一名男孩 在善勇的手刚要离开的时候 一口便狠狠地咬了上去 男孩的脸色通红 仿佛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 善勇吃痛 但注意到林烨在场 他只能强忍着 一边安抚 一边陪着笑脸 见状 安妮拿出了电话 拨通了朔瑶的号码 安妮小姐 有没有见到我的孩子 他们怎么样了 电话那边立即传来 朔瑶急气的声音 林先生已经找到他们了 他们现在很安全 你跟孩子们说两句话吧 安妮将电话凑到了男孩旁边 他这才松了口 一通对话之后 两个孩子上了安妮的车 林先生 你不跟他一起走吗 安顿好两个孩子 安妮立即对林烨开口 语气中充满关切 林烨很是自然地 摆了摆手说道 这件事情还差一步 你放心 要不要多久 我会回去 在林烨坚持的目光下 安妮轻咬猪唇 而且 他现在手头上还有着事情 要将两个孩子带回去 于是银牙一有 终究没有停留 驾车离开 善勇 开始吧 林烨忽然转身 对没反应过来的善勇 这么来了一句 紧接着 善勇只感受到了身上多个地方 都传来了阵阵痛苦 他根本就没发现 林烨怎么出的手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他已经躺在了地上 他有些艰难的活动四肢 挣扎着起身 此时的善勇 浑身狼狈不堪 身上诸多地方都染着血迹 像极勒刚刚经历了大战之后的模样 这么看来 他们更容易相信你 我就在你的车内潜伏 林烨随口说了一句 旋即闪身进了车 朔瑶不敢怠慢 一蹶一拐地进了主驾驶 他掏出了电话 随即拨通了头目路号的号码 紧接着一段生情并茂的发言 便挂了电话 随着引擎的轰鸣声响起 这里再无人烟 二十多分钟后 一个偌大的会所 最醒目的位置 聚集着四个人 分别是黑风组的大小头目 跟两个精英 以他们为中心 半径三米开外 同样围拢着众多小弟 第四十五章 空手赴死 刚才善勇的话 你们都已经听到了 我黑风组织在这一带 向来都是只有我们欺负别人 现在不过是接了一个 再简单不过的委托 被对方反制了不说 反而善勇还被打得近乎残废 洛浩阴沉着连冷声说着 他额头上的青筋 已经凸了起来 大哥 我估计是那朔瑶不死心 暗中联系了 其他与我们存在竞争关系的 组织动的手 一旁的百红目光闪烁着开口 哼 就凭他 亮他也没有这个胆量 他只需要老老实实 将钱跟孩子交出来 然后跟他老婆命负皇权就够了 陆浩张狂的喝道 似乎这样能彰显他 身为黑风组织头目的地位 大哥所言极是 那会不会是 百红的话没有说完 陆浩的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他拿起一看 是善勇打来的 陆浩脸上划过一抹争鸣 随即接起了电话 善勇 你现在到哪了 大哥 我已经快到会所了 兄弟们都骑了吧 你放心 我们都是兄弟 已经来骑了 这个仇 一定会替你报了 好 谢谢大哥 二人结束了对话 此时 会所的地下车库 善勇的车 一路畅通无阻 停下车后 随即跟林下车 二人静止来到一个电梯门前 善勇按下了按钮 电梯直打 善勇随口解释了一句 林浩微微点了点头 简单活动了一下四肢 稍作调整 很快 随着电梯门的打开 林烨二人 穿过眼前不长的一个走廊 随着善勇将一道门推开 林烨看到眼前偌大的会所内 已经站满了队伍罗列 还算是整齐的人群 他们一个个都穿着黑色制服 看年龄 大概是二十到四十之间 他们的目光 此刻正聚焦于中间的一个圆桌上 大哥 我回来了 善勇一蹶一拐地走着 忽然高声呼喊了一句 此刻圆桌上正交谈着的陆浩几人 结实面色一变 他们寻声望去 陆浩注意到了善勇身旁的林烨 眉头微微皱了皱 不过见林烨很年轻 也很安生 估计是新收来的小弟 没有多说什么 善勇 你没事吧 马的 注意到是哪个不知死活的混账了吗 我陆浩必然要让他付出 无法承受的惨痛代价 陆浩一脸怒火地喝道 他虽然说着关心善勇的话 但他的脸上 没有丝毫关心的意思 全是愤怒 正当善勇目光闪烁 正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一旁的林烨 忽然面无表情地开了口 你们受的谁都委托 他的语气平淡 精简的几个字 令本就安静地全场 顿时被赋予了一种死一般的寂静 善勇的心神顿时狂跳了起来 这里可是有着不下数百号人 原本他以为 林烨很可能会借机隐忍 待时机成熟 再暴露自己 没想到他面对如此充满 强烈压迫感的场面 竟然真就这么直接 而且 他分明就两手空空 什么也没有带 如果说有一个成语叫单刀附会 那如今他的行为 简直就是空手赴死 善勇的心潮 彻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扭转 他忽然觉得 他太高估林烨了 你 你说什么 洛昊有些愣神 他此刻的状态 如同被人抽走了一部分灵魂 你们 受得谁的委托 林烨不急不慢地再次重复了一遍 他吐子清晰 在这偌大的会所内 清晰地深入人的骨髓 洛昊再也忍不住 看了一眼善勇 他怒急反笑了起来 善勇 你这新手的小弟 倒是挺有个性的 不错不错 我很欣赏 善勇瞳孔一缩 他目光闪躲 连忙附和着点头 我对这里 也有了一丝兴致 人多 场地大 活动热身起来 应该非常不错 林烨没有情感波动话音 再次响起 草 他马的找死 敢在黑风组放肆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此刻 一名前排的小弟 忽然抱贺一声 对着林烨就冲了过去 林烨并没有看那名小弟一眼 而是目光锁定着路号 随即抬了抬腿 伴随着请客间出现的 一阵骨骼折断的声音响起 顿时一声闷哼 从小弟口中发出 他直接被林烨一脚踢翻 整个人在地上拖了机密后才停下 当场没了动静 全场再次陷入了沉寂 兄弟们 给我上 他居然敢在这里动手 简直是做死 随着这道人群当中的声音响起 全场顿时炸了锅 一时间 林烨被直接围了个里三层 外三层 他非但没有觉得紧张 反而隐隐有一股兴奋 来吧 我正巧有心磨练一下自己 让我见识见识 你们黑风组到底几斤几两 林烨话音刚落 他马的 兄弟们 给我上 废了他 顿时一众小弟疯狂涌向林烨 光是气势就已经将林烨淹没 这人莫不是想着表现一下 要博得大哥的眼球 百红此刻一脸的讥笑 一旁的组织精英声 池跟士元也跟着附和 眼中带着玩味 语气相当不鲜 哼 善勇 我想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 这怎么回事 此刻的附昊 先是用看死人一样的目光 扫了被人群团团包围的林烨一眼 随即对神色变换不定的善勇说道 善勇目光闪躲着 交代了情况 附昊听得微微挑眉 哦 想不到那区区一个无背景 无势力的朔摇 竟然能请得到这个有点能打的小子 下一秒 附昊话锋一转 善勇 这次事情不怪你 毕竟你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这次行动 除了委托人的钱 结果上我们损失了一笔收入 你明白 你要做什么吗 附昊看似平稳的语气中 已经隐隐夹杂着几分威胁 善勇脸色一白 连忙说道 大哥放心 我会弥补这笔钱的 请给我一些时间 附昊忽然压低了声音 轻轻拍了拍善勇的胳膊 善勇 人的手指只有十根 胳膊也就一条 你可要好好珍惜 给你三天的时间 让我跟兄弟们 看到你的诚意 如若不然 之后每过一天 也许你身上无比珍贵的零件 就会一件一件的离你而去 第四十六章 那就早点结束吧 善勇此刻的脸色苍白的厉害 他不敢有丝毫怠慢 连连点头 附昊忽然放声大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善勇 大家都是自己人 你要是有不便的地方 可以随时说出来 我们同甘共苦 你们说是不是 大哥所言即是 百红跟其他两人 分别羡慕着附和 附昊的脸上 此刻挂着令人恶心的笑容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看看你今天送过来的新人 现在怎么样了 他话音落下 随即看向人群 仅仅是一个转头的刹那间 附昊的脖子 如同被人狠狠地掐住 无法再挪动回来 他的瞳孔渐渐放大 其他几人分别注意到了附昊的异样 随即纷纷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只见这短短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原本里三层 外三层的小弟 现在站着的 仅仅剩下 也就一层居多 这些小弟瑟瑟发抖地围着林烨 没有一个人赶上前 众小弟往后 林烨停住不动 众小弟依旧往后 原本包围着林烨密集压缩的半径 如今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 有的甚至已经贴到了墙上 但依旧机械般的抬腿想要后撤 林烨所到之处 不满了倒地不起的人影 这不可能 附昊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 太快了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他惊怒交加地吼叫着 紧接着立即站起了身子 这种人绝不能留 你们三个 给我一起上 直接全力出手 能杀就当场杀了 洛昊当即做出判断 果断下令 只见生池 世元 以及百红纷纷对视一眼 三人眼中同时 划过一抹利涩 随即三人猛然起身 脚下生风 迅速将林烨包围 感受着明显不同三股的气息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你们要是直接上 也许我会尽早地结束这里的一切 大言不惭 找死 百红冷哼一声 瞬间暴起发难 同时 生池跟世元二人 呈现不同角度 不同招式 但配合极其默契的组合进攻 对林烨展开了一阵 狂狂风暴雨般的进攻 一时间 林烨的身影 迅速在三人之间 辗转腾挪起来 看上去只有狼狈规避的手段 看到这一幕的怒号 阴冷地笑了笑 弄伤我这么多人 今天就别想活着从这里走出去 此刻的林烨 的确没有进攻 这是他 有意这么做的 他从最开始到现在 从来都是直接出手 很少有这种 在有一定实力的人围攻的情况下 保持持续规避状态的精力 他并不想浪费 在林烨一个后仰 规避了生池与世元的 又一波进攻之后 二人对视一眼 顿时一人纵身跃起 对着林烨一个劈腿 另一个则直接动腿 横扫向此刻 正稳住重心的林烨的双腿 上下骑攻 同时还有百红的骚扰 堪称天衣无缝 直接锁死了林烨看到这一幕 陆浩冷哼一声 眼底划过一抹玩味的笑容 生池与世元的这个配合 以及实际的拿捏 即便换做是我 如果不慎重对待的话 很有可能受点伤 那小子能逼得他们 做到这种地步 就算是死了 也足以自傲了 哼 胆敢惹我黑风阻 简直 陆浩嚣张的话并没有说完 脸上的神情再一次僵住 他清楚无比地看到 林烨面对无法规避的这一击 林烨的一只手 猛然按向地面 紧接着他的身体 以一种仿佛突破了 重力限制的爆发 从原本身体的后仰 忽然一侧 随即倾斜着 弹了起来 陆浩瞳孔剧烈地收缩 他猛然扎了一下眼睛 不错 就是弹了起来 这 这单个手臂的爆发力 这不可能 这需要多么 骇人听闻的力量 才能达到这种 突破自身重力限制的情况 陆浩心神俱正 难道 他的身体有什么猫腻 体内装的有什么气血 陆浩愈发觉得 自己的猜测 八九不离十 此刻围攻林烨的三人 同样被震得 暂时止住了进攻 怎么 不进攻了 我也没了兴致 那就早点结束吧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他话音落下 随即脚下忽然生风 一个闪身率先来到百红面前 百红只看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好快 他刚惊讶出声 林烨的一拳 已经轰击在了他的左胸 百红闷哼一声 当场昏死过去 快 准 狠这三个字 此时此刻在林烨身上 体现的淋漓尽致 不好 快撤 士元刚说完 已然被林烨闪身单手扼住了喉咙 他如同一只随时都会被林烨捏死的蚂蚁一样 被林烨禁止抬起 士元浑身疯狂做着无用的挣扎 但回应他的 是林烨无情地将他往地上猛然一按 士元没了动静 太快了 这短短的一个呼吸不到 局面就发生了惊天逆转 生池此时哆嗦着嘴唇 似乎是想要说什么 他脸色惨白 瞳孔瞪大 刚才还气势如虹地打着配合 这短短几秒的时间 就让他陷入了绝望 林烨没有停留 一拳轰击在了生池的左胸 他闷哼一声 当场昏死过去 没有再站起来 啊 恶魔 他刚才的手段 恐怕人不死 也多半是废了 我不想待在这里了 我要逃出去 这里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都慌什么 他再厉害又如何 我们的大哥陆浩还在 定然会重振威名 残余的几个虾兵蟹将 顿时抱成一团 惊魂未定地七嘴巴舌起来 此刻的陆浩 看着正向自己走过来的林烨 眼底惊鸿闪过 他脸上原本的狂妄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阴沉至极的一色 我承认 你的武道实力出众 但你废了他们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 有两条路 文言 林烨眼神微动 并没有急着动手 古井无波地看着他 第一条 追随于我 以你的资质 足以顶替他们 我不在 你就是黑风族的老大 第二条 就是被我生吞活泼 错骨扬灰 第47章 请茶烧 陆浩说着 眼睛已经眯成了一条缝 同时 周身气息开始变得肆意了起来 原本林烨觉得 这陆浩会说出来个什么 一二三 这听完他的话 不由微微摇头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看来 你并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 陆浩阴冷地说完 双手忽然握拳 整个人脚下骤然发力 卷起一股更强的进风 对林烨冲了过去 陆浩对着林烨 迎面就是一拳 没有丝毫花里胡哨 林烨眼神微动 面对着迎面来的一拳 他没有任何闪躲 就是笔直地站着 他疯了 我估计已经被大哥这一击给吓傻了 哼 刚才他还嚣张无比 现在怎么不叫嚣了 死在大哥的手里 而且又是这里 他足够光宗耀祖了 此刻惊魂未定的虾兵蟹将 见头目陆浩出亲自手 心里顿时有了底气 再次对林烨冷嘲热讽了起来 哼 面对我全力出手的一击 居然胆敢不闪不躲 但凡敢像你这么做的人 都已经被我送去了下面 陆浩讥讽一笑 他气势不减 就在他的拳头 距离林烨不到三公分的时候 林烨忽然抬了抬手 陆浩顿时感觉自己的手腕 被一个铁签给死死地夹住 几乎是一个刹那间的功夫 他的手腕上传来一股令他痛的 几乎要当场发出狼狈不堪的惨叫声的挤压力 陆浩来不及去想 心中止不住翻腾的惊涛 他猛然抬腿 对准林烨的面门就扫了上去 林烨微微侧身躲开的同时 手上再次发力 啊 陆浩终于控制不住 他发现自己的手腕 仿佛正在慢性的骨裂 上面一寸寸 一丝丝的组织细胞 仿佛瞬间被那一只手 给挤压得坏死 放手 放手啊 陆浩狼狈的样子 顿时另不远处他的小弟 顿时各个目入绝望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大哥 居然一个照面就被制服 你们接受了谁的委托 林烨非但没有放手 反而愈发地增加了力道 使你们的委托人 让你们这么针对硕摇的 对他赶尽杀绝 林烨的语气渐渐冰冷下来 对那两个孩子也不放过 他说着 手上的力道再次加深 骨头 骨髓 软组织等受到挤压的圣人声音 再次想象起 痛感 仿佛令此刻的路号失去了理智 他的脸色愈发地猙獰 甚至开始有些疯狂起来 只见他手中忽然多出一个 小半个巴掌大的装置 随即他猛然 对着装置上的按钮按了下去 滋滋 忽然之间 偌大的正听四臂上 顿时涌进了淡灰色的雾气 哈哈 我堂堂黑风族 怎么可能 让你一个无名小卒 占去了威风 事到如今 早晚都是一起死 我就告诉你也无妨 新隐于乐的乌高阳 的确委托过我 让我支开朔摇 至于之后的一系列情况 都是我亲自指使的 前后同时有乌高阳 跟那个被我宰割的 肥羊朔摇同时出钱 我何乱不为 哈哈 陆浩一脸凝笑地道出了实情 林烨的大脑 高速运转了起来 他的眼睛微眯 这乌高阳从头到尾 似乎都是以一种 第三者的身份 潜伏在背后 既然都是死 我想死得明白一些 那乌高阳在这之前 与你们有过合作吗 他出手从来都很阔绰 我们之间的联系并不算少 差不多了 这里的出口 已经被封死 小子 跟我一起陪葬吧 陆浩此刻的脸上 充斥着疯狂 他感觉今天的情况 当着所有自己的部下 是自己一生中 最为丢人现眼的时刻 平日里嚣张跋扈 习惯了的他 谁见了不得给面子 他根本不可能忍受 当前这对他 有着致命打击的情况 更不用说 这件事一旦传出去了 随着上方淡灰色的雾气 不断往下压缩 很快就有一部分 惊慌失措的小弟吸入 在短短不到五秒的时间 他便浑身抽搐几下 口吐白沫 当场倒地不行 林叶目光微闪 他收起思绪 迅速放开路号 紧闭口鼻 闪身往刚才倒地的小弟那边移动 眨眼间 林叶迅速查探起 倒地的人的伤势 他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他继续连续查探了好几个 无一例外 全部弃绝身亡 好阴狠的路号 哈哈 你不用妄图离开 我已经说过了 这里今天不会有一个人活着出去 不用觉得 闭住口鼻就能幸免于难 这东西 即便是触及到人的皮肤 也能慢慢渗透 路号再次张狂地笑了笑 随即浑身渐渐抽出了起来 被淡灰色的雾气彻底吞没 林叶同时也被这些雾气包围 他渐渐觉得 他的头脑有些沉重 紧接着 他的四肢仿佛有些不受控制的 开始无意识摆动起来 他暗自咬牙 看了一眼已经被封死的大门 他随即强行往原本来时的电梯口 那边移动 举步艰难 然而 等他走了过去 却发现 原本中间有一道缝隙的电梯门 如今缝隙消不见 而是被换作了一道铜墙铁壁 感受着身上渐渐被消磨殆尽 所剩无几的气力 林叶苦笑着摇了摇头 老婆 孩子们 对不起 就在他的眼底 划过一抹最后的不甘的时候 叮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天衣 传承大礼包一份 请查收 这道仿佛来自灵魂的声音 令林叶浑身一震 他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接受了任务奖励 同时缓缓闭上了眼睛 迅速吸收 不过三秒 林叶手中顿时多出 数根系统奖励空间储存的银针 突然睁开宛若星辰的毛子 他对准自己 用仅存的丝丝力气 迅速操作了起来 不多时 一根根银 开始隐隐往下 滴落起了暗红色的点滴 这一通操作之后 林叶清晰地感觉到 他体内的气力 在逐渐恢复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眼底重新燃起出了希望 随即他更加迅速地操作起来 随着他逐渐重复动作 他的行动愈发地自如起来 林叶没有犹豫 他迅速闪身 抄起了十几把地上的砍刀 来到被封死的电梯门前 第48章 砍刀就破开了这铁壁 看着眼前的铜墙铁壁 林叶稍微调整呼吸 将状态调整到最佳 随即 他的眼底一道锋芒掠过 下一秒 他挥动手中锋芒引现的砍刀 对准眼前的铁壁 静止一刀劈了下去 刀锋势如破竹 这一刀下去 只见铁壁中央 瞬间多出一道醒悟的缝隙 这缝隙足足有三公分还不止 缝隙里面全然是黑色 没有划穿 林叶看了一眼 刚才用过一击的刀刃 仅仅是一下 上面已经布满了细密的金属斑驳 随即 他立即重新换了一把刀 又是一刀下去 一丝亮光 从缝隙内射了出来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只见他的动作 愈发地加速起来 三分钟后 会锁地下车库 一道魅影急速闪动 随即窜上了一辆黑色商务车 随着一声引擎的轰鸣 车辆如同离弦的剑 急速移动向车库出口 就在林叶刚快要驶出车库的时候 他看到一群人面色不善的人 正往这边走 那些人也注意到了林叶 为首的 一名看上去三十来岁的男子 忽然双目一瞪 随即对他身后的庶民手下下令 给我将他拦住 顿时众人一字排开 立即封锁了林叶唯一的出路 林叶眼神微动 随即下了车 为首的男子 上下打亮了林叶几眼 眼底划过一抹冷笑 随即看了一眼他的车子 顿时对布下挥了挥手 你们几个 去给我查查他的车子 我身为这个车上唯一的司机 上来就被无视了 说实话 我现在的心情并不是很好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忽然摇头这么来了一句 哼 你一个小小的司机 最多算是一个陆昊的狗腿子 我现在给陆昊留着几分薄面 如果他在车上 表现让我满意 我可以给你个自断双臂 主动认错的机会 为首男子面露俱傲 若不是 我现在手头上还有事情要处理 也许我会考虑跟你们多玩玩 林叶摇头说完 不等所有人来得及反应 身影如幽龙 几乎是不到两个呼吸的时间 那刚走过来的几名手下 瞬间被他掀翻在地 好快 为首男子瞳孔一缩 他目光闪烁间 当机立断 手中拿出手机 操作的同时 立即转身就跑 刚见面就跑 你不觉得这样对人很不礼貌吗 林叶带着几分调侃的声音 忽然在他身边悠悠地响起 男子面色大变 他忽然感觉手上一清 手机顷刻之间 脱离了他的手掌 紧接着 床奔中的身影如同提线木偶一般 静止离开了地面 紧接着忽然撞在了车库出口的侧墙上 男子闷哼一声 他顿时觉得全身像是散架了一般 周身传来的痛感 令他的神经顿时如同撕裂般的疼痛 啊 男子即刻痛苦地身影了起来 不 阁下饶命 我是跟陆昊约谈了 今天有合作 但跟他迟迟无法联系上 于是就想着他是不是想要反悔撤离 所以就过来打探打探 阁下 您如此英明神武 我想那陆昊根本就不配与你为伍 这都是一场误会 请阁下高抬贵手 放了我吧 这么看来 的确是个误会 陆昊他们在里面团聚 不过误会归误会 林烨轻描淡写地说着 话风忽然一转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开始你发现我并不是陆昊的人 并且制服了我 会不会继续断我双臂 闻言 男子瞳孔猛然一缩 还没等他开口说什么 他忽然感觉肩膀猛然一痛 骨骼错位的声音响起 啊 男子惊声嚎叫了起来 林烨几个闪身 重新回到了车上 当即发动起了引擎 驾车离开 可 大哥 我看那个狂徒 就是跟陆昊有关系 陆昊一定藏在车里 那辆商务车 不就是之前善勇经常开的吗 一名小弟挣扎着 来到正痛苦抽搐着的男子面前说道 男子惊魂未定 他呲牙咧嘴地起身 一手捂着自己的肩膀 同时一把推开那名小弟 瞳孔里散发着浓烈的怨毒 他妈的 不要以为将大门给封锁 将我拒之门外 就能暗中撤离 给我叫人 其他人 都跟我进去 我倒要看看这陆昊到时候 能给我一个什么解释 男子怒喝着说完 随即强忍着肩头剧烈的疼痛 招呼着小弟 杀气腾腾地进了车库 很快 他们便到了电梯门前 男子迟疑了一下 还是按了一下 直接按钮顿时亮了起来 哼 这种劣迹的跑路手段 亏你陆昊身为黑风组的头目 居然还用得出来 随着电梯的上升 男子的原本脸上的讥笑 顿时如同被万年寒冰给冻结 他恨不得将眼珠子给瞪出来 面前 是被林烨的锋芒划开的金属铁壁 足足有近十公分的厚度 旁边 罗列着数十把已经报废了的砍刀 死 一名小弟瞪大了眼睛 大哥 你觉得 这是人能想到的办法吗 看上去还被做到了 到底什么情况 这道铁壁 是那欠行式的 再想想之前会锁的大门 应该是为了封锁这里 到底是谁 竟然有如此能耐 用那些砍刀就破开了这铁壁 简直是匪夷所思 一时间 射人心扑的震撼 令所有人都管不住了自己的嘴 顿时这不大的电梯内 七嘴八舌地热闹了起来 等等 你们有没有 嗅到一股隐隐的味道 为首男子忽然察觉到了哪里不对 他忽然摆手制止了众人的议论 是有一点 但感觉微乎其微 不对 好像还有一种血腥味 一名小弟忽然面色一变 为首男子眼睛眯了眯 不知道这陆昊在搞什么鬼 居然还封锁了这里 还被人破开 难道是想要做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 他刚说完这句话 顿时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他跟陆昊有着合作 整天做的勾当 有哪一件事能见得了光的事情 男子目光闪烁着 还是迈不进了走廊 随即路过前方的拐角 第49章 雾高扬的泰然自若 此时此刻 会所内已经没有了原本的淡灰色雾气 但空气中仿佛被镀上了 一层夺人心魄的血红 入目所及 地上遍布了躺着的横七竖八 皮肤溃烂的人影 血腥味一阵一阵的扑向 已经石化了的围首男子等人 所有人都被眼前惊骇无比的一幕 给震得失去了灵魂 弱大的会所 仿佛成了人间炼狱 足足过了有将近十分钟 男子惨白的脸色上 艰难地恢复了一丝神情 他哆嗦着举起了手 吞咽了一下 指向眼前的炼狱 去 去看看地上的人 有没有活口 一众小弟各个面面相去 他们无一步露出巨色 瞬间吞掉 去 我 我说的话 没人听见是吗 男子哆嗦着再次开口 一种小弟畏畏缩缩的 迈着步子走了进去 他们一进门 立即全方位的扭头查看 警惕异常 大哥 他们 他们都没有了呼吸 片刻后 一名小弟上前 惊恐瞪着双眼汇报情况 男子脸上的惨白 再次增加几分 洛昊在哪 难道就是在之前的车上 大哥 洛昊已经弃绝了 他手下的精英 也跟着走了 不远处 一名小弟竭力的大吼 仿佛这样做 才能驱散他心中的恐惧 男子脑海顿时炸裂一声 他遭雷击 浑身一个猎切 当即双腿一软 直接跪了下去 大 大哥 这里的人 应该是中了陆昊自己的手段 陆昊同时封锁了这里 他 他怎么会想着寻短剑 又是十多分钟过去 一名小弟惊魂未定的脸上 流露出了疑惑之色 此刻跪在地上 围守的男子 浑身一个机灵 终于反应过来 他大口喘了喘 平息片刻后 眼底终于露出了思索 陆昊已经弃绝 还是死于自己的布置之下 反而那个人 很快 男子思索出了七七八八的来龙去脉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来时的电梯方向 瞳孔猛然一缩 大哥 那个人好像是最近横空出现的名人 叫林燕 你看看这些视频 快 这件事绝对非同小可 赶快将情况通知俯诱 新颖娱乐 公司大门前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惹得路人纷纷侧目 安妮精致地撬脸上 此刻布满了焦急 她的小手紧紧地抓着手机 时不时来回踱步 时不时拿出手机 看似要拨通号码 随即想到了什么 又将手机放了下去 算了 不管了 先给林先生联系吧 她银牙一咬 就要拨通号码 安妮 这才多长时间不见 就这么着急想我了 忽然一道令她久违的声音响起 瞬间荡灭了她心间的担忧 安妮脸色一洗 随即寻声望去 只见林燕正笑着 看着自己 林先生 你没事就好 我还想着联系你 不行的话 就派人去找你呢 安妮巧笑奄然 如同娇艳绽放的花朵 林燕淡笑着回应 那看来我的面子可不算笑 谢谢了 想不到这表面上看 算不上什么大事的情况 没想到摸到底 还有那么点麻烦 林燕说着 二人即刻进入公司 林先生 你倒是说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安妮好奇地问道 林燕目光微闪 将之前的事情 极其精简地说了出来 安妮听完 有些古怪地 瞄了林燕一眼 林先生 哪有你这么说的 顺藤摸瓜 得到了需要的答案 就这么简单吗 林燕点了点头 没有再接这个话茬 他话锋一转 前面就是乌高扬所在的位置吗 嗯 那里就是了 这次我已经提前派人盯住了他 他的行迹没有异常 提及乌高扬 安妮的翘脸 渐渐冷了下来 之前那个调包的所需呢 林燕想了想 随口问道 他已经辞职了 安妮说着 但没轻轻蹴了起来 需要找到他吗 文言 林燕目光微闪 嘴角微微上扬 这屋高扬 好像是有那么一些东西 已经不需要找他了 二人交谈间 已经来到了目标楼下 就在安妮正准备上前开门的时候 门 自己开了 随即一个看上去二十八九的男子 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 出现在门的后面 他的目光掠过安妮与林燕 平静的面色上 浮现出一抹 看上去不失礼节的笑容 安妮小姐 林先生 你们好 他说着微微躬身 这一套动作神态 很难让人联想到 他的内心深处 立即镀上了一层冰霜 乌高扬 我们正有事情要找你 想不到你居然主动送上门 这样也好 省去了不少麻烦 乌高扬泰然自若地说道 安妮小姐 我自视自己身为公司最忠诚的员工 有什么事情 您尽管开口便是 乌高扬说完 随即目光转向林燕 话锋一转 林先生 您近日的展现 已经在网上铺天盖地的传开了 我想 我已经抑制不住自己 成为你的粉丝了 林燕嘴角微微上扬 你的称赞 就当是给你自己留着吧 乌高扬脸皮微微一抖 不过表面上态度依旧 两位 有什么事情 我们不妨进来详谈 感受着头顶的太阳的异常火热 安妮轻哼了一声 大眼睛转了转没有开口 但目光转向了林燕 林燕淡笑开口 这里毕竟是蓝总的地方 我们就不客气了 听着林燕仿佛无视了自己 乌高扬的手指 仿佛不受控制般抖了抖 不过她的脸上 同样带着笑容 二位请吧 不多时 三人来到二楼的办公室 两位 不知道今天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恕我直言 我心里已经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了 三人刚入座 乌高扬就主动开口 哼 乌高扬 你居然还有连主动问起来 那我就直说了 那天车库的所需 是不是你派人掉的包 安妮瞪着乌高扬 最先忍不住直奔主题 第五十章 百口莫辩 乌高扬神色淡然 他摆了摆手说道 那天我的确派了一个人去了车库 不过那个人是新员工 刚来不久 让他过去熟悉熟悉环境 也是人之常情 闻言 安妮带眉微醋 他忽然发现 这个乌高扬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 那你说说 我没有通知你 你怎么知道 车库出了问题的 那个你管理的新员工在哪 乌高扬依旧泰然自若 那名员工来了之后觉得不合适 又离开了 至于车库那边出了问题 我就直言 是因为原本朔摇身边就有我的人 安妮瞳孔微张 她的音调渐渐拔高 你这个乌高扬 想不到你居然敢主动承认 安妮小姐 你难道不想想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吗 其实 我的心一直跟公司站在一起 朔摇毕竟上了年纪 而我却不同 这是事实 所以我不可能会放下心让的 我想安妮小姐应该明白吧 如果安妮小姐实在是对我不信任 那不妨亲自查查离开的所需二人 朔摇面色平静地回应 安妮微微愣神 她愈发觉得 眼前这个乌高扬 如此有恃无恐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她甚至觉得 即便是真的查下去 那二人恐怕早就已经跑到了天南地北 即便找到了 也可能被乌高扬做了封口费 甚至 灭口 乌高扬 我承认 你是有几分手段 但这个东西 不能作假吧 安妮冷淡地撬脸上 此刻布满了不服 她话音落下 手中多出几张照片 以及一个小录像仪上面的内容 是乌高扬所谓熟悉情况的新人 进了车库积电系统房 随即晚了半分钟出来的情况 安妮让乌高扬看完 紧接着拿出那个段时间内 尚未被处理干净的 腐蚀电源线的图片 随即安妮冷笑着盯着乌高扬 乌高扬 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不料 乌高扬居然摆出了一副 摇头叹息的模样 这件事情是我的失职 没想到这个人 居然如此的居心叵测 安妮小姐 这件事情我很抱歉 公司要是损失了什么重大利益 我乌高扬 定会对此事负责到底 绝不姑息 安妮顿时有些恍惚 过了几秒 她猛地摇了摇头喝倒 乌高扬 这明显的铁证如山 你居然还装作自己 什么都不知道 反应过来的安妮 音调止不住拔高了起来 她的翘脸 已经被气得战红 损害公司的利益 这乌高扬打得一手好算盘 说到底根本就没有 怎么损害公司利益 无非就是灯光坏了而已 她到头来 也最多就是被警告 做个检讨就完事了 安妮越想 心头的怒火 越是高涨了起来 乌高扬 你知不知道 灯光灭了之后 我跟林先生都遇难了 居然这么严重 实在抱歉 我真希望我当时能在场 你 见乌高扬从头到尾 都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模样 安妮气得忍不住站了起来 乌高扬 你这个混蛋 敢做不敢当事吗 她直接抱了粗口 乌高扬微微一笑 安妮小姐 有什么事情 我们好好商量 我真的不知情 刚刚你也看了 那时候灯光那么昏暗 谁能看得清楚 那些袭击你们的人 我更是一无所知啊 此刻的灵液 是以安妮冷静下来 她目光微闪 袭击他们的谋兵等人 的确不是乌高扬指使的 但不能代表 她不知道谋兵等人 会不会进入车库 乌高扬 那些人进了车库 随即登面 你觉得是巧合吗 林叶笑眯眯的忽然开口 乌高扬鼓紧无波的脸上 微微一变 林先生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就算是巧合 我想也不是没有可能吧 乌高扬 你与那落号的关系 好像很不错 一语语 天机破 纵然乌高扬的面色 再怎么沉稳 心神中瞬间声腾的 林叶轻描淡写的进一步开口 你看似关键的地方都不知情 而且根本就不在场 但其实你很清楚事态的发展 自从那谋兵潜入车库的时候 你已经在背后布局了吧 你借机横插一手 暗中推动他顺利潜入 非但能除掉朔瑶这个 你的竞争对手 甚至就连安妮也可能遭遇不测 怎么样 当做一个幕后主使 该灭口的灭口 该毁尸灭迹的毁尸灭迹 逍遥自在的感觉如何 乌高扬的额头上 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他那不稳定的呼吸 已经出卖了他 但他依旧强自镇定地 挤出了一丝笑容 林先生 不得不说 你的想象力很丰富 你说的那什么陆昊 我并不知道是谁 还有那朔瑶 我也很惭愧 他一个兢兢业业的人 居然会这么仓促地就离开 林叶微微摇头 手中多出了一个微型录像仪 播放出来的一段画面上 显示的正是在会所 陆昊癫狂的模样 以及他口中说的话 乌高扬心神俱正 乌高扬 需要我拿出这黑风 组织委托记录吗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乌高扬 此刻脸色极其地难看 他的呼吸剧烈地急促了起来 仿佛在做着什么激烈的运动 他连续吞咽了 几下觉得 非常灼烧烟后的空气 随即控制不住身形 哆嗦着颤抖起来 如同被抓住了把柄 陷入绝望的小丑 不可能 这不会的 陆昊乃是黑风组织的头目 不 你怎么可能有胆量 而且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过去 这不可能 乌高扬说着说着 音调渐渐拔高 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 林叶此刻的神色 渐渐淡没了下来 乌高扬 表面上虽然你只是让陆昊支开朔摇 但你实际上明知道陆昊的为人 料定朔摇必定会横死当场 这点 也是你委托黑风组织的理由 不 我 我 乌高扬今生大吼起来 他很想说出什么 但陆陆像仪内的画面 声音 完完全全的铁证 让他哑口无言 百口莫辩 第五十一章 收回点利息 怎么 你如果觉得自己 哪里很冤枉 不放说出来听听 毕竟你是公司的人 大家有话好好谈 林叶此刻淡没的语气 看似简单的每一个字 都无不冲击着乌高扬的所有神经 此刻的安妮 虽然不清楚 那陆昊以及黑风组织 到底怎么回事 但想想之前朔摇的遭遇 听起来就是个无恶不作的恶势力 他翘脸上此刻 已经镀上了好几层寒霜 让人看一眼 心神仿佛就会受到冰冷的波及 乌高扬 想不到你 居然是这种小人 明知道有人潜入了车库 要对我们不利 居然还派人在这之前 给车库做了手脚 这也就罢了 居然还想将朔摇置于死地 现在看到你这副嘴脸 我都恶心的 想要一巴掌扇过去 你对得起 蓝总之前对你的栽培吗 你简直就是 哈哈哈哈 乌高扬神色一阵恍惚 旋即他的眼底 划过一抹阴痕 忽然有些癫狂地笑了起来 那朔摇 哪里比得上我 比我年轻 比我能干 还是怎么的 凭什么他还能一直坐着主管的位置 主管 只有一个就够了 还有你 安妮 你又何德何能 无非是蓝总手下 与他走得比较近的狗罢了你 啪 一道极其清脆的耳光声音 瞬间贯穿了这偌大的办公室 感受着脸上火辣辣 仿佛钻心的疼痛 乌高扬一时间被抽得有些愣神 不过两秒 他下意识伸手触碰他那拥有烟红巴掌印的脸 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 瞬间将手抽回 乌高扬惊怒交加地瞪着灵夜 直接伸手 欲要指着他的鼻子怒骂 骨骼错位的声音忽然响起 同样非常清脆 啊 我的手 乌高扬惊声惨叫了起来 他脸色猙獰地看着自己已经诡异弯曲着的手指 惨白的额头上冷汗刷刷的直流 哼 活呆 此刻传来安妮厌恶的声音 灵夜此刻的脸上已经布满了刺骨的冰冷 这看似好像没什么的事情 但其背后潜藏着乌高扬极其险恶的用心 一旦他的计划得逞 安妮跟他真的遭遇不测 加上朔瑶离世 恐怕下一步这乌高扬 矛头直接会指向李诗兰 灵夜没有停止动作 而是猛然踏出一步上前 随即又是响亮的一个巴掌 乌高扬被抽翻在地 晕头转向起来 你 你住手 我承认 我是居心叵测 有着狼子野心 但 既然你也承认了 我就替公司收回点利息 灵夜一脚踩在了他的胳膊上 乌高扬惨叫着 胳膊已经扭曲到了诡异的程度 他嚎叫着挣扎了几下 根本挪动不了丝毫 看仙灵夜的目光中充满了无边的恐惧 灵先生 我认错 我是小人 简直脏了您的手 我该死 灵夜神色淡漠地说道 给我认错 你觉得有用吗 他话音落下 脚下再次发力 啊 乌高扬再次惨叫起来 灵先生 您说 让我做什么都行 既然你之前说过 你一直忠于公司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但这公司所有人的面 交代所有事实 至于你怎么做 我需要看到你的诚意 灵夜的语气 毫无半点情感波动 好 我做 我做 胳膊上痛入灵魂的感觉 让乌高扬无法克制地连忙答应 灵夜即刻收回动作 旋即转身看了一眼安妮 示意她离开 安妮微微一震 大眼睛转了转 跟着灵夜离开 呼 他骂得好痛 看着二人离开 乌高扬终于止不住 开始大喘起来的粗气 紧接着 他艰难地挣扎着起身 眼底划过一抹浓烈的怨毒 哼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就连见陆昊的资格都没有 这不可能是真的 他立声呵斥着 随即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一串号码 不多时 号码那边即刻接通 乌高扬面露喜色 不对等对方开口 他率先发问 陆昊 什么情况 他怎么可能出现在你们那里 电话那边沉默片刻 忽然蹦出了一个字 他 乌高扬来不及考虑 此刻的他一肚子窝火 就是灵夜 他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你们那里 果然是灵夜的手笔 电话那边传出来一抹不着调 但却骇人听闻的惊呼声 乌高扬忽然发现 事情有些不对劲了 对面的声音并不像是路后的 你是谁 哼 我是谁并不重要 你胆敢得罪灵夜 乌高扬是吧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一个蝼蚁 当真是不知死活 电话那边忽然传来威胁般的讥讽 随即对方直接挂了电话 乌高扬忽然想起 对方说什么灵夜的手笔 结合接起电话的人又不是路后 还有那根会所的录像 难道真正的路后已经 不 这不是真的 他只是一个人 那可是一个组织 不 乌高扬 此刻如同发了疯一般 开始疯狂地喊叫起起来 此刻的灵夜跟安妮 正在公司内的一个凉亭下对坐着 安妮是不是看了一眼灵夜 她的脸上终究带着几分寒意 林先生 难道让那个乌高扬道个歉 这件事情就当结束了吗 安妮 你觉得她会不会真心实意地道歉 灵夜忽然答非所问地说道 哼 我想她肯定不会 安妮冷冷地呵斥了一句 灵夜嘴角微微上扬 这就对了 到时候不是有的是时间 让她慢慢还利息吗 对了安妮 你知道王家的人吗 文言 安妮微微一正 旋即开口回应 王家 不是南疆的一流家族吗 你怎么提起这个了 看来你对之前在华雅堂骚扰你的台松 了解的并不多 灵夜淡笑着说了一句 并没有多言 李诗兰没有告诉安妮 太多王家的事 多半是不想让她担心太多 听到台松两个字 安妮翘脸上掠过一抹厌恶 哼 谁要了解她 灵夜微微一笑 目光微闪 正当她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公司外面忽然传来几道刺耳的刹车声 第52章 没有人委托 有点远 在安妮听来声音很低 直接被她忽视 灵夜眼神微动 随即对安妮说道 安妮 这件事情不要着急给兰总汇报 以免影响了她的工作 朔瑶那边你安顿好了吗 安妮一正 没想到灵夜画风转得这么快 她当即回应 他们现在就在公司 原本朔瑶的工作地那里 一切都还好吧 你 还好怎么能行 他们现在一家团聚 自然要在有家的地方才行 好好给朔瑶放的假 让她在家里好好陪陪老婆跟孩子 我在公司里转转 之后聊 灵夜淡笑着说道 安妮偷偷瞄了灵夜眼 你 挺贴心的 她红着脸说完 立即转身小跑着离开 看着逐渐消失在视线中的安妮 灵夜的眼睛微眯 随即锁定了乌高扬的工作地点的后方 下一秒 灵夜脚下迅速迈步移动 很快 灵夜的身影折服在一处茂盛的高树上面 目光锁定着一个方向 她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她看到三道蒙面黑衣人影 静直翻越 进了公司侧墙 他们伸手矫健 其中两道人影 直接上了高树潜伏起来 他们的进场时机非常到位 恰恰是所有工作人员 以及监控的盲区 那翻越进来的一道人影 几个闪身来到乌高扬所在的建筑后面 紧接着 她手中多出了一个小型的毛钩发射器 没有丝毫犹豫 对准了乌高扬办公室的窗檐 就发射了上去 随即她手脚用力 很快便攀上了乌高扬的房间 灵夜目光微闪 这三道人影行动 有组织有纪律 两个负责前后把风 锁出点位刁钻 其中一个负责 动手 灵夜大脑高速运转 下一秒 她化作一道更为飘渺的魅影 离开了高树 此时的乌高扬 摊坐在沙发上 她的神情时而恍惚 时而呆滞 但更多的是惊恐 她仿佛忘记了 已经诡异到变形的胳膊与手指 上面持续传来的痛感 似乎也被她给无视 她办公室的门紧锁 仿佛生怕打开了门之后 遇见什么不测 她并没有看到 她背后的窗户 已然被悄悄切开 这不会的 这不可能的 乌高扬时不时 喃喃自语了起来 她全然不知道 她的背后 已经出现了一道 随时都能让她 命负黄泉的身影 蒙面黑衣人目光冷漠 看着乌高扬 如同看着一具尸体 很惊讶吧 她忽然冷不丁地开口 贪坐着的乌高扬 心神一震 她下意识扭头 你是谁 你怎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间 我也感到惊讶 不可思议 黑衣人答非所问 手中多出一道 闪烁着锋芒的匕首 你要干什么 乌高扬面色大变 她立即后撤 哼 一个不自量力的蝼蚁 居然敢招惹灵液 我就替她了结了你 放心 死在我手上 会给你一个痛快的 不 你要多少钱我 乌高扬的话没说完 她的脖子上 顿时多了一道烟红的血痕 两秒后 她倒地 气绝 一个跳梁小丑 真是脏了我的手 黑衣人冷哼一声 随即手中多出一个 黑色的伸缩布袋 她的动作迅捷 将已经死绝的乌高扬套了起来 随即将现场还原 紧接着拎着乌高扬 静止从窗户那里翻越而出 此刻的灵液 换在了一处 斜对着乌高扬窗户的 另一棵高树上 目睹了一切 你们这群人 虽然是有点专业 但好歹 这里也是 我老婆的公司 可不是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 灵液说完 迅速跃下高树 紧接着卷起一道进风 绕着公司侧墙外 对着三名黑衣人 迅速移动了过去 用了一共一分三十二秒 看来 你在里面又啰嗦了两句 此刻的三名黑衣人 已经翻越过新颖的侧墙 在不远处的一辆 商务车面前会合 那个不知死活的人 居然敢招惹灵液 我忍不住啰嗦了一下 情有可原不是吗 出手的黑衣人 将布袋像是丢垃圾一样 丢进了后车厢 走吧 可以向上级汇报任务了 你们可别给我抢功熬啊 对付一个弱鸡 谁稀罕 行了 赶紧上车 我不想看见那个袋子 总觉得他的出现 侮辱的不只是我们的车 就在三人交谈着 正准备上车离开的时候 忽然一道 带着几分细血的声音响起 哦 那你觉得 还侮辱了你们的什么 三人皆是心神一震 纷纷转身 林叶正一脸笑容地看着他们 林先生 其中一名黑衣人目露狂热 顿时去掉面罩 是一张二十来岁的脸 其他两人对视一眼 纷纷去下面罩 令林叶有些诧异的是 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你们这有着大好的时光 不去搞些正经的事情 难道天天这么打打杀杀 觉得很刺激 很过瘾吗 目露狂热的黑衣人说道 林先生 我们是留业组织的人 我叫齐泽 我的工作就是接受委托 替人办事 黑衣人说完 话锋一转 林先生 请不用拿我们跟那黑风组织比 他们就是一群彻头彻尾的恶霸 毫无底线原则 文言 林叶眼神微动 他忽然觉得眼前这留业组织 好像很是一种正派风格的样子 你们能有什么原则 不妨说来听听 齐泽眼底划过一抹傲然 他立即回应 林先生 你可以将我们当作一种会杀人的保镖 保镖 林叶微微一正 饶有兴趣地说道 这么说 你们还是暗地里的一种正当职业了 既然这样 那我倒是挺好奇的 你们杀的人多吗 今天是头一个 杀人是我们组织的底线 齐泽态度恭敬 如实说道 林叶顿时觉得有些好笑 他心中隐隐猜到了什么 随即说道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因为我 才杀了吴高扬 是的 这是我们组织第一次 自己主动下达这种破天荒的命令 没有人委托 齐泽说着话风一转 林先生 您有所不知 自从您以一人之力 当面了那黑风组织之后 南疆地下势力 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您现在是执牛耳一般的人物 所有人见了您 不要退避三社 闻风丧胆 第53章 我要给老婆与孩子们送饭 闻言 林叶目光微闪 他没有想到 这黑衣人的组织 居然自己给自己委托下令 看来我林叶的面子不小啊 林叶淡笑着说了一句 随即话风一转 我对你们这些地下势力 组织不感兴趣 你们好歹是有原则的 算不上多么令人反感 我过来就是想跟你们聊聊 这新颖娱乐公司 未经过我的允许 不得随便出入 懂我意思吗 明白林先生 齐泽说着 有些犹豫了起来 林叶微微摇头 笑着说道 你杀个人都能如此干净利落 现在怎么跟我聊个天 就这么扭捏了 齐泽迟一片刻 还是开了口 林先生 其实这件事情上级交代过 早晚也要找你沟通的 我们组织对林先生的身手 叹为观止 所以也想请林先生帮个忙 林叶微微点头 该来的还是会来 说出来让我听听 也许我会有那么一次兴致 林 就在齐泽刚准备 说些什么的时候 林叶的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齐泽立即闭口 林叶拿起一看 是安妮打过来的 他眼神微动 林先生 这次就不打扰了 这是我们组织的联系方式 还请您收下 这次我也很庆幸 没有仓促地说出来些什么 怕打扰了您 我们这就离开 齐泽说完 给林叶看了一眼 他手上一张红色字条上的号码 随即驾车离开 刘叶组织 看着车辆迅速隐没在街巷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旋即接起了电话 林先生 还好你接电话了 你在哪里啊 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 不等林叶开口 电话里传来 安妮带着几分担忧的声音 林叶微微摇头 这大白天的 难道你还怕我失踪了不成 好了 知道你很厉害 你在哪 朔瑶现在很想见你 哦不是 是他一家子都很想见你 嗯 我这就过去 林叶说完 挂断了电话 两分钟后 他与安妮等人会面 林先生 朔瑶一脸郑重的上前 他立即公身对林叶道谢 他一旁的妻子 与连的孩子 也跟着集体公身道谢 林叶简单摆了白手 朔瑶 你可是这里的老员工了 以后还要多多指望你呢 都是自己人 不用这么郑重 此刻一旁的安妮补充了一句 朔瑶 林先生可是说过 要给你个跟家人团聚的休假哦 文言 朔瑶浑身一震 感激涕零 林叶有意无意地扫了安妮一眼 后者嘟了嘟嘴 俏皮地冲了他眨了眨眼 简单安顿好朔瑶之后 林叶目光微闪 对安妮说道 安妮 我们恐怕是见不到那屋高扬当众表现了 安妮一愣 旋即翘脸上一寒 难道他偷偷离开了 这个 林叶神秘一笑 简单白手打断了他 你说他离开 也不算错误 那是 南妮好奇地问道 林叶顿了顿 突出了几个字 他已经弃绝身亡了 你说什么 安妮立即瞪大了眼睛 看向林叶的目光中多了寂寞声 他的翘脸苍白 哆嗦着抬手指向林叶 说道 林先生 你 你 林叶顿时觉得一阵无语 他有些好笑地握住安妮还没抬起来的嫩白手腕 安妮 你觉得我像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大恶魔吗 安妮恍惚之间大眼睛转了转 恢复了几分长色 林先生 到底怎么回事 乌高扬被人刺杀 林叶的回应极其的精简 啊 安妮疑惑 他怎么就被人刺杀了 这还是大白天的 而且 林叶摆了白手打断了他 一脸高人姿态 小姑娘 这世道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 安妮嘀咕了一声 你也没比人家大几岁 林叶微微一笑 手中多出一个微型录像仪 你看看他们的手段 现在相信了吗 安妮看着里面的黑衣人 动作矫健 出手干净利落 大眼睛里布满了惊骇 他们是乌高扬的仇家 文言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你可以这么说 随即他话锋一转 这件事 你先不用告诉蓝总 有时间我会跟他沟通 好吧 这马上中午了 我请你吃饭吧 林先生 不能让你白忙活 你可别拒绝 不然我可是会死缠烂打的 安妮说着 挥动起了小拳头 一脸的胜券在握 林叶微微摇头 有时间再说吧 我得回去跟几个宝贝儿子做饭了 安妮微微一正 随即立即笑着说道 这段时间恐怕你回不去了 嗯 林叶饶有兴趣的说道 难道有什么人能限制我的活动不成 这倒也不是 最近蓝总只会越来越忙 你还记得之前的南江少儿音乐大赛吧 安妮说着 翘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激动 再过不久 决赛就要开始了 蓝总的孩子们 身为参与决赛的重量级乐队 他自然会更加专注地给孩子们排练指导 林叶目光微闪 就在他正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看了一眼上面的号码 林叶立即接起了电话 林叶 中午我跟孩子们就不回去吃饭了 物高扬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一切都没有问题 林叶干脆地回应 随即二人结束了电话 怎么样 被我说中了吧 安妮在一旁笑嘻嘻地开口 林叶并没有回应 而是目入沉思 随即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立即拉开了与安妮的距离 安妮一正 随即连忙跟了上去 林先生 你要干嘛 不去吃饭了吗 饭该吃的自然要吃 不过我现在没心思干别的 我要回家做饭 然后给老婆与孩子们送过来 文言 安妮忽然感觉她的心中 多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触动 她呢喃起来 她 应该很爱自己的老婆跟孩子吧 安妮想着想着 眼珠子转了转 那一股落寞 仿佛被转到了她的心底 灵魂深处 林先生 换一辆车吧 你现在太出名了 万一再堵了 时间上会赶不及的 她说完 手里夺出了另一把车钥匙 递给了林叶的同时 告诉了她车牌号与位置 林叶道谢后立即动身很快 随着一阵车辆引擎的轰鸣声 林叶彻底消失在了 神色有些恍惚的安妮的视线 第五十四章 送外卖的 车道上 一辆红色轿车格外的醒目 唯独只有她 在车流量不断的车道上来回穿梭 显得格格不入的同时 又带给了人们视觉上的冲击体验 很快 林叶便抵达了别墅 她刚一下车 连别墅大院的正门都没走 直接迅速攀上了别墅院墙 随即一个凌空翻转越了进去 老婆 孩子们 本大厨的饭菜马上就到 不要着急啊 林叶脚下生风 心中思量着 打开正门后迅速闪身进了厨房 很快 她便打包好了一顿佳肴 她一刻也不停息 整理好一切后立即出了别墅 不过就在林叶刚想要走进 她驾驶的车辆的时候 她的身形忽然一致 锁定着自己的车辆方向 眼睛微微眯起 不用躲在那里了 你脚下的影子 已经将你暴露了 林叶说着 慢慢逼近了过去 她不想耽搁时间 好吧 被你发现了 我认输 令林叶不曾想到的是 出现的居然是陆小曼 她上身穿了一件白色T恤 下身是一件修身牛仔裤 那优美的曲线 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白净的手上 抱着一个精致的笔记本 乌黑靓丽的长发 砸成了高马尾 没有瑕疵的容颜上 带着柔和的微笑 婷婷玉丽 青春靓丽 又不是安静典雅的风格 荣于一身 像是一个充满着 浪漫力量的小仙女 林叶微微摇头 她不假思索地随口说道 那个 陆小曼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紧接着 她几步来到车前 伸手就要开车门 然而一道妙慢的身影 忽然挡在了 林叶与车门之间 一股亲人心脾的独特芳香 顿时窜进林叶的鼻孔 她在刹那间 几乎是本能地 猛然加快了呼吸 陆小曼 轻拧着朱唇说道 林先生 上次在录音公司的时候 你已经同意过 要给我指导一下了 她的语气很轻柔 其中却饱含坚定的意味 林叶神情微微一致 随即摆了摆手 随口说道 上次我好像也没有同意吧 我 她的话没说完 就被陆小曼连声打断 林先生 你只是没有开口说 但你也没有拒绝 那不就是默认了吗 林叶忽然觉得有些纳闷 她那个时候 正一门心思陪孩子们 的确没有回应陆小曼 半个呼吸后 林叶微叹一声说道 我今天忙着 还有事情要做 以后有时间再说吧 文言 陆小曼眼底 闪过一丝低落 然而下一秒 她的神色恢复如常 好吧 那林先生 你先去忙吧 陆小曼话音未落 林叶已经窜上了车 随着一声引擎的轰鸣 车辆很快便消失 在车道长龙中 陆小曼的目光 盯着早已不见 林叶踪影的方向 朱唇倾气 林叶 陆小姐 这林叶是不是太不识抬举了 您亲自大驾光临 她居然依旧不给情面 此时 一名身穿黑色制服 模样大概四十来岁的 中年男子 出现在陆小曼身侧 陆小曼戴眉青醋 她的语气有些冷淡 林先生已经说过了 她很忙 何况是我有求于她 我不希望看到 仗势气人的情况 中男子瞳孔一缩 连忙攻身附和 陆小姐说的是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铭记教训的 安妮此时正坐在 新颖娱乐 正对着大门的凉亭下 她的双手拖着香塞 目光盯着大门 大眼睛里 时不时闪过一抹恍惚 忽然一道刹车声 将她的此时状态 给拉了出来 看到林叶驾车出现 她立即起身 连部轻移走了过去 车内的林叶 也注意到了 对她走过来的安妮 不过她并没有停车 而是摇下车窗 示意她等等 随即林叶猛踩油门 紧接着一个完美的飘移 拐一下车库 不过三个呼吸的时间 林叶出了车库 手上提着整理精致的 饭菜打包盒子 与安妮会面 林先生 你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安妮忍不住称赞 随即话锋一转 走吧 我带你去找蓝总 她现在还没开始吃饭呢 林叶目光微闪 调侃了一句 怎么 难道蓝总没给你交代过 不让我轻易进公司内部吗 文言 安妮的目光中略过一丝坚定 她的音调微微拔高 林先生 就算蓝总不同意 我也同样会带你进去 我想她之前那么说 是因为跟你之间的接触不多 而且 她身为公司的领导 不能不为公司考虑 但现在不同 我也希望林先生也能理解 我们互相理解最好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点了点头不再言语 二人旋即迈步走向公司正门 林叶还是微微摇了摇头 这次进去 就算加上上次公司员工下班 也就是总共才进来了两次 林先生 你的这些饭菜 是提前在家里做好的吗 安妮此刻忍不住问起了心头的疑惑 是刚回去做的 林叶如实回应 好吧 我其实有个疑问 想忍不住问下 安妮有些扭捏 林叶微微一正 有些想笑地说道 什么疑问 难道你还怕问出来后 我对你动手 安妮嘟了嘟嘴说道 林先生 不是我想质疑你 而是 这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你手上提着这么多打包盒 一看就知道 做的饭菜非常丰富 但丰富归丰富 它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 这你就不懂了吧 火焰与做饭水平是关键 林叶一脸神秘地说道 安妮大眼睛转了转 忽然说道 林先生 这家窑里面有我的份吗 林叶淡淡一笑 当然有了 你身为蓝总身边的人 而且今天可是付出有功 我怎么可能给你忘掉呢 那谢谢林先生了 安妮喜笑颜开 很快 二人来到公司正门 咦 你们看 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 我也很陌生 第一次见他来在公司 你们没看到 他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吗 安妮小姐带路 我看他应该是个送外卖的 送外卖 蓝总之前点过外卖吗 点一次又能怎样 你能说他不像 一时间 正厅内的几个员工 开始小声议论起来 最终一致地认为 林叶就是送外卖的 第55章 老婆 有麦克风吗 林叶的听觉何等强悍 这些低声的议论 被他清晰地捕捉 他淡淡一笑 没有在意 跟安妮上了电梯 而此时楼上的一个休息室内 李诗兰正相汗淋漓地 给孩子们打理 一边动作的同时 又一边耐心地叫道 妈妈 还没到吃饭时间吗 我有点饿了 此时二花抿了名嘴 最先发言 妈妈 为什么要告诉爸爸 不回家吃饭 我只喜欢爸爸做的饭 三秋的眼眶里 有泪水在打转 对 妈妈 不让我们回家一趟吗 武和也跟着附和 看着眼前的一幕 李诗兰微微摇头叹息 他现在不忍心告诉孩子们 因为难将少儿的决赛 所以要赶一下时间 这样只会给孩子们压力 但面对着总决赛的冠军 他又势在必得 就在他心思为难的时候 忽然感到肩膀上 传来一股淡淡的温热 随即一股柔和的力量 使他起伏的心绪 恢复了平稳 李诗兰心神微震 随即下意识转身 他看到林叶正淡 笑着站在自己后面 他的手里 正提着打包精致的佳肴 林叶 你 你怎么上来了 李诗兰一瞬间 明白了怎么回事 他忽然发现 自己心跳的厉害 说话有些止不住的 结巴起来 你是我老婆 我为什么不能上来 林叶轻轻拍了拍 他的相间 上前拉近了与他的距离 轻轻抬手 为他擦拭脸上的香汗 此刻二人的距离 不过三十公分 嗅到一股熟悉 并且带着强烈心神 冲击的气息 同时感受着脸上 传来暖洋洋的轻浮 李诗兰恍之间 身体不可控制的一僵 林叶逐渐收起湿巾 轻轻将手勾勒在胶艳欲滴 红侠霸占了容颜的李诗兰下巴上 随即微微抬起 他的目光柔和 嘴角微微上扬 老婆 我并不喜欢看到你这么忙碌的样子 一语语 安抚了灵魂深处的疲惫 此刻的李诗兰 正正地与林叶四目对视 他忽然那么地希望 时间就这么定格多好 爸爸 他好了 你来了 二花蹦跳着起身 立即窜到了林叶面前 张开了双臂 此时李诗兰反应过来 他倾城的脸 红得像熟透的苹果 令人垂涎 他立即后退两步 目光罕见的慌乱闪躲几下 没有半点冷眼女总裁的样子 爸爸 我要抱抱 二花欣喜地再次喊道 林叶开怀一笑 随即一把将她抱起 爸爸 不公平 我也要抱抱 一春不服气了起来 我也要 胆小的四月也跟着附和 看着这一幕 李诗兰的嘴角 划过了一抹动人的弧度 看向林叶的目光中 多了几分荡漾撩人的连衣 片刻后 林叶画风一转 好了好了 你们可别饿着了 来 我们这就吃饭 随着林叶话音落下 孩子们又是一阵欢呼 半个小时后 李诗兰轻轻擦拭了一下猪唇 清澄的脸上略过一抹满足 安顿好 孩子们午休之后 他有意无意地看了林叶一眼 林叶 乌高阳那边的事情怎么回事 林叶随口说道 他已经走了 走了 李诗兰一阵 旋即柳梅微醋 林叶 你是说他离职了吗 林叶目光微闪 他知道李诗兰不可能会轻易放弃这个问题 顿了顿 他还是将之前的情况 严谨一概地说了一遍 同时给李诗兰看了看微型录像以内 齐泽等黑衣人的内容 李诗兰的美眸渐渐瞪大 这些人 怎么会大白天地 跑到我公司 将乌高阳灭口之后 拖走 林叶此刻一脸的神秘 你不想想 这乌高阳招惹的可是我的老婆大人 老婆大人这么英明神武 那自然少不了人的拥护 如今发现乌高阳居心叵测 所以 林叶 你还是给我说实话吧 李诗兰的神色有些严肃 他敏锐地捕捉到 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普通 你跟安妮 今天到底做了什么 林叶微微摇头 避重就轻地 将今天他的事迹 给李诗兰补充了一遍 李诗兰撬脸上的严肃 渐渐缓和下来 随即他摇头轻叹 看来我这个总裁 当得并不是多秤职 此刻林叶淡淡一笑 轻轻拍了拍他的乡间 李诗兰身体微微一僵 感受着一股股温和的力量 没有抗拒 对了老婆 不久后 不是有个南疆少儿音乐大赛吗 嗯 现在我正在给孩子们排练 李诗兰轻声回应 他忽然想到了 之前孩子们见了林叶之后 唱出的魔性歌曲 他的美眸深处 隐含着一股饱寒期待的涟漪 我写个歌吧 林叶语气平淡 但这简短知及的字 直接狠狠地戳进了 李诗兰的灵魂深处 林叶 你是认真的吗 李诗兰正正地说道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当然是认真的了 李诗兰深呼吸几下 调整状态 随即正了正神 林叶 公司里已经有写好的歌曲了 就算不说这个 一首歌的组成 少不了词 去 破 你 怎么 对你老公这么不相信吗 林叶的声音带着几分调侃 李诗兰白了他一眼 你就这么自信吗 林叶没有多言 随手拿起了不远处的鼻指 鼻走龙舌 几个呼吸后 他停止了动作 拿起自己看了起来 时不时还自我露出笑容 一旁的李诗兰愣神片刻 玄机一脸的质疑 林叶 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我觉得这玩笑可是无聊得很 这才多久 恐怕半分钟都不到 你 李诗兰的声音戛然而止 林叶此刻将纸张递给他看 我种下一颗种子 终于长出了果实 今天是个伟大日子 李诗兰越看 美眸瞪得越大 他倾起的珠唇 迟迟无法闭合 他惊呆了 不过几秒之后 他的神色渐渐恢复 林叶 我承认你有更高的做辞天赋 但如果没有对应的曲谱 而且距离大赛仅仅剩下三天不到 怎么与对手竞争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老婆 有麦克风吗 这简单几个字 令李诗兰再次陷入了心灵风暴中 第五十六章 黄天的傲慢 片刻后 他罕见的结巴起来 林 林叶 你是说 你能直接演唱 你以为 林叶一脸自信 好 那跟我来吧 李诗兰立即应声 随即带着林叶 来到一间演唱室 就在林叶很是骚包地拿起麦克风 刚做完了几个预热动作的时候 李诗兰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林叶眉头微皱 不过还是止住了动作 李诗兰同样有些不悦地拿起了手机 他看了看是安妮的电话 顿了顿 李诗兰还是接起了电话 安妮 没什么事情的话 等一下再说也行 不等安妮开口 李诗兰先一步说道 蓝总 地龙娱乐来人了 来的是知名作曲人 文言李诗兰美眸闪烁了两下 让他们稍等 我马上 不是 蓝总 他们已经进来了 安妮的声音带着几分焦急 进来了 李诗兰柳眉微醋 翘脸上掠过一抹冷意 安妮 我这就下去 说完 他挂断了电话 林叶眼神微动 他虽然不在李诗兰旁边 但刚才二人的对他听得一清二楚 他当即一个闪声出现在李诗兰身侧 走吧 我们一起下去 李诗兰身形一致 没有多言 随即二人一同走向下楼的电梯 此时在楼下正厅的安妮 神色不自然地看着他 眼前的几个人 她的身后不远处 便是上楼的电梯 他们之间为首站着的 是一名看上去三十多岁的男子 这名男子 头上戴着灰色鸭舌帽 戴着墨镜 一身灰色西服 体型微胖 他的笑容 令人看上去有些不舒服 就像是机械般做出来的动作 安妮小姐 我这一趟来并没有恶意 这临近决赛 就是想跟蓝总商量商量 他带的乐队 给我的压力着实不小 我的内心 其实对他还是非常仰慕的 安妮依旧拦在他们面前 脚下没有挪动嘶吼 黄先生 蓝总已经说过了 他马上就会下来 见状 黄天眼底划过一抹冷色 不等他开口 他身旁的一名 身穿黑色制服的男子 踏前一步傲然地说道 我们黄总过来 你们蓝总不得里让三分 况且 这已经是主动在找他了 他不得更要恭敬有加 如今 你一个小小的下属 是怎么样 该男子的话没有说完 忽然一道清冷的声音 从安妮身后传来 此刻的黄天 白手示意收下后退 他摘下太阳镜 看向安妮身后 逐渐走向他的李诗兰 灵液直接被他无视 黄天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蓝总 久仰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 李诗兰看了一眼安妮 冷淡地打断了黄天的话 黄总 有什么话 我觉得可以直说 黄天脸皮微微一抖 随即扫了一眼周围的环境 他们现在还在一楼的正厅里 蓝总 我的确有要事要跟你谈 在这里 既然黄总喜欢这么直接地进我公司 相必的确是有什么急事 所以在这里谈就行 李诗兰丝毫不留情面地 再次打断了黄天的话 你 此刻黄天身旁身穿黑色制服的男子 怒喝一声就要踏步上前 被黄天白手制止 黄天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蓝总 事情可是关乎你的乐队 闻言 李诗兰柳眉微调 他眉眸闪烁了两下 事情涉及到他的孩子 短时间内没有回应 见状 黄天的脸上进一步挤出一丝 令人感到不适的笑容 蓝总 这件事情可不是什么小事 我真诚地希望 大家有什么话能好好谈就好好谈 而不是为一些表面上的小事情 而一起用事 好 那黄总请跟我来 短暂地思索之后 李诗兰当即做出回应 他决定先了解一下再说 毕竟跟他的孩子相关 黄天脸上的笑容更剩几分 蓝总英明 李诗兰冷淡地扫了他一眼 没有开口 随即带着众人来到一间接待室内 灵液 李诗兰 安妮三人坐在一方 黄天几人在对面入座 蓝总 黄天率先开口 目光示意李诗兰看向灵液跟安妮 你放心 他们可以待在这里 李诗兰拒绝了黄天的意图 黄天的眼睛即刻眯成了一条缝 没人能看到 他眼中那道冷芒 蓝总既然这么爽快 那我也直奔主题 黄天说着 手中多出一个录像仪 上面播放着的影像 是他亲自做过曲的乐队 正在演练的情形 随着他调大的声音 李诗兰的目光 愈发地盯紧屏幕 随即 他的瞳孔渐收缩 渐渐地 他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随即眼底划过一抹不甘 黄天巨傲的一笑 随即收起了视频 逼试着李诗兰 蓝总 我想刚才你也看到了 黄某不才 我扶持的乐队 也就那样半斤八两 不知道蓝总能否亮出来 自己乐队的展示 让黄某讨叫一二 他嘴上说着求教的话 但态度更像是在居高临下的 给人下马威 李诗兰没想到 这黄天扶持的乐队 居然这么有水平 光是他们刚才播放的那一段演练 还是技高一筹 他心中清楚 如果要在决赛之前超越对方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怎么 蓝总莫不是有什么不变 拿不出来什么展示吗 黄天的话再次想起 有些刺耳 李诗兰此刻骑虎难下 他跟着黄天比 终究是 差了十年的阅历 带队的造诣要略逊一筹 这如果拿出来 等于说是在展示公司的劣势 如果不拿出来 等于是不敢应敌 临阵脱逃 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 忽然感到 肩头传来一股淡淡的温热 随即一股奇异的魔力 一时间稳定了他起伏不安的心 答应他 给他展示 林业此时在他耳边轻声低语 李诗兰迟疑着 暗自吟牙一咬 还是点了点头 同时他抱着看看 这黄天到底要干什么的目的 同样展示了自己带队的演练影像 黄天看完 眼中笑意更浓 蓝总 我想这简单探讨 我们心中各自都已经有了结果吧 第57章 你可以滚了 李诗兰神色冷淡 没有回应 黄天做出一副充满理解意味的表情 随即继续开口 蓝总 事到如今 如果你还是想要这决赛的冠军 我们不是不可以商量 他这话一出 气氛悄然一变 原本隐隐有些剑拔弩张 现在变得有些微妙 李诗兰柳眉微调 如果说他不想要冠军 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他现在更想知道 这黄天到底在打什么注意 黄总 有什么话就直说 黄天眼底划过一抹傲然 蓝总 我的要求很简单 这冠军可以给你 但我需要让地龙娱乐公司 得到蓝总手上六成的新颖娱乐股份 他话音刚一落下 安妮冷着脸 即刻立声喝道 这不可能 就算是输了比赛 我们也绝对不会同意的 你简直是痴人说梦 痴心妄想 黄天无视了发飙的安妮 蓝总 你的这几个孩子们 个个那么乖巧 而且一路高歌猛进 在他们人生中 第一个具备重大意义的决赛上 如果惨遭失败 对于五岁多的孩子来说 恐怕是不小的打击 黄天底气十足地说着 他看到李诗兰的脸色 愈发的苍白 当即进一步补充道 蓝总 你不要忘了 你那为了夺得冠军的要强性子 无时无刻在影响着孩子们 他们恐怕也很跟你一样 无比想要得到冠军吧 一旦失败 到时候就先不说你 光是你的孩子们 会做何感想 李诗兰的身体有些颤抖 他虽然非常想要带领孩子们夺冠 但他相对在意的更多的 还是孩子们 一时间 气氛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僵局 黄天胜劝在握地 看着李诗兰的变化 他阴侧侧地笑了起来 然而下一秒 他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 你的屁话可真多 一直以来被他无视的林烨 忽然出声 你又是什么人 黄天皱着眉头 冷声喝倒 林烨忽然静止起身 一脸蔑视地看着黄天 黄天 你放的那些影像 在我看来就是垃圾 还是幼稚的难以形容的垃圾 他的音调不低 其中夹杂着丝丝力道 仿佛渗透到了人的灵魂深处 黄天瞳孔猛然一缩 两秒后 他的心底陡然窜上出一股 冲上脑门的怒火 小子 你是什么东西 我看在蓝总的面子上 给你一个机会 主动滚过来跪下道歉 不然 不然怎样 林烨一脸细血地扫了一眼 他身后的几名壮汉 随即比一道 九平米身后 天天只知道吃饭 不干活的大汗 黄天的脸色气得一阵青一阵白 他 货 的一下猛然起身 抬起手指 又要指向林烨 林烨鬼魅一笑 请客间 一个闪身 已然出现在黄天面前 随即他抬了抬手 骨骼错位的声音响起 下一秒黄天 顿时惊声尖叫了起来 他不可置信地 看着自己一根 已经诡异变了形的手指 又惊又怒地瞪着林烨 给我上 我要他十倍奉还 林烨的神色 渐渐淡漠了起来 面对冲过来的两个大汉 他微微侧步 随即一个扫腿 顿时两名大汉 被扫翻在地 当场失去了战斗能力 这一切变化 自从林烨忽然开口 到抱起动手 结束 不过发生在短短的 三个呼吸不到的时间 黄天瞳孔剧烈收缩起来 他看着逐渐逼近 他的林烨 感受着手指上 传来的阵阵剧痛 此刻再没有了之前的巨傲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林烨面无表情 随手一巴掌 狠狠地愁在了他的脸上 黄天顿时一个人仰马翻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瘫坐在了地上 他伸手捂着传来 阵阵火辣辣的灼烧感的脸颊 惊恐无比地瞪着林烨 不敢再说半个字 林烨眼中锋芒掠过 他一脚踩在了黄天的胸口 疼得后者顿时再次嚎叫起来 阁下 我有眼不识泰山 请阁下放了我吧 黄天连声求饶了起来 他的脸色惨白得如同一张白纸 黄天 你错就错在了 不该让我老婆那样为难 说完 他的脚下猛然发力 这一刻的灵液 如同化身为僻逆世间的君王 他仿佛一个抬手 眼前的一切就将灰飞湮灭 黄天 不过是一粒随时可被荡灭的尘埃 微不足道 啊 阁下饶命啊 我不知道 他是您老婆 是我狗眼看人帝 死 黄天惨绝人寰般的嚎叫再次响起 胸口传来阵阵撕裂了神经的痛楚 让他即将要晕厥过去 就在黄天快要昏死过去的时候 灵液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当场一阵操作 黄天顿时变得无比的清醒 跪在我老婆面前 道歉 灵液的声音听不出丝毫情感波动 此刻在黄天听来 他仿佛随时都会化作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黄天强行忍住浑身快要散架了的剧痛 他艰难地爬到了神色恍惚的李士兰面前 挣扎着下跪 蓝总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不该觊觎蓝总的公司 对不起 你可以滚了 灵液的语气带着几分不耐 好 我这就滚 黄天连滚带爬地 跟两个手下一瘸一拐地离开 他们经过走廊 电梯 正厅 无不吸引着新颖娱乐的上下员工 快 赶快给我拍下来 这他妈太火爆了 堂堂作曲之名人 居然被蓝总吊打了一顿 灰头土脸地离开 看样子还一脸的忍气吞声 蓝总威武啊 还是蓝总厉害 你们理智点吧 难道不觉得自己的想法 很不贴合实际吗 你们见过蓝总的战斗力 也对 我记得进招待室的是蓝总 安妮 还有那个 送外卖的 你脑子进水了 那个人应该是蓝总的保镖 只有他一个男的 肯定是他动的手 嗯 话说回来 你们有没有觉得他有点面熟 怎么在网上好像见到过 嗯 我想起来了 他 他该不会是灵液男神吧 完蛋了 我开始以为 他是个送外卖的 真是大错特错呀 哇 怪不得 哎 上班的时候太专注了 他之前的行计 我立即想起来了 当时他就在蓝总的车里呢 还有之后 一时间 公司的员工 纷纷涌起了一波热潮 第58章 报警我 出了公司大门 黄天大喘着粗气 仿佛出来之后 他才上了岸 直到他上了车 脸色渐渐阴沉了下来 哼 李诗兰 不要以为找了个能打的狂徒 这次事情就这么算了 黄总 那个人我认出来了 他叫林烨 这些事 网上传的关于他的视频 一名鼻青脸肿的壮汉 举着手机视频说道 黄天看了看 刚要冷笑 但脸上的疼痛 使他顿时呲牙咧嘴了起来 这些视频 最多吸引下那些年轻人 有点实力的恋家子 都能做到 飙车哼 我看是那小子命大 林烨 我黄天势必让你付出 无法承受的代价 此刻的招待室内 李诗兰娇岩上的动人红霞 并没有那么简单地退去 一旁的安妮 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林烨 她的瞳孔内 开始迷离了起来 刚才在李诗兰抉择最艰难的时刻 林烨横空出世 宛若降临人间的傲视霸主 这令他们现在 依旧沉浸在之前的场景 心灵上的震撼 并没有那么容易 就消散 林烨的神色渐渐恢复 见二女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 她的嘴角微微上扬 旋即伸手在 他们眼前挥动了几下 我说你们两个 在这么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可是会不好意思的 林烨的语气夹杂着丝丝力道 二女心神微震 随即恢复过来 李诗兰红着脸 此刻她发现 她的心跳 依旧在不受控制地快速跳动 她微微做了几下呼吸 终于稳住心神 下一刻 她的脸上渐渐不满地担忧 林烨 你那么做 哎 李诗兰话说到一半忽然止住 微微一叹 她知道 那是林烨为了她才动手 林烨但笑着说道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更何况我身为一个男人 在老婆面前 如果还不出面 那还算什么男人 李诗兰美眸紧紧地盯着林烨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大家有难同当吧 此刻一旁的安妮说道 李诗兰美眸闪烁两下 随即眼底划过一抹坚定 嗯 我们一起面对 林烨忽然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 调侃道 两位 你们这么紧张 慎重干嘛 难不成那黄天还能一口 把公司吞了吗 放轻松点 哦对了 现在本帅哥应该是在网上 有点热度的 安妮 你给兰总放放视频 调节一下气氛 安妮眼睛一亮 她知道她跟李诗兰 都很少有空闲时间去玩手机 她立即拿了出来 一搜 果然 林烨的热度极高 空中飞舞的男神林烨 驾驭天空的男人 力破九霄的男神 安妮瞪着大眼睛惊害道 哇 林先生 你现在可不是一般的出名啊 恐怕要不了多久 林烨很是骚包的扬了扬头 那是自然 本帅哥的魅力 到了哪里 不是吸引全场 李诗兰目不转睛地盯着视频 随即风情万种地 白了林烨一眼 林烨 你老老实实管好孩子们 不准出名了就跑 林烨善善一笑 老婆大人说的是 得令 三人简单地交谈片刻后 再次来到了演唱室 林烨拿起麦克风 一旁的李诗兰 娇艳的容颜上 布满了无比的期待 林烨仿佛在无形之中 已经成了 她心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两位可要竖起耳朵呀 且看且听我的亲情演唱 随着林烨这句话音落下 她口中的动感魔音 瞬间霸道地 侵蚀了两女的灵魂 我种下一颗种子 终于长出了果实 今天是个伟大日子 随着林烨最后一句魔音落下 留在寂静无声场中的 是无法散尽的缭绕鱼音 震撼着人的心 点燃着人的希望 李诗兰美眸之间 不知何时 已经饱含了金鸣的泪花 她有些哽咽了起来 这是她一个冰山女总裁 从未出现过的姿态 安妮看了她一眼 没有说话 主动退了出去 现场只留下林烨与李诗兰二人 老婆 用不着落泪吧 我唱的可是很有节奏 很欢快才对啊 林烨捕捉到李诗兰的变化 一个闪身来到她身边 旋即轻轻擦拭掉她脸颊上的泪痕 林烨 李诗兰低咽了一句 就在林烨正准备开口说什么的时候 李诗兰忽然上前 紧紧地拥住了她 她没有丝毫迟疑 与李诗兰紧紧相拥 林烨 有你在 真好 李诗兰将脑袋深埋在林烨胸间 红着脸 有些迷醉地嗅着林烨身上熟悉的气息 低声呢喃 这一刻与林烨相拥 她觉得自己前所未有的放松 前所未有 彻底放松 幽香缭绕心神 温软相遇入怀 林烨常常呼出一口气 她伸手轻轻拂在李诗兰的秀发上 林烨心底赫然涌现出一种 前所有为的巨大满足感 这种温馨与充满无边力量的幸福 是她之前埋藏在心底 灵魂深处 不敢触碰 但又无比期盼的愿望 时间仿佛定格 空气似乎变得有了温度 那是一种暖人心扉 令人沉静的温度 两久 李诗兰发现 林烨搂着自己的双手 愈发的用力 仿佛要将她给柔和 林烨 你 你放手吧 孩子们马上要起来演练了 李诗兰红着脸 虽然这么说 但并没有挣扎动作的意思 林烨目光微闪 松手之前 她发现她的手指 忍不住在李诗兰的身上捏了两下 李诗兰脸色更红 她瞪了林烨一眼 这次算是我失态了 哼 林烨 你还没带着孩子们演练呢 现在还没到决赛 我看你这三天能带出什么样子来 李诗兰此刻如同一个娇俏可人 满脸羞涩的小女孩 哪里像一个高冷女总裁 老婆 我觉得你这样 简直是美上加美 美到我的灵魂深处了 林烨一脸的称赞 闭嘴巴 先办正式再说 李诗兰白了她一眼 那是不是办完正式就可以 你再说 李诗兰瞪着林烨打断了她 林烨善善一笑 随即跟李诗兰来到孩子们的休息室 第59章 我不是情不自禁吗 唤醒孩子们后 林烨带着宛如可爱的小精灵般 活蹦乱跳的孩子们来到演练室 李诗兰看着孩子们与林烨之间的亲密融洽 她的眉眸间略过一抹无法掩饰的满足感 爸爸 今天准备了什么歌呀 我都等不及了 一春眨巴着眼睛最先开口 爸爸准备的歌一定很厉害 二花挥舞着小拳头称赞 爸爸做饭厉害 歌曲一定也很厉害 那当然了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爸爸最棒了 三秋四月五合也跟着附和 林烨开怀地笑着 她清了清嗓子说道 孩子们 我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准备好沉浸其中了吗 孩子们纷纷应声说准备好了 林烨操起了嗓音 开始了一阵灵魂演唱 我种下一颗种子 终于长出了果实 今天是个伟大日子 时间过得总是很快 转眼间已经到了晚上 林烨一家人此时已经回到了别墅 刚进正厅 林烨便立即闪身进了厨房 李诗兰盯着她的背影 嘴角划过一抹动人的弧度 她想到了什么 目光微闪 随即也进了厨房 老婆 今天是不是觉得我表现很棒 想要忍不住过来 给我奖励了 林烨手上动作不停 同时笑着开口 闻言 李诗兰的眉眸间掠过一丝脚霞 她上前两步拉近了与林烨的距离 悠悠地倾起朱唇 吐气如蓝道 林烨 你想要什么奖励 一时间 风情万种 格外撩人 林烨心神荡漾 她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微微一僵 嘶 好烫 她一个不留神 发现了 她原本正在做饭的手 已经定格在了半空中 下面滚烫的蒸汽 正肆意地散发 李诗兰脸色微变 她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暗纳住心中的想法 连忙上前问道 林烨 你没事吧 林烨眼神微动 忽然一脸的痛苦 嘶 完了完了 我觉得我的胳膊 没个十天半月可恢复不了 这个怎么办啊 李诗兰看了一眼 蒸汽腾腾的锅 来不及多想 一把将林烨的胳膊 挽了起来查看 然而 林烨的胳膊上完好无损 就在李诗兰有些愣神 刚还没反应过来时候 忽然感到一股柔和的距离 将她揽了起来 林烨 你耍我 林烨立马羞红了起来 她挣扎着娇喝道 老婆 这搂一下 难道不能当做奖励吗 林烨坏笑着说道 没有丝毫松手的意思 她的呼吸在渐渐加速 仿佛要将李诗兰身上的忧香 给吞噬殆尽 你 你搂就搂过了吧 还不放手 饭糊了 不觉得会丢脸吗 李诗兰目光闪躲 没有直视林烨 她的一双偶臂 撑在她与林烨之间 林烨微微一正 有些不情愿地松开 还住李诗兰 那充满惊人撩拨力的柳妖 不过在最后彻底松开之前 还是忍不住 微微用了几分力道 荡漾的手感 牵动着林烨荡漾的心神 还没等她有所回味 就听到李诗兰冷冰冰的声音 林烨 我已经说过了 今天是我的失态 你不要得寸进尺 李诗兰说完 美好气地瞪了林烨一眼 翘脸上的冰寒 愈发的多了几分 我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告诉过你 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追的 她的语调渐拔高 足以熄灭任何火焰的冰水 她暗自调整呼吸 随即脸上恢复了长色 老婆 刚才见你美艳动人 还主动问我 想要什么奖励 我不是情不自禁吗 哎 好了 老婆大人有什么吩咐 李诗兰目光微闪 结合林烨的说法 她忽然间想到了 她刚才的动作 随即她翘脸上 顿时划过一抹不自然 但她还是抬了抬头 不过她脸上的冷色 顷刻之间 已经荡然无存 林烨刚才我其实也只是想跟你 简单开个玩笑 所以问你有 想要什么奖励 没想到 你居然 好吧 老婆大人 是我冲动了 没有抵挡住老婆的魅力 林烨此刻摆出一副认错的样子 轻声打断了李诗兰的话 李诗兰刮了林烨一眼 此时的她微微汗手 好了 也许我还不太了解你们男人 她说完顿了顿 正了正神 眼底略过一抹担忧 林烨 你今天晚上要去三险山 林烨目光微闪 这消息传播的速度 着实有些快 她依稀记得 当时跟飞训见面的那个路段 基本上远离了市区 关键是 她还接了系统的任务 半个呼吸后 林烨短暂收回思绪 顿了顿 摆出一脸自信的样子说道 老婆 你放心好了 我去去就回 不会用太久时间的 李诗兰美眸闪烁了两下 林烨 我知道你的车技很好 但 她的话说到一半 被林烨调侃着打断 老婆 我的车技可不是一般的好啊 这点你看看手机上的视频 你应该也有目共睹吧 李诗兰白了林烨一眼 我承认 的确如你所说 但三险山那里 并不是平坦的城市街道 没有那么简单 就能让你的车正常行驶 而且 那里没少出现过 大大小小的事故 你怎么非要接受 那飞训的挑战 她是接连爸爸 人们公认的赛道之王 何况三险山对她来说 行驶驾驭的 早就游刃有余 你 爸爸 饭做好了吗 我要吃饭了 二花的声音此刻传来 林烨递给李诗兰 一个让她放心的眼神 随即对着厨房外说道 马上就好 她话音落下 见李诗兰依旧待在厨房 不依不饶的样子 林烨目光微闪 老婆 我会考虑安全第一的 我先专注做饭 可不能饿着孩子们了 你先去看着孩子们吧 李诗兰微微叹息一声 她朱唇轻起 那林烨 你小心点吧 她话音落下 迈不离开 随着林烨娴熟的加快动作 很快 厨房内正厅 肆意飘香起来 第六十章 飞训的公平 夜色下 接连环绕 高耸挺拔的山群 如同来自深渊的幽影 既神秘 又令人心生畏惧 即便如此 在山群环绕的中央 一个偌大的场地 已经挤满了人群 有的东张西望 有的目光直勾勾地 盯着入场的方向 有的如同失了魂 看向半山腰的赛道路段 这些人群中 不乏那些 扛着长枪短炮的 喂 我记得 白天你不是说 这里不会有多少人吗 现在你怎么解释 说实话 在林烨直接答应 飞训发出的挑战的时候 难道你第一时间 不是觉得林烨是在开玩笑 不管怎么说 这种直接由赛道之王飞训 亲自对林烨发出挑战的事情 林烨还直接接受了 这种事情闻所未闻 不管林烨来不来 我都觉得 应该过来看看 快看 那是飞训的车 他来了 人群本就热火朝天的热议 顿时再次高涨 一时间 几乎所有人都对着 飞训驶来的车辆 簇拥而去 飞哥 听说这次的事情 您稳住第一 继续保持不败神话 十拿九稳 是吗 飞哥 这次三险山的情况空前盛大 几家新媒体公司 已经在空中架设了长枪短炮 现场直播 面向更加宽广的大众 对此您怎么看 飞哥 饶式飞训的车窗 根本就没摇下来 依旧有很多坚持不懈的人 在做着无用功 时间已经接近八点五十 我觉得那林烨应该不敢来 怂了 对 毕竟他没有来过这里 而且今夜的场面 前所未有的盛大 估计他现在网上 我觉得他白天的时候挺帅的 闭嘴巴 这马上就到点了 我只看结果 他没来就是没来 时间再逐渐流失 众人议论的矛头 开始纷纷指向林烨 此刻车内的飞训 扫了一眼车上的时间 八点五十八 他古井无波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失望 随即他摇了摇头 静止发动了车子 准备离开 飞哥 不如再等等吧 万一林烨是有什么事情呢 对啊对啊 再等几分钟吧 这不是没有可能 我们来都来了 飞哥给个面子呗 车内的飞训 看着众人围堵住了他的车子 眼底隐隐划过一抹不耐 他拿出了一个 提前准备好的无线麦克风 今天实在抱歉 让大家空欢喜了一场 想必林烨今天不来 可能正是大家 现在心中所想的各种原因 我可以理解 毕竟他对这里来说 的确是个新人 所以今天大家早点散了吧 随着传声机内 飞训本人的这句话落下 众人的吐磨心子 顿时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 我就说 那林烨根本就是运气好 对 好的不能再好了 我承认 他的确有点实力 但现在看来 他的实力 真就是来自他的运气 草 真是令人太失望了 林烨男神 你在哪里啊 赶快出来啊 就在人群开始渐渐骚动 激愤起来的时候 一道隐情的轰鸣声 划破了夜色笼罩下的沉寂 同时 这道声音 如同带着强大的魔力 顿时令骚动的场面 诡异的寂静片刻 就在所有人的目光 下意识顺着引擎轰鸣声 看向入场口的时候 一辆车 魅影逍遥 划破天际 忽然使劲出口 在空中划过一个完美的弧度 随后落地一个丝滑的飘移 随即稳住车型 林烨随即开门 下车 他的目光迅速掠过所及之处 随即眼神微动 他本来打算来了之后直接开始 速战速决 可如今这局面 这里早就已经被全程拍摄 李世兰在网上能看到他 如果堂而皇之的直接进场开始 会令他更加担心 至此 他打算有模有样的 先观察一下地形再说 哇 还以为林烨男神有事情来不了呢 刚才他好帅啊 现在刚好九点 没有违约 呼 吓死我了 来了就好 来了就好啊 哼 来了又如何 居然还有模有样的 想要去观察地形 就算给他一天时间观察研究 只要不真正进入赛道 我看他也未必能道出个所以然来 我估计他这纯粹就是做做样子 然后找机会整个意外什么的 当众做好台阶下场 随着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 很多人开始主动给林烨让道 并且保持一定距离护着 生怕他真就出现什么意外 而参加不了比赛似的 此刻车内的飞训 通过车窗盯着林烨看了几秒 他微微点了点头 随即打开车门下了车 向着林烨走去 林烨一路畅通无阻 静止来到中央设立的大屏幕前 上面的几个屏幕上 分别是不同赛道路段的情况 其中三个关卡最为显眼 一个是U型急转弯 一个是道路边的时而陡峭 时而平缓的连续路段 林烨注意到最后一个 嘴角微微上扬 这最后一个关卡 可以说是前两个关卡的合集 但难度以及惊险系数翻倍增长 那是连续不断的U型急转弯 与陡峭不平的路段 最为关键的是 它们是来回交叉着进行的 而且道路在变窄 看来这三险山名字的由来 也许就跟这三道路段关卡 有一定关系 林烨短暂收回思绪 他微微扭头 锁定了正向他走过来的飞训 林烨 这是你的麦克风 我们一人一个 你可以对热情似火的群众 先说两句 飞训说完 将手里的小型麦克风 递向林烨 林烨目光微闪 他接过后并没有开口 想要速战速决 早点回家 也省得李士兰担心 林烨 我不想多占你的便宜 我事先声明 我不会上来就全速前进的 会让你先走三十秒 能公平的话 尽量公平着来 那边车库的车 跟我现在驾驶的统一 还有安全保护服装 这些你都换上吧 飞训说着 将手指向了车库方向 他的话音落下 顿时引起了周围人群的 一波簇拥热潮 第六十一章 开始 不愧是飞哥 上来就是先让三十秒 只有自信的王者 才能说出这样霸气的话 你看看飞哥的风度 讲究实在是讲究啊 三十秒 这已经很夸张了 这三险山 无人可破的 最快记录才多少 六分三十一秒吧 依照之前所见 林烨的车记 这下我觉得 可是真正的公平了 简直没有比这些 再公平不过的了 然而 面对飞训的言辞 林烨只是随便的挥了挥手 随口拒绝道 车辆我可以换了 其他就不用了 你该跑你的跑你的 我们抓紧时间开始吧 我老婆还在家里等着我吗 他这番话 说得很是轻描淡写 但在周围围观的人群看来 简直就是引起 扑面热潮的导火线 我去 他真的可以这么随意吗 我觉得他太自傲了 肯定是自傲习惯了 即便是面对 林烨根本就不熟悉的这里 他也忽视了对应的不足 这林烨搞得跟他 才是赛道之王一样 难道他的目的 就是想要让飞训赢了他 自己获得一个 有资格亲自与飞训较量的名头 不是 你们难道就不想想 为什么林烨就连安全服都不要吗 他口中的老婆 会不会就是上次 差点出车祸的女神李诗兰 如果这样的话 也许是李诗兰 根本就看不上林烨 毕竟他是新颖娱乐的老板 然后林烨就自暴自弃 顺势不要安全服 想要自寻短见 同时再拉一波眼球 卧槽 你的脑子怎么转得这么快 是不是被塞了润滑油 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还真有可能 要是这样的话 那这场比试 已经毫无悬念了 林烨必败无遗 对 不过来都来了 单独欣赏飞哥的车技也不错 此刻的飞训 眉头皱了皱 他没想到 林烨会这么随意的 就拒绝了他的提议 飞训再次上下打亮了林烨一眼 二十来岁 同样是年轻人 飞训摇了摇头 我并不是自吹自擂 我磨练车技的时间 不说多长也有十年往上了 我觉得我有资格 通过这个角度说些什么 恕我直言 你的驾车时间 必然没有我多吧 所以我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你开车时间很长 很有这方面的阅历 不过 我真的赶时间好吧 赶紧的 早早结束早早回家 这大晚上 谁没事 喜欢待在这深山老林里啊 我就问你冷不冷 林烨眉头微皱 一脸不耐烦地催促起来 他这句话落下 顿时引起了一波热愁 我觉得这林烨放弃了最后的机会 居然敢这么对飞格说话 好在飞格风度还是有的 换做是我 恐怕当场就要开队起来了 堂堂赛道之王 怎么可能忍受得了 被人如此不尽 我怎么突然觉得 这林烨这么不知好歹 不许你们这么说林烨男神 他一定是很爱自己的老婆 不想让他担心 别逗了 李世兰那种可以说是 站在顶点的女神 岂会是林烨这三两下就能搞定的 我看他很可能是个 高级一点的保镖 或者保姆 此刻的飞训 脸上的神色渐渐冷了下来 林烨 车辆马上就会开过来 既然你这么急着认输 那就依你 到时候 我不会再做半点相让 之后你如果不服气 我给你机会 让你在这里跑 看看能否破我的记录 飞训冷声说完 又傲然地补充了一句 虽然那是不可能的 飞训说完 对着车库方向摆了摆手 一辆与他一模一样的车 被开了过来 林烨迅速查探了一遍 动作飞快 几乎是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 但他的动作在外人眼里 已然变了味道 我越来越觉得 你们说的都没错 林烨连检查车辆都这么敷衍 这次比赛 估计彻底没悬念了 哼 害得我瞎兴奋了一场 而此时的林烨 已经窜上了主驾驶 他将车窗摇下 对正盯着他的飞训说道 你还在那里发什么愣呢 赶紧上车 我们赛道气泡线见 他话音落下 顿时手脚并用 随着隐情的嗡鸣声发出 车辆一个原地打转飘移 调整好方方向后 顿时掠过人群 车如油龙 不过两秒 完成就位 切 已经默认了认输 居然还强行耍帅 你还真很别说 我觉得刚才他的动作 的确有点小帅呢 他都这么着急认输了 估计是想提前 给自己留点颜面吧 你们难道真就这么觉得 林烨会认输 这太明显了 不管是他敷衍的行为 还是他对三险山的一无所知 他必然会输的 飞训此时冷冷地 扫了林烨所在的方向一眼 原本我对你还抱有一丝期待 但现在看来 这场鄙视 根本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他说完后 扫了一眼周围的人群 这场鄙视是他发起的 更不能因为觉得无趣就停下 短暂停留片刻后 他同样进了车辆 猛然发动引擎 车辆一个白尾 紧接着直接横向 窜进了入场通道 随后一个飘移停在林烨身边 当林烨的车辆 与飞训的车辆保持平行 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时候 原本热闹的人群 此刻如同被施加了魔咒 刹那间变得沉寂三分 开始了 要开始了 你瞎期待个什么呢 我觉得你的注意力 不 是我们大家的注意力 应该着重放在飞哥身上 这提前已经有结果了 飞哥加油 狠狠地修理一下 这个喜欢强行装插的林烨 对 飞哥加油啊 片刻后 人群开始渐渐止不住沸腾起来 不少人的目光 都聚焦于飞训的车 随着裁判逐渐举起了 手中的赛奇 场面再次变得寂静片刻 三 二 一 开始 随着他最后一个话音落下 两辆车 如同离弦的剑 迅速起了交火 刚一开始 心中早就有了定数 觉得没趣的飞训 想要趁早结束这场比试 他没有丝毫保留 直接使出了权力 第六十二章 真的会车毁人亡 车道上 两辆车全力加速 直线及时并行 哼 前面有弯道了 我看看 他如何还能一直这么加速 这种弯道 林烨应该能过去的 嗯 怎么还有人替他说话 不要看这路段好像很宽 但以往每当遇到过弯的地方 都少不了大大小小的事故 出事的人有一个共性 就是喜欢加速 看 到第一个直角弯了 飞训的车辆 适当减了点速度 那林烨的 嗯 他真就不减速 卧槽 他疯了吧 虽然他现在是第一 但那样恐怕会直接侧翻到悬崖下的 此刻车内的林烨 扫了一眼后视镜 飞训的车辆紧追不舍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就在他驾驶的车辆距离直角弯 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他立即手脚并用 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下来之后 只见他的车提前一个侧身 进入飘移状态 紧接着车辆越过一个完美的弧度 在飘移的过程中 完成了一个超长距离的飘移过弯 四 你们看到了吗 刚刚那是超远距离的提前飘移 之前闻锁未闻 卧槽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只有对车辆 尤其是轮胎 地面 以及环境 达到一种登峰造极的领悟 才会有如此丝滑的超长控车操作 堪称完美 飞哥也是飘移 但并没有那么来 难道飞哥 他真不林烨的对手 林烨牛逼 无敌 林烨的车速 从来没有被他主动降低过 很快 他便驾车来到三险山的第一个路段关卡 幽形急转弯 林烨神色平静地扫了一眼 前方事故频发的弯道 他脚下猛然起了油门 不好 刚才是直脚弯 他那么做也就算了 现在可是幽形急转弯 根本没有角度 再让他去拉长飘移 完美掠过 他这妥妥的是在寻短剑 完了完了 那个速度 他必然会冲下去的 现在林烨已经跟飞逊拉开了一段距离 他完全可以减速稳妥过弯的 说实实那是快 就在林烨的车 刚刚要驶入幽形急转弯的时候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手中方向盘先慢后快 随即直接打死 下一刻 只见他的车 直接绕着幽形弯道 一个大旋转 在这个过程中 林烨忽然将方向盘反向一转 他的车身 又是一个彻底的360度转体 随即回归车道 车头摆正 静止前行 这短短的一秒不到的时间 令全场顿时一片死寂 逆天操作 无敌 卧槽 这不可能 怎么会有人想到 这种疯狂的神仙操作 他利用超高的车速 与幽形急转弯道的转弯幅度 将原本向前冲击的车速 转化成了过弯旋转式的力道 以此顺利完成逆天过弯 这如果没有同样逆天的车技 根本做不出那样 害人听闻的判断与操作 林烨 男神 牛逼 一时间 全场开始炸了锅 不只是这里 整个南疆 但凡看到这个场面的所有人 纷纷都处于一种极度的震惊当中 而此刻的林烨 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 他连身后被逐渐 被越甩越远的飞训 都懒得看一眼 他现在只想迅速拿下比赛 然后获得系统奖励 前面就是下一个关卡 陡坡不断 如果还这么加速的话 车辆必然会直接飞出去 对 这是无法避免的 向下冲的路段还好说 尤其是向上的陡坡 这下林烨应该减速了吧 不对 他并没有减速的意思 什么 草 这不会是撞伤了吧 这就算再有逆天的车技 人也不可能驾驭脱离地面 在空中的车辆 林烨男神 减速啊 一时间 众人的议论 纷纷充满着担忧 此刻看着前方 不远处静直向下 距离自己愈发的静的陡坡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他的目光向前 眺望到了前方隔断的山群 那里是一个连续的U型直角弯道 踩油门 微微调控方向盘 林烨全速前进 疯了 彻底疯了 这绝无可能过去 照这个速度 他根本就摸不到 他出了上坡后的弯道 他会直接撞出悬崖的 林烨 彻将载入三险山的史册 能有这种勇气 已经是常人只有仰望的传说了 此刻 江星提到了嗓子眼上的 不只是现场的人群 李诗兰此时 在别墅的正厅 他的脸色极其的苍白 美眸盯着手机中的画面 眼底隐隐闪烁出了精灵的泪化 林烨 我不要你出事 某个密室内 七泽双目通红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画面 林先生 我七泽此生没有佩服过谁 你 毫无疑问是第一个 告诉我 你不会有事的 陆家的别墅内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双目失神地盯着眼前的屏幕 他如同被人霸道地抽走了灵魂 陆小曼喃喃自语道 林烨 你说过 会指导我的 一栋楼宇之上 安妮觉得 他头重脚轻 他有些不敢看手中的屏幕 但他还是倔强地咬着银牙 目不转睛地盯着里面 一道充满惊世害俗力量的身影 近了 马上就冲出陡坡了 此时车上的林烨 感受着冥冥之中 车速带来的一种 如梦似幻的直觉 他知道 此时此刻 有不少人都在关注着他 下一秒 林烨摇下车窗 竖了一个大拇指 林烨 不要不减缩啊 那样真的会车毁人亡的 林烨 单凭刚才的弯道 你已经足以封神了 为什么还给自己搭进去 我不要看到男神陨落 绝对不要 林烨此刻收回了手 他想要传达 让人们放心的意图 刚展示完毕 地狱 悄然降临这里 在所有人的心中敞开了大门 电光火石之间 林烨忽然将车头 往反向的左打 就在车辆即将起飞的瞬间 他猛然将方向盘往右一转 第六十三章 后人无法超越的神话 空中 即便是黑夜 但在众人眼中 仿佛依旧有着绚烂夺目的火花 不断冲击着 他们已经被震撼的 无以复加的灵魂 这一刻 林烨的车辆 直接翻转着起飞 直接跃出了车道 他的车辆下面 是正在向他招手的死神 悬崖深渊 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样的结果 他减速安安稳稳的 明明是能过去的 我不接受 为什么啊 林烨 他已经超越了飞训 不管怎么说 之前的瞬间 他已经是个新的神话了 林烨 这一刻 已经成为永恒 不管你想做什么 我已经彻底的心悦成福 然而 就在令所有人都感到 极其的惋惜的时候 忽然一声 恨不得要将嗓子喊哑的声音 静止在现场的喇叭里 爆炸般的响起 各位 不要放松 注意看 这也许是一个无人可超越的瞬间 一个后无来者的神话 高地上的裁判此刻 瞪大了双目 他的声音声嘶力竭 仿佛要将他的灵魂给喊出来 众人灵魂震撼 纷纷看向 那已经脱离了车道 即便是步入深渊 依旧无法泯灭的神盲魅影 只见林烨的车辆 在空中几个盘旋 呈现一种优美的抛物线 借助之前陡破的冲击力 居然开始越过下面的深渊 中间的隔断 静止翻越向前方的下一个关卡的弯道 全场顿时一片死寂 每个人 如同被无形中 充满霸道力量的手 死死地扼住了咽喉 灵魂 已经不受控制 开始被空中那辆带着神盲的车锁牵引 这个时刻 所有人 无一例外 神情都极端地统一 下一秒 只见林烨的车辆 刚经过最后一个反转 车轮落地的瞬间 猛然掉转方向盘 车辆又是一个旋转 卸掉了高空落下的绝大多数重力 冲击着驶入了第三关卡 再次回归正轨 地狱与天堂 在这一道优美到灵魂深处的抛物线上 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简直就是神 凭就二十多年跟车打的交道 这已经不是人能驾驭的情况了 人 如果用来形容灵魂的话 那是对他的一种亵渎 快 我要反复记录刚才超神的瞬间 以后无论到了哪里 只要有他在 我觉得我的生活就充满了激情与光明 太震撼了 简直是匪夷所思 此刻的人群已经彻底炸了锅 而此时灵魂所驾驶的车辆 已然驶入了最终阶段的赛道 他已经超神了 我现在断然 不会有人能超越他的 绝不可能 灵魂 无敌 看看他对车辆与赛道的完美到无可挑剔的把控 四个轮胎的车 在他手里如同可以随时变换的玩具 想要两轮着地就两轮着地 灵魂这个名字 注定要撼动这整个三险山部 是整个南疆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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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灵魂的车辆愈发靠近的轰鸣声 预示着这场比试已经接近尾声 终于 他的车辆如同贯穿了空间限制 带着无边撼动人心的霸道力量 抵达终点 灵魂缓缓下车 他神色淡然 但那来自他的耀眼的光芒 已经侵蚀了所有人的心神 侵蚀得非常彻底 此刻赛道之上 飞逊渐渐停下了车 停下了追逐 他清楚 已经绝无可能超越灵魂 他下了车 神色复杂至极 看着远处的灵魂所在的方向 眼底的布干 最终化作烟云 随着一阵微风 消散不见 飞逊顿了顿 眼底流露出了一种解脱 那是一种对长久霸绑的解脱 他做了几下深呼吸 再次进了车 调转车头 缓缓地折返 撤出了车道 一分四十五秒 比原本飞逊的霸绑记录 整整提前了近五分钟 裁判神色激动的大吼声 此刻响起 震撼 沸腾 太逆天了 太牛逼了 太无敌了 你们看 飞逊 他已经主动认输了 这不是自然的吗 他如果还不心服口服 我都看不惯了 这就是灵夜吗 飞弹远远破了记录 更是留下了一个 后人无法超越的神话 灵夜刚一推开车门 顿时一种狂热的人群 就将他团团围住 一时间 各种长枪炮弹 七嘴八舌 如同被赋予了奇异的魔力 疯狂地凝聚于灵夜周身 灵夜微微摇头 不然面对这么多人 就直接撤离 总感觉不是很好 下一秒 灵夜忽然转身 脚下发力 一个华丽的翻身 跃上车辆顶端 手中多出一个麦克风 灵夜嘴角微微上扬 此刻 全场如同被凭空施加了 隔音装置 鸦雀无声 各位 生活需要理智的勇气 同样需要淬炼出来的激情 相信自己距离成功 只会更进一步 灵夜的声音透过喇叭 清晰无比地渗透进了 每个人的心神 他话音落下 脚下猛然发力 对准他来拾开的车辆 借着几个狂热年轻人的肩膀 几个闪身 穿入了目标车辆 即刻驾车离开 整个过程 不过一个呼吸的时间 只留下一众神色恍惚的人群 生活需要理智的勇气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 以及内心深处 仿佛要燃起来了 相信自己 淬炼激情 多么震撼人心的鼓舞啊 我已经快要沦陷了 今夜之后 三险山霸绑者 不 是南江霸绑者 必定彻底更换 林夜之名 将成为亘古永恒不败的传说 此时车内的林夜 看了一下车内的时间 微微呼出一口气 好在来一趟三险山 所花的时间并不算长 丁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大师及音乐大礼包一份 请插收 来了 林夜眼神微动 嘴角微微上扬 直接吸收了这个奖励 一瞬间 他隐隐有种直觉 但凡跟音乐相关的事情 仿佛他都能游刃有余 林夜微微点头 想着终于有更多 与孩子们接触的时间 他会心的笑了笑 随即脚下油门一踩 车辆卷起一股夺目的风 很快便隐没在了街道 第64章 林夜 你放手 李诗兰静静地端坐在 别墅正厅的餐桌上 他刚换掉了身上干练的服装 现在穿的是一套宽松的睡衣 但即便如此 这所谓的宽松 反而无不透露着 令人浮想连翩的勾人魔力 他的美眸 时不时掠过敞开着的大门 眼底时不时掠过 一抹夺人心魄的涟漪 一道刹车的声音传来 他的嘴角 渐渐浮现出一抹动人的弧度 老婆 这马上都十点了 心里是不是很激动 因为想你老公我 所以睡不着觉 林夜但笑着闪身进了正厅 随即关了房门 李诗兰美眸直视林夜 朱唇亲起 林夜 这种事情 以后还是少做点吧 林夜目光微闪 随即笑了笑 老婆大人说得极是 李诗兰轻轻汗手 他的眼底 忍不住浮现出一抹好奇 林夜 你这么会做饭 会开车 我开始渐渐怀疑 你是不是哪个世外高人 放出来体验生活的关门子弟了 那还不好吗 你老公我这么厉害 孩子们岂不是能更加稳健的成长 林夜拍拍胸脯 一脸的傲气 李诗兰白了他一眼 早点休息吧 南疆是二音乐总决赛 距离越来越近了 明天还要继续带孩子们呢 李诗兰说完 就转动妙慢的身影 准备回房间 林夜在不经意间 发现了餐桌上的湿巾 他目光微闪 旋即一个闪身 静止出现在李诗兰面前 李诗兰微微一震 林夜 你 你干嘛 老婆 这些事情老是告诉我 是怎么回事 林夜一脸郑重地说道 李诗兰美眸闪烁了几下 这些都是吃饭 跟后来我简单擦桌子所用的 怎么了 你 老婆 你很不擅长说谎 或者说 你根本就不想要说谎 林夜说着 她的一只大手 已经搭在了李诗兰的箱间上 林夜轻轻俯身向前 这是你擦拭泪水用的吧 他说完这句话 另一只大手 已经浮在了还没反应过来的 李诗兰的脸颊上 林夜微微一叹 他仿佛在触碰 李诗兰脸颊上 无形中存在的泪痕 此刻的李诗兰 嗅到林夜身上独有的气息 他发现 他的心跳 又是不受控制地加速了起来 林夜 你 你放手吧 我那是因为开了门 眼睛里不小心飞进了小虫子 所以酸得掉了泪 之后 要用湿巾处理的 你开门是我了 等我 或者说 为了方便出去找我吧 林夜说完 他的手微微用力 李诗兰顿时被一股柔和又霸道的力道 给牵引着 拉近了与林夜之间的距离 这里不会有虫子 因为这里正厅内有循环的驱虫系统运转 虽然我平日里没有提及 他的味道也很淡 但不代表感受不到 老婆 你在担心我 所以落了泪 林夜说完 不给李诗兰丝毫反应的机会 两只大手忽然配合发力 一把将他揽入怀中 此刻的李诗兰 浑身猛然一僵 他听着林夜胸间那强有力的心跳 仿佛他的心每一下 都充满着一种抚慰灵魂的魔力 他发现 他的脸颊开始控制不住滚烫了起来 下一秒 他娇艳的脸上 顿时镀上了一层令人垂涎的红霞 李诗兰没有挣扎 他渐渐闭上双目 一双偶臂 逐渐还住了林夜那润人灵魂的腰背 他的身心彻底沉浸在了这一瞬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他发现 他并不是怎么抗拒跟林夜相拥 上次的情不自禁 李诗兰抛掉这些想法 安静地与林夜相拥 静静地将他的灵魂沉浸在这无边的满足感中 温度 不再是徘徊于两人之间 开始渐渐控制了二人周边的一切 一切显得渐渐开始如梦似幻起来 两久 李诗兰忽然感觉到 他的后背传来有些奇异的感觉 有些舒服 有些麻麻的 他微微一正 意识到那是林夜带着独特魔力的手 在轻轻游动 下一秒 李诗兰的脸色 刷 得一下就红了起来 林夜 你 你别动 他的声音低如泥南 也许是林夜的动作并不大 李诗兰并没有过多挣扎 林夜的呼吸渐渐有些快 他的神色时而无语 时而挣扎 时而带着几分火热与痛苦 此刻的他感受着怀中逐渐开始变得惹火 充满惊人诱惑力的动体 发现他的手已经开始不听使唤的 在即便是穿着睡衣 但肌肤依旧突破了衣服的限制 极其光滑细腻的李诗兰的背脊动作了起来 林夜忽然发现 他的呼吸居然开始变得隐隐有些贪婪了起来 那股撩人心神的忧香 仿佛要被他彻底吸进灵魂 林夜 你放手吧 你没事就好 毕竟孩子们只喜欢你做的饭 同时也很喜欢跟你在一起 李诗兰轻轻抬头 红艳的脸上 展现出来的竟是被一种满足感包围的涟漪 他吐气如蓝 娇羞的样子 与往日里高冷女总裁的模样 完全判若两人 四目对视 渐渐地 林夜察觉到 他腹部的一团即将压制不住的邪火 马上就要爆发 他发现他突然间有些口干舌燥了起来 下一秒 林夜鬼使神差地对着李诗兰半张着他那 仿佛能随时让任何男人浴火焚身的猪唇 缓缓吻了上去 李诗兰发现 林夜此刻目光中的炽热 仿佛要将他给吞掉 他的美眸再次闪烁起来 整个人浑身一僵 忽然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直接伸出了雪白的藕壁 随即用他那白嫩五骨的手 直接按在了林夜凑过来的嘴上 赶到自己的嘴 被香柔嫩滑的御手堵住 林夜发现他的嘴也不受控制了起来 轻轻吻了上去 此时感受着手上传来撩人的温热 李诗兰娇躯一阵 他的美眸间闪过一抹前所未有的慌乱 林夜 你放手 林夜微微一震 如此近的距离 他能清楚地感受到 李诗兰即将有真实的挣扎意味 一时间 他发现他腹部的邪火瞬间被熄灭了不少 随即林夜松开了手 二人分开 林夜 时候不早了 我要回房间休息了 你也早点睡吧 第六十五章 今天你也没时间吗 林夜微微摇头 他目光灼灼地盯着李诗兰 老婆 你不觉得这种话 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吗 李诗兰的脸色微微一变 林夜 你想说什么 他的音调不高 带着常识性的语气问道 随着李诗兰的话音落下 他已经侧边退到了 距离他本就不远的房间门口 林夜嘴角微微上扬 他没再说什么 而是主动对着李诗兰的房间踏出步伐 李诗兰美眸微闪 他娇艳的容颜上略过一抹寒意 不过跟之前的冷若冰霜对比 少了几分轻了 下一秒 他快速将他的房门打开 紧接着一言不发的转身 反手就要将门给带着关上 然而 就在门即将闭合的一瞬间 林夜的一只大手横空出现 静止拦在了门上 李诗兰忽然感觉到 他关门的动作 被一股不可撼动的力量阻碍 他立即转身 发现林夜正安在门前 任凭他如何用力 就是无法再关上门嘶吼 林夜 你的房间不在这里 我觉得 你可以适当地认为 我的房间就在这里 林夜的语气带着几分调侃 李诗兰美眸微张 也许是想到了什么 他的神色多了几分慌乱 但更多的是一种 渐渐不满寒霜的冰浪 林夜 我们之间并不能算是多么了解 我想你也知道 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多少时间认识 你猜来几天 闻言 林夜微微一笑 他手上猛然发力 紧接着他一步迈出 瞬间就拉近了与李诗兰之间的距离 老婆 照你这么说 我们以后是不是有的是时间 近距离嗅到熟悉的气息 李诗兰那令人垂涎的娇颜 再次不受控制的一红 他刚要开口说什么 林夜半开玩笑时的声音再次响起 老婆 咱先打住 听到你话中隐含的拒绝意味 你老公我可不是多好受啊 林夜话音落下 身影一闪 即刻离开 回了他的房间 速度很快 感受着身边忽然一空 李诗兰微微一震 随即嘴角划过一抹夺人心魄的弧度 一日 天还未亮 天空已经被染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颜色 林夜将餐桌上的佳肴套上护餐纱 指出肆意的香气后 走出了正厅房门 他准备进一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 然而 他刚一打开门 一道熟悉的面孔已然出现在外面大院内 他连不轻移 正朝着他这边走 步伐轻快 林夜淡笑着打招呼 安妮 今天你这也太早了吧 安妮穿着习惯的职业装 娇小玲珑的躯体式 仿佛要撕开她的外在服饰 玲珑的美 被赋予了一种若隐若现的疗靶 增添了一种别样的美丽 安妮的神色看起来很是欣喜 她的大眼睛 时不时紧紧地盯着林夜 里面闪烁着掩饰不住的崇拜 看起来像是闪烁着银银光辉的小星星 很是闪耀 她自顾自地说道 林先生 你太厉害了 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 所以才来得这么早的 林夜嘴角微微上扬 旋即摆出一副自然如此的姿态 看在你将本帅哥 当成人生信仰的份上 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告诉我 我罩着你 安妮红着翘脸 笑得像个可爱的小精灵 她眨巴了两下大眼睛说道 好啊 这可是你说的 不许反悔 从今往后 我就当你是我的男神了 林夜很骚包地扬了扬头 不经意间 她发现前方院门处 多了一道利益 陆小曼穿着一身雪白的连衣裙 饶是如此 她的一双偶臂上 当人心神的光芒 也无法被掩盖 她面带微笑 手上戴着之前的笔记本 静谜一人地站在那里 与隐含雷鸣之声 灰蒙蒙的天空 与暗淡的光线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周围的一切 显得格格不入 仿佛一个降落人间的小仙女 此刻的安妮 没有听到林夜的回应 见她的目光有些游离 于是下意识 顺着她的目光方向看 下一秒 安妮的翘脸微变 呦小曼 她怎么在那里 林夜嘴角微微上扬 摆了摆手 很是骚包地说道 你觉得呢 自然是被本帅哥 吴与伦比的魅力所吸引 无法自拔 控制不住赶过来的 她话音落下 随即迈开了步子 走向陆小曼 安妮微微一震 大眼睛转了转 忽然间看向陆小曼的目光中 多了几分警惕 随即快速跟了上去 陆小姐 现在还不算是早上吧 你这么早就过来 难道不知道 很有可能会打扰到别人休息吗 林夜调侃着简单打招呼 陆小曼微微汗手 忽然有些俏皮地 瞄了林夜一眼 最早之前不是说过 我是你的粉丝吗 粉丝这么早来瞻仰一下男神 难道不行吗 陆小姐 你身为陆家的掌上明珠 怎么会成为林先生的粉丝呢 不等林夜开口说什么 一旁的安妮忽然抢先应声 她的音调有些拔高 陆小曼面色不变 目光一向安妮 初次见面 听说你跟蓝总走得很近 都知道蓝总是冰山美人 你能做到这样 中间应该少不了 你心情的汗水吧 相见既是缘分 到时候有什么不便处理的难处 可以跟我聊聊 她的语气婉转宜人 听起来有种淡淡的舒心感 安妮微微一正 初次见面 你就知道我 不过 下一秒她立即意识到 陆家这个庞然大物 想要调查她 根本不在话下 你好 谢谢陆小姐的好业 我挺好奇的 你跟林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面对谈吐举止 哑然的陆小曼 此刻安妮的语气 渐渐缓和了下俩 陆小曼言简意该地回应 陆英鹏注定地相遇 就在安妮还要说什么的时候 林业忽然插了一嘴 两位 看来你们之间聊得挺投缘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先不打扰了 我先回 林先生 请等一下 陆小曼忽然叫住了 郑玉转身的林业 她的语气隐隐多了一份急切 林先生 今天的指导 你也没时间吗 第66章 不欢迎 林业下意识地想拒绝 忽然看到陆小曼眼底地透露着几分 真切的祈求意味 林业目光微闪 开口问道 陆小姐 这么着急 陆小曼清敏诛唇 随即开口 再过不久 就是关于我人生中的一场 极其重要的演唱 我很想尽全力 所以 陆小姐 实不相瞒 林先生现在也有她的钥匙需要处理 恐怕没有多少时间 安妮此时说出实情 陆小曼脸色一白 但还是强颜欢笑的 好吧 那林先生先忙 以后 有时间再说吧 她的话说到最后 仿佛带着无尽的遗憾 触人心神 陆小曼说完 便转过了身 她的背影 亮丽依旧 但步履似乎十分沉重 她每走一步 便如同被无形中的压力 给冲击一下 萧条之中 又透露着勾动 任心声联系的念想 林业眼神微动 她忽然觉得 一而再 再而三地没有答应给她指导 是有那么一点不妥 即便当初没有说答应 而是默认 即便手头上 的确有事情要做 陆小姐 你等一下 林业顿了顿 决定先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会让陆小曼的表现如此反常 陆小曼身形一致 但并没有转身 林先生 你要是有什么事情 就去处理吧 我不希望自己勉强别人 她刚说完 再次迈开了愈发艰难的步子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脚下发力 顿时一个闪身拦在她面前 陆小姐 我希望我的粉丝 能更加坦诚一些 有什么话不要藏着掖着 有什么事情 不要自己默默承受 陆小曼黯然的脸上 顿时生出了几分重新燃起的光明 林先生 其实我家里的爷爷快走了 在这之前 他想要亲身参与我的演唱 非常重要 所以 陆老爷子要走了 林业下意识开口 陆老爷子威名赫赫 商界大佬 陆家集团的掌舵者 怎么会这么突然就要走 陆小曼叹息一声 随即回应 我爷爷是上了年纪了 他的身体经每过一段时间都有检测 一次结果比一次恶化 这些累积 预示着他已经快不行了 林业略微沉饮片刻 随即眼睛微眯 陆小姐 你稍等片刻 我马上过来 他话音落下 不待陆小曼反应 顿时几个闪身 直接进了别墅 路过安妮 林业随口说道 安妮 你也稍等一下 林业窜进别墅正厅后 脚步不停 几个闪身来到李诗兰的门前 林业迅速抬手 正当他准备有所动作的时候 门忽然被李诗兰从里面打开 林业的手忽然一空 随即落在了女人的肩膀上 刹那间 林业发现 她的手不受控制地捏了两下 林 林业 你干嘛 流氓 大早上你居然 老婆大人息怒 我们直奔主题 我想跟你说个事情 林业连连白手打断了他 说事情就说 能不能先把你的手给我放开 李诗兰娇颜泛红 瞪着林业娇喝道 林业微微一正 顿时有些无语地 扫了他那只作案的手一眼 立即收了手 紧接着 他语速飞快地 给李诗兰谈及了 刚才陆小曼的情况 李诗兰美眸闪烁起来 但他的下一句话 似乎显得很是偏离主题 林业 你会做歌也就算了 你怎么还会音乐指导 要知道 音乐的组成 可是饱含很多方方面面的 你要是现在去陆家 给陆小曼指导 恐怕会花费不少时间 孩子们距离决赛越来越近了 而且越起眼 林业一脸自信满满地 打断了李诗兰的话 老婆 这些都不是问题 这样 我先给你们送到公司 先进一步确认 一下陆家的情况 看看能不能通过 其他的方式处理 让事情两不耽误 不会做过多停留 李诗兰没有多想 随即点了点头 行 那就这样吧 公司本身跟陆家 也没有什么对立的情况 如果能尽快解决问题最好 李诗兰说完 似是不经意间 瞄了林业一眼 补充道 林业 出门安全第一 最后这句话 变成了一种小声低难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轻轻拍了拍李诗兰的乡间 放心吧 你老公我可是帅得很啊 我去给那陆小曼打声招呼 他话音落下 此刻别墅外的陆小曼 时不时正跟一旁的安妮聊着什么 陆小姐 人都有生老病死 不要太往心里去了 得知情况后的安妮 此时彻底放下了心头 一种莫名的警惕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解与同情 嗯 谢谢 陆小曼轻轻汗手道谢 随即他话锋一转 安妮小姐 你也是林先生的粉丝吗 安妮俏脸忽然忍不住隐隐泛红 他没想到陆小曼的话 转变得这么快 他大眼睛转动两下说道 林业可是亲口说过 就在他朱唇轻起 要说什么的时候 一道带着几分调侃又熟悉的声音传来 陆小姐 久等了 陆小曼神色一喜 不过下一秒有些忐忑起来 他看着正走过来的林业说道 林先生 我 不是问题 林业简单摆手随口打断了他的话 陆小曼顿时巧笑奄然 如同齐鸣战放中最为显赫的花朵 那我们现在出发吗 录音彭剑 林业目光微闪 恐怕还要让你再等一下了 你可以先回陆家等一下 我送完老婆跟孩子 然后过去找你 陆小曼微微一正 顿时觉得 哪里有些转不过来弯 他下意识问道 林先生 去我家指导吗 林业但笑着说道 对 就是去你家 怎么 对我这个不速之客 很不欢迎吗 陆小曼连声说道 哪里 林先生能去我陆家 也是我陆家的荣幸 他说到这里 带眉微醋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再次说道 林先生 我就在这里等候吧 到时候你过来了 我们一起回去 怎么 难道我自己过去 陆家还有什么不太好的阻案 林业尝试性地调侃了一句 第67章 要顶不住的陆老爷子 文言 陆小曼不由多看了林业一眼 林先生说得不错 林业眼神微动 不过没有再接这个话茬 他简单跟陆小曼交代了几句后 折返回了别墅 即刻行动 大概二十多分钟后 林业送完了李世兰跟孩子们 与陆小曼在别墅附近会合 林先生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陆小曼率先开口 他的眉眸之间 闪烁着思索的光芒 林业但笑着说道 嗯 陆家的掌上明珠 果然不是一般人 实不相瞒 当前这个时间段 指导你音乐这点 其实并不是我的本意 毕竟我的孩子们 即将要参加南江少尔音乐决赛 林业说着 见陆小曼神色立即暗淡下来 随即画风一转 语气渐渐变得神秘兮兮了起来 不过虽然不能真正腾出时间指导时间 但也许能从陆老爷子身上 看出点什么 陆小曼微微一震 他的美眸闪烁了几下 随即有些不确定的胡一道 林先生 难道你想说 要看看能不能治疗我爷爷的病 他刚说完这句话 顿时摇了摇头 我知道 也许林先生是想换个委婉的方式拒绝我 哎 谢谢林先生的好意 我 陆小姐 关于看看你爷爷这件事 我想你的心底 依旧有着几分被强行压下去的期待吧 林业轻描淡写的这句话 顿时让陆小曼身体猛然一降 陆小曼忽然发现 他的呼吸渐渐有些不受控制的加快 眼眶里居然隐隐要渗出泪水 林先生 你难道还会医术 真的有办法救治我爷爷吗 就算你是在说大话 我也接受 大话不大话的 到了就知道了 林业尽量让气氛变得轻松 他的语气很平缓 语速不慢 他看得出来 陆小曼与他爷爷之间的亲情很深 他即刻补充了一句 如果能延缓陆老爷子的病情 岂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陆小曼掏出湿巾 轻轻擦掉他眼角精英的泪花 平复了此刻起伏不止的心绪 原来 这才是林先生的目的 林业洒然一笑 毕竟我也不方便一直因为有事拒绝你 自家这边的事情也不会不管 好了不说了 现在出发吧 我来开车 你说位置就行 陆小曼长呼一口气 做了最后调整 随即嫣然一笑 点头答应下来 很快 林业上了一辆淡红色轿车 这里的味道好独特 车内一股芳香扑鼻 林业下意识大口呼吸了一下 随即称赞道 陆小曼微微一笑 林先生喜欢的话可以开得慢一点 林业忽然觉得他有些跑偏了 随即不再言语 一套驾轻就熟的操作 随着隐情的轰鸣声 车辆请客之间隐没在城市街道 不到十分钟 二人来到陆家大院门口 此刻陆家大院门口左右两边 各有两个身穿黑色制服的男子 笔直地站着 他们也注意到了正下车的陆小曼与林业 其中一名男子脸色微变 他快步上前 神色恭敬地说道 陆小姐 您回来了 老爷子那边已经要顶不住了 你说什么 陆小曼如同遭了晴天霹雳 之前医生不是说 他至少还有一到三天的时间吗 怎么回事 陆小曼的音调渐渐拔高 他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起来 男子摇头说道 陆小姐 他们都来了 不管是医生还是自家人 这是真的消息 他说完后 退回原位不再多言 陆小曼如同失了魂 此刻的他双臂一锤 仿佛一个提线木偶 愣愣地站在原地 陆小姐 这种事情就算勉强 也勉强不过来 走吧 我们进去看看再说 林业的语气中带着劝慰 呜 不曾想 此时的陆小曼居然哽咽了起来 他的脸颊上不知何时 已经涂上了两行青泪 林业身形一致 他目光微闪 随即快速闪身到车里 给陆小曼递了诗惊 谢谢 陆小曼哭得梨花带雨 林业默默站在一旁 片刻后 陆小曼终于勉强恢复了常态 林业即刻开口 陆小姐 事不宜迟 我们先进去看看吧 不曾想 陆小曼根本就没有动作 他简单地调整了一下呼吸 林先生 你回去吧 我父亲 我叔叔他们都在 这么多人 已经证明了我爷爷真的 陆小姐 做人怎么能言而无信 这好像有失你的风格啊 林业不以为意地打断了他 事到如今 就算是让我试试 那又有何方 更何况 这么多人都在 我跟陆老爷子之前 又无冤无仇 难道你还怕我当场 整出什么幺蛾子 陆小曼叹息一声 最终点了点头 好吧 那你跟我来 二人随即进了大院 此时 陆家偌大的别墅正厅 一群男女老少神色难过 有的带着哭腔 以及手忙脚乱 正在操作顶级设备仪器的医生 正围着眼前一栋病床上 几乎掩掩一息的哭受老者 庄医生 求求你 一定要救救我父亲 你是这里最有名 最有威望的医生 出多少钱 我都愿意 一名看起来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嗓子已经快寒哑了 他紧紧地抓住 一名身穿白色大褂 看上去三十来岁的医生乞求道 庄医生摇头一叹 陆先生 请你节哀吧 就算是给陆老爷子 送进南疆首屈一指的有名医院 也绝对没有可能出现什么奇迹了 不 庄医生 您德高望重 您 庄医生摇头打断 陆先生 人本身就有生老病死 看开一点吧 被称作陆先生的男子 脸色一白 此时他身旁的 一名同样是四十来岁的男子 拍了拍他的肩膀 哥 听天由命吧 庄医生说得不错 我不服 之前明明说还有几天的时间 为什么如今病情恶化的不说控制 如此之快 陆先生一声抱贺 他身旁的男子面色微变 眼底闪过一丝不耐 不过他依旧做出一副 很是惋惜惆怅的神情 唉 我也希望 父亲能再坚持一段时间 可 爷爷 我回来了 忽然一道隐含悲戚的声音传来 第六十八章 仗是欺人的彰显方式 众人皆是向后转身 小曼 你回来了 正想派人联系你呢 快去看看你爷爷吧 陆先生连声开口 注意到他一旁年轻的灵夜 陆先生眉头皱了皱 不过没等他开口 他身边的男子率先冷声说道 小曼 你怎么还带一个外人进来 陆小曼面色微变 但还是上前一步说道 陆杰叔说 这个人是我带来 给爷爷看病的医生 此际 带着他霸道的魔力 撕裂了人与大脑之间的联系 刹那间 这里变得鸦雀无声 片刻后 陆杰微微叹息一声 扫了一眼 一开始直接被他无视的灵夜 随即很是理解的 看了陆小曼眼说道 小曼 陆杰说完目光转向陆先生 陆韵伯 你身为大哥 管管你的女儿吧 他可能太担心老爷子的安危了 陆韵伯眼底掠过一道不甘 但还是皱着眉头 对陆小曼说道 小曼 让他该去哪去哪吧 现在我们陆家的人 除了医生跟亲戚 不适合有其他外人出现 爸 他 住口 让你做你就照做 这件事情不能一厢情愿 有他的规矩 陆韵伯 我当即严肃地打断了陆小曼的话 陆小曼脸色一白 眼底顿时浮现出一抹绝望 你是 三险山飙车那小子 此时陆杰有些疑惑的声音响起 他顿了顿脸上的不屑更胜 一个靠着运气 会点飙车水平 不务正业的人 我奉劝你以后离小曼远点 今天 看在小曼的面子上 我不做过多追究 现在给我离开陆家 陆杰此话一出 顿时在场的人的神色 纷纷变得有些精彩 但更多的 还是一种隐含的悲戒 陆说 不准你这么说林先生 陆小曼此时迎牙一咬 抬起雪白的藕壁 护在林叶面前 陆杰眉头微皱 眼底很是不耐烦 就在他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他身边的一个 看起来二十来岁的年轻男子 抬头傲然道 小子 我承认你飙车是有那么一手 但现在是在我陆家 我奉劝你不要不知好歹 我想 你来的时候 应该看到门口的那些保镖了吧 说到这里 男子冷冷一笑 他蔑视地瞪了林叶一眼 像那种人 我陆家要十个有十个 要百个有百个 你明白 你现在该做什么了吧 陆涛 你总是这样 我很烦你 你知道吗 陆小曼紧紧促着戴眉喝道 赶紧给林先生道歉 陆涛冷冷一笑 小曼姐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这么做 还有一种意思 就是彰显我陆家的名声 你 闭嘴 你通过这种 仗势欺人的方式 彰显 你 陆小曼立即打断了陆涛的话 然而他的话也没说完 被林叶白手制止 林叶无视了陆涛 看了一眼郑主陆运博 难得来自大户人家 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既然如此 我倒是不想离开了 干脆跟着凑个热闹 当得回离吧 放肆 来人 给我将他扔出去 见自己被无视 同时林叶如此轻描淡写地当众装插 陆涛顿时爆喝一声 忽然间林叶两侧出现了两个急速向他冲过去撞汗 陆小曼此时脸色更为惨白 他正要说什么制止 林叶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感受着肩头传来的温和力道 陆小曼心神一震 他一时间没有动作 见自己的人 已然快要将林叶夹击陆涛比翼地讥讽到不自量力 连跑的力气都没有 被吓傻了吧 此时的林叶 感受着两边横向向他切过来的破风声 嘴角微微上扬 说时迟 那时快 他微微侧步 身体向一侧倾斜 规避过迎面向他砸过来的拳头的同时 以迅雷之势抬了抬手 只见距离他最近的一名壮汉 身体忽然一将 顿时双眼瞪大 不可置信地盯着林叶收回去的手掌 如同定格了一般 近乎是同一时刻 林叶脚下猛然发力 他的身影如同鬼魅 靠近了另一名壮汉 林叶的另一只手抬了抬 另一名壮汉瞬间摆出了 与他对面的壮汉几乎一模一样的神情 林叶这一系列的动作 仅仅是发生在半秒不到 速递太快了 令人很正常地捕捉他到底做了什么 你们两个瞪着他干嘛 给我上啊 陆涛刚才觉得 好像看到了林叶做了什么 但他不过一秒就觉得是他的错觉 我不是在给你们两个说话吗 你们是听不见还是怎么了 陆涛的疑惑 也是在场的多数人此时的心声 不用喊叫了 他们两个已经失去战斗力了 回应所有人的并不是两名壮汉 而是体型相对差距明显的林叶 哼 是吗 我看你是准备好想逃跑了吧 提前装插 先给自己点面子是吧 陆涛讥讽地说着 随即脸色一沉 原本让你滚 你不滚 现在你居然敢当众不知好歹 简直是不把我陆涛放在眼里 我就 扑通 扑通 两个壮汉瞬间栽倒在地的声音 打断了陆涛嚣张的言语 他的瞳孔渐渐放大 不过下一刻 陆涛忽然高声大喊 来人 有刺客 给我将他拿下 闻言 林叶忍不住吃笑 不过他并没有搭理陆涛 随即忽然震合道 我来这里就是看看陆老爷子的情况 你们要是耽搁了时间 他真的走了 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他的语气夹杂着丝丝力道 下一秒 这里陷入了短暂的寂静 此时 陆运博扫了一眼倒地不起的两名壮汉 目露惊骇 随即他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叫林叶是吧 林叶面色平静 点了点头 这里毕竟是我陆家 而且现在这种场合 如果你没有真正做出点什么 打扰的不单单是我 而是我整个陆家 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 对此 我想听听你的说法 第69章 还不快答应林先生 不要跟这小子废话了 我看他一定是用了什么暗器 他手上肯定塞了什么东西 才导致刚才那样的 此时陆涛忽然抱和起来 他发现林叶从头到尾 都没有怎么看他一眼 这种被无视的感觉 一直被累积 平日里被簇拥习惯了的他 怎么可能忍受的了 随着陆涛此话一出 在场的众人面色结实一变 难道这小子 真的藏了什么暗器 体型差距太大 居然还能轻松反制 恐怕就这么理解 也没毛病 我估计他这次来 很可能就是要对陆老爷子 或者我们陆家不利的 难道陆小姐跟此人沆瀣一气 嘘 这种话别瞎说 万一陆小姐也不知情呢 众人议论的矛头 顿时更深地指向了林叶 各个开始对他指指点点起来 面露不善 此刻的陆杰 眼底划过一抹冷笑 随即跟着附和了起来 大哥 不用急着跟这小子啰嗦 他一定的是 手里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在 文言 陆韵伯的眉头微微皱了皱 他的心底 还是有些相信群众说的话的 毕竟林叶看起来太年轻了 哦 你说我手里有东西 既然这样的话 那不妨来打个赌如何 林叶痴笑着开口说道 哼 赌就赌 少给我装叉 本少不惧 你想赌什么 尽管开口 陆涛一脸的蔑视 他无论如何 也不会相信林叶会那么轻松地反制那两名壮汉 更何况 他的心底还在窝着正在控制不住攀升的火气 很简单 如果我手里没东西 你就跪在地上学两声狗叫 如 林叶的话没有说完 陆涛忽然暴跳如雷地打断 好 你他妈的 要是手里有东西 老子今天就要剁掉你一只手 郭躁 林叶忽然高声震吓 他的声音中夹杂着丝丝力道 陆涛忽然感觉 他的心神猛然一颤 一股仿佛来自他的灵魂 不可控制的恐惧 顿时不可遏制的滋生而出 他的脸色一白 顿时嘴唇哆嗦着 有些支支吾吾了起来 林叶见不只是陆涛 现场都变得安静起来 随即他嘴角微微上扬 我对你们的热情 有些盛情难缺 而且大家都是初次见面 难免心中有陌生带来的芥蒂 所以来检查的人 就让陆小曼来吧 总之都是在你们的眼皮底下 有什么意见或者不满 可以随时指引陆小曼动作 如何 好 事不宜迟 小曼 你现在检查吧 陆韵伯不想耽搁时间 扫了一眼陆涛 立即应声 陆涛恶狠狠地瞪了林叶一眼 忽然注意到 林叶投射过来的目光 陆涛眼神慌忙闪躲两下 没有再多言什么 陆小曼按捺住心底 对林叶的好奇 旋即带着探测仪上前 片刻后 陆小曼彻底松了一口气 他在林叶身上 除了发现了手机 再没有其他 我不信 陆涛忽然声色俱力地喝道 小曼姐 你看看地上两人的身上 有没有什么东西 陆小曼目光微闪 但还是动作流畅地照做 然而 结果并没有查到 任何跟所谓的暗器相关的物件 陆涛的脸色忽然有些涨红 让他堂堂一个陆家少爷 在这么多人面前学狗叫 简直比奇耻大辱还要难堪 他一定是用什么歹毒的手段 这里就有医疗设备 给他们再检查一下身体 问题一定出现在身体里 陆小曼怠眉微醋 不过他不想担的时间 随即拿起设备开始检查 然而屏幕上的数据显示 这两个壮汉 根本就没中什么毒之类的内在暗算 陆涛这下彻底慌了 这 这不可能的 我不相信 我不接受 父亲 你帮我说两句吧 我不想学狗叫 陆姐此刻的脸色 极其的难看 陆涛是他的儿子 如今陆涛搬起石头 狠狠地砸他自己的脚 还是在他这个父亲面前 这让陆姐顿时有一种 像一巴掌抽在陆涛脸上的冲动 不过他 还是脸色铁青地克制住了 当众对他儿子出手 传出去 并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情 林液 我想这件事情 就这么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算了 如何 算是给我陆姐一个面子 这张卡里的钱 你先用 觉得不够了 可以随时来找我谈 陆姐看似退让的言语中 流露出来的是一种盛气凌人 他说着展现出了手中的银行卡 林液微微摇头 目光略过神色 渐渐变得巨傲的陆涛 如果你们要违约 我不介意自己亲自动手 他的语气十分淡然 但其中坚决异常的态度 顿时令周围的人群 变得无法安静起来 四 这小子刚刚说什么 他居然放弃了眼前天大的人情 以及价值不菲的银行卡 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赌约 居然放弃了实打实的钞票 看他那隐含的架势 还敢反过来威胁陆家 真是年轻气盛 仗着自己有点手段 就不知所谓了 终究还是一个人罢了 我看他并不是很懂 什么叫现实的残酷 狂妄 就凭你也敢在这里动手 陆杰怒极反笑 知不知道我陆家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只见林液脚下猛然发力 身影一闪 顿时出现在一旁 惊疑不定的陆涛面前 林液忽然抬手扣在了 他的肩膀 随即像是拎着垃圾一样 一把将他甩出人群 没来得及反应的陆涛 顿时摔了一个狗吃屎 一脸抢地 面对有些猛圈的众人 林液的脸色 渐渐冷了下来 刚才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如果要违约 我不介意亲自动手 而现在这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我的手段 我再说一遍 你们不想耽搁时间 我也不想 众人渐渐反应过来 陆杰瞳孔一缩 脸上顿时阴沉至极 林液 放我儿子 有话可以好好说 你要是胆敢对我儿子动手 我 看来 你并不懂 什么叫时间的可贵 林液微微摇头 猛然一脚踩在了 趴在地上的陆涛肩头 啊 陆涛忽然发出一声狼嚎 林先生 有话好好说 陆涛 都是你自食其果 还不快答应林先生 陆杰面色一白 顾不上那么多 连忙对陆涛呵斥了起来 第七十章 不要打扰 谢谢配合 陆涛此刻只感觉到 他肩头的阵阵剧痛 让他几乎要昏厥过去 他惨叫连连 啊 林先生 请松手 我力学狗叫 林液神色淡漠 望望 陆涛极其耻辱的发声 听不见 林液冷声喝道 陆涛一咬牙 心中一横 猛然憋屈无比的大喊 望 望 林液顿时笑了起来 陆绍 早知道如此 何必非要这样 早早的遵守 约定多好 你说是吗 陆涛灰头土脸的起身 目光闪躲 他连声点头 是是是 林先生所言极是 看着林液面对这么多人 而且还是在陆家 这种他从未来过的地方 依旧隐隐有种独属于他的魅力 显得那么耀眼 陆小曼美眸之间 闪烁起了层层荡漾起来 遮不住的涟漪 大哥 刚刚为什么你无动于衷 难道就看着你侄子 这么颜面扫地 此时的陆杰 眼底隐含着几分怒意 对陆运博说道 大伯 一旁灰头土脸的陆涛 也是张口要说什么 忽然被陆运博 怒声呵斥着打断 与人有余 遵守承诺 是我陆家李杰 陆杰 这次事情 就当给你儿子一个教训 你平日里 是惯着他太多了我看 陆杰面色一沉 不过下一秒 立即恢复过来 一脸的认错态度 铭记大哥教训 陆运博说完 不再搭理他们父子二人 随即看向林业 林业如此年轻 刚才一击轻松制服两个壮汉 明显有着跟他的年龄 极其不对等的实力 既然如此 如果他懂医术 是不是也有那么点意思 本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 陆运博现在已经不想放弃 他的语速不慢 林先生 刚才的一场闹剧 先接过去吧 林业微微点头 他对这个陆运博并不反感 下一秒 他静止对着人群走去 顿时人群让开一条路 顺着让开的路往前看 只见庶民一生 依旧在忙活着手头上的任务 林业目光微闪 走近后主动开口 诸位 麻烦请暂停一下手上的事情 我来 你来干什么 你是哪位 院长介绍过来 跟着实习的新人吗 林业的话没说完 就被额头上已经布上了层层细腻汗珠 动作最为娴熟的庄医生打断 他此刻头也不抬 神情专注 他一直带着人 专注地给陆老爷子的状况 扭转生机 并没有注意 之前人群后方的情况 也无暇关注 林业目光微闪 走近后轻声开口 庄医生 我并没有意图打扰各位 请给我一些时间 看几眼陆老爷子就离开 庄医生并没有在意 只觉得林业可能是哪个新来的陆家家属 随口说道 好 之后 请你自主离开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点了点头没有多言 旋即来到一栋病床面前 陆老爷子的眼皮 微微抖了抖 他半睁着眼 浑浊不堪的目光 来回尽力地打量着林业 他早已干枯的脸上 仿佛带着几分 很想流露出来 但却根本无法成功地疑惑 林业淡淡一笑 陆老爷子 我是林业 跟你孙女认识 过来看看你 他话音落下 探出手 把住了陆老爷子的脉搏 不过两秒 林业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就在他准备继续 有所动作的时候 一道带着疑惑的冷声传来 你在干什么 不是看几眼病人 反而开始了把脉 你真的是实习医生 林业眼神微动 扭头正准备说什么 只见庄医生冷着脸 他再次冷声喝倒 请你离开 不管你的关系多大 如今病人的情况 根本不可能是你一个实习生 能介入的 此时 一旁的陆韵博 正准备开口 对庄医生说什么 林业平静的话音 忽然响起 陆老爷子并不是年迈体衰 正常出现的病症特征 他这话一出 全场如同被施加了定魂魔咒 所有人的目光 动作 甚至是呼吸 仿佛在这一刻 被这个小场地所凝制 两秒后 全场如同被填满了 落下了密集的炸雷 死 我需要谁 给我狠狠地来一下 他马的证明 我是不是活在现实里 今天的一切 都因为这个林业的出现 显得那么如梦似幻 他不会是装过头了吧 庄医生乃是医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三十多岁 如此年轻就获奖无数 医学界公认的权威之一 他的话 以及之前的检查 怎么现在看来在林业面前 有种小屋见大屋 荒谬至极的错觉 不管怎么说 无论如何 我是绝对不会相信 林业如此年轻 甚至说年轻的可怕 光是能打 会飙车 就有资格挑衅庄医生 顿时一波 炸锅热潮涌起 庄医生皱了皱眉头 还是思索了一下 之前的检测流程 最终摇了摇头 根本没有问题 他的眼底掠过了一抹不耐 请你自主离开 我想陆先生会支持我的决定 我不想让你难堪 你 你说什么 此刻的陆运博 瞳孔剧烈地收缩 他的满脸 被布上了层层难以掩饰的激动 难道老爷子 真的还有救 这里面另有隐情 不过下一秒 他再次打亮了林业一眼 终究还是太年轻 他脸色微微一沉 林先生 你觉得这种骇人听闻的话 随便说出来 很有意思吗 此刻人群中的陆杰冷哼一声 看向让他的儿子 颜面扫地的罪魁祸首 林业 眼底一抹阴毒掠过 林业 之前的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救 但如今你在这么多人面前 还是在我陆家当众口出狂言 如果你做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不保证 你能否完成地离开陆家 顿时一群人跟着附和 面对众人的质疑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他的手微微一抖 暗中多出数根银针 在动手之前 他忽然发力 高声震吓了一句 在心底的那一点点期待 那么给我一点时间 不要打扰 谢谢配合 他的话音落下 顿时现场再次安静下来 第七十一章 即将爆炸的球 庄医生此刻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他再次上下打亮了林业几眼 随即眉头拧成了一团 林业 不要觉得 现在可以趁着陆家众人救人心切 就可以肆意妄为 实习生就干好实习生的工作 我现在以切实的资深医生名义提示你 马上离开 在一旁好好看着 庄医生这突如其来的高声震吓 没错 我突然间感觉 差点就被这林业给蒙骗过去了 我看他就是来借助陆家 以及庄医生的名号 强行参与这次事件 给自己徒增名胜的 对 庄医生毕竟有实打实的实力在那里 他一个医术领域的无名小卒 有这种急功近利的想法 我看非常合适 让他离开 陆先生 这小子摆明了 就是在这里撒野 庄医生的话语 即便不是为了煽动群众 但其中的分量 已经完全达到了煽动的地步 顿时人群开始 渐渐有些激愤起来 陆运博身为陆家长子 他的脸色渐渐变得有些难看 原本脸上隐含的期待 渐渐被一抹阴云掩盖 他的目光闪烁片刻 最终微微叹息了一声 仿佛饱含着无尽的惆怅 他终究是没有开口说什么 相比于他人对林业的不善 他还是希望林业能做出点什么 此时的庄医生 有些诧异地看了陆运博一眼 他没想到 在这件事上 对自己的吩咐 一向言听计从的陆运博 此刻居然头一次 违背了自己的意志 庄医生眼底 盈盈闪过一丝不耐 他对旁边的几名手下医生 挥了挥手说道 你们几个 现在停下手头上的工作 我一个人来 我需要你们 用最快的速度 将这个年轻人 带出我的视线 随着他一声令下 几名助理医生二话不说 直接朝着林业围了过去 林业调侃道 庄医生 你这是得有多专注 刚才一条狗的望望声 多么有意思 你居然都能屏蔽掉 此时折覆在人群后面 灰头土脸的陆涛 忽然浑身一震 他发现人群中 时不时有人的目光 在偷偷瞄向他 他的脸色 刹那间有些猙獰了起来 动手 庄医生皱着眉头 立一声喝道 面对几个围上来 可以说毫无动手实力的医生 林业微微摇头 他脚下发力 身影顿时化作油龙 几乎是在一瞬间 将蕴含力道的手 搭在了他们的肩头 随即林业稳住身形 面色平静下一秒 几名对林业围上去的医生 顿时各个面色苍白 如同受了内伤 浑身僵硬起来 众人只看到几人 朝着林业围了上去 紧接着 他们就像被人施加了置身魔咒 动作渐渐凝制了起来 死 其中一名医生 开始倒抽凉气 仿佛刚刚才反应过来 我的肩膀 嗯 我的半边身体 都感受到了顿痛 另一名医生目录惊骇 他发现 他的身体开始忍不住颤抖起来 另外几名原本要围上林业的医生 同样各个面露聚色 两秒不到的时间 几名医生再也没有其他动作 仿佛是受了什么重疮 调戏般大口喘着粗气 见状 庄医生瞳孔一缩 他身为资深医生 从那几名手下的神色状态 不难看得出来 他们隐隐难受的模样 绝对不是庄出来的 你不是实习生的医生 林业头也不回 随口说道 难道只有医生 才有资格拥有医术吗 随即他静止 走到病床上 哭受老者陆老爷子面前 摇头叹息一声 一脸的无语吐槽了一句 陆老爷子 这里的人要么很敬业 要么很热情 非常的担心你 搞得我跟你好好接触一下都难 就在林业说完 正准备动手的时候 忽然一声爆喝 顿时席卷了全场 找打 来我陆家 居然从头放肆到尾 如今胆敢置疑装医生 简直是不知死活 给我上 众人皆是心神一震 随着他一声令下 顿时数十个黑衣大汉 从四面八方窜了进来 将林业直接为死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几乎是不到两个呼吸的时间完成 在场的陆韵伯面色一变 想要阻止 但已然来不及 他看到数十名大汉 顿时各个凶神恶煞的 直接对林业动手 见到这一幕 人群中的陆小曼面色忍不住一白 但他注意到 林业泰然自若的模样 眉眸之间忽然闪过一丝异色 此时的林业眉头微皱 眼底一道锋芒掠过 接触一下陆老爷子 接二连三的遭受阻碍 难道你们不知道 他当前的身体状态吗 林业的音调微微拔高 说实话 我已经很不耐烦了 居然还有跳两小丑出来 丢人现眼 看来刚才的狗叫 并没有让他觉得满意 哼 我看你是搞不清楚自己的处境 居然还敢这么装插 现在你面前的 可不是简单的两个人 我就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叫十面埋伏带来恐惧 给我狠狠地打 留他半条命 我要慢慢地折磨他 陆涛忍无可忍 如同已经彻底膨胀起来 但还是在被疯狂输气 即将爆炸的球 此刻的林业 感受着他周围不同角度 四面八方袭来的破风声 下一秒 他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林业脚下骤然发力 身影顿时腾空 紧接着 空中连续两记扫腿 对准身后的几名大汉 双手握拳 分别砸向他身前的目标 拳脚入肉的声音 顿时令在场的人群不寒而栗 紧接着 几声闷哼声响起 一瞬间 数十名壮汉皆是倒地 如同一句死尸 没有丝毫动弹 无一例外 寂静带着他的魔力 将这里团团缭绕 陆涛惊语绝 他脸上争鸣的神色 顿时被无形中霸道的力量 给彻底凝固 再也无法做出丝毫变化 林业扫了一眼丢了魂的陆涛 后者心神俱阵 顿时脸色惨白起来 林业不再理会 看了一眼病床上的陆老爷子 简单地调整之后 神色渐渐严肃了起来 第七十二章 他根本就是个传说 下一秒 林业锁定了陆老爷子身上 要出手的目标点位 银针脱手 迅疾如雷 行云流水 两个呼吸不到 林业收回动作 饶是如此 他额头上 已经镀上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随即只见林业将最后四根银针 分别布置在陆老爷子左胸 肚脐 以及双太阳穴上 林业做完这些之后 再次调整一秒 随即直接上手 对准布置好的银针 开始了一套肉眼难辨的操作 每当他的手 离开一个区域的银针 只见银针开始颤抖着 发出隐隐的嗡鸣 两秒后 注意到陆老爷子的瞳孔渐放大 林业眼底闪过一道金光 他迅速收起银针 伸出大拇指 在陆老爷子的心脉附近轻轻一点 噗 只见陆老爷子 猛然喷出一口暗红色的血液 下一秒 令所有人眼球 几乎都要被惊爆的一幕出现 只见陆老爷子 忽然从病床上坐起 大口喘着粗气 他脸色出现了极其罕见的红润 鬼门关 在他的进入之前 彻底关上了大门 关得很死 陆老爷子满脸惊骇 同时神色抑制不住激动起来 他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一时间沉浸其中 有些老泪纵横 庄医生此时张着嘴 他的眼皮 仿佛被两根钢针所支撑 无法完成眨眼的动作 这是神技 神技啊 忽然 陆韵伯声音颤抖得无以复加 人群中 陆小曼眼眶之间 饱含着打转的泪水 他的眉毛中 荡漾着如痴如醉的涟漪 他看着林烨 嘴角轻轻扬起 眼中仿佛饱含着一股 能暖化世间最坚固的枷锁的温婉 令人心生摇曳 不觉沉醉 好快 林烨刚刚到底做了什么 陆老爷子居然起身了 不可能 这必然是在做梦 我 死 妈的 疼死我了 这居然是真的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我觉得我并不是生活在自己所熟知的世界 林烨 我只能说 他不像是一个人 他根本就是一个传说 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唉 居然敢质疑林先生 一时间 全场沸腾 林烨成了沸腾人群中 最为耀眼的顶点 陆韵伯煽然泪下 他哆嗦着嘴唇 无法说出完整的话 就连渐渐向林烨伸出的手 都是颤抖 僵硬的 此时的陆小曼 连不轻易来到林烨面前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林烨 微微汗手 语气真挚又郑重 林先生 谢谢 就在林烨淡笑着 正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陆老爷子似乎是反应了过来 一把抓住了林烨的胳膊 脸上的感激之色 浓郁得无以复加 林先生 我代表陆甲 向你表示郑重的感谢 从今往后 任何与我陆甲名义下相关的人 见你如见我 陆韵伯此刻也激动无比地上前 林先生 有什么事情 以后尽管开口 我陆甲绝不推辞 林烨微微一笑 没有回应 不经意间看了一眼 神色相当不自然 走过来的陆杰 与陆涛父子二人 陆老爷子眼睛微眯 他捕捉到了林烨的目光 即便他猜测 林烨可能没有其他意思 但还是冷冷地 扫了一眼陆杰二人 哼 你们两个 可真是丢了陆甲的脸 还不赶快给林先生道歉 陆杰二人 连忙对林烨攻身 林先生 刚才多有得罪 是我们的不对 对不起 我之前说过 陆老爷子并不是正常的 机体生老病死 对吧 陆杰瞳孔猛然一缩 不过下一秒便恢复正常 随即一脸疑惑 林先生医术高明 我也很想知道 父亲到底怎么回事 他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 庄医生震惊之余 连忙上前倾听 全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陆老爷子既没有中毒 也没有说 哪里有什么病理性特征 所以医疗社根本就查不出什么 文言 陆韵博最先微微皱眉 那林先生 依您所言 其中到底存在什么模拟 对方具体用的什么手段 现在不能确定 但方向可以断定 对方用的是一种 随化随散的手段 就是说加速了陆老爷子的机体衰亡 行凶之后 同时又泯灭了证据痕迹 不但如此 对方还很有耐心 并没有直接让陆老爷子出现问题 那样太突兀 医疗设备 检查的话 早晚化发现尼端 所以对方是 长期影响着 慢慢蚕食 着陆老爷子的机体状况 借着陆老爷子 的确上了年纪的现实情形 做掩护 最终稳妥地达成目的 林叶将实情道出 全场先是沉寂数秒 紧接着群情激愤起来 到底是谁 这么歹毒 居然敢如此设计 针对老爷子 会不会是竞争对手 不可能 陆老爷子早在前段时间 就已经隐居家中 接触他的 只有自己人 难道 许你可别瞎菜 免得惹祸上身 平日里陆老爷子待我不薄 如果让我知道是谁干的 我定要让他好看 此时 陆韵博的脸色极其的难看 他的眼底 充斥着滔天的怒火 而林叶看了一下时间 这前后出来一趟 已经用了近一个小时了 他心神 微动寻思着 该点的已经给陆家点出来了 是时候去公司了 随即 他身影闪动之间 迅速拿起比喻纸 在上面留下了油龙字体 放在了病床上 紧接着随口快速说了一句 这是接下来陆老爷子的药方 他的身体会逐渐恢复硬朗的 我还有事 你们先忙 林先生 您先 陆老爷子挽留的话还没说完 只见林叶化作一道魅影 扬长离开 他卷起的风 其中仿佛饱含莫名的引力 缭绕在所有人心间 随即转化成了一道不可磨灭的身影 烙印在所有人脑海 现场安静片刻后 陆韵博神色犀利地对陆老爷子问道 父亲 您身上的情况 现在我立即派人查探 应该很快就能有结果的 第73章 那林先生如此年轻 不曾想 陆老爷子摆了摆手 这件事情现在不着急 难道你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靠我陆家的笑话 笑话 陆韵博心念一动 随即瞳孔微微一缩 似乎明白了什么 紧接着点了点头 不再言语 陆老爷子深邃的目光 盯着林叶离开的方向 隐隐掠过一抹金光 他忽然看向 有些失神的孙女陆小曼 小曼 你跟林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这次他来之前 你知不知道 他有如此惊世骇俗的医术 陆小曼微微一震 回过神来 他简述之后 随即摇头表示 对林叶的手段并不知情 陆老爷子忽然笑了笑说道 小曼 你既然不知道他的手段 而且根本就算不上熟悉 可以说 对他了解甚少 为什么还要带他进我陆家 我没记错的话 陆家 就输你最讲规矩了 陆小曼眼睛微微睁大 他面色平静地回应 爷爷 您的情况危在旦夕 而且当时 哦 林先生还懂音乐 听着陆小曼的讲述 陆老爷子的神色顿时惊异了起来 能让我孙女主动请教 他拉长了话音 眼底闪过一抹难以掩饰的惊骇 林先生可真是旷世奇才 旷世奇才啊 陆老爷子称赞之余 旋即向前迈出几步 面对众人 大家该散就散了吧 随着陆老爷子的话音落下 众人纷纷散去 这里早就没了庄医生的影子 他去追赶林叶了 小曼 我能感受到 我身体的恢复 只是时间的问题 期间 你一定要把握机会 好好跟林先生学习 明白吗 陆老爷子见该走的都走了 顿时再次开口 他加强了好好学习几个字眼的语调 随即神色忽然有些严肃地补充道 小曼 你已经成年了 啊 陆小曼原本正想点头答应 听到他爷爷这句话 忽然惊疑出声 随即想到了什么 脸色顿时被涂上了一层红霞 显得娇艳动人 此刻一旁的陆韵伯 也跟着陆老爷子附和起来 小曼 听爷爷的话 那林先生如此年轻 而且 爸 不是 他都有孩子了 还是七个 都五岁多大了 那商业女王李诗兰 还是他的妻子 我 陆小曼说着 脸上忍不住泛起了狐疑之色 但说到最后 美眸间还是略过一抹 令人心神触动的暗淡 文言 陆老爷子微微一正 随即爽朗地笑了起来 小曼 你不觉得自己的话哪里有些不妥吗 就不说林业 李诗兰才多大 二十来岁吧 不可能有七个五岁大的孩子的 想必你再深入调查一下 会发现辅助的生育手段的 陆老爷子说到 这里顿了顿 眼中金光一闪 据我所知 那李诗兰还是个冰山女总裁 这点人尽皆知 恐怕他们之间 根本就没有什么夫妻之实 让林先生过去 恐怕是因为孩子 毕竟有他的血脉 而且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你没发现吗 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结婚 陆小曼此时 清敏诸唇 他的脸色红彤彤的 美眸间 时而恍惚 时而期待 不再发言 仿佛是沉醉在了 他的思维风暴中 陆老爷子微微一笑 目光转向陆运博 看得出来 小丫头对那林业 还是有点一丝的 运博 你身为他的父亲 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做 林先生的莫测程度 恐怕还远远不值 我们的想象 有句话 叫做先下手为强 把握机会 你明白吗 陆运博见到他父亲恢复 本身就心情大为舒畅 此时更是开怀地笑着点头 父亲你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陆老爷子微微点头 随即眼中闪过一丝狠辣 气氛随之一变 他话锋急转 现在说说 关于我身上的这件事 该解决的 还是要解决 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主动站出来认错 我不希望到时候 我亲自查到了谁 那后果 此刻的林业 已经出了陆家大院 急步窜上了街道旁 正当他准备 随手拦一辆出租车的时候 敏锐地听到了后面 急促奔跑的脚步声 他眼神微动 随即转身 他看到庄医生 一脸急切地 向这边冲了过来 林业目光微闪 他对这当时 专注至极的庄医生 并不反感 随即止住了身形 林先生 呼 见林业转身 庄医生在远处 就开始大喘着粗气大喊 他一脸的欣喜 手上多出笔根字条 林先生 不知道您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刚才见了您 神乎奇迹的手段 我 林业淡笑着白手打断了他 紧接着随手在上面 写了联系方式 他觉得 一到这方面再怎么会 知道的再多 但跟他实际经历 与接触对比 不说结果 就阅历方面 终究是有着本质上的差距 好 谢谢林先生了 林先生 现在您很忙吧 那关于向您请教 一道方面的问题 我们之后再聊吧 对了 还没自我介绍 我叫庄测梁 庄测梁激动之余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生怕怠慢了林业 行了 这方面的交流 我并不排斥 如果有实际能动手的情况 也许我会更感兴趣 林业随口说完 不再过多停留 拦了一辆出租车离开 饶氏林业已经离开 庄测梁依旧神色激动 林业 新颖娱乐大门前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时不时吸引着路人的目光 回头率极高 安妮翘生生地站在大门前 她时不时左顾右盼 这个动作她 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 她静白的额头上 已经布上了一层晶莹的汗珠 饶氏如此 她依旧规律性地转头 不知疲倦 安妮 我已经第几次见你在大门口站着了 一道熟悉的调侃声传来 安妮神色一喜 立即寻声看去 见到来者 正是她她等待的人 林业 她的大眼睛转了转说道 林先生难道就不觉得自己很有魅力 所以我才愿意冒着风吹日晒出来等待的吗 第74章 出口被割死的电梯 文言 林业很是骚包的 仰了仰头说道 看来本帅哥的魅力 真是无穷无尽啊 安妮偷偷瞄了林业一眼说道 林先生 我也这么认为 林业很是有风度的大手一挥 既然如此 那我走前 你在后 她话音落下 随即迈开了步子 一副屁腻天下的姿态 率先进了公司 安妮奄然一笑 很是配合地站在林业身侧 微微靠后 很快 二人即将迈入公司正门 你们看 那是林先生 三险山的传说 敢悍然对地龙娱乐的皇天出手的男人 你上次还说他是送外卖的 那是对男神何等的侮辱 哎 我觉得 我连在他面前道歉的资格都没有 他身上的光芒 何等的耀眼 安妮小姐走在他身后 我觉得是理所应当 那是当然了 甚至 有时候我觉得 就算蓝总站在林业男神的后面 也 嘘 你身为蓝总手下的员工 不觉得现在说的话很敏感吗 我知道 但我也是一时间直输胸义啊 随着一楼正厅 逐渐止不住的一轮 林业二人已经抵达正门门前 林先生 安妮小姐 您好 门前 一名年轻的女员工面带职业性的微笑 当即做了个比之前动作幅度都要大的公身行李 安妮嘟了嘟嘴 瞄了林业一眼嘀咕了一句 以前蓝总都没你这么大的面子 林业听觉何等敏锐 她的嘴角微微上扬 所以说呢 安妮微微一震 她没想到 林业居然听到了她偷偷嘀咕的话 大眼睛转了转笑着说道 所以 林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男神了 走在男神身边 难道不觉得特别有排场 特别有面子吗 林业强调了特别两个字 安妮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那当然了 感觉跟蓝总走在一起的时候 很不一样呢 林业眼神微动 随即问道 怎么都不一样 除了我刚才说的排场跟面子 安妮一愣 她忽然意识到 她刚才说的有些心直口快 下一秒 她的翘脸 竟然隐隐开始变得红彤彤了起来 我 我 她一时间有些支支吾吾的 说不出完整的话 见状 林业顿时做出一脸的不满 安妮 你如此支支吾吾 难道不觉得 是在拉垮本男神的面子吗 闻言 安妮心中一横 迎牙一咬 阴唇微张 蓝总平时冷冰冰的 这股压力同是催动着 让我有时候甚至觉得 我跟她好似形同陌路 但在林先生身边 非但感觉不到丝毫压力 反而感觉一身莫名的轻松 有时候 甚至会觉得 有种暖暖的感觉 安妮 我先收下你的称赞 但你可是蓝总身边的人 难道就不怕 刚才的话被她听到了 林业看似随口找着话题 使得她想侧面了解李诗蓝 蓝总才不会呢 这么久了 虽然很多时候 我跟她都走在一起 不过都是在公司里 有时候 我们也一起出过门啊 那个时候的她 虽然看上去 还是一如既往的冷冰冰的 但给我的感觉 已经好多了 安妮目录回忆 就在林业与她交谈之际 二人已经上了电梯 安妮按下十层按钮后 电梯缓缓上升 林先生 想不到你还会写歌 而且那么传神 这下南疆少儿音乐大赛冠军 一定能拿下了 如果林先生 要是能懂音乐方面 更进一步的指导 那孩子们的成长 一定也会突飞猛进的 一想到乐队与孩子们 安妮忍不住开口说道 林业微微一笑 就在她刚开口 正要说什么的时候 她的神色陡然一边 无声无息之间 一股隐隐的危机感 渐渐涌上了林业心头 林先生 你 我 安妮正要说什么 忽然感觉她的嘴巴 被一只带着淡淡温度的 大手给捂住 随即耳边传来 一声低沉的发音 安妮 先不要乱说话 也不要乱动 这电梯里有问题 林业的语气严肃 她的脸色渐渐冰冷了下来 安妮脸色一白 随即立即点头 林业松开手 将安妮护在身后 随即她没有任何犹豫 立即按下电梯里的警报 通讯按钮 然而回应她二人的 只有一片沉寂 林业眼睛微眯 她看了一下手机 没有一丝信号 她的大脑高速运转起来 电梯之外 偌大的公司 没有人察觉到信号问题 恐怕是被人布置了 小型范围的信号屏蔽 除此之外 其他人进入电梯 没有丝毫的问题反应 那么基本可以断定信号正常的 唯独他们二人进来后出了问题 看来是有人针对性的 要对他们动手 下一秒 林业的目光锁定着 此时正从九层 往十层上的电梯 她微微侧步调整 准备一旦到了十层 立即打开电梯门 先出去再说 然而 电梯好巧不巧 偏偏就是卡在了 九层与十层中间 一动不动 安妮尝试着摆弄了几下手机 根本没有反应 她的翘脸 忍不住苍白了起来 这怎么回事 电梯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问题 其他人也没有发现 这个时间点 基本上没有人会用电梯的 外人恐怕也发现不了 没人支援 林先生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林业的神色淡漠 眼中透露着射人心魄的寒芒 对方居然赶在 他老婆的公司内部动手 半个呼吸后 林业抬头看了一眼 电梯上方的紧急逃生出口 手握全撞 脚下猛然发力 碰 林业一拳 静止将上方的逃生出口轰开 他准备从上方 借机寻找突破口 林业刚落地 咚 得一声响 便从他头顶响了起来 林业面色微变 下一秒他赫然发现 原本被他轰开的逃生出口 居然硬生生地又多了一层 那是一层 本不属于这里的金属挡板 仿佛是有人提前布置好的 静止将这里唯一的逃生出口 给直接盖死 林业眉头微皱 他没有犹豫 再次发力 第75章 你轻点 那里 还是有点痛的 但这次跟上次不同 那金属挡板 并没有被他一拳轰开 如同吸附在了逃生出口上一般 只是有了一个凹痕 整体纹丝不动 就在林业眼睛微微眯起的时候 电梯忽然猛然一致 如同在原地发抖一般 随即林业听到 头顶上方传来 嘖嘖的声音 是电梯上方的绳索上传来的 林业面色一变 他话音刚落 哗啦 一声肆意的声音落下 电梯顿时如同脱缰的野马 猛然向下坠落 啊 安妮再也忍不住 周身被强迫坠向深渊的感觉 刺激着让他惊声尖叫起来 这里说是十层电梯 但其实公司的每一层高度 都顶得上一般小区里的 近一层半还高 随着电梯的速度 逐渐不可收拾地加快 安妮恍惚之间 仿佛看到了死神正邪恶地笑着 在向他招手 他的脸色更加惨白 大眼睛里充斥着绝望 林业此刻面无表情 电梯内没有俯首 他渐渐专注了起来 他在莫算 电梯还有多少距离即将落地 十九八 林业忽然动了 他一把将探在电梯角落的安妮 拦腰抱起 就在电梯即将坠落在地的一瞬间 林业额头上轻轻抱起 他的脚下骤然发力 他的身影如同突破了重力限制 一跃而起 电梯底部被声声踩出了凹痕 哄 的一声巨响 电梯完成了向死神招手的使命 此刻外面的员工 被这一声震天巨响给吸引 顿时各个面色大变 不好 林先生跟安妮小姐还在里面 怎么回事 电梯怎么会突然出问题 完了完了 那看上去只有十层 实际上有二十来层的高度 不要啊 男神 我不信 男神一定能化险为夷的 快去通知兰总 此刻的电梯内 林业晃了晃怀中 双脚离地的安妮 安妮此时正紧紧地搂着她 头也不敢抬 安妮 没事了 可以下来了 嗯 安妮反应过来 惊魂未定的左右四股 发现电梯里面昏暗异常 随即她松开了林业 一脸的心有余悸 刚刚吓死我了 还有有林先生你在 她的话音刚落 林业忽然说了一句 不对 有一股味道 安妮一愣 旋即她也 渐渐闻到了一股味道 这味道 像是汽油 滴 滴 的声音 此刻从电梯上方响起 紧接着顺着上方的 被震出缝隙的金属板内 滴落进了电梯 林业面色一变 心头陡然生出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需要赶快离开 她高声震吓 随即对准了电梯门 就在她几乎是抬脚的一瞬间 电梯上方通道四壁 冲天的火光陡然爆发 哄 林业来不及考虑 瞬间踢爆了电梯门 她先将安妮一把甩了出去 说时时那时快 就在林业夺步而出的瞬间 她的背后忽然被冲天的火光所占据 呼 林业长呼一口气 微微调整 看着已经面目全非的电梯 她的脸色渐渐镀上了一层万年寒冰 这前后 分明是想要置她跟安妮于死地的节奏 此刻一楼的一众员工 短暂的沉寂之后 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 居然敢在蓝总公司内部动手 你们注意到了吗 林先生非但没有事情 反而一脚踢爆了电梯门 林先生牛逼 男神牛逼 让我知道是谁下的手 一定要她好看 林先生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还有安妮小姐也是 此刻楼道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李诗兰一脸焦急地下了楼 她的走姿有点别扭 像是勉强在保持正常走路的姿势 她看到林业跟安妮无视 脸色顿时恢复了大半 林业此刻也注意到了李诗兰 她的目光一眼就锁定在了 李诗兰微微泛红的左脚脚踝上 眉头顿时皱了皱 林业 安妮 你们没事吧 李诗兰深呼一口气说道 我们没事 有林先生在 很安全 安妮感激地看了一眼林业 随即对李诗兰说道 林业 这 李诗兰还没说两句 当前的话也没说完 林业忽然不由分说地打断了她 跟我去招待是 难以听出 林业语气中到底是什么情感波动 李诗兰微微一震 她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忽然感觉一股温和的力道 直接将她抱了起来 李诗兰下意识还住林业腰身 下一秒 脸色 刷 得一下就红了起来 林业 你要干什么 这里很多员工都看着呢 你放手 林业没有多言 抱着她脚下生风 禁止走进了无人的招待室 从林业出手到离开 一系列动作 用了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 林先生 在干嘛 不知道 不会是在这个刚度过危难的后 情不自禁 要来个干柴烈火吧 卧槽 你不要瞎说行不行 现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我倒是觉得 她应该是去跟蓝总商量对策了 嗯 毕竟林先生动作迅速 也许是她不想耽误每一秒时间 迫切地想要追查到真凶 蓝总毕竟是女生 动作相对慢了点 所以 林先生会那么做 听着众人的议论 安妮的脸色显得愈发的不自然 她顿了顿 还是迈不跟了上去 她刚靠近招待室 翘脸立马变得苍白了起来 林业 你 你放手吧 我没事的 很快就会结束的 死 你轻点 那里 还是有点痛的 是我生平第一次出问题 紧接着 安妮在门旁听到一声呻吟 有那么一瞬间 她忽然觉得 她的心底 凭空少了一块 安妮 你在门旁边吧 麻烦 你帮我带过来点温水 忽然林业的声音传来 安妮一愣 她忽然明白过来 是她自己想多了 随即立马应声 好 我马上过来 招待室内 林业收回银针 轻轻在李诗蓝裸露在外 娇嫩的脚踝周边按摩 李诗蓝红着脸 感受着脚踝原本隐隐的疼痛 渐渐消散 眉眸之间 闪过一抹掩饰不住的惊讶 林业 你还会医术吗 刚刚你做的 应该是一种针灸吧 第76章 不留痕迹 林业但笑着说道 这不是很明显吗 对了老婆 以后下楼梯的时候 小心点吧 闻言 李诗蓝白了她眼 那不是担心 你跟安妮的安危吗 林业目光微闪 忽然坏笑着说道 老婆 难道你也希望我 这么给你按摩吗 她话音落下 手指上开始发力 在她察觉到 李诗蓝脚踝出问题的时候 已经想象到了 李诗蓝一脸担忧 冲下楼梯 而不慎歪到脚的情形 这使得她的内心深处 狠狠地抽动了一下 李诗蓝忽然赶到脚踝部位 传来一阵奇异的酥马感 她忍不住轻盈出声 随即挣扎着想要收回脚 奈何林业的 一只温热又霸道的大手 该担心的 我还是会担心 就要那么下来 你管不着 哦 既然管不着 那我就做好后续的安全手段吧 这么跟老婆多多接触的感觉 也挺不错的 林业故意做出 一副无赖的模样 加强了接触两个字的语调 同时手伤再次轻轻发力 啊 你放手 李诗蓝的脸红得厉害 脚踝上传来的感觉 让她止不住再次失态 不放 除非你亲口答应下楼梯慢点 将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林业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这种小小的要求 难道蓝总都办不到吗 好 我答应你行了吧 李诗蓝感觉 她的脸在发烫 温水来了 此时的安妮走了进来 她的手里端着一盆温水 看到李诗蓝那脚踝部位上 那几乎要消散不见的红肿 她的大眼睛转动了两下 随即开口 被林业赞到 林先生 想不到你还挺会照顾人 林业很是骚包地扬了扬头 那是自然 说完她接过安妮手中的温水 将手放进去 试了试温度 随即轻轻将李诗蓝的脚踝放了进去 同时手伤再次在温水中发力 看把你嘚瑟的 李诗蓝此刻 风情万肿白了林业一眼 安妮此时 两眼放光道 林先生 你会的可真多 上次你做的饭 那股香味我也还记着呢 如果想要吃的话 今天中午 我可以继续带饭 林业随口说道 不用天天来回跑了 你还是在公司里面做饭吧 有专门给你腾出来的厨房 李诗蓝美眸 闪烁间忽然开口 何记着真给我这个男神 当成一个厨师了是吧 林业一脸的不满 谁让你做的饭 那么让人欲罢不能吗 李诗蓝不依不饶地说道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他手上微微发力 李诗蓝一声惊呼 他娇艳的容颜上 那刚消散不久的红韵 再次浮现 林业 你再这样 小心我叫人了 李诗蓝瞪着林业娇喝道 林业黑黑一笑 随即收回了手 刚才是最后一个动作 可是疗伤流程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现在已经完成 闻言 李诗蓝下意识细细感受了一下 他发现 他的脚踝 完全就像跟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随即他的心底 忽然生出一种暖暖的感觉 不由多看了林业一眼 林业微微一笑 见李诗蓝再无大碍 微微点头 与他跟安妮交代了几句之后离开 前往出了问题的电梯那里查探 片刻后 李诗蓝下令对公司进行检查 并且暂停员工的其他一切活动 林业此刻再次进了电梯 他的目光快速掠过四周 电梯内除了泛黑的四壁 再无其他 林业略微沉吟 将目光锁定在了电梯上方逃生出口 那里的金属挡板 现在已经失去了吸附功能 下一秒 林业脚下发力 纵身一跃 一拳将金属挡板轰开 静止窜了上去 电梯顶端 林业抬头看了一眼 上方几十米高的电梯通道 此时 他的鼻腔充斥着火焰制烤四壁后 与汽油交织产生的异味 他的目光最终锁定在了 已经变得探黑的电梯绳索上 他顿了两秒后 随即快速将这里的八根绳索拿了起来 林业尝试着拉了几下 这绳索被火焰制烤过 依旧有一定的韧性 接着 他将八根绳索带出了电梯 脚步不停 拉着一直走 他想要观察 并且对比一下 绳索断了之后所剩余的长度 他这一拉 直至到了绳索的极限距离才停下 他估算了一下 足足有几十米长 而且 每根绳索剩余的长度惊人的一致 林先生 你这是在做什么 安妮好奇的声音传来 林业随口说道 查看对方的手段与踪迹 安妮微微一震 眨巴着眼睛问道 那林先生看出什么了吗 天台机房 安妮 你先待在蓝总身边 林业语速飞快 不带安妮反应 说完后 闪身进了楼道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林业直接来到天台楼顶 他一眼就锁定了机房 随即快步来到机房门前 林业转动门把手 是锁死的 林业眼神微动 不想单个时间 他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他手呈现长壮 贴在门的靠上位置 骤然发力 碰 的一声闷响 这道门静止被他推得带在地上 林业迅速进入机房 他的身影如同鬼魅 在偌大的机房来回闪动 一番探查下来 林业的脸色渐渐变得冰茫 机房内 有公司工作人员的定期维护 清理得干净 没有留下脚印 而电梯通道口 除了断开的绳索 再无其他痕迹 林业大脑高速运转 下一秒 他闪身来到电梯外面 开始沿着楼檐查探 对方想要抵达天台机房 由于公司内的监控完好 内部电梯以及楼道两条路径 被林业暂时忽视 那么对方很可能从公司外围窜上来的 一旦如此 那么对方十有九成 会在天台楼檐边缘 留下所用攀爬的工具 所留下的痕迹 两个呼吸后 林业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 他并没有发现相关痕迹 难道说对方手段高明 真就有超高的乔装打扮水平 成功潜入了公司内部 并且完成动手 最终还不留痕迹地离开第77章 群众之一 林业没有犹豫 他不想让李世兰过多担心 立即拨通了安妮的电话 林先生 有什么吩咐吗 安妮 公司的监控室里面 你发现了有什么异常人物 或者事情发生吗 林业寻思着 安妮可能看过了监控 于是直截了当地开口 监控室那边我刚看完 都是公司的员工 不管是从哪个出入口进来 他们的面孔以及身形 与他们本人都没有变化 监控拍得清楚 难道他们之间有双胞胎 可这也不太可能 公司对员工的背景 加持相关的信息 长期以来早就得到了证实 安妮如实回应 文言 林业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简单跟安妮交代几句后 挂断了电话 对方既不是从公司内部出手 也不是从外围穿上楼顶 而且拥有一定的锁门技巧 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嗯 天上 林业眼中骤然闪过一道金光 对方很可能是从空中 在锯上派人落下 干净利落地直接布置动手 电梯机房内 由于是在天台 平日里进出的只有公司员工 而且次数不多 没有布置监控 同时 对方离开的话也非常方便 林业越是推想 觉得可能性越大 三秒后 他的身影快速闪动 前往楼道 往楼下冲下去 地面有地面的交通规则 空中也不例外 他刚一下楼 再次掏出了电话 给安妮拨了过去 安妮 有空中交通管制的电话吗 空中交通管制 安妮明显的一愣 不过还是立即回应 这个不清楚 也没听蓝总提及过 要不我向他问一下吧 林业摇头打断 不用 你现在在哪 车要是借我用用 再次与安妮交谈了几句后 林业挂断了电话 他迅速略过公司正厅 不过半个呼吸 来到车库面前 与等候的安妮会合 得到安妮的钥匙后 林业立即奔向了车库 一分钟后 消失在视野内的林业 安妮大眼睛里 闪过一抹担忧 他大声喊道 林先生 早点回来 又是熟悉的街道 标志杆 高树 楼宇 以及上方的 一名拿着麦克风 纵览八方的交管 时间接近正午 但整个城市 仿佛被笼罩了一层 黄昏才有的光线 龙龙龙 时不时的雷鸣声响起 大雨将至 林业将车辆停在 当时攀院上的 一栋楼宇附近 随即下了车 哎 这里不让停车 没看这是我们店铺的门口吗 咦 你是林业 一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上前没说两句 语气一变 林业冲他淡淡一笑 小伙子 这块下大雨了 你还这么惊艳 我看好你 随即林业身影闪动 快速掠过他的身侧 将一叠钞票 趁他不被塞给他的同时说道 这就当是临时的停车费吧 林业话音落下 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上面的银线 盈盈闪烁着光辉 有了这些 比上次攀上这栋楼宇 要方便得多 林业当场来了个 壁虎游墙 直接窜上了楼顶 此时的楼顶 还站着之前的那名胶管 他正神情专注地 看着下方的情况 他的一只手 时而放在他的后腰按摩 对于天上的滚滚闷雷 视若无睹 这么兢兢业业 我给你点个赞 一道音音有些熟悉的声音传来 胶管面色微变 随即扭头 是你 林业 如假包换 林业淡淡一笑 胶管目光中 掠过一抹难以掩饰的惊骇 当时林业上眼空中飞人的一幕 清晰地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 不过在两秒后 他的主要视线 再次回归下方车道 专注地观察情况 同时开口说道 你有什么事 这一带 下方一共有四个胶管 他们距离 你隔了一条街口 处在不同方向 唯独你在这上方纵晚 除了看着眼前的街道 还要时刻注意 他们那边的情况以及汇报 想来你的职位不低吧 林业答非所问 胶管目光闪烁两下 微微点了点头 随即说道 你说得不错 你观察得很敏锐 我是他们的上级 林业正了正神 看了一眼眼前胶管的腰背部 他时不时缓缓扭动一下腰背 幅度很低 那是腰背长期受损带来的难受 是人体下意做出的动作 林业眼底略过一抹正中 他的手中多出数根银针 不由分说地上前 胶管面色微变 林业 你又想做什么 还是借用我的麦克风 然后上眼空中飞人 林业淡淡一笑 你是群众的好胶管 我身为群众之一 尽一点自己的微薄之力 就在这名胶管还要说什么的时候 突然感受到后背微微一麻 他的瞳孔一缩 下意识地想要反抗 很快就好 你的职责是看着下方的情况 林业忽然开口 紧接着手上快速动作 胶管即刻感受到 他的腰背渐渐变得有些温热 原本长期隐隐作痛 做着各种针对性治疗措施 都没有根治的腰背 居然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有了明显的好转 胶管惊骇之余 眼底掠过一抹难以言喻的 感激之色 片刻后 林业收回了手 取出他腰背上的银针 紧接着迅速写了一张字条 递给了他 照着这上面的方子用药 会好起来的 谢谢 胶管郑重地点头道谢 随即他的目光微微闪烁 我是贤景腾 林业 你突然出现在这里 恐怕并不是单单为了 给我看看腰背吧 一间高档奢侈的包房内 黄天面带羡美的笑容 与一名身穿黑色制服 看起来三十来岁 体型彪悍 脸上划着一道 触目惊心的刀疤的男子对坐着 樊背兄弟 来 我敬你一杯 黄天话音落下 主动给他买上了酒 樊背看了一眼高档的酒杯 随即拿了 起来一饮而尽 好酒量 不愧是黑牙组织的大哥 黄天立即拍手叫好 第七十八章 就是要翻天 樊背俱傲一笑 黄天 就算你不找我 我早晚也会对那林业动手 黄天连声附和 樊背兄弟 重情重业 手段高明 我相信陆昊走的 也会安心的 哼 那林业不过是投机取巧罢了 他一个人胆敢闯进黑风组织 不可能有人相信 樊背说着 眼底隐隐掠过一抹邪光 他看向黄天 画风一转 黄天 听说那新颖娱乐的李诗兰 乃是南疆的第一冰山美人 脱离了李家独自在外打拼 是吗 文言 黄天立即摆出一副 很是理解的笑容 樊背兄弟说的对 其实我也是隐隐忌惮他背后的李家 不敢随便动手 李家乃是远超一流家族的南疆顶尖势力 不过这么久了 从未听过他与李家有什么关联 我想他们之间应该是彻底划清了界限 黄天说着 抵掠过一抹火热 此等极品女子 想必是很能激起樊背兄弟的征服欲吧 樊背狂笑一声说道 这次事情之后 那林业必死无疑 说到底 那李诗兰不是一个女子而已 等下从这里出去 我随便招呼点人手 他彻底地感受到成为女人的 哄 樊背的话说到一半 包房的门瞬间被爆开 林业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周身的气息极其地暴虐 沉浸如水的瞳孔中 仿佛潜藏着随时都能将人的灵魂 拖入地狱的阎罗 见到林业 黄天脸色巨变 林业 你怎么会 他的话没说完 只见林业随手抄起身旁的精致酒杯 酒杯入手 瞬间被他捏得碎裂开来 随即林业骤然对着黄天甩出 滋滋 就被碎片入肉的声音响起 黄天顿时面目全非 摇晃了几下后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如同一具尸体 樊背此时瞳孔一缩 你果然不是一般舞者 下一秒 只见樊背果断地按下手中的一个装置 随即冷冷地说道 就算你能找到这里 我承认是有几分手段 但那又如何 上次黑风组织的情况 是你投机取巧 陆号那边本身就有布置 如今在这里 没有什么限制 而且是一楼 外面都是我的人 我看你 如何还能以一人之力翻天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偌大的包房的侧墙 顿时多出一道暗门被打开 几十名身穿黑色制服的男子 顿时出现 同时在门外 顿时涌上来了里三层 外三层的打手 这前后下来 足足有数百号人 而且半数以上都手持砍刀 哼 不要以为 这里只是个酒店那么简单 这里实际上 就是我樊背的地盘 如今你送上门来 我就让你有来无回 影响了我跟陆浩之间的重要合作 今天我必杀你 给我上 直接打死 樊背高声下令 那李诗兰早晚会到我手上 不过 在你临死前 我会给你留着几张 他被我征服的照片 如果不过瘾 我可以给你视频 婆背说完 高声狂笑了起来 顿时一群人将林夜围得个水泻不通 随即一拥而上 林夜的双目星红 他的胸腔间 杀意滔天 龙有逆龄 处之必死 杀无赦 他一声震天怒吼 面对围上来的一群人 他的身影迅速游动 如同充斥在人群中的一道 带着致命高压的闪电 既迅猛 又恐怖 一时间骨骼断裂 分筋错骨 以及大面积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 不过两个呼吸 顿时一片又一片的人羊马翻起来 地上的血迹开始渐渐蔓延 堆积 最终变成大面积的一滩一滩 又过了三分钟 这偌大的包房 地上躺着横七竖八 不知是死是活的尸体 成片地倒在血泊之中 简直成了人间炼狱 尸山血海 就是翻了天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 他的消耗不少 明显是强弩之末 但凡谁杀了他 我凡配担保 这张卡里有五百万 就是谁的 婆配不知何时 已经退到了靠窗位置 他的手里多出了一张银行卡 声色俱力地高声震吓 五百万 原本一群开始对灵液毫不留情 残酷之急的手段 感到畏惧的众人 各个呼吸急喘了起来 下一秒 他们高举手中的戾气 有的则是握紧拳头 再次化作成群截队的飞蛾 向着灵液这个 如同散发着地狱火焰的脚形架 冲了上去 又是一阵射人心魄的 分金错骨声 灵液的呼吸 渐渐急错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地上的砍刀 抬脚猛然一阵 随即一勾 砍刀入手 有了武器 能更快地进行灵魂割脸 啊 一名黑衣男子 惊恐地看着他断掉的手指 顿时惨叫起来 几乎是不到两个呼吸的时间 地上的残肢断壁 已经迅速累积 血泊中 倒地抽搐的黑衣人手上 成片成片地 看上去触目惊心 空气中开始浮现出 一抹淡淡的星红 血腥的气味 开始渐渐散发 灵液身影挺立的笔直 双目星红 没有丝毫情感 他手中砍刀 早已布满了鲜血 此刻鲜血症 顺着刀刃往下滴落 发出夺人灵魂的点滴声 魔鬼 他是魔鬼 快逃啊 一名二十来岁 站在人群最后面 脸色煞白的年轻黑衣人 忽然丢掉手中的砍刀 疯了一般冲出包房 此刻剩余淋淋散散的十几个人 如同被惊醒了的羔羊 各个战役全无 纷纷将手中砍刀扔在地上 一个个双腿发软 连跑的力气都没 直接跪了下去 林业大人 我们有眼无珠 请绕过我们吧 一名男子连声求饶 林业面无表情 没有回应 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那樊佩 林业大人 请给我们一个 戴罪立功的机会 对对对 请林业大人 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我们一定弄死 那不知死活的樊佩 一名黑衣人正坐着求饶 不经意间 看到林业身后的樊佩 正打开了窗户 欲要逃出 他忽然神色猙獰的喝道 林业大人 那该死的狗东西 想要逃跑 他话音落下 抄起砍刀 对着樊佩就甩了过去 第79章 我这不是在洗手间吗 死 此时的婆佩 忽然感觉到后背一凉 没等他做下一步动作 背后即刻传来一股剧烈的疼痛 他扭身一看 一把布满了烟红血液的砍刀 直接插在了他的后腰部位 樊佩 你个狗东西 居然敢惹林业大人 简直是找死 婆佩转身后赫然发现 原本他的手下 此时各个凶神恶煞地反过来 将他给围了起来 樊佩面色止不住一白 但他的眼底却闪过一抹利色 或许你们还不知道 我刚才已经通知了龙哥 你们几个跳梁小丑 现在如果就地给我跪下来认错 为我挡刀子 我可以考虑放过你们 什么 你已经通知了龙哥 其中一名黑衣男子 瞳孔一缩 目录难以言喻的惊骇 哼 我想 你们应该知道 到底如何选择战队了吧 看着眼前几人 纷纷如临大敌的表情 婆佩冷冷一笑 音调拔高 底气十足了起来 啊 就在此时 几名黑衣人身后 又传来一声惨绝人寰的惨叫 原本几名黑衣人还在犹豫着 要不要对婆佩动手 此刻各自对视一眼 眼底皆是掠过一抹狠骂 你们想干什么 当初我白养你们了吗 马的 现在居然反过来对我动手 我看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龙哥的面子也敢不给 注意到几人再次握紧了刀柄 樊佩瞳孔一缩 色力内人的喝道 龙哥我们不敢惹 但可惜的是他现在并不在这里 而且 你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我们 在你眼里 我们就像随时可丢弃的工具一样 如果不是为了你那点钱 大家不要废话了 直接动手 几人说着 纷纷举起了手中的砍刀 婆佩神色猙獰 她的眼底充斥着强烈的阴毒 你们这些吃里爬外的狗东西 我 去死吧 要骂就下地狱去骂吧 其中一名持刀男子 忽然大吼一声 一刀捅进了樊佩的体内 樊佩瞪大了双眼 嘴角一出鲜血 他从未想过 一直以来高高在上的他 居然会被自己的手下捅刀子 其他几名黑衣男子对视一眼 纷纷点了点头 似是达成了某种默契 纷纷抬起了手中的刀 紧接着 又是几道刀尖入肉的声音响起 婆佩浑身抽搐几秒后 没了动弹 几人拔出长刀 樊佩的身体被随意地甩在地上 其中一名男子 不忘记狠狠地踢上几下 死到临头 还敢口出狂言 随后几人纷纷转身 看向正对着他们走过来的林叶 林叶大人 樊佩 林叶面无表情地 扫了正开口的黑衣人一眼 后者脸色一白 立即闭了嘴 林叶来到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樊佩面前 俯身查探 婆佩死得很透彻 林叶神色淡漠 看向一旁 指不住瑟瑟发抖的持刀男子 语气平淡地说道 龙哥是什么人 跟樊佩什么关系 龙哥原名叫龙志云 是南疆独龙组织的二把手 独龙组织是南疆地下一流的势力 樊佩充其量 也只能算是龙哥的一个跑腿的 我也没想到 为什么樊佩能联系到龙哥 而且 该男子的话没说完 被林叶的手机震动声打断 林叶拿起手机一看 是李诗兰打来的 他眼神微动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调整状态 他不想让李诗兰听出什么而担心 在扫了一眼瑟瑟发抖的几人之后 林叶迈步走进了 尚未沾染血腥的楼道 林叶 我这边才刚没忙活不久 你就自己一个人查探完情况 说也不说一声就跑了 电话那边传来李诗兰担忧的声音 林叶收起原本脸上弹幕的神情 但笑着调侃道 老婆 这才出来多久 就忍不住想我了 林叶 你现在在哪 林叶目光微闪 我现在正在回去的路上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 你给我说实话吧 你那边那么安静 怎么可能是在路上 我这不是在洗手间吗 林叶随口说道 然而电话那边突然没了动静 林叶面色一变 老婆 老婆 他尝试着喊了两声 回应他的只有无声的寂静 林叶脸色一沉 眼底掠过一抹射人心魄的寒芒 下一秒 他脚下生风 迅速离开 新隐于乐 场愿梁亭下 两道倩影正对作者 蓝总 你这么来 就不怕林先生生气吗 安妮眨巴着大眼睛问道 李诗兰的嘴角 划过一抹动人的弧度 他可没这个胆量 安妮嘟了嘟嘴 笑着说道 蓝总大人威武 确实挺威武啊 忽然一道很是不满的声音传来 李诗兰美眸一亮 寻声看去 只见林叶板着脸 向他们这边走了过来 林叶 你这么快就上完厕所了 李诗兰率先开口 林叶黑着脸说道 老婆 你这么玩 就不怕哪天 给你老公我泪趴下吗 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谁让你什么也不说 就一个人跑了 李诗兰傲然地挺了挺胸 至少见到李诗兰没有大碍 林叶心中悬着的心 放下了大半 随即他有些无语 摇头说道 你老公我这么英明神武 自然有挑起大梁的重任 这种看似危险 实则完全难不倒我的事情 你应该放心才对啊 李诗兰轻哼一声 旋即瞪了林叶一眼 公司里的电梯 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 又是下坠又是喷火的 反正我不觉得是小事 林叶摇了摇头 不再坚持说什么 见林叶老实下来 李诗兰美眸闪烁间 话锋一转 你出去了一趟 到底做了什么 不要告诉我 你开车出去 是为了上厕所 林叶眼神微动 随即笑着说道 出去见了见熟人 简单打听了一下情况 见了熟人 李诗兰狐疑地说道 我很想知道是谁 林叶随口说道 一个你天天 也会见到的朋友 她很敬严 就在李诗兰朱唇亲戚 还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林叶抢先转移画风 老婆 公司里有什么 其他检查发现吗 第八十章 六十根七了回不来了 安妮在一旁 一直没有机会插上嘴 此刻见机会来了 立即应声 都检查了 没有其他问题 电梯那边 兰总已经派人 重新整理好了 过了正午 就可以恢复公司正常运作 孩子们被兰总 带着更换了地点 很安全 安妮话音刚落 咕噜 一声响 从李诗兰的肚子内发出 李诗兰有些尴尬地 闪躲了几下目光 林叶反应很快 她大手一挥 走 让你们尝尝 我这个除神的手艺 两个小时后 林叶独自来到公司天台 她抬头静静地看着 已经乌云压境的天空 目光深邃 片刻后 她掏出了手机 拨通了一串号码 林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吗 电话刚一拨通 齐泽激动的声音传来 你们还接受委托吗 林叶语气平静 接受 林先生尽管开口 我齐泽绝不推辞 齐泽的语气异常地坚定 林叶淡淡一笑 我这么有名吗 岂止是有名 林先生两个小时前 去了一趟繁佩的场子吧 林叶眼神微动 并没有接这个话茬 我觉得 现在可以谈谈正事 关于新颖娱乐 与我家那边 给你一个丁烧的任务 她说完顿了顿 又补充了一句 知道我在哪里住吗 收到 我立即吩咐照做 齐泽语气正重 林叶的眼睛微眯 齐泽 这个丁烧的任务需要的时间 也许不会太短 无妨 齐泽果断回应 说说价格吧 林叶说着话风一转 当场转账 林先生 您应该还记得我之前说的话吧 我们本身就有要委托您的事情 何况这种丁烧的事情 谈不上有多难 不需要酬劳的 齐泽语气坚决 隆隆隆 随着一道震天的雷鸣响起 大雨倾盆下 林叶挂断电话 闪身移动向楼道口 离开天台 此时十层的演练室内 李诗兰 安妮 以及五个孩子们 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妈妈 爸爸怎么还没来 二花有些不满地 咳了咳嘴 对啊 爸爸不是说去天台透透气就下来吗 外面都下大雨了 怎么还没有见到他呢 依春也跟着开口 要不我们上去看看他吧 胆小的四月也开始了发言 蓝总 外面刚下大雨 你在这里陪着孩子们吧 我上去就行 放心 我会随时向你汇报情况的 安妮此时自告奋勇地说完 便转身欲要离开 安妮 看来你能一直跟在蓝总身边 不是没有原因啊 忽然一道带着几分调侃的声音传来 爸爸 你来了 二花喜笑颜开 蹦跳着张开双臂跑向林叶 林叶开怀一笑 张开双臂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爸爸 大家都等着你来交着演练呢 二花高兴地说道 好嘞 爸爸这就带你们摇起来 干趴那黄天跟地龙娱乐 林叶拍拍胸脯 一脸自信地说道 爸爸 你怎么这么偏心 一春也要抱抱 一春此刻撅着嘴巴 来到林叶面前 可怜巴巴地说道 五合也要 看着孩子们 个个像是欢呼雀跃的小精灵 林叶心底的思绪 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他放下二花 随即蹲了下来 张开双臂 来 孩子们 一边两个 不要抢啊 五合身为唯一的男孩子 就在中间吼了 随着林叶这句话说完 几个冰雪聪明小精灵 纷纷在林叶的两条胳膊 以及脖子上就位 林叶微微发力 起飞了 只见林叶缓缓起身 带着身上的五个小精灵 开始做着飞翔的姿势 开始绕着演练场盘旋 哇 我感觉真的在飞眼 爸爸真厉害 我想飞得再快一点 一旁看着这一幕的李诗兰 美眸之间 闪过一抹满足的涟漪 爸爸 你能不能跳起来 二花忽然眨巴着眼睛说道 林叶眼神微动 他正要有所动作 李诗兰的声音此时响起 这么久了 差不多了该停下了 明天过后就是决赛 林叶你带着孩子们演练吧 李诗兰说完 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 而且 跳起来还是有点危险的 不嘛 我就要爸爸跳起来 二花撅着嘴不一道 二花 听妈妈的话吧 我们还是下去吧 一春嘴上这么说 但眼睛里隐含不舍 爸爸 我不要下去 五合紧了紧他 振环住林叶脖子的小胳膊说道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他给李诗兰头过去了一个 让他放心的眼神 随即大喊一声 孩子们抓紧了 这次要坐空中飞机版的 小过山车了 林叶 你 李诗兰柳眉微醋 他话说到一半 只见林叶的身影忽高忽低 很有规律的自由四动起来 老婆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的 林叶一边动作 一边开口 很快 演练室内充满了温情的欢声笑语 雨一直下 雷鸣与风声 肆意地扫荡在大街小巷 使得雨势也变得凌冽起来 天色彻底暗了下来 林叶一家已经回到了别墅 厨房 林叶手脚并用 驾轻就熟地在做饭 一阵熟悉的幽香袭来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老婆 有什么吩咐吗 李诗兰妙慢的身影出现在厨房 她的柳眉青醋 时不时看了林叶一眼 眉眸之间交织着复杂之色 老婆 你这欲言又止的样子 不觉得跟你平日里的风格 很不搭配吗 林叶目光微闪 她放缓了手中的动作 李诗兰微微叹息一声 她忽然目不转睛地盯着林叶 一言不发 老婆 你怎么了 难道是心中藏着事情 因为担心你老公我的安危 所以不敢开口吗 林叶看似跟往常一样 随口调侃着 但她的心底 已然开始警觉了起来 李诗兰迎牙一咬 还是说了出来 今天六十跟七了 可能回不来了 你说什么 林叶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整个厨房在刹那间 充斥着一股浓烈的肃杀之气 李诗兰忽然感到心神一震 她的脸色止不住一白 第八十一章 她比保姆厉害 林叶面色微变 意识到刚才有些过了 现在还不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老婆 他们不是有专门的辅导老师吗 每天都有接送的 这点没错吧 林叶尽量让她的语气显得缓和 李诗兰瞪了林叶一眼 看在你这么担心孩子的份上 才这么吓人 我这次就不说什么了 随即她话锋一转 辅导老师刚才给我打了电话 说在送孩子的路上 车子不知道蹭到了哪里 然后漏油了 外面又是漂泊大雨 他们准备给我联系接送的时候 正好公输出现 把两个孩子接走了 又是她 林叶眉头微皱 嗯 那两个辅导老师 是拦不住公输的 这个事情很明显 就是公输趁着大雨天安排的 他们现在虽然不会对孩子们怎么样 但我不想让孩子们之后 成为家族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李诗兰说着 万千思绪化作一探 她的体内 终究流淌着李家的血脉 林叶放下手上动作 她的笑容令李诗兰感到心里暖暖的 孩子们还等着回家吃我做的饭呢 林叶话音落下 将做好的佳肴套上护餐纱 随即来到李诗兰面前 将一双手轻轻搭在了她的肩上 强调道 我去接孩子们回来吃饭 老婆 你在这里等我 好好陪着孩子们 可以吗 林叶语气轻柔 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 令李诗兰觉得心神震动的力量 李诗兰心中清楚 现在的她 虽然是众多人口中的商业女王 建立了新颖娱乐 但在家族 想要有真正的话语权 还远远不够 她过去了 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 她看着眼前棱角分明 俊朗不凡的面旁 林叶是她现在唯一一个能依靠的人 李诗兰诸唇亲戚 林叶 外面的雨很大 答应我早去早回 注意安全 尽量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大好吗 她话音落下 伸出嫩白的玉手 给林叶轻轻整理 由于刚才做饭 而变得有些褶皱上衣 林叶轻轻抬了抬胳膊 抓住了她的一只柔弱无骨的手 放心吧 雨天再大 也挡不住我要将六十根七勒带回来的决心 嗯 三分钟后 随着一道穿过雨幕的引擎轰鸣声响起 林叶驾车迅速隐没在无人的街道 一辆黑色加长版的轿车上 我打 七勒找准时机 对准她一旁的保镖就踢了过去 保镖微微一笑 随意地抬手阻挡 哪知道七勒这招抬腿攻击 实际上就是一个幌子 她一个侧身 另一条腿已然踢向保镖的裆部 四 保镖下体被气了这一下 给阶级实实的命中目标 疼得她立即呲牙咧嘴地伸手舞向下半身 哼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老实的话 就赶紧给我送回家 我要吃饭 气了既得意 又傲气哼哼地说道 一旁观察着一切的公输 眼底一亮 少爷 你拥有很好的舞蹈天赋 既然你这么喜欢舞蹈 与其跟着你现在的辅导老师 不如跟我回李家 我 妾 谁要跟你回去啊 我现在有点饿了 我就是要回家吃饭 气了一脸的不屑 公输呵呵一笑 李家有很多你 平日里接触不到的美食 到了我保证 让你吃得满意 我打 我就要回家吃 气了忽然抬起一脚 踢向一旁 刚缓冲过来没多久的保镖 命中后 保镖再次呲牙咧嘴了起来 他额头上的冷汗直冒 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小少爷 你到底跟谁学的招式啊 好 精 妙啊 少爷 你可以想想 你现在的家才多大 那里面能有多少吃的 我保证 到了李家 让你看到比你家的正厅 还要大的地方 里面全是好吃的 公输笑眯眯的说道 气了轻哼一声 他正要说什么 一旁一直沉默不言的六食 忽然开了口 只有他做的饭最好吃 公输微微一震 随即眼睛眯了起来 他是那个保姆 他比保姆厉害 六食语速平淡 话锋一转 我要回家 你们这么做 他知道了 不会同意的 不会同意 公输忍不住笑了出声 我承认 他当时忽然爆发的气息 是很强 可现在马上就要到李家了 他终究是一个人 微不足道 他说完后 又补充了一句 况且 蓝小姐冷若冰霜 这点不用我说 也是人尽皆知 他怎么可能会让他一个保姆 插手这件事 即便是有点实力 又如何 你错了 妈妈会让他插手的 六食淡然地说道 公输摇头一笑 少爷 虽然你很冷静 也很聪明 但还有点稚嫩了 因为你的车子 在没有到李家之前 就要停下 六食之嫩的小脸上 此刻浮现出了一丝 罕见的笑意 公输笑着正要说什么 忽然车子猛的一个急刹车 公输面色微变 心底隐隐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他皱着眉头 转身对主驾驶的司机说道 怎么回事 下雨天还这么着急的刹车 如果不是专门定制的车轮 两位少爷在车里 如果出了什么事 会酿下大错 你知道吗 公输 前面的路 被一辆黑色轿车挡住了 是谁居然敢挡我们的去路 司机语气不善 闻言 公输转移视线 往车辆前方看去 发现道路的确被拦截 难道他真的来了 公输脸色一沉 留两个人在车上看着少爷 剩下的跟我下车 是 几名保镖纷纷应声 其中一名带着伞 给公输撑了起来 公输一行人 逐渐走进黑色轿车 轿车的前车窗贴着车膜 他们看不到里面的情形 他们距离车辆 已经剩下不到两米 然而车辆的门并没有被打开 车窗也没动 根本没有丝毫反应 仿佛里面就没人 一名保镖沉着脸喝道 车内到底是谁 居然敢如此大胆 见了公输不出面迎接 这么不给面子 这简直不把李家放在眼里 公输 这种事情用不到您出面 我上前会会打 第82章 接回 公输目光闪烁间没有拒绝 保镖冷冷一笑 随即两步上前握紧了拳头 对着车窗就轰了下去 死 他这一拳下去 车窗完好无损 反倒是他的拳头红肿了起来 疼得他呲牙咧嘴了起来 起来 让我试试 另一名刚才舞过当部的保镖 立即上前 他想要找回面子 挥动着拳头 就往车窗上砸了过去 碰 得一声响 他的脸在三秒后 变成了猪肝色 我说两位 这可不是一般的钢化玻璃 刚才两下过瘾吗 林叶此时摇下了车窗 笑眯眯地说道 真的是你 公输目入惊疑 林叶咧嘴一笑 公输 你的伞看起来不错 借我用用 嗯 公输愣神的瞬间 林叶猛然踩下油门 单手操作方向盘 车辆忽然一窜 荡起路上堆积的一层水花 鸡摄像公输等人 他们纷纷下意识 做着动作遮挡或者规避 同时 林叶的另一只手 控制着银针 对着那把伞 猛然射甩出在银针命中目标的瞬间 林叶手上再次发力 控制着银线猛然一拉 公输手中的那把伞 不经意间脱手而出 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度 向着林叶的手掌掠去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单手猛打方向盘 车辆一个旋转飘移后停下 同一时间那把伞到手 随即他打开车门 撑起了伞 面带微笑地开口说道 谢谢公输的雨伞 质量很不错 林叶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 不过是在半个呼吸的时间内完成 公输等人一时间还有些呆愣 林叶微微摇头 干脆直奔主题 公输 我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带走两个孩子 我不希望大家之间有什么谋 居然还敢出来 敢让公输林语 吃我一拳 忽然一名保镖怒吓一声 打断了林叶的话 只见他挥动着拳头 就冲向了林叶 林叶痴笑一声说道 伙计 你的手难道不痛了 居然恢复得这么快 我挺好奇原因的 不妨亲自感受一下 你拳头的硬度吧 哼 你会后悔的 保镖冷冷一笑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他那红肿的拳头 不带任何花里胡哨 静直击向林叶的面门 林叶微微点头 来得好 够直接 随即他忽然向后侧步 紧接着原地一拳轰出 碰 两人全面相交 中间激荡起了无数小语话 两秒后 四 好痛 保镖的脸色变得惨白起来 他发现 刚才他像是击打在了真正的铁拳上 震得他的手骨 都快要散架了 另外几名保镖对视几眼 立即将林叶围了起来 林叶无视这些保镖 目光锁定着 神色殷勤不定的公叔 公叔 你确定要让你的人动手 如果他们 被我一不小心揍得灰头土脸 我想你回去后 会更不好交代吧 林叶淡笑着开口 公叔再次扫了一眼 那名虎口生疼 脸色苍白的保镖一眼 他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你带着两孩子回去 能做什么 林叶不假思索地说道 做饭给他们吃 公叔冷哼一声说道 林叶 我知道你并没有什么恶意 但 行了行了 公叔有什么想要常谈的事情 以后有时间我再奉陪 既然你没有拒绝 那我就先带他们回去了 林叶说完 闪身来到目标车辆面前 随手将车门打开 看到六十根七了没有大碍 林叶心底前藏的火焰 算是吸了大半 车内两名看守的保镖对视一眼 纷纷主动给林叶让路 我打 七了突然发难 一脚踢向一名保镖下体 居然还想骗我去 你们家吃饭 看招 那名保镖本身可以有所动作 但接触到林叶的目光 他心底一惊 立即改变了想法 只做了防备 还是那种防住了一半 故意有漏洞的防备 果然 七了见自己得手后 傲气哼哼的一笑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以后就给我老实一点 我让回去就回去 是是是 少爷说的算 保镖连忙附和 七了 这才将目光转向车外站着的林叶 这次看在你下着雨 还来接我的份上 我就先饶了你 回去的时候别忘了 给我好好做饭 听到没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当然没问题 我可是你们的爸爸 切 我打 七了不屑一声 随即对着林叶抬腿 林叶淡笑一声 抬手轻轻遮挡 见七了没完 林叶目光微闪 你要是再乱动 我一旦没防住 受伤了 可没办法给你做饭了 七了税嫩的小脸一愣 随即轻横道 算你幸运 我现在要是不饿 肯定要你好看 赶紧回家吧 林叶微微一笑 闪身将他的车辆开了过来 随即下车打开了车门 两位少爷 还不快点上车 就在两个孩子 正准备上车的时候 公叔的声音再次传来 林叶 你有没有考虑过 直接为李家办事 蓝小姐根本上还是李家的人 而且 她跟李家比 终究 我对李家 没有半点兴趣 林叶转身 语气冰冷地打断了她 公叔面色一沉 林叶 蓝小姐早晚会回归李家 如果你识识误 我想你知道该做出什么选择 林叶眉头微皱 她的眼底闪烁着丝丝锋芒 李诗兰是我老婆 文言 公叔双目微张 随即微微摇头 脸上带着惋惜 林叶 你如果继续这么做 就算李家不对你动手 那 谢谢公叔的提醒 林叶已经不耐烦了 撂下一句话后 驾车带着两个孩子 扬长而去 看着迅速隐没在街道的那辆车 公叔的神色 渐渐复杂了起来 林叶 不知道你对蓝小姐的真心 能够扛得住多久 别墅内 李诗兰站在正厅门口 看着院外漂泊的大雨 神色有些恍惚 她的手里拿着手机 手机上面显示着一串 只差按一下拨号键 就能拨出去的号码 又过了五秒 眼前依旧是漂泊大雨 她的美眸间 划过一抹担忧 随即就要按下拨号键 第83章 抢肉的漆了 忽然一道隐情的轰鸣声 荡平了她心中 起伏不止的思绪 她看到林叶停好车后 两条胳膊上 分别架着六十根漆了 迅速往正厅这边移动过来 其中气了的手上 撑着雨伞 时不时还把玩几下 林叶的头发 老婆 大雨天你没事开着门干什么 难道不怕感冒吗 放下六十根漆了 林叶淡笑着说道 李诗兰没有回应 林叶目光微闪 她转头看向李诗兰 发现她正目不转睛地 盯着自己 眉眸之间 竟是情意绵绵的联姨 老婆 我觉得 现在可不是 寒情默默的时候 先 爸爸回来了 可以放开吃饭了 一春高兴的声音 打断了林叶的话 开始吧 开始吧 刚才吃了点 我还没过瘾呢 我等不及了 二花拿起筷子 就开始动作 那块肉 是我先看到的 谁敢抢 欺了一种更快速度 抢先夹起了 原本二花所定的佳肴 你 你还我的肉 那明明是我先看到的才对 二花气呼呼地 冲着欺了喊道 哼 就算是你先看到 又怎样 谁抢倒算谁的 欺了瞥了二花一眼 小脸上很是不屑 你欺负我 呜呜 二花两眼泪汪汪了起来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几个孩子中 就鼠气了个性倔强又傲慢 她对李诗兰说道 老婆 我知道你很想我 毕竟我给两个孩子带回来了 今夜风雨交加 电闪雷鸣 我一个人在房间睡的话 肯定会辗转难免 所以为了对抗天灾 同时我也明白 你想要奖励我 干脆我们睡一个房间 到时候 如果我们能来个 忘我的翻云覆雨什么的 也能顺势屏蔽掉 那些扰人清静的风雨雷鸣 你觉得 我觉得你想得挺美 李诗兰风情万种地 微微一笑 先吃饭吧 一些事情 等下我再问你 林叶微微点头 随即闪身到了餐桌前 坐到了二花面前 爸爸 欺了刚才抢我的肉吃 二花上来就告状起来 她也把我的抢了 哼 五合怒气冲冲地抱怨 这还不止 她还抢了一春姐姐的肉呢 三秋也跟着附和了起来 欺了不屑地轻哼一声说道 反正 今天回来的晚了点 我就是比平时要饿得多一些 那我就要动作更快 吃了更多才对 哼 欺了 他们都是 你的兄弟姐妹 你要学会谦让 你们 谦让 也不是不行 只要他们谁能有我厉害 比我的速度快 我就谦让 欺了一脸的小傲气 李诗兰柳眉微醋 她正要继续开口 说些什么教育教育她的时候 林叶忽然开了口 大家先不要争论 先吃饭 凉了就不好吃了 你们不动筷子 那我可就先动了呀 林叶说着 立即动筷子 夹了一块肉 塞到了嘴里 一众孩子被她这一代 立即转移了注意力 纷纷放下心中的芥蒂 连忙拿起了筷子 李诗兰有些古怪地 看了林叶一眼 她隐约察觉到 林叶一定是有什么其他想法 不经意间注意到 林叶递过来的眼色 李诗兰美眸闪烁间 也动起了筷子 动作自然 切了此时 继续保持着 她引以为傲的速度 一双筷子 对准了二花 正准备架起来的肉 直接夹了上去 然而这次 她并没有成功 因为有一双同样的筷子 以更快的速度 抢先一步 夹走了她的目标 七了一愣 下意识 顺着筷子的使用者看去 是对着她 正一脸嬉笑的林叶 哼 七了轻横一声 一脸的不服气 她再次动手 对准一春锁定的 一块肉夹了上去 然而 林叶的动作 依旧快她一步 七了的小脸 有些占红 我打 她隔着桌子 抬起一脚 就朝着林叶的下体 踢了上去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轻松规避 随即将夹到的肉 分别放在除了七了之外 的其他孩子们的碗里 爸爸真厉害 哼 这下看七了 还怎么抢 二花的小脸上 布满了开心的笑容 爸爸真棒 我也给你加一个菜 一春欢呼着 给林叶加了一块肉 其他孩子们 也跟着复合 唯独六十根七了没有 他们的注意力 从林叶身上 再次转向了餐桌 这才默默给林叶 加了一块青菜 平静地说道 不能天天吃肉 见到这一幕 李诗兰的美眸间 闪过一抹诧异 六十什么时候 给我加过菜 随即她有些悠悠地 看向林叶 这是妈妈的 不能天天吃素 六十平淡的声音 再次响起 李诗兰微微一震 随即眼底的忧色 被一扫而空 随即充斥着 一种淡淡的满足 七了 你现在要不要听妈妈的话 林叶此时 一脸笑嘻嘻的模样 对怒气冲冲 瞪着她的七了说道 我 七了绷着小脸 有些难以启齿 林叶寻寻善诱道 你不是说过 谁的速度快 谁厉害 就会做到谦让吗 你可是最能打 最厉害的男子汉 难道要反悔 七了战红着小脸辩解道 我是说过 但我说的是谁厉害 我对谁谦让 反正他们也没有快 林叶眉毛微调 那我们继续 反正我只看到了 他们的碗里面 有他们该吃到的肉 你就是一直不能成功 七了咬了咬牙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可不想一直失败 这样的话太没面子了 但让他当众悔改 同样心里很不适滋味 这样吧 你可以每次只跟我抢 我只做防守 不抢你的 你要是能赢了我 我就同意你原来的做法 你看怎么样 林叶此时忽然这么来了一句 七了见有了台阶 立即点头答应 接下来 七了有意无意地试了几次 发现根本就抢不过林叶 但跟之前他抢那么多人的肉 都不能成功比 面子上的损失少了大半 哼 想不到你还算是会点功夫 片刻后 七了心满意足 摸了摸有些鼓起的小肚子说道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这还是你爸爸 我头一次听见你的称赞 第84章 快撤 七了轻横一声画风再次一转 但跟我的老师比起来 他一个能打你十个 林叶做态 很是惊讶地说道 哇 你老师这么厉害吗 那他钥匙来了 我岂不是得被他打着跑 那是当然 七了很是不屑地看了林叶一眼 一脸的小傲气 林叶眼神微动 忽然笑道 那我要是打败他了 你能不能 你不行 七了挺了挺小胸脯 当即打断了林叶 正当林叶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他的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林叶目光微闪 这个时间点 外面又是风雨雷鸣 怎么会有电话打进来 简直是在餐桌上 他不想影响了气氛 于是随口说了一句 去趟洗手间离开 到了洗手间后 林叶才掏出了手机 扫了一眼上面的号码 林叶的眼睛微眯 脸上略过一抹冷色 随即他接起了电话 林先生 新颖娱乐公司正南方向 150米 发现两个可疑人物正在靠近 齐则的声音冷漠 二人一袭黑衣 蒙真面 是否需要动手 先盯住他们 有什么情况 立即向我汇报 我马上就到 林叶语速飞快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他换上一副常态出了洗手间 林叶 收不早了 明天你还要去公司带孩子们演练 你也早点休息吧 李诗兰此时正一边说着 一边收拾着餐桌上的碗筷 他刚才已经安排孩子们回房间了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他脚下生风 以更快的速度将餐桌收拾了起来 同时也包括李诗兰手里的碗筷 李诗兰有些愣神 他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老婆 你也早点休息 这种大雨天 明显是睡觉的好机会 可不能浪费了 明天过后 孩子们就要决赛了 我也不能松懈 我先睡了呀 林叶身影迅急如雷 说完后 窜进了他的房间 李诗兰瞪了一眼 林叶的房门嘀咕了一句 你这么快 不怕闪到腰吗 他话音落下 关灯进了房间 不过半分钟 林叶身影如同鬼魅 翘无声息地打开他的房门 紧接着来到李诗兰门前 他侧身倾听查探后 确定李诗兰已经熟睡 随着别墅外的一道雷鸣划过天际 林叶神色再次变得冰冷 随即身影闪动 迅速出了别墅 一栋大厦天台 暴雨之下 骑则身披显得微不足道的羽衣 手持望远近正 正神情专注地顶着目标方向 那里 他看到两个黑衣人 先是规避着监控 翻越上了新颖娱乐的围墙 不过二人没有彻底站在围墙上面 而是用双手扒着强颜 那围墙内 有新颖娱乐在角落架设的一个监控 这个监控主要看的是车库方向 随着一阵狂风吹拂 一片落叶 在这声势浩大的风雨中 显得凌乱不堪 但他恰恰遮住了监控视线 做好这个操作 两个黑衣人对视一眼 随即彻底翻越上了围墙 紧接着 二人攀上了车库上方 其中一名高个黑衣人 手中多出了一个小型录像仪 他用提前准备好 跟车库顶端相同颜色的特设包装布 将录像仪包起来 紧接着贴附在车库顶端最好这些后 二人又翻越上了围墙 还是同样的操作 遮蔽了对应监控之后 这次他们针对的目标 是公司侧楼的窗檐 二人手中拿出攀附工具 暴雨之下 动作依旧迅捷 二人顺着一层窗檐继续往上 继续布置隐秘性很高的录像仪 很快便来到了最中层 第十层 二人布置完之后 没有离开 而是直接拿出工具打开了窗户 紧接着翻越了进去 再看看原本正锁定着二人 其则所在的大厦天台 不见其意 这第十层 走廊间的监控布置 并不是对着刚翻越进来的二人 而是恰恰在二人的头顶 正上方 下一刻 只见二人戴上夜视仪 其中一人拿出了小型相机 调整好之后 对着他眼前空无一人的走廊拍了拍 紧接着 他当场将怕拍好的照片大小精修 调整为与监控视野对等的大小 同时贴上具有一定吸附作用的细丝 做好了这些 此人抬头看了一眼监控 忽然纵身跃起 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给现场的监控来了个 头天换日 二人对视一眼 紧接着大摇大摆地走在了走廊上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 经过走廊两侧的竖道门之后 静止停在了李诗兰的办公室面前 速战速决 其中一个高个吩咐了一句 随即 二人手中多出工具 刚要对紧闭的门动手 不曾想 这门忽然被人从里面打开 二人心神一震 两位 这么晚了 外面又是风雨交加 依旧在坚持办事 我是该夸你们 还是该讽刺你们 林业的语气充满着细血 林业 你明明已经离开公司了 怎么可能会发现我们 其中一名矮个黑衣人 历声质问 怎么 为什么你们不能被发现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我们专业从行十几年 从来没 跟他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他就是一个人而已 先给他办了再说 高个忽然怒喝一声 紧接着对着林业的面门 就是一拳 林业不闪不躲 抬了抬手 一个照面 他静止稳稳抓住了高个的拳头 随即手上骤然发力 伴随着手骨挤压的声音 啊 高个忽然惨叫一声 林业瞬间抬了抬腿 高个瞬间被踢翻在地 当场失去了战斗能力 矮个面色大变 好快的伸手 来不及过多惊讶 他当机立断 忽然向林业丢过去 一个大拇指大小的 无色柱体瓶子 林业眼神微动 就在他刚要随身规避的时候 那柱体瓶子忽然 砰 得一声爆开 随即一股意味迅速散出 一股隐约可见的白色雾气 顷刻间将林业笼罩 快撤 矮个大喝一声 趁机窜到钢针 扎着起身的高个面前 一把搀扶起他 就像走廊尽头 之前开着的窗户方向逃走 然而 他还是低估了林业 第85章 抬松的算计 我觉得 你整的这些有意味的东西 可以尝试着改良改良 将里面的毒性再放大放大 这种程度 顶多让人昏迷 而且不会太久 林业的语气带着几分调侃 他的话音落下 赫然闪身到了矮个二人面前 将他们唯一的出入 直接封死 林业 请放过我们 矮个的应变极快 自知双方差距过大 立即求饶 放了你们 林业眉毛微挑 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你们刚才在新颖娱乐 又是布置录像仪 这又妄图来到兰总办公室 动手脚 说让我放了你们 矮个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道出实情 我们也是收人钱财 替人办事 委托我们的是台少 我们本身的行动目的 就是为了对新颖娱乐 进一步布置监察 除此之外 并没有其他 要对谁实际动手的想法 台少 林业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放了你们可以 不过你们对新颖娱乐 动了手脚 这是既定的事实 矮个面色微变 林先生有什么吩咐 林业并没有急于 告他干什么 而是反问了一句 如果你们这次行动失败 是否还要回去 跟台少交差 矮个瞳孔一缩 捕捉到矮个的神色变化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让我猜猜 不管你们是否要回去交差 只要是 你们的这次事情 以失败告终 即便是你们逃跑 那台少恐怕也不会放过你们吧 矮个的脸色苍白了起来 他的眼底浮现出一抹悔意 林业继续说道 你们十几年行动过中 并未失守 的确有自傲的资本 想必这也是 你接台少的单子的原因 唉 林先生说得不错 矮个叹息道 就在林业正准备 继续说什么的时候 矮个一旁短暂恢复片刻的高个 突然沉着脸高声喝道 林业 今天碰到你了你 我们认栽 反正这次失败 那台少绝不会放过我们 要杀要寡 随你便 林业摇头失笑 你倒是很有魄力 不过我并不喜欢杀人 尤其是在新隐娱乐 更不想看到什么 雪尖当场的情形 那你想怎么样 难道说 要慢慢折磨我们 高个子声色俱力地说道 他话音落下 脚下开始微微向后磨动 同时 他的一只手 已经藏在了腰背后 仿佛在坐着 随时就要拼死一搏的准备 你怎么跟林先生说话呢 注意你的言行 你要是想找死 不要拉着我 矮个突然转身对他立合一声 高个浑身一震 连忙低声说道 知道了大哥 矮个冷哼一声 旋即转过身攻进地对林业说道 林先生 你与那台少之间 之前可有什么过节 他这一句有些不着调的话 让林业饶有兴趣了起来 华雅堂餐厅遇见过一次 很有缘 矮个瞳孔微微放大 眼底闪过一抹惊骇 想必台少浑身出现的过敏性疾病 是林先生的手笔吧 浑身过敏性疾病 林业微微一震 他没想到这已经过去几天了 那台少居然还没有恢复 是的 这是台少的模样 照片是前天的 您请过目 矮个说着 拿出了几张不同角度拍摄的台松的照片 照片上 台松半躺在床上 他的几乎浑身缠着绷带 只有红肿的不像样的眼 口比裸露在外 喝水的时候 他不是在张口喝 而是在呲牙咧嘴的喝 仿佛张一下嘴 稍微那么动一下 他就会受到一种痛苦的折磨 林先生 我心中有个想法 不知当不当讲 矮个展示了图片之后 画风一转 台少不会放过 我们是不假 但可以借机给他引出来 同时便与林先生动手 当然 这次毕竟冒犯了林先生 如果林先生还想要借着我们动手 也可以 只是刚才林先生你也看到了 我们二人的实力恐怕 林叶白手打断了 他没有多少底气的主动请因 台少还有没有给你们安排其他任务 他心中总觉得 这件事情少了什么环节 当初在华雅堂的时候 台松设计针对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冲着安妮去的 可他这拐弯抹角的下令 对新颖娱乐布置监察 目标却转向了李诗兰 没有 矮个如实应声 就在林叶思索的时候 他的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他拿起一看 是安妮 林叶瞳孔微微一缩 这个时间点忽然接到他的电话 林叶的心底忽然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连忙接起电话 隔着电话 林叶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一个画面 安妮受限正在挣扎 林叶 你没想到吧 哈哈 电话那边传来台松极其嚣张的声音 还好本少留了一手 那两个没用的白痴 也算是发挥了那么一点作用 林叶 想不想就拦总身边的小满了 哈哈 文言 林叶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他面前的矮个两人 脸色结实一白 台松 你想要什么 林叶的语气冷静到了极致 哼 要什么 你现在就给我滚过来 十分钟 地址就在安妮的家里 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 晚来一分钟 我不保证会在安妮 这精美的小脸蛋上划上一刀 林叶挂了电话 她的胸腔里 充斥着无边的怒火 虽然这段时间 她跟安妮接触的并不长 但她给自己的印象 始终都是阳光可爱 心地善良 爱憎分明 又积极向上的 她能待在李诗兰身边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矮个二人 此刻浑身颤抖了起来 林叶身上强大的气息 无不震慑着他们的身心 矮个目光闪烁间 立即在她自己的身上搜寻着什么 同时吩咐高个 也跟着赵座三秒后 矮个手中多出了一个微型的窃听器 她的面色大变 结合林叶的变化 她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她没有犹豫 立即将窃听器当场处理掉 林先生 没想到一开始 我们已经被台松给算计 这件事情 你们先跟着她 林叶面无表情地 指了指他们旁边的一间房门 打断了矮个的话 第八十六章 谁说只能开车过来 房门即刻打开 一直在内折服着的齐泽等人 开门走了出来 两位 跟我们先走吧 放心 那台松找不到你们的 好 那林先生小心 矮个当机立断 林叶没有回应 他对齐泽微微点头 后者会议 林叶不再停留 整个人卷起一阵 刮得人脸生疼的风 对准走廊尽头的窗户窜了过去 林先生 我这里有工具 您可以 矮个目录惊骇 他的提醒并没有说完 林叶已经窜出了窗户 齐泽同样感到震撼 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层 平均每层要比一般的楼层 高出一到三米 林叶就这么跳了下去 随即几人连忙赶到窗户前 探头向下观看 然而 此时下方早就没有了林叶的身影 我还是低估了林叶 他的实力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矮个被震的神色有些恍惚 林叶此刻已经窜到公司围墙面前 他再次将刚才用过的银针银线取出 对准围墙猛然一甩 龙龙龙 一阵雷鸣照亮了林叶冰寒的脸 他的速度极快 几个闪身来到事先停好的车辆面前 打开车门 手脚并用 操作猛如虎 林叶从楼上到现在上车 用的时间不过三个呼吸都不到 随着引擎的轰鸣声响起 他驾驶着车迅速隐没在街道中 安妮的家中 抬松身上缠着大面积的绷带 他坐在轮椅上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眼前的安妮 安妮此刻被束缚在一个固定椅上 他穿着一件被撕扯的不像样的睡衣 雪白娇嫩的肌肤裸露在外 浑身被五花大绑 嘴被堵住 翘脸惨白 目入绝望 他妈的 都是因为这个灵液 害得老子被整成了这副模样 安妮 不然老子早就把你给绊了 抬松怒声呵斥起来 同时他摆了摆手 示意身后的布下 推着他向着安妮移动 哦 安妮的大眼睛里 没有了平日里的光彩 想说话 哼 让他很难做得出来 安妮 现在已经过了八分钟了 听说灵液车技不凡 秒杀了三险山的赛道之王 飞絮 我倒要看看 如今外面雨落倾盆 他会不会再不出任何意外的情况下 用剩余的两分钟时间赶过来 抬松音策策地说到 安妮的俏脸更加的惨白 从新颖娱乐到这里 就算是一路畅通无阻 车速飙到极限 也不见得有人能在十分钟内赶过来 他清楚 其中有一条必经之路 被封锁维修 限制了通行 如果再开那么高的速度 出车祸的几率只会无限制地增加 越是想象 安妮眼底的担忧愈发的浓烈 马的 抬松忽然冷声喝道 安妮 想不到都这个时候了 你非但不担心自己 反而想起那灵液 现在剩下一分钟 我看他是赶不过来 或者说已经死在路上了 哈哈 抬松目录歹毒 看了一下时间 狂笑了起来 随即他用缠绕着绷带的手 拿起早就准备好的一把 闪烁着森然寒芒的短刀 在安妮精致雪白的脸蛋上 笔划了起来 呜呜 安妮浑身剧烈地挣扎起来 安妮 你有所不知 说起那李诗兰 本少并不是 没有对他心存觊觎 只是他是另一个势力 更加庞大的人 早就预定好的猎物 你放心 毕竟你是李诗兰身边的人 等本少彻底恢复 征服了你 到时候必然会得到他的嘉奖 到时候 也许我还能有那么点机会 对李诗兰 哄 窗户玻璃碎裂的声音 突然响起 紫紫 玻璃碎片入肉的声音 紧接着响起 还没等安妮台松 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他忽然感受到 他的肩头搭上了一只手 同一时刻 原本站着的几名台松的保镖 浑身抽搐两下 笔直地倒在了地上 他们的身上 插着数十道玻璃碎片 林叶的出现 近乎是不到三秒钟 全场的情形 即刻得到了逆转 啊 台松忽然惨叫一声 他发现他的肩膀上的一只手 忽然变成了金属铅 猛然开始了发力 台少 想不到我们第二次见面 会在这里 林叶神色冰冷地说了一句 紧接着他 再次加大了力道 将惨叫着的台松 从轮椅上拎了起来 然后像是甩垃圾一般 将他撂在了地上 死 台松本就就伤未愈 此时浑身的神经 仿佛遭到了撕裂般 痛得他几乎晕绝过去 林叶没有理会半死不活的台松 迅速给安妮解开了束缚 紧接着给他把脉以及查探 好在并没有大碍 接着 林叶闪身给他找了一身衣服换上 看着眼前熟悉又高大的身影 嗅着林叶身上独有的气息 渐渐反应过来的安妮 原本心中的绝望 被轻易地荡念 一丝不留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大的安全感 林先生 谢谢你 安妮发现 她的脸有些发烫 你没事就好 林叶的心底终于松了口气 你的浑身都湿透了 我的房间里还有几件大衣 男的应该也能穿 你先换上吧 看着林叶与刘家贝 安妮此时的心里暖暖的 同时又很担忧 怕林叶感冒 林叶淡淡一笑 这暴风雨 对我造不成什么影响 她话音落下 来到地上 刚还没挣扎着起身的台松面前 台松眼底 透露着浓烈的阴毒之色 又惊又怒道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 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过来 而且安然无恙 林叶痴笑一声说道 谁告诉你的 只能开车过来 林先生 你不是开车过来的 一旁的安妮 指不住好奇地开口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我说我开了一阵车子 发现交通道路出现了问题 然后改变了行进路线 将车停下 一路穿梭在楼宇之间 一条直线直奔过来的 你相信吗 第87章 正常切磋 不存在的 我相信 你说的什么 我都相信 你还说过会罩着我吗 你可是我的男神啊 安妮眨巴着迷离的大眼睛 翘脸上带着仰慕 她不由分说地 挽起了林叶的胳膊 感受着胳膊上传来的 阵阵余温 安妮挽着随即目光转向台松 看到林叶与安妮之间如亲密 台松心底 哇 得一下窜上一股直冲脑门的怒火 安妮可是她早就寄予已久 日思夜响的猎物 台松目瞪着暴吐的眼球喝道 林叶 你真的以为 现在你们安全了吗 林叶眼神微动 这台松并不像是危言耸听 她的大脑高速运转 没有回应台松 忽然对安妮说道 安妮 这里一直是你自己在居住吧 安妮微微一正 点了点头说道 是我一个人 我父母有事情 很早就出差了 之前还打过电话 他们都没事 林叶眼睛微眯 难道还有其他人在附近埋伏 安妮 这里有地下室吗 下面有没有通向外面的车库 林叶话风一转 准备先安顿好安妮 然后再做其他打算 有的 我们要离开吗 安妮紧了紧挽住林叶胳膊的手 大眼睛里掠过一抹担忧 林叶目光微闪 走 我们先下去再说 不再理会台松 二人来到地下室 很快 二人便上了一辆红色轿车 林叶动作不慢 即刻发动起了车子 随着车库的门被打开 林叶二人赫然发现 一道身穿蓝色舞蹈服的身影 站立在车库出口中央 距离他们大概五米 正背对着他们 看着眼前这道背影 林叶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他的心头隐隐生出了一种 微妙的警觉感 火箭 你确定要站在那里不动吗 林叶打开车窗 看似很随意地说了一句 你如果想继续开车 可以试试 回应林叶的 是一道带着几分沙哑的 中年男子的声音 林先生 要不我们绕开他开过去吧 安妮轻咬阴唇开口说道 距离太短 车辆的速度拉不开 如果贸然那么做 恐怕这辆车本身的防御 会被此人给破开 而那个时候 我除了开车 还需要腾出精力 保证你的安危 这样的风险有点高了 林叶语速飞快地说完 话风一转 安妮 你现在跟我下车 然后站在距离 我三到五米之内的距离 不要走远 好 安妮点头应声 随即跟林叶下了车 很精准的判断 眼前的人转过了身 面容冷峻 四十多岁 身材魁梧 是一张陌生的面孔 伙计 我看你气势不凡 难道跟那台松 是一路货色 林叶主动开口 台松不过是在我手上 随时都能捏死的蚂蚁 此人面色平静地说道 林叶 你先后灭了黑风组织 跟黑雅组 陆昊跟婆佩纷纷丧命 听说还是以你一人之力出的手 至此 我对你很感兴趣 他这一番轻描淡写的话 听得一旁的安妮 翘脸大便 先不说台松 就这些地下组织 虽然他接触的不多 但不代表没有任何耳闻 他看向林叶的目光中 生生挤出了一丝陌生 林叶眼睛微眯 他是去了黑雅组一趟不假 但他根本就没有下杀手 樊佩的那些人断了胳膊 以及手指等 而且 他们如果想要接回去 有着大把的机会 他当时接了李诗兰的电话 因为担心李诗兰的安危离开 难道他走了之后 那些人被他人灭了口 龙志云 林叶收回思绪 不动声色地说道 如果我说 真正杀了他们的并不是我 你信吗 哦 中年男子眉目微调 随即微微摇头 不管是不是你杀了他们 总之 你这算是默认了 你的确去过他们组织 并且动过手的事情 这就足够了 林叶眼神微动 他发现从头到尾 都没有从眼前这个神秘男子身上 感受到丝毫敌意 下一秒 林叶忽然半开玩笑似的说道 火箭 你这大晚上的 外面又是雨落倾盆 难道你没事来这里堵着我 就是为了满足你口中所谓的 对对我产生的兴趣 男子没有否认 他缓缓脱下了外套 他身上的线条极其明显 唉 你冷不冷 外面还打着雷呢 你这上来就脱衣服 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不要这么直接 我觉得一些事情 还是从长计议比较好 毕竟我们这只是初次见面 林叶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林叶 话不多讲 只要你能打败我 我就放你离开 男子直视着林叶 面容神色古井无波 林叶略微沉吟 接着有些无语的摇了摇头 火箭 原来你是没事前的手痒 想过来找我切磋的呀 我说你能不能换个时间点 你明天难道不上班吗 是的男人 就让我看到你的勇气与魄力 男子说完 浑身气息陡然一遍 林叶心神一阵 他的瞳孔微微一缩 单论气息上 你是至今为止 我见过最强的人 他的声音多了几分凝重 林叶 我收下你的称赞 男子微微点头 随即画风一转 我的实力是内静后期出阶 步入五道宗师境界不久 你准备好了吗 五道宗师境 内静后期出阶 林叶心念略过 脸上的凝重多了几分 他们二人之间 单从实力的结果上讲 可以说是相差无几 但林叶实际上 根本就没有一次 同等境界的切磋经历 更不用说眼前的男子 比他大了二十来岁了 丁 系统发布任务中 任务名称 正常切磋 不存在的 任务说明 不管用什么手段 打败眼前的人 任务完成后 奖励神秘大礼包一份 林叶微微一正 下一秒 他看向眼前男子的目光 瞬间变得古怪了起来 看来你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男子察觉到了 林叶目光中的挑衅 他话音落下 整个人身形微弓 紧接着脚下骤然发力 第八十八章 得让他中招才行 该男子卷起一股凌冽的进风 向林叶冲去 他与林叶之间 原本五米开外的距离 几乎是刹那间 便缩短到了一米 林叶浑身气息陡然暴涨 他没有应接男子这一拳 而是侧身规避 林叶 我承认你的气息的确强悍 并且拥有常规的敏锐判断 知道如何规避 但还是太缺乏实战经验 男子间自己这一拳落空 忽然身形猛然一转 只见他利用他强悍的爆发力 生生泄掉了 原本冲向林叶的惯性力道 几乎是刹那间 改变了他的进攻方式 男子一记突兀的摆拳 猛然挥向林叶的胸口 感受着胸前呼啸的进风 林叶面色一变 猝不及防之下 他静止抬起双手 树立在胸前 试图阻挡 这是声东击西 随着男子的话音落下 林叶忽然感到双臂一阵 的确与男子挥动过来的胳膊 有了擦枪走火 但他下一秒发现 男子根本就没有用多少力道 在当前的攻击上 后背猛然传来一股凉风 林叶瞳孔一缩 想要调整身形做防备 但在他心绪起伏的一瞬间 已经晚了 他发现 他的意识以及想法 简直快过了他当前切磋状态中的神经反应 这是缺乏高质量切磋实战经验导致的 空有传承跟想法 终究是差了那么点 碰 得一声 林叶不能玩防备男子这一击 但还是在紧要关头侧了侧身 这使得男子的这一个肘肌 并没有完全命中在他原本想要攻击的点位上 后背传来顿痛感 正在有点向面 肆意地扩散 林叶来不及喘息调整 猛然向后暴退 林叶 你这么做 只是暂时地想要规避痛苦 无法解决问题 男子话音落下 朝着林叶窜了上去 林叶的大脑高速运转 他的目光快速略过四周 在寻找周围可以利用的环境因素 如果我能在此人身上失真 还是有可能限制他的行动的 但如何才能成功 从正面硬刚 并不现实 林叶边想边暴退 直到退到了地下车库 林叶的目光略过车库的支撑壁 嘴角微微上扬 他的心底有了盘算 随即当场开始与该男子来了个秦王绕住 男子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 他虽然经验丰富 但跟林叶之间的实力从气息上看相差无几 面对这本就不需要什么经验的狂奔 他的优势发挥不出来 一时半会儿还真就拿林叶没辙 林叶 你要跑到什么时候 难道身为武道宗师 见了人就知道跑 不觉得有损宗师之名 你追人都追不上 追上了也抓不住 同样是宗师 难道不觉得很没面子 林叶当即反驳 男子冷哼一声说道 我倒要看看 就算是比奈力 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狂奔中 林叶做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 有意无意地转头让男子发现 男子脸上的冷笑更盛 紧追不舍 终于又是几个来回之后 林叶忽然停住 大喘着粗气 转身叫停 一脸的无奈 停一下吧 我承认 就连跑 你都很有水平 男子也做着调整 短暂的几秒后 他微微摇了摇头 眼底闪过一丝莫名的疑惑 林叶 你年纪轻轻 能够步入宗师的境界 不 严格的来说 是拥有宗师的 力气 光是这一点说出去 五道一行的业内人士 想来会震惊得无以复加了 如果你真的是彻底的宗师境 那业内人士岂不是 男子说着 目光中第一次 露出了难以掩饰的惊骇 随即他话锋一转 林叶 林叶没有接他的话茬 而是自顾自地说道 你连自我介绍都没有 现在还想要知道的更多 你觉合适吗 我看你已经四五十了 宗师境 难道很罕见吗 男子的眼底略过一抹傲然 有相当一部分人 穷极一生 甚至连内境中期都没过 更不用说宗师级别的内境后期了 而能在三十五岁之前 步入宗师境界的人 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天骄 根本就是凤毛麟角 他们的前途不可限量 即便是有一部分人到了宗师境界 但他们的年龄 无疑不是五十岁往上 更有甚者已经年过百岁 哦 这么说的话 你就算不是天骄 也是天才或者精英了 林叶看似闲聊般说道 不错 男子即刻开口 随即话锋一转 林叶 你现在不打算逃跑了吗 调戏的如何 林叶做态 正了正神色 想不到 我林叶今天能与一位天才交手 我感到了一阵莫大的荣幸 我决定不再逃避 堂堂正正地跟阁下切磋一番 男子的眼底 第一次掠过了一抹 发自内心的笑意 林叶 我能隐约察觉到你 还有什么手段保留着 不过这不重要 让我看看 你到底是不是新一代 而且完全超出场里的逆天天交 能够在三十五岁 不 是二十五岁之前 达到真正的宗师境界 看招 看着这男子 静止爆发击打向自己的一拳 林叶的嘴角微微上扬 也许你现在没有机会感受了 他的话音刚落 手中忽然多出树根银针 银针上面的银线 闪烁着银色的丝丝锋芒 接下来 林叶猛然一辣 嗯 男子身形忽然一僵 他的心底陡然生腾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嗖嗖的无数轻微嗡鸣声 划破了空气 每等男子目光略过四周 他的周围 瞬间对他激设起了密密麻麻 铺天盖地的银针 银针的攻击范围 封死了男子的任何退路 用十面埋伏都不足以形容 面对漫天的进攻 男子冷哼一声 只见他立即扎开马步 额头青筋即刻突起 他浑身的肌肉线条 甚至有隐隐扩张的架势 随即他赤裸的上半身 开始隐隐有泛红的迹象 林叶的眼睛微眯 他忽然觉得 眼前这名男子 依旧有手段应对他布下的局 失真是目前他能够使用的唯一手段 无论如何 也得让该男子中招才行 第89章 那你先休息几秒吧 阁下 我感受到了 你的身体素质极其强悍 我想你 并不介意我继续动手吧 林叶忽然一脸地坏笑 开玩笑般的开口 实则他话音未落 浑身气息骤然暴涨 将状态调整到了巅峰 在漫天迎针即将触及到目标男子之前 林叶的一记扫腿 抢先攻击向男子 男子忽然觉得 一凉 面色微变 立即并拢了原本张开的膝盖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他的手中迎针 同时向着男子的眼睛 咽喉 以及肚脐眼上甩出 朝朝都是对人柔弱的身体组织不为动手 面对周围漫天的进攻 以及林叶强行施加的多方面压力 男子的面色终于露出了一丝慌乱 滋滋 银针入肉的声音响起 男子的动作一僵 他还是中了招 他原本暴脱的肌肉线条渐渐为民 滋滋滋 紧接着又是接连不断的声音响起 男子原本抬起的双手彻底下垂 他的身体即刻开始摇摇晃晃了起来 林叶 你居然用这种诡计来设计我 男子有些声嘶力竭 你开始不是也说了吗 逃跑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我就想着解决问题呗 林叶一脸的人畜无害 呼 男子大喘着粗气 额头上的冷汗开始止不住渗出 林叶 你不用堂堂正正的手段跟我切磋 就算我的身体败了 但我的内心无论如何 也不会接受这种结果的 哦 说完了吗 林叶不为所动 随口说道 男子冷哼一声 怒瞪了林叶一眼 不再言语 那你先休息几秒吧 林叶简单将手中迎针 对其心脉边缘射出 男子已经没有规避的能力 静止中招 随即他浑身一掷 闭上双目 向地上倒去 林叶眼疾手快 在他倒地前 迅速收回在他身上特赦的银针 叮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五道进阶两段奖励 请查收 两段是内进后期高阶 立即吸收 紧接着 林叶清楚地察觉到 他的身体发生了明显的质变 感官 体内气血脉络 以及浑身的力量 都在这短短的三秒不到的时间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暴涨 林叶下意识活动了两下 更轻 更灵活 任性更强 速度更快 随即他将目光转向地上的男子 如果再跟他交手 林叶自视 有十足地把握吊打他 这男子到底是谁 林叶寻思着来到他面前 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紧接着在他身上 一阵行云流水的操作 片刻后 男子眉头微皱 随即睁开双眉 林叶 他的瞳孔微微放大 随即看了一下四周 还是在车库 这怎么回事 难道你真就让我昏迷 仅仅是过了几秒 就让我又醒了过来 男子目露惊骇 旋即立即起身 活动了一下身体 他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 但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上的创伤 越是如此 他觉得林叶越发的神秘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现象 让一个昏迷的人随意醒来 而且并没有用什么暴力手段 林叶 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不好意思 这大晚上的我还有些事情要做 今天就到这里吧 需不需我送你 林叶剑系统任务已经完成 话锋转得很是干脆 男子双目一鸣 大有深意地看了林叶一眼说道 林叶 你也许不明白 你能在二十多岁 有堪比宗师境界的实力 意味着什么 就算我不对外宣扬 只包不住火 你身上的这个秘密 迟早会受人觊觎 另外 那台松虽然是个跳梁小丑 但他背后的王家 还是有着 林叶随意摆了摆手 打断了男子的话 我对王家并不感兴趣 说起这个 我倒是有些好奇 你怎么会在这个结果眼上出现 找我切磋 男子答非所问 林叶目光微闪 眼前这名男子始终都没有什么敌意 他顿了两秒 正要说什么 龙龙龙 车库外一阵滚滚的闷雷声 忽然响起 林叶微微一震 随即看了一下时间 不觉间 已是深夜一点 再见 马上决赛了 明天我要带孩子呢 林叶丢下一句话 立即闪身到不远处的安妮旁边 林先生 你真厉害 安妮红着翘脸 发自内心的赞道 男神可不是被白叫的 林叶很是骚包地扬了扬头 随即看了一眼不远处已经离开的男子 他话风一转 对安妮说道 先上去吧 一分钟后 二人再次来到一楼 这里已经没有了抬松几人的踪影 只留下了显得凌乱 欠打扫的场景 他们应该是跑了吧 安妮下意识开口 林叶没有回应 而是看了一眼那碎裂开来的窗户 他的身影快速闪动了起来 不过两个呼吸的时间 他用一张被罩 遮挡住了一直冒风的窗口 用银针固定 任凭外面的风刮得多么猛烈 就是无法破开这道防御 同时 原本凌乱的场景 也被林叶打理得干干净净 这大晚上的一直漏风可不行 林叶当即对有些愣神 没反应过来的安妮说了一句 安妮刚还没反应过来 林叶画风一转 撤了撤了 你也早点休息 林叶话音未落 身影再次闪动 已然消失在安妮的视线中 安妮嘟了嘟嘴 嘀咕了一句 真是的 外面的雨吓得那么大 好歹也给我个机会 说一下看能不能等于小了再走了 哎 就连说给你拿个雨衣的机会都没 三分钟后 林叶窜到了车内 他并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串号码 林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吗 齐则恭敬地说道 这两个人很老实 没有小动作 你那边派出来点人手 在安妮居住的附近盯梢 林叶直奔主题 没有问题 齐则果断答应 林叶画风一转 告诉我那两个人当前的具体位置 我马上到 林先生 您回来了 包房内 矮个见到林叶安然无恙 神色更为恭敬 林叶微微点头 台松现在走不远 他的身上有伤 并且是暴雨天 第九十章 我劝你不要叫人 矮个瞳孔一说 他瞬间明白了林叶画中的含义 一时间 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眼底充斥着复杂 有恐惧 有愤怒 你有你们的选择 林叶语气平淡地继续开口 矮个沉思两久 心中一横 眼底略过一抹狠辣 林先生 请告诉我 台松现在的位置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手中多出了一个微型录像仪 台松几人所在的商务车 距离这里并不算远 矮个与高个对视一眼 二人达成了默契 纷纷点头 随即二人离开 林先生 要不要我派人盯着他们两个 齐泽此时说道 看了一眼 眼眶隐隐泛黑 依旧兴奋的齐泽 林叶微微摇头说道 齐泽 你注意休息 明白 齐泽随口敷衍了一句 林叶目光微闪 手中多出数根银针 齐泽 你经历这么旺盛 我理解 但不能无节制地消耗 你站好 不要乱动 齐泽微微一愣 虽不明所以 但还是照做 林叶手速飞快地脱掉他的上衣 紧接控制着手中银针 迅速操作起来 半分钟后 林叶收回动作 齐泽眼底原本的一抹黑色 已然褪去 我感觉我的精神更加地振奋 而且 气血也更为通畅 浑身已经完全没有疲倦感了 齐泽惊骇地说道 他看向林叶的目光中 狂热之色更浓 想不到林先生 居然还有这种害人听闻的医术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你这么年轻 有的是机会 将来注定造就不凡 不过 不过什么 齐泽下意识问道 不过现在 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调整状态 安排轮班 然后睡觉 医术不是万能的 懂我意思吗 林叶的话音中夹杂着丝丝力道 齐泽心神威震 他的胸腔间 原本澎湃起伏的波动 退去大半 收到 一日 林叶按照往常的习惯 天色位量变起了床 简单整理后 来到了厨房 实力得到增进 就是好啊 林叶心中念叨 昨晚他明明睡得很晚 以为第二天起床后 多少会有些不适 不曾想 他发现他的状态 非但没有平常差 反而要好了不少 不多时 林叶将做好的佳肴 摆上了餐桌 套上了护餐纱 他刚做好这些 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林叶眼神微动 谁这么早 看了一眼上面的号码 是齐泽 林叶的脸色一沉 这麻烦事 还真就不断了 林先生 目标是一辆黑色商务车 上面一共六个人 五男一女 距离你的别墅 大概不到一百米 正西方向 齐泽的语气 没有轻胆波动 我知道了 大早上正要活动活动 你们不用要有其他动作 林叶随口说道 是 齐泽应声 林叶挂断电话 身影闪动之间 已经出了正厅 来到了别墅院门门口 打开院门 林叶一眼 就锁定了目标车辆 他眼神微动 随即做出一副跑步的动作 看似漫不经心地 往那边跑去 那辆车没有动静 直到林叶与她的距离 不到五米的时候 车门忽然打开 车上窜下来六个 看起来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除了为首的一个黑发 其余的全是五颜六色的长毛 其中一个女的 林叶再熟悉不过 是何美美 哼 林叶 你没想到吧 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何美美浓装艳魔 搂着他身旁的黑发男子 冷冷地说道 林叶摇了摇头 大感失望 这些人 根本没有资格让他动手 问你话呢 怎么 翅膀硬了 攀上了富婆 就开始目中无人了 何美美呵斥起来 这是我男朋友从耀 她的父亲 乃是跟陆家名下的 一个集团有关的高管 林叶 我承认之前是有点小瞧了你 想不到你还那么会飙车 我 废话说完了吗 林叶平静地打断了 正说的津津有味的何美美 你 何美美怒气冲冲地 刚吐出一个字 她身旁的从耀伸手阻止了她的发飙 从耀高傲地抬了抬头 挟视着林叶 林叶 我现在明白 为什么你能成为兰总安排的保姆了 就是靠着不俗的车戟 但你觉得 光靠这些 就能获得她的青睐吗 见林叶没有吭声 从耀以为她 见了自己这边人多而怕了 于是脸上的音效更盛 林叶 看看你当前的情况 孤立无援 这是事实 兰总那么高贵 怎么可能会看得上你 恐怕平日里 你没少说她的冷落吧 不过 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新的机会 只要你能老老实实给我道歉 然后发誓之后 服从于我 好好给我开车 我便 郭躁 林叶不耐烦地打断了她 原本我觉得 你会说出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现在看来 令我太失望了 三秒内从我的视线中消失 从耀神色一致 随即一脸震怒 林叶 看在你拥有不俗车技的份上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否则我让你变得残废 终生不得开车 林叶眼中掠过一道锋芒 她动了 一个闪身来到反应不及的从耀面前 一巴掌给她抽翻在地 从耀身边的四名青年 神色一阵恍惚 林叶动作太快 他们差点连林叶的残影都没看到 紧接着 林叶猛然抬了抬腿 一个横扫 四名青年即刻被扫翻在地 失去了行动能力 从林叶出手到结束 所用时间连半个呼吸都不到 这 这不可能 和美美此时的脸色 白得跟纸一样 她瞪大了双眼 满脸的不可置信 他们刚才还站着好好的 林叶 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 你这个怪物 你 啪 林叶反手就是一巴掌 抽得和美美眼冒惊心 身体一阵摇晃后 瘫在了地上 林叶 你完蛋了 你居然敢打我 有种你给老子等着别走 从要此时 神色猙獰的从地上爬了起来 林叶饶有兴趣的扫了她一眼 忽然这么说了一句 我劝你不要叫人 否则就算我不出手 你的脸也只会越来越疼 第九十一章 茁壮的成长 哼 少在那里给我装 从要怒火中烧 她立即掏出了手机 拨通了一串号码 直到从要顺利的通话完毕 林叶依旧没有阻止 地上的和美美来了力气 爬了起来 一手捂着火辣辣的脸 怨毒地盯着林叶 林叶 你死定了 现在就算你想跑也晚了 林叶怜悯地看了他们一眼 跟陆家名下集团产业相关 也只是相关而已 高管 林叶摇头吃笑 林叶 我看 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从要肿着脸喝道 她不敢说太多过分的话 脸上生疼 依旧林叶心中莫算着时间 如果再过十分钟 还没有人来 那她就要先回别墅了 毕竟要陪老婆 跟孩子们吃饭 她这道心念刚略过 几道急促的刹车声 就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面色平静 三个呼吸后 一众壮汉将她团团围了起来 其中为首的是一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父亲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从要泪眼婆娑地演了起来 她显得极其地委屈 添油加醋地给该男子诉苦 林叶 你死定了 她就是从要的父亲 从健 现在的你 插翅难逃 何美美见来了这么多人 底气立即十足地窜了上来 从健的脸色铁青 她今天原本有个重要的活动要参加 是关于跟陆家名下的集团真正合作的事 更有机会拥有与陆家集团合作后 公司的一部分股份选择权 她一直以来不断地付出 总算是要有了本质上的改变 陆家乃是南疆的一流势力 跟他们合作 是令多少企业忍不住眼红的事情 不曾想 这个结果眼上 儿子从要居然遭到了这档子事情 她思量再三放弃了这次活动 怒火冲天地赶了过来 林叶 我看 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一个小小的保姆 居然敢对我儿子动手 你自费双臂 跪下向我儿子磕头道歉 这件事情 我会考虑放过你 一上来 从见就咬牙切齿地说道 林叶淡淡一笑 从见 你现在应该考虑一下 为什么你的手没有痒 从见怒急反笑 林叶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给你五秒钟考虑时间 不需要时间 不用考虑 林叶泰然自若地说道 看来 你放弃了最后的选择 既然如此 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 都给我上 将她的双手剁下来 扔到河里喂鱼 哼 简直是 又是几道刹车声 划破了沉寂的沉溪 简直怎么样 从见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对林先生如此不见 一道魂厚的声音 顷刻间席卷了全场 这道声音 陆韵伯 从见疑惑之际 他看了一眼 面此刻一脸细血的林叶 心中忽然想到了什么 紧接着面色巨变 这不可能 他不可能跟陆家攀上关系 在陆家眼里 他不过是随时都能猜死的 从见翻飞的思绪 再次被一道威严的怒喝声打断 从见 居然连我的话也敢无事 随着陆韵伯的话音落下 一众围着林叶的壮汉 皆是让出一条道路 见到陆韵伯本人 从见立即陪着笑脸上前 躬身说道 陆总 您怎么来了 我处理一点小事情 都是误会 之后就走 您 陆韵伯冷哼一声 打断了从见的话 我说下面怎么有人反应 你一个小小的外来公司高管 居然会莫名其妙地放弃 原来是过来招惹林先生 从见变色狂变 他愈发觉得 这件事情匪夷所思了起来 难道林叶真的得到了陆家的青睐 陆韵伯说完 目光变得恭敬 他即刻迈步来到林叶面前 躬身说道 林先生 抱歉 我来晚了 问 见到这一幕 从见脑海中瞬间炸裂开来 他心底最后的那一丝坚持 瞬间被击的粉碎 这简直就是陆家这个庞然大物 得到了林叶的青睐 一旁的从药彻底傻了 他强行咬了一下舌头 生疼 这不是做梦 眼前的林叶 只是个会飙车的保姆 这种想法 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击 从药的身体 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 一想起之前 他对林叶的言谈举止 他的脸色变得煞白 陆总 这个称呼听起来挺合适的 林叶淡淡一笑 陆韵伯神色正重 他冷冷地扫了一眼 在场的其他人 所有人皆是心神一震 林先生 你想要怎么处理 这些胆胆冒犯你的人 只要您一声令下 我陆韵伯以宋家的名义担保 我 啪 恶狠狠地瞪着 被他一巴掌抽得摊在了 地上的何美美 都是你这个贱货 居然敢招惹林先生 我今天就废了你 从药说着 张牙舞爪地 向何美美扑了上去 从药 不长眼的是你 何美美凄厉地惨叫了起来 二人扭打起来 何美美不敌被从药挤巴掌 直接抽晕了过去 给我住手 从药 你当中对一个女人动手 今天还行丢人丢的不够吗 从药忽然一声力喝 紧接着对着从药就是一巴掌 从药顶着红肿的脸 咬着牙没有停手 现场出现了极其滑稽的一幕 从药抽着何美美 从药抽着他的儿子从药 耳光声极其响亮 面对如今的林业 没人敢留守 林先生 要怎么处置他们 陆韵伯眉头微皱 刚才他的话 被眼前不知所谓的三人打断 心底有些不畅 林业看了一下时间 还有不到两分钟要回别墅 随你吧 他说着又补充了一句 越是沉痛的教训 越是能令人记忆深刻 从而获得更 林业说完闪身离开 暗中 此时折服着的棋泽 眼中的狂热更胜 只有林业 才能有如此威名 让陆家俯首称臣 陆韵伯会议的点了点头 随即冷冷地扫了一眼 从见几人 然后他向着身后的部下挥了挥手 别墅正厅 很安静 林业微微点头 孩子们应该还在休息 可李世兰 在平日里的这个时候 房间里应该有他 正在打理的动静才对 为什么偏偏就今天早上睡过头了 第九十二章 要心无旁骛 林业心绪翻转之际 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他闪身来到李世兰门前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休息 林业轻轻敲了敲门 没有回应 林业掏出电话 隔着门直接拨打 通了 但李世兰并没有接 林业面色一变 尝试着转动门把手 是锁着的 林业眉头微皱 就在他正准备破门而入的时候 里面传来了人在床上翻身的声音 林业身形一致 他悬着的心放下不少 他的听觉何等强悍 从刚才的声音不难判断 李世兰睡着了 动作自然 林业想了想 再次拨过去了号码 李世兰并没有接 林业干脆连续拨打了好几个 终于屋内传来动静 李世兰接起了电话 林业 干嘛 李世兰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虚 林业面色微变 老婆 开一下门 已经早上了 饭菜都做好了 哦 你等一下 李世兰有气无力地说完 挂断了电话 林业眼睛微眯 李世兰恐怕是身体上哪里不舒服了 简单的一个开门的时间 他足足等了有近三分钟 开门后 林业发现 李世兰穿着比平日里多了足足两层的睡衣 翘脸发白 双目无神 嘴唇有些发青 林业 我想多休息一下 我的头有限 她的话还没说完 忽然感觉到一股柔和 又不可抵抗的力道 将她抱了起来 林业反手关上门 不由分说地将李世兰轻轻放在了床上 林业 不要说话 林业神色郑重 她伸出手 立即给李世兰开始了把脉 看着林业此时的面旁 李世兰忽然发现 她的心肩暖暖的 身上的不舒服 被一股无形的力道冲淡了几分 呼 林业收回手 长呼一口气 还好 除了发烧 没有其他情况 跟昨天下雨 气温变化太快有关 林业 今天公司你打理吧 我会安排安妮 告诉你相关事宜 你 嘘 不要讲话 林业说完 嘴角微微上扬 老婆 一个小小的发烧 可难不倒你老公我 李世兰很想跟平日里一样 白林业一眼 但浑身有气无力 始终没有做出来 林业 去医院带点药吧 不行的话就输水 会好得快点 林业微微摇头说道 老婆 你接下来看我的表现就行 李世兰美眸间略过一抹好奇 上次在公司林业试真治疗 她脚踝的情形历历在目 她不再言语 林业闪身 先将室内的温度调高 紧接着折返回李世兰面前 老婆 这个温度 你还觉得冷吗 有点热了 李世兰如实说道 好 你现在的状态不能着凉了 林业说道 李世兰知晓 她治疗的手段 一时间有些不好意思 美眸瞪大 她刚要说什么 见林业神色郑重 目光清澈 她银牙一有 一时间强忍着没有开口 林业见她没有抗拒 微微松了一口气 随即拿出来一套银针 神色郑重道 我接下来要针灸 你身上的衣服有点碍事 嗯 你懂我的意思吧 李世兰先是一愣 但又怎会不明白她什么意思 翘脸一下子更红了 见她脸红成这个样子 林业明知故问道 老婆 你的脸怎么红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病情加重了 我 李世兰一阵娇羞 支支吾吾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林业一本正经地看着她 你的病情不能拖 配合一下 李世兰突然抓住陆林业的手 支支吾吾道 林业 你放手 我们还是去医院吧 林业随口说道 老婆 明天就是孩子们参加南江少儿音乐总决赛的时刻 难道你不想以更好的状态清零现场 何况你老公我的医术 可不是盖的 李世兰轻咬着嘴唇 但并没有再说什么 林业已经开始动作 银针一根根落在李世兰身上 她掀示一阵微痛 紧接着想起来 此时呈现在林业面前的状态 翘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干脆俩眼一闭 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好了 林业长呼了口气 调整自己的状态 紧接控制着手中银针 迅速操作起来 随着林业的动作频率加快 感受着浑身如同浸泡在暖阳狱中的李世兰 只觉得身体的不是迅速消失 看着脸色逐渐恢复的李世兰 林业微微点头 老婆 还差最后一个过程 你转过身来 马上结束 嗯 李世兰的翘脸愈发的红艳 她自始至终都没有睁眼 林业几次落针之后 突然长长的呼了口气 因为要针久的缘故 此时的李世兰十分的坦诚 嗯 物理层面的坦诚 面对这么坦诚的她 让林业忍不住 想要给她来一场知根知底的交流 不行不行 她现在在生病 我怎么想 这些有的没的 林业在心底告诫自己 只是她自己都没注意到 额头已经步上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感受着背部林业收回乐针 李世兰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林业 结束了吗 马上就好 再给你活动一下气血就可以了 林业如实回应 好吧 你累了的话 可以先休息一下 李世兰想了想 轻声说道 这点程度 岂能累得到你老公我 林业很是不以为意地说道 李世兰看不到 林业此刻的呼吸有些急促 她的双手在颤抖 额头上布上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林业强自镇定 心头不断地告诫自己 我这是在疗伤 要心无旁骛 心无旁骛 这点小急 对于林业来说 当然算不上什么 只是为了对抗眼前的诱惑 着实要花费不少的心力 老婆 我开始了 等一下你可能会出不少汗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准备好温水了 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林业在进行最后一个步骤之前 提醒了一句 你继续吧 反正我趴着 什么也看不见 李世兰说着 忽然发现 她的心跳在不受控制的加速 跳得很快 第93章 老爸我还会怕她 林业即刻上手 感到背上忽然贴上了两只温暖的大手 李世兰浑身猛然一将 老婆 放轻松 这个过程需要用手 会好得更高快 林业艰难地吞咽了一下说道 她发现 她的手自从接触到那娇嫩光滑的肌肤时 仿佛有了自主意识 几乎要控制不住了 嗯 后背渐渐变得温暖舒适 李世兰生生止住了原本要说的话 以及要做的动作 恍惚之间她发现 随着林业手上的动作 她 渐渐地 林业瞪起了眼睛 在她双手的运作下 李世兰的后背 开始隐隐镀上了 一层令人垂涎的红韵 同时开始 渐渐发热了起来 这股热力 饱含着一种催枯拉小的力量 呼 林业的呼吸 开始止不住粗传了起来 她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 随着当前时间的推移 已然开始顶不住 眼前充满无边诱惑力的动体 浴火焚身 理智不存 李世兰此时也察觉到了林业的异常 她微微一正 忽然发现 林业的手不知何时 已然变得跟之前比毫无规律了起来 林业 是不是好了 李世兰拔高了音调 紧接着 她发现林业的那双手 非但没有收回 反而动作幅度以及力道 愈发地加大了起来 李世兰翘脸一白 此刻的她 已经恢复了大半 清醒了不少 清晰地认识到 这是在她的房间 床上 孤男寡女 而且 最为关键的 是她近乎赤裸着上半身 林业 我好多了 你给我下去 李世兰忽然娇喝一声 随即四肢乱动 试图挣扎 然而 任凭她如何挣扎 面对林业的那双手 她最终还是被迫扮演了 无力挣扎的娇艳小羔羊 就在林业的双眼 即将被她那不可遏制的本能 彻底吞噬的前一秒 咚咚咚 的敲门声响起 紧接着 门外传来一寸稚嫩的声音 妈妈 你怎么还没起床呢 大家差不多都要醒了 餐桌上做好了饭 但是没看到爸爸 其他地方我也没找到她 她是不是在你房间 林业瞳孔微张 这道稚嫩又熟悉的声音 仿佛进入她的灵魂 令她当即清醒了不少 李世兰此时也察觉到了 林业的动作有所停止 她连忙 趁此机会开口说道 林业 你还不快起来 孩子们都醒了 要吃饭 哦 好 林业发现 她的手在离开那 极具诱惑力的动体之前 还是不受控制的轻抚了一把 随即有些尴尬的应声 后背的压力消失不见 李世兰红着翘脸 连忙翻身调整 林业稳住心神 闪身开门 爸爸 你真的在妈妈的房间啊 一春眨巴着大眼睛 小脸上带着惊喜 以前爸爸不都在客房睡觉吗 你们终于能睡在一个房间了 二花蹦跳着也跟了过来 这才是爸爸妈妈应该有的样子呀 三秋跟着附和 李世兰的门口 此刻已经齐聚了五个欢呼雀跃的小精灵 林业开怀一笑 宠溺地摸了摸他们的小脑袋 开口正要说什么 六十 七了 我们都过来了 你们两个怎么不过来 二花脑袋一扭 随即画风一转 有些不高兴 林业目光微闪 探头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只见六十跟七了都在餐桌上 七了税嫩的小脸板着 目光直勾勾地盯着眼前餐桌上的佳肴 六十则侧着身 目光平视着这边 林业微微摇头 七了压根就没有关注这边 看来她这个爸爸当的还是有些欠假 我们去吃饭吧 李世兰的声音 此刻从屋内传来 林业收回思绪 即刻带着孩子们上了餐桌 很快 众人一顿美美的早餐 接近尾声 期间七了多次跟林业较劲 就是要跟她抢菜 奈何根本就不是林业的对手 这导致了七了欲发的不服 小脸开始涨红 一旁的李世兰正要说什么 她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蓝总 全华跟赛许说 他们会提前过来 安妮的语气中带着几分疑惑 他们是接六十跟七了的 没事 李世兰美眸闪烁间说道 好 安妮应声后 二人结束对话 林业目光微闪 老婆 六十跟七了的老师 为什么会提前过来 李世兰一正 眼底略过一抹惊讶 林业 我好像没开免提吧 这你都能听得到 不然呢 要是没有实力 让我怎么追你 林业扬了扬头 很是骚包的说道 李世兰风情万种的 白了她一眼 没什么 我对他们很清楚 他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安心吃饭吗 林业微微点头 动起筷子 刚要清理桌面残局 就听见七了 很是不服的声音响起 我的导师很快就来 你要是真的厉害 敢不敢跟她比一比 哼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对于想要增加实战经验的她来说 切磋这种事情 尤其是跟高手过招 是她心底迫切需要的 求之不得呀 比就比 老爸我还会怕她 哼 你要是能赢了她 我就 你就以后乖乖地叫我爸爸 林业抢先说道 做梦吧 不过我可以答应你 以后吃饭只要你在 我就不再抢菜了 七了说完这句话 有些得意地扬了扬头 林业微微一正 旋即开怀一笑 不愧是我林业的孩子 聪明 门铃声这个时候响起 七了眼睛一亮 导师来了 林业眼神微动 闪身到了门前 开门后 眼前是两个陌生的面孔 一个身材魁梧 一个体型偏瘦 对比鲜明 林先生 久仰大名 我们是六师 跟七了的导师 我叫赛许 这位是 赛许的话并没有说完 被他一旁的魁梧大汉抱拳打断 拳华 林业淡笑着张口 正要说什么 身后忽然传来七了的声音 导师 他想跟你切磋 第九十四章 一招 拳华面色微变 他看向林业的目光中 多了几分惊疑 在他看来 林业的确有出神入化的驾车技术 而且他还这么年轻 应该是 付出了大量与之水平匹配的时间 但一行归一行 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 难道林业还会有其他的时间步入舞蹈 思绪翻转之际 拳华心中有了判断 他微微摇头 准备直截了当地 让林业知难而退 林先生 我是内境初期巅峰的舞者 很荣幸 今天能跟你见上一面 拳华的语气 加强了内境初期巅峰几个字 这就是七了之前说 能打自己十个的舞者吗 舞者的实力 分外境 内境 以及传说中的画境 三个层次 每个层次又分五个小阶段 分别是初阶 中阶 高阶 巅峰 大圆满 自己已经内境后期高阶了 差距太大 这也太令人失望了吧 林业心绪翻转 忍不住摇头微叹 脸上浮现出一抹失望 然而 他的神色变化 在拳华看来 就是他原本料想中的知难而退 怎么不说话 难道你怕了 你要是说了 以后就不要管我 我想抢谁的菜 就抢谁的 七了得意的声音忽然响起 丁 系统发布任务中 任务名称 小切磋也是切磋 任务说明 碾压 一招致敌 任务完成 奖励神秘大礼包一份 七了刚说完 脑海中系统的声音 紧接着也跟着响了起来 林业心神一阵 随即眉毛微调 他当即开口 对拳华说道 拳华 我虽然对你的实力 不怎么感兴趣 但你也是拥有 那行实力的舞者 我觉得还是可以勉强切磋一下的 拳华一震 他忽然间发现 他的脑子有些转不过来 林业催促了一句 你们提前赶过来 应该是有事情 要跟蓝总说明吧 而且之后 大家都还有各自的事情要做 抓紧时间 我争取让这个切磋过程 以更快的速度结束 拳华这才反应过来 林先生所言即是 那我们 就在院内 林业话音落下 闪身到位 好快 拳华心神威震 原本他还想着走走行事 随意出手解决当前 这个小插曲 然而林业刚才的那一记闪身 让他彻底改变了想法 林业的形象 在他心中 开始变得高深莫测了起来 林先生 想不到你也拥有 内境初期巅峰的实力 之前的我并没有看出来 这点多有冒犯 请谅解 开始吧 林业淡笑着开口 他背负一只手 另一只手抬起对着拳华 四根手指勾了勾拳华 周身气息陡然一变 将状态调整到巅峰 随即他身形微弓 正对着林业 双眼中战役燃烧 整个人犹如即将脱弓而出的利剑 气势凶悍异常 林先生 这一击饱含着我 毕生对力道的感悟以及掌控 我觉得 您完全有资格 让我全力以赴 出招吧 大家的确也在赶时间 林业微微点头 平静地回应 呵 随着林业话音落下 拳华忽然爆喝一声 整个人如同爆射出去的炮弹 顷刻之间 拉近了与林业之间的距离 看着拳华迎面击打而来 气势磅礴的一拳 林业并没有闪躲 也没有动作 拳华的拳头 距离林先生已经不到一米了 而且拥有他浑身冲刺的力度 跟惯性加持 林先生居然无动于衷 难道林先生要硬抗 不远处看着这一幕的赛许 瞳孔一缩 惊疑不定道 这个结果眼上 拳华要强行收回力道 已经不太可能 林先生他 就在拳华的拳头 距离林业的胸口 不过十公分的时候 林业忽然抬起了手 啪 的一声脆响 拳华的拳力一击 完全命中在了 林业抬起的手掌上 林业抬起的胳膊 如同原地生了根 纹丝不动 拳华面色俱变 这不可能 面对我这种有惯性 等冲击力道加持的拳力一击 就算你脚下不动 但你抬起抵挡的胳膊 至少应该会往后 我并不是说要完全抵挡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他话音落下 他猛然向后侧部 扣住拳华的手上 同时发力 拳华忽然感觉 胳膊上被一股距离拉扯 脚下不由自主地 跟着裂切了起来 紧接着 林业一个流畅的转身 拳华魁梧的身躯 被他直接甩了起来 在他的身体砸在地上之前 林业即刻调整力道 肉体撞击地面的声音 随即响起 算不上多沉闷 拳华一声闷哼 即便受伤不重 但一时间也没有站得起来 二人从交手到结束 仅仅用了不够半个呼吸的时间 碾压 一招致敌 不远处刚才还担心林业的赛许 此时已经目瞪口呆 爸爸真厉害 二华虽然看不清 二人具体的动作 但见到拳华倒地 林业则是站着 立即欢呼雀跃起来 目不转睛地盯着林业的李诗兰 美眸之间 掠过一抹隐晦的傲然之色 叮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大师级绘画水平 请查收 听到脑海中的这道提示 林业会心一笑 当场吸收 林先生 我拜得心服口服 拳华此刻已经起身 对着抱拳开口 他的目光中 多了一抹敬重 林业简单摆了白手 你们有什么话 要跟蓝总说的 现在就去吧 拳华目光微闪 随即微微一探 来到李诗兰面前 跟赛许站在一起 蓝总 上次是我们的失职 没有看好六十根七了两位少爷 来得早了点 就是为了先 你们的人数跟实力有限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用再提之后 有什么事情 提前在第一时间跟我汇报 李诗兰语气平淡 好 那我们先带二位少爷离开了 李诗兰微微点头 七了的动作 比平常快了很多 就在他刚要迈出门口的时候 一春稚嫩的声音响了起来 七了 倒在地上的那个人 是你的导师吧 七了小脸占红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难以否认 扭捏了片刻 一咬牙指向林业 是又怎样 我说说话算话 他再尝我不抢菜就是了 第九十五章 狂傲青年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你要是能喊几声爸爸 我觉得靠实力抢菜这种事情 也不是不能商量 七了撇了撇嘴 轻哼一声说道 你做梦 随即他皱着眉头 看面色淡然的泉华 导师 刚才你没放水吧 泉华微微摇头 那是我的全力一击 少爷 我们走吧 片刻后 林业刚送走六十根七了 以及他们的导师 手机震动了起来 他拿起一看 是七则打来的 林业眼睛微眯 闪身去了厨房 当即接起了电话 林先生 新颖娱乐的正东方向 大概三百米位置 目标是一辆黑色商务车 不清楚里面的人物 车辆自从停下之后 就没有再移动过 没有人下车 持续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分钟 齐则如实汇报情况 林业略微沉吟 那辆车的附近 有没有什么标志性建筑 有 是一家顶级酒店 齐则继续开口 对方也许不是针对新颖娱乐的 但无人下车 距离不算远 动机可疑 先继续盯着 我马上到公司 林业心绪翻转之间 交代之后结束了对话 不多时 林业 李诗兰 以及孩子们抵达新颖娱乐 在林业带着孩子们去演练室 进行了一场 酣畅淋漓的演练之后 趁着孩子们休息的功夫 林业上了天台 风中夹杂着丝丝凉意 林业的目光 锁定着正东方向 顶级酒店的目标车辆 就在他寻思着 要不要亲自过去查探的时候 那辆车的车门忽然打开 林业的目力何等强悍 他看到车辆的副驾驶上 下来一名身穿笔挺西装 看起来二十来岁 头上打着发辣的青年 紧接着 剩下的车门纷纷打开 车内下来了几名 身穿黑色制服的男子 以及一个半弓着身子 身穿灰色长服 头发斑白 年过半百的老者 几名黑衣男子下车后 很自觉地将老者与青年维护起来 青年跟老者 不知道在交谈着什么 接着只见青年挥了挥手 一名黑衣男子 从车的后备箱里 拿出了一束红烟的玫瑰 递给了青年 紧接着 青年又交代了几句 只见另一名黑衣男子 拿出了电话 打了出去不到半分钟 只见顶级酒店的侧门打开 从里面开出来了一辆黑色轿车 黑色轿车 停在了被簇拥的青年旁边 紧接着 轿车车门打开 林烨的眼睛微眯 他看到了轿车上的一个黑衣人 压出来了两道熟悉的身影 是昨晚的高个跟矮个 他们二人被五花大绑着 身上衣服凌乱不堪 脸上 胳膊上 还有道道触目惊心的烟红边痕 只见青年身旁的老者摆了摆手 交代了什么 几名黑衣男子 顿时将二人套上了黑色布套 紧接着 青年对准二人 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两个呼吸后 老者摆手制止了青年的举动 二人交谈之间 忽然齐齐看向新颖娱乐这边 青年对着新颖娱乐指指点点 再次说了一阵后 他们一行人重新上了车 而他们的车辆所使的方向 正是新颖娱乐这边 三百米的距离很近 何况还是直线 他们的车辆 很快到了新颖娱乐的门前 看到下一幕 林烨的脸色沉了下来 他看到青年等人下车后 公司的门卫刚上前 还没开口说什么 一名黑衣男子 忽然一个剑步上前 一记扫腿 狠狠地抽在了门卫的侧脸 门卫应声倒地 青年对着门卫催了一口 一脸狂傲的 不知道说着什么 紧接着摆了摆手 随即一名黑衣人 将门卫拖到了站岗市 然后摆弄着开关 将公司的门打开 青年挥了挥手 他身后的两辆车 先后驶入了公司 直接横向拦在了 公司内部的人行道上 青年看了一眼 新颖娱乐的公司正听大门 神色巨傲地扬了扬头 旋即迈开了步子 呼 林烨稍作深呼吸调整 他的眼底早已冰寒一片 公司楼下 正听门外 主管朔瑶带着一行人 拦在了青年面前 在他通过监控 发现门卫那边的情况之后 第一时间便赶了过来 让开 青年蔑视地看了一眼 朔瑶身上的监管符 不懈地吐出了两个字 朔瑶没有半点退让 他冷冷地盯着眼前气势上 极其不对等的青年一行人 强行闯进我新颖娱乐 今天 我说 让你给我滚开 青年忽然一声不耐烦的怒吓 打断了朔瑶 随即他对身后的部下摆了摆手 一名黑衣男子 猛然上前踏出 抡起拳头 直接砸在了根本反应不及的朔瑶面门 朔瑶的身体 向后几个裂前 被几名人员扶住 他的鼻梁骨 他陷了下去 钻心的疼痛 并没有让朔瑶就此让路 他咬着牙 挺直了腰杆 直视青年 朔主管 朔瑶身旁的一名部下 眼眶泛红 他猛然抬头 愤怒异常地瞪着青年一行人 是一条中狗 青年讥讽一笑 不过依旧没有仰望本少的资格 给我将这些看着都恶心的狗 清理干净 随着他话音落下 一名黑衣男子冷冷一笑 猛然上前 对着朔瑶血肉模糊的脸 就是一记百拳 找死 忽然一声震天怒吓 从众人的头顶传来 所有人面色皆是一变 纷纷抬头 林烨的目光锋利如刀 带着无边恐怖的威视 锁定着郑玉对朔瑶动手的黑衣人 悍然下落 他并没有走电梯 太慢 空中 林烨收回刚才他一跃而下时 索用银针银线 紧接着 他一巴掌直接盖在了抬着头 尚未反应过来的目标 黑衣人脸上 碰 黑衣人林烨五指抓脸 当即以头抢地 鲜血 从黑衣人的后脑渗出 他浑身抽出了两下 不再动它 见到这一幕 青年一旁的灰衣老者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嗨嗨 林先生 看到林烨出现 朔瑶心底忽然生出一股隐隐的安全感 他原本紧绷的神经 也渐渐放松下去 他说完这句话 眼前一黑 昏迷了过去 你就是林烨 怪不得能跟在李诗兰面前 是有两下子 我 青年嚣张的话并没有说完 回应他的 是林烨饱含怒火的一拳 第九十六章 王汉的目的 王少小心 王少身旁距离他最近的 一名黑衣男子 忽然大吼一声 紧接他这一步踏出 双臂交叉在胸前 做格挡状 横立在王少身前 在林烨的拳头 与黑衣男子的双臂接触的瞬间 滋滋 骨骼被强势挤压的声音响起 听得众人头皮发麻 啊 黑衣男子 仅仅是一个照面 被林烨一拳连带着 他整个人冲击的倒飞而出 他的身后 就是那名被称作王少 神色呆滞的青年 哼 王少身旁的老忽然出手 一把按在他肩头 将他拉出了林烨的冲击范围 林烨神色淡漠地 扫了老者一眼 下一秒 他周身气息陡然一变 一股摄人心魄的凶悍气势 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顷刻间席卷了全场 这 这股气息 起码有宗师之威 这不可能 他才多大 一定是用了什么透支的密钥 几名黑衣男子的脸色煞白 那名老者的心底 同样掀起了惊涛海浪 林烨转了转拳头 紧接着化身游龙 即刻出手 一时间 几名黑衣人 就连林烨的影子都没有捕捉到 被当场掀翻 每个人的四肢 都呈现一种诡异的弧度扭曲着 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林烨神色淡漠地说道 不管你是谁 今天有什么目的 我都要从你的身上 看到鲜血 他的语气充斥着莫名的坚定 王少忽然感觉到 周围的温度 仿佛在一点一点地变低 他发现 他的心跳 止不住跳动得更加猛烈了起来 林烨 这些都是一场小误会 今天但凡跟新颖娱乐有关的人受了伤 我后夜愿意代表王家 付出十倍的医疗费用 你看这件事情就此结果 如何 老者眯着眼睛 忽然开口说道 如果王少当着他的面 被林烨吊打 关键是林烨还这么年轻 那他的老脸 岂不是要丢尽了 我刚才说过的话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休想拦住 林烨的音调渐渐拔高 后夜面色一沉 林烨 我看你应该是个聪明人 王家的地位 再难将不说振作龙头 也 呼呼的林烈破风声 打断了老者的话 林烨悍然出手 你不能动我 王家的怒火 不是你跟这个小小的新颖娱乐 能承受的 王少面色俱变 立即躲到后夜身后 色力内忍地喝道 林烨 就在林烨即将与后夜照面的时候 一声焦急地呼喊 打断了他的动作 李诗兰跟安妮快步走了过来 他们的脸色 无疑不是泛白 林烨 他们 死了吗 李诗兰急促地喘息片刻 指了指地上 躺着一动不动的黑衣人 惊疑不定地说道 没有 林烨平静地摇了摇头 见李诗兰在身旁 他暂时收敛了气息 剩下的事情 你不要插手 我自己来就行 李诗兰深呼出一口气 脸上的苍白之色退去了几分 随即他翘脸一寒 冷冷地看向王少 王汉 你什么意思 也没什么 就是想跟你还有林烨谈谈 见林烨似乎没有继续动手的意思 王汉的神色恢复了几分 他捡起地上的玫瑰花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不可能 李诗兰当场拒绝 随即有些疑惑地看向林烨 我跟他第一次见面 林烨当即给了他答复 被果断拒绝 王汉的脸色沉了下来 他转身对着他那辆拦截在人行道上的车 挥了挥手 车上下来三个人 高个 矮个 以及一个压着他们俩的黑衣人 林烨 这两个人的手上 沾着人命 你猜猜死的是谁 哼 就是台松 据我所知 台松的死就跟着新颖娱乐 以及你有关 不错巧 我这里就有一段录音跟视频 记录着事情的真相 王汉死死地盯着林烨说道 脸上露出了一副胜券在握的神情 李诗兰柳眉微醋 他对刚才王汉话中的内容并不知情 当天晚上下着暴雨 他睡着了 王汉此时的笑容 看起来令人觉得有些恶心 他直勾勾地盯着李诗兰 紧接着将承载着视频 跟录音设备拿了出来 哼 就算让你们看看 也无所谓 这些东西 我有的是辈分 王汉冷笑着 当场播放了视频跟录音 视频内容是 林烨跟齐泽在包房会合之后 高个矮个雨夜行动的情形 而录音 则是林烨与台松会面后的相关内容 王汉 那台松是你的人 你居然这么信不过 还在他的身上装监听设备 李诗兰咬着银牙呵斥道 他现在大概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 柳梅粗得更紧 如果公司发生了跟人命相关的事情传出去 就算是正当防卫 一旦王家这个庞然大物被地理操作 也免不了遭到不良的舆论风波 到时候 新颖娱乐恐怕 王汉 你到底想怎样 怎样 哼 只要你能跟了我 我保证这些事情 从今天起 就烟消云散 王汉冷笑道 他的神色再次恢复了巨傲 跟了本少 新颖娱乐会得到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的 你不吃亏 李诗兰脸色一白 美眸间掠过一抹饱寒痛苦的回忆 他忽然间觉得有些头重脚轻 他打拼了这么久 在王家这个庞然大物面前 依旧显得过于渺小 李诗兰指不住向后一个猎且 被一双充满温和力道的胳膊还住 林叶 哎 李诗兰干脆将头埋在林叶胸前 此时此刻 只有林叶那强有力的心跳 才能让他心底无边的压力与包袱 得到释放与解脱 而见到林叶二人如此亲密的举动 王汉的心底忽然窜上了一股无名之火 他瞪起了双目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林叶 你 你给我放手 他很想破口大骂 但一想起刚才林叶恐怖的威势 他的底气瞬间就被削减大半 他是我老婆 林叶语气平淡 他这简单的几个字 直戳李诗兰内心深处 抚慰着他的灵魂 则是愈发地争鸣起来 第九十七章 看到你的鲜血 他堂堂王家大少 到了哪里 不是受到一阵簇拥吹捧 怎么偏偏唯独在这里栽了跟头 林叶 我再说一遍 你给我放开他 否则 否则怎么样 林叶轻抚着李诗兰 散发着阵阵幽香的秀法 看都没看王汉一眼 我 王汉双目瞪得滚圆 就要爆发 一旁的后叶忽然对其摆了摆手 王汉的脸色当即战红 那是被憋的 他怒哼了一声 阴侧侧地瞪了林叶一眼 暂时止住了爆发 林叶 如今这局面 我想你清楚 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立场 侯燕大有深意地盯着林叶 你二十多岁 不管用了什么密钥 已经拥有了宗师之威 绝对算得上 是一个异军突起的天骄 你若 我现在的心情 并不是很痛快 林叶的语气平淡 但却相当清晰地 传到了侯燕的耳中 侯燕浑身一阵 他的心底 忽然间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林叶 台松本就是我的人 王汉忽然对林叶大吼道 伸手指向高个跟矮个 就算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他们对台松下手的事情 是你指使的 但这些设备上的视频跟录音 足够将你引向舆论漩涡 让你身败名裂 察觉到怀中的李世兰郊区猛然一将 林叶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轻声说道 老婆你放心 还是我出场吧 一切尽在掌握 安抚过怀中一人 林叶轻轻松开了他 随即踏前两步面向王汉二人 林叶 不要乱来 即便林叶没有其他动作 李世兰此刻的心底 依旧莫名的一阵慌乱 林叶没有回应 而是神色淡漠地锁定着王汉 林叶 你 你想干什么 难道 你要鱼死网破 接触到林叶的目光 王汉莫名的心神巨震 鱼死网破 林叶的吃笑 夹杂着几分邪义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你也配 我说过 今天必将从你的身上 林叶的话音刚落 浑身气息陡然一遍 后老 又是那股无边的威势 王汉心底翻江倒海 他瞳孔剧烈地收缩 忽然大声呼喊 转身就往公司大门方向逃去 哼 别想都这么跑了 安妮忽然冷声喝道 只见原本被打伤了朔摇的几名部下 个个猙獰地红着眼睛 当场就把王汉给围了起来 你们也敢对我动手 王家的怒火 碾压你们 就像碾死一只蝼蚁那么简单 王汉声色俱力地喝道 几名朔摇的部下对视一眼 达成了某种默契 纷纷点头 他们没有犹豫 当场给王汉五花大绑了起来 林叶这边 已经与后燕交上了手 二人你来我往 拳风静气震荡 短短一个呼吸的时间 已经来来回回 打了十几个回合 林叶 这件事情我已经说了 会付足够的费用来补偿 你何必这么咄咄逼人 后燕越打越是心惊 他发现 每当他觉得林叶的动作 有所破绽的时候 他锁定着这关键时刻出手 但总是差了那么一点 被林叶极其精准 又巧妙地化解 足够的费用 林叶眼中锋芒掠过 他们身上已经发生过的痛苦 靠前能解决 前能时光倒流 我今天必让那王汉流血 林叶 你这样逞一时之快 为那些受伤的小小员工出气 值吗 为何不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王家 你在叫我做事 林叶脸色一沉 一股更为霸道恐怖的威势 瞬间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他的进攻即刻变得如同狂风暴雨 迅猛异常 林叶放下了原本想要在这次交手中 增加实战经验的念头 后燕灵魂颤抖 他猝不及防 胸口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掌 来不及震撼林叶这一掌的威势 后燕被迫一个后手帆 又连退了好几步才停下 脸色一阵苍白 他瞪大了眼睛 伸出颤抖的手指向林叶 就算是用了某种秘药 也绝不可能拥有 完全比肩宗师之威的力道 林叶 你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后燕震惊之余 眼底掠过一抹极其隐晦的贪婪 回应他的 是林叶凶悍的一拳 后燕闷哼一声 结结实实地又挨了林叶一击 整个人轰然倒飞而出 他摊在地上后 挣扎着撑起了一条胳膊 试图起身 但已经力不从心 后燕的嘴角 溢出了烟红的鲜血 他伸出了一只手 捂着传出阵阵剧痛的胸口 急传着粗气 额头上冷汗直冒 脸色惨白 眼底充斥着金句 林叶这一拳 让他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 没有过多礼会后燕 林叶闪身到 已经被制服的王汉面前 王汉此时已经失去了 唯一的依仗 狂傲习惯的他 摆出一副极其不自然的 带着羡慕的笑容 林 林叶 你可以开个架 实在不行 我可以将几家娱乐媒体企业送给你 我王家有的是抵御 随便多一跺脚 整个南疆都要抖上三份 那李诗兰 啪 听到李诗兰三个字 林叶眼中忽然掠过一抹 射人心魄的锋芒 一巴掌将王汉给抽翻在地 脸上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王汉的神色一阵恍惚 他身为王家的大少 到了哪里都是备受簇拥的对象 耳光 还是第一次挨打 王汉的脸色忽然涨得通红 他的神色猙獰可怖了起来 林叶 信不信 老子当天就给新颖愉悦产平了 你他妈敢打 啪 又是一声极其清脆的耳光声 王汉的另一侧脸 顷刻之间 镀上了一个烟红的巴掌印 特别清晰显眼 王汉又是一阵 被抽傻了 待他反应过来 心底的怒火直冲脑门 他刚还没将咬牙切齿的动作给做完 脸上就传出一阵阵神经撕裂般的疼痛 死 王汉倒吸一口凉气 随即又很想杀人 且充满怨毒的目光 死死地瞪着林叶 记得我说过什么吗 林叶神色淡漠 轻轻拍了拍王汉的肩膀 我要看到你的鲜血 王汉浑身一震 脸色当即变得煞白 被吓得亡魂街貌 你 难道你想要杀人 不 第九十八章 这才是大家之风 林先生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高抬贵手 放了我吧 再也顾不上面子 王汉彻底慌了 你放心 我会放了你的 不过在这之前 林叶的嘴角 划过一抹鬼魅的弧度 只见他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对准了王汉的心脉区域 当即出手 王汉浑身一僵 如同提线木偶 没有丝毫动弹 林叶继续进行着 行云流水的操作 片刻后 他收回银针 原本弹幕的神色 渐渐被戏血替代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王汉仔细感受了一下身体 并没有发现哪里不对劲 但直觉告诉他 并没有那么简单 没什么 一些小手段而已 你知道 接下来你该做什么吗 林叶的嘴角微微上扬 王汉神色变换之间 还是摆出了一脸羡慕的笑容 知道 林叶微微点头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赶紧过去吧 他话音落下 给王汉松了吧 林叶的态度 越是这样轻松 王汉的心底就越是不安 他刚才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刚才林叶的失真动作太快 包括近在咫尺的王汉 在场的所有人 没有一个能捕捉的他的动作 见距离李诗兰越来越近 王汉强行压下心底纷乱的杂念 到位后 他挣了正神色 想要做出一副知错悔改的模样 但由于脸部的红肿 让他并没有成功 王汉当即攻下了身 兰总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指使台松 不该暗中设计 对不起 没有人注意到 王汉躬身之下 直视地面的眼底 再次浮现出来的怨毒 是多么浓烈 看着不可一世的王汉 这般恭敬的态度 李诗兰此刻的心情极其的复杂 他珠唇清起 一时间没有言语 王汉觉得腰背酸痛 当即想要直起身 忽然一道夹杂着几分调侃的声音 清晰地传入他的耳中 王汉 没有得到对方回应之前 就这么急着起身 你不觉得 哪里有些不妥吗 林业不知何时 已经俯身出现在他的身侧 拍了拍他的肩膀继续说道 王汉 你这么高贵 应该更懂得礼节对吧 死 王汉忍不住做了个咬牙的动作 但还没完成 脸上的疼痛 就让他倒吸一口凉气 林先生所言极是 我千不该 万不该得罪兰总 得罪新颖娱乐 还有您 王汉强忍着腰背上 传来愈发肆意的酸痛感说道 这种极其标准 躬身待人的姿势 而且是持续这么长的时间 令王汉当即在心里恶狠狠发誓 马的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林业 李诗兰 你们给我等着 又过了十秒 王汉猛地倒吸一口凉气 他再也支持不住 整个人向前一倾 就要倒地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在王汉倒地前 他忽然抬手扣在了 他的肩头上 使其上半身立了起来 王汉在这之前 已经做好了栽倒在地上的心理准备 双腿本身已经发软 这导致了下一幕的发生 王汉立着上半身 当场跪了下去 不愧是王少 很有魄力 却能屈尊下跪道歉 林业作态 他很是惊讶的声音 适时响起 王汉微微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他半张着嘴 牙齿在打颤 脸色白的像是一张纸 他的呼吸止不住变成了大喘 屈辱 愤怒 憎恨 怨毒 等交织在一起的负面情绪 让他当场差点气得晕厥了过去 王汉 请你立刻消失在我的视线 我不想看到你 李诗兰此时主动开口 他的目光快速掠过现场 最后在林业身上定格了几秒 美眸见的那一抹浓浓的担忧 无法被掩饰 好 谢谢蓝总原谅 我这就离开 王汉觉得他现在像是一个 被泡在水里的火药桶 一肚子要爆掉的火药 但就是无法点燃 他话音落下 刚摇晃着 要转身离开 一道有些懒洋洋的声音 传入他的耳中 王少 做事情好歹要有始有终 你来的时候 对这里的人动了手 就这么直接走 不觉得哪里不合适吗 王汉身形一致 随手掏出一张银行卡 转身一脸羡媚地递给了林业 多谢林先生提醒 这些如果不够治疗他们 请随时开口 钱不是问题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这才是大家之风 王汉应付着点了点头 随即招呼着 刚起身恢复片刻的后宴收拾现场 不多时 二人终于上了即将载着他们离开的车 随着引擎的轰鸣声响起 他们驾车行驶到了公司大门门口 三二一 林业的目光锁定着王汉所在的车辆 心中莫算着时间 随着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我说过 要看到你的鲜血 只见王汉忽然杀住车辆 打开了车窗 探出头 猛然一口鲜血喷了出去 他此刻在公司大门门口 而公司门口紧挨着就是人行街道 他的这个举动 一时间引起了正经过的路人好奇的目光 你们看到了吗 那个人的脸又肿又红 他还吐了一大口血 我怎么觉得他有点眼熟 我想起来了 他是平日里 我们根本触及不到 很少见的大人物 王家大少 王汉 死 他 他的样子 明显是被人揍成猪头的 还被打出了血 天哪 这是天大的奇闻 王少居然在新颖娱乐被揍了 你们只顾着看热闹吗 不想想 新颖娱乐的女神兰总该怎么办 嗯 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兰总能一手建立起新颖 应该不会对他根本惹不起的王少出手才对 你们往里面看 那个站着的人是不是灵夜男神 卧槽 我忽然想起了一些小道消息 王汉早就将南疆第一冰山美人兰总 当作势在必得的猎物的事情 如今王少被虐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冲冠一怒魏红颜啊 灵夜男神牛逼 哎 也许要不了多久 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他了 他得罪的可是南疆的巨头 我现在就有些怀念灵夜男神那么一样的车戟了 第99章 这两个字 各种关于王家 灵夜 以及李诗兰与新颖娱乐的议论风波 不可遏制的在逐渐扩散 而此刻车内狂喷出一口鲜血的王汉 无暇关注路人的情形 他扭了扭探出车窗的头 静怡不定地看了灵夜所在的方向一眼 灵夜并没有跟过来 王汉目入疑惑 平白无故地狂喷出一口鲜血 难道是怒火攻心 被气的 他并没有想到 他喷血的情况 跟之前灵夜对他施针的手段密切相关 王汉狐疑着 再次细细感受了一下身体的变化 并没有感受到哪里不是 他估摸着就是被气的 这个地方令他颜面扫地 随即他冷哼一声 一刻也不想多呆 将头缩进车内 摇上车窗 驾车即刻离开 接下来 灵夜亲自将受伤的门卫 以及朔瑶等公司的员工当场治疗 紧接着将王汉递给他的银行卡 交给了朔瑶 又给他交代了几句 如何吩咐受伤的员工用药之后才作罢 十分钟后 灵夜 李诗兰 安妮在公司识程的一间会议室集合 安妮拖着香塞 时不时瞄了灵夜一眼 时不时又清明英纯 李诗兰一直簇着柳眉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灵夜 翘脸上布满的更多的是担忧 灵夜的脸上 始终都挂着淡淡的笑容 塞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言不发 气氛有些诡异 老婆 难道你不知道 当场做出什么不妥的事情吗 灵夜寻思着 要带着孩子们演练 主动调侃着开口 气氛随之一松 灵夜 你知不知道那王家 哎 李诗兰诸唇亲起 话说到一半 又化作了叹息 她的眉眸间流露出了一抹 饱含痛苦的回忆 老婆 有什么话尽管开口 没看到 今天你一名神武的老公我吗 李诗兰心神威震 她发现 灵夜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了她的身旁 她的一只充满温热的大手 更是翘无声息地 搂住了自己的侧肩 见到这一幕的安妮 大眼睛悠悠地转了转 嘟了嘟嘴 主动离开了会议室 哎 李诗兰再次轻叹了一声说道 灵夜 你有所不知 那王汉 是早前我被家族逼婚的对象 那王家 王家 逼婚 李诗兰的话没有说完 被灵夜轻声吐出四个字打断 灵夜神色淡然如水 她深邃的目光中 掠过一抹射人心魄的锋芒 似乎王家在她的眼里 如同过眼烟云 一吹即散 李诗兰微微一震 她忽然发现 她似乎要被某种来自灵夜的气息感染 心底原本纷乱的酬绪 正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渐渐荡平 老婆这两个字 我会叫你一辈子 灵夜的每一个字 都充斥着一股既柔和 又霸道的力量 自自渗透进了李诗兰的内心深处 李诗兰娇躯一震 心底止不住涌上了一股 令她灵魂都要被暖化的感觉 她发现 她的身体 已经不自觉地靠在了 灵夜那给她带来无尽安全感的肩头 灵夜 你 接下来要怎么做 所有的忧愁 被此刻的灵夜彻底荡灭 李诗兰紧了紧还住 灵夜腰身的偶臂说道 这个灵夜 简直是找死 王家大院 梁亭之下 一名四十来岁 体型中等的男子 惊怒娇家的喝道 他手中价值不菲的茶杯 被当场捏碎 他的面前坐着的 是狼狈不堪的王汉跟后燕 他们两个刚交代了之前的情况 那灵夜还做了什么吗 男子脸色阴沉得可怕 具体的我也没看清楚 他的动作太快 但我知道 他的确对我做了什么 王汉的眼底 充斥着浓历耳朵怨毒 他肿着脸说道 父亲 要不要今晚就血洗了 那李诗兰的别墅 等抓到了灵夜 我身上的问题 一定会有结果 到时候 我定要让他饱受无尽的折磨 至于那李诗兰 必将被我安在床上 王总 这件事情存在猫腻 那灵夜的爆发实属一类 不易这么急于动手 一旁的后燕 眯着眼睛忽然说道 被称作王总的男子 冷哼了一声 强压着心头的怒火 冷冷地说道 后老 你有什么告见 王总 我觉得 应该进一步 对灵夜进行调查 他的资料 绝对没有调查得那么简单 后燕话音落下 抓起王汉的手腕 开始给他把脉 王总的神色阴晴不定 盯着后燕一时间没有开口 似乎是在等待他的查探结果 父亲 我现在有些后悔了 恨自己早前没有不入五道 如若不然 岂会让那灵夜这么嚣张 王汉越想越气 儿子 你放心 王家底蕴身后 就算你现在想通了 不入五道也不迟 我 王总 后燕惊惊异常的声音忽然响起 王总心底 咯噔 一声 他隐隐察觉到了一丝不妙 后老 有什么话就直说 王少他 他 后燕的手指哆嗦了起来 面色渐渐变得苍白 王总瞳孔一说 我儿子怎么了 你快说 王总 王少他 恐怕不能不入五道了 后燕艰难地说出了这句话 碰 王总一巴掌 将面前的石桌给拍碎 他猛然站了起来 眼中杀意暴涨 后老 到底怎么回事 王总 王少的 后燕的话没说完 忽然传来一道不温不火的声音 王坚大哥 怎么发这么大的火 有什么事情 不能坐下来 慢慢商量 这可不像是你平日的风范啊 王齐峰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王坚面色微变 脸上的阴霾 还退去几分 王说好 王汉跟着应声 王齐峰看了一眼脸颊肿胀的王汉 目光微不可查的一闪 没有应声 随即他挣了正神 紧接着他拿出了一份资料 大哥 我这次就是给你带个消息 顺便商量商量灵液的事情 王坚接过打开浏览 片刻后 他浏览完毕将资料合上 阴沉着脸思索了起来 时不时目露惊骇 第一百章 甚至伤到你呢 大哥 这灵液先后在极短的时间内 以一人之力灭了黑风组 黑雅组 陆浩跟婆佩都死于非命 王齐峰说完 随即看了一眼一旁的后燕 后燕心领神会 神色渐渐凝重了起来 我已经步入了五道宗师的境界 但那灵液 他将灵液身上的端倪 详细地给王齐峰说了出来 在听到后燕说出 王汉被废掉的事情之后 在场没有任何人注意到 王齐峰的眼底 闪过一抹难以掩饰的惊喜之色 好像他们虽然都姓王 但根本不是一家人一样 夜幕降临 微风中的良意更成三分 灵液安顿好李世兰跟孩子们之后 独自一人来到别墅天台 看着夜空中点点的繁星 灵液宛若星辰的眸子 渐渐变得深邃起来 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数字 是齐泽打来的 灵液目光微闪 该来的还是会来 然而 当灵液接起电话的时候 听到的却是一个陌生女子的声音 灵液 你家东南方向五百米 街巷口见 嗯 你是 灵液话还没说完 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 灵液脸色一沉 齐泽行动能力 他非常清楚 而且 齐泽当前的主要任务 是负责钉梢 本就在暗中进行 隐秘性极高 到底是什么人能捕捉到他 灵液眼睛微眯 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当即从别墅天台一跃而下 片刻后 灵液指住鬼魅的身影 停在了在对方约定的地点 深夜 寂静时分 街道上除了他之外 没有第二道人影 灵液眼神微动 目光快速略过四周 最终锁定在了不远处 一个耸立着的标志杆上 这个标志杆大概有十多米 灵液微微点头 当即窜了上去 高空 视野开阔起来 来回扫视四周 随着时间的推移 灵液的眉头 微微皱了起来 他的目光所及之处 依旧没有发现任何 有猫腻的身影 晨阴片刻 灵液掏出了电话 对着契泽拨了过去 然而回应他的 只有无尽的盲音 灵液的脸上 已然冰寒一片 就在他寻思着 接下来要如何应对的时候 在距离他十米开外的 一棵高树上 一道幽影 渐渐浮现 月色下 他身穿一袭雪白长服 蒙着青纱 带眉如画 眉眸间眼波流转 浑身散发着出尘的气质 像一个不识人间烟火 魅力独特的佳人 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灵液 察觉到身后的异样 灵液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不过 他并没有即刻动手 而是若无其事地 纵身跃下标志干 他不想打草惊蛇 想要尽可能地一招致敌 灵液的目光平视前方 脚步加快 面带焦急 一副找人的模样 他行动的路线 与高树平行 没有交汇 仿佛没有察觉到 高树上的异样 然而 就在灵液距离 与他平行的高树之间 距离垂直时候 他忽然抱起 调转方向 目标直指 高树几乎是不到半个呼吸的时间 灵液如同离弦的剑 轰然窜上了目标高树 大半夜的约我出来 还是在这种僻静的巷口 你不觉得 哪里很不妥吗 灵液刚窜上高树 就锁定了正主目标 当即开口 看似调侃 实则他话音未落 脚下骤然发力 瞬间逼近了女子 已然出手 他准备先擒住眼前的人再说 女子微微点头 美眸之间掠过一抹异彩 似是欣赏 只见他妙慢的身体微微一侧 避开了灵液伸过来的一只手 灵液瞳孔微微放大 刚才刹那间他的一记生情 虽然没有尽全力 但少说也有七成往上的力道 来不及多想 他即刻调整身形 准备接连出招 然而 他的速度已经够快了 不曾想女子的速度更快 转瞬间 灵液刚调整完身形 就感觉到他的肩头 落上了一只手掌 一股柔和的又诡异的力道 顿时从肩膀上 向着身体其他部分扩散 灵液发现 他原本周身凝聚的爆发力 竟然被这股力道给 柔化 了一般 紧接着 一股力不从心的感觉 从心底生疼而出 灵液虎躯一阵 紧接着面色一变 趁着这股力道 没有完全扩散至全身之前 他忽然跃下高竖 向后暴退 与眼前这个莫测的女子 拉开了距离 见女子并未即刻追过来 灵液目光微闪 压下心头的猜测 当务之急 是先恢复自身的状态 他常做了深呼吸调整 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紧接着对准自己 就开始操作了起来 嗯 看到灵液的失真手段 女子美眸间略过一抹惊讶 他脸部轻移 雪白的长幅舞动 配合发间青丝慢舞 从高竖上跃下 如同降临人间的仙女 见蒙面女子向自己走来 灵液收回银针 此时的她身上气力 已经恢复大半 她神色冰冷 率先开口 同时将银针 暗藏在手的指缝之间 灵液 你若能接我两招不倒下 这件事情就此做罢 女子的声音清脆婉转 难道她是在验证 自己的实力吗 灵液眼睛微眯 从女子一开始 到现在的表现中 她并未发现女子的敌意 齐泽的情况 也许并不是很糟 这么想着 灵液脸上的冰冷 褪去几分 她忽然蹦出一句 那我要是能接你三招 甚至伤到你呢 能否见到你的真容 要说灵液不对这女子好奇 那是不可能的 女子眉眸间 一抹一色闪过 触动着人的心神 可以 随着女子话音落下 灵液嘴角微微上扬 她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率先动手 只见她整个人 卷起一股进风 锁定着女子就窜了上去 女子原地未动 轻轻抬了抬玉手 就在灵液的拳头 与女子的手掌 即将触碰到的瞬间 灵液另一只手中的银针 忽然对其甩出 然而女子似早有防备 身影飘渺 侧身避开 灵液没有停顿 接连又是几下 都被女子一一避开 灵液 用相同的手段进攻 已经没有了意义 女子话风一转 到我了 灵液忽然察觉到 她的周围存在一股 莫名的压迫力 第101章 你的称赞并不是很到位 只见女子在眨眼间的功夫 已然接近了灵液 一只看似柔弱无骨的御手 当即触碰在了灵液胸前 她受到的是内在打击 胸间传来一股异常绵柔的力道 灵液发现 她当即就要控制不住身形 想要倒地 女子接连出招 她向前踏出一步 偶臂微微弯曲 下一秒 她原本贴在灵液胸前的御手 再次发力 灵液双脚离地 身体倒飞而出 灵液 两招足以让你倒地 何来第三招 还想伤到我吗 女子温婉的语气中 饱含着一股独特的自信 她刚说完 美眸微闪 眼底露出一抹惊疑 她并没有见到想象之中 灵液的身体 经过一个抛物线后 落在地上的情形 灵液此时仰面朝天 她的身体 几乎与地面保持平行 但距离贴近地面 真正的倒地 终究差了大概十公分 看着夜空中的繁星点点 灵液嘴角微微上扬 今天的夜色不错 随着她话音落下 手指微微一抖 嗖嗖 的轻微破风声 从四面八方响起 灵液的身体 笔直得被银线带起 面带微笑地看着美眸间 连衣荡漾的女子 原来 你刚才施针进宫的时候 已经再不举了 女子轻声开口 灵液 你的银线质量不错 瞒过了我 灵液调息片刻 操作着银针 化解她刚才胸前 正中女子的一掌 所带来的不是 美女 我觉得 你应该将所有的夸赞 都转移到我的身上才对 女子没有回应灵液 而是伸出玉手 摘向自己的面纱 灵液眉头微皱 她忽然开口说道 要伤到你才行 灵液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隐隐的不悦 女子美眸微闪 灵液 你是伤不到我的 她话音落下 就要继续动手摘下面纱 灵液眉毛一挑 她即刻操作着银针 对准自己身上的 关键脉络及穴位 静止扎了上去 见到这一幕 女子的眼底 流露出浓烈的好奇 她生生停住了动作 呼 灵液暗自喘着粗气 这是我头一次 强行加速浑身气血 及脉络运转 灵液周身的气息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她显得与周围的环境 格格不入 灵液的头发 无风自动 感受着浑身 充满爆炸性的力量 灵液嘴角微微上扬 美女 我要上了 滋滋 灵液脚下轰然发力 原本她站着的 混合水泥地面 当即出现了 密密麻麻的裂缝 顷刻之间 灵液窜到了女子面前 你喜欢用掌 那干脆我也这么来 她话音未落 充满刚猛威势的一掌 便激向女子 女子美眸之间的意彩 荡漾异常 灵液 想不到你能将一道 如此完美的融入舞蹈 相辅相成 你 是我见过最独特的人 你的称赞 我收下了 虽然我觉得 你站得并不是很到位 女子没有应接灵液这一击 而是侧身规避 就在她刚规避过去的刹那间 灵液嘴角微微上扬 她抖了抖另一条手臂 嗖嗖 数到密密麻麻的声音 从女子的四面八方传出 女子美眸间略过一抹一色 灵液的攻击手段相当紧凑 只见她手中多出了一条白色绸带 紧接着身影旋转游动 规避着灵液进攻的同时 又挥动着白色绸带 抵挡漫天的迎针 美女 你这样分心 应付得过来吗 灵液带着几分调侃的声音响起 只见她微微一笑 目光锁定着女子手中不凡的绸带 在她辗转腾挪之际 闪电般伸出了手 一股轻柔四杀的触感传来 灵液下意识赞道 你的这绸带 质量也不错 这句称赞 算是我给你的回礼了 她话音未落 手上猛然发力 同时另一只手再次抖动 女子的身形本身就受到了牵制 现在又被灵液趁机抓住了抵御迎针的绸带 行动力更是受限 猝不及防之下 她只能放弃手中绸带 同时对准灵液猛然上前 试图借机闪身到灵液身后 那里没有灵液布置的银针攻击 相对安全 但灵液岂会让她这么轻易地就过去 幽香来袭 灵液心神止不住危荡 这股幽香非常独特 就像仙境之中 周身缭绕着仙气 独树一掷的一朵帘 令人心生摇曳 灵魂都似乎受到了敬仰 灵液忽然有种 想要揽住眼前这道妙慢的身影的冲动 就在她这个念头刚产生的时候 她发现 她原本出手的攻击路线 鬼使神拆的 已经改变了方向 灵液有些无语地摇了摇头 想收回动作已经来不及 毕竟这个女子 一旦脱离了自己布局的攻击范围 那想伤到她 恐怕会难上加难 只见她忽然上前侧步踏出 一条狠式 自觉的胳膊横向揽 向女子纤细的腰身 同时 另一条胳膊反应出奇的快 她以高频率挥动着 阻挡女子的行进路线 同时 灵液的手指 时不时进行着微妙的抖动 操控着布局迎针 不断对女子进行骚扰 面对如此密集 并且是多方面的配合进攻 女子的带眉第一次轻轻促起 下一秒 她的美眸间掠过一抹霞光 一股比原来更强的威压 从她周身迸射而出 灵液瞳孔放大 她发现周围的空气 似乎变得粘稠了起来 她的行动力 在无形中受到了限制 说是时内是快 灵液忽然做了一个 令女子感到匪夷所思的动作 只见她摆了摆 美女 你当真是恐怖如斯啊 女子见灵液忽然收了所有的进攻 又听她这么说 理所应当地以为她是知难而退 旋即收敛了刚要爆发的气息 灵液 我挺好奇的 你到底师叔和门 能拥有如此 她的话没有说完 被灵液忽然坏笑着打断 美女 我可没说不出手 我只是想暂时称赞一下你而已 第102章 七了要沉练 女子微微一正 就在她这愣神的刹那间 灵液忽然抱起 她的双手同时扣向女子的肩膀 灵液边出招边说道 而且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不光只是能用手控制银针 她的话音未弱 同时抬了抬腿 女子头顶原本她的绸带 在灵液的控制下 被银针交织着对气盖了下来 她的下盘周边 又响起了灵液的银针刺滑破空气的声音 女子刚收敛气息 就遭到液者突如其来 堪称十面埋伏的突然进攻 她一时间难以招架所有的进攻 被灵液突破了防线 灵液的双手 静止扣在了她的箱肩上 她没有丝毫迟疑 紧接着猛然踏出一步 侧身 俯冲 爆发 束缚 她直接将这一套连贯的动作打完 气氛赫然变得既安静 又微妙 此时此刻 只见灵液充满霸道力量的双臂 死死地捆住了女子的腰身 而女子的一双偶臂 也被灵液给连带着一起还中 你 你 女子低难着她 天类般的声音 她正正地看着灵液 心底涌现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奇异感觉 这是她有史以来 第一次与异性如此 亲密 无间的接触 灵液周身的独特气息 轻易地撕开了她的嗅觉防线 霸道地侵入到她的内心深处 这使得她的心底那尘封已久 甚至说 早就被遗忘的一扇门 有了松动的迹象 女子清晰地察觉到 她的血液流动在加快 包括心跳 而灵液此时 瞳孔微微放大 她原本打算 先束缚住眼前的女子 然后操控银针 一击致敌 但她没有想到的是 这女子的动体 居然带着一种惊人的弹性 伴随着一种 视魂入骨的娇柔触感 一时间 使得她的小腹部位 猛然窜上一股 直冲脑门的火焰 这股火焰势不可挡 凶悍异常 这仅仅束缚着她的感觉 过于美妙 这使得灵液的双手又有了 自主的意识 非但愈发的用力 同时开始 不安分地 在女子娇嫩无间的后背 倾出了起来 察觉到灵液的异常动作 同时发现 原本那刚被她收敛的威压气息 再次被释放 跟她只有零距离接触的灵液 心神一阵 不由自主地松了手 灵液 刚才你设计束缚着我 明明有很好的时机动手 为什么关键时刻又停了 女子的声音中 带着几分从未出现过的情绪波动 灵液目光一宁 忽然一脸懊悔地说道 唉 关键时刻 想不到我还是心软了 也罢 女子轻声开口 话锋一转 灵液 你的出招粗中有戏 布局精准到位 想必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在思索对策了吧 灵液淡淡一笑 没有回应 如果让她不借助外物 单单地赤手空拳 跟着女子硬钢 恐怕她会被 柔化 到骨子里 女子看向灵液的目光中 多了几分荡漾气的别样波动 她微微汗手 随即伸出玉手 摘下了面纱 是一张清澄绝艳的脸 同样的 也是一张陌生的面孔 二十来岁 灵液按捺住此刻心头生出的 某种不安分想法 步入正题 美女 现在能告诉我 你 我是谁 你以后会知道的 女子打断了灵液 随即重新戴上了面纱 收起绸带 紧接着 她妙慢的身影急速闪动 很快便隐没在小巷之中 看着眼前的一道利影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灵液微微摇头 连声喊道 我说你来了 就跟我比划两下嘛 这夜深人静的 可是促膝长谈的好时机啊 别急着走啊 我说你好歹告诉我 弃泽的情况啊 你可以拨打她的电话看看 嗅着空气中 尚未消失的独特幽香 灵液嘀咕了一声 明明只有二十来岁 刚才那么亲密无间的接触 居然脸都不带红一下的 话音落下 她拨通了齐泽的号码 齐泽 你没事吧 灵液率先开口 灵先生 对不起 我没事 齐泽的语气带着歉意 你没事就好 一日 天色未亮 灵液的身影 照常出现在了厨房 卡 的开门声响起 灵液目光微闪 当即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孩子们房间的门 怎么会这个时候开 他们应该正在熟睡才对 这么想着 灵液身影迅速闪动 离开了厨房 齐泽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看到开门的齐泽 已经穿好了她 深蓝色的舞蹈服 灵液感到有些意外 她下意识地继续说道 难道 你要早起晨练 哼 不然呢 齐泽傲气哼哼地说道 灵液目光微闪 随即一脸的欣慰 不愧是我灵液的儿子 就是 闭嘴巴 等一下我就饿了 你还不赶紧去做你的饭 齐了很是不屑地 斜了灵液一眼 她说完 便拿起了几个角落里 当上了一层浅浅灰尘的靶子 静止走到别墅正厅门口 伸出小手就要开门 然而就在此时 她的小手被一双大手给握住 感受到这大手上传来的阵阵温热 齐了一愣 下意识转头 她看见灵液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你怎么还不去做饭 我打 她说着话风突然一转 紧接着对着灵液 抬腿就是一脚 灵液嘴角微微上扬 轻松做了抵挡 随即开口说道 这些靶子需要先清洗一下 而且 你也得洗洗手才行 很不卫生的 我打 回应灵液的 又是七了抬起的一脚 灵液笑着摇了摇头 再次避开 爸爸给你一个机会 你再踢三下 要是能有一脚踢到我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如何 七了轻哼一声说道 我不想占你便宜 你说吧 要是没踢到的话 你想怎样 灵液黑黑一笑说道 你是我儿子 我还能怎样 当然是帮你把这些靶子 清洗一下 顺便给你洗洗手了 灵液并没有给七了洗过手 这次可是个好机会 谁是你儿子 七了轻哼一声 随即撇了撇嘴说道 好啊 这可是你说的 不许反悔 第103章 痴嫩的七了 灵液连忙点头 笑眯眯的说道 来吧 出招吧 我打 七了上来就是一腿 灵液灵巧的躲开 七了转了转眼珠子 忽然伸手 只向灵液身后喊道 妈妈 她有事找你 然而实际上 灵液的身后 根本就没有人 灵液眼神微动 她的察觉力何等的敏锐 不过还是配合的扭头转身 我打 七了小脸一洗 立即趁机出招 饶事如此 灵液依旧闪躲开来 七了立即不满的 哼唧唧了起来 哼 这你都能躲开 嘿嘿 那是当然了 不然我怎么能当你的爸爸 灵液很是骚包的扬了扬头 切 七了眼睛转了转 忽然话锋一转 最后一脚我不踢了 你带我去清洗一下吧 灵液微微一震 有些古怪的 看了七了一眼 她什么时候转性了 不过听到七了 主动说出这种认可的话 灵液的心底 还是美滋滋的 她大手一挥 走 老爸一定给你清洗的彻底 让你舒舒服服的沉练 灵液说完 意气风发的 主动拉起了七了的小手 七了下意识的想要抽回 但眼珠子转了转 撇了撇嘴 还是忍了下来 灵液心中大为畅快 不管怎么说 这次七了就是没有反抗 而且这是她第一次 拉起七了的小手 二人很快便来到了洗漱台前 这洗漱台并不高 是之前李诗兰专门安排 方便孩子们使用而设计的 灵液半拱着身子 将几个靶子放了进去 就在她刚拧开水龙头 正准备清洗的时候 七了忽然开口说道 我要你先给我洗手 灵液微微一震 随即笑着说道 好 那 给 我要你先给我洗一只 七了很是主动的 先伸出去了一只灵液 眼神微动 这洗漱台虽然不大 但直接清洗一双手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七了心里果然是有密谋啊 灵液此时的思绪翻转了起来 她更加的欣慰 虽然七了个性最为突出 傲慢又倔强 但此刻的她 至少学会了智取 不盲目硬刚 既然这样 她干脆就配合着她 让自己故意中招 演到底 就在灵液正乐呵呵地想着的时候 七了很是不耐烦的声音响起 喂 我给你说话呢 要你先给我洗一只 没听到吗 七了此刻的态度 算是提醒了灵液 灵液如同醍醐灌顶 意识到一旦配合七了眼 真的答应了她 让她以后爱干嘛干嘛 那样岂不是在变相地灌着她 这可不行 灵液嘴角微微上扬 她若无其事地拧开了水龙头 同时引导着七了的小手就位 七了直勾勾地看着灵液的动作 当她发现灵液刚的双手 都开始忙活的时候 小嘴微微翘起 这下看你怎么防备 她很是果断地对准灵液的屁股 抬腿就是一脚 七了还没完全踢上去 就忍不住傲气哼哼地笑了起来 灵液 哇 得一声大叫道 不带你这样的 你居然玩偷袭 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她的身影如同灵猴 原地直接窜了起来 发现自己信心满满的 一脚居然落空 七了小脸上的笑容僵住 紧接着开始撅起了嘴巴 小脸开始有些涨红 嘿嘿 儿子 男子和大丈夫 不但要学会能屈能伸 懂得智取 还要顶天立地 尽量遵守承诺哦 灵液此时一脸嬉笑地 对七了说道 七了轻哼了一声说道 可恶 明明就要踢到你了 算你逃得快 给吧给吧 你赶紧洗 洗完了我要出去 我现在感觉这里闷闷的 七了说着 很干脆地伸出了一双小手 灵液嘴角微微上扬 当即完成了清洗 二人随即出了洗漱间 灵液心情大好 一脸笑容地来到了厨房 继续开始了做饭 七了则拿着靶子出了正厅 他锁定了院内的一棵高树 随即小跑了过去 七了拿出双面胶 往靶子上一粘 紧接着就往粗大的树腰上盖去 然而 他刚松开盖上去的手 靶子微微抖动 即刻掉了下来 七了微微皱眉 随即拿起双面胶 在靶子的背面 连续贴了好几道 然后再次用力往树腰上一盖 见这次靶子不动了 七了小脸一洗 他没有继续沾另外的靶子 而是活动了两下 紧接着 抬腿就要踢上去 准备先过过一 微风扶过 七了还没来得及出招 靶子又抖动了两下 再次掉了下来 七了稚嫩的小脸上 静显着不服 他转了转眼珠子 直接动手 将双面胶粘贴在了树腰上 靶子上也不放过 片刻后 原本的一圈厚厚的双面胶 此刻已经剩下了那圈的胶架 七了轻横了一声说道 你们两个上面 都被我沾了那么多 这次看你们还怎么分开 他稚嫩的话音落下 拿起靶子对准 已经粘贴着一大片 双面胶的树腰位置 就盖了上去 这次他用力地 按了好几下才松手 七了没有着急出招 而是自信满满地说道 有本事再刮过来一阵风 我看看 还真别说 就是有一阵风吹了过来 七了不屑地撇了撇嘴 直到这阵风吹过 靶子再没有了动静 七了稚嫩的小脸上 终于浮现出了一丝 得意的笑容 这下你老实了吧 看招 他话音未落 抬腿就是一脚 正中靶心 七了嘴角翘起 他来了兴致 就在他刚准备来第二脚的时候 滋滋 靶子微微一抖 连带着原本粘贴在树腰上的双面胶 再次掉了下去 七了愣住了 片刻后 他的小脸被气得胀红 只听他放声大喊了道 可恶啊 他这一声喊叫 当即被别墅厨房内正做饭的林业捕捉 林业面色一变 来不及去想 为什么院中的七了出了事情 而负责丁梢的骑泽却没有半点消息 他即刻闪身出了正厅 看到眼前的一幕 林业长呼了一口气 不过随即 他忍不住笑了出来 七了正一脸苦恼地看着靶子 跟他面前的高竖 时不时还抓耳挠腮 一副罕见的憋屈模样 第104章 与七了第一次有了默契感 你笑什么笑 有本事你给我弄好它 哼 七了怒气冲冲地对着林业喝道 林业越是看着眼前的情形 越是忍不住笑意 他干脆捧腹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你还笑 我打 七了忍无可忍 奋起一脚踢向林业的下体 林业轻轻拍开他的小腿 笑呵呵地说道 儿子 这种双面胶可不是往大树上粘的 哼 那你倒是给我把这些靶子固定上去啊 七了瞪着林业说道 林业眼神微动 忽然开口说道 我给你固定上去可以 但你要 你做梦 我现在心情特别糟糕 你说的任何事情 我都不会答应的 大不了我问妈妈去 哼 七了当即打断了林业 一副义愤甜鹰的模样 林业目光微闪 寻寻善诱地说道 七了 一日之际在于晨 难道你想要把今天这个如此宝贵的早晨给浪费了吗 林业顿了顿 又补充了一句 还有 你妈妈现在在休息呢 她平日里 为了你们那么忙 你远心去打扰她吗 七了的脸色微微一变 她有意无意地扫了林业一眼 咬了咬牙 很是不服地说道 我还小 就算浪费一天早晨 又怎么样 而且 我相信就打扰妈妈这一次 我一定能掌握方法的 这样以后就可以自己动手了 七了说着话风一转 妈妈会理解我的 而且我能保证 一定会给她洗脚 林业微微一正 心中有几分感慨 七了这孩子 什么时候能说给我这个爸爸洗脚呢 儿子 我 不准你这么叫我 哼 七了很是抵触地打断了林业的话 林业淡淡一笑 她忽然心生一计 随即话风一转 我可以帮你固定这些靶子 但我需要冲到你的陪练 我给你拿靶 林业语速很快 不给七了打断的机会 七了愣了愣 她怎么听都觉得 林业这句话 有些怪怪的 你这等于说是 交给了我固定靶子的方法 同时还要处理给我拿靶 那是当然 林业拍了拍胸脯保证到 七了一脸的不幸 但她的眼底 还是止不住掠过了一抹喜色 我才不信呢 哪有这种好事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我就是觉得 当你的陪练挺爽的 林业话音落下 说中多出树根银针及银线 她拿起靶子迅速操作 不过两秒 靶子被结结实实的银线缠绕着 固定在了高树上 太快了 饶式距离林业不过两米 七了依旧看不清楚林业的动作 林业做好这一切 看向又惊又喜的七了 怎么样 厉害吧 七了眼神闪烁了一下 她忽然想起了暴雨那天 林业将她跟六十 从公输手里接回家的情形 那个时候 林业的动作同样很快 那天明明那么冷 林业的出现 却让她的心底暖暖的 你 是有点厉害 这短短的六个字 像是从七了的嘴里挤出来的 但林业却是开怀地笑了起来 紧接着 她俯身对七了说道 我先去把饭接着做完 你先练习 等下再给你当陪练 林业说完 身影闪动之间进了别墅 七了又想起了林业之前一招 把她的导师给制服的情形 忍不住又嘀咕了一句 让你当陪练 也许还行吧 说完 她的目光转向靶子 眼底闪过一丝好奇 这靶子就像凭空贴上去的一样 她忍不住凑了上去才发现 那是细密的银线 正紧紧地捆住了靶子 这东西能固定住 七了好奇地说了一句 紧接着转了转眼珠子 她直接伸出两只小手 分别扣在了靶子的两端 我这样一拉 就能知道 你到底能不能固定得住了 她这么说着 双手当即发力 然而 她连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 那靶子 就像焊接在了树上一样 纹丝不动 七了嘀咕了一声 可这样的话 万一她不在家 我一个人以后怎么固定啊 先不管了 反正多了个能移动的陪练 还不错 厨房内 林烨将做好的佳瑶 端上了餐桌看了一下时间 估摸着 还有十分钟左右 李士兰跟孩子们才会醒 她目光微闪 将佳瑶套上护餐纱 旋即闪身出了正厅 我打 院内 七了正一脸兴奋地进行着沉练 林烨的嘴角微微上扬 悄无声息地 闪到七了身后 我打 眼见七了又是一个抬腿 就在她刚收回动作 酝酿着正准备踢下一腿前一秒 林烨忽然闪身向前 绕着树腰闪动了一周后停下 七了一愣 她只看到了眼前人影一闪 随即发现 林烨已经将靶子给拆了下来 刚才的兴致被打断 七了的小脸上 闪过一丝不满 如果换作往常 她当即就会翻脸 但现在 七了只是瞪了林烨一眼 同时将双手交叉在胸前 撇了撇嘴说道 你现在就做好当陪练 挨打的准备了吗 林烨黑黑一笑 她头一次觉得 跟七了之间有了默契感 这令她的心底 简直像是要飘了起来 时刻准备着 林烨当即做了个立正的姿势 一脸郑重地说道 七了 眉毛微调 好 那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我打 她趁着林烨还没摆好靶子空荡 抬腿就是一脚 林烨有些哭笑不得的 看了七了一眼 我说 你可别将这种突袭手段 我觉得就要当成习惯 七了很是得意地说道 我打 紧接着 林烨开始专心投入到了 充当七了的陪练角色中 来 我在这里 你往哪踢呢 你给我站住 别跑 我这可不叫跑 是你没有将身形 以及步伐调整到位 可恶 嘿嘿 感觉累就对了 我这个陪练 可是很专业的 不把你带起来 怎么能行 十分钟的时间 一闪即逝 别墅正厅 李诗兰已经打理好 出了房门 他并没有看到 餐桌前那道熟悉的身影 翘脸微变 他下意识喊道 林烨 你在厨房吗 第105章 自觉的棋泽 厨房很安静 李诗兰再次看了一眼 餐桌上摆好的佳肴 美眸闪烁间 走出了正厅房门 他在跟七了当陪练 看着眼前的一幕 李诗兰美眸间 略过一抹惊讶 林烨此刻也注意到了李诗兰 他淡淡一笑 对很是起敬的七了说道 儿子 你妈妈在那站着 等咱们吃饭呢 咕噜 七了的肚子 很是配合地响了起来 不打了 这次就先放过你 见七了 听到儿子两个字 出奇地没有对自己 林烨开怀一笑 正要说什么 李诗兰的声音传了过来 林烨 你们可以吃完饭 再比划几下 林烨目光微闪 老婆 你这么喜欢看我跟七了互动吗 李诗兰美眸间 闪过一抹脚侠 他没有回应 话风一转 先吃饭吧 在距离林烨所在别墅 不远处的街巷上 全华跟赛许正 一边走一边聊着 他们聊得津津有味 赛许 你觉得林先生的实力 是什么水平 回想着之前 林烨一击将自己制服 全华目入惊骇 开口说道 全华 这个问题之前 你已经问过多少遍了 赛许有些无语的 摇了摇头说道 你一个武夫都不知道 问我一个话话的 我这不是一想到 当时跟林先生交手的情形 就情不自禁了吗 全华有些尴尬的摇头说道 我看只有林先生 这种深不可测的高人 才会让你这样 赛许深信不疑地说道 你自己也许没发现 但我看得清楚 你的性子都变了 不说了 赶紧去街六十 跟气了两位少爷吧 迟到了可不好 全华甘大一笑 正要开口说什么 一道陌生的声音传来 两位 我们做一笔交易如何 全华心神威震 当即寻生看去 只见一个头戴鸭蛇帽 身穿深灰色制服 带着几乎遮住了 他小半张脸的墨镜的男子 站在不远处的一个巷口拐角 正看着他们 全华的心中 即刻警惕起来 该男子出现得非常突兀 你是谁 男子没有回应 静止向着全华二人走了过去 同时 他的一只手 伸向了衣服一侧的口袋 全华眼睛眯了起来 他当即调整了状态 随口对身旁的赛许说道 这里距离林先生家并不远 你先过去 赛许眉头微皱 由于半秒后点了点头说道 你小心点 我这就过去 男子并没有阻止 任由他离开 不用这么戒备 我只是跟你谈一笔交易 结束了就离开 男子的声音没有情感波动 他伸进口袋的一只手 始终没有拿出来 他在走到距离全华三米左右的位置停下 不好意思 我对于不认识的人交易 并不感兴趣 全华冷声说道 他脸上的戒备之色更浓 已经将状态调整到了巅峰 你会同意的 男子的音调忽然拔高 他话音落下 猛然对着全华踏出一步 全华面色一变 即刻出手 对准男子的面目就是一拳 眼前这名男子不躲不闪 硬生生地被自己一拳轰趴在了地上 全华有些错愕地看着地上 挣扎着渐渐起身的男子 男子的脸已经血肉模糊了起来 你 全华半张着嘴 说不出完整的话 这名男子怎么回事 难道过来 就是为了让自己打一顿 男子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得逞的音效 他的目光即刻变得怨毒了起来 他的身体裂切了几下后 对着一个方向摆了摆手 一道车辆引擎轰鸣的声音 想起一辆黑色商务车驶了过来 停在了男子旁边 男子打开车门 离开 全华的眉头拧成了一团 一想起刚才男子那怨毒的目光 他的心底就越是不安 他到底是谁 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 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看了一眼上面的数字 是赛许 全华压下心头的疑惑 接了电话 全华 你没事吧 赛许关切的声音传来 没事 就是觉得有些怪 没事就好 先过来吧 林先生等一下 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不要耽误了人家的时间 赛许话锋一转 对了 林先生说 如果要告诉他 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在这之前 不要让蓝总知道 林先生不想让他担心 好 我这就过去 很快 全华 赛许 林叶 及李诗兰等人会面 全华想了想 还是找机会 跟林叶提及了这件事情 随后二人带着六十根气了离开 林叶顿了顿 借着去洗手间的工夫 拨通起泽的电话 林先生放心 两位少爷那边 都有我安排的人手 不等林叶开口 齐则率先一语定音 林叶眉毛微挑 调侃道 你怎么这么自觉 丁烧都盯到我家里了 那我要是跟老婆 互动 你 嘿嘿 我这不是担心林先生吗 放心 我绝对不会看 别墅正厅内的事情 最多就在院内 林叶再次交代了几句后 来到正厅 正厅中 李诗兰正在跟五个孩子说着 决赛注意事项 老婆 越是这个时候 越是要放轻松才对 你 林叶 决赛在今天晚上八点钟开始 我们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了 李诗兰轻声打断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不过并没有过多争论 走 我们这就去公司了 一路畅通无阻 很快林叶等人便抵达公司 一个上午 很快就过去了 毕竟有林叶亲自带着孩子们演练 酣畅淋漓的时间 总是很短暂的 林叶跟李诗兰聊了几句后 出了休息室 现在是中午 到了午饭时间 自从李诗兰提出 在公司做饭之后 这让林叶免去了回家一趟 做完饭后再带过来的麻烦 很快 林叶便下了楼 视野内出现了他的专用厨房 厨房的门紧闭着 林叶当即走了过去 就在他刚打开门 露出一道缝隙的时候 滋滋的声音忽然从厨房内响起 只见一只体型瘦小的白色老鼠 即刻从门缝里窜了出来 林叶眼睛微眯 心绪翻转起来 第106章 这股香味 正是你独一无二的体香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抓那只小白鼠 呀 好可怕 伴随着一股幽香来袭 一声娇和传来 紧接着 只见厨房侧墙拐角处 穿出一道靓丽的身影 这道身影不偏不倚的 对着林叶的怀中就撞了上去 林叶目光微闪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当即微微侧身他这一下 直接让撞过来的丽影扑了个空 他的脚下一个裂浅 当场就要与地面 来个面对面的亲密接触 啊 他惊呼出声 林叶随手拉住了他一下 紧接着 手上微微发力 只见女子的身形被他带了起来 随即稳住 你也是本帅哥的粉丝吗 林叶语出惊人 啊 女子的脸色 刹那间羞红了起来 他看起来二十岁出头的样子 从他那极具视觉冲击的动体曲线上看 发育得过于不符合这个年龄阶段 高马尾 脸蛋精致 上身穿着一件白色T恤 下身穿着超短牛仔裤 他的双腿 如同神来之笔勾勒出来的优美线条 搭配那盈盈白皙 夺人眼球的肌肤 令人心生摇曳 林叶男神 你的反应也太快了吧 我叫孟小雅 蓝总名下的艺人 很高兴认识你 孟小雅奄然一笑 看起来很是顺理成章的 就对着林叶伸出了雪白的小手 他脸上的羞红 褪去得出奇的快 我也没想到 有朝一日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 还是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 我们两个挺有缘的 你说是不 孟小雅继续开口 林叶不动声色地与孟小雅握了握手 他的小手嫩嫩的 还有些凉 甚至出了一点手汗 林叶敏锐地捕捉到 孟小雅的净白的额头上 布上了一层非常细密的汗液 你有些紧张 并没有接孟小雅的话查 林叶轻声说道 孟小雅的眼珠子 慌乱地转动了几下 有些支支吾吾地说道 人家 人家不是看到了男神你 不 是跟你握手 心里很紧张吗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忽然松开了手 你的眼睛还可以 就是布置得有些粗糙 啊 孟小雅忍不住静怡出声 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林叶淡淡一笑说道 首先这厨房里的布置 不可能有老鼠存在 而且有着长久的定期严格清理 其实这一点 已经足够令人 察觉到其中的猫腻了 何况 林叶说到这里 身影迅速闪动 孟小雅一脸的错愕 不过两秒 林叶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我接着刚才的话讲 何况你看看这只小白鼠 它的通体堪称白上加白 你说 它是不是很可爱 林叶的话音变得微妙起来 嗯 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真是呢 我现在觉得它没有那么可怕了 孟小雅看上去 很是自然的说道 你仔细看待它的体型 是不是很瘦小 林叶刚问完这一句 不等孟小雅说什么 继续开口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它很干净 并且身上 隐隐有一种本不属于它的味道 是一种别致的香味 与其说 它是偷吃东西的老鼠 倒不如说它是一只宠物 对吗 对 我也挺好奇的 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孟小雅的目光闪烁频率加快 附和的声音也在变低 它就是你安排布置的 林叶简单摆手 打断了它的话 我 孟小雅先是一脸的惊讶 随即一脸的委屈 她轻咬阴唇反驳道 男神 你不能这么往下断语吧 这门明明是锁着的 还是你的专用厨房 我一个外人 怎么能进去呢 你是进不去 但你不觉得 打扫这里的员工能进去吗 在他们开门的时候 是不是你的机会 林叶点到极止 孟小雅的翘脸上 依旧很是冤枉 你不能光说人家呀 其他人是不是也能用这个机会 其他人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你是想说 这个世界上 有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吗 我 这只小白鼠身上的别致香味 就是你带给它的 见它还想继续演 林叶摇头打断 继续说道 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人 所以 它身上的香味 无法被完美复制 这股香味 正是你独一无二的体香 它就是你的宠物吧 林叶语气平淡 我的体香 孟小雅愣愣地盯着林叶 她的美眸眨巴了两下 翘脸顿时羞红一片 有那么一瞬间 显得很是楚楚动人 接着 她很是懊恼地轻咬阴唇 如实说道 好吧 我承认 的确是我不知的 但我没有敌意 我就是想找个机会 跟你 邂逅 只是我没想到 你居然有这么敏锐的观察力 孟小雅说着说着 美眸间眼波流转 看向林叶的目光中 多了几分掩饰不住的一彩 她画风一转 林先生 我想亲眼看看 你怎么做饭的 让我多多瞻仰瞻仰 吸取经验 林叶目光微闪 忽然这么来了一句 你跟我进去 是学不到什么的 孟小雅微微一正 旋即一脸的不服气 我才不信呢 做饭这种事情 再玩的花里胡哨 也始终离不开争 煮 煎 考等手段 我说的对吗 林叶没有回应 其实 我来这里除了想 见你一下男神你 还有一点就是 无意中听安妮姐姐说过 你做的饭非常好吃 简直就是好吃的不得了 我爸爸是一名厨师 经营着一家餐厅 我觉得除了心里 对你的好奇之外 更有必要向你 主动学习求教一下 林先生 你能满足 我这个小小的要求吗 我进去就看一下 不会捣乱的 孟小雅态度诚恳 林叶淡笑着调侃了一句 你这最后一句不加还好 你这一说 不觉得有种 欲盖弥彰的意思吗 他说完 便将手中的小白鼠 递向了孟小雅 只见小白鼠 如同见了主人 很是雀跃地 跳到了孟小雅的手中 紧接着轻密地 用她那小脑袋 蹭了蹭孟小雅的手掌 孟小雅很轻巧地抚摸着她 嘴中念念有词 对她很是喜欢 哪有半点之前慌乱的样子 林叶微微一笑 不再言语 旋即迈步进了厨房 第107章 分量越来越重了 孟小雅奄然一笑 旋即迈步跟了进去 林先生 同时照顾几个孩子 你觉得累吗 孟小雅像一个好奇宝宝 主动展开了话题 你觉得呢 林叶洒然一笑 当男神两个字 是白叫的吗 也是 毕竟是蓝总看上的男人 好了 我准备的差不多了 马上就开始 你准备好笔记了吗 林叶画风一转 准备开始上手做饭 孟小雅自信满满地点了点头 不需要笔记 我看一遍就行 我的厨艺天赋可不低 也想有机会 跟你切磋一下呢 如果你想切磋 我随时奉陪 林叶画风一转 我开始了 嗯 你随便做 我都能 孟小雅的话说到一半 忽然愣住了 她看到林叶动了 她如同变成了一个提前编制好 拥有极其复杂繁琐的操作步骤的机器 再配合她极其丝滑流畅的操作 关键是速度极快 这让孟小雅 即便是看不清林叶具体怎么做的 依旧觉得不明觉厉 被震得倒吸一口凉气 呆力当场 不知不觉间 林叶已经将一桌散发着诱人香味的佳肴 制作完毕 好香啊 孟小雅目光迷离 轻声呢喃 林先生 我能吃一点吗 林叶很是骚包地说道 本帅哥早就料到 你会这么不可自拔 你尝尝 这些事额外给你准备的 他说完 将佳肴递给了孟小雅 孟小雅当即夹了一大筷子 送入口中 哇 太好吃了 他直接蹦了起来 林叶微微点头 随即整理好佳肴之后 提着就要上楼 林先生 这么急着上去吗 我想跟你多聊几句 这可是我有史以来吃饭最快的一次呢 孟小雅两眼放光 他手中的餐盘已经空了 林叶摆了摆手说道 以后有时间再说吧 他的迈出脚步并没有停止 孟小雅轻咬猪唇 快速清洗完餐盘之后 跟了上去 林先生 上次来公司的那个人 我好像见到过 嗯 林叶目光微闪 你是说王翰 他真是王翰 孟小雅俏脸顿时变得苍白 我就连听 都很少听到他这种级别的大哨 林叶痴笑一声 他们显得多么高高在上 怎么会是我们这种 凡人 能比的 孟小雅眉眸间略过一抹担忧 林先生 你可能不知道 很多员工私下里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你当时霸气对了那王翰 更是抽了他的耳光 这是多少人连想象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你 孟小雅还没说完 林叶的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林叶拿起一看 是齐泽打来的 林叶眼神微动 当即接起了电话 林先生 你现在还在忙吗 吃过饭了没 齐泽的声音跟平日里比 多了几分激动 马上就准备开吃 怎么了 林叶直奔主题 公司的附近一圈 有高能存在 看着势头 渐渐快压制不住了 齐泽 这种说话方式 可不像你的风格 林叶随口说道 林先生 街上 车上 以及附近的楼房内 都有媒体架着长枪短炮 他们的行动非常小心 而且谨慎 尤其是大面积 充当路人的媒体短炮 他们绕着公司走一圈后 还会换一套衣服 有的甚至做个发型 然后继续绕着公司走 有的已经压不住枪了 时不时隐晦地 对着公司里面拍了起来 我猜 他们都是为了林先生 你而出动的 另外 他们之所以这么小心谨慎 恐怕是因为王家背地 给媒体施加压力 不想让昨天王汉 被你吊锤的事情传出去 但只包不住火 这事情的影响力太过霸道 王家再怎么庞大 也无法做到入微完美 媒体们纷纷开始 顶峰作案了 林先生 在我看到你抽纳王汉的时候 说实话 我的心里 齐泽 你吃过饭了吗 林叶忽然开口 打断了他即将说出的长篇大论 齐泽有些尴尬的话音 通过电话传了过来 不好意思 林先生 我这也是情不自禁 林先生 你一旦出公司大门 是出公司正厅 恐怕就会有无数个镜头聚焦于你 万众瞩目 行了行了 还有其他事情没有 另外 捕捉到的目标 有没有其他异动 林叶很干脆地转了话锋 他并不想让李诗兰 跟孩子们多等 没了 情况已经汇报完毕 嗯 继续观察 有异动告诉我 林叶说完 挂断了电话 见林叶又打了一通电话 耽误了不少时间 孟小雅也不便再过多地说些什么 林先生 有时间我们再聊吧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没有告诉你呢 重要的事情 跟做饭有关 林叶边走 边饶有兴趣地开口 孟小雅美眸微闪 并没有回应 当即转身就要离开 小雅 你怎么在这里 安妮的声音很是惊讶 我来这里 当然是向男神请教厨艺的了 孟小雅反应很快 笑嘻嘻地开口说道 安妮微微愣 带眉微醋 小雅 你跟林先生认识 你以前吃过她做的饭吗 当然吃过了 怎么会不认识呢 孟小雅很是自然地说道 安妮俏脸微变 美眸间略过一抹疑惑 据我所知 你平日里应该很忙吧 安妮 你之前称赞我处理好的事情 被她无意中听到 林叶此时插了一嘴 见安妮反应过来 她话锋一转 对了 有什么事情 不能打个电话吗 干嘛要跑下来 那还不是蓝总觉得 你这次慢了一点 她要照顾孩子们 所以才让我下来看看 能拍视频或者图片最好 安妮不假思索地说道 看来哥哥我的分量 在蓝总心中越来越重了 林叶很是骚包地扬了扬头 孟小雅此刻很是神秘兮兮地 凑到安妮面前 低声说道 安妮姐姐 我还要感谢你 让我这次 有了跟林叶男神邂逅的机会呢 安妮大眼睛转了转 煞有介事地 看了孟小雅一眼说道 我劝你还是做出正确的选择比较好 不要那么春心荡漾 第108章 你以为 孟小雅很是调皮地笑了笑 说了一句 你们先忙之后 转身快步离开 安妮有意无意地描向若无其事 正平视前方 迈步前行的林叶 哥哥我这么帅吗 这短短的几步距离 惹得你来来回回 不下数十次投看了 林叶忽然转头盯着安妮 一脸坏笑地说道 啊 不是 被林叶突如其来的这么一整 安妮的俏脸 立即就红了起来 不是 那是什么 进了电梯 林叶寻思着 马上就能跟李士兰 与孩子们一起吃饭 心血来潮地想要调侃一下 身边悠香肆意的安妮 林先生 我 我刚才没有偷看 我 安妮一时间有些语无伦次 她答不上话 可爱的脸蛋红的 像熟透了的苹果 令人垂涎 对了林先生 你的魅力太大 我差点忘记 还有一件事情 安妮有些慌乱 将头别了别 我接到朔谣主管的通知 说公司外围的路人人流量 比往常要大的很多 包括交通 也变得比往常拥挤了数倍 我继续说道 林先生 你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会不会跟你有关 林业心神微动 看来棋子的叮烧能力 还是很硬核的 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男神我连一流的 王家大哨都赶掉锤 他还被我安排得 狂喷了鲜血 自然要引起媒体的关注 林业扬了扬头 很是骚包 原来他们是媒体 那为什么这么小心翼翼 安妮有些愣神 王家施压了呗 但男神我的魅力太大 导致他们根本 抵挡不住内心的蠢蠢欲动 一旦我出了公司 场面不得爆了 嗯 林业男神真厉害 安妮发自内心的附和 挥动了一下粉拳 随即翘脸一寒 转了画风 那王汉真可恶 如果当时你不在场 恐怕要被王汉强行带走了 林业眼睛微眯 他想起了李世兰之前 提及的逼婚事件 一道射人心魄的锋芒 从他的眼底掠过这件事情 背后很可能有李家的影子 二人交谈之间 已经抵达了十层 林业顿了顿 随口问了一句 关于公司周边徘徊的媒体这件事 不要急着告诉他 我不想让他想太多 安妮轻轻嘟了嘟嘴 瞄了林业一眼 一脸羡慕地说道 男神 好歹我也是蓝总身边的人 你什么时候也能这么担心我啊 林业目光微闪 做出一副很是无奈的样子说道 嗨 我这不是没办法吗 蓝总可是我老婆 我的七个孩子 还要照顾呢 那我要是能做孩子们的 安妮不假思索 完全是下意识的话并没有说完 他忽然翘脸一片红韵 当即扭捏了起来 林业微微一正 很是好奇地问道 你对保姆有过研究 安妮连忙点头说道 那当然了 我还博览群说呢 他牢牢地抓住了林业给的台阶 虽然林业并不知道这点 他就是单纯地好奇问了问 很快 二人来到了休息室 爸爸你来了 二花最先发现林业 抿了抿嘴巴 小脸带着欣喜 要吃饭了 五合也跟着复合 三秋跟四月同样欢呼了起来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兴致勃勃的模样 李诗兰目不转睛地盯着林业 朱唇清起 欲言又止 林业目光微闪 他将佳肴一一整理出来 招呼着孩子们先吃 做完这些 林业凑到李诗兰面前 压低了声音 一脸神秘地说道 老婆 是不是很想问我为什么晚了一点 李诗兰白了他一眼 没有否认 只有让自己的厨艺更上一层楼 才能做出更好的佳肴来招待你们 所以需要多那么一点时间 不是吗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他这句话一出 一旁的安妮翘脸上一阵古怪 他转动了两下大眼睛 随即跟着附和了起来 是的 蓝总 林先生这次做的佳肴 光是看着 我就能感觉到比原来好吃多了 先吃饭吧 李诗兰不再多问 时间一晃 下午已经过半 林业的身影出现在公司天台 他的目光锁定着公司周边的情形 那些包装后的媒体 长枪短炮 依旧坚持不懈地顶着烈日在徘徊 人行道上也已经站满了车 林业目光微闪 拨通了一串号码 林先生 目前没有发现什么异动 你有什么吩咐吗 齐则如实说道 林业的目光转向了不远处 一栋较高的大楼 你更换丁烧的点了吗 没有 齐则当即应声 林先生应该是有高见吧 请尽管吩咐 我立即就更换地点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换什么地点 天这么热 你好好在房间里待着吧 齐则沉默了片刻 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说道 哦 好 二人结束了对话 林业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其末端的银线 在烈日的照射下 依旧不失锋芒 孩子们演练后 中场的休息时间 大概在四十分钟 足够了 此时 新颖娱乐不远处的高楼楼顶 齐则正单手拿着设备放在眼前 观察着新颖周边 单手往自己嘴里塞着一块 早就准备好的面包 他时不时晃动了一下 早就酸痛僵硬 已经快要麻木的胳膊 但目光没有离开设备 片刻后 齐则感到口渴 他随手要拿身旁放着的一瓶 早已充斥着烈日余温的矿泉水 不曾想 他来回挥动了几下 触碰到的 皆是被烈日炙烤后的空气 齐则瞳孔一缩 他的两名部下也在楼顶 但不会有这种行为 谁 饶式烈日灼烧 齐则依旧身影迅捷 他立即侧身挪动 拉开了与原位置的距离 林先生 你以为 林业嘴角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他往身后挥了挥手 只见齐则的另外两名部下 从楼道出口 快步走了过来 齐则微微愣神 随即反应过来 眼底即刻浮现出了一抹 习以为常的狂热 第109章 不用 7点50就行 不愧是林先生 我们三个即便是全神贯注 也没有发现 您从新影娱乐出来 林业微微一笑 摆弄了一下手里的矿泉水瓶子 脸色忽然板了起来 齐则 齐则心神一震 下意识应声 道 为什么不按照我说的吩咐行事 林业平淡的语气中 带着几分不容忽视的严肃 齐则一震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林业继续说道 我是不是说了 让你待在房间 林业说着 瞪了齐则一眼 这么顶着太阳 你是不是觉得这紫外线 特别能杀卷 原来如此 胸腔一股暖流 顿时让齐则心神触动 林先生 我是觉得在楼顶观察应该会 应该会全面一些是吧 林业打断了他 这栋楼的房间不少 顶层有着很充裕的空房间 其中间走廊的长度 足够能让你们三个人分工配合 观察全面 林业说着微微摇头 而在楼顶 一个人几乎能同时观察 新颖娱乐的所有方向以及角度 你是不是觉得 往自己身上揽没必要的活 很舒服 齐则脸上带着会心的笑意 他没有开口 在静静地听 林业的话 看似是在责备 但在他的心里 却是一阵暖洋洋的 林业微微一叹 他的内心 何尝没有受到触动 尤其是看到齐则为了便于执行任务 而吃的便利食品 以及喝的那瓶 不像是让正常人喝的矿泉水 先收工 回你原本定的房间 这种事情 我不希望再发生 是 齐则立即应声很快 几人来到顶层目标房门前 齐则将门打开 这 这股味道 实在是太香了 沁人心皮的香味 顶刻间窜进了齐则的鼻孔 让他一时间感觉轻飘飘了起来 进去吧 林业但笑着说道 齐则吞咽了一下 紧接着不止是他 他的两名部下 肚子几乎同时发出了 咕噜的声音 一秒后 几人在餐桌前就位 速度特别快 我忍不住了 看着餐桌前的佳瑶 齐则的眼底居然开始泛红 只见他话音未落 拿起筷子就要动手 慢着 林业的声音夹杂着丝丝力道 齐则心神一震 当即动作一僵 想吃的话 就答应我执行任务的时候 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林业严肃地说道 是 齐则连声回应 行了 你们赶紧吃饭吧 林业不再多言 放开了他们暴增的食欲 齐则三人的吃饭速度极快 饶视林业带的佳瑶 已经够七八个人的量 依旧被他们将桌面清理得干干净净 林先生 这 这简直就是 我生平吃过最好吃的佳瑶 齐则两眼放光 发自内心的称赞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轻声开口 好好听从安排 以后还会给你们做 齐则一脸的兴奋 又跟他交代了几句 林业离开 三分钟后 林业的身影出现在新颖娱乐 十层演练时 爸爸 你来了 依春最先发现了林业 急不可耐地说道 大家都快等不及了 我们开始吧 林业开怀一笑 精神一抖 拍了拍胸脯说道 孩子们 今天晚上的决赛 我们一定会拿下冠决 黄昏降临 南疆中新文化馆 现在是六点钟 距离决赛八点 还有足足两个小时 即便如此 偌大的场地已经挤满了人群 站着的 坐着的 纷纷错落 拥堵成了一片 我去 今天什么情况 这里的人 也太多了点吧 还好今天我一大早就来了 一大早 跟我这提前几个小时来的一比 明显是你更狠啊 我狠 看来你还不知道 有的人昨天都已经睡在这里了 都是一群小孩的较量 也就两个小乐队而已 身为这里的常客 我就纳闷了 今天的场景人数 怎么会如此众多 甚至说空前绝后 嗨 你听过一个神呼其神的名字没有 神呼其神的名字 难道是灵 对 就是灵夜 她飙车确实很厉害 创下了空前绝后的记录 但跟眼前这情况有什么关系 你是外星人吧 你不知道的可真多 李诗兰女神 你总知道吧 嗯 她可是南疆 灵夜男神可是跟她同居了 我亲眼见到她 还跟蓝总一起上班呢 不仅如此 有小道消息传出 灵夜男神 甚至吊锤了入侵新颖娱乐 王家的王汉王汉 都已经被她锤得狂喷了一口鲜血呢 相比于中兴文化馆的热火朝天 此时灵夜 李诗兰 以及孩子们 正在别墅的院内悠闲地散步 灵夜 刚才中兴文化馆的负责人 已经打电话通知说 我们可以过去了 什么时候出发 李诗兰 朱唇轻起 再等等 让孩子们多多放松放松 灵夜随口说道 这才六点半 距离开始还有一个半小时 那我们要几点出发 七点吗 李诗兰下意识问道 就在灵夜刚张开口 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丁 系统发布任务中 任务名称 就是要不走寻常路 任务说明 七点五时出发 八点整到达中兴文化馆的舞台 任务完成奖励神秘大礼包一份 不用 七点五时就行 灵夜神情一致 随即语出惊人 他的心底同样为之一阵 只有十分钟 李诗兰愣神片刻 以为灵夜是在开玩笑 八点可是决赛开始的时间 就算他车技再好 十分钟的时间 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抵达中兴文化馆的 他白了灵夜一眼说道 中兴文化馆 有专门的赛前演练室 我们现在去 可以在里面做一些赛前预热 你就不怕正预热者 被别人窥探到你预热的内容 灵夜忽然这么来了一句 李诗兰倾城的容颜上 浮现出一抹罕见的古怪之色 还窥探 你是有多么想要一鸣惊人啊 灵夜摆出一副 深以为然的神情说道 老婆 这次决赛可是相当重要 自然要一鸣惊人 第110章 刚好八点 灵夜 别开玩笑了 就算我们现在不过去 那最起码要七点半走 提前半个小时也行 李诗兰正色道 灵夜忽然抬头 看了一眼夜幕在完全降临之前 黄昏尚未退去 显得有些朦胧的天空 老婆 你猜猜今天晚上会不会有星星 李诗兰微微一震 她没想到灵夜会突然来了一句 听起来完全不着调的话 我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最好不过了 灵夜嘴角微微上扬 一脸的神秘 李诗兰亲领朱唇 以为灵夜就是想随便找点话题 将时间给耽误了 随即柳眉微醋 灵夜 你 你放心 马上你就知道 天上到底会不会有星星了 中心文化馆 招待室 会议桌前 一名中年男子坐在主室位置 他紧紧猝着眉头 脸上写满了疑惑 偌大的招待室 气氛僵硬 蓝总的电话打通了吗 没有 会议桌的一侧 距离他最近的一名部下 低声说道 中年男子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7点50 他的眉头直接拧成了一团 音调微微拔高 继续拨打 不要停止 各位 如果蓝总到时候真的没来 那就 中年男子的话没有说完 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中年男子神情一致 紧接着长呼一口气 蓝总可算是回过来电话了 他说完接起了电话 然而里面传来的 却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 火箭 打开文化馆的天窗 我们马上就到 这道声音说完 便挂断了电话 中年男子一脸的猛圈 他尝试着将电话给拨过去 然而回应他的 只有滴滴的盲音 中年男子思索片刻 对着一名部下招了招手 舞台场内 咦 你们看到了吗 文化馆的天窗怎么打开了 不知道 也许是今天这里人太多了 所以打开透透气 对了 这都已经七点五十五了 你有没有发现 台上的主持人有些不对劲 没有吧 除了感觉 他好像少说了些什么 嗯 他好像一直没有介绍 两个乐队的情况 呃 什么情况 乐视这种时候 他怎么偏偏乐视反着来 其实介不介绍 已经无所谓了 我想 你们对黄天 应该有所了解吧 四 黄天 我知道 他是地龙娱乐之名作曲人 难道 不错 这次Tiff By的乐队 就是有他亲自指导的手笔 何况他们的人气 本来就很高 反观那Mirror乐队 我只能说 蓝总已经尽力了 蓝总尽力了 这可不好说吧 你们就不想想 近期那黄天 为什么会销声匿迹 哦 我怎么觉得 你这是话中有话 随着台下众人的热议不断 时间已经到了7点58分 终于 台上的主持人 开口提及了参与决赛的乐队 各位 下面有请我们今天 晚上的主角 Tiff By乐队登场 伴随着一阵BGM的响起 Tiff By乐队 摆好了酷酷的姿势 闪亮登场 不错 不愧是人气榜 榜上有名的乐队 看着架势 我敢断言 决赛已经有结果了 我并不这么认为 伙计 你能不能退出脑残粉的状态 我知道 林业飙车无敌 但跟这音乐有毛关系 对 我估计今天这里之所以这么多人 大多数都是林业的脑残粉给填充的 混蛋 不许你这么说 林业男神 我就是相信他 你能怎么样 台上 主持人在介绍完Tiff By乐队后 有那么一刹那 他的目光闪烁频率飞快 根本就没有收到 后台关于Mirror乐队在现场的事情 为什么领导非要正常的走流程 他的心底 实则非常的忐忑 如果不是多年来的职业素养 恐怕面对台下如此众多的观众 他当场就失态了 已经7点59了 介绍完Tiff By乐队 他硬着头皮 面带职业性微笑 对着大众说道 下面 有请我们今天的另一位主角 Mirror乐队登场 要来了要来了 终于要看到 跟林业男神有关的乐队了 我心底的一团火 已经急不可耐的燃烧了起来 不是 你们有没有发现 哪里很不对劲 好像很安静 不对 怎么没看到 Mirror乐队的小可爱呢 就连BGM都没有 台下 本身还有着成片成片区域的人群 在小小的议论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议论声也渐渐停止 短短十几秒 弱大的场地变得寂静起来 气氛相当的诡异 距离八点整 还差35秒 你们听 好像有什么声音 快看天上 那是直升机 卧槽 这 这 死 我看到林业男神了 场内 空中 当初那个胶管 贤景腾驾驶着直升机 缓缓降落 林业拍了拍他的肩膀 微笑着说道 谢了 贤景腾淡淡一笑说道 这种小事情 相比于我腰背上的常年累积 无法跟置的病根来说 太过轻松了 林业 我越来越对你刮目相看了 直升机稳稳地降落在了舞台上 林业 李诗兰及五个孩子们 纷纷下了直升机 林业跟贤景腾打了声招呼 贤景腾离开 此刻刚好八点 丁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出神入化的驾驭空中再聚的水平 林业当场吸收 紧接着 他跟孩子们打了声招呼后 招呼着李诗兰 进了后台 从林业出现在台上 到离开 总共超不过五秒钟的时间 饶事如此 台下已然陷入了无边的沉寂 片刻后 死 你嘛 我在做梦嘛 男神居然乘坐直升机来 这也太哇塞了 只有这样 才能体现出男神的别具一格 独一无二 卧槽 他刚才跟蓝总一起下了直升机 谁能告诉我 蓝总刚才对林业 似是百一百顺的样子 是真的吗 我一定是看错了 就算你看错了 有什么用 李诗兰本身就不是你这种 凡人 能触及的女神 第111章 到底是什么歌 台下沸腾了起来 主持人此刻反应过来 他立即开口说道 各位观众 刚才是一段小插曲 紧接着 主持人对一春 二花等五个孩子组成的 梅月儿乐队做了介绍 随即他话锋一转 各位 本场决赛由在场的五位裁判 公平 公正 公开的评分 满分50分 下面 我们将用抽签的方式决定 哪个乐队最先演唱 随着他话音落下 手中多出了一个不透明的小圆筒 紧接着 他是一两个乐队中的 一名主唱成员 纷纷上手 一春抽到 是一个写着后唱二字的标签 随着抽签流程结束 台下群众的小声议论 渐渐频繁了起来 你们觉得 那个乐队能赢 废话 当然是蓝总的梅月儿乐队了 对 更何况我猜 这里面还有林烨男神的影子 哼 林烨 他光是整这些花里胡哨的 没什么实际作用 在我看来 完全就是在夺人眼球罢了 你们说说 梅月儿乐队会准备什么歌 在这之前 我都没有收到半点消息 不用对他们好奇了 Tiff By有黄天坐镇 黄天的年纪 比蓝总大了足足十几岁 这场决赛毫无悬念 获胜者就是Tiff By乐队 滚 老子听见你的话 就觉得一阵恶心 还没真正开始 就在这里逼逼赖赖 台上 随着主持人最后一个话音落下 场景灯光忽然暗了下来 全场变得安静 三秒后 Tiff By的BGM响起 随着主唱的开口 台下各种热议起伏不止 哇 这是一群小孩唱出来的歌吗 太好听了 哼 怎么样 Mirror乐队是不是输定了 你给我闭嘴 评分还没出来 少在那里嚣张 说不定 Mirror乐队能够创造奇迹呢 嘿嘿 你也说了 Mirror乐队要考奇迹获胜 关键是 你觉得这种说法靠谱吗 现实一点吧 我已经不止说过一次了 毕竟黄天 无论其知名度 还是阅历经验以及成就 各方面都在李世兰之上 台下大面积的观众 纷纷看好 Tiff Boy乐队 随着Tiff Boy主唱 最后一段曲调落下 台下更是一阵欢呼 好听 真是太好听了 如果我是评委 最低会给他们打八分 八分 我看干脆 直接十分得了 黄天的手笔 可不是盖的 就是这Mirror乐队 据我所知 好像还没有配乐师的配合 他们的BGM 应该完全由 他们自己打造的 这 这岂不是自己 给自己找不自在 本身李世兰的水平 就不及黄天 这又徒增难度 必一败无疑 台上的主持人 此刻开口说道 好的 通过这首 草原上的小羔羊 想必大家对Tiff Boy乐队 有了新的认识 接下来 且看我们评委的评分 各位评委 请亮出你们手中的十分牌 八分 八分 九分 七分 八分 总分 四十分 四十分 这是中兴文化馆 有史以来 以并列的成绩 排在最高位置的分数 随着主持人的话音落下 台下一阵欢呼 我就说嘛 只有这样优异的成绩 才配得上 黄天指导出来的乐队 也是 这个成绩从来不曾被人超越过 唉 这次蓝总的乐队 恐怕要遭殃了 我虽然已经预料到了结局 但还是忍不住想看看 你们这些林业的脑残粉 最后自己打自己的脸的情形 怎么 瞪着我有什么用 刚才还一脸的杀气腾腾 现在怎么一个个憋得脸色涨红了 哼 早知道听我的话 就 别废话 兄弟们 先弄他一顿再说 动作麻利点 台上 主持人的声音再次响起 各位观众 我们比赛继续 下面 有请Mirror乐队 展开他们的倾情演唱 随着主持人的话音落下 在场的灯光一按 但与Tiff Boy不同的是 两秒后的灯光 忽然变得五彩斑斓了起来 切 果然是这样 就会整这些花里胡哨的 你他妈闭嘴行吗 噓 看看舞台上的Mirror乐队 他们在调整位置 各种乐器齐全 要开始了 三 二 一 在渐渐安静下来的全场中 二花 三秋 四月 五合 纷纷操作了起来 一时间 一阵阵魔鹰 从他们手中的乐器上 迸射而出 这股魔鹰刹那间 席卷了全场 撩拨在所有人的心间 嗯 这 不到三秒的时间 其中一名评委 和 得一下直接站了起来 这不绝于耳的声音中 每一个波动都错落有致 前后衔接紧密 相辅相成 堪称完美 这到底是什么歌 这绝对不是李世兰能带得出来的 此刻的台下 大面积的人群 尤其是最靠近舞台的观众 已经跟着台上舞动的一春 开始望我的摇摆了起来 我种下一颗种子 终于长出了果精 天使的伟大日子 一春的魔鹰 配合着乐器演奏出的曲调 令全场瞬间走火入魔了起来 台上其余的四个评委 他们离开了原本的位置 一个个的脸上布满了陶醉 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开始望我的 跟着一春那充满不可抗力的演唱 摇摆了起来 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 种下希望就会收获 随着一春最后一句歌词结束 卧槽 太好听了 这首歌不火 天理难容 我突然发现 黄天的歌简直就是垃圾 我收回之前的话 我对Mirror乐队心悦诚服 那Tiffboy乐队 终将成为Mirror乐队的垫脚石 再唱一遍 不 再唱几遍吧 对 Mirror的小天使们 我们爱你 黄天的歌太垃圾了 再唱几遍吧 我受不了 我要听 台下彻底炸了锅 台上 一名年过半百的资深评委 瞳孔之中 充斥着极其强烈的匪夷所思 她震撼之余 迈步走向一春等人 一春姐姐 你太厉害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台下这么多观众 会这样欢呼 二花此时的小脸上带着兴奋 她蹦跳着 来到一春面前欢呼的 第112章 林叶 就这样不要动 这都是爸爸的功劳呢 她才是最厉害的 一春欣喜地说道 还有 没有你们的话 我一个人也唱不出来 大家也很厉害了 一春 刚才你的歌声 令我叹为观止 包括你们这个乐队的演奏 每一个奏乐的力度 角度 精准度等 都达到了一个最为适宜的平衡 真的是太完美了 资深评委的声音 此刻传来 能不能告诉我 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 你们练习了多久 是一年吗 带着你们练习的爸爸 究竟是谁 这名资深评委并没有意识到 他最后的问话 已经变成了连珠炮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全场再次安静下来 所有观众的目光 都直勾勾地盯着一春等人 他们的呼吸频率 在不受控控制的加速 只见一春的小脸上 浮现出很是自豪的表情 他浅浅一笑说道 这首歌的名字叫 小苹果 对了 你刚才还问了什么 小苹果 资深评委的神色 陷入了短暂的痴迷 此时他身边的主持人 有意无意地蹭了一下他 评委微微一愣 当即反应过来 眼底略过一抹尴尬 连声开口 这首歌如此完美 你们应该练习了不少时间吧 能 没有呀 我们练习了也就三天 一春眨巴着眼睛 如实说道 四 全场传出大片大片面积的 倒吸凉气的声音 没有人说话 但有很多的人张大了嘴 评委已经完全失态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一春 半边身子 止不住颤抖了起来 一春稚嫩的小脸上 不满了好奇 怎么了 三天的时间难道很长吗 一春说着 又嘟了嘟嘴巴 可是以前妈妈带着我们演练的时候 比这个时间还要久呀 你 你 评委忽然发现 他的心跳 开始拥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 完全不受他的控制 疯狂加速跳动起来 这不可能 刚才那样充满完美魔音的歌曲 绝对不可能是三天内就能铲出的 评委的神色 由于过于激动 甚至变得渐渐有些猙獰 评 评委 这是在台上 主持人额头上被惊得冷汗直冒 他几乎是耗尽了力气 挪动着已经僵硬 甚至有些静弯的身体 小声提醒评委面色一变 逐渐回过神来 他常做深呼吸调整 可瞳孔内的震撼始终挥之不去 他定了定神 仔细端向着一春 他只是个五岁多大的孩子 童言无忌 评委转动了一下眼珠子 这么说道 一春 你们演奏这首歌 花了多久 三天 一春立即回应 那你练习唱这首歌呢 评委眼皮开始压不住跳动起来 也是三天呀 你 你们是不是同时进行的 评委的声音 再次变得有些压不住了 一春点了点头 稚嫩的小脸上浮现出一抹狐疑之色 评委 你们还没评分呢 我想看到评分呀 干嘛老问人家问题呢 一春自自生如天籁 侵入全场所有人的心神 评委心神一震 他尴尬一笑 正要开口 满分 原本静悄悄的台下 忽然传出一声疯狂的奸笑 对 满分 满分 全场开始欢呼 此时 后台观察室 盯着眼前显示着舞台画面的屏幕 李诗兰美眸间秋波荡漾 他发现 他的目光居然开始不由自主地转向了一旁 嘴角挂着淡淡微笑的林叶 林叶的目光正盯着屏幕 察觉到身侧的一道饱含情愫的目光 他的目光微闪 下一秒 林叶忽然大手一伸 直接将李诗兰揽在怀中 李诗兰娇躯微微一将 顺势斜靠在了林叶肩头 气氛在无形中变得微妙 林叶 你干嘛瞒着我 李诗兰娇称道 瞒着你 林叶目光微闪 老婆 天地良心啊 我哪里瞒着你了 你明明是一名音乐方面的奇才 为什么 李诗兰话说到一半 微微一叹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话锋一转 语气变得轻柔婉转 算了 不管怎么说 有你在 我感觉我的生活 多了一份不能失去的温度 老婆 我还没听见 你叫我老公吗 林叶嘿嘿一笑 拦住李诗兰的胳膊 微微用力 李诗兰的胶炎上 镀上了一层夺人眼球的红蕴 他风情万种地 白了林叶一眼 我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 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追到手的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你我之间都 坦诚 相见过 而且我们之间也 那样 接触过 难道 林叶 别说话 就这样不要动 李诗兰轻声打断了林叶的话 林叶眼神微动 如此近的距离 他敏锐地捕捉到李诗兰的心底 深埋着这不小的包袱 舞台上 随着主持人最后一句 展示平分的话音落下 沸腾的全场 再次变得安静下来 半个呼吸后 各个评委对视一眼 微微点头 似乎达成了某种一致 他们纷纷亮出了十分牌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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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主持人激动的话语说到一般 忽然卡壳 十分 不能给 只见刚才那名资深评委赫然起身 神情严肃 音调拔高 他这短短的几个字 让全场在短暂的寂静之后 顷刻间炸裂开来 你什么评委 会不会评分啊 就你这还是评委长 必须给十分 不然我保证让你干不下去 对 十分 十分 台下大片大片的群众 个个如同打了鸡血 有的甚至摩拳擦掌 用吃人的目光瞪着评委长 评委长 刚才MIRROR乐队演唱的小苹果 你也听到了 我想拿下满分 绰绰有余吧 其中一名年轻一点的评委 猝着眉头说道 只见评委长微微一笑 他再次走到了舞台上 稍作深呼吸调整 目光中掠过一抹充满坚定的抉择 各位 MIRROR乐队的确不能给十分 操 老子真想上去干他压的 刚才MIRROR的小天使现场演唱 根本没有作假 面对台下甚至有些开始暴躁的观众 评委长目光渐渐深邃起来 第113章 神 只听他话锋一转 高声说道 我以评委长的身份再次宣布 MIRROR乐队最终得分为100分 所有人如同被死死地扼住了咽喉 激愤的 暴躁的 不可思议的 人群纷纷停止了动作 仿佛只有他们的心跳在活动 全场鸦雀无声 MIRROR乐队 完全资格打破这个规矩 我相信 他们必定能迈出音乐历史上 空前绝后的一步 评委长的语气 渐渐激动了起来 哗 寂静的全场 再次被引爆 MIRROR乐队 无敌 MIRROR乐队 MIRROR 台上 主持人愣神片刻 他目光闪烁间微微皱眉 随即压低声音 对评委长说道 评委长 这种重大的决定 是不是要跟 不需要商量 评委长很是霸气地说道 眼前的观众 就是坚不可摧的力量 主持人面色一边 当即闭口不再言语 评委长看了一眼一春 眼底止不住 再次浮现出惊骇之色 他无法控制住 此时此刻 内心巨大的好奇 当即继续之前的话题问道 一春 能不能告诉我 究竟是谁带的你们 一春还没开口 一旁的二花 便有些不满地 绝了绝嘴巴说道 之前都已经告诉你了 就是爸爸 评委长有些尴尬的一笑说道 你们的爸爸 是哪位高人 二花俏皮的小脸上 浮现出一抹小小的傲气 他挥动了一下粉泉说道 爸爸那么出名 你们居然不知道 知道在三险山 创下没有人能超越的记录的人是谁吗 哼 评委长的瞳孔 渐渐开始收缩 台下 所有人的呼吸 开始渐渐急促起来 他就是灵液啊 平地惊雷 震天 果然是灵液男神 简直就是神 最帅的神 飙车无敌 就连音乐方面的造诣 也是无敌 一人带着五个 仅仅是五岁大的孩子 歌曲加演奏 三天 完整的流程 完美的一首歌 这是真正的神迹 一切如梦似幻 偏偏就是现实 而现实的制造者 就是灵液男神 灵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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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然沸腾的全场 将中兴文化馆 推向了空前绝后的气氛高潮 台上 评委长的牙齿在打战 他是听说 灵液飙车无敌 没想到 灵先生 二十多岁的那位 刚才跟蓝总来了之后 进后台的那位 他并没有意识到 他的心头 由于被灵液震的翻江倒海 说话已经开始失态 二花醋了醋没 对啊 爸爸很厉害呢 赶紧颁发奖励吧 我要奖励呢 评委长面色微变 脸上再次浮现出一抹尴尬 他暗自发誓 这是他有史以来 尴尬次数最多的一天 接下来 毫无悬念 地龙娱乐的Tiff By 与冠军之间 隔着根本不可能跨越的天渊 下面 我宣布 MIRROR乐队 获得南江少儿音乐 总决赛的冠军 评委长将中兴文化馆 代表着最高荣誉的奖杯 亲自递给了一春等五个孩子 见到评委长手中的奖杯 主持人面色骤变 咦 你们仔细看 那个奖杯 好像跟网界见到的不太一样 嗯 好像 有点大 而且我怎么觉得 它更为精准 你们注意看 奖杯上的标记 像一个乐器 四 我想起来了 这个奖杯乃是传闻中 中兴文化馆 为纪念历史上的一位 音乐造诣天赋登峰造极的传奇人物 专门打造的 天哪 那岂不是说 林业男神所带领的小天使们 不错 这一首歌 惊艳了世间 撼动了传奇 随着台上主持人最后一段措辞结束 就在他正准备宣布今天的决赛结束的时候 台下忽然传出一道奸笑 我要见林业男神 这道奸笑充斥着极度的疯狂 这股疯狂 顷刻间感染了大片面积的人群 林业男神 林业男神 一时间 正准备羡慕的现场 遭到了群众强悍的阻挡 看着一个个面带狂热 甚至到了近乎疯狂的观众 主持一时间极其的作难 他将求助的目光转向评委长 评委长眼神闪烁间 正要对手下招手做什么 刚才我的孩子们 表现得可否令在座的各位满意 林业带着几分调侃的声音 忽然响彻全场 只见他不知何时 已经闪身出现在了舞台上 爸爸 一春开心一笑 连忙小跑了过去 这是我们的冠军奖杯呢 你看 林业开怀一笑 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辛苦了 回家爸爸 给你们做好吃的 林业男神 你能给我们现场展现一下吗 台下不知道谁大声呼喊了一句 顷刻之间 人潮热议起伏不止 对 林业男神 你能在三天内玩 带着孩子们 成如此神作 一定能现场来一段表演吧 刚才评委长还质疑你呢 我们都是你的铁粉 不要让我们失望 面对台下骚动不已的人群 林业目光微闪 他刚张口 还没说什么 林先生 您的音乐造诣 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我代表评委团在这里 向你提出请求 请你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评委长忽然抢先开口 他一副生怕林业拒绝的模样 继续说道 林先生 看看台下你的狂热粉丝 请你不要拒绝 评委长话音落下 当众对着林业攻下了身 林业眼神微动 嘴角微微上扬 他忽然对着台下的群朗声说道 各位 下面到了我的表演时间 请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台下一阵欢呼沸腾 哇 林业男神好帅 我愿意 我堂堂七尺男儿 竟然会忍不住幻想 如果我是一个女的 卧槽 你的话虽然令我感到一阵恶寒 但看在你如此摩拜林业男神的份上 我就不对你了 台上 林业将一众乐器都整理在身前 他当前的位置正站在架子鼓中央 林先生要放大招了吗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操作 不会是想要一个人完成原本需要一个乐队 才能完成的操作吧 我看很像 太期待了 林业尚未开始操作 台下的热议便已经压不住 第114章 历史性的一步 林业将乐器摆放就位 他此时的一举一动 无不勾动着在场观众的心神 林业此时的笑容 如同被赋予了一股魔力 他还没开口 台下的人群便是一阵骚动 尤其是异性 林业简单调整之后 忽然高声说道 各位 跟我的节奏一起摇摆 一起造起来 他话音刚落 当即手脚并用 触跃器 魔音出 全场嗨 林业不光一个人演奏 他的身体同时还在摇摆 更为汹涌的魔力 从他的身上迸射而出 席卷全场 怎么也飞不出 花花的世界 原来我是一只 久醉的蝴蝶 全场的气氛 顷刻间被调动 卧槽 这就是神的实力吗 这是什么歌 太有魔性了 林业 音乐上的造诣 堪称空前绝后 登峰建造集 别废话了 跟着舞动 跟着摇摆啊 评委长神色恍惚地 摇摆着他已经控制不住的身体 他已经彻底沉浸其中 花开花时节 月落月圆缺 原来我就是那一只 久醉的蝴蝶 久醉的蝴蝶 随着林业最后一句魔音落下 全场人群意犹未尽 依旧沉浸在鱼音缭绕的魔音中 气氛很寂静 很诡异 林业放下乐器 来到五个欢呼雀跃的小精灵面前 看了一眼一春手里的奖杯 林业的心情大为舒畅 他的笑得很真挚 对于他来说 这个奖杯意义非凡 他多么希望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父亲 带着孩子们成长 与李诗兰缔结真正美满的婚姻 而这个奖杯 就是他真正卖出历史性的一部里程碑 有了这个奖杯 那么距离走出南疆 迈向帝都 迈向大厦 同样更进了一步 爸爸 你居然能一个人把 醉酒的蝴蝶既演唱 又演奏完 太厉害了 二华欢呼地挥动小粉拳 小脸上豪气满满地说道 爸爸是最棒的 没有人能超过爸爸 五合跟着附和 一春 三秋 四月也纷纷欢呼了起来 台上其乐融融 台下却如同着了魔咒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 盯着林业与孩子们 他们一定很幸福 我居然一开始还怀疑 那五个小天使 会不会是林业男神的 我突然感觉 我是多么罪大恶解 应该是试管 林业男神真贴心 蓝董太幸福了 后台观察是 李诗兰的美眸间 饱含着晶莹的泪花 他期盼这一刻 已经太久 林业 他轻声呢喃 随即轻敏诸唇 美眸间略过一抹决绝 我 愿意与你同舟共济 共同面对以后的困难 嘿嘿 老婆 你一个人在这里偷偷地发下誓言 让我这个老公 情何以堪 一道牵绊着心窝 带着调侃的声音响起 李诗兰微微一震 心底涌现出一股莫名的欣喜 很奇妙 这股欣喜 夹杂着淡淡的温度 同时被赋予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妈妈 我们是冠军 一春自豪地举起了奖杯 我们是冠军 李诗兰心神触动 他开心地笑了 林业 谢谢你 李诗兰轻声细语 这五个字被他拉长了话音 其中仿佛饱含着千言万语 林业微微一笑 上前掏出湿巾 给他擦去脸上的泪痕 老婆 这才乃到哪 我们还没进军帝都 迈向大夏 迈向全球呢 嗯 李诗兰微微汗手 如小鸟一人 他美眸间秋波荡漾 清澄的脸上 镀上了一层娇艳的红霞 这哪里像一个冰山女总裁 收工 回家 林业大手一挥 几人洒然离开 陆家大院 灯火通明的凉亭之下 陆兴波 陆韵波 陆小曼三人 睁目不转睛地 盯着眼前的一个屏幕 画面内容 正是林业在中心文化馆的情形 三人循环播放 看了一遍又一遍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夜里 风中的温度渐渐降低 再又播放了一遍之后 陆韵波精神一抖 目露惊骇 心神俱阵 林先生 当真是惊世骇俗啊 他这一惊叹 陆兴波跟陆小曼 纷纷从沉浸的状态中 回过神来 自从上次林业来了 陆家一趟 将陆兴波从鬼门关中 拉了出来之后 陆兴波按照林业的吩咐 暗示服药 如今他的身体 已经恢复了阴亡 只见他的眼中金光闪动 朗声说道 日后 关于新颖娱乐 我们陆家 一定要全力配合其行动 不惜一切代价 明白 陆韵波会心一笑 他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 神色有些恍惚的陆小曼 小曼 你可知道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吗 记住 办正事要紧 你放心 不管你缺少任何方面的支持 老爸我都答应你 陆小曼翘脸微红 他的美眸微微闪烁了两下 目光随即有些黯然 爸 林先生远远不及 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优秀 如今他又这般锋芒毕露 与他同居的李诗兰 他们之间的关系 恐怕 陆兴波忽然略微调提高了音调 我们家小曼 不比那李诗兰差 地龙娱乐 顶级会议室内 黄天坐在会议桌前 他的脸上缠着绷带 身体时不时在颤抖 他愈发地觉得 脸上生疼 距离他受伤到现在 即便是花了高价钱 请来了技术极高的医生 依旧无法将林业留下的创伤 短期内治愈 黄天身旁坐着的 正是之前被拳划一拳 砸向面门的男子 看起来二十来岁 二人一言不发 目光皆是有些闪躲 啪 主席位置上 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 一巴掌狠狠地拍在了桌面上 这个林业 到底是何方神上 一旦新颖娱乐腾飞 那么作为他的竞争对手 地龙娱乐自然会被市场排挤 这种事情 林业的一切变化 都是在进入李诗兰家里之后发生的 说不定李诗兰的家里 藏着什么猫腻 被称作谭总的男子身旁 一名戴着金丝边框眼镜的男子 连忙躬身开口 第115章 魅力太大 也并非完全是件好事啊 哦 难道你想告诉我 那李诗兰的家里 藏着什么天才地宝 谭总脸皮抖动地说道 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眼镜男推动了一下近况 正色道 谭总 只要能锁定那李诗兰的别墅 我们就有机会 哼 谭总沉着脸冷哼一声说道 展齐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能跟在我身边 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你居然能亲自说得出口 我挺好奇的 那林业是不是给你灌了迷魂药 所以才让你这般忘我的事态 展齐面色骤变 他连忙说道 谭总 也许我们过于拘泥于形势了 再给你一次回答的机会 谭总 至少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 那就是 林业的确确是去了李诗兰家里之后 才发生的这般转变 展齐再次强调紧接着他画风一转 我怀疑那李诗兰的别墅内 隐居着林业背后真正的高人 展齐说到最后 音调拔高 哼 我承认 他的确很有音乐天赋 但这又如何 皇天身旁的青年忽然冷冷地开了口 皇天目光微闪 有些不悦地说道 郑蓉 你这个时候插什么话 黄郑蓉满脸的怒火 祸 得一下起身 罢 那林业就该被千刀万剐 看看你现在的模样 不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何况到现在为止 一直不提上次我被那个垃圾 当面砸了一拳的事情 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 展齐的眼底的讥讽一闪即逝 他不动声色地说道 黄正荣 你放心就行 怎么可能让你白白受辱 展齐说着 音策策地笑了起来 你的事情先不着急出手 今日那林业势头正望 就暂且让他风光风光 这件事情 需要先下手为强 谭总此刻开了口 我听小道消息说 那王家的王翰 在这之前被林业打得吐血 这是真的吗 展齐立即回应 同时即刻掏出了几张图片 谭总 这是我收集的相关图片 上面显示的内容 正是在新颖娱乐大门门口 王翰探出车窗 狂喷鲜血的情形 你确定 这不是新颖娱乐为了火 而故意炒作的 谭总皱着眉头 画风一转 就算拍得再像 哪怕一模一样 这件事情说出去 恐怕除了那些拥护林业的人 没有其他人会相信吧 展齐微微点头 谭总所言即是 王家是南疆的三大巨头之一 这区区一个新颖娱乐 他们自当不会放在眼里 不过 不过什么 谭总眼睛微眯 立即开口 不过 既然提到了王家 我有一个一举两得 不 是一剑三雕的做法 一日天还未亮 光线昏暗 南疆的街道 不再像往日那样宁静 哎哎 拜托你快点开车好吗 你哪家媒体的 这么横行霸道 你又是哪家的 哼 你以为这街道 是给你家开的吗 你们这些脑残粉 不看看哥哥我的操作吗 嘿嘿 一群智障 卧槽 你真卑鄙 居然为了采访林业男神 用降落伞 你妈 太疯狂了 街道上各种争吵声 此起彼伏 林业此刻正站在餐桌前 给一顿佳肴 套上护餐纱之后 他有些无语地摇了摇头 手机震动了起来 扫了一眼屏幕上的号码 是齐泽打过来的 林业轻叹一声接了起来 林先生 不只是别墅附近 就连现在还没开门的公司周边 也已经有无数长枪短炮 蠢蠢欲动了 齐泽激动得不知疲倦的声音 赫然传来 我知道了 这四个字 林业已经重复了多次 挂了电话 林业略微沉吟 他想要提前观察一下外面的情况 这要是给交通堵死了 那可不是太好 他当即闪身到了天台 入目所及 自家别墅附近 已然挤满了五颜六色的车 其中有几辆家常版的大型车辆 直接横向 拦截在了自家门前 很是霸道地 将一众小车辆给堵在外围 林业抬了抬头 看来魅力太大 也并非完全是件好事 看着天空中顶着降落伞 他的神似罕见得有几分恍惚 他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天上伙计们的热情 可不比地上的差 眼前的情形 交通被堵得水泄不通 去公司的话会相当麻烦 就在林业正寻思着 要不要给险锦腾说一声交通情况的时候 嗯 林业目光微闪 他隐约听见了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 难道是险锦馆开始疏通交通了 下一秒 他否定了这个猜想 林业通过听觉捕捉到 隐约间有一道跟险锦腾完全不相同的声音 通过喇叭响了起来 林业掏出了电话 下意识按下了险锦腾的号码 想要直接跟险锦腾联系 在他按下最后一个数字的时候 却停了下来 算了 现在应该不是险锦馆的正常上班时间 让他休息休息吧 他话音落下 闪身下楼 简单包装了一下自己 翻阅出了外面人群相对稀少的别墅大院的侧墙 险锦馆 今天起得这么早吗 看你气色不错 在距离林业所在别墅不算太远的一个十字路口 其附近的楼宇之上 陆运博跟险锦腾正在热情交谈 险锦腾朗声一笑 他的眼底掠过一抹感激之色 多亏了林先生这位奇人 我多年累积的影集也得到了根治 尽管知道林业的一道水平也是神乎奇迹 自家的老爷子就是被林业从鬼门关拉出来的 陆运博依旧忍不住目露惊疑 险教官 林先生 两位 早啊 一道无比熟悉的声音传来 陆运博跟险锦腾皆是心神一阵 纷纷寻声看去 只见林业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正向他们走来 林先生 早 陆运博当即收敛了原本的神态 直接上前攻身相迎 见状 险锦腾瞳孔微微放大 他的心底忽然翻涌起一股不可遏制的惊涛 第116章 爸爸 我们的奖励呢 陆家乃是南疆的三大巨头之一 此时此刻 险锦腾的脑海中 忽然浮现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猜想 这陆运博 要是面对他父亲 陆星波的时候 会有这么恭敬的时候吗 这么想着 险锦腾没有怠慢 当即也给林业打了招呼 林业淡笑着摆了摆手 直奔主题 两位 你们互相配合着疏通交通 大概要多久 有陆先生的配合 最多再有20分钟就行 险锦腾当即回应 林业微微点头 心里有了底 这便于之后的刑事安排 来了一趟 主要目的算是达成 陆先生 老爷子的身体状况如何 林业画风一转 之后家里有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陆运博的脸色顿时一沉 你们二位先聊 此时 险锦馆适时地说了一句 便迈不离开 陆运博的脸色 隐隐有些战红 他沉声说道 老爷子身上出的问题 就是陆杰这个大逆不道的 混账东西干的 林业微微点头 这个答案跟他猜测中的一样 眼睛微眯 林业继续问道 陆先生 查出原因了吗 林业的心底 隐隐有着几分警觉 来源于王家 李家这两个跟陆家 同样是南疆的两大巨头 只见陆运博愤怒地握紧了拳头 想不到 这陆杰居然吃里扒外 被地里跟王家勾结 一道锋芒 在林业的眼底掠过 现在陆杰的情况怎么样了 还有 他儿子陆涛呢 王家那边什么动静 林业的语速渐渐加快 闻言 陆运博的眉头拧成了一团 有什么难言之意 顿了顿 林业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忽然淡笑着说道 不管怎么说 这次还是要谢谢你了 我还要回去陪老婆跟孩子们吃饭 回聊 林业说完 当即闪身离开 很快 林业的身影 出现在自家大院的侧墙外 他的眉头微皱 一时间并没有翻越进去 只见他若无其事地 走到侧墙拐角 悄悄探头 观察着自家大门那边的情形 一群染着五颜六色的毛发青年 各自拿着一个摄像机 正对着他们周围的黑发人群指指点点 看他们那说话嘴形 应该是在骂骂咧咧 林业目光微闪 这群青年根本不像是媒体的人 更像是披着媒体外衣的地痞 他想了想 逃出手机 刚要拨通齐泽的号码 齐泽恰好拨打了过来 林先生 别说门口 嗯 我正看得清楚 除了门口 还有哪里有这类目标人群 不想耽搁时间 林业随口打断了齐泽 目前没有 需要我派人接近他们 进一步查探吗 林业再次观察了那几个青年几秒 手无腹肌之力 连外境舞者的特征的都没有 暂时不用 林业说完 挂了电话 下一秒 他翻越进了别墅 并没有看到沉练的漆了 林业心底松了一口气 回来的并不晚 他这个陪练 没有失职 闪身进了别墅政厅 此时政厅里依旧很安静 李世兰跟孩子们还在休息 林业坐在餐桌前 忽然心血来潮 他掏出了手机 自语道 自从当了爸爸 我倒是很少有玩手机 刷视频的习惯了 话音落下 林业开始滑动起了手机屏幕 就在昨天晚上 南疆中新文化馆 一场惊世骇俗的总决赛 已经落下了帷幕 该决赛中 Mirror乐队 以绝对碾压的姿态 一举拿下冠军 获得评委长亲自颁发 空前绝后的最高荣誉奖杯 那么 到底是谁 能够在三天内 以登峰造极的音乐造诣 带领Mirror乐队 腾飞而起呢 毫无疑问 正是林业男神 有网友声称 林先生已经脱离了 人 的范畴 颠覆了人的认知 是一个引领时代格局变化 无人可以替代的神 如此同时 林业男神的歌曲 《醉酒的蝴蝶》 《小苹果》 在短短的一夜之间 彻底引爆了整个音乐神坛 成为了令无数人为之着魔的神曲 林业咧嘴正看得津津有味 听到李诗兰房间里的动静 她眼神微动 知道李诗兰已经起身打理了 当即收起了手机 闪身来到了她的门前 轻声开口 老婆 饭菜已经做好了 换做往日 李诗兰会在屋内回应 但今天没有 林业话音落下刚过两秒 她便打开了门 李诗兰一边整理着 还未穿好的上衣 一边说道 林业 我马上就好 你先去叫孩子们吧 林业微微一震 开怀一笑 好 以往的早上 李诗兰同样没有 让她去叫醒过孩子们 十多分钟后 餐桌上 爸爸 我们拿了冠军 这次有什么奖励啊 二花摸了摸 有些鼓起的小肚子说道 小脸带着几分兴奋 对啊 对啊 我们的奖励呢 依春也忍不住跟着附和 她能给什么奖励 七了忽然嘟囔一句 吃饭前 她沉练的时候想着 如何才能真正 踢到林业这个陪练 可无论她如何出招发力 所有的进攻 都只打在了靶子上 这让她原本的小傲气 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不准你这么说爸爸 三秋撅着嘴 盯着七了小声喝道 七了轻哼了一声说道 好难不跟女斗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我想说就说 你管不着 七了 你都说了不跟女斗 为什么还 一春打抱不平的话 没有说完 被七了打断 你就不能把话说完整吗 好难 两个字被你吃了吗 你 一春的小脸有些胀红 她咬了咬小嘴 将求助的目光移向林业 李诗兰此刻也目不转睛地盯着林业 美眸间涟漪荡漾 林业目光微闪 只见她先是微微一笑 接着不动声色地来了一句 等下爸爸回来再跟你你们聊 奖励肯定少不了 放心吧 她话音未落 已然起身 还不忘了补充一句 我可得快点 不能让我的小天使们就等了 第117章 你配给林业看门吗 林业闪身进了洗手间 她的嘴角微微上扬 掏出手机拨通了李诗兰的号码 此时 正在餐桌上的李诗兰 发现手机震动 拿起一看 居然是林业打来的 她不禁一脸的狐疑 这么近的距离 为什么还要打电话 不明所以 心中好奇 老婆 你以前经常带着孩子们 去哪里玩 林业的语速很快 文言 李诗兰微微一正 随即反应过来 原来林业是想要带着孩子们出游 不过紧接着 她的美眸就闪烁了起来 我 我们要不再一起想想其他奖励 孩子们天天吃我做的佳肴 所以吃得不行 那么 林业拉长了话音 李诗兰思来想去 清抿了一下珠唇 美眸间闪过一抹尴尬 紧接着又划过一抹歉意 一时间硬是没有说出什么 以前 她的生活充满了忙碌 回到家里 已经过了黄昏 她并没有带着孩子们出去游玩过 并不知道孩子们喜欢去哪里玩 这样 就近一代 有没有比较出名的游乐场 还有 不能光好玩 还要各项设施 都安全有保障的那种 就近一代 李诗兰低声呢喃 随即摇了摇头 翘脸上划过一抹苦涩 嘿嘿 我忽然想起来了 我知道去哪 林业忽然这么来了一句 随即挂断了电话 李诗兰柳眉青醋 她总觉得林业的话怪怪的 洗手间内 林业刚挂了李诗兰的电话 立即又拨通了安妮的号码 几个呼吸后 林业走出洗手间 她的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 想好给孩子们什么奖励了 李诗兰轻声问道 林业微微点头 她看了一眼满脸期待的孩子们 轻了轻嗓子 随即大手一挥说道 这次的奖励是 乐九天游乐园 哇 好呀好呀 我喜欢那脸 二花立即挥动着小粉拳 跳了起来欢呼 二花 你不是没去过那里吗 一春小脸上带着疑惑 我在动画片里面 听到过游乐场三个字呀 我一直很好奇 早就想去了 齐了 你要不要 哼 那种地方 只有女孩子才会去玩 我才不去呢 我要回学校练舞 齐了小脸上带着浓烈的不屑 那六时呢 一春像是一个带头的大姐姐 六时面色淡然 只见她摇了摇头说道 我要回学校参加绘画 最后林叶统计 要去了九天游乐园的 是她 李诗兰跟五个孩子们 一共七个人 李诗兰目不转睛地盯着林叶 朱唇亲戚 林叶 出游活动 竟然是你临时提出来的 要不 你也顺带着去公司安排一下 至于怎么安排 你看情况嘛 林叶心神威震 她的嘴角微微上扬 得令 此刻 她的心底 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又跟李诗兰简单交代了几句后 林叶闪身离开 你到底是不是林叶男神的粉丝啊 怎么越看你们越觉得恶心 对 你还在骂骂咧咧 一群人正围着之前的几名地痞青年猛队 其中一名为首的红毛青年 很势不懈地 往地上吐了一口令人恶心的泛黄浓潭 老子今天就是要抢先采访到林叶男神 你们能奈我何 他的话音落下 还对一旁的黄毛递过去了一个眼色 黄毛会议 咧嘴一笑 随即掏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看到了吗 刀剑无眼 谁敢跟我们抢 我不敢保证 在你们的身上 比划出两道鲜艳的血花 马的 哪把破匕首了不起啊 举敢这么嚣张 有本事你对着我们动手啊 要不大家一起上 弄他压的 群情激愤 但并没有人敢迈出第一步 你们这些地痞 连仰望林叶的资格都没有 人群当中 忽然传出一道 清冷又不失悦耳的声音 嘶 是陆家的掌上明珠 陆小曼 女神怎么来了 她难道也是为了采访 你脑抽了吧 陆家身为南疆巨头 怎么能说是采访 依我看 她是来瞻仰林叶男神的 听说陆小曼的音乐天赋极高 在她不到十八岁之前 已经有好几首 冲上过音乐神坛榜单的歌曲了 最为关键的是 听说她还是一个人摸索的 且 就算她是音乐女神 但跟林叶男神比起来 我觉得是没法比的 两人根本不在同一个维度 人群热意不止 红毛等人注意到陆小曼 各个面色骤变 黄毛凑到她面前小声说道 大哥 现在怎么办 看起来 想不到还没开始处理正事 半路居然杀出来了陆家人 还是掌上明珠 要不要通知静哥 黄毛低声问道 红毛瞳瞳一说 你是不是傻 就这样无功而返 到时候 静哥不得狠狠地修理我们 可是 黄毛既忐忑又迟疑 你先不用管 我看这陆小曼也就二十岁 看看能不能谈谈先 大哥英明 黄毛连声附和 只见红毛即刻换上了一副 自以为很讲理节的神情 他微微躬身 对欺面前三米处的陆小曼说道 不知女神大甲光临 有失远迎 我 你的台词 让我感到想笑 你配几林爷看门吗 陆小曼冷冰冰地说道 他今天上身 穿着一件淡青色的T恤 下身穿着修身牛仔裤 柔美的曲线 被细腻地衬托出来 搭配他那一头 乌黑亮丽的锤尖秀发 与本就比例完整的脸蛋 周身静谧宜人的气质 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怀里 夹着上次来请求林业指导所带的笔记本 陆小姐 凡是讲究一个先来后道 我们 胡说 明明是我们先来的 你撒谎 人群中忽然传出一声怒吓 对 我们先来的 你少在那里花言巧语 接着 有人跟着附和起来 一时间 越来越多的人跟着附和起来 红毛的脸色极其的难看 第118章 回来了 他身边的黄毛 目光闪烁间 压低声音说道 大哥 现在这里有这么多人看着 如果 我们当众对着他亮出刀子 你疯了 你要是想死 别拉着我 红毛像是看傻子一样 当即打断了他的话 黄毛阴侧侧的一笑说道 大哥 我只说稍微比划一下 并不会真正动手 陆家这么喜欢面子 他们肯定不会对我们这种小人物 过分追究的 哦 你的意思是 红毛语速不慢 这陆小曼亲自来找林业 看他的样子 我猜应该是之前跟林业已经认识 我们只要阻止了他 不让他跟林业见面 是不是也能侧面说明给这事 再给林业制造麻烦 这也算是完成任务 然后我们也不用在这里 跟这一群人乱对 瞎等待 直接离开即可 黄毛阵阵有词 一脸的胸有成竹 红毛咧嘴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看不出来啊 今天的你 脑袋算是开窍了 大哥过奖了 接下来看我的就行 黄毛说完 当即转身 上前踏出一步 直视夺人眼球的陆小曼 陆小姐 其他的不说 至少我们比你先来 你身为大户人家 我想应该很注重李劫 因此 想要见到林业 还请你排队 黄毛说的义正词严 你嘛 还在这一套 少在那里叽叽歪歪 居然敢在陆小姐面前摆谱 照你这么说 陆小姐还可能早就跟林业男神认识呢 呃 你说什么 女神跟男神很早可能认识 对啊 这确实有可能 我去 我好像听到了不小的绯闻 天哪 那可是无数男人心中的两个女神啊 林业男神他 一时间热议的风向 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转变了 陆小曼倾促带眉 他的翘脸 渐渐镀上了一层寒霜 原本今天他想着趁早找林业指导 满心欢喜 可以说元气满满 没想到一来就碰到了这场事情 你们说是采访林业的 那不妨说一下 你们是属于那个媒体公司的 陆小曼眼波流转 冷冰冰地说道 我 红毛面色一变 一时间支支吾吾了起来 他们哪里是什么媒体 一旁的黄毛忽然大声喊道 我们是什么媒体公司 有权不告诉你 总之 今天你休想 从这里过去 草 还好陆女神点出来 马的 差点被你们给骗了 我看你们就是一群真正的地痞 来给林先生添麻烦的 什么媒体都不说 我看就是不知道 居然还敢冒充林业男神的粉丝 兄弟们 你们这还能忍吗 不能忍 上去干他压的 激愤的人群蠢蠢欲动 有的人看向红毛等人的目光 开始变得凶神恶煞了起来 有的开始摩拳擦掌了起来 黄毛健壮 面色一变 不过下一秒 他便强自镇定 随即对红毛说道 大哥 红毛会议 当即招呼着他身边的 另外几名弟兄 他们这帮人 再次亮出了各种冷兵器 现场安静下来 气氛随之一沉 黄毛冷冷一笑 他同时拿出了匕首 对着陆小曼比划了两下 陆小姐 你看到了吗 我想 你会做出正确的 放肆 人群中 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男子 杀了出来 只见他一脚 就抽在了黄毛 抬起来的胳膊肘上 啊 黄毛顿时发出一声 惨绝人寰的尖叫 抱着胳膊 在地上打起滚来 太快了 黑衣人从出手到结束 不过眨眼间的功夫就结束 红毛反应过来 瞳孔放大 面色狂变 这个黑衣人 根本不是他们能对付的 就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 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红毛连忙 小心翼翼地拿起一看 是静哥 静哥 我们 你们的情况我很清楚 表现很出色 不错 不要怕 区区一些皮外伤 不足为虑 静哥打断了红毛的话 谢谢静哥的关注 可是我们遇见了 不用担心 他们是陆家的人 相信我 不敢闹出多大的事情 接下来 我要你们继续 亮出手中的冷冰器 如果陆家人还动手 你们就忍着 记住 别忘了留下委屈 凄惨的镜头 静哥的声音 渐渐变得阴侧侧了起来 啊 红毛不可置信地惊怡出声 静哥 我们 试成之后 每人五十万 你 我给一百万 静哥一语定音 红毛的双目 瞬间变得通红 谢谢静哥 保证完成任务 他当即跟黄毛等人 说明了电话内容 一时间 几人脸上原本苍白坦草的神情 一扫而空 黄毛抽搐着站了起来 他一脸背切 做出一副宁死不屈的表情 对着陆小曼说道 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干他 干他 对 看见他的嘴脸 我就觉得恶心 随着群众的热议 黑衣人的眼底掠过一抹狠辣 不知好歹 他怒喝一声 随即窜入红毛等人之间 不到两个呼吸的时间 红毛等人 一个个被打成了猪头 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 各位 为了大家的公共交通秩序 请大家好好配合 避免拥堵 此时 一道红亮的声音 通过麦克风 在空中响了起来 死 那是陆家的陆运博 我去 想不到为了灵夜 他们父女俩骑上阵啊 赶快让开 这些后面的交通 我看都已经疏通了 这要是再不动 恐怕还会被强制拉走 片刻后 拥堵的交通算是恢复正常 灵夜大院门前 除了陆运博跟陆小曼 再无他人 不过别墅附近 仍有一小部分人不死心 在徘徊 让这几个人 远离林先生的院门 给他们拖走 陆运博皱着眉头 扫了一眼地上躺着的 几个地痞青年 小曼 林先生的电话 打通了吗 陆运博大有深意地 看着陆小曼说道 正准备拨打呢 陆小曼掏出了手机 不用打了 我这不回来了吗 一道带着几分 调侃的声音响起 在发生了 红毛这档子事情的同时 灵夜已经去了一趟公司 有安妮在 很快便一切安排妥当 第119章 还是被你发现了 灵夜 你 不是在家吗 陆小曼又惊又喜地问道 灵夜很是骚包地 扬了扬头 搁的魅力太大 出门的话会很不方便的 所以 只能不走寻常路了 的确是这样 陆小曼翘脸微红 轻声嘀咕了一句 一旁的陆运博 朗声笑道 灵夜 昨晚你的表现 堪称惊世害俗啊 我这个本就对音乐 提不起丝毫兴趣的人 内心深处也开始蠢蠢欲动了呀 陆叔的称赞 我收下了 灵夜但笑着说道 陆运博再次笑了笑 随即话锋一转 大有深意地看了陆小曼一眼 接着对灵夜说道 灵先生 如果您不嫌弃 那么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的 可以随时跟我联系 不等灵夜开口 陆运博继续说道 我还有事 你们聊 他话音未落 已然转身离开 灵夜但笑一声说道 你父亲做事挺雷利风行啊 嗯 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陆小曼美眸闪烁间 轻声开口 灵夜目光微闪 主动奔向主题 陆小姐 今天我还要陪着老婆跟孩子出游 没有时间 他平淡的语气中 夹杂着一股坚定的意味 陆小曼微微一正 随即背齿轻咬 他微微汗手 低声说道 好吧 那 灵先生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灵夜正要开口 忽然一道刹车声 从不远处传来 寻声看去 只见一辆红色轿车旁 已然站着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安妮 灵夜略感意外 他刚跟安妮在公司安排 过后分开 安妮说 有事需要回家处理 于是离开了 可这才过去多久 他就从家里出来了 你的事情处理完了 灵夜下意识问道 安妮上身 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色休闲服 下身穿着超短牛仔裤 雪白的藕臂 白皙的大腿 玲珑优美的曲线 无不展现着 他青春靓丽的美 处理完了呀 安妮的翘脸上 显得很是兴奋 你不会是想告诉我 你所谓的处理事情 就是回家换换衣服吧 灵夜忽然觉得有些头大 安妮俏皮的笑了笑 当然了 女生都很在意形象的 所以将换衣服 说成处理事情 也没错吧 灵夜微微摇头 她忽然觉得 女生的逻辑 有时候很天然的在意 安妮小姐 好久不见 陆小曼微微汗手 礼貌的打招呼 陆小姐 你今天还要来找 林先生指导音乐吗 安妮眨巴着大眼睛说道 嗯 但是 陆小曼脸色一暗 画风一转 对了林先生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她最近恐怕都没有 现在林先生可是大明星了 不等灵夜开口 安妮双眼放光的说道 好吧 你说的也是 陆小曼语气渐渐低落下去 一时间显得楚楚可怜 灵夜目光微闪 从最开始到现在 细细一想 接二连三的 的确有事情 给这档子事情耽搁了 可如果一直这么想答应 却无奈只能拒绝 次数一旦增多 恐怕不是太好 灵夜的神色 一时间有些恍惚 她发现上次 她好像也是这么想的 面色微变 灵夜这么正神 就要开口 陆小姐 林先生不会忘记这件事情的 何况给人指导音乐 对她自己的指导能力 也有提升啊 她肯定也很想指导你的 安妮再次开了口 她看似是对陆小曼在说 但目光却直勾勾地盯着灵夜 嗯 那你们先忙吧 灵先生 我过一段时间再来 陆小曼轻声开口 说完 随即转身卷起 她独有的香风离开 灵先生 我刚才的表现怎么样 安妮巧笑奄然地说道 你不用那么为难地去思考 到底什么时 有空给她指导 灵夜眼神微动 随即做出一副 美好气的样子 瞪了她一眼 安妮 我记得我 好像没有告诉过你 我今天到底有什么事情要做吧 你这整装待发的模样 我挺好奇的 是不是谁告诉了你什么 没有呀 安妮不假思索地回应 灵夜眉毛微挑 一脸的不幸 没有 那你倒是说说 你换完衣服 过来想干什么 安妮大眼睛转了转说道 我过来除了瞻仰男神的风采 就是陪陪兰总 这不过分吧 不过分 不过分 灵夜连连摆手 随即忽然坏笑道 安妮 不过我今天跟兰总 确实有事情要出门 你恐怕见不到我们了 安妮不以为然地说道 出门就出门呗 她正说着 伸出雪白的葱纸 指向了她的车辆 我这不是开着车吗 你们出门 总不会没有落脚点吧 我可以跟着你们 到时候 还是能待在兰总身边呀 灵夜忽然觉得 眼前的安妮 极其的难缠 她的目光微闪 忽然说道 你不会真的以为 以你的车界 能跟得上我的车吧 不曾想 安妮并没有表现出 丝毫不自然的神情 只见她浅浅一笑说道 灵先生 你不会那么做的 灵夜眉毛微挑 你就这么确定 安妮很是自信地 点了点头说道 你昨晚刚进行了一场 风靡整个南疆的表演 今天就安排公司的情况 你说说 这意味着什么 我想 你应该是意气风发 要好好陪陪兰总跟孩子们吧 而且 孩子们那么可爱 一个个像小精灵 万一他们有可能 问你要奖励的何况 你说是出门 但在我看来 应该是出游吧 安妮说着 翘脸上的欣喜更盛 灵先生 你之前还给我打电话 说是你的一个朋友过生日 想问我知不知道哪里好玩 其实 我还要好好地感谢你问我呢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那么顺利地联想到 你们一家要出游呀 灵夜盯着安妮 好半天没有说话 直到发现手机震动 她在接起手机之前 对安妮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能跟在兰总身边的人 还是被你发现了 安妮抬起嫩白的玉手 扬了扬他慢舞的青丝 忽然翘脸有些泛红 其实 如果不是仰慕灵夜男神 我可能真就觉得 兰总有事要出门了 第120章 想到了一些事情 我忍君不惊 灵夜洒然一笑 示意她先放下交谈 接起了电话 灵夜 还没回来吗 李诗兰的语气中 带着几分掩饰不住的 关切与焦急 嗯 马上 两分钟到 灵夜立即回应 又简单聊了几句 灵夜挂断电话 安妮 你别一个人开车了 直接上我们的车吧 灵夜说完 卷起一股进风 闪身离开 看着消失在眼前的魅影 安妮轻轻咬了一下阴唇 她的脑海中 止不住浮现出那个雨夜 灵夜以同样雷霆般的速度 将她从绝望中拯救的情形 心底 一股暖洋洋的感觉 止不住滋生 安妮并没有察觉到 她的翘脸已然在发烫 烫得厉害 别墅内 李诗兰等孩子们 已经整装待发 他们站在正厅门前 目光齐齐地盯着车库的方向 随着引擎的轰鸣声响起 灵夜驾驶着车辆急驰而出 车辆在她的操作下 经过一个华丽的飘移 接着稳稳地停下 侧门正对着李诗兰等人 距离不过三米 一步到位 太快了 太稳了 过于华丽 李诗兰忽然忍不住想起 灵夜在三险山 同样快速飙车的 那震撼人心的一幕 灵夜摇下车窗 嘴角微微上扬 很是骚包地说道 老婆 别发愣啊 我赛道之神 赛道之王 赛道霸主 的称号 可不是白来的 李诗兰风情万种地白了她一眼 带着五个孩子 纷纷上了车 灵夜 安妮今天 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副驾驶上 李诗兰突兀的这么来了一句 灵夜目光微闪 回应道 老婆 看来还是 你了解安妮啊 我很好奇 想先问下你猜出了什么 李诗兰的美眸间 闪过一抹脚侠 接着先是很自信地说了一句 安妮跟了我这么久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 所以呢 灵夜迫不及待地插了一句 所以我猜 她要么正在门口等着 要么正在往这边赶 灵夜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我老婆 说得一点都没错 让她跟着一起去吧 孩子与不讨厌她 乐九天游乐园 九富盛名 不论是售票口 还是检票口 皆是人山人海 队伍长翁不断 哇 这里好多人啊 二花小脸上满是惊讶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三丘撅着嘴巴抱怨道 爸爸 我们就这么一直排队吗 五合问道 不等灵夜说什么 李诗兰擦了擦 她白进额头上的香汗 抢先说道 大家都在排队 为什么我们不能排队呢 三丘小声嘟囔了一句 为什么要排队啊 人家就是想进去玩 李诗兰柳眉微醋 她的语气带着几分严肃 排队讲文明 大家都这样 公共秩序才能变得更好 这个游乐场才能正常开业 如果不排队 挤来挤去 影响了人家的门风不说 李诗兰拉长了话音 接着说道 而且 很有可能会有人趁乱窜进去呢 这样 人家游乐场早晚要出事 甚至会关门的 说到最后 李诗兰加强了语调 三丘两眼泪汪汪的 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不再言语 今天的天气也不算太热 是个出游的好节日呀 一旁的安妮 适时引开了话题 她的脸上洋溢着欣喜 林烨点了点头 张口正要说什么 却迟迟没有说出话 她的目光锁定了一个方向 眉头微皱 让开让开 不知道这是陆家的少爷吗 不想惹祸上身的 都赶紧让开 在队伍的最前方 一群身穿黑色制服的男子 簇拥着一个一脸巨傲的青年 自东向西 直接横贯队伍龙头 那个人是 陆涛 李诗兰的柳眉 当即猝了起来 她被齿轻咬 紧紧地盯着插队的陆涛 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 林烨忽然黑黑地笑了起来 李诗兰微微一震 狠不解地看着她 你笑什么 难道别人插队 你很开心吗 不好意思 想到了一些事情 我忍君不惊 林烨的笑意不解 她可是陆家的少爷 能有什么好笑的 安妮在一旁好奇地问道 狗叫 林烨一脸神秘地吐出了两个字 李诗兰跟安妮结识愣住 你 你说什么 李诗兰想到了什么 翘脸一变 惊疑不定地说道 林烨 你是说 你看见她血狗叫了 不可能吧 安妮觉得荒谬至极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并没有多说什么 她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一道锋芒 刹那间掠过 之前她刚从陆运博口中得知 这陆杰 陆涛父子二人 被地里与王家有勾结 而王家 与李诗兰有逼迫性的婚约 这个时候 身为在场的唯一一个男人 尤其是在家人面前 我认为 还是需要站出来的 林烨忽然一脸正色地开了口 李诗兰的了 脸色最先一变 林烨 这种事情 你打算怎么处理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随即一脸的神秘 老婆 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林烨 那可是陆家的少爷 你不要做得太过分了 李诗兰轻敏诸唇 担忧地说道 她的心底 何尝不想上去对人 但当前林烨才是她最大的依赖 放心吧 我什么时候出过问题 林烨说完 迈开了步子 那个小子 不是在说你吗 趁我没有动手之前 我劝你赶紧让开 一名黑衣壮汉 对着面前身形相对壮硕的青年说道 青年紧紧咬着牙齿 他的眼里充满着不甘与愤怒 为什么 你们要插队 是陆家的人 就可以肆意妄为了吗 你们 哼 黑衣壮汉冷哼一声 忽然迈步 对准青年上去就是一脚 不曾想 青年避开了这一击 但身形还是显得有些狼狈 很勉强 哦 你是比其他人要强伤那么一点点 但还不够资格出现在我面前 黑衣壮汉再次上前出手 这次他直接穷追猛打 不到一个呼吸 青年即将招架不住 眼见壮汉必无可避的一拳 对着他的面门砸了过来 青年的脸色发白 但眼底的怒火依旧不减 第121章 你插队 我不爽 周围的人群一阵骚动 唉 多好的一个小伙子 忍一忍不久过去了吗 你们没注意到吗 刚才陆少还随手扔钱呢 要是我 拿了钱就老老实实地排在后面了 对 换做我 我也会那么做的 那可是整整一打一打的钞票啊 唉 为了这所谓的秩序 被打一顿不说 钱也不要 这值得吗 陆涛的嘲讽声即刻响了起来 小子 你以为素质能当饭吃吗 今天就给你好好上一课 让你知道什么是现实 啪 壮汉的这一拳 并没有砸在青年的面门 林液伸出的手掌 接得很稳 陆少 好久不见啊 你最近好像瘦了许多 怎么 受到家里人的虐待了 我挺好奇的 你父亲陆杰 是不是跟你一样 林液的嘴角微微上扬 语气看似调侃 眼底冷如刀 看到林液出现 陆涛的心底忽然不可遏制地 生腾出一股巨异 是 是林液男神 天哪 居然能在这里碰见他 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吗 好帅 他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在每一分 每一秒 都帅得让我无法自拔 林液男神 我爱你 赶快拍摄 今天的热点新闻有了 林液男神化身天将正义的神使 铲除世间的罪恶 悍然 当众吊锤巨头陆家少爷 要多浮夸 就整多浮夸 林液出场 热议沸腾 林液 你 你什么意思 他们已经收了我的钱 是自愿排在我后面的 陆涛色力那人的说道 他的脸色一阵红 一阵白 变化极其鲜明 当初在陆家 林液犀利地伸手 令他记忆深刻 同样的 他当众血狗教的事情 林液的说辞 相当简洁明了 看到你插队 我感到不爽 你 我知道你最近很火 莫不是你觉得有了依仗 想要反过来 强行插队不成 陆涛目光闪烁起来 他的神色 似乎恢复了几分体气 林液吃笑 随即手上发力 啊 那名壮汉惨叫一声 没有了束缚 隐瞒了痛苦 陆少 你插队 影响的不只是 最前派的这些人 懂我意思吗 林液平静地说道 既然你出手这么阔绰 不妨给后面的人 都撒上钱 这样更能体现你口中的道理 以及逼格 不是吗 陆涛瞳孔微张 这里人山人海 要是每人都发一打 他的心跳 忽然止不住 有些加速 你们几个 给我上 拿下林液 五十万 当场结算 只见陆涛仿佛变了一个人 忽然拔高音调下令 几名黑衣壮汉 如同打了鸡血 一个个看向林液的目光中 被贪婪填满 林液嘴角微微上扬 他抬手 勾了勾手指 几名壮汉在请客间 犹如发怒的公牛 对准林液就扑了上去 所有人的目光 此刻都聚焦在林液身上 而陆涛 趁机拔腿就跑 看着眼前 来自四面八方 看似气势凶悍的不同攻击 林液微微摇头 这些人 实力最高的 最多刚步入内境初期 林液脚下生风 身影如同游龙 在几名壮汉之间 来回闪动 啊 连声的惨叫 分别从几名壮汉的口中发出 半个呼吸的时间 林液止住身形 在场 再没有站着的壮汉 太快了 快到令人发指 热大的人群 一片寂静 谢谢 林液身后 幸免于难的青年 支支吾吾的开口 他的声音 点燃了原本安静下来的气氛 牛逼 太牛逼了 林液男神威武 简直就是梦幻中的男神 武艺高强 又会音乐 我愿意 林液无敌 林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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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布施热血青年的带头 瞬间将气氛提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潮 咦 我怎么没有看到陆涛 你傻呀 林液男神这么厉害 陆液 一定是被吓跑了 对了 到时候新闻上别忘了补充一句 陆涨被吓破了胆 仓皇逃窜的事情 对于逃离的陆液 林液并不想花石去追 蓝总 林先生真厉害 安妮的俏脸 不绝间已经泛红 李世兰的美眸间 连衣荡漾 随即掠过一抹罕见的傲然之色 朱唇清起 正要说什么 爸爸 把坏人打趴下了 爸爸真棒 二花率先欢呼起来 嗯 没有人比爸爸厉害了 四月跟着附和 爸爸最强 五个孩子 纷纷雀跃起来 一春的眼睛 转了转说道 要是七勒在这里就好了 李世兰美眸微闪 他下意识问道 为什么这么说 让七勒看到爸爸的厉害 以后他就不会那样 爱干嘛就干嘛 爱说什么 就说什么了 李世兰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动人的弧度 没关系 要不要多久 七勒会改变的 那可不 不看看我是谁 林液带着几分调侃的声音传来 爸爸你来了 二花最先跳了起来 林液淡淡一笑 正要开口说什么 林 林先生 你们进去吧 身后传来一道年轻的声音 林液转身 是刚才的那名青年 林液注意到 青年身后的长龙队伍 此时已经展开了一条道路 林液男神 你们先进去吧 对 带着五个孩子 挺不容易的 千万不要觉得不妥 你给我们大家解决了麻烦 这是我们对你的回馈 是理所应当的 林液目光微闪 他刚要开口 他好了 爸爸 我们终于要进去了 二花挥舞着小粉拳 当即雀跃了起来 对 爸爸 我等不及了 我们进去吧 五合跟着附和 其他几个孩子 也跟着欢呼了起来 安妮两眼放光 目不转睛地盯着林液 翘声声地说道 林先生 我们就进去吧 你还说过 在家人旁要站出来呢 现在大家很想进去呀 林液淡淡一笑 随即大手一挥 走 今天带你们欢乐酒中天 一间奢侈的包房内 陆涛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他的脸色由战红 渐渐变得争鸣起来 第122章 吸附在轨道上的义务 在陆涛的对面 坐着陆结 父亲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陆涛的语气充斥着强烈的怨毒 陆结脸色阴沉 一言不发 陆涛再次将满上的一杯酒 一口吞下 父亲 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那林液 如果不是他 那陆老头早已归西 我们的计划也早就成功了 可恶 一想起在陆家 跟林液打赌失败 自己学狗教的事情 陆涛就忍不住咬牙切齿起来 现在我们被逐出了家族 除了在背地里依靠王家 再没有其他一掌 可是那王家的人 陆结的眉头拧成了一团 父亲 王家人虽然不是什么好鸟 但我隐约发现 他们跟林液 应该是有什么过节 嗯 陆结面色微变 随即眼睛眯了起来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你们看 那不是林液男神吗 看他们一家 其乐融融的样子 可真幸福啊 云霄飞车下 人潮涌动 随着云霄飞车 新的一轮运转停下 林液 李诗兰等人坐了上去 哇 这次可以直冲云霄了吗 二花小脸上 带着抹不掉的兴奋 这是我第一次玩这个呢 三秋也激动地说道 林液 我感觉有点紧张 李诗兰的翘脸 有些泛白 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 老婆 你这么一紧张 我也控制不住地紧张了起来 林液煞有介事地说道 要不这样吧 我们先完别的 先调整状态 等做好心理准备了 再过来如何 不嘛 这都上来了呀 二花立即撅起了嘴巴 安妮在一旁轻咬阴唇 直勾勾地盯着林液 硬是没有开口 她很想认同二花的说法 但又不想否定林液的想法 算了 就这么开始吧 李诗兰宠溺地摸了摸 二花的小脑袋说道 她好了 最喜欢妈妈了 二花兴奋地拍了拍小手 林先生 你们准备好了吗 一名工作人员的声音传来 护身设备早就带上了 我们准备好了 二花最先开口 林液与李诗兰等人对视一眼 互相默契地点了点头 开始吧 林液淡笑对工作人员说道 只见工作人员再次检查了一遍 接着向着操作台挥手 紧接着大声喊道 各位 准备起飞了 随着她话音落下 过山车缓缓在轨道上行驶起来 不多时 过山车爬升到了最高度 众人的视角变成了倾斜向上 哇 今天的天气好蓝啊 二花开心地大叫了起来 要开始滑落了 抓紧了 三 二 一 随着林液倒数结束 过山车正式进入滑落阶段 哦 耳边不断掠过呼啸的风声 天地倒转 林液也是有些心潮澎湃 她也是头一次坐过山车 反观李诗兰 翘脸苍白 被吓得惊声尖叫了起来 安妮跟孩子们倒是还好 并没有李诗兰那样大的反应 林液扫了一眼前方 再过三个回圈 过山车的体验即将结束 就在林液即将收回目光的时候 她隐约间发现 前方第三个回圈轨道上 最高处 正中央的位置多了一团黑色的东西 那东西像是吸附在轨道上的一块黑色布料 有点厚 大概半个小拇指长度 林液眼睛微眯 她用最快的速度 观察了其他位置的轨道 上面并没有那一团黑色的东西 一股隐隐的危机感 渐渐从心底升腾而出 过山车的速度很快 并且在逐渐增加 眼见第二个回圈已经要过去 来不及多想 林液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她的神色渐渐变得淡漠起来 被冠以绝对安全保障之名的护身设备 被她瞬间震的抖开 林液想要在过山车 经过那个不明物体之前 将其驱除掉 你们看 林液男神好像打开了护身设备 卧槽 这也太刺激了吧 她到底要干嘛 正排队的人群纷纷议论起来 他们看不到那轨道上的义务 过山车上 林液的举动并没有被李诗兰等人注意到 他们都沉浸在充满刺激的体验中 呼 林液暗自调整 就在过山车刚经过第二个回圈 驶入第三个回圈的时候 林液动了 只见她按在过山车护身设备上的双手猛然发力 整个人在请客间一跃而下 林液的双脚稳稳地落在了轨道上 无形中克服了过山车本身带来的惯性 她的动作连贯 刚落地 锁定着第三个回圈上的异物 就横空跃了过去 耳边 过山车及时所发出的声音不断 林液面不改色 似不受其影响 她的动作又快又准 率先一步抵达目标点 此时的林液双手紧紧地扣着轨道 双腿腾空 她的脚距离地面足足好几十米 林液没有丝毫犹豫 单手伸出猛然一拳砸向了那团黑色的异物 拳头上 即刻传来金属入肉般隐隐的刺痛感 林液发现 她这一拳下去 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将这个异物给打掉 死 林液男神到底在干什么 她为什么要窜出过山车 注意看 轨道上应该是吸附着什么东西 望远镜借我用用 真的有一团黑色的不明物体 难道有人要害林液男神 人群开始骚动起来 轨道上 林液一只手死死地扣住了异物的一边 改变了发力方向 她准备尝试着将这团异物给掰掉 隆隆隆 过山车与轨道发出的声音愈发的清晰 如果这下没有成功 那就意味着她必须先松手 呵 林液额头上轻轻突起 手上赫然发力 子子 卡 的声音即刻发出 下一秒 林液手上多了一个算不上多重 但上面传来的金属质感 相当清晰的异物 不过她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这只是异物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 依旧吸附在轨道上 隆隆隆 这个是时候 过山车已经对准了她 及时碾压了过来 距离 不到半米 第123章 我怀疑 你的眼睛不是人类的 林液目光一宁 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随即松开了手 及时而过的过山车 与她擦了肩 但并没有过 只见过山车的车头 刚压上那一团异物 咔 的一声响 过山车 如同撞在了无形中的一堵墙上 林液捕捉到 那轨道上剩余的一部分异物 已然突出了几个勾找一般的东西 呈现左右夹击的形态 正死死地将过山车的金属车轮给扣住 她果然是罪魁祸首 到底是谁的手笔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过山车及时所带来的强大的惯性 使得轨道失去了她原本的作用 几乎就在一瞬间 过山车的前后车座之间 隔断开来 犹如脱落的一节一节车厢 纷纷开始脱离轨道 往下坠落 林液 李世兰惊声大喊 爸爸 我好害怕 四月的小脸苍白 大叫起来 他们两个 皆是往下坠落的受害者 啊 同时 其他乘客 纷纷在空中 也跟着尖叫起来 来不及多想 林液目光如电 她先将数根银针的银线 闪电般缠绕在轨道上 紧接着锁定着刚坠落 没有来得及彻底加速的两节目标座位 当即将银针甩手而出 嗖嗖 受到割裂空气的声音响起 林液整个人 对准那两节座位 同时纵身一跃 林液 你干什么 不要管我 空中 感受着自己即将坠入地狱 又突然见到林液不顾自己 毅然扑了过来 李世兰的心神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她的眼眶已经湿润 嘿嘿 我的老婆 怎么能不管呢 林液做出一副 很是轻松的样子说道 她伸手 轻轻擦掉李世兰眼角的泪花 林液的每一个字 都敲击在她的内心深处 林液 有那么一瞬间 李世兰仿佛已经忘了自己的处境 她的心 被林液这道不可磨灭的身影给填满 林液轻轻刮了刮她的穷鼻 笑着说道 傻瓜 这不还没落像地狱吗 傻瓜两个字 如同饱含着无边的魔力 令李世兰的心猛然一颤 目不转睛地盯着林液 眼底充斥着一股泥泥 林液微微呼出一口气 随即发力 将李世兰身上的护身设备正开 李世兰很配合地起身 扑进林液的怀中 紧紧地搂着她 温软相遇入怀 林液无暇欣赏 她单手搂着李世兰 另一只手抓住银线 猛然发力 二人的身影 在空中摆动过一个弧线 紧接着稳稳地落在了轨道上 林液放下李世兰 再次纵身一跃 这次的目标是四月 爸爸 爸爸 四月大喊大叫着 泪水不止 她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四月不哭 爸爸来了 看着这般状态的四月 林液的心底一阵脚痛 紧接着 她将四月带回轨道 在稳住四月之后 林液动作不停 飞身将轨道上掉着的残余危机解除 片刻后 林液带着众人 有惊无险地下了轨道 林液男神牛逼 神的称号 当之无愧 换做是我 遇见那样的情形 恐怕吓得腿都软了 这才是我心中的神 该有的样子 人群沸腾 呼吸无比的地面传来的实地感 安妮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她苍白的小脸上 渐渐恢复了几分红润 刚才真的是吓死人了 简直就是命悬一线呀 安妮拍着高耸的胸脯说道 多亏了爸爸呢 一春紧绷着的小脸 也渐渐放松下来 李诗兰回过神 柳梅渐渐醋了起来 她的脸上渐渐镀上了一层寒霜 林液 你们先在这里等我 我去处理点事情 马上回来 她话音未落 就要转身 林液目光微闪 随即一把拉住了她柔弱无骨的御手 老婆 你到底要干嘛去 李诗兰的俏脸冷冰冰的 头也不回地说道 我去找游乐园的负责人 看把你给气的 这种事情 还是交给一名神武的我好了 你消消气 不然小心脸上长皱纹哦 林液的语气很轻快 她想让气氛 尽量显得轻松一些 听林液这么一说 李诗兰有些惊讶地发现 她胸腔的火气 还真就降低了不少 转过身 她轻轻汗手 语气渐渐变得轻柔 林液 快去快回 林液淡笑着点了点头 她正要迈步离开 几位 实在不好意思 刚才 刚才的意外 是我们的失职 一名胸前挂着经理两个字的中年男子 走过来攻身说道 我需要在我们之前的一趟 乘坐过山车的人员信息 林液直截了当地开口 最好有监控视频 能清晰地拍摄到轨道情形的那种 没有问题 几位跟我来吧 经理立即应声 不敢怠慢 很快 林液等人便到了监控室 经理对着员工吩咐了一番 员工当即操作了起来 这两个监控画面 是专门负责过山车项目的 拍摄角度不同 经理指了指控制台前 屏幕数量众多的其中两个画面说道 林液扫了一眼画面说道 将速度调整到最快 从今天这个项目开始 有人乘坐的时候播放 操作员吓了一跳 手指一阵哆嗦 不说别的 这可是不是盯着一个画面 这是两个屏幕画面同时播放 不同角度 一起看的呀 不过他不敢怠慢 还是将播放速度调了上去 不多时 一旁的安妮实在忍不住了 他觉得他脑袋有些迅运 那是被画面给闪的 他费尽力气 再怎么专注地观察 也无法捕捉到具体的画面内容 林先生 你看到什么了 不着急 再继续观看一段时间 林液随口说道 哎 我怀疑你的眼睛不是人类的 安妮微叹 嘀咕了一声 不是有人说 爸爸是神仙吗 二花挥动着粉泉说道 是神仙 也是神仙中最厉害的那个 四月跟着附和 安妮微微一正 她的脑海中 下意识浮现出 数个关于林液的画面 她 也许就是神仙吧 第124章 消失的车辆 停 随着林液的画音落下 监控画面定格 这是 经理盯着画面里的情形 目露惊骇 画面中 一个带着遮住半边脸的太阳镜 不轻其貌 穿着黑色长服的人 在过山车路过第三个回圈的时候 忽然躬身 将手中得一团黑色东西 放在了轨道上环中央 紧接着她若无其事的回身 将护身设备重新套上 这一套动作 行云流水 即便是在监控镜头之下 经理也没有看到 她到底做了什么 护身设备就像变成了玩具 让她随意打开 这个人 她怎么做到的 那种急迟的速度下 居然还能如此流畅 精准地将货根埋伏在轨道上 经理止不住惊骇地说道 然而 当她看到林液在镜头下 翻越下过山车的情形时 双目瞪得滚圆 她无法想象 也不敢想象 到底有多么恐怖的爆发力 才能像林液那样 落压住惯性 稳稳地落在轨道 林先生 我立即安排手下去 调查目标人物的信息 您稍等 我不会有她的信息的 林液平静地打断了经理的话 一旁的安妮 猝了猝带眉 不解地问道 应该会有吧 但凡进入游乐场的 在通过购票 网购 检票等这些关卡的时候 不是都要核实身份吗 林液嘴角微微上扬 没有接她的话查 对经理说道 给你一分钟核实 轻快点 经理立即应声点头 随即掏出手机 将监控拍到的关键画面 拍了一下 紧接着操作起来 然后拨通了一串号码 不到半分钟 她的脸色就变了 真就没有核实到 目标男子的信息 你要是还是不放心 可以看入场口的监控画面 林液随口说道 经理不信邪 真就看了起来 林液微微摇头 对方根本就没有走 正常的通道进来 她看了一眼 李士兰等人 轻松一笑说道 这次多亏了英明神武的我 现在刚好玩了一轮项目 还要继续玩其他的吗 不要了不要了 我想回家 四月连忙摆手说道 回家吧 今天太吓人了 一春跟着附和 林液微微一笑 看向其他人 你们呢 先回去吧 李士兰的话 此刻起着带头作用 剩余的人纷纷表示 默认离开 林液暗自点头 这样 她就能腾出时间去追凶了 安顿好李士兰跟孩子们 从别墅出来 林液的脸色 渐渐冰冷了起来 那个动手的人 实力不会太低 按照之前在安妮家的车库 遇见的那个 身穿蓝色舞蹈服的男子的说法 来判断的话 对鬼道 布置手脚的男子 最低也是那行舞者中的精英 内境中期高阶上下的实力 到底是谁的手笔 随便就派出一个精英舞者 陆涛 陆杰 难道 又是王家 林液的脸色一沉 当即收起猜测 他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串号码 林先生 你到了哪里 都能卷起一股不小的风波 那九天游乐园的情况 我隔着屏幕看着呢 险锦腾热烈的语气中 夹杂着掩饰不住的惊骸 那陆家的陆涛 你 险交管 这大热天的 你还在指挥吗 林液笑着打断了他 嗯 林先生 你有 好 我马上到 林液刚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他的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上面的银线 闪烁着隐隐的银色光芒 目光锁定着眼前 一排排高高的楼宇 下一秒 林液脚下发力 身影迅速闪动 即刻窜上了目标楼宇 险锦腾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 他忽然感到眼睛一酸 饶食刚擦过 仍旧有漏网的汗水 渗入了他的一只眼睛 正当他抬起胳膊 准备随便擦拭掉的时候 忽然感觉发酸的眼睛附近 传来阵阵清凉的感觉 险锦腾微微一震 下意识扭头 只见林液一手拎着一提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矿泉水 另一只手拿着湿巾 正在给自己擦拭 心底一暖 险锦腾会心地笑道 林先生 谢谢 你应该有什么事情吧 林液淡笑着点了点头 看一下你们家的交通监控 人烟稀少的一条公路上 集市着一辆黑色商务车 道路的两旁 是大片大片面积的山林 落过一个拐角 黑色商务车忽然转了方向 它并不是顺着弯道再拐 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急驰 只见车辆 直接冲向了道路两旁的山林 令人感到非同寻常的是 并没发出有车辆颠簸 以及撞击到什么的声音 十多分钟后 这条路段上 再次出现了一辆 速度更快的黑色轿车 这辆车停在了原本商务车 消失了的拐角 林液打开车门 下了车 他的目光快速略过四周 过了这个拐角 前方是一条段路 那里贴着此路不通的标志牌 顺着标志牌再往前看 是一个断崖 而眼下 能过人的地方 除了这条路本身 只剩下了旁边的山林 山林中 繁茂交织的高速会成一片 即便是大白天 看上也显得静谧优深 林液眉头微皱 他通过之前的监控发现 目标人物开的是一辆黑色商务车 但如今 车辆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亦或者说 冲向了前方的断崖 林液眼睛微眯 尽管猜想有些荒谬 但就当前的情形 道路 山林 断崖 只有一一排除着来 心头有了盘算 林液当即闪身 冲斜的侧壁上 生长着数不清的高数 将大部分视野给遮挡 无法判断高低 如果从这里直接跃下查探 捕捉目标车辆痕迹 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林液略微沉吟 再次折返 来到停着他的车的拐角 在真正查了断崖下面的情形后 他打算调换一下查探顺序 林液的目光 顺着当前位置的道路两旁 开始打量起来 他想通过两旁山林的对比情形 定位最有可能出现端倪的点之后 在优先进行查探第125章 刚看到你就想聊聊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液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 道路两旁的山林 并没有猜想中的端倪 林液的大脑高速运转了起来 无论如何 他也绝对不会相信 一辆明明白白的车辆 就那么凭空消失了 道路 山林 断崖 高数 林液捕捉着心底对环境信息的筛选 下意识将目光转移上了之前 基本上不做重点观察的高数上 他刚一对比观察 立即发现了不对 这个拐角处 一片高树的高度 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最高 有人为的刻意培养 这么想着 林液当即闪身来到目标高树附近 他的动作很快 立即探手将高树附近做了清理 紧接着扒开了树根周边 将手摊入了土壤 有些潮湿 林液眼睛微眯 这距离一拉近 紧接着他捕捉到了地上的几根烟头 林液嘴角微微上扬 他似乎猜到了什么 紧接着赫然起身 迈步向着这山林深处掠去 果然 在一个相对空旷 杂草繁多的地带 他看到了车咕噜 碾压后留下的痕迹 林液眼睛微眯 过了这片杂草繁茂的地带 前方是一条看起来相对平坦的山路 上面的杂草 呈现出歪七扭八的形态 根据倾斜度判断 像是有人步行踩上去后造成的 林液的动作变得更快 他直接攀上了附近的高树 穿梭其中 一名看起来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身穿黑色长服 再将车辆停在一处山脚下 随即下了车 他的面容冷峻 盯着面前的山壁过了十秒 随即掏出了一个微型的通话设备 将其挂在了耳边 这里 没有信号 任务失败 他对着设备低声说了一句 失败 还有脸回来吗 设备那边传来一道男子的阴冷声音 男子冷峻的面色止不住一白 我愿意接受惩罚 哼 惩罚 对方冷冷一笑 你身为内行舞者的精英 居然连一个二十来岁的矛头小子都无法拿下 就这 你还是设计着出手 可依然失败 冷峻男子沉默了 连个呼吸后 车上的货物带齐了吗 对方转了画风 没有 冷峻男子的声音有几分沙哑 等一下会有人去接手你的单子 你就站在原地不要动 就先面壁 以示给你小小的惩罚 说完这句话 阴冷的声音便不再开口 嗖嗖 背后 五十米开外 传出一道身影迅速掠过高树 树枝散乱颤抖的声音 冷峻男子并没有回头 他在遵照之前 那道阴冷的声音的指示 背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以后 你不用继续待在这个位置了 听着这道耳边传来的低微 却充满极其强烈的杀意的声音 冷峻男子 原本古井无波的脸上 终于浮现出了一抹罕见的波动 他刚要转身 已经晚了 背后的声音未落 一股令人头皮发麻 金属划破空气的声音 骤然响起 嗣嗣 冷峻男子感到 他的腰背部 被生生戳进了冰冷的两道 散发着森然寒意的金属 他的目光渐渐变得迷离 低头看向自己腰腹部两侧 突出来的短刃 上面的烟红血迹 正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滴落 冷峻男子的意识 渐渐模糊了起来 哟 这深山老林 可真是个杀人的绝佳场所呀 一道带着几分细血的声音传来 谁 冷峻男子背后 站着一个身穿黄色长服 看上起三十来岁的男子 就是他 林烨刚过来的时候 看到的是目标男子 已经被人从背后捅刀子的一幕 是你 黄衣男子目露惊疑 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 在他的认知中 倒下的冷峻男子 还从来没有犯过类似的低级错误 被人跟踪 我说 我是看着看着 就来到这里的 你信吗 林烨饶有兴趣地说道 他的目光 再次略过倒地的目标人物 冷峻男子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 腰背渗出的血液 已经染红了他 近乎半身子 目标人物已经接近死亡 林烨心底的一股怒火 顿时消散大半 接下来 他想要做的 便是揪出幕后主使者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 能当场铲除 那最好不过 黄衣男目光闪烁间说道 林烨 想必你也看到了 我跟他是敌对方 不然怎么会出手灭了他 所以说 所以说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是吗 林烨吃笑着打断了他 他的眼神微动 这黄衣男上来就直接退步 表明立场 他的心头忽然萌生出了一个盘算 黄衣男面色微变 有着冷峻男子的失败 这个前车之剑 他很清楚 自己与林烨之间的差距 他根本不可能是林烨的对手 林烨 对你们出手的 不是我 黄衣男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 我知道呀 林烨做出一副 很是好奇的模样问道 我只是很想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 他会出现在这里的 黄衣男子瞳孔一缩 他目光来回闪烁间 眼底一亮 这么说道 我无意中跟他遇见 不料他突然抱起 试图对我谋财害命 我运气好 奋起反抗 哈哈哈哈 林烨忽然捧腹大笑了起来 黄衣男面色骤变 林烨越是放声大笑 他就越是感到心底发毛 你 你笑什么 我说了 我跟他本身就不认识 我们试 林烨好容易指住笑容 摆了白手打断了他 随即挣了正神 我现在很想知道 你的身上到底有什么才 你的运气到底多好 林烨说完 目光一宁 在我眼中 你很像是知道他的位置 专门过来杀他 而他又出于某种原因 没有还手的 不然的话 你刚刚那句 是他对我们出的手 又是怎么回事 林烨的眼睛 微微眯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 他在对我们出手 黄衣男面色大变 没想到 原本不想招惹林烨的他 过于谨慎小心 反倒是被林烨一步步地问着 说漏了嘴 紧接着 他二话不说 拔腿就跑 在刚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想法 跟你好好聊聊了 不要急着跑啊 第126章 山林深处 黄衣男头也不回 静止狂奔 林烨的嘴角微微上扬 只见他随手抄起地上的土块 锁定着黄衣男随手一丢 嗖 黄衣男脸色当即一白 他赶到背后 赫然传来一道 射人心魄的破风声 来不及多想 他脚步不停 黄奔中随手将两把短刀 给丢了盲挡在了后背 试图以这种方式抵挡 你这扭头看都不带看眼的吗 林烨的声音带着几分戏血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那空中激设的土块 已然冲击在了那两把短刀上 一阵顿痛从后背传来 并且有点向面开始扩散 嗖 黄衣男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凉气 就在这个刹那间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身形 猛然一个向前的猎切加速 动 得一声响 黄衣男低迷的声音夹杂着绝望 谁指使的你 林烨直奔主题 黄衣男瞳孔一缩 脸色变得更加惨白 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更令他感到恐惧的事情 见状 林烨目光微闪 忽然一脸的叹息 眼里布满了不甘之色 哎 看来只是你的人非常神秘 你对他也是一知半解 算了 这件事情 我再做打算吧 林烨说完 直接闪身离开 他的演技相当到位 黄衣男看着眼前的空气 神色恍惚 他 就这么走了 心中疑惑 黄衣男举目四股 再三确认后 依旧没有发现林烨的身影 身边的一股无边压力 渐渐消失不见 他原本惨白的脸色 渐渐恢复过来 呼 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抬起他感到依旧有些颤抖的手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一副劫后余生的模样 需要尽快将这件事情 汇报给老大 这是他此刻的心里 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下一秒 他便抬手动了 动耳部的微型通讯设备 老大 目标人物已经处理完成 但 他的语速很快 将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 设备那边沉没了足足20秒的时间 才响起一道阴冷的男子声音 你确定 林烨没有查探车子 刚才的情形历历在目 黄衣男立即点头 他没有上车查探 老大 我是不是要继续顶替他的位置 执行任务 先将车开回来 不过不要开到总部 先抵达距离你最远的分站 到了那里 会有人接应 收到 黄衣男说完 结束了通话 最远的分站 老大怎么让我去那里 一路折返 走向原本冷峻男子 所在的黑色商务车 黄衣男忍不住住泛起了嘀咕 在从死去的黑衣男身上 翻出车钥匙之后 黄衣男即刻打开了车门 上车 发动 山林深处 随着一道刹车声响起 黄衣男的脸上 带着些许不满 下了车 这个分站最小 地位最低 这也就算了 一路上的路坑坑洼洼 可把老子恶心坏了 草 在距离他50米开外的地方 是三个露天 搭起来的小帐篷 这三个帐篷 呈现三角形的点位布置 在其中间地带 又架设着隐隐 还在冒烟的更火 更火旁边 摆放着几个装满 动物骨骼的盆 一个木质瞭望台 上面站着一个 二十来岁的男子 他正闭着眼睛 斜靠着高台上的支柱 口水时不时还在流着 看上去很是懒散 下方 连一个出帐篷巡视的人都没有 看着眼前的一幕 黄一南的眉头拧成了疙瘩 就在他准备 将车开进去的时候 一道巨傲的声音传来 不用将车开进去 停在这里就行 你可以走了 黄一南面色微变 他当即转头寻声看去 只见一个看起来二十来岁 身穿黑色长服 身形偏瘦的青年 正向他走了过来 他并不认识这个巨傲青年 你是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你可以走了 巨傲青年眉头一皱 脸上划过一抹不悦 黄一南脸皮一抖 他知道老大亲自吩咐过后 对方能即刻出现在这里 八成就是自己人 但青年一脸巨傲 上来的语气就居高临下 这让黄一南的心中 止不住生起一阵憋闷感 都是自己人 难道不能互相尊重 客气一点 这么想着 他的手 鬼使神差的 伸向耳部的微型通话设备 下意识想要跟老大联系 进一步核实对方的身份信息 见黄一南面带几分疑惑 居然敢当着自己的面 打开通话设备 明显的是质疑自己 哼 俊傲青年冷哼一声 紧接着忽然抱起发力 一个闪身 对准黄一南抬起的胳膊 就是一记扫腿 速度太快 黄一南来不及反应 静止中招 啊 手上忽然传来一股 撕心裂肺的痛楚 黄一南惊惧不已地 看着自己软塌下去 无法伸直的几根手指 面色瞬间变得惨白 那股声疼 让他止不住 连声惨叫了起来 你 你什么意思 你到底是谁 如果是自己人 为什么要对我 郭躁 俊傲青年冷冷地打断了他 给你三秒的时间 从我眼前消失 听着青年嚣张的声音 黄一南敢怒不敢言 刚刚青年的那一击 已经相当直接地证明了 他的实力 根本不是青年的对手 黄一南的双眼瞪得很大 瞳孔内充斥着憋屈 就在他刚刚动腿想要离开 还没来得及转身的时候 敢这么看着我 不好意思 我改变主意了 今天 你不用想活着离开了 青年不屑的声音 顿时让黄一南 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第127章 不是你这种小毛还能懂的 你 你想要杀了我 黄一南指不住连忙后退 他额头上冷汗直冒 已经面无血色 不然呢 你觉得你能跑的了 俊傲青年蔑视地盯着他 冷笑着说道 一个小小的蝼蚁 也敢对我不敬 除了对你杀之而后快 我实在想不出 有什么办法能平息我心中的不愿 看着黄一南愈发地 对自己感到恐慌 俊傲青年脸上的冷笑更盛 他很享受这种外界对他的恐惧感 这让他有一种魂飞天外的感觉 至此他愈发地不想趁早出手 了结眼前的黄一南 你就不怕我将这件事 禀告给老大 感到咽喉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大手给扼住 黄一南艰难地做了一下吞咽的动作说道 禀告老大 俊傲青年眼底闪过一抹讥讽 他话锋一转 现在我给你机会 让你禀告 闻言 黄一南瞳孔一缩 他的心底忽然不可遏制地 生腾出一股强烈的不祥预感 事到如今 他万万没有想到 一个普通的交结 居然会演变成这种生死危机 想要对他出手的 居然还是自己人 咬了咬牙 他强自镇定 还是小心翼翼地动了动手上的联络设备 在动手联络的这个过程中 并没有见到青年有暴起的举动 这让黄一南心底松了一口气 老大 我已经到了 但是 黄一南的话没有说完 被青年嚣张地放生 强行插上了一嘴 我想要杀了他 闻言 黄一南心神俱振 这青年是何等的明目张胆 他面对的 可是老大 简直就是目中无人 哼 想来这样的人 必将会承受老大的怒火吧 然而 联络设备中传出的一句话 瞬间荡灭了黄一南心底 刚还没生出的几分窃喜 认命吧 不用想着逃跑了 不 听着这句冰冷无情的话 黄一南彻底慌了 他的脸色顿时战红 眼底被无边的憎恨 填满惊怒交加的他 发出了不甘的怒吼 我为组织常年奔波 为什么到头来却如此 哈哈 聚傲青年忽然仰天狂笑了起来 你不会真的以为 靠着你所谓的坚持 就能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吧 天真 在你刚到组织的时候 你的价值已经定性 组织是给了你时间发展 但很可惜 你自身的价值并没有得到什么进展 而我现在做的 就是提前将组织的这些垃圾给清理掉 这 就是现实 听着青年口中令人愈发绝望的话 黄一南胸腔里的怒火 让他有了几分多出来的力量 跑 他当机立断 转身就跑 跑吧 猫捉老鼠的游戏 我也挺喜欢的 看着狼狈逃窜的黄一南 就要青年冷冷一笑 并没有即刻动身 而是原地等黄一南跑了足足20秒之后 身影才开始闪动了起来 此时 不远处的一个半山腰的点位上 林夜目入思索 在之前黄一南驾车离开的时候 他并没有真就离开 而是捕捉着目标车辆 穿梭并潜伏在高树间 一直跟到了这里 刚才黄一南 以及聚要青年之间发生的一切 被他尽数捕捉 结合之前的种种情形 林夜察觉到 这个组织的隐秘性并不低 继续跟过去 先进一步确认 拿青年的实力再说 心中笃定了想法 林夜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紧接着身影一闪 便从半山腰 直接跃下了高树 折伏在了高树间 不要杀我 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钱 我可以给你钱 你要多少都行 我可以给你所有 请你不要杀我 看着一步步逼近自己的巨傲青年 黄一南大喘着粗气 目露惊恐 他实在是没有力气在跑 脚下一软 瘫在了地上 不杀你 青年居高临下地 扫了一眼黄一南 蔑视一笑 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 非常的信守承诺 不杀你 你觉得可能吗 怎么不继续跑了 我这么浪费口舌 如果你不拿出让我满意的表现 我不保证会不会让你死得痛快 再给你一次逃跑的机会 期间 一定要让我看到 你对我产生的无边恐惧 懂我意思吗 文言 黄一南惨白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自嘲 紧接着便被死灰色填满 你要是想动手 现在就开始吧 他已经彻底放弃了逃窜 青年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阴侧侧的笑容 你放心 死在我的手上 你足以自傲了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他忽然抬起了脚 对准黄一南的胸口便一脚踩了上去 就在黄一南即将命丧黄泉的一刹那 这种直接欲将对方一脚踩死的行为 被你直接踩死 居然还声称对方足以自傲 说实话 我觉得这么说似乎不太恰当 这道声音带着几分调侃 音调不高 但却生生让青年身形一致 谁 青年警惕的贺道 当即收起动作 接着转身寻声看去 只见林叶正一脸笑容地看着他 走了过来 青年眼底的惊疑之色 一闪即逝 想不到你居然会一路跟了过来 不然呢 让他跑 林叶的声音带着几分细血 文言 青年脸皮抖了抖 下一秒 只见他活动了一下手脚 骨骼交错的声音即刻响起 林叶 早就听闻 你能以一人之力 先吼灭了黑风族 黑雅族 而且 看你这么年轻 就拥有这般实力 我倒是挺好奇的 为什么 你不继续走舞蹈 反而在那小小的舞台上 大男人的事情 不是你这种小猫还能懂的 林叶摆出一副 很是身以为然的模样 禁止打断了他的话 他可不想让黄一南轻易地死掉 如今的黄一南 好不容易对他的组织 产生了憎恨 甚至隐隐有要叛变的心理 这点对于林叶揪出幕后主使来说 无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同时 原本正绝望之际 此刻看到林叶出现之后 有了眼前这一幕的黄一南 脸上止不住浮现出一抹激动之色 不管怎么说 他这一时半会 是死不了了 第128章 这么喜欢吹牛吗 就这 黄一南冷冷地扫了一眼那名青年 他的神色变幻起来 如果说他不忌惮组织 那是不可能的 一想起刚才老大的话 以及聚要青年的行为 只见黄一南咬了咬牙 神色不再变幻 看向林叶的目光中 已然布满了一股坚定之色 找死 听到林叶这么说 青年顿时觉得脑门上 穿上一股怒气 他怒喝一声 卷起一股进风 静止朝着林叶冲了过去 我今年26岁 已然步入了内境中期高阶 乃是内行舞者中的天才 今天 就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叫差距 对于眼前青年的狂傲 林叶有些愣神 内境中期高阶 林叶随即感到有些失望 他已经内境后期高阶了 就在他正打算一招制敌的时候 丁 系统发布任务中 任务名称 花式挫败对方 任务说明 让对方两条腿 一条胳膊 身体保持站立 只能用一条胳膊动作制敌 可以通过言语刺激 增加花式挫败对方的程度 任务完成 获得随即奖励 林叶心神微动 言语刺激 当即 他改变了念头 此时 青年冲向林叶的身影 未到 但他那对准林叶面门 呼啸得全风一致 林叶目光微闪 也不闪躲 嘴角微微上扬 忽然拔高了音调说了一句 我只用一条胳膊 你可得注意点啊 他的声音 无比清晰地传入青年耳中 震得他当即身形一致 你 只用一条胳膊跟我打 青年即刻收了手 他先是错愕地看着林叶紧接着脸色 或得一下战红起来 一时间咬牙切齿的 好 很好 长这么大 还没有敢在我面前这么开口的 林叶 想不到你居然比我还要狂 我发誓 你是第一个这么对我说话的人 但 也是最后一个 青年期的浑身颤抖了起来 你罗里巴苏地说完了吗 解决了你 我还要见见你们的老大呢 赶紧动手啊 废物 林叶讲这句话的同时 脸上还带着满满的嘲笑 我草 今天我必杀你 给我死 青年体内持续堆积的火药 被瞬间引爆 青年如同发飙的公牛 神色猙獰地朝着林叶 以更快的速度冲了上去 他的这一拳 静止对准了林叶的左胸 左胸 是舞者的心脉聚集部位 重要性可想而知 他的杀心爆起 哟 不错不错 能对我这么帅的人 还是初次见面 就动这么强烈 宛如实质的杀意 不得不说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你这种人 林叶咧着嘴 似乎完全忽视了青年凶悍异常的攻击 他做出一副大有深意的模样 说道 还敢无视我 草 青年怒骂一声 这是我权力的一击 以我的天赋 只要不是内进后期实力的宗师舞者 接下来的结局 必将被我虐杀 林叶 看来你已经做好了必死的觉悟 看招 看着青年如此爆起的一击 饶食一旁没有参与争斗的黄一南 看得也是头皮发马 他无比的确信 一旦青年这一拳砸到他的身上 就算不死 也会彻底废掉 啪 林叶原地未动 简单地抬了抬手 他稳稳地接住了青年的权力一击 整个人依旧保持原地不动 力道还凑合 的确比一般的内进中期高阶的舞者强 不过最多也就是能伤到内进中期巅峰的舞者 连大圆满的坎都迈不过去 我说伙计 你这么年轻 就喜欢乱吹牛吗 就这 还脸不红 心不跳地提起宗师舞者 林叶一脸的轻描淡写 这不可能 青年愣神片刻 忽然眼珠子恨不得瞪出来 他如同发了疯一样大叫起来 我不相信 你的年纪与我相仿 怎么可能有完全足以媲美舞蹈宗师的实力 这绝不可能 青年大吼着挣扎起来 试图抽回他那被林叶用掌扣死的拳头 但无论他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林叶的手如同马力巨大的金属钳 窥然不动 看着青年癫狂的模样 林叶微微摇头 止不住吐槽了一句 我挺好奇的 像你这类如此狂傲的人 如果天天遇见我这种一生都无法跨越的坎坷 那你们会不会集体像你这样发疯 那样的话 一定是一个很壮观的场面吧 青年的脸上 即便已经布满了不可置信 但仿佛他的目光中 依旧充斥着强烈的傲然之色 只是这股傲然 与他之前自然流露的相比 显得颇为勉强下一秒 只见他对准林叶的头 当即就是一记扫腿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忽然松开扣住青年的手 紧接着抬手一抓 青年的小腿被他扣死 一股神经被撕裂般的剧痛 忽然从小腿上传来 死 青年止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来不及管心中剧烈起伏的金涛 他的另一只支撑地面的脚忽然发力 只见他整个人即刻纵身跃起 对准林叶的面门就是一脚 真的以为我的这只手只做防御吗 林叶细血地说了一句 紧接着他扣住青年小腿的一只手 骤然发力 往地面上一摔 肉体与地面撞击的沉闷响声响起 浑身传来一股强烈的顿痛感 青年更是被这一下摔的嘴角溢出了鲜血 嗨嗨 再次吐出几口鲜血 青年挣扎着起身 全身的剧痛告诉他 这根本不是什么梦境 眼前的林叶拥有绝对的实力上的碾压 虽然无法具体看清楚 林叶在接住青年一击后 到底做了什么 但眼前青年狼狈不堪的模样 却是实打实地斩露无遗 黄一南忍不住轻声呢喃 我还是远远地低估了林先生的实力 青年此刻猙獰的神色终于恢复了几分 下一秒 只见他的手里多出了一瓶暗红色的药剂瓶 小拇指大小 看不到里面装的是什么 见状 林叶产生一丝性质 火箭 那玩意是什么东西 如果是肾上腺素之类的 为什么没有注射时所用的针头 你确定它是正版的吗 第129章 赶紧 别过躁了 青年的脸色本就苍白 此刻一听林叶这话 脸色变得更加惨白 只见他的一只手死死地攥成了拳头 呼吸变得急喘了起来 他愤怒异常 肺都要气炸了 林 林叶 你是第一个逼得我用他的人 今日 不是死 就是我亡 青年说完 打开暗红色药剂瓶的瓶口 仰头 一口将里面的东西给吞了下去 两秒后 体内的气血开始澎湃着翻涌起来 青年能清晰无比地感受到 他的力量增加了何止数倍 死死地盯着林叶 他当即怒急发笑起来 林叶 就算你是宗师敬见 这又如何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 嗖嗖 金属刺破空气的声音 毫无征兆地响起 你这钱摇过长了 我还是主动一点 不守好了 林叶忽然咧嘴开口 他的一只手 已然操纵着银针 展开了攻击 青年瞳孔一缩 他寝刻间察觉到 周围 天上 甚至地下 堪称比石面埋伏 还要惊险的攻击 向自己包围了过来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来不多想 只见他忽然抱和一声 猛然向着身后冲去 试图集中力量 突破一个攻击点范围 然后规避其他进攻 你这刻够要就跑 难道不觉得不够刺激吗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只见他的胳膊 向着前方猛然一挥 紧接着再次往回一拉 青年原本向前 暴冲的身影 忽然止住 他再也无法挪动嘶吼 他的身上 寝刻间被密密麻麻 几乎不可见的银线缠绕 青年下意识地用力 试图撑开周身的束缚 嘶 他刚发力 就清晰无比地感受到 那仿佛冰凉刺骨的感觉 令青年下意识放松了身体 不敢应来 对 这样才行 不要反抗哈 我也不想看见 你自己给自己整得血肉模糊了 林叶咧嘴笑着 控制着银线的手微微发力 往他这边连收带拉 青年无奈 只好一蹦一跳地跟着过去 一个拉 一个蹦跳 场面一时间显得有些滑稽 林叶目光微闪 如今青年被他彻底束缚 的确是完成了制敌才对 但 为什么还没有收到系统的随机奖励 难不成这青年还有手段 当前并不算彻底的制敌 这么想着 林叶忽然这么来了一句 火箭 通过刚才与你的交手 我觉得 你很有很有武道潜力 的确 这么年轻 能步入内境中期高阶的实力 用天才形容并不为过 他说完 当即松了手 解开了青年的束缚 青年原本满脸怒涩 见林叶忽然松开手 身上的一股锋锐的束缚消失不见 他微微一正 下一秒 他忽然暴退 与林叶再次来开了更远的距离 手中多出了一个不透明 黑色的小布袋 大概是小半个巴掌大小 一股隐隐的刺鼻味道 在他打开 那布袋的刹那间 肆意地扩散而出 嗯 林叶眉毛微挑 他隐约觉得 那黑色的布袋里 装着的东西并不简单 青年的动作有些迟疑 他用手 捏住刚打开的黑色布袋的一条缝隙 神色变换不定了起来 他好像很忌惮 布袋里面的东西 林叶眼睛微眯 忽然开口 煞有介事地刺激到 我去 味道居然这么难闻 那里面的东西 一定很恶心吧 算了算了 即便是我心中清楚 只用一条胳膊都能吊打你 但现在看来 给你个机会逃走 你也觉得他很恶心 所以才犹豫的吧 林叶说完 忽然一脸认真地补充了一句 我说的对吧 对哥 哎哎哎 有话可以好好说 我觉得 我们可以尝试着做个文明人 林叶连声打断了怒目圆瞪 双眼翻红 欲要癫狂的青年 何况刚才你还说过 今日什么来着 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对吧 没事 看在你能下这么大的决心 掏出藏在身上那么久 有如此恶心的东西的份上 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受你的食言吧 你走吧 看着青年双眼喷火 神色被疯狂替代 林叶一时间觉得 这么开口 通过言语上的花式刺激人 好像有点意思啊 来得近 他兴致勃勃地盯着青年说道 如今的你 年龄不过二十六 有着大好的年华 我劝你 林叶的话没说完 只见青年生思历劫道 林叶 我就履行之前的诺言 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 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恐怖 他话音刚落 举起黑色布袋 一口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哎哎 我说你好歹 把袋子扔了呀 这样为什么 林叶很是骚包地 做出一脸的担忧模样 呼 青年长呼一口气 紧接着林叶发现 他的头缓缓地垂了下去 他原地站着 两秒后 浑身又开始毫无规律地抽出了起来 动作幅度不大 但却清晰可见 一滴暗红色的液体 从青年垂下 不见其貌的脸部低落 火箭 你刚才吞下的 不会是什么使人自残的东西吧 林叶的眼睛微眯 眼前的青年 其周身的气息 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确切地说 是一种非正常舞者 另类的增强 就在林叶正琢磨之际 青年缓缓抬起了头 他的双目星红 蹊跷已然溢出了红黑胶织的液体 他的目光中 充斥着一股冰冷彻骨的寒意 林叶 而且你给我全力出手 之后 我会考虑慢慢地折磨你 让你知道 什么叫生不如死 咳 咳 青年说着 忍不住咳出了鲜血 你赶紧动手吧 别再自我折磨了 我估计 你这接连磕药 再不动手 光是这副作用 都能将你给彻底吞噬吧 赶紧 别过躁了 林叶一脸的不耐烦 他没忘了咧嘴补充了一句 做事讲究有始有终 一言九鼎 开始的时候 我开既然说了 只用一只手 就不会 找死 青年浑身杀意暴涨 林叶画中的一只手 如同触犯了他的高傲的逆鳞 一股比之前墙上数倍不止的气息 赫然从青年周身迸射而出 第130章 黄一南的想法 这股恐怖的气息 瞬间让不远处的黄一南 面色变得惨白 这 这股气息 真的足以媲美宗师静了 林先生他 黄一南不绝间对林叶的称呼 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 林叶此时 脚下依旧没有挪动半步 只见他一脸轻松的模样 忽然伸出手 对着浑身气息 暴涨地勾了勾手指 放心 我不会上来 就用之前束缚你的手段的 我 看招 青年怒喝一声 脚下轰然发力 只见他踩过的轻蚀 瞬间鬼裂开来 下一秒 他整个人如同拉满弓 击射而出的利剑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动作 静止对准林叶冲了过去 这次他的速度 比之前快了 不知道多少倍 一旁的黄一南 早已目瞪口呆 他就连青年那一团影子 都几乎没有捕捉到 凌叶眼睛微眯 他的目光渐渐深邃了起来 原本眼前这个青年的实力 是内境中期高阶 可接连磕了药后 居然生生拔高到了 内境后期出街的宗师镜 即便凌叶实质上 并没有怎么介入五道一图 但他隐约间能察觉到 这青年磕的药 必定很不一般 来不及多想 面前凌叶呼啸 充满杀意的拳风一致 凌叶跟之前的动作一样 抬手 现在也是宗师镜 同境界之下 没人能正面扛得住 看着自己的拳头 即将狠狠地砸在凌叶的身上 青年赫然狂傲的冷笑 凌叶 受死 啪 这次的声音 比刚才更加的清脆 响亮 凌叶抬手 扣死了青年的这一击 接得依旧很稳 好像青年所做的一切 都是徒劳一样 紧接着 一股令人灵魂都颤抖的气息 陡然从凌叶的周身散发而出 你不会真的以为 你以为的以为 就是你以为的吗 青年面色骤变 这股气息 最起码是内静后期的高阶 前一秒 他脸上嚣张无限 后一秒 他脸上惊恐无限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即便是那些影视的家族 也绝对不可能 有你这种妖孽般的人物 这不可能啊 青年声嘶力竭地大喊 他的眼底 充斥着无边的震撼 影视家族 凌叶对这四个字 感到些许陌生 他眼神微动 结合当前情形 他的大脑高速运转起来 忽然想到了那天晚上 内明过来 跟他比划两下 就离开的白色长服女子 好机会 就在他疑惑之际 耳边忽然传来了一股破风声 林叶眉毛微调 他敏锐地捕捉到 眼前的青年 居然以一种极其刁钻的角度 侧身一角 对着自己的脑袋扫了过来 既然你发现了咱们之间的差距 却依旧有勇气轻行进攻 甚至觉得 把握住了我的破绽 这点值得称赞 不过 林叶拉长了话音的同时 抬肘对准青年抬起的膝盖 横向砸了上去 不过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 你所做的一切 无济于事 滋滋 骨骼被撞击 受到极强的冲击压力 而发出痛苦的声音响起 啊 青年顿时惨叫起来 手上的痛苦 让他迫不得已 选择了强行收手 接着 林叶忽然将手搭在了他的肩头 从你脸上的痛苦与绝望不难看出 你已经没有其他手段了 对吗 青年惨白的脸上 顿时浮现出一抹罕见的惊恐 这个从头到尾 几乎都一直巨傲无边 目中无人的青年 终于露出了彻底的聚色 林叶搭在他肩膀的手 微微发力 嗨嗨 青年顿时 肩头传来一阵阵钻心的疼痛 同时 他嗑药后的副作用 也开始逐渐传播 身心似顿时一空 一股无力感 刹那间布满了全身 青年控制不住身形 双腿一软 面对林叶 静止跪了下去 在他的双膝落地的瞬间 叮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五道进一阶的奖励 请插收 闻言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当场选择了吸收 一股极其庞大又精纯的力量 顿时充斥到了四肢百骸 周身运转的脉络气血 变得更加的丝滑流畅 五官带来的新一层更强的察觉力 让林叶顿时有一种魂飞天外的飘飘欲鲜感 嗨嗨 青年的蹊跷 已经开始渗出了纯黑色的液体 一股血腥与某种刺鼻的混合味道 渐渐从他身上散出 林叶 你 青年抬头 说到一半 双眼一臂 直愣愣地栽倒在地 当场没了心跳 林叶平静地看着他 目录思索 此时察觉到不远处的动静 林叶视线一转 只见黄衣男神色无比恭敬地走了过来 接着 他当场攻下了身 超过了九十度 林先生 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了 林叶摆了摆手 打断了他 悠悠地这么来了一句 你想要复仇是吗 黄衣男面色一变 他的眼底掠过一抹掩饰不住的惊讶 当即点了点头 脸上掠过一抹怒色 今天我算是明白了 这个组织根本就没有把人当成人看 在他们眼里 人不过是一种低贱 随时都可能抹杀的工具 而且 黄衣男说着 拉长了话音 眼底掠过一抹忌惮 不过下一秒 就被一抹狠辣填满 而且 就算我不去找对方 对方也不会放过我的 林先生 你想要揪出幕后主使 而我的目的是想要先下手为强 灭了这个组织 我们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他轻轻拍了拍黄衣男说道 那我们就好好配合 黄衣男受宠若惊地点了点头 他感激地冲林业再次鞠躬 没有林先生在 我一个人想要动手 跟宋命没什么区别 那我们算是不谋而合了 林业淡笑着调侃了一句 黄衣男连声点头 林业越是表现得轻描淡写 他愈发感到对其敬畏 林先生 这个组织名为独海组织 老大叫庞维 他的两个爪牙 分别是乳迪和虎 第131章 偏受男子的质问 逆临深处 山脚下 山体上展开了一道门 一名红发 看起来三十来岁的男子 从其中走出 他的身后 跟着两名部下 迪哥 您交代的任务已经完成 我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吗 其中一名偏受的部下 主动献媚般地开口 他的眼底 时不时略过一抹邪淫之色 乳迪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那名部下 如同敢被尖刀指着脖子 他连忙缩了缩脖子 静若寒蝉 这些人 什么时候能动 还用我再次生命吗 乳迪冷冷地说道 迪哥所言极是 等完成了最后的交接 老大亲自开口 就是我们享用的时间 另一名偏胖的部下 连声开口 乳迪冷哼一声 他忽然冷冷一笑 手中多出一把钥匙 话风一转 如果你们实在是急不可耐 这个拿去 省着点用 即便是废品 但算不上过期 谢谢迪哥 嘿嘿 偏瘦的部下双眼放光 接过后 忍不住吞咽了一下 见状 乳迪的眼底 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不屑 迪哥 按照现在的时间来说 现在应该已经接到 钱安这家伙的通知了才对 要不 我主动联系一下他 偏胖的部下此刻疑惑出声 乳迪眉头微皱 钱安服务组织这么久 从来都没有犯错过 可能是出现了意外 你现在就联系他 是 偏胖部下连声回应 紧接着动了动耳边的联络设备 钱安 这边是迪哥的人 你那里什么情况 偏胖部下问道 路上出了点小事故 不过没关系 车辆已经修好了 设备那边传来 钱安淡定的声音 偏胖部下催促了几句后 挂断了电话 迪哥 是钱安本人的声音没错 我们用不要提前 将货运出来 偏胖部下说道 乳迪目光来回闪烁了片刻 低语道 小事故 车辆出了点问题 他总觉得 事情有些微妙 在这充满崎岖的山林中 钱安的驾车水平 是他能成功加入组织 胜任这个任务的前提 而如今的车辆 突然出现了小事故 大哥 还是您考虑周全 不如我们暗中设防 偏胖部下鲜媚地说道 设防 就凭他 乳迪眼底掠过一抹蔑视 一个开车的 我承认是有那么点实力 但想让我设防 他根本没有资格 迪哥威武 那我们怎么办 偏瘦的部下 此时连忙复合 告诉他 情况有变 先让他换个地点交接 暗中对其观察一番 确认没有问题 再让他过来 乳迪并没有彻底忽视前安 迪哥英明 我这就照做 一辆黑色商务车 行驶在崎岖不稳的山间 在结束了一通联络后 前安停下了车 他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 只见他先是左右四股 并没有发现有第三者 之后才将视线 转移到距离车辆倾斜45度向上 东南方位的密集高速间 挥了挥手一道魅影 当即从那里闪现而出 一个华丽的翻身 稳稳地落地 这道魅影不是别人 正是灵夜 灵夜并没有选择潜伏在车上 暴露的可能性太大 有什么意外情况吗 前安皱着眉头说道 有 乳迪那边说要更换地点 这种临时更换地点的想法 我还是头一次听到 难道 我们暴露了 文言 灵夜眼睛微眯 反问道 怎么暴露 前安微微一愣 他一时间 还真被灵夜这句话给问住了 冷俊男 他 以及灵夜 从一开始 现场只有他们三个人 灵夜嘴角微微上扬 暴露不太可能 但对方有心思对你检查一番 倒是合乎逻辑 前安微微点头 目光闪烁间说道 灵先生 我知道他们的据点 我们是直接过去动手 还是按照乳迪的说法 一步步来 按照他的来 让他检查 放心 我就在你的背后 灵夜简单摆了摆手说道 光是听前安描述 只在脑海里 自行补充目的地的画面 与真正到地方相比 信息量终究是差了点 有了更充足的信息量 便有了能更加顺利解决事件的可能 这是灵夜心中所想 好 灵夜简单的话 却令前安感到一股无形的安全感 他连声回应 紧接着 车辆继续前行 十多分钟后 前安抵达了目的地附近 前安下了车 顺着倾斜向下的山林 走了十多米后 停在了一处凹形的山间地带 他的面前 是一条蜿蜒小河 河的对面 站着一个偏瘦男子 见他正目不转睛地打量 打量着自己 前安面带微笑 主动打招呼 伙计 怎么站在河的对岸 不过来聊聊吗 虽然不知道 眼前的偏瘦男子叫什么 但前安很是面熟 他就是跟着汝迪身边的部下 前安 我想你应该知道 今天狄哥为什么会让你 我在这里见面吧 偏瘦男子阴阳怪气地说道 狄哥的指使 总是那么令人捉摸不透 恕我直言 我真的很难猜到 前安面带微笑地说道 偏瘦男子目光闪烁片刻 忽然这么来了一句 前安 你为组织服务了这么久 一直没出现过意外 说明你时刻想着 如何完成任务 心里对危机很是警觉 这么说有问题吗 前安心中一跳 一股莫名的不祥预感 从心底滋生而出 但他依旧不动神色地点了点头 偏瘦男子冷冷一笑 紧接着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倒是挺好奇的 一个小小的车辆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你没有发现 狄哥不希望听见什么糊弄的话 说到底 你这个开车的职位 可以随时换人 至于到时候 狄哥怎么处理你 说到这里 偏瘦男子拉长话音 他脸上的冷笑更盛 我想 你懂我意思吧 前安当即做出一副受到惊吓 极其恐惧的模样 不 事情是这样的 还记得前几天的一场倾盆大雨吗 他就是罪魁祸首 造成了不可抗力的天灾 一些必经的路段 比平日里更加难走 而我为了组织 又想高效率地完成任务 所以就 第132章 我是不是说过 会在你的背后出现 说到这里 前安常叹一声 一脸的歉意 他话风一转 唉 我的驾车水平还是有限 无法完全规避 这些必经之路上的坎坷 实在抱歉 我 行了行了 你刚才所说的 迪哥已经听到了 他暂时没有怪罪你 偏瘦男子 动了动耳部的联络设备说道 文言 前安案子长呼了一口气 他有些暗息 自己的现场应变能力还算不错 至少当前的坎 是过去了 不过 暂时 你赶紧过去吧 别让迪哥在那边等得太久 偏瘦男子催促道 好 我这就出发 你要不要跟着一起上车 前安连声回应 文言 偏瘦男子摆了摆手 迪哥交代给我的 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撤了 说完 他便闪身隐没在山林深处 眼前没了偏瘦男子的人影 前安心底挥之不去的包袱与压力 彻底的消失不见 他常常呼出一口气 紧接着 他也转身迈步离开 又过了十多分钟 前安驾驶着车辆 停在了一处新的山脚下 他跟平日里一样 来到一个看上去毫无异样的山体侧壁面前 正当他抬手对其迈步 正准备有所操作的时候 他的面前忽然展开了一道门 前安面色微变 这是他头一次碰到这里的暗门主动打开的 只见一名面熟的偏胖男子走了出来 他的手里提着一个工具箱 前安 你的车是不是还在老位置停着 刚才是偏瘦男子的质问 现在居然要对车动手了 虽然心理上早就有些准备 而且已经做了布置 但前安依旧感觉心跳不受控制的在加速 不过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是的 不过我已经查探过了 已经 狄哥关心你的安危 特意让我来进一步检查确认一下 你应该好好感谢他才对 偏胖男子此时的笑容 令前安感到有些发毛 为了不露出端倪 前安赶忙顺势扭头 将视线转移到了车辆方向 同时说道 狄哥真是一片良苦用心 我居然还想着忤逆他 唉 不用担心 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哪怕你真出现了什么不便说的意外 你为组织服务这么多年 想必狄哥还是会理解你的 偏胖男子的话 让前安觉得莫名的恶心 二人当即来到车辆旁边 偏胖男子查探片刻后笑着说道 前安 你的修车水平还算勉强 到时候 我会给狄哥申请 给你换一只辆更高的车的 哦 好 那我提前谢谢狄哥了 前安做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 连声回应 偏胖男子微微点头 随即动了动耳部的设备 将情况汇报给了书迪 见偏胖男子与书迪聊了几句后 目光再次转向自己 不等其开口 前安主动说道 是不是狄哥又吩咐了什么 偏胖男子黑黑一笑 脸上带着猥琐 狄哥说了 鉴于你长期为组织奔波 这次要亲跟你聊聊 同时会给你一波不小的福利 文言 前安想都没想 当即做出一副欣喜若狂的神情 激动地说道 那太好了 走 对了 你一次都没有进去过 正好 这次我亲自带你进去 顺便参观一下里面的情况 偏胖男子说完 转身挥手脉步走在前方 前安心中一动 想到 如果他进去了 那暗中的灵液怎么办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那个暗门 宽两米多 高四米多米 这种规格 已经足够驶入货车了 灵液一旦跟着进去 行机暴露的可能相当之高 据他所知 这个门是进入这里的唯一入口 越是思索 前安的脸色 止不住浮现出一抹苍白 这乳狄亲自要见自己 很显然 他依旧对自己不是很放心 看着距离自己越发的近的门 一股极强的求生欲 刺激着他的大脑高速运转 五米 四米 三米 两米 等一下 前安忽然发声 一脸都不好意思 怎么了 偏胖男子微微一正 为了给狄哥一个好印象 我先提前去方便一下 稍等片刻 我马上就回来 前安说完 转身就离开 他压着速度 走得太快 怕引起怀疑 嗯 有前途 快去快回 偏胖男子笑呵呵的 随口说了一句 这深山老林里 并没有什么公共洗手间 这倒是给了前安一个 寻找遮蔽地方 方便的天然理由 就位后 再次左右四顾 确定没有第三者 前安连忙对着目光 能捕捉到的高速尖挥手 试图得到林烨的回应 肩膀上毫无征兆的 传来一阵轻麻感 背后有人 前安面色骤变 立即转身 别这么紧张 我是不是说过 会在你的背后 他看到林烨正淡笑着 看着自己 林烨接着说道 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放心 找到这个山体的其他入口 难不住我 他的语气平淡 但却充斥着 一股无形的自信 这使得前安隐隐不安的心 即刻稳定下来 伴随着心底滋出的 强大安定感 前安当即应声 好 那林先生 你小心行事 我这就动身 林烨淡淡一笑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既然你选择了 利用方便的说辞 过来见我 那就不要急于一时进去 眼就眼到位 林烨说完 当即闪身离开 他离开的方向 正是存在暗门的山体那边 片刻后 前安若无其事地 出现在偏胖男子视野内 偏胖男子笑着看着他说道 走吧 进去了好好表现 有可能你会得到迪哥的提拔 前安一脸的受宠若惊 我真的要好好感谢迪哥 二人谈笑间 进了暗门 片刻后 一间十室内 前安 这次你的表现不错 这是给你的奖励 汝迪坐在台阶上的高位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前安 晃了晃手中的一把钥匙说道 前安微微一正 他并不清楚 他也从来没有拆开过运输的货物 也不明白眼前这汝迪 到底是干什么的 不过他当即表现出一副 受宠若惊的样子说道 谢谢迪哥 第133章 不是没有该杀之处 见前安收下钥匙 汝迪忽然阴瑟瑟的一笑 当即转了话锋 前安 既然你收了这把钥匙 就已经说明 是我汝迪的不下了 闻言 前安目光止不住闪烁了一下 他连忙躬身说道 迪哥威武 汝迪狂笑一声说道 前安 来这里的每个人都做过一件事 你猜猜是什么 他的声音渐渐变得有些阴亡 前安的心底 同时愈发地不安了起来 他不敢乱动 尽量让自己脸上的笑容 看起来很自然 迪哥 您深远的智谋 不是我这种小人物能够理解的 我猜不到 汝迪再次狂笑一声 只见他的手中 多出了一个巴掌大小 浅灰色 上面有数个按钮的控制装置 紧接着 汝迪对准了其中一个按钮 按了下去 外面传来 隆隆隆 让你亲眼见识一下 这次送给你 作为奖励的新货 是 前安不敢怠慢 连声答应下来 很快 二人出现在一个 以树根树立着 椅子排开的金属枝条 围门的球尖面前 看着里面的情形 前安瞳孔放大 一股莫名的怒意 赫然从心头窜上了脑门 里面 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 一张床 中间吊着一盏 散发着白光的灯 简陋的 不能再简陋了 里面的女人衣衫不整 大片烟红 仿佛遭受 长边抽打的烟红肌肤 裸露在外 格外醒目 她的眼底 充斥着一片死灰色 木然地往这边看了看 随即又将目光 转向球尖上方的灯上 似乎 只有看着那些白光 才能驱散 她心底无边的黑暗 哈哈 乳迪的狂笑声 忽然响起 她冷笑着说道 前安 这把钥匙 针对的 就是当前的球尖 那里的女人 以后就是你的了 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乳迪的声音 充斥着暴力 她的语气仿佛是在发泄 话锋陡然一转 前安 我们继续之前的话题 身为我乳迪的人 让我看到你的诚意 就是现在 给我进去好好享用 文言 前安心神一震 她不敢怠慢 当即连声答应 旋即伸出 仿佛用尽全力 捏着钥匙的大拇指 已经泛白的手 伸向钥匙孔 卡 门 开了 迈不进入 她背对着乳迪 看着眼前的年轻女子 心中涌起了一股 极其复杂的感觉 有愤怒 有愧疚 她一直以为 她完全遵守规矩 从来不曾私自查看 到底是什么货 是一名称职的司机 殊不知 这些货物 居然是这些女人 心底交织的情绪 在不停地翻涌 一时间 她没有继续动作 前安 难道你对这类货色 不感兴趣 乳迪的声音 忽然从背后传来 无妨 这里还有年龄更小的 只要我动动手里的 这个装置 给你换把钥匙 你可以任意挑选 看着眼前绝望到麻木的女人 前安常常呼出一口气 调整内心 及其反锁复杂的情绪 她当即回应 还是狄哥懂我 就选她了 好 你要好好表现 如果能给我玩出花来 我保证 给你额外的奖励 乳迪话中有话般说到 前安眼神闪烁了两下 玩出花 难道 她有意无意地 将目光转向球尖的四壁 尤其是角落跟头顶 如果不是内行舞者 她难以发现 角落的位置 那通过镶嵌的手段 留下的一圈鞭横的点位 毫无疑问 镶嵌进墙体的 八成就是微型摄像机 这里简直就是一个 沾满了冰冷与险恶的大银窝 前安忽然想起 她交接时候的情形 有时候 货物的大小不一 按照世人的比例 大小推测 有的货物 只有一个几岁的孩子那么大 这里很可能 还是个人口拐卖 贩卖的窝点 前安的心 开始止不住颤抖了起来 对于乳迪那些人来说 这里也许是人间天堂 但对于这些正直方林的女子 以及稚嫩的花朵来说 却是人间炼狱 她原本就想要掀下手围墙 结合当前情形 内心中涌现出的无边怒火 前安忽然间觉得 她一直以来所杀的人 全部都是组织的 他们并不是没有该杀之处 她暗自攥紧了拳头 来到正蜷缩在床上 靠墙的女子旁边 前安再次长呼一口气 她伸手轻轻为女子 梳离了一下凌乱不堪的头发 用只有她与女子 能听见的声音说道 放心吧 我马上就会救你出去的 女子绝望的瞳孔中 隐隐生出了一丝波澜 但很快就消失不见 前安 你倒是挺寒情默默的 限你十秒内 把自己的衣服给脱光 身后传来乳迪不耐烦的声音 前安一时间没有回应 她不会下手 她也不可能下手 前安 乳迪的音调开始拔高 其中的一股杀意 相当明显 前安心底一颤 但她依旧没有回应 她在等 现在的她也只有等 等难道挥之不去 给人强大安全感的魅影 哼 前安 看来我对你的怀疑没有错 就算你的演技再好 在眼前这种事情面前 也是不堪一击 你已经放弃了最后的机会 现在 不管你说什么解释 都免不了一个下场 那就是死 随着乳迪一声怒吓 只见她一个箭步 直接窜进了球尖 手中多出一把砍刀 对准前安的脑袋 当头披下 前安瞳孔剧烈地收缩 待她有所反应的时候 已经是只看到了 距离自己不过半米 那凌鲣的刀锋 必无可避 说实迟 那石块 在这充满万分危机的关头 轰 被一声 从众人不远处的头顶传来 乳迪面色一变 一股强烈的不安 犹如梦魇般 瞬间萦绕在了心头 她当即转身 寻声看去 天花板 被轰开 灵液从上方落下 神色淡漠 她的目光冰冷 犹如蕴含着万年寒冰 刺得乳迪 心脏似在隐隐生腾 你 灵液 你怎么 乳迪的话没说完 她只看到眼前出现了一道模糊的残影 紧接着左胸处轰然一通 那里的神经 被冲击的顷刻间进栏 从心脏 开始向着心脉附近 撕裂 扩散 啊 一声残局人寰的狼嚎 从乳迪口中尖叫而出 第134章 我已经很不耐烦了 她没有力气 在挥动手中的砍刀 砍刀即刻掉在了地上 乳迪的脸色 瞬间变得极其的惨白 额头上的冷汗 止不住在疯狂的滴落 她的浑身颤抖 身体不受控制的 退到了墙边 她尝试着想要发力 一股神经 仿佛被扯掉的痛 从心脉附近传来 她瞪大了眼睛 她在灵液刚才那一击之下 已经废了 嗨嗨 咳嗽几声 左胸再次传来一股神经 撕裂般的痛苦 乳迪的心底 控制不住的滋生出一股绝望 啊 看到乳迪的惨状 床上的女子 如同遭受到了什么极端的刺激 只见她尖叫一声 双目泛红 面色瞬间猙獰了下来 她发了疯一般 从床上窜了下去 拿起地上的砍刀 接着高高举起 对准失去战斗力的乳迪 没有丝毫犹豫 静止捅了下去 灵液与前安并没有阻止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女子愤怒地发泄 刀身上的血液 已经滴落不止 但她并没有就此罢手 依旧对准 早已断了生机的乳迪 疯狂地动手 渐渐地 泪水开始洗面 同时 女子似乎是 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手中的砍刀落地 她止不住啜泣起来 两久 她擦了擦脸上 尚未干涸的泪水 将目光转向 灵液与前安 谢谢 你要谢 就谢灵先生吧 前安补充了一句 见女子对着自己 恭声道谢 灵液微微点头 白手制止了她的行为 她扫了一眼 地上早已被开膛破肚 死得不能再死的乳迪 目光微闪 这个人死了 那么下一个目标 就是前安提及过的合伙 这件事情 一旦有了真正的开端 那么就不能拖 最好以雷霆手段 趁着毒海组织的头目 旁围尚未有警觉准备的时候 将其拿下 快刀斩乱马 接下来 灵液跟前安交代了几句后 当即离开 一个外表看上去 已经废弃的工厂 不管你们几个是不是专家 既然来了这里 就给老子遵守规矩 赶紧干活 偌大的厂房中 一个体型彪悍的男子 正对着一群身披白色大褂的人吆喝 几名看上去年过半百的老者 个个敢怒不敢言 看着男子手中 透露着黑色锋芒的金属长鞭 他们只好奋力干活 这里 是三道不到十米长的流水线 每一个正在忙活的人 年纪都在四十五岁以上 马得 老子刚才的话没听见吗 何虎忽然一声怒吓 紧接着手中长鞭 对准距离他三米左右 正在做伸展动作的男子抽了上去 啪 随着一声抽响 男子后背传来一股钻心的疼痛 紧接着便是一股如同火烧的火辣辣的感觉 从后背瞬间席卷了全身 四 男子痛得倒吸一口凉气 连忙忍着腰背间 尚未活动开来 累积的酸痛 继续手上的工作 你们都给我听着 但凡哪一个想要反抗 我不保证你们家里的人 会不会在哪一天突然暴毙 何虎冰冷无情的声音 令所有人皆是不由自主地 加快了手头上的工作 何虎冷哼一声 眼底略过一抹蔑视 稳傲地说道 你们这些科研专家 在面对生死的时候 到头来不还是放下了尊严 这个世界 只有拥有手执生死的实力 才能真正适应 什么叫弱肉强食 哦 这么说来 你似乎很强 能轻易断然生死 一道充斥着挑衅意味的声音 忽然传来 何虎心神一阵 随即瞳孔一缩 立即转身 灵夜 你怎么会找到这里 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很好 现在给你十秒钟的时间 下令将你派出去 挟持他们家人的手下好悔 灵夜神色淡漠 语气冰冷 何虎一正 随即狂笑起来 灵夜 我承认你是个人才 音乐 飞车造诣不低 但在我何虎面前 还是太 灵 时间到 灵夜的声音 没有丝毫情感波动 脚下声风 卷起一股犀利的劲气 悍然闪身 到了何虎面前 何虎只看到一道残影 啪 随着一记响亮的耳光声 何虎顿时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紧接着 他的脸上传来 阵阵密密麻麻的刺痛感 一道烟红的五指印 清晰无比地 从他的侧脸显现出来 那是 灵夜 灵先生 没错 是他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很强 他应该还没跟李诗兰举行大婚吧 一时间 流水线上的众人 止不住小声嘶语了起来 他们所有人的眼底 都有饱含着隐隐的期待 很统一 灵夜 就是他们的救世主 好快 何虎心神俱正 身影裂解几下后勉强稳住 脸上的声疼告诉他 自己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是灵夜的对手 他的脸色 瞬间变得极其的难看 目光闪躲间 他这么说道 灵夜 我们之间无冤无仇 心有行规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你唯 我已经很不耐烦了 灵夜淡默地说道 反手就又是一巴掌 何虎猝不及防 另一边脸上 当即传来一股诡异的 平衡感 灵 灵夜 有话好好说 我们可以商量商量 你要多少钱 我 何虎的话没说完 灵夜一脚踹在了他的胸口 闷哼一声 何虎应声倒地 脸上 胸口上同时传来阵阵剧痛 再看着灵夜的脸上 毫无半点情绪波动 仿佛随时都能出手杀人 何虎彻底的慌浪 好 灵先生 我这就照办 咬着牙 嘴里挤出一句话 何虎动了动耳部的联络设备 他一番吩咐下来 片刻后 这里聚集了一众 何虎安排出去的小弟 在看到自己的老大 变成猪脑袋的时候 他们纷纷感到惊异 有人忍不住发出了低声议论 那不是灵夜吗 虎哥如今这般模样 恐怕是灵夜的手笔 嘶 没想到 灵夜还是个深不可测的武道高手 他们的家人 是否都健在 我要跟时间线保持同一的图片 以及视频证明 此时 注意到灵夜的目光 何虎当即对着一众小弟开口 第135章 你能跑得掉吗 一众小弟 纷纷拿出相应的证明 何虎亲自快速检查了一遍之后 羡慰地对灵夜的说道 灵先生 您还有什么吩咐 灵夜并没有回应他 而是闪身 将那金属长鞭拿在手中 接着 他看了一眼前方偌大的场地 流水线上的人群 有仇报仇 灵夜言简一概 他话音刚落 之前按个被何虎抽打的人 忽然大喊一声 我来 灵夜没有犹豫 将金属长鞭递给他 他的脸色因为愤怒而胀红 拿到长鞭后 大步走向脸色变换不定的何虎 虎哥 何虎的一名小弟忽然怒喊了一声 居然敢当面对虎哥出手 找死 手持长鞭的男子身形一致 就在他迟疑期间 灵夜身影一闪 那名叫嚣的何虎的小弟 被他一脚踹在了胸口 当场犹如一具死尸 躺在地上 紧闭双眼 不再动弹 全场沉寂 注意到这一幕的所有人 皆是静若寒蝉 不敢发声 见状 手持长鞭的男子 立即反应过来 他感激地看了灵夜一眼 另一只手同时握紧了拳头 旋即迈步走向瑟瑟发抖的何虎 看着杀气腾腾的男子 对着自己走来 何虎的脸上 充斥着惊恐 强大的求生欲 使得他的眼睛来回在现场巡视 忽然 他眼底一亮 似乎想到了什么 下一秒 只见他高声喊道 不管你们能不能拿下灵夜 但只要能给我时间 拖住他 我一定能将老大的支援叫过来 到时候 灵夜必定会插翅难逃 而且 我保证 但凡参与这次活动的人 每个人最低会有不少于30万的付出费 当天结算 30万 而且只需要参加就行 不得不说 何虎的这句话 对他的一众小弟而言 充斥着不可抵抗的诱惑力 一时间 所有小弟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 但就是没有一个真的敢直接站出来出头的 躺在地上 如同一具尸体的小弟 就在他们面前 见状 何虎对距离他最近的一名小弟 使了一个眼色 同时伸手比划了一个八字形 意思似乎是在说 只要你出头 80万就是你的 大家上 只要参与了就行 这名小弟 哪还管得了那么多 双目充斥着对金钱的渴望 立即大声喊道 到时候 万一有的人还没来得及参与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那可就亏大了 他话音落下 一股无形的勇气直窜脑门 最先对着林烨冲了过去 这有人一带头 其他的小弟 个个如同打了鸡血 他们原本就已经要按捺不住躁动的心情 在这一杯彻底点燃 纷纷双目瞪的滚圆 汗不畏死的朝着林烨冲了过去 看着当前的情形 眼睛微眯 林烨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不远处的何虎 对林烨这股侵略性极强的气息 感受最为强烈 他指不住瞪大大了眼 他的心中瞬间卷起了惊涛 这是宗师境界的舞者 才能拥有的气息 来不及多想 趁着一众小弟 对林烨出手的功夫 何虎忽然抱起 窜向出口 一众小弟 此刻已经将林烨团团围住 见林烨并未有其他动作 原本那名即将获得八十万的小弟 以为林烨觉得他们人多 有所忌惮 他当即心头一喜 忽然大喊道 大家不要怕 我们人多 他已经害怕了 我们 啊 他的话没说完 忽然变成了惨叫 他惊恐不已地 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已经变形扭曲的胳膊 一股撕心裂肺的痛感 正从上面不可遏制地传出 几乎是同一时间 啊 接连不断的惨叫声 响彻在这偌大的厂房 每当有一名小弟 与林烨有一个照面 皆是倒地不起 面露痛苦 这前后一系列变化 不过短短地半个呼吸的时间 狂奔中的何虎 对于身后那惨绝人寰的叫声 越听心头越是惊惧 他的头皮忍不住开始发麻了起来 不过看到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出口 他起伏不止的心绪 稍微安定了不少 那些小弟 虽然实力不怎么样 但最起码人多 足足几十个 少说也能撑个 你能跑得掉吗 这句平淡至极的话 悄然清晰地传入耳中 何虎的心思瞬间破灭 他感到毛骨悚然 好快 怎么可能 他刚还没转过身 就觉得肩膀一沉 紧接着 肩头传来一股肌肉 组织骨骼被强行挤压 而产生的巨大顿痛感 啊 何虎忍不住惨叫起来 转过头 他发现林烨正神色淡漠地看着自己 与他那双没有丝毫情感波动的目光 刚毅接触 恐惧 不可遏制地从心底滋生 林先生 我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何虎面无血色 声音颤抖 林烨按在他肩头的手 微微发力 尖如扛山 何虎顶不住 这股霸道至极的力量 膝盖一弯 静止跪地 我们之间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旋即画风一转 我们之间初次见面 误会倒是谈不上 不过 我倒是很想知道 你们的老大庞维 现在在哪里 我 一听林烨上来 就提及庞维 他们的老大 何虎惊骇之鱼 眼底掠过一抹 来自对庞维的距翼 一时间竟迟疑了起来 见状 林烨微微摇头 看来 你并不清楚 当前自己的处境 他话音落下 手上微微发力 肩头又是一阵钻心的疼痛 何虎忍不住再次惨叫出声 他的眼底 带着残存的期望 下意识看了一眼 不远处 一众小弟的方向 入目所及 所有小弟 皆是倒地 他们同去了 胳膊少了腿 面色惨白 在地上挣扎 扭动 抽出 令人不忍直视 林先生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再也没有了依仗 心底无边的恐惧 彻底侵蚀了 何虎的每一根神经 他面色俱变 声嘶力竭道 我知道旁围在哪 林叶淡默地扫了他一眼 旋即松了手 继续之前没有做完的事情 何虎脸皮抖动了几下 随即强行挤出一丝笑容 连声点头 我这就办 第136章 自行回转 他很想挣扎 反抗 但他清楚 在林叶面前 所谓的反抗 非但无济于事 同时会自讨苦吃 毛顶级包房 三名男子正在交谈 你一眼 我一语 看上去似乎相谈甚欢 秦先生 早闻您那影视的医道手段深不可测 如今 闻名不如见面 哎 我旁围先敬你一杯 旁围笑着 给他旁边的秦先生满上酒 这被称作秦先生的人 只是扫了一眼 旁围给自己满上的酒 并没有理会他 旁围脸上的皮肉抽出了几下 但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秦先生的目光 转向了另一边 看起来二十来岁的男子 这名年轻人 正是王家的大少 王汉 王少 你身上的伤势 恢复得如何 这次多亏了秦先生的帮忙 恢复得很明显 相信要不了多久 我就能重新步入五道了 不可一世的王汉 在面对眼前这看起来四十来岁 衣着样貌普通的秦先生的时候 态度出气地恭敬 一抹惊疑 刹那间从秦先生的眼底掠过 你说要不了多久 他忽然反问了一句 王汉微微一愣 有些摸不着头脑地说道 是的 自从用了秦先生给的方子 我感觉我的确好多了 浑身的气力 也能更加得心应手地发挥 听到王汉进一步地讲述 秦先生心神一震 他对自己的一道很有自信 很清楚 之前给王汉开的方子意味着什么 在他原本的预想中 这次见面 王汉应该是恢复的有六成以上 可以初步 哪怕缓慢 也能步入五道才对 可听王汉所言 跟他预想的出入有些大了 他现在并不能步入五道 王少 带我给你把脉 秦先生当即开口 要当场查探王汉的身体状况 王汉不明所以 但还是附和着点了点头 为其把脉 片刻后 秦先生的眉头 止不住皱了起来 秦先生 您发现了什么 见状 王汉心底莫名地有些紧张 他下意识问道 根据我提供的方子 按照常理来说 你心脉附近的细微静磷 一旦有了初步的缓解 那么对于我的要来说 这就像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一样 应该能顺势接连灌注发力 直到彻底将你的心脉伤势 从根本上驱除才对 秦先生沉声说道 王汉心底越发地忐忑 他瞳孔一缩 连忙问道 秦先生 那我现在不是已经好转了吗 难道 秦先生的脸色凝重了起来 他的眼底 渐渐浮现出一抹无法掩饰的惊骇 你的伤势的确好转 但我刚才查探后 他在自行回转 时 什么 饶势不知其意 王汉依然觉得自己的心跳 在控制不住的加速 本来这次会面 他准备 趁着答谢秦先生的同时 看看有没有机会 让旁围进入他的视线 算是攀上秦家的关系 做到一举两得 可眼下的情况 秦先生 到底什么是自行回转 王汉音调拔高 忍不住问道 这是一种 只有对五道 以及一道的理解 达到了一种极高的造诣 甚至说 登峰造极的程度 才能做到的事情 秦先生的瞳孔渐放大 我在五道意图上 做对五者针对性的一道研究多年 头一次见到这种极其罕见的情况 毫不夸张地说 这种手段 已然重新刷新了 我对一道的认知 听着秦先生那至高无上的评价 王汉忽然觉得 他的头有些昏沉沉的 他的脸色已然一阵红 一阵白 他又惊又怒 如果换作往日 他恐怕早就暴跳如雷 想要杀人了 但面对秦先生 他并不敢表现出来 像是在撑开什么东西一样 缓慢地张了张嘴 由于心中翻涌过大的惊涛 导致他一时间并没有说出什么 脸上神情极其地僵硬 秦先生自顾自地说道 这灵液到底是哪个影视高人的门徒 这么年轻 就能拥有着堪称鬼斧神功的手段 那个 秦先生 我能不能知道 自行回转到底是什么意思 王汉的声音 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 带着几分充满冷意的恭敬 秦先生缓缓呼出一口气 缓解了一下心中的惊涛 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 针对你身上的问题 用同样的药引 是不可能再有进展的 而且不仅如此 反而会加速你心脉附近 灵液所设的防御机制的运转 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十 什么 王汉一脸的猛圈 秦先生顿了顿 换了一种说法 王少 简单地说 就是灵液在针对你的心脉出手 废掉你五道意图的同时 又在其附近布置了一个 针对外界干预的防御机制 我现在的药引治疗 就触碰到了这个机制 见王汉依旧一脸猛圈 秦先生耐心地解释道 也可以这么说 你心脉附近的静完气本身 就是我说的防御机制 他们被灵液布置成系统的一体 我插手 给你药引试图治疗 但这等于破坏了防御机制 原本的系统平衡 于是 这个系统会想方设法地 维持他原本的状态 自行对我这个外界干预的手段 进行抵抗 这就是自行回转的意思 说适得其反 这点不难理解 就像部分细胞 对一些挫折经历的久了 产生一定程度的抗性一样 文言 王汉的眼睛 恨不得瞪得突了出来 秦先生 您一定要救救我 您想要多少钱 我都愿意出 哪怕您想要我王氏集团的一半股权 也没有问题 王汉此话一出 一旁的旁围正举起酒杯的那只手 忽然抖动了一下 杯中的酒被洒了出来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王汉 那可是王氏集团的一半股权 然而秦先生却是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对你提出的这些 不感兴趣 他现在的脑子里 被林涅的影子给填满 文言 王汉的脸色变得更加惨白 他之前已经请了不少医学专家 但结果都不了了之 眼前这秦先生 是他眼下最后的希望 说什么也要牢牢抓住 第137章 打酱油的 不如我们聊聊 那秦先生 既然之前的药饮不行 您一定还有其他办法 对吗 王汉面带恐慌地说道 秦先生微微摇头 脸上浮现出一抹无奈 我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 也不可能有 王少 你还是另寻高人吧 见眼前唯一的救命稻草就要离开 心头巨大的不甘雨窝火 疯狂地冲击着王汉的理智 忠于王汉的心底滋生出一抹力气 秦先生 你不能走 他忽然拔高了音调 语气中透露着几分之前不曾有的强硬 秦先生身形一致 脸色随即沉了下来 王汉 难道你想要强行留住我 他的音调不高 但依旧使得王汉面色一白 他对眼前这秦先生 骨子里还是透露着几分抹不掉的忌惮 不过下一秒 他的脸色再次恢复了几分强硬 秦先生 既然你之前答应了给我治疗 那么就理应做事有始有终 不失秦家隐士家族的风范 秦先生冷哼一声说道 王汉 你以为我为什么会给你治疗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那完全是出于对灵液的好奇 王家 哼 你太高看自己了 到底是什么手段 能在短短不到半个呼吸的时间 将一人的舞蹈意图给废掉 他准备找时间去见见这个神秘莫测的灵液 有机会探讨一番医道的话 最好不过 文言 胸腔一股极强的怨念瞬间冲向了脑门 王汉再也忍不住 大声尖叫道 这个灵液 当真改千刀万剐 但我抓到了他 必要让他承受无尽的折磨致死 冷冷地扫了一眼有些癫狂的王汉 秦先生没有开口 脉步就要离开 秦先生 我知道你还有手段 就算你不能治疗 那么以秦先生的资历 认识的同样有不少高人吧 他们之中一定会有人可以治疗的 王汉的语气变得阴阳怪气了起来 今天难得跟秦先生会面 不如留下多多交流交流 以完善一下我们之间的缘分 秦先生眉头微皱 随即一抹利涩从他的眼底掠过 王汉 你想威胁我 王汉的眼底充斥着隐隐的疯狂 我身上的问题 如果连秦先生都无法解决 恐怕世上难有第二个人了 所以 所以 你想要强行让我给你治疗 秦先生冷冷一笑 语气中带着嘲讽 王汉忽然大笑了起来 秦先生 你可以尝试着发力 看看现在你的身上有什么变化没有 秦先生瞳孔微张 他当即尝试了一下 一股无力感 即刻从腹部向着周身扩散开来 王汉 你知不知道 你的行为意味着什么 秦先生并没有多么慌乱 他的语气彻底冰冷下来 我当然知道 得罪了你们这些人 我王家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但 王汉阴侧侧地转了话锋 还好我早就做了准备 你放心 你的失踪 甚至说 死亡 只会让他人忽视 亦或者觉得是个意外 实在不计 大不了找个人背锅 这点 我王家照样做得到 而且能做得天衣无缝 别忘了 你们秦家的对家 王汉说着 意味深长地拉长了话音 随即放声狂笑了起来 听到对家两个字 秦先生的面色止不住一遍 下一秒 他觉得他的头 开始隐隐有些眩晕 药效开始发作 秦先生 你放心 你身上中的 不是什么致命的毒素 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会跟你们秦家闹掰的 我王汉形势 还是知道分寸的 尤其是自知之明这一点 我更为清楚 我就是想要跟你好好地聊聊 想必秦家这种大家之风 不会因为这点 就对我王家大动干戈吧 何况 王汉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冷酷 你刚才如此看不起我王家 那么我想问一下 你又是如何知道 我王家没有后援呢 这后援 也许就跟你的对家有关 你 嗨嗨 一股怒火瞬间从心底窜了上来 秦先生张口刚要发飙 却忍不住面色一白 这不是普通的 哈哈 不错 对付你这种级别的人物 怎么可能动用一般的手段 这酒里面 我吓得乃是 哄 门 仿佛被踢爆的声音 赫然响彻在这算不上多大的包房 秦先生 王汉 庞维 皆是心神一阵 纷纷看向门口 庞维 你在这里打酱油 打了半天 不觉得心里有些憋了吗 不如我们好好聊聊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目光直接锁定了庞维 语气不高 却令现场陷入了转瞬间的沉寂 庞维的神色有几分恍惚 直到他看到林烨若无其事地走了进来 坐在了秦先生旁边才反应过来 林烨 你怎么知 我怎么知道这里的 林烨痴笑一声 你跟你那些手下还真是一丘之合 就连问的问题都惊人的一致 手下 庞维低难一声 紧接着瞳孔一缩 你 你把乳迪跟何虎怎么样了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苍白得有些浮夸 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 从他出手到现在 这么短的时间 以至于庞维低声的呢喃 开始语无伦次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刚一见面就急着不打自招了吗 我是不是要感谢你 林烨语气中带着几分调侃 但他的这般话 却令庞维的心沉到了谷底 不过话说回来 这次我还要好好感谢一下你的一个手下 是那个你随意下令 让那青年抹杀掉的司机 是 前安 庞维面无血色 他隐隐猜到了什么 面色巨变 不错 就是我 前安即刻出现在了门口 看向庞维的目光中 充满了杀意 庞维 你猜测得不错 就是这么短的时间 你的那两颗得力爪牙 已经被林先生解决了 现在的你 无路可逃 庞维心惊胆战 他下意识地慌忙掏出手机 接连拨打了乳迪与何虎的号码 然而传到他耳中的 是极其恐怖的盲音 第138章 已经死绝了 他的面色疯狂地变幻 他的实力 是比乳迪及何虎要强 但要处理掉他们 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毫不夸张地说 即便是让十个 百个他 饶势驾驶着直升机来做 也根本没有丝毫可能 他瞬间明白 自己绝对不是林业的对手 心底 一股对林业不可遏制的畏惧 陡然滋生 下一秒 只见他有意无意地 将带着求助的目光 转向一旁的王翰 王翰无视了旁围 他的脸色仗得通红 他双目欲喷火地瞪着林业 林业 你居然敢来送死 今天 你别想从这里活着离开 他在嘶吼 心中似充斥着无尽的愤恨 林业眉头微皱 王翰是被他废掉了五道意图不假 但这也算是已经给了王家一个教训 他现在只想处理完眼前旁围的事情 不太想横生之劫 王少 最近看你的气色 恢复得还不错 有时间 我们可以单独聊聊 听着林业弹幕的话风 忽然转向自己 王翰心头莫名一跳 他那胀红的脸上即刻浮现出一抹苍白 欲要喷火的眼底 同时掠过一抹畏惧 一时间 他并没有再开口说什么 王少 见王翰这个大腿 瞬间灭了气焰 庞维的心狂跳不止 闭嘴 我现在很烦 没工夫处理你的事情 王翰无情地打断了他 遭到拒绝 庞维面色更加惨白 他忍不住开始向后退去 见状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起身朝着庞维迈开了步子 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林业 庞维的瞳孔渐渐放大 心底滋生而出的无边恐惧感 让他的脚步不断地后退 直到身体顶到了墙边 退无可退 仿佛 他眼前的林业不是一个 人 而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地狱魔君 林业 你 你想要干什么 我也是奉命行事 对你们一家出手 并非我的命令 我们有话好好说 你想要多少钱 我 啪 一记极其响亮的耳光声响起 众人皆是心神一震 只见林业这一巴掌下去 庞维被瞬间抽翻在地 他神色恍惚地摊在地上挣扎起来 脸上传来一种灼烧般的痛苦 庞维下意识地伸手 想要捂住 他的手指刚触碰到自己的脸 死 脸上如同被开水煮过一般 滚烫地让他立即将手挪开 他的模样 极其地狼狈 被林业一巴掌 直接抽地失去了战斗力 你觉得我们之间 能有什么话能好好说 林业的神色渐渐冰冷了起来 庞维目入悔恨 他此时发现 让人对林业下手是多么愚蠢的决定 而指使让他这么做的人 就在现场 庞维神色阴晴不定 看了看王翰 又看了看林业 再三权衡之后 心底一横 忽然这么说道 林先生 指使我那么做的人 就是王翰 只要您一声令下 我愿意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文言 林业眉毛微调 失笑一声说道 不愧是毒海组织的头目 林阵倒戈的应变能力 就是强 听林业这么说 以为事情有所转机 庞维连忙进一步说道 林先生 我毒海组织 虽然比不上浮游的顶级组织 但至少也 我对你的组织 没有半点兴趣 林业白手打断了他的话 不过我倒是挺好奇的 钱安身为你的人 到底会如何处理你 庞维刚刚起伏的心绪 被林业的话 瞬间泼上了一层冰冷至极的水 看了一眼杀气腾腾 目光冰冷的钱安 再想想自己现在根本没有战斗力 他目录绝望 林先生 不 林业大哥 我 你的废话真多 钱安手持砍刀 对准庞维静直 捅了上去 刺 刀身如肉的声音响起 庞维被捅了个正正 腹部一股钻心的痛苦 让他的脸色更加惨白 钱安并没有一刀 击向他的要害 直接让他毙命 想起自己一直以来被蒙在鼓里 尤其是那些遭到庞维毒手的无辜人群 让庞维痛快的死 简直是太便宜他了 你 你在我眼里 终究是一个司机 一个随时都可以替代蝼蚁 你他妈的 敢对我出手 事到如今 庞维心中清楚 他今天无论如何 自己也逃不过这一劫 干脆出言刺激钱安 让他给自己一个痛快 然而 心底早有盘散的钱安 冷冷一笑 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快的 庞维瞳孔猛然放大 紧接着 钱安又是一刀下去 一声闷哼 从庞维的口中发出 他面露痛苦 忍不住狂喷一口鲜血 钱安双目渐渐通红 紧接着又是一刀 看着地上一大片面积 被掀旁围的血染红 灵液神色淡漠 他清楚 这旁围已经死绝了 缓缓呼出一口气 调整心绪 看了一眼不远处 站立不稳 欲要昏迷的秦先生 灵液淡笑着 对其走了过去 秦先生 我就直言了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初次见面 我是灵液 听到灵液口中的敌人二字 秦先生冷冷地扫了一眼 神色殷勤不定的王汉 随即对灵液点了点头 以示回应 灵液手中 多出树根银针 秦先生 既然我们是朋友 那我理应做朋友 该做的事情 他话音未落 不带秦先生反应 来到了他的面前 秦先生 你不要乱动 你马上就会恢复的 灵液说着 双手行云流水般 对他操作了起来 片刻后 灵液收起银针 秦先生 你可以活动一下试试 这 这是什么手段 我已经恢复了 身上阵阵暖洋洋的感觉 让秦先生 下意识尝试着活动了两下 周身的气血恢复了的通畅运转 以及那原本失去的力量 再次回归 他止不住惊骇到 灵液淡淡一笑 没有回应 他刚转身 灵先生 谢谢 前安恭敬的道谢 随即转身离开 灵液淡淡一笑 微微点头 就在前安的手 刚触碰到门把手的时候 灵液面色一沉 忽然喝倒 前安 往后退 前安心头一惊 他立即要收手 第139章 顾丽的求战 然而就在下一秒 哄 门被人从外面狠狠地踹开 前安只感受到了 一股灵液呼啸的进风 紧接着 周身传来一股剧痛 身体不受控制 瘫在了地上 他一米七的个头 被爆开的门声声撞倒 门外 站着一名身穿蓝色舞蹈服 看起来三十来岁 体型彪悍的男子 他刚一进来 目光便锁定了灵液 顾丽 你来得不晚 王汉张狂的声音 此刻响起 而顾丽只是扫了他一眼 并没有接他的话策 王汉脸皮微微抖动 他强自镇定 趁着顾丽没有看他的功夫 阴冷地扫了他一眼 哼 一介武夫 让你过来 就是为了让你给老子充当炮灰 争取时间 敢对我这么无礼 到时候让你好看 这么想着 他缓缓向着门边挪动身形 准备趁着顾丽与灵液 跟秦先生交锋的时候离开 顾丽目光直视灵液 他的眼底充斥着强烈的战役 蓝色舞蹈服 灵液目光微闪 他的脑海中 忽然浮现出一道身影 那天夜里 雨落倾盆 又是在安妮家的车库 他的神色变得有几分古怪 火箭 你这么开门 不知道要赔偿的吗 我知道 男子当即应声 灵液 听闻有机会见到你本人 我情不自禁 提前已经付过补偿费了 这点你不用担心 我的目的 就是想跟你切磋一番 顾丽道出实情 切磋 听他这么说 灵液嘴角微微上扬 他心底的某种猜测 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印证 顾丽 你找对人了 灵液的身手极其的不凡 今天一定能有个 酣畅凌厉的切磋 上吧 一旁的王翰 忽然插了一嘴 顾丽浑身起息 陡然一变 灵液 你准备好了吗 灵液 你如果有不便 此人可以交给我来对付 此刻 在灵液身旁的秦先生 目光锁定着顾丽 忽然对灵液说道 在他看来 能拥有这么高的一道手段 一定少不了无比艰辛的付出 换句话说 灵液是没有那么多精力 去钻研舞蹈实力的 而眼前的顾丽 单凭刚才踹门的一下 足以证明他 最起码是得内进实力的舞者 他寻思着 灵液应该不是顾丽的对手 不曾想 只见灵液淡淡一笑 轻描淡写地说道 来吧 让我多多了解了解你们 总觉得灵液话中有话 但顾丽现在不想考虑那么多 得到灵液的应声 他的脸上充斥着兴奋之色 一个剑步抬起一拳 对准灵液的面门 就砸了过去 看着眼前直逼自己的呼啸拳风 灵液不闪不闭 原地微动 缓缓抬了抬手 见他这般动作 一旁的秦先生心神一震 这种行为 只有对自己的实力 有极高的自信 才会这么做 面对如此灵液的一击 换做是我 至少会挪动不乏 灵液他 秦先生的震撼 并未停止 碰 的一声 只见灵液原地微动 胳膊微动 就连眼都没有眨一下 稳稳地抵挡住了顾虑这一击 秦先生顾不上形象 直接瞪大了眼睛 饶是普通的宗师境界舞者 面对这一击 也不敢保证 就连胳膊 也不往后挪动嘶吼 他居然做到了 死 秦先生被惊得 止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灵液 这么年轻 难道已经步入了宗师境界 而且 他又拥有如此 登峰造极的医道手段 秦先生忽然觉得 眼前的一切 显得那么不真实了起来 他下意识地抬起 有些止不住颤抖的一只手 捏了捏自己的另外一条胳膊 有清晰无比的痛感 这并不是梦 果然很厉害 见灵液纹丝不动 顾虑此时同样惊骇地出声 不过很快 他心底的惊骇 被战役给替代 只见他忽然抬起一脚 对准了灵液的胸口蹬去 同时又要收回 原本对灵液发动的一拳 不得不说 你的拳头的确很像沙包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了 都忍不住不想放手了 灵液忽然咧嘴 这么来了一句 看似不着调的话 紧接着 只见他的手指忽然闭合 直接扣死了顾虑的拳头 顾虑即刻感觉到 任凭自己如何用力 根本无法挣脱 那只像是金属前的手 不过他并没有慌乱 腿上的攻击并没有就此停止 他的速度快 然而灵液更快 在顾虑的这一记正登 还没有接触到灵液之前 只见灵液的手上骤然发力 同时他往后猛的一个侧步 胳膊上忽然传出一股距离 顾虑猝不及防之下 另一只脚已经离地 同时 他原本的攻击被迫改了路线 直接蹬在了空气上 好霸道的力量 感受着身体被凌空甩出 顾虑忍不住惊叹出声 只见空中的他没有丝毫慌乱 一个空翻试图化解灵液这一甩 然而 就在他的双腿 即将安稳落地的刹那间 你对平衡掌控的倒是不错 不过可惜的是 这样化解我的进攻 导致了你的破绽百出 灵液平静的声音 清晰地传入顾虑的耳中 顾虑心头一跳 还没来得及感受 心底赫然生疼而出的不祥预感 他感觉胸口一痛 灵液这一掌 直接将尚未落地的他 横推出数米 直到顾虑的身体 轰然撞在了墙上 定格了半秒后才 缓缓落下 胸前一股难以想象的顿痛 止不住开始扩散至全身 顾虑大口喘着粗气 咬着牙 挣扎着起身 他的眼底 没有任何距异 反倒是愈发的兴奋 嘿 师父说的没错 你果然是一个异类 天才 顾虑的嘴角 已然溢出了烟红的血迹 但他直接无视了这点 灵液 我很想知道 我们之间的差距到底如何 他话音落下 一手抹掉嘴角的鲜血 目光中战意翻涌 见状 灵液微微点头 不过随即又摇了摇头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他这么来了一句 火箭 你不打算先处理一下身上的伤吗 比起这些 我更想知道结果 顾虑说着 眼底掠过一抹恭敬 林先生 请止叫 他话音落下 额头上轻轻抱起 脚下轰然发力 这次 我将不再保留 第140章 只用5秒 顾虑的身影 如同一并出窍的利剑 比之前一次 威势更猛 一旁的秦先生见状 眼底止不住掠过一抹惊骇 刚刚灵液那一击 即便是换作我 也绝对不会轻易地负伤进攻 这会导致伤势加速扩散 是一种自杀式的做法 而这顾虑 非但坚持进攻 而且 还爆发出了更强的威势 这需要拥有 何等强悍的意志力 看这股气息 已然到了内境中气高阶 三十多岁 绝对有资格称得上 是一个武道精英 好苗子了 不错 看来拥有一个武道 宗师级别的师父指点 就是能拥有 超乎常人的行为 看着再次冲向自己 气势极其凶悍的顾虑 林液嘴角微微上扬 林先生 看招 顾虑大喝一声 他的双目已然开始泛红 他将所有的力量 全部集中在了这一拳上 通过刚才与林液的一个照面 他很清楚 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在林液面前 施展其他花里胡哨的手段 那是自取其辱 既然如此 倒不如奋力一搏 很有觉悟 林液淡笑着称赞了一句 他略微沉吟 并没有打算 通过之前同样的方式 迎接这一击 他微微侧身 做规避状 准备给顾虑一种实力上的认可感 不曾想 顾虑高声说道 林先生 你尽管出手 不用给我面子 我是认真的 这么喜欢硬碰硬吗 那好 我满足你 林液微微一正 旋即止住动作 原地微动 这次 他的手握拳撞 面对冲击过来 破风声不止的一拳 他抬手迎接了上去 碰 双拳即刻相撞 静气震荡开来 二人的衣服 无风自动 这股力道 足以怕媲美内境中 七大员满境界的舞者了 林液嘴角微微上扬 称赞道 顾虑没有说话 他的神情极其的僵硬 额头上开始冒出了冷汗 一霸道至极 催枯拉朽的力道 正通过他的拳头 势不可挡地撕裂着神经 蔓延至手腕 胳膊 乃至尖头手臂 在顷刻之间 变得不听使欢 仿佛 这条胳膊并不是自己的 渐渐地 顾力感到自己的头皮 忍不住在发麻 这对力道的掌控 已经不是寻常宗师 静舞者能做到的了 顾力的脸上 第一次露出了难以掩饰的惊骇 师父在 他也不可能拥有这般手段 顾力的语气颤抖起来 灵液淡淡一笑 随即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还很年轻 要相信自己 还是有机会做到这一点的 对于眼前的顾力 他并不感到反感 甚至心底 还有几分隐隐的谢意 上次在安妮家解决台松的时候 如果不是遇见了那名男子 他八成 就是眼前这顾力的师父 自己也不会获得实力上的精进 还是生生两个小阶段 顾力长呼一口气 他的脸色开始泛白 一股虚脱感 伴随着身上传来的顿痛 让他止不住摇晃了一下身子 灵液目光微闪 随即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同时稳住他的身形 顾力 你师父是不是看起来四十多岁 同样跟你一样 穿着这种蓝色舞蹈服 而且 那天下大雨都晚上出去过 灵液并没有凭借猜测 就完全下定论的习惯 他准备进一步 核实一下心中所想 顾力点了点头 那个就是我师父 他叫白犁 灵先生 今日与你切磋 我获益匪浅 知道了 什么叫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你有事情就先忙 我这就离开 他说完 猎切着身子 就要脉步走向门口 灵液搭在他肩膀上的手 微微发力 顾力当即受阻 迈不出去一步 他面色微变 灵先生 你这是何意 灵液微微一笑 不要乱动 我只不过是想缓解一下 你身上的痛苦 顾力微微一愣 脸上的几分紧张消失不见 他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随即下意识地说道 灵先生 回去后 师父那边有专门的医治手段 这单不用你费心了 怎么 觉得这里没有治疗你所用的条件吗 灵液随口说道 我会让你的身体 在五秒内 获得极大的恢复 灵液说得轻描淡写 但顾力听的 则是瞪大的眼睛 我身上的伤势 即便是我师父亲自动手 我估计 至少也要近两天的时间才能恢复 你 你说你只用五秒 顾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然而 灵液无比肯定地点了点头 你说的不错 就是五秒 顾力的脑袋 嗡 的一声 脑海中如同被塞进了一颗炸雷 瞬间爆炸 这不可能 他实在是忍不住 当即质疑出声 师父用的药引跟手段 不说多么顶尖 但也称得上 灵液嘴角微微上扬 白手打断了他的话 能在四十来岁步入宗师镜 白礼的确有那个资格 你如果执意要离开 我也不阻拦 灵液话风一转 他这话一出 一侄子旁边 目光炯炯有神地 盯着灵液的秦先生 脸上忽然浮现出一抹不悦 要是顾力真就执意走了 那他还怎么看 灵液登峰造极的医道手段 不等顾力说什么 他立即上前插嘴道 顾力 刚才你这么执着 与灵液切磋 我看得出来 你对五道意图 勤奋好学的心思 既然都是学习 何不趁着这个机会 增加一下医道方面的阅历 顾力神情一致 看着眼前的秦先生 虽然感到陌生 但听他的语气 明显是跟灵液一对的 当即 他略微沉吟 觉得秦先生说的 并不是没有道理 好 那就麻烦灵先生了 灵液微微点头 旋即控制着银针 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 展现方式操作起来 一旁的秦先生 看得目瞪口呆 饶是在他的眼皮底下 也没能具体捕捉到 灵液的实际操作手法 呼 三秒后 身上气血的加速运转 脉络的通畅 伴随着一种说不出的舒畅 让顾丽忍不住 长呼了一口气 太不可思议了 第141章 是不是他 灵液收回银针 随即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回去的时候 你可以跟白黎说一声 我随时等待着他 主动上门切磋呢 自从上次跟他交手之后 除了在骑泽失联的那个晚上 遇见了跟自己 随意比划了两下 就走的白色长服女子 灵液再没有遇到过 步入宗师境界的舞者 这让有心磨练实战经验的他 多少还是有些不满 好 林先生的话 我一定奉命传达 顾丽的眼底 带着抹不掉的敬畏 郑重地说道 林液随意摆了白手说道 回去吧 别让白礼酒等了 顾丽即刻离开 一直默不作声的钱安 躬身对林液说道 林先生 剩余的一些事情 我会处理的 我这就离开 林液微微点头 钱安也跟着离开 包间里 剩下林液跟秦先生两人 至于王翰 早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林先生 我 秦先生 之前不是说了吗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你不用这么拘谨 见秦先生的神色不太自然 林液淡笑着打断了他 秦先生爽朗一笑说道 林液 有时候我会产生一种错觉 我的年纪 明明比你大得多 但在你面前 我甚至觉得 自己才是后辈 林液嘴角微微上扬 我就收下秦先生的称赞了 秦先生笑着点了点头 随即脸上布满了郑重 林先生 这次的事情 还是要谢谢你了 秦先生 这王家的王翰 之前对你如此放肆 你打算怎么处理 林液微微一笑 话锋一转 秦先生的面色一沉 脸上瞬间镀上了 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 这单单一个王家 我自然不放在眼里 秦先生傲然说道 随即眉头皱了皱 话锋一转 可这王家的背后 很可能有樊家的影子 林液的大脑在高速运转 自从他第一眼看到 这秦先生的时候 就已经隐约察觉到了 他的不一般 如今又听他提及 樊家这个相对陌生的势力 这使得林液的心底 隐隐有了一个猜想 秦先生 想必你秦家 以及你口中的樊家 都是影视家族吧 林液尝试着说道 秦先生目光闪烁片刻 随即点了点头 你猜得不错 你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所谓的巨头王家 在我们这些影视家族面前 不堪一击 饶氏原本早就有所准备 林液的心神 依旧微微震动了一下 那樊家的势力不容小事 他们家族中 还出了一个名叫樊允的天才 年仅二十来岁 已然迈入了内静中期的高阶 前途不可限量 秦先生神色凝重地说道 二十来岁 内静中期高阶 林液微微一震 他的脸上 立即浮现出一抹古怪 他是不是穿着黑色长服 而且出现在毒海组织 跟旁围一伙 秦先生眼底闪过一抹异色 他穿着黑色 长服我倒是知道 至于他有没有出现在毒海组织 看看这画面里的人 是不是他 林液掏出微型录像仪 将画面放大 秦先生注意到 画面里 一个一脸狂傲的青年 将黑色布带一口吞下的情形 就是他 他居然毫不犹豫地 吞噬了静品 秦先生一脸地匪夷所思 静品 林液不以为意地说道 那不是一种副作用极强 类似于肾上腺激素的东西吗 秦先生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可以这么说 樊允他现在怎么样了 死了 林液当即回应 你说什么 饶氏心底隐隐有着猜测 真正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 秦先生依旧浑身一震 他忽然觉得一股凉意 从背脊穿上了脖子根 说到底 他是自己给自己整死的 秦先生 你用不着做出这么大的动静的 林液轻描淡写地说道 林液 你恐怕惹上大麻烦了 秦先生沉声说道 他的眉头拧成了一团 大麻烦 樊家 林液的眼底掠过一抹锋芒 一想起之前青年那不可一世的模样 林液忽然感觉到 他的手 有些痒 目前除了那叫前安的男子跟我 没有第三者知道樊允的情况吗 秦先生皱着眉头继续说道 林液点了点头 没有第三者知道 还好 如今毒海组织的头目 庞维已死 跟这件事情有关的 只剩下王翰了 秦先生说着 眼底掠过一抹森然的杀意 我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灭了王翰 短时间内 这樊家难以将矛头指向你 即便到时候 一旦樊家的人找上你 你只需一口咬定 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即可 我会 秦先生 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林液白手打断了他 秦先生微微一愣 他尝试着说道 林液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应对 林液嘴角一脸 看上去很是轻松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呗 那还能怎么应对 秦先生大有深意地 看了林液一眼 仔细想想也是 林液如此年轻 就非但拥有极高的一道造诣 就连五道实力 也是诡秘莫测 这样一个人物 堪称妖孽一般的存在 要说他的背后 没有更为神秘的高人看护指点 说什么 他也不会相信的 眼前的林液 拥有绝对逆天的资格 让他为之做些什么 越是这么想 秦先生看向林液的目光中 越是坚定了某种想法 呸 他马得真晦气 那个时候 玄慧遇见林液 一辆正在及时的黑色商务车内 副驾驶的王翰 打开车窗 对着外面催了一口 他一脸的怨毒之色 这次只是庞维在乐九天游乐场的行动 失败不说 庞维还当着他的面 被捅死 而且这还不止 原本想要借机巴结秦家的想法 最终甚至演变成了互相敌对的一方 再加上一想起之前在新颖娱乐 看都没看清 林液到底怎么废掉自己的情形 胸腔的怒火止不住彻底爆发 王翰一巴掌扇在了车窗上 四 手上传来一阵刺痛 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第142章 烤焦 看着有些红肿的手 他眼中的怨毒之色更浓 他逃出手机 拨通了一串号码 很快 电话那边传来一道县媚的声音 王上 好久不见 这边的酒席已经随时为您安排好了 有什么吩咐请 谭志龙 一切计划提前 我要拿林液身败名裂 啊 王少 不是说先派人继续去林液那里 恶心一段时间吗 多敬那边已经有了安排了 我的话 你没听见吗 王翰气头正望 他冷冷地威胁道 是是是 我这就照办 谭志龙连声答应 低着头挂了电话 王翰的嘴角浮现出一抹阴侧侧的笑容 林液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他话风一转 咬牙切齿道 李诗兰 早晚你都是我王翰的 就在此时 车辆忽然一个急刹车停住 这让王翰一个不留神 猛然咬到了自己的舌头 舌头上 一股刺痛让他疼得直子牙 原本心情就极其的窝火 这一下 让他直接爆发了出来 只见他怒瞪着瑟瑟发抖的司机喝道 你看马的 会不会开车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是吧 你 王少 前面有一辆货车 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司机连声说道 一听司机这话 王翰想也不想 扣动车门把手 紧接着一脚将车门给踹开 怒火冲天地走进了眼前的货车 就在王翰接近货车车门的时候 他发现了哪里有些不对 首先 他并没有看到有人在这辆车的驾驶位上 整车头都没有人 其次 他问到了一股汽油的味道 紧接着 滴滴答答的声音 在一种逐渐加快的低落频率 传入他的耳中 嗯 王翰疑惑出声 他刚转头 下意识地要循着汽油低落声查看 哄 一声炸裂的轰然巨响 伴随着一道冲天的火光 瞬间将他整个人给吞没 此时的街道上 恰好 没有其他车辆靠近这个路段 没有他人受到波及 片刻后 商务车上的司机 看着眼前已经被烤焦 死绝了的王翰 心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他浑身如同被施加了魔咒 直接僵硬当场 额头上的冷汗狂貌不止 王翰 南江三巨头之一的王家大哨 就这么死了 这巨大的动静 立即引起了附近街道的路人注意 卧槽 那浑身冒着黑烟的哥们是谁啊 这也忒惨了点吧 我觉得吓死人了 神仙也难救吧 你们看 那不是有一辆商务车吗 我们过去问问怎么回事 叫你事多 这种大事件最容易上头条 怎么能就此干瞪眼看着 一时间 数名路人将商务车给围住 更有甚者 直接打开了车门 众人当即发现 司机一副仿佛受到了极度惊吓 变得失魂落魄的样子 哥们 看你的年纪 少说也有三十岁了吧 怎么还在陷入刚才的爆炸情形中呢 伙计 初次见面 来 抽根烟压压惊 都不要插队啊 我先跟这哥们打招呼的 这是竞争 不是插队 谁不知道 这哥们是最近的目击者 耳边七七八八的议论 将司机拉回了现实 他又吞咽了一下 干涩无比的咽喉 随即扫了一眼车门外的人群 目光闪烁间 忽然抬手 关上车门 他掏出手机 手指颤抖地按下了一串号码 事情进展如何 电话那边传来一道询问声 后 后老 王少他 他出事了 司机揭霸着艰难开口 你说什么 你们现在在哪里 我马上到 后老的音调 插那间拔高 我们在 妈妈 你怎么一个人在天台啊 是不是在等爸爸回来 打一个电话 不就好了吗 别墅天台 一春眨巴着眼睛 对神色恍惚的李诗兰说道 听着他稚嫩的声音 李诗兰尽量让自己的笑容显得自然 他打过电话 但根本就没有打通 他用轻松的口吻说道 爸爸出去处理一点事情 很快就会回来的 妈妈在上面 感受一下天台的风景 一春读了嘟嘴 目光转向别墅周边 说道 妈妈 你看他家的外面 怎么一直都有那些人在转悠呀 李诗兰微微一笑 外面那些人 都是急着采访你们这些小天使的 是吗 那为什么我看到有更多的人 手里举着的图像 是爸爸啊 一春稚嫩的小脸上 流露出很是不解的神情 李诗兰美眸间 掠过一抹以你的连衣 是他教的你们呀 等你们长大了 也能教别人了 他们举着的图像 自然就是你们了 哦 一春似懂非懂得点了点头 话锋一转 我肚子有点饿了 爸爸怎么还没有回来呢 李诗兰俏脸猛得一白 美眸间划过一抹更为浓烈的担忧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天色 已经接近黄昏 心中按捺不住起伏的心绪 让他没有一时间回应一春 妈妈 你怎么不说话了 一春好奇地问道 嘿嘿 你妈妈实在是太担心爸爸了 所以才没有说话 一道无比熟悉 带着几分调侃的声音传来 哇 爸爸回来了 寻生看去 林叶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天台 一春大叫一声 兴奋地对其跑了过去 看着跑向自己的一春 林叶开怀一笑 一把将她抱起 随即走到正幕不转睛 盯着自己的李诗兰面前 老婆 这才过去多久 就对你老公我念念不忘了 李诗兰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动人的弧度 怎么 难道我对你念念不忘 还令你感到不满了是吗 林叶黑黑一笑 连声说道 哪敢哪敢 能被老婆大人这么关注 我还求之不得呢 李诗兰微微呼出一口气 再次上下打量了林叶几眼 确定了她安然无恙之后 她那颗悬着的心 总算是平缓下来 看了一眼一春 她想了想 暂时按捺住了心中的思绪 准备等下单独跟林叶聊聊 见李诗兰四有所想 林叶心领神会的微微一笑 走吧 我们下去吃大餐 第143章 画上了句号 耶 太好了 一春欢呼起来 三人下了天台 刚来到别墅政厅 林叶等人就发现 二花 三秋 四月 五和四个孩子抱团 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 眼前的一个屏幕观看 屏幕画面里 正是自己在舞台上表演的情形 爸爸太厉害了 你们看那些观众 他们可真疯狂呀 那是 爸爸不但做饭没人能比 音乐也一样 听着孩子们 一个个对林叶发自内心的称赞 李诗兰的心底 涌现出一股淡淡的 暖暖的 甜甜的感觉 他忍不住将目光转向林叶 你这个爸爸 倒是真的厉害 我都忍不住要夸你了 林叶很是骚包的大手一挥 本男神只会越来越厉害 嗯 李诗兰低声呢喃 他的俏脸上 已然镀上了一层动人的红侠 林叶眼神微动 李诗兰的回应 跟他料想中的切 亦或者说给自己一个白眼 并不着调 他的这种表现 不就是一种 对自己发自内心的认可吗 林叶忽然坏笑了一下 伸手直接搂住了李诗兰的柳腰 李诗兰则是娇躯一僵 脸色更红 没有多说什么 见状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用只有他跟李诗兰 才能听见的话说道 老婆 今晚的话 我是不是 哼 哪有那么容易 李诗兰白了他眼 林叶刚张口 要说什么 爸爸 你下来了 马上可以开饭了 二花兴奋的声音传来 林叶目光微闪 当即对二花说道 好嘞 爸爸这就给小可爱们做饭 他话音落下 闪身进了厨房 来到餐桌前坐下 李诗兰掏出平日里 几乎只被他当作接打电话 联络他人所用的手机 他难得有现在的时间 掏出手机看看视频什么的 下面插播一条重大新闻 南疆巨头的王家大少 王汉 死于一场爆炸事故中 死者浑身背口 李诗兰瞪大了眼睛 他不可置信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同时捏了捏 有痛感 这不是吗 王汉 居然死了 看样子 还是死于非命 身为他的逼婚对象 李诗兰的心里 轰然掀起了复杂的轩然大波 有庆幸 有不可思议 甚至有些恐惧 他眉眸闪烁间 忽然想到 王汉死的时间 发生在林叶回家不久后 那么林叶在回家之前 他不敢想象了 翘脸顿时变得苍白一片 回想起之前 与林叶接触的种种画面 他强做深呼吸调整 片刻后 他的脸色依旧泛白 决定去找林叶问个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他即刻起身来到厨房 老婆 饿得忍不住了吗 来 我这里有 林叶 你下午到底做了什么 林叶的话没说完 便被李诗兰略带冰冷的语气打断 林叶微微一正 觉得李诗兰担心有些过度了 随口说道 那还能干什么 下午去收拾一下 对我们出手的罪魁祸首呗 所以呢 你就设计 把他杀了 李诗兰的音调 林叶暂时放下手中的动作 做出很是轻松的模样道 他的确死了 不过不是我出的手啊 你老公 我可是遵纪守法的良好功名呢 听他这么一说 李诗兰的心底 稍稍松了口气 林叶 这件事情 王家不会把休的 哦 这个我知道 林叶不假思索的回应 李诗兰柳眉微醋 继续说道 林叶 王汉死的时候 你是否在场 这次 轮到林叶心神一阵 你说什么 王汉死了 他忽然想起了之前的那个秦先生 不过当时他已经说过 让他不必插手了 李诗兰微微一正 他看得出来 林叶疑惑的神情并不像是装出来的 你 也不知道这件事 他尝试着问道 林叶微微点头 大脑高速运转 老婆 这则消息 你从哪里得到的 真实性如何 你看看吧 李诗兰掏出手机 将相关画面内容展示给了林叶 两久 林叶长呼一口气 他准备等下联系秦先生 做最终确认 林叶 你之前说的 应该是对我们出手的人 已经被 杀了吧 王汉的死 既然不是林叶动的手 李诗兰悬着的心 放下大半 他话锋一转 想要了解一下林叶在下午的事情经历 林叶用极其精简的话 将下午他的行迹 筛选着其中准备好的内容 叙述了一遍 李诗兰听完 翘脸上恢复了些许红润 但是很快 他美眸闪烁间 脸色又止不住泛白起来 林叶 王家那边 林叶摆了摆手 语气中透露着一股 令人倍感心安的霸道 有我在 那王家掀不起风浪 李诗兰心神触动 清敏诸纯 一时间欲言又止 林叶目光微闪 随即淡淡一笑说道 老婆 这么跟你说吧 你的担心 其实就是有些过头了 你想想 既然对王汉出手的人不是我 我深正不怕影子嫌 懂我意思吗 我知道 你很想说 之前在新颖娱乐 我们已经彻底与王家成了对立派 他们第一时间 很可能会将矛头指向我们 说到这里 林叶的眼底 划过一抹 设人心脱的锋芒 他们若是自知李亏 依旧敢强行动手 我 行了 林叶你别说了 哎 李诗兰轻声开口 打断了她的话 微微叹息 林叶 如今王汉已死 我身上背负的逼婚仪式 算是画上了句号 到时候实在不行 我会去找家族 寻求他们的帮助 见李诗兰脸的脸色逐渐恢复 林叶不再多言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然而 她的心底 对李家的逼婚行为 依旧存在芥蒂 不多时 龙玉的饭香 席卷了正厅每一个角落 侵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神 地龙娱乐 顶级会议室内 会议桌上 坐着四个人 他们一个个 皆是脸色惨白 额头上的冷汗 早已浸湿了衣服 没有一人说话 直到足足过了十多分钟后 谭 谭总 接下来 我们怎么办 展齐颤抖地摘下 她经常戴的金丝边框眼镜 上面已经被冷汗浸湿 第144章 三分钟后 再走也不迟 谭智龙做了一个 长长的深呼吸 身为地龙娱乐的领头人 她强自镇定道 王少已死 如今 我们地龙娱乐 想要对抗新颖 暂时只能通过 其他明面上的手段了 堂堂王家大少 就这么暴毙 死状极惨 让一旁的黄天 与黄正荣父子二人 瑟瑟发抖 静若寒蝉斩棋 吞咽了一下 干涩的咽喉说道 谭总 你说 这王少的死 会不会是那灵业 住口 谭智龙忽然神色 猙獰的喝道 这件事情不许再提 我们与新颖娱乐 是对立竞争的关系 而那灵业 又是新颖娱乐的人 展齐 你不知道继续提及这件事 会导致我们地龙娱乐 的人心不齐吗 展齐面色一变 立即低头负荷 谭总所言即是 我不该将畏惧灵业的情绪 带出来 况且 这件事情真相尚未展露之前 都是我的一些无端一策罢了 谭智龙冷哼一声 旋即目光转向 皇天父子二人 听刚刚 谭智龙与展齐的话 他们二人的身体 此刻已经不再颤抖 皇天连声说道 谭总 你有什么吩咐吗 放心 之前的计划 只是暂时取消 我会派人暗中 盯着林业与新颖那边 待时机成熟 该做的还是要做 谭总应免 皇天的儿子 黄正荣立即应声 他始终都忘不了 自己被拳华一拳 砸在面门的事情 谭智龙画风一转 看向展齐 督径那边 暂时不要让他派人 去林业别墅 那骚扰了 现在他那里 有陆家的人 在清理看护 近期 新颖娱乐势头 会越来越旺 展齐 你知道接下来 要做什么吗 展齐再次戴上了 金丝边框眼镜 推了推说道 谭总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一日 天色未亮 林业照常在厨房里做饭 眉头时不时地皱一下 昨天他跟秦先生联系过 秦先生相当干脆地 道出实情 承认王翰的死 的确是他设计的 就在林业的大脑 高速运转的时候 听到外面熟悉的脚步声 他眼神微动 李诗兰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 老婆 今天有什么令人振奋的事情 要发生了吗 你猜得不错 今天的确有件 令人振奋的事情 李诗兰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动人的弧度 哦 难不成因为之前 男神我的表演太过惊艳 导致评委长彻底对我 产生了不正当的情绪 无法自拔地 要登门拜访了 你猜得不错 今天起得这么早 我就是要提前准备一下 早点去公司 他说完 转身就要离开 林业想都不想 上前一把拉住他柔嫩的御手 老婆 别急着走啊 先吃完早餐再说呗 感受着林业大手上 传来的淡淡温热 李诗兰清抿了一下猪唇 林业 这件事情很可能跟孩子们 走出南疆 进军省城风兰有关 我不得不重视 我会在路上自己解决早餐的 这点你不用担心 嗯 我猜到了 我的孩子们那么优秀 进军风兰不是迟早的事情吗 林业很是自豪地说道 随即他话锋一转 你老公我做的早餐 不比外面你随便买掉好 这一点我不否认 可你这不是还没有做好吗 行了 不多说了 我先去公司了 李诗兰说完 转身就要离开 林业嘿嘿一笑 手上微微发力 李诗兰无法抗拒胳膊上 那股温和的力道 被林业拉了回来 三分钟 知道李诗兰赶时间 林业语速飞快 三分钟 李诗兰微微一震 下意识看了一眼 除桌上还没开始做的食材 明显是不像三分钟就能做好的 她的柳眉微醋 林业 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了 你放手 我要走了 林业随口强调了一遍 三分钟后再走 也不迟 见林业说大话脸不红 心不跳 李诗兰来了几分兴致 柳眉微调 好 我就等你三分钟 五分钟也行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老婆 那你可要睁大眼睛 看好了 她话音刚落 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同时将火调到最高 以迅雷之势 在厨房里闪动起来 在李诗兰的眼中 她只看到了 模糊到眼花缭乱的影子 神色恍惚之中 她听到耳边传来林业的声音 老婆 佳肴已经给你包装好了 保温效果极价 不用担心 你带去公司吧 随着林业的话音落下 李诗兰回过神来 一股股亲人心脾的饭香 不断地刺激着她的味蕾 林业 你 你刚刚做了什么 面对这股香味 她的呼吸有些急促 说话也变得有些不着调 当然是做饭呀 那还能做什么 林业笑着说道 这简直不可思议 我感觉 这饭真的像是熟的 李诗兰忍不住惊讶道 什么叫像是熟的 完全就是好吧 林业一脸都不满 来 我已经尝过了 你可以也尝一点看看 她说着 便将整理好的碗筷 递给了李诗兰 李诗兰狐疑地接过碗筷 尝了一口 居然真的熟了 林业 你怎么做到的 这是一种比较消耗精力的物理手段 林业神秘兮兮兮地说道 李诗兰风情万种地 白了她一眼 行了 我先走了 言罢 她提着打包好的佳肴离开 林业出了正厅 目送她离开 刚转身 便看到眼睛 有些泛着迷糊地 气了开门走了出来 林业目光微闪 笑着说道 早啊 气了 又要晨亮了吗 这个习惯可真不错 哼 少废话 就说你这个陪练 敢不敢应战吧 气了稚嫩的脸上 带着小小的傲气说道 导师可是教了我新的招式呢 嘿嘿 你说的是被爸爸一招打趴下的拳华吗 我 闭嘴 你到底敢不敢跟我打 气了小脸仗得一红 求之不得 求之不得 林业咧嘴说道 跟气了来到院中 经过一轮陪练 林业暗自惊讶 不愧是我林业的儿子 武道天赋就是非凡 第145章 安妮的担忧 她发现短短几天内 在自己的指引下 气了自身与武道意图的契合度 越发的变高 就在她与气了身影交错 二人默契逐渐增加的时候 林先生 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 通过院门传入耳中 林业眼神微动 并没有即刻回头看 而是继续当气了的陪练 直到结束 林业这才转身 看向院门外 那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布小姐 麻烦你再等一下 我还要跟孩子们一起吃饭呢 林业说完 不给气了反应的机会 一把将她抱起 身影一闪 窜进了别墅正厅 她 是一个好父亲 院门外 陆小曼美眸间 闪烁着阴阴光辉 轻声低喃 饭后 带全华跟赛许 接走了六十根漆了 林业迅速收拾完餐桌 这才闪身出来别墅正厅 林先生 走 陆小曼的笑容别具一格 有一种静谧的优美 林业打开院门 但笑着说道 陆小姐 这么早就来 嗯 我是想请林先生 指点音乐方面的迷惊的 陆小曼目不转睛地 盯着眼前这个创造奇迹的男人说道 林先生 之前你在中兴文化馆的表现 让我彻底看到了我们之间 那遥不可及的差距 我会坚持不懈地向你求教的 陆小姐 你这么直勾勾地看着我 就不觉得有损陆家 这个大家族的风范吗 林业目光微闪 简单调侃了一句 陆小曼奄然一笑 能在这么近的距离 看着男神 身为粉丝的我 已经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了 林业微微一笑 随即神色有些不太自然地说道 陆小姐 不着急 我等一下要先送孩子们去趟公司 我 嗯 林先生先忙 没关系的 我已经习惯了 我知道林先生有意指导我 这点就够了 陆小曼与其平稳 轻声说道 林业尴尬一笑 光是给他指导音乐这件小事 已经来来回回 因为事情耽搁了至少有四次了 那个 我马上回来 随口说了一句 林业闪身离开 不多时 随着一阵引擎的轰鸣声响起 林业驾车载着孩子们 迅速隐没在城市街道 爸 你说 王汉的死 会不会跟林先生有关 陆小曼轻声呢喃 目光有些失神地 看着林业离开的方向 陆运博目光闪烁间 笑着说道 你放心 自从看到林先生出手救了老爷子的时候 我就敢断言 他绝对不是那种人 嗯 陆小曼的目光 恢复了几分神采 随即轻轻咬了咬猪唇 爸 你说 会不会每次我找林先生指导 他都会恰好有事 陆运博爽朗一笑 小曼 你觉得可能吗 新隐娱乐 顶级招待室内 兰总 一切都已经布置好了 有什么吩咐随时告诉我 安妮的语速 自始至终都比平时快了几分 李诗兰重复着之前已经问过的话 安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之前的你 有心事的时候 可没有像现在这样瞒着我 我 没事的 安妮犹豫着回应 连忙转移划风 兰总 我再去外面检查一下 他说完便快步离开 哎 李诗兰轻叹一声 调整了一下心绪 打算之后再跟他聊聊 安妮一路来到公司院内 凉亭之下 他当即坐了下去 伸出白镜的小手 拖着香腮 正正地盯着公司门口的方向 不会的 林先生不会那么做的 低声嘀喃之际 一辆熟悉的车辆 驶入大门 随即进了车库 心跳再止不住加速 安妮强行压住心底 此时翻涌异常的思绪 立即起身走向了车库 林夜停好车 招呼着孩子们 一同前往电梯 一道熟悉的影子 出现在余光内 安妮 不用那么痴痴地看着本男神 我怕以后你会把持不住 林夜笑着打招呼 安妮浅浅一笑 看到林夜本人 以及听到了 他那仿佛带着一股魔力的话 让他的心情顿时好转 林先生 你先上去送孩子们吧 我有点事情 要跟你谈谈呢 林夜目光微闪 当即点了点头 好 那你稍等片刻 良庭下见 不多时 林夜招呼完孩子们 跟李士兰后与安妮会面 怎么 这么急着想约男神我吗 林夜笑着打开话题 安妮转动了两下大眼睛说道 不止呢 人家还挺担心你呢 林夜很是骚包地扬了扬头 担心本男神的 恐怕数都数不过来吧 嗯 我想也是 安妮附和地点了点头 随机翘脸上 闪过一抹掩饰不住的担忧 林先生 王汉 哦 跟我没关系 我可是不在场的 林夜白手 说的可谓是轻描淡写 安妮轻咬阴唇 直勾勾地盯着林夜 不再说话 林夜下意识地问道 安妮 安妮 难道哥哥我太帅 你终于沦陷 无法自拔了 紧接着 林夜发现 安妮的大眼睛里 竟然隐隐有泪水在打转 嗯 你什么情况 林夜面色微变 安妮并不是在演戏 她的语气一沉 掏出湿巾递给安妮 安妮 是谁欺负你了 还是遇见什么事了 你尽管告诉我 我林夜保证 绝对不会放过她 见自己递过去的湿巾 安妮不接 泪水已经从她的翘脸上滴落 林夜眉头微皱 随即上前给她擦拭了起了那精明的泪花 安妮 有什么事你就告诉我 可以吗 林夜的语气变得温和 本男神这么英明神武 难道你还怕有什么事情 是我解决不了的 安妮的翘脸有些泛白 低声说道 我很害怕王家 渐渐平复着心底的思绪 此刻安妮才想到 这是在公司 她话锋一转 林先生 我自己来吧 她说完 便抬起白镜的小手 接替向林夜那 带着淡淡温热的大手 要自己擦拭 殊不知 就在林夜刚松手的刹那间 一道隐隐有些熟悉的 俏皮声音传来 哇 好浪漫呀 林先生 你跟安妮姐姐的关系不错呀 就不怕兰总吃醋吗 第146章 超越极限俯冲 林夜眼神微动 立即收回了手 随即寻声看去 林先生 刚才那一幕 都被我拍到了 她看到孟小雅笑嘻嘻地走了过来 静止坐在了自己另一侧 你 不要 照片我已经备份了 这么美好的图片 怎么可能删掉它呢 林夜还没说什么 孟小雅就自顾自地开了口 安妮带眉微醋 神色不悦地看着孟小雅 小雅 你什么时候有偷拍的癖好了 安妮姐姐 说话不要那么难听好吗 我那是光明正大的拍 而且是刚好路过呢 孟小雅很是不服气地说道 说吧 你来这里要干嘛 安妮快速调整了一下心绪 直奔主题 当然是找林夜男神了 孟小雅的双眼 映射出崇拜迷离的神色 看了林夜男神的舞台表演 我已经情不自禁地沦陷了 她话音未落 贴近了林夜的侧身 相风来袭 林夜眼神微动 忽然起身说道 这一天没来公司 着实有些想念了 同时 她恰好避开了孟小雅的攻击 忽然觉得身边一空 孟小雅面色微变 不过她反应很快 看向一直目不转睛地 盯着自己的安妮 安妮姐姐 你觉得林夜男神优秀吗 当然了 她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 安妮不假思索地说道 但她刚一说完 就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哇 怪不得呢 男神居然会给你亲自擦拭眼泪 这么亲密的举止 人家也想要 安妮姐姐 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 孟小雅一脸的羡慕 毫不避讳地说道 安妮翘脸指不住一红 忽然觉得自己被套路了 我 行了行了 孟小雅 你来找我 应该是要谈谈处意相关的事情吧 林夜寻思着 李诗兰跟孩子们还在等着 不想过多单个时间直奔主题 看得出林夜还有事要做 孟小雅的 演技 有所收敛 林先生 再过三天 就是厨王争霸赛了 我想聘请你当做我们的厨师 价格 你可以定 只要不是太离谱 厨王争霸赛 三天后 林夜眉头微皱 她觉得时间有些紧 她是想跟人切磋一下厨艺 进一步增加阅历 但 恰好是最近几天 公司的发展正值上升的高峰阶段 这个时候 她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在公司 这才是重点 就在林夜迟疑的时候 丁 系统发布任务中 任务说明 参加厨王争霸赛 并且夺得冠军 任务完成 奖励神秘大礼包一份 随着这道脑海中的声音落下 林夜立即改变了念头 没问题 到时候我会参加的 她好了 孟小雅发自内心的欢呼 有您这一位高手在 我家的餐厅 应该能有一席之地了 林夜淡淡一笑 不再多言 正准备起身 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她拿起一看 居然是李诗兰打来的 这么近 她怎么还打电话 难道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么想着 她 我 得一下起身 周围进风猛然变得紊乱 这给安妮 已经孟小雅都吓了一跳 老婆 你 林夜话没说完 就被李诗兰急促的话音打断 林夜 刚才我接到邝先生 也就是评委长的电话 但传来的 却是一道陌生男子的声音 她说 李诗兰说着犹豫了起来 语气愈发的担忧 她说想要救人 要你一个人过去一趟 地点在离山路44号 时间五分钟 一旦 你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抵达 她扬言 那邝先生 将会成为她手下的亡魂 目标点距离这里 至少有40公里以上 就算是开着直升机 五分钟也不可能到的 况且 我们身边根本就没有直升机 还要花时间找 林夜 要不我们 我知道了 你看好孩子们 时间紧迫 暂时先不联系了 我去去就回 林夜语速飞快 紧接着挂断了电话 十字路口 附近的一栋楼宇之上 贤景藤进行着日常工作 贤教官 好久不见 借你的直升机用用 忽然一道熟悉无比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贤景藤微微一愣 刚转身 便看到林夜 已经穿上了自己 驯牛用的直升机 她神色恍惚间 摸了摸自己腰间 要是已经神不知 鬼不觉地消失了 不到半个呼吸的时间 直升机螺旋桨 转动的声音响起 她终于反应过来 神色变得古怪起来 随即扯着嗓子 对直升机上的林夜大喊道 林先生 慢点开 这直升机 可陪了我不少年了 迅速操作起来 直升机速度飙升 锁定着一个方向 迅速掠去 自从上次抵达中心文化馆 完成任务之后 林夜获得的 出神入化级的 空中驾驶再具水平 终于有了机会展现 某天台 几个青年正在搓着麻将 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 从他们头顶传来 烦死了 大早上的 这还是头一次听见 有直升机 从这里飞过的声音 这声音 怎么有点不对 好像忽高忽低的 会不会是新手在驾驶 嗯 八成就是了 来了 嗯 卧槽 这不对劲 你们看 忽然一名青年 指着天上惊呼起来 我靠 疯了 那个角度 已经超过了俯冲极限了吧 这不可能是新手 能操作出来的 只有驾驶水平 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才可以做到 我真的怀疑那样俯冲 直升机在空中 会不会打个转 到底是谁在这么驾驶 堪称又快又稳地 超越了极限 这已经刷新了 我对直升机 这种再具的认知 也太牛逼了 他们个个已是瞠目结舌 离山路四十四号 一栋不知其音 停止施工的大楼 顶层 邝连庆的周身 被捆绑着黑红色 隐隐带着袖记的金属绳 此时的他 正被束缚着 固定在一个上面 沾染着尚未干涸的血迹的座椅上 他面无血色 双眼无神且空洞 第147章 郭造 邝连庆的四周 偌大的天台 没有任何建筑 就连楼檐边竖起的护墙都没有 这偌大的空旷 与单独存在的他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显得很渺小 又无众 还有一分钟 哼 看来那灵液 是赶不过来了 一道冷漠的声音忽然响起 紧接着 一个身穿深灰色长服 面无表情 看起来三十来岁的男子 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距离 邝连庆五米开外的地方 看来 我是高姑那灵液了 灰衣男冰冷地说道 还有四十秒 蝼蚁 临死前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心底升起一股对死亡的预警 邝连庆的眼底 恢复了几分略显幻散的神采 他艰难地开了口 神色僵硬地说道 我希望 你能尽快杀了我 正好不用给林先生添乱 我看你是上了年纪 活够了吧 男子冷冷地讥讽道 他的手里 多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遥控装置 也罢 再过二十秒 我会成全 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 忽然从头顶传来 男子瞳孔微微一缩 随即转头寻声看去 灵液驾驶着直升机 降落在了十米开外 对面的一处大楼顶层 答应过闲警藤 他并不想让这直升机出问题 灵液 想不到 你还是赶了过来 不得不说 直升机真的很不一般 见对方上来 居然这么开口 灵液微微摇头 做出一脸不满的模样 我说伙计 你难道就不想想 我过硬的驾驶水平 才是重点吗 哼 等我说完这句话 还有不到五秒 看你如何过来救 男子冷傲的话 并没有说完 他心神一阵 猛然瞪大了眼睛 这可是近百米的高楼 隔了十多米的距离 他看到灵液居然直接抱起 冲向这里 双脚已然腾空 直到 他看到灵液的身影 在空中滑行数米后 呈现抛物线的状态 直接落下 呼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旋即冷冷地讥讽道 哼 居然还妄图直接横跨过来 真是不自量力 自取其辱 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他的心里总觉得 哪里隐隐有些不对 灵液自知他是赤手空拳 却依旧敢果断那么做 难道真的就没有什么准备 男子并不会天真的认为 灵液真就这么忙 他下意识地向前挪动脚步 要看看灵液是否真就摔了下去 他的脚 刚迈到楼檐边缘 正往下探头的时候 一双大手 毫无征兆地从楼檐下方伸出 直接扣在了自己的腿上 腿上传来一股向楼下拉扯的力道 猛然男子心中猛然一惊 来不及多想 他立即发力向后撤 试图远离楼檐边缘 这个险地 然而 他还是低估了那双手的力量 他刚一发力 就觉得自己的双腿 就像原地生根一样 不能动弹嘶吼 男子面色一变 手中多出了一把闪烁着寒芒的匕首 眼底闪过一抹利色 只见他对准那双宛如金属钳 一般的大手 猛然一挥 就在他刚发力的瞬间 一道带着几分细血的声音响起 你的反应还不错 可惜 还是慢了点 灵液手上瞬间爆发出更强的力道 一把将男子掀翻的同时 借了一个华丽的前空帆 稳稳地站在楼顶 目光锁定着眼前的男子 男子的匕首 被迫改变了攻击方向 匕首的半身 已经刺入了一旁的水泥地内 眼见男子的身体 就要与地面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这电光火石之间 只见他双腿忽然弯曲 身体顺势向后一仰 紧接着单手撑地 一个后手帆 安然落地 狂退数米 拉开距离后 男子停下 他的眼底 透露着掩饰不住的惊骇 林烨 你刚才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指不住问道 他不是没有想过 这两栋高楼之间 十多米的距离 如果换作让他来的话 简直就是自杀行为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你马上就会知道答案的 他话音落下 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一股强大到灵魂 似乎都在颤抖的压迫感 瞬间席卷了全身 男子的脸色指不住 瞬间苍白了起来 林烨不想耽搁时间 通过刚才男子的身手 他发现 他们之间 还是有那么一点实力差距的 这让他少了大半性质 你居然真的踏入了宗师镜 男子惊愕不已地开口 旋即眼底掠过一抹 止不住的贪婪 接着有恃无恐地说道 林烨 你定然用了什么 不为人知的手段 将自己的实力 生生给提上去的 如果你肯告诉我 我就放了他 林烨目光微闪 他看了一眼不远处 被束缚在椅子上的邝连庆 手上暗中多出树根银针 看到我手上的装置了吗 只要我按下上面的按钮 邝连庆就会瞬间 被垫成一具尸体 见林烨没有开口 理所当然地 以为他有所顾虑 男子冷笑着继续说道 林烨 我想你应该很关心 李诗兰跟孩子们吧 而眼前这个人 我猜 就算不说李诗兰 想不想见他 你那些孩子们也 郭躁 听见男子口中 提及李诗兰跟自己的孩子 即便他没有说太难听的话 林烨的心底 依旧生腾出一股无名之火 他当即冷声喝道 男子脸上浮现出 一抹阴测的笑容 林烨越是愤怒 说明他越是在意 李诗兰跟孩子们 因此 林烨更不会无视 邝连庆的生死 轻易就对自己动手 林烨 你也算得上 是一个异类天才了 我给你十秒钟考虑时间 如果你能 不需要十秒 拿下你 半秒 足够了 林烨目光冰寒一片 他神色淡漠起来 男子微微一正 林烨的表现 跟他预料中的完全相反 就在他愣神的瞬间 林烨以迅为之势 猛然对其挥手 子子 银针割裂空气的声音响起 很轻 但 他穿透了男子 手持遥控装置的手 四 男子倒吸一口凉气 他的手上 传来一阵阵钻心的剧痛 一时间 根本无法发力 迫不得已 他松了手 那装置顺势脱落 第148章 真乃神人也 林烨化身游龙 转瞬间闪身已然到了他的身边 接过装置 同时抬腿 一个横扫 这一击 直接扫在了男子的脸上 太快了 男子根本反应不及 啪 得一声响 他只感到脸上 传来一股烈焰灼烧般的痛 紧接着被这一股 不可抵抗的距离 直接扫翻在地 一阵天旋地转 头脑晕乎乎的 男子的脸上 当即多出了一个烟红的鞋印 他的目光即刻焕散了起来 我说过 你马上就会知道答案的 林烨化音落下 手上微微发力 银针顺势被他收回 想不到 你居然还有这种手段 我认栽了 男子死死地盯着林烨手中 几乎看不见的银针 他心中极其的惊异 那么细的银线 居然能承受一个成人的重量 而且那银针 能让林烨能相隔数十米 度过常人 根本不可能度过的难关 林烨目光锁定着男子 他的呼吸紊乱 面无血色 浑身气息萎靡 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 两秒后 男子双目一臂 静止躺在了地上 林烨不想耽搁时间 看了一眼手中巴掌大小的装置 随即闪身来到邝连庆面前 林先生 谢谢 邝连庆目入感激 强行支撑着虚弱不堪的身体 开口道谢 林烨微微点头 邝先生 你多少也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 关乎到我的孩子们的音乐历程 我怎么会放弃你不管呢 他话音落下 双手抓在了那黑红色的金属绳上 邝连庆眼底掠过一抹惊骇 林先生 这个金属绳虽然生锈 但你想用手直接 邝先生 你先休息一下 别说那么多话 林烨轻声打断了他 紧接双手猛然一扯 子子 卡 金属绳被静止扯开 最终被拉断 林烨面色平静 看起来根本就没有费多大力气 再一想起 林烨那天晚上 在中心文化馆 惊爆全场的表现 邝连庆忍不住开口 林先生 真乃神人也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我就收下邝先生的称赞了 健身上的束缚被完全解开 就在邝连庆正要尝试着挣扎起身的时候 他发现 林烨居然开始给他拔起了脉 这让邝连庆的瞳孔止不住放大 林先生 你音乐造诣非凡 身手了得 又有神乎奇迹的驾车 与驾驶空中载聚的水平 难道还会医术 他发现 他的心跳开始加速 嘴巴开始大张起来 迟迟无法闭合 略懂一二 林烨严谨一概地说道 他不想让邝连庆 费劲说那么多 听他这么说 邝连庆微微点头 想想也是 林烨如此年轻 能再抽出一部分精力去研究一道 能做到略懂一二 已经很难得了 邝先生 你之所以一直这么虚弱 是因为你的身上 还残留着一种毒素 林烨查探几秒后得出结论 紧接着话锋一转 邝先生 你就这么坐着 先不要乱动 就这么坐着 史林先生 难道你要当场 邝连庆惊一不定的话 并没有说完 林烨控制着银针 在他身上 已然开始了操作 邝连庆眼花缭乱 根本看不清 林烨的具体动作 但周身 四肢百骸 一股股暖流渐渐涌动 很快 他感觉他的力气 在渐渐恢复 几秒后 你可以尝试着站起来了 邝连庆瞪着惊骇欲绝的眼睛 当即照做 很轻松 他下意识挥动了几下胳膊 控制自如 至此 心底一股不可遏制的惊涛 瞬间让他瞠目结舌了起来 林 林 他的呼吸剧烈地起伏起来 哆嗦着嘴 说不出完整的话 直勾勾地盯着林烨 邝先生 虽然你现在能有一般的活动能力 但整体上的气力 还是偏偏弱 等一下我会架着你 带你起飞 林烨淡笑着说道 哦 邝连庆愣愣地开口 他的神色渐渐恍惚起来 见状 林烨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吧 肩头传了一股温和的力道 邝连庆微微一震 当即回过神来 好 不过 我现在已经能自己走了 这点不用劳烦 看到对面楼顶的直升机了吗 林烨一脸的神秘 嗯 我知道 你说得起飞 就是让我坐着直升机过去 邝连庆下意识回应 不过他隐约觉得 林烨话中有话 果不其然 这栋楼并没有修建电梯 近百米的高度 要是就这么走下去 太浪费时间了 邝连庆瞳孔一缩 他的心跳再次控制不住 加速跳动起来 颤抖着指着对面 相隔数十米的高楼 林先生 难道你说得架着我 起飞 就是直接 横跨过去 林烨点了点头 邝先生要是怕刺激过头了 承受不住 我们就走下去 也可以 邝连庆神情一致 他愈发觉得 眼前的林烨不可捉摸了起来 同时 一想到是他救了自己 没有问题 别看我年过半百 身体还算硬朗 林烨微微一笑 二人即刻并行 前往楼檐边缘 注意到躺在地上 一栋未动的男子 邝连庆目光闪烁间问道 林先生 我们就这么不管他了吗 林烨停住脚步 平静地开口 邝先生 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他 邝连庆他答非所问 他现在死了吗 林烨微微一愣 做出一副很是无语的表情 我说邝先生 你看我像是那种 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吗 邝连庆尴尬一笑 林先生 你放心 即便他真的死了 在我看来也是死有余辜 所以呢 你是担心他躺在这里 早晚被人发现吗 林烨有心调侃道 邝连庆微微点头 嗯 如果林先生不便 我会亲自处理接下里的 他没死 你放心吧 林烨淡淡一笑 扫了一眼地上的男子 眼睛微眯 他敏锐地捕捉到 那名男子的呼吸频率在加快 似乎是在序里 有什么动作要做 先回去再说 我不想让老婆久等了 林烨不动声色地说道 第149章 重量级人物 邝连庆连忙点头 二人又走了几步 已经处在距离楼檐边缘 两米不到的位置上 呼 宗师又如何 只要中了我的这招 短时间内 林烨 你也只能束手就擒 在林烨二人背后 男子已然站了起来 手中多出一个不规则的球形 大概小半个手掌大小的红色布袋 该男子的目光 死死地锁定着林烨 缓步对着林烨脉步移动 动作极其小心 欲要一击得手 邝先生 你可以先探头往下看看 提前适应适应这个高度 做些心理准备 林烨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背后的动静 自顾自地对邝连庆说道 平淡的语气中 流露出不容置疑的强大自信 好 心底赫然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邝连庆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下来 他当即迈不向前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捕捉着背后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动静 同时对邝连庆说道 邝先生 你可以适当放缓步子 有我在 虽然你的人掉不下去 但你要是真的从近百米的高空往下看 心理上受到的刺激太大 也不太好 他的心理默算着时间 带邝连庆就位 身后的男子冲过来动手的同一时间 自己在行动 五米 四米 三米 自己已然就位 男子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阴冷的笑容 紧接着身形微攻 他在调整 叙事待发 见邝连庆已经走到了楼檐边缘 同时 林烨正对邝连庆说着什么 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 哼 时机成熟 男子忽然抱起 他用最快的速度 手持红色布袋 锁定着林烨的背部 静止冲了上去 林烨正说着话 突然话锋一转 你的匕首 倒是可以当作防身用具 紧接着 林烨手中迎针 迅速击射在那把嵌入地面的匕首上 同时一拉 那把匕首 直接被他拉了过来 林烨手上一个翻转控制 匕首直接直立卡在了身后男子 即将冲过来的点位上 林烨的速度太快 同时在做这些动作的过程中 他并没有转身 放松了身后男子的警惕 这时的男子根本反应不及 脚下身风的他 眼瞅着手中红色布袋 就要盖在林烨背部林烨洞了 身影快如闪电 在男子的手 触碰到他之前 他已然一把架起矿连庆 纵身直接跃了下去 同一时间 眼前突然没了人影 男子心头一跳 同时脚下 猛然传来一股剧痛 他的心底突然一惊 下意识低头一看 狂奔中 根本来不及刹车 自己脚 已经绊在了 那把不知何时 已经改变了位置的匕首上 鞋子已经被割破 死 不好 他惊叫出声 然而 黄奔带来不可逆转的惯性 导致他的身体 已经不受控制的腾空 瞬间划过了楼檐边缘 下面是百米高的深渊 不 男子发出了绝望的奸笑 紧接着 他的身体 在经过一个 简短的抛物线之后 静止坠落 对面大楼 楼顶 回想起刚才 犹如在天上飞的感觉 邝连庆惊魂未定 同时 他正正地看着空中摔落而下 已经死绝了的男子 有些失神 他什么情况 怎么会自己跳楼 他刚才不是一直躺着的吗 难道没有昏迷 那是他装的 见我们要走 他便觉得时机来了 想要偷袭 林烨简单说了一句 可惜他面对的是林先生 邝连庆当即补充道 看向林烨的目光中 带着难以掩饰的镜 走吧 林烨说完 跟邝连庆上了直升机 很快 随着螺旋桨转动的声音响起 直升机缓缓起飞 紧接着一个华丽的俯冲 林烨驾驶着他 迅速略取 伙计们 你们听 又是那个直升机的声音 快 这次一定要拍下来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到底是谁在驾驶 真牛逼啊 几名青年目光统一地 盯着天空一个方向 没人理会桌面 因有人激动而被顶得倾斜 至此散落了一地 他们热爱的麻将 新颖娱乐 顶级招待室 蓝总 我想你过于担心林先生了 他这才刚出去不到十分钟 安妮 你并不知道 这四十多公里意味着什么 李诗兰语气低迷 娇艳的脸上 被隐隐的苍白不满 他很想给林烨打电话 但怕电话 那边传来的 并不是林烨的声音 他很想亲自去找林烨 但怕给林烨帮倒忙 他很想 蓝总 林先生那么英明神武 你要相信他 一定没事的 安妮轻咬阴唇 似是受到李诗兰的感染 穷鼻一酸 大眼睛里 隐隐有泪水打转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 老婆 你就怎么样 一道带着几分调侃 又熟悉无比的声音传来 林烨 二女同时起身 纷纷将目光转向门口 只见林烨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 正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们 她的身边 站着的正是邝连庆 中心文化馆的资深评委长 林烨 你没事就好 看到林烨安然无恙地出现 李诗兰内心深处紧绷的那道心弦 终于放下 她的嘴角 指不住浮现出一抹动人的弧度 我可是男神 能有什么事情 林烨会心一笑 轻描淡写地说道 随即看向一旁的邝连庆 话风一转 邝先生 坐吧 好 邝连庆爽朗一笑 当即入座 简单调整状态后 李诗兰正了正神 旋即跟邝连庆交谈起来 就在二人刚还没开始步入正题的时候 安妮的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看了一眼上面的号码 安妮小声对李诗兰说道 是硕瑶的电话 你去看看吧 有什么处理不了的 急事通知我 李诗兰随口说道 安妮离开 出了招待事 她接起了电话 安妮小姐 外面来了三个重量级人物 朔瑶的声音 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 他们都是带着价值不菲的礼物来的 安妮微微愣神 在她的印象里 南疆除了新颖娱乐 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剩下地龙娱乐了 而地龙娱乐的出名人物黄天 已经不知其音 销声匿迹了 怎么会突然间冒出来三个重量人物 第一百五十章 争风 知道朔瑶平日里不会随便开玩笑 转了转大眼睛 想到了什么 安妮的翘脸上赫然浮现出一抹激动之色 难道是 对 就是来自省城风兰的三大知名娱乐公司的人 朔瑶抢先答了出来 分别是腾飞娱乐的新玉 乐天娱乐的纵长松 以及清城娱乐的小婉青 居然是他们 安妮阴唇半张 瞪大了眼睛 相当惊讶 他们来得好快 我立即通知蓝总 他说完挂断电话 立即掉头进了招待室 安妮 这么激动 难不成是遇见了什么 过来膜拜本男神的人了吗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他先一步从骑泽那里得到了消息 安妮因激动 翘脸变得红彤彤的 他直勾勾的盯着林业 不愧是林业男神 你说的太对了 蓝总 我就先不打扰了 有时间我们再聊 见该说的 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邝连庆起身离开 路过林业 他又忍不住神色紧张 悄悄又郑重地补充了一句 林先生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考虑开一个专业的培训班 我来当你的手下 培训班 听到这三个字 林业微微一正 他没有立即拒绝 我会考虑的 邝连庆再次感激地看了林业一眼 随即离开 林先生 你要是开个培训班 恐怕同床之中 没人能有你的生意活 安妮目不转睛地盯着林业 翘声声地赞道 林业很是骚包地扬了扬头 那是自然 一旁的李诗兰 白了他一眼说道 就算你开培训班 那也要将孩子们放在手位 林业黑黑一笑说道 这不是肯定的吗 况且 我觉得其他的孩子 可没有我们的孩子天赋高 李诗兰很是自然地点了点头 好了 先出去看看三个重量级人物吧 人家大老远地过来 不要让人家久等了 他话音落下 三人出了招待室 新颖娱乐 大门外 长枪短炮 狂热粉丝将交通堵塞 星先生 关于这次林业男神带领他的孩子们 在中心文化馆 以完全碾压的姿态 夺冠的事情 您有什么看法 纵先生 如果让您亲自来评价 您觉得林业男神那天的表现 能得几分 晚清女神 听说您平日里不是在舞台 就是在家里 最新于音乐创作研究 这次 我能冒昧地问下 您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 魄力来新颖娱乐的吗 饶氏三人周边 都有数名身材彪悍的护卫在 依旧架不住周围沸腾的人潮 他们直接卡在了门外 就在这时 一到被麦克风增强 所有人都无比熟悉的声音 响彻在这片区域 各位俊男靓女 大家上午好啊 只见林业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了大门顶端 哇 男神出现了 赶快拍照啊 男神 我是你的小苹果呀 我是那一只任君采摘 酒醉的蝴蝶啊 林业男神 我是飞车党 您的忠实铁粉 林业这刚一出现 下面起伏不止的声音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这家伙这么喜欢爬高上低吗 见林业不知何时 已经处在基米高的门延上 李诗兰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他的眼底荡漾着层层涟漪 止住脚步 没有再继续动作 想要看看林业到底要做什么 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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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下方大面积目露狂热的人群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各位 为了保证以后 我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歌 请大家遵守交通秩序 给三位贵客让开道路 感谢大家的配合 他话音落下 人群立即疏散开来不少 心欲 纵长松 小婉青终于步入公司大门 都让开 没听到林业男神的发话吗 赶快赶快 我要听林业男神的歌 看着人群逐渐散去 林业一个华丽的空翻 稳稳地落地 见林业三言两语 就使得人潮迅速退去 安妮两眼放光 忍不住开口 林业 你的魅力也太大了吧 不等林业开口 一道宛如天籁的声音响起 林先生是我见过最有魅力的男神 小婉青看起来二十来岁 他穿着宽松的雪白连衣裙 饶势如此 那若隐若现 夺人眼球的曲线 依旧 他一头乌黑亮丽的绣发 垂于腰间 随风摇曳 搭配那张难以找到瑕疵的脸 撩人心弦 这话一出 他身旁的一个看起来三十来岁 助理模样的女子 眼底略过一抹惊讶 心中念叨 接触这么久 这不但是婉青第一次破例出门 同样是他第一次这么称赞异性 大家跟我来吧 我们进去谈 扫了一眼小婉青 李诗兰的语气 有几分难以令人察觉的轻了 众人来到招待室 林业 李诗兰 安妮三人坐一边 对面坐着的 则是小婉青三人 对我心意娱乐来说 大家能来 已经是彭壁生辉了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不用拘束 李诗兰打开话题 兰总太谦虚了 我要说的是 我们能来贵公司 可谓是倍感荣性 心欲笑着说道 他看起来三十岁上下 身穿一套鼻挺的西装 体型偏瘦 看向林业的眼中 时不时掠过一抹金芒 心欲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而不能代表别人 一直默不作声的纵长松 忽然开口 他的语气中的不悦相当明显 纵长松的年纪 与心欲相仿 体型中等 一身名牌 心欲只是微微一笑 话风一转 兰总 我就直说了 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你谈谈合作的事情 他这句话刚落下 小婉青也跟着开口 加快了语气 我这边也是 既然你们来兰总这里谈合作 那就拿出诚意 你们以为 兰总随便 就能跟你们合作吗 纵长松冷冷一笑 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屑 心欲眉头一皱 心里生腾出一股无名之火 语气冷淡地说道 纵长松 听你这么说 难不成呃呃 只有你才配得上跟兰总合作 第151章 纵长松的巨傲 纵长松 你们乐天娱乐 向来都是这么不懂礼节的吗 小婉青带没清楚 礼节 哼 足够的实力 才是重点 纵长松直言不会道 我倒要看看 你能拿出什么诚意 心欲立即回怼道 这刚坐下没多久 空气间已然隐隐充斥着 一股火药味 李诗兰连忙打着圆场 各位 大家既然来了 不管大家之间的竞争多么激烈 我也希望大家能暂时忍一忍 这样 对大家都好 纵长松冷哼一声说道 看在兰总的面子上 我就不跟你们计较 他话音落下 手中多出一份文件夹 里面夹着数张纸 仿佛 纵长松的所有诚意 都密密麻麻地记载了纸上 见状 心欲眉头皱得厉害 脸上闪过一抹韵怒 纵长松 不用这么哗众取宠 你这种徒有其表的做法 还有胆量 让别人来拿出诚意 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 纵长松会将诚意 写入满那么多的纸张上 纵长松面带讥讽 心欲 我的已经拿出来了 你可以拿出你的诚意了 心欲冷冷地扫了他眼 随即目光转向灵液 他不甘示弱地拿出了一瓶酒 上面没有标记名字 年代等信息 就是一个空瓶 里面装着白酒 哈哈 纵长松忽然大笑了起来 他止不住嘲讽道 心欲 你不会是天真到 将酒的外在包装什么的都打磨掉 就能凸显出他的神秘感 来博取眼球 太高价值吧 真是笑死我了 心欲的脸色气得有些胀红 他怒瞪了一眼纵长松 旋即看向灵液说道 灵先生 我知道 我的行为可能有所冒犯 但是这瓶酒乃是 废话真多 有本事你现场打开 凭借灵先生的嗅觉 轻松就能判断这酒的质量 纵长松的语速加快 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心欲吃扁 哼 开就开 心欲毫不示弱地喝到 随即打开了酒瓶盖 刹那间 纵长松的笑容僵硬起来 一股沁人心脾 浓郁 精纯到极致的酒香 疯狂地刺激着他的鼻腔 他忍不住大口大口的贪婪呼吸起来 这股酒香肆意地扩散至他的胸腔 乃至浑身 这 这是什么酒 纵长松无法自拔 沉醉在这股酒香中 目露痴迷之色 说话有些结巴起来 你想知道 见他这副模样 心欲淡淡一笑 随即画风一转 不好意思 我想告诉你 纵长松微微一震 旋即回过神来 意识到自己刚才失态 他的神色显得不太自然 我也带了诚意 蓝总请过目 小婉青不甘示弱地说道 他的玉手上 夺出了一张淡金色的卡片 卡片上 刻写着充满艺术性的字体 倾城娱乐 看到这一幕 人底皆是略过一抹金色 这是清诚娱乐 除了董事长之外 最高级别的执行证 心欲忍不住开口 但凡有了这张卡 可以说是侧面 转让了清诚娱乐的部分 绝对控制权 换句话说 清诚娱乐 已经将自己的部分 当做新颖娱乐的附庸了 蓝总 我清诚娱乐 是真心想要跟贵公司合作 这张金卡 请您务必收下 还请将我清诚娱乐 当做首要合作对象 谢谢 小婉青目光真诚 语气真挚 在这一刻 安妮已然觉得自己 目眩神迷了 她真想立即 替李世兰答应下来 即便如此 那又如何 纵长松冷傲的声音 再次响起 林夜饶有兴趣地盯着她 等待她的下一步动作 对于一个公司的发展来说 相比之下 这瓶酒 以及那张局限性明显 同时伴随隐患的金卡 跟我的诚意比起来 简直是形同虚设 纵长松阵阵有词地说道 言语之间 不忘记贬低心欲二人的诚意 你 见她这一副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的模样 心欲想要发火 但意识到 这是在新颖 还是李世兰面前 她强忍了下来 纵长松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这文件夹里面 到底藏着什么西式珍宝 纵长松傲然一笑 你们这些目光短浅之辈 既然决心要来 拿出诚意的同时 要多动动脑子 她说完 忽然目光忽然转向李世兰 态度有所收敛 紧接着展示着 打开了手中的文件夹 看到上面的内容 安妮直接忍不住惊呼了出声 这要有多么庞大的能量 才能拥有这么多的名下产业 还全部都是跟宣传媒体相关的 我的天啊 每一到三张纸 上面展现的 除了各个大小不一的企业的信息简介 剩余的 便是一份合同的内容 转让合同 现场 鸦雀无声 除了林业目录思索 其他的人皆是神色恍惚 他们陷入了无边的震撼中 这些宣传媒体 可以说是公司翱翔腾飞的翅膀 其作用可想而知 要是有了这些 合筹公司发展不够壮大 我乐天娱乐 小到消息里 被称作风蓝最强的娱乐公司 并不是徒有虚名 今天 在蓝总这里 我就破力量出一部分 我乐天娱乐的抵御 纵长松音调拔高 语气愈发的巨傲 你 你竟然这么有抵御 为什么不见你们乐天娱乐名面上 独占凹头 饶式针锋相对的话 心欲的语气 在明显的变低 纵长松面色微变 不过下一秒便恢复过来 这些是重要的辅助手段 公司真正的想要腾飞发展 还需要拥有真材实料的人员 说到这里 他顿了两秒 我想你们也知道 人才不是凭空出现的 需要培养 而想要将其培养到一个显著的高度 需要付出的不少的成本 所以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你们乐天娱乐 独却凹头的名号 并没有被大众完全接受的原因 林业语气平淡 替他说了出来 第一次被人这么插嘴 心底陡然生出一股不畅 但一看开口的是林业 纵长松只是脸皮微微抖动 当即态度有所收敛 微微点头 林先生所言极是 第152章 给你三秒的时间 蓝总 我还是希望你能跟我清澄娱乐合作 小婉青的美眸间 略过一抹不甘 这是个现实的事件 你能拿出什么样的诚意 就代表着 你有多么高的价值 而谁的价值高 谁才有资格跟蓝总合作 纵长松冷冷一笑 一副胜圈在握的模样 孟小雅的俏脸 指不住一白 她轻咬背齿 低头不再言语 李诗兰柳眉青醋 纵长松的言外之意 是只有她能跟自己合作 这也算是在转轴弯提出要求 一旦自己答应她 不说别的 就公司人脉的发展上 已经受到了限制 看着那个充满巨大诱惑力的文件夹 李诗兰美眸闪烁间 快速权衡起来 不好意思 我对你们乐天娱乐并不是很感兴趣 正当李诗兰刚张开竹唇 想说什么的时候 林业轻描淡写地开了口 热大的招待事 陷入了一片沉寂 星玉跟小婉青 在短暂的失神后 神色极其的统一 皆是张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林业 那文件夹里 可是对公司发展 起到极其重要的辅助作用的合同 林业就这么一句轻描淡写的话 直接拒绝了 短暂的震惊过后 换来的是一阵兴奋 这乐天娱乐一旦退出 那么机会 不就是留给他们了吗 林先生 我不是很明白 您的话是什么意思 纵长松的脸色 隐隐有些涨红 他的呼吸频率在逐渐加快 说出的话 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 李诗兰此刻 则是好奇地盯着林业 对于林业擅自表态 他也并没有感到丝毫不妥 即便有着 失去那个充满 巨大诱惑力的文件夹的风险 你身为乐天娱乐 这次出来的领头人 难道这么简单的话 不听不懂什么意思吗 林业语气平淡 这次谈合作 你们乐天娱乐 可以退出了 问 纵长松只觉得脑袋里一阵嗡鸣 他万万没有想到 饶是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 林业依旧会拒绝他 拒绝得还这么轻描淡写 他甚至有一种错觉 那文件夹里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什么合同 而是一张白纸 很薄 风一吹 急迫 短暂的恍惚之后 纵长松的心底 陡然间生出了一股无名怒火 他亲自带队出门 这种谈合作的事情 还没有人敢这么拒绝过他 他的声音 渐渐沉了下来 林先生 我想你应该知道 你的决定意味着什么 而且 你去 他的话 就是我的话 他的所作所为 也完全可以代表我 李诗兰开口打断了他 语气带着几分冷淡 看纵长松的脸色变得极快 话中居然透露 除了几分威胁 他隐约间察觉到 林业为什么会那么开口了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宋先生 我当然知道 我的决定意味着什么 无非就是多了一个竞争对手罢了 听林业说出这种害人听闻的话 依旧这么淡定 而且话中 还充斥着一股极其强大的自信 心欲跟小婉青等人皆是惊疑不定 他面对的 如今建了那文件家 那么可以说是 风蓝最强的娱乐公司 纵长松 哇 得一下直接站了起来 他的脸色彻底战红 林先生 我这次带着诚意来 你确定要这么不给我面子吗 给你面子 林业痴笑一声 不好意思 我对自以为是 狂妄自大 极端追求功利主义的人 确实难以提起什么兴趣 你 纵长松忍无可忍 直接拔高了音调 林业 我承认你是有着一定的音乐造诣 带领的团队也很不算一般 但一个娱乐公司的发展 要 纵先生 你可以走了 林业摆了摆手 静止打断了他的话 我 纵长松又要抬手 指向林业 林业眉头微皱 眼底掠过一道锋芒 在纵长松尚未完全抬起手的时候 林业一个闪身来到他面前 单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纵长松顿时感觉到 肩上传来一股不可抵抗的距离 宛如扛着一座山 根本顶不住 他静止跪了下去 膝盖狠狠地砸在了冰冷坚硬的地面上 随即一股钻心的剧痛 从膝盖上传来 死 纵长松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他额头上的冷汗 瞬间就冒了下来 面色变得苍白无比 纵先生 忘了告诉你 听了刚才你那带着威胁语气的话 我感到很不爽 林业的声音没有丝毫情感波动 仿佛 他随时都可能做出什么 见血不眨眼的事情 一股莫名的恐惧 瞬间熄灭了心底的无边怒火 纵长松颤抖着身体 连忙开口 林先生 是我冒犯您 我有错 我现在就到前 还有蓝总 实在对不起 我 你可以离开了 给你三秒的时间 消失在我的视线内 林业的语气不耐 纵长松连忙拿起文件夹站起身 刚到门前打开门 膝盖上传来的痛感 让他控制不住 上演了一个狗吃屎 半边身子露出门外 而这一幕 被门外等候的几名纵长松的保镖 最先看到 这招待式的隔音效果极佳 他们并没有听到里面的动静 以为纵长松摔倒了 纵先生 你没事吧 一名保镖动作不紧不慢 来到他身边 俯身开口 他并没有直接搀扶着纵长松起来 他心中清楚 纵长松极其地要面子 摔倒这种事情 根本轮不到他搀扶 他妈的 没看到我受伤了吗 还不赶紧搀扶老子起来 纵长松气得破口大骂 保镖愣了片刻 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将他扶起来 刚刚纵长松那一嗓子分贝很高 顷刻间引起了一楼正厅中的员工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纵长松被人打了 这不废话吗 看谈他的腿 都走不成路了 卧槽 他可是乐天愚乐的人 不会是林燕男神出的手吧 看他一脸吃瘪的模样 被梁保镖架着 我莫名觉得好笑 路过正厅 灰头土脸正离开的纵长松 听着耳边的小声议论 脸色变得无比的阴沉 林燕 我们走着瞧 他心中恶狠狠地诅咒起来 第153章 忘了一件事 招待室内 所有人的目光 皆是直勾勾地盯着林燕 林燕淡淡一笑 怎么 是不是被男神 我刚才霸气的举动给惊呆了 林先生 我知道自己的诚意不如婉轻 合作的机遇 还是应该属于婉轻的 公司那边还有事情要处理 我先走了 星玉主动开口 说完便起身离开 安妮下意识说道 星先生 来都来了 可以多坐一会儿啊 不了 谢谢贵公司的好业 星玉头也不回 快步离开李诗兰 美眸闪烁间说道 他也许是 想要明哲保身吧 就是保持中立呗 林燕随口解释了一句 李诗兰微微点头 随即看向小婉轻 李诗兰柳眉微醋 原本想要谈合作内容的想法 直接被搁置 他发现 小婉轻的目光 正一眨不眨地盯着林燕 心底隐隐声出一股不畅 李诗兰话锋一转 婉轻小姐 星先生刚才的行动 你觉得是明知之举吗 他的语气 听起来大致上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常态 这句不是很着调的话 让林燕微微一正 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 那隐隐的火药味 不知道 蓝总 林先生 我们还是谈谈合作的事情吧 可以吗 小婉轻心有不解 试图影像正题 然而李诗兰并没有让他如愿 合作的事情不着急 你之前的真诚 的确打动了我 所以我现在很想跟你聊聊题外话 这种小要求 我想婉轻小姐不会拒绝吧 小婉轻愣神片刻 她总觉得 哪里有些不对劲 想着为了 清城娱乐公司的发展 她的脸上 带着不自然的笑容 我觉得新先生的做法算不上好 但也不能说 就是坏的 小婉轻抬起玉手 轻轻扬了扬自己的秀法 继续说道 从当前结果上看 她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合作对象 毫无疑问 是不好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她并没有被乐天娱乐 纵长松给放在黑名单上 这点是好的 新先生可能是觉得 由于林先生刚才的举动 导致蓝总的新颖娱乐 也跟着得罪了纵长松 而新先生这个时候 如果再跟新颖娱乐合作 那等于说是 表明了立场 再跟乐天娱乐作对 她应该对乐天娱乐很是忌惮 那你们清城娱乐呢 是否忌惮他们 小婉轻话音刚落 李世兰便又抛出了一个问题 小婉轻待眉轻醋 心底的不悦在 逐渐加深 在她迟疑之际 林业忽然笑着说道 婉轻小姐 你说的合作 应该跟我相关吧 小婉轻美眸间 闪过一抹一色 刚开口要说什么 林业继续说道 是想要我为你们主要做代恋 代言等等这些吗 林业打算先入为主 以这种方式 将空气中的火药未点磨灭 见林业忽然插嘴 李世兰瞪了她一眼 没有再说什么 嗯 差不多是这些 林先生是我生平警戒的天才 到时候获得的收益 一切由林先生开口分配便是 小婉轻与其真挚 堂堂风蓝的巨头公司 居然直接将话语权交给了自己 林业的大脑高速运转 她的余光捕捉到桌面上的那张金卡 心中隐约间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婉轻小姐 你们不会是想让清城娱乐 成为我新颖的附属吧 她开玩笑般地说道 小婉轻轻敏珠唇 她沉默了 安妮的大眼睛里 渐渐充斥着一股匪夷所思 婉轻小姐 你们真是这么打算的 小婉轻目光闪烁间连声否认 我只是一时间想起了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刚才有些失态了 不好意思 林先生 蓝总 你们不用这么急着给我答复 可以好好考虑考虑 时候不早了 我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之后我们再聊 小婉轻将一张字条放在金卡面前 旋即转身离开 她刚走到门口 林业的声音传来 婉轻小姐 这张金卡你先拿着吧 毕竟我们还在考期间呢 没有结果 怎么能收 小婉轻身形一致 转身奄然一笑 接过林业手中的金卡说道 林先生 期待我们之后的合作 越来越好 林业微微点头 小婉轻离开前说道 不用送我了 别耽误了你们商量的时间 片刻后 会议室里只剩下李诗兰跟林业两人 林业直奔主题 率先开口 老婆 之前跟邝先生都聊了什么 我猜猜 是不是关于孩子们进军风篮 参加省城音乐大赛的事情 李诗兰整理了一下思绪 如实说道 由于我们的夺冠 再加上邝先生亲自前往风篮 与相关赛事负责人沟通 我们已经获取了风篮那边的邀请赛资格 时间 说到这里 李诗兰美眸间秋波荡漾起来 时间上给我们自由 想什么时候过去都可以 林业微微点头 随即一脸骚包的仰了仰头 怎么样 哥的魅力如何 嗯 李诗兰轻轻汗手 目不转睛地盯着林业 正要说什么的时候 手机震动了起来 心中莫名的有些不悦 拿起一看是安妮的电话 没有犹豫 李诗兰接起电话 蓝总 面试官这里的人已经满了 来面试的人太多了 安妮的声音很是激动 李诗兰的嘴角浮现出一抹动人的弧度 随即美眸闪烁间说道 没有限制面试人员数量吗 限制了 但作用不大 而且 朔瑶已经吩咐人堵住公司的院墙了 就那还有部分人翻阅进来 声称要面试 还有要见林先生的 一听安妮这么一说 李诗兰的柳眉促了起来 她很是称怪地盯着林业这个 罪魁祸首 悠悠地说道 林业 你这么活 倒是说说 这件事情 你打算怎么解决 林业目光微善 这种事情给陆运博打声招呼就行了 就在她的这个想法 刚从脑海中掠过的时候 林业面色微变 她这才想到 这马上都中午了 还没给陆小曼做指导呢 第154章 难道不能找个凉快的地方先休息吗 陆小姐 我们先回去吧 这么一直干等也不是办法 让我联系一下林先生也行的 烈日下 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保镖 对正呆呆地看着眼前别墅的陆小曼说道 要是实在怕打扰了他 我也可以跟林先生相关的人打电话 保镖做了一个重复了 不知道多少次的动作 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继续说道 抬着遮阳伞的手臂有些僵硬 陆小曼简单挥手 活动了一下 林先生说过 会过来的 他一定是有事情在处理 现在你打电话 会影响到他的 陆小曼的声音飘忽不定 隐隐有种病态 陆小姐 那我们不如换个地方等 何必要站在这里呢 保镖继续说道 林先生要是有事很忙 一旦再没有第一时间看到我 那么 陆小曼的眉眸间 闪播一抹令人心声怜惜的暗然 他低声呢喃道 那么也许 我连跟他交谈的机会都没有 他说完 烈日灼稍后的微风拂过 他娇柔的身体 微微摇晃了一下 显得弱不禁风 长时间在烈日下的战里 即便是有遮阳伞 对尚未步入 舞蹈的他来说 依旧感到有些头重脚轻了 陆小姐 你要是再这么坚持 我就要汇报给陆总了 保镖皱着眉头说道 陆小曼的声音很低 同时带着几分亲了 我的命令 你不听吗 保镖面色微变 他一时间闭口不再言语 但暗中已然掏出了手机 打算找机会联系陆运博 就在陆小曼轻轻叹息一声 刚张开口 在要说什么的时候 陆小姐 实在不好意思哈 中间处理了点事情 心中那道期盼已久 熟悉无比的声音传来 陆小曼奄然一笑 刚一转身 只觉得眼前一黑 身上传来阵阵虚弱感 静止往地上倒去 林叶眼神微动 脚下生风 闪身来到他的面前 一把还住了他柔嫩的柳腰 同时稳住其身形 林叶这一系列动作 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那名保镖神情呆滞 眼底充斥着震撼 刚才林叶与他们之间 至少有十米开外的距离 林叶刚稳住陆小曼的身形 手臂离开他的柳腰 不曾想 陆小曼又一次向地面倒了下去 林叶目光微闪 再次稳住他的身形 胳膊上传来阵阵发烫又温软 令人心生摇曳的触感 但他无暇顾及 陆小曼的状态明显不正常 林叶当即将他背起 几个闪身进了别墅 留下一脸蒙圈的保镖 别墅内 不想单个时间 林叶就近 将陆小曼放在了自己房间的床上 紧接着 他开始为其把脉 陆小曼此刻 已经几乎闭上了眼睛 他感觉自己已经虚脱了 见到林叶 他很想让自己继续保持着平常的笑容 但当前也只能想想 我说陆小姐 你在太阳底下站了多久啊 很快 林叶得出结论 陆小曼并没有大碍 心底松了一口气 做出一副很是不悦的模样说道 我可不希望你因为等我 而等出个大病来 这可不太好 他话音落下 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紧接着便是一套行云流水 驾轻就熟的操作片刻后 感到周深的气力逐渐恢复 陆小曼美眸间一踩连连 他起身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林叶 林先生 谢谢 林叶连忙摆了白手 道谢就不用了 你若不是为了等我 也不会这样 我就是有些纳闷 外面这大热天的 你身为陆家的千金 难道不能找个凉快的地方先休息吗 我想让你第一时间看到我 陆小曼直书胸义地说道 林叶微微摇头 忽然一脸叹息地说道 有时候魅力太大 可真的算不上一件好事啊 陆小曼浅浅一笑 不经意间打量了一下林叶的房间 微微一正 林先生 你睡的是客吗 他倍感疑惑 同时已经起身下了床 林先生跟蓝总不是一家人吗 陆小曼接着问道 他刚说完 就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问题 这似乎等于在说 林叶跟李世兰的关系 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 没有睡在一间房 不是 我刚才是不小心问的 请林先生不要介意 实在对不起 陆小曼像是犯了错的小孩 低垂着脑袋连忙道歉 他的心里也开始犯起了嘀咕 我这是怎么了 平日里的待人礼节都丢掉了吗 见了林先生 就跟着自己的意识走 林叶心有触动 但表面上淡淡一笑 话风一转 现在感觉身体好些了吗 嗯 就是有点渴 陆小曼美眸间闪过一抹脚下 小意思 你这也算是来了 是客人 我去给你倒水 林叶话音落下 闪身离开 见林叶离开 陆小曼的翘脸微红 他掏出了手机 开始在林叶的房间拍了起来 紧接着 他连不轻移来到了正厅 很快 他的手机里就多了数张图片 好了 把水喝了吧 是温的 刚收起手机 背后传来林叶的声音 转身发现 林叶刚好离开了餐桌 又进了厨房 餐桌上 正放着一碗温水 陆小曼来到餐桌前 端起碗喝了一口 一股淡淡的清凉 伴随着香甜可口的味道 刹那间 让他沉浸其中 他惊讶地看着这碗温水 不 这里面装着的是水吗 那里面装着的 是我临时加工出来的 你可以理解为一种药义 除了解渴 也能让你加快恢复 林叶走出厨房 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 林先生 刚才见你又进了厨房 是要做饭吗 周身气力恢复的确在加快 陆小曼轻轻汗手 话风一转 好奇地问道 怎么可能 这距离吃饭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是时候带你这个铁粉 起飞一波了 林叶很是骚包地 扬了扬头 引入主题 好 那我们去哪里开始 陆小曼翘脸上 带着掩饰不住的欣喜 这数次之后 林叶总算腾出时间了 林叶大手一挥 显得很有风度 当然是顶级录音棚了 第155章 涌动 顶级录音公司 办公室内 胡经理的双眼 直勾勾地盯着眼前屏幕里的画面 正是林叶在中兴文化馆舞台上的情形 胡经理的嘴里 时不时哼记着 原来我是一只 酒醉的蝴蝶 它眉飞色舞 沉浸其中 无法自拔 胡经理 胡经理 秘书的声音传来 胡经微微皱眉 眼底掠过一抹不悦 他并没有抬头看身旁的秘书 有什么事 快点说 林先生跟陆小姐来公司了 他们刚到公司的停车场 我 货 背下起身 胡经理又惊又喜 快带我去迎接 万万不能怠慢了林先生 林叶此时 刚与陆小曼在停车场下了车 林心声 您能来 我公司简直是棚壁生辉啊 胡经理几乎是跑了过来 他一把抹掉额头上的冷汗 神色激动地说道 林叶淡淡一笑 所以呢 还不赶快给我们安排顶级的录音棚 好 请跟我来 胡经理目光闪烁间连忙答应 几人静止离开 林先生 不知道我公司有没有资格 能获得您的代言 眼见不远处就是录音棚的门 胡经理按捺不住心中的想法 既恭敬又小心翼翼地说道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你难道就不担心 我给你们代言了之后 万一你们的声音火爆了起来 录音棚没有位置 到时候我来了去 只能干等 胡经理微微一愣 随即拍了拍胸脯说道 林先生放心 真到了那个时候 这里会有你的专属录音棚 而且我保证 都是最新的 最顶级的 我们先进去吧 一路被无视的陆小曼 声音有些轻了 林叶目光微善 随即说道 胡经理 以后有时间再聊 看着林叶二人进了录音棚 胡经理的神色一阵恍惚 紧接着猛然一拍大腿 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 陆小姐明明就在眼前 还是我们的常客 贵宾 居然把他点忽视了 唉 看他跟林先生一路 明显是关系不错的 到时候实在不济 也可以找他谈啊 录音棚内 陆小曼时不时轻咬背齿 美眸低垂闪烁 似有什么心事 陆小姐 是在想刚才胡经理的事情吗 林叶主动开口 嗯 心里确实有些拥堵 陆小曼轻声说道 不过转念一想 如果你没有那么大的魅力 他也不会那样吧 而魅力如此之大的你 又亲自带我这个铁粉起飞 这会儿我已经没事了 那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吧 地龙娱乐 谭智神色阴沉地坐在会议桌前 一旁的展棋低头不语 谭总 想不到我们请了那种高手 那邝连庆最终还是去了新颖娱乐 如今我们公司光是背地里 针对新颖娱乐 已经花了相当一部分代价 需不需要先 哼 谭智龙冷哼一声 打断了展棋 现在我们的背后 不是没有人撑腰 就算是鱼虎谋皮 开工没有回头剑 也要进行下去 展棋 你不会真的以为 上了他们这条船 想要下就能下去 谭智龙的语气渐渐低沉下来 他的手中多出了一张图片 上面的内容 正是林夜背着陆小曼 闪身进别墅的情形 展棋眼底闪过一道金光 他推了推眼镜 心领神会地将其收了起来 展棋 新颖娱乐面试那边的情况如何 谭智龙话锋一转 谭总 一切顺利 不出意外 今晚就能有收获 展棋胸有成竹地说道 好 另外 如果有绝佳的机会 别忘了迅速派人执行A计划 一定要慎重行事 王家大院 凉庭之下 坐着四个人 他们一个个神色阴沉 一言不发 即便是在室外 光线明媚 微风浮动 气氛依旧显得压抑沉闷 这四个人 分别是年过半百的王彭远 王坚 王岐峰 以及老者后燕 父亲 我儿子死于非命 如果不将那林夜错骨扬灰 我寝食难安 王坚一字一句 神色猙獰地对王彭远说道 王彭远眼睛微微眯起 并没有理会王坚 他对后燕说道 后老 查到是谁动的手了吗 后燕目光闪烁起来 眉头拧成了一团 据现有的查探结果推测 出手的人折服在远处 暗地里远程控制 那辆车 是被他提前布置好自动驾驶的 直接说结果 王彭远忽然立声喝道 后燕瞳孔一缩 紧接着摇了摇头 没有查到 王彭远冷哼一声 话风一转 与这件事情相关的人 除了秦先生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人 还有一个目前正在追踪的前安 后老连声开口 今天晚上十点之前 我要见到活人 王彭远语气森然地说道 没有问题 我一定全力抓捕 后燕立即应声 王坚沉着脸 双手紧紧地攥了起来 父亲 为什么不直接去将灵液给灭了 我 你给我闭嘴 王彭远怒声呵斥 王坚面色一白 闭口不再言语 王坚 你难道就不觉得这个灵液 处处充满着诡异吗 王彭远的眼睛 眯成了一条缝 想想那三险山的飙车传说 之前被灭掉的组织 陆家那老家伙的病 以及 他看了一眼后咽 以及后老当时 对灵液实力的奇异评估 这些无不透露着 这个灵液绝对不是什么一般的人 王彭远的语气 愈发的凝重 再看看之前中心文化馆的情形 我特意请问音乐方面的专家 对他做研究评估 专家声称 说到这里 王彭远再次拉长了话音 专家声称 那灵液堪称空前绝后的音乐神人 由此可见 这灵液背后 恐怕藏着足以与凡家这种深不可测的 影视家族媲美的势力 面对这样一个人 而且在真相尚未查清楚之前 你告诉我要去灭了他 王坚死死地咬着牙 心底因憋屈窝火 而使得他的脸色胀得通红 大哥 这件事情急不来 搞不好甚至会对我们王家 带来承受不起的灾难 身为兄弟 我明白你的心情 还是冷静一下 先听父亲的安排吧 第156章 端倪 王岐峰此刻开口说道 他的脸色同样难看 再次看了一眼王坚 王坚远深呼了一口气 目光中闪过一抹毒辣 不管那灵液到底是否动手 但我孙子王汉 为了针对灵液 已经离开了人世 这是既定的事实 从现在开始 给我锁定跟灵液有交集的所有人 既然喜欢玩这种不留痕迹的手段 哼 那我们就以彼之道还尸彼身 王坚瞳孔微章 心底涌现出一股莫名的兴奋 他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嗜血般的笑容 父亲英明 这才是我堂堂王家 应该有的姿态 都散了吧 记住你们各自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见到效果 王坚远挥了挥手 吩咐道 三人皆是恭敬的应声 随即起身离开 转过身 王岐峰的眼睛眯了起来 几秒后 他暗自点头 嘴角上浮现出一抹圣人的音效 黄昏来临之前 心隐于乐 凉亭之下 安妮坐在石桌前 额头上香汗淋漓 她的旁边放着一摞厚厚的文件 呼 处理那么多面试的人 真是累死我了 还好林先生叫了陆总来帮忙 不然今天别想睡觉了 他眨扮了两下大眼睛 旋即伸出白镜的小手 拖了拖香腮 读了读音唇自语道 林先生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魅力泰 看了一眼身旁 原本林业经常坐 现在空荡荡的位置 安妮神色带着几分恍惚 正在他低声呢喃之际 一到熟悉 又带着几分调侃的声音传来 安妮 你一个人要处理那么多文件 不觉得累吗 安妮的翘脸上 在无形中镀上了一层红蕴 他连忙寻声看去 只见林业已然来到了他身旁 坐在了原本那空荡荡的位置上 心底一股淡淡的 暖暖的 说不出的奇异感觉 使得安妮的翘脸上 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仿佛身上的所有疲惫 在这一瞬间都消失不见 不累 我可是蓝总身边的人 更是你的铁粉呢 安妮直输胸义 林业很是骚包的扬了扬头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我的魅力 我觉得也是 安妮挥动了一下小粉拳 连声附和 林业笑着掏出湿巾 递给了安妮 在上面跟孩子们 以及李诗兰互动之后 他下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 安妮下午的面试情况 还没等他开口 安妮便率先发声 林先生 今天公司面试 可是出了一个 在我见过的所有面试当中 音乐天赋最高的人哪 有多高 林业下意识问道 要不你跟我来看看吧 安妮说道 这是自己公司密切相关的事情 林业当即点头答应 很快 二人抵达了目标新人演练室 现在是休息的时间 偌大的演练室 平常这个时候人员稀疏 该休息的都休去了 可现在却不同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他正坐在架子鼓中央 身体 四肢正在以一种特有的规律 动作着 他的四周 围着一群其他刚来不久的人员 交进的天赋 不愧是最佳的 即便是这种不接触乐器的模拟操作 我也不可能做得到 他的人品又好 知道这是休息时间 专门这么比划着无声演练 不想打扰到大家的休息 人群议论之余 交进 你这么勤奋 又这么有天赋 就不怕 跟你同一时间来的同事 嫉妒吗 安妮的声音 从众人后面传来 有几个人下意识看向身后 四 灵夜男神来了 其中一名年轻人 忍不住激动地喊了一声 这一下 人群的目光 奇奇地转移到了灵夜身上 见自己的人气 瞬间被吸走 一点都不剩下 交进的神色毫无波动 继续手上的动作 男神 下午好 我是您的铁粉 弱弱地问一下 能不能给我签个名 看到男神后 我的心里 便被他那帅气无比的声音 给塞满了 人群开始有些沸腾 灵夜淡笑着抬了抬手 人群即刻安静不守 各位 现在是休息的时间 大家好好放松 我可不希望 将来看到 我要带的人还没开始起飞 人就先累出个病态 他这话一出 人群一阵骚动 我感觉我的心里暖暖的 男神真贴心 又帅人品又好 又有空前绝后的才华 这让我怎么能不被沦陷呢 为了将来能有机会 被男神亲自带队 我劝你们 还是赶紧散开 好好利用休息时间放松吧 很快 人群散去 林先生 安妮小姐 你们好 交进语气平淡 不等安妮跟林业说什么 率先开口 我这么练习 并不会打扰到大家 安妮微微一震 大眼睛转了转说道 你难道会读心术吗 知道我要说什么 交进回应 不会 安妮又是一愣 见她回答得如此干脆 忽然觉得有些莫名的好笑 你好 林业此时微微点头 对其打招呼 交进自始至终的动作 都没有停止 她这无声的演练 表面上看 的确流畅 但 拥有内境后期巅峰实力的林业 敏锐地 察觉到了一丝不对 这交进在演练的动作过程中 流露出了极其隐晦的 一股舞者的气息 林业不动声色地再次与安妮 跟交进简单交谈几句后 离开 她那一手架子鼓的操作 在新人中无人能比 是不是很有音乐天赋 凉庭之下 安妮笑着说道 不等林业开口 她又小声嘀咕了一句 就是感觉她怪怪的 说她很高了 也谈不上 她还主动给咱打过招呼 她对音乐并不感兴趣 林业轻描淡写地 道出了一句识破惊天的话 安妮带眉微醋 多了读音唇 露出一副疑惑的神情 现在 不能完全确定她的目的 林业平静地说道 我会做处理 见林业并不像是开玩笑 安妮一脸猛圈 第157章 两头是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这段时间 你也做好配合工作 我相信你的演技 不过要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安妮大眼睛转了转说道 有男神在 我才不怕呢 更何况 你还说过 要亲自照着我呢 林业做出一副 很是意气风发的模样 大手一挥 那是自然 我可是一言九鼎 鼎天立地的大人物 时间一晃 夜幕降临 别墅内 李诗兰与孩子们已经入睡 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是晚上九点十分 林业从床起身 紧接着快速闪身 来到别墅天台 今夜的风 比往日低了几分温度 林业抬头 看着夜空中闪烁着的繁星 他宛若星辰的眸子 饱含无尽的深邃 正在林业思索 近期事态变化的时候 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看了一眼上面的一串数字 是齐泽打来的 林业眼睛微眯 眼底一道锋芒掠过 该来的 还是会来 目标是一辆黑色轿车 距离别墅不到一公里 正在从正东方向 往别墅行驶 齐泽的声音没有情感波动 但字里行间 透露着一股冰冷彻骨的寒意 继续观察附近 这辆车我会处理 林业语速很快 说完挂了电话 接着 他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闪身跃下别墅 一个华丽的翻身 跃过别墅院墙 很快 他的身影隐没在街道之中 目标车辆 直接停在了别墅侧墙外的一处 隐秘的角落 紧接着 副驾驶的门被打开 一个看起来四十来岁 穿着一身黑色西装 即便是晚上 依旧戴着一副 遮住半边脸的墨镜 体型中等的男子下了车 紧接着 又从车上下来了两个身材魁梧 穿着一身黑色制服的保镖 男子静止走到别墅门前 他站在原地 没有其他动作 似乎是在思考什么 大概过了三分钟 只见他对着其中一名保镖 挥了挥那名保镖点头会议 旋即三两下翻上了院墙 不曾想 这名保镖刚稳住身形 一道很是不满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们几个 难道不知道半夜形势 通常会比较方便吗 现在才九点多 就按捺不住心底的躁动了 随着这句话音刚落 林烨的身影 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 出现在了院墙之上 他的一只大手 已然落在了保镖的肩头 保镖愣神期间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手上发力 肩头传来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保镖的身影 直接被林烨这一下掀了下去 林烨如影随形 一动不动 为首的那名男子面前 以这种方式前来登门 是不是不太好 林烨调侃的话中 夹杂着丝丝力道 男子不紧不慢地摘下墨镜 笑着说道 林先生 我是王家的王岐峰 请不要误会 我刚才的行为是迫不得已 我 死 王岐峰的话说到一半 林烨的一只大手 已然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王家人 林烨的目光冰冷 死 肩头传来一股 被生生挤压的痛苦 王岐峰痴痛 连声说道 林先生 我来有钥匙跟你商量 说 林烨面无表情地吐出了一个字 他的手并没有松开 一旁的两名保镖 即便是距离林烨不过两米 但个个静若寒蝉 那王鹏远已经开始下令 对 王岐峰将相关消息 如实透露给了林烨 林烨松开了手 不过眼底的冰冷 并没有削减多少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王岐峰活动了一下 依旧有些酸痛的肩膀 笑着说道 很简单 就是看王家的人不顺眼 林烨眉毛微调 他饶有兴趣地调侃道 你自己不是王家的人吗 既然如此 何不改个姓 林先生 该说的 我已经说得差不多了 对了 由于不知道你的联系方式 刚才我派人翻越上墙 并没有恶意 就是想找机会引起你的注意 以便与我们之间的交谈 临走前 王岐峰解释了一句 林烨并没有阻止他离开 刚才王岐峰的言谈举止 都在发生在他的眼皮底下 林烨基本确定 他并没有说谎 没有心思去猜测 王岐峰为什么要透露 给他王家的安排 眼底锋芒引线 林烨掏出了手机 林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吗 前安激动的声音传来 那些被您解救的人 都想好好感谢你呢 我也已经想好了 准备重新迎接一段新的人生 从现在开始 提高警惕 注意你身边的动静 我会 林烨并没有心思接前安的话查 不过他的话并没有说完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要做什么 住手 前安忽然大声喝道 紧接着 电话那边传来一阵打斗声 随着前安的一声闷哼 电话那边传来一道手机被踩碎的声音 联系中断林烨眼底一寒 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前安与他之间 虽然算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但之前与之共事的过程中 他的确是按照自己所说 贡献出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 就在他要立即动身 前往王家救人的时候 手机再次震动了起来 林先生 新颖那边有了新的情况 齐泽的语气冷淡 要不要我亲手解决目标人物 林烨眉头微皱 他的大脑高速运转了起来 一边是与自己共事过的前安 一边是李诗兰呕心沥血建立起的公司 思索之际 林烨的眼睛微眯 齐泽 记住你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未经我的允许 不要擅自动手 电话那边沉没了两秒 收到 继续汇报目标人物的情况 林烨语速很快 目标人物头戴鸭舌帽 一袭黑衣 头锤得很低 不轻其貌 距离新颖娱乐不到两公里 在其西南方向正在不行 继续锁定目标 确认了目标状态 林烨说完挂断了电话 不过 他并没有将电话收起来 而是拨通了陆运博的后码 新颖娱乐 西南方向的一条街巷 一个身穿一袭黑衣的人 在路过前方一个街巷口的时候 微微转头 看向距离他越发的近的新颖娱乐 下一秒 他改变了行进路线 一个转弯 向着新颖娱乐侧墙附近的街巷走去 第158章 紧急 黑衣人的迈步频率很统一 看起来跟路人无异 就是在普通的散步 就在他走到 有新颖侧墙三分之二距离的时候 停了下来 黑衣人不经意间左右看了看 确认了没有第三双眼睛之后 他脚下忽然发力 三两下攀上新颖侧墙 紧接着窜进了眼前的一棵高树上 身体被浓密的枝干遮挡 一套动作很流畅 就像是提前有了准备一样 新颖娱乐 哼 男子轻哼了一声 毫不掩饰地讥讽道 音乐天赋很高 不好意思 我对音乐没有半点兴趣 他正说着 简单活动了几下四肢 目光透过繁茂的枝叶 锁定在了新颖的办公大楼上 夜色下 那栋楼没有灯光 黑暗笼罩 就在他手脚就位 正要开始下一步行动的时候 交进 二十多岁 能有内行舞者的实力 在舞蹈意图上 的确算是略有造诣 这道诡异之极的声音 来自头顶 交进心神一震 他猛然瞪大了眼睛 旋即抬了抬头 林叶面带微笑 距离他的脸 不过三十公分 正俯视着自己 林 林先生 你什么时候 心底陡然生出一股莫名的恐惧 交进的语气结巴了起来 不用叫我林先生 我觉得你可以直呼我的本名 这样也能清楚地 给你自己提示 我们是对立的一方 林叶微微发力 一个华丽的翻身跃下 站在交进一米开外的位置 语气平淡地开口 一想到刚才自己的那番话 被折服在这里的林叶 听得一清二楚 事情已经没有了挽回的余地 交进目光闪烁间 心底一横 迈不向前 抬起一拳砸向林叶 直接动手 有觉悟 林叶神色淡默地说道 出去吧 因为你的存在 弄脏了这棵树 他话音落下 瞬间抬手 稳稳地扣住了交进的拳头 紧接着 随手像是丢拉机一样 将他往侧墙外一甩 啊 交进感觉到 他的胳膊要被声声扯断了 上面传来阵阵撕裂神经的痛楚 他忍不住发出了惨叫 紧接着 他的身体在空中划过了一个抛物线 静直砸在了公司侧墙外的街巷上 一声闷哼 交进脸色惨白 鲜血从嘴角溢了出来 浑身像是散了架 交进目露恐慌 他与林叶之间的差距 简直是如隔天渊 林叶面无表情 闪身来到他的面前 嗨嗨 胸腔一热 交进忍不住喷出了两口鲜血 谁派你来的 说出你的目的 你有十秒的回答时间 林叶目光锁定着交进 他的声音没有丝毫情感波动 在交进看来 现在的林叶 就像是一个寄冷血 又铁石心肠的恐怖杀手 随时都能要了他的小命 只要我说了 你是不是就能放过我 交进艰难地说道 还有七秒 林叶无视了他的话 不 交进心底彻底慌了 他大声喊道 是帝龙娱乐派我来的 我的任务 就是窃取新颖的数据库 机密文件 还有三秒 林叶继续说道 交进急得牙齿都在打仗 强大的求生欲望 刺激着他继续说道 谭志龙是帝龙娱乐的幕后主使 他说事后给我一笔可观的报酬 林叶的脸色沉了下来 如果今天他不在这里 去处理王家那边 跟钱安相关的事情 再加上 倘若齐泽又不是交进的对手 那这帝龙娱乐 岂不是要得手 一个公司的数据可 机密文件 这些何等的重要 之前交进的话 并不是危言耸听 自己这边两头是 在这个接骨眼上 谭志龙派交进过来动手 难道只是个巧合 还是说 他跟王家已经有了勾结 林叶 那笔钱我不要了 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 请你放了我吧 交进的求饶声响起 林叶目光微闪 就在他正准备 说什么的时候 手机忽然急促地震动了起来 林叶心神微动 难道是陆运博那边 有了状况 拿起手机一看 并不是陆运博的电话 而是齐泽打来的 林叶的心头 莫名地一跳 他忽然意识到了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他现在 并不在家掉虎离山 他飞快地接起了电话 林先生 别墅正南方向 一公里多 目标是一辆黑色商务车 齐泽的语速又快又冷 我马上赶到 齐泽 允许你行动 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林叶说完 就要挂断电话 而此刻 躺在地上的交进 手上不知何时 多出了一个细小的甩钩 这甩钩通体黑色 头部的红色弯钩 闪烁着森然的光芒 就在林叶刚 将电话收起的瞬间 So 一道金属滑破空气的声音响起 死吧 焦静已经练色猙獰地站了起来 这一击 他酝酿了好久 终于发现了林叶的破绽 林叶眉头微皱 他随口说了一句 你这么对待自己 倒是我没想到的 他话音落下 微微向后侧步 直接避开 手上并没有传来预想中 甩钩刺入林叶身体的感觉 反倒是猛然一空 焦静瞳孔剧烈收缩 这是他全力的一击 如今已经打出 再加上本就负伤的他 根本就收不回来这一击 那甩钩 在空中划过过一个半圆弧度 紧接着对准了自己 不 焦静发出了绝望的惨叫 滋滋 随着那甩钩刺入他自己的脖子 一股股鲜血随即流了出来 短短几秒的时间 染红了他的身体 林叶没有停留 浑身起息陡然一变 将状态调整到巅峰 周身衣服无风自动 手上多出树根银针 几个闪身 便穿上了附近的一栋楼宇 在他看来 横穿楼宇走直线 比开车在街道上跑要快 你们几个给我站住 有我在 休想静林先生的别墅 别墅附近的一条街巷 齐则眼底杀鸡毕露 冷声对着面前几名黑衣人喝道 齐则身形偏瘦 但棱角分明 一个人 而几名壮汉 皆是提醒彪汉 对比鲜明 第159章 我也很好奇 你到底会不会怕我 哪里来的漂亮小丑 居然敢在静哥面前放肆 找打 一名壮汉瞪着双目 话音还未落 就扑向了齐则 时间紧迫 现在那林也不在 你们几个 也跟着直接上 给我用最快的速度拿下他 都静对着身边剩余的几名手下吩咐道 几名壮汉对视一眼 瞪着滚圆的双目 直扑向了齐则 原本跟最开始的一名壮汉交手 齐则是占据上风不假 但面临一群壮汉 他的气势没过多久 便败退下来 就连抵挡以及规避 都变得勉强起来 很快 他的胸口被一名壮汉 一拳砸了上去 齐则闷哼一声 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几分 他强行压下 胸口传来的阵阵顿痛 紧咬牙关 双目泛红 凭着所有力气 跟这群人纠缠 让你们收拾一个垃圾 居然这么费劲 都给我滚开 都静不耐烦的声音 使得一众壮汉 纷纷停止了动作 小子 给你五秒的时间 跪下来自断双腿 免得让我动手 被人称作一大欺小 都静的模样 大概四十来岁 他脸上的横肉 看起来非常猙獰 你做梦 齐则语气冰冷 都静微微一愣 旋即怒即返笑了起来 刚才看你的实力 称死也就是内境初期高阶 而我 费什么话 有本事就动手 齐则冷冷地打断了他 都静脸皮疯狂抖动 胸腔一股怒火 直接冲上了脑门 他马的 老子第一次见 一个卑贱的小辈 敢这么 郭躁 齐则没有丝毫畏惧 再次打断了都静的话 紧接着主动发起了进攻 找死 齐则的进攻 在都静眼里 破绽百出 都静怒吓一声 紧接着同样抬起一拳 与齐则的拳头 直接撞在了一起 手臂上传来一股 宛如经脉寸断的剧痛 齐则来不及反应 只见都静抬腿 便踹在了他就伤 未愈的胸口上 嗨嗨 浑身的气血在翻涌 每一寸皮肤组织 仿佛在被烈火灼烧 齐则面无血色 嘴角刻出了烟红的血液 这就是与内静中期 实力的舞者之间的差距吗 齐则低难一声 他的眼神开始涣散起来 但 他撑着即将散架的身体 顶着渐渐模糊的意识 站了起来 哦 吃了我进八成的力道 居然还能站起来 不得不说 你的确有着过人之处 不过即便如此 你也没有丝毫资格 在我面前叫嚣 都静的眼底掠过一抹惊讶 他冷冷地说着 旋即迈步走向齐则 眼前渐渐浮现出的黑暗 在逐渐遮挡着视线 头脑上的阵阵眩运感 配合加深模糊的意识 在疯狂地与心中的那一道意志 坐着对抗 齐则忽然笑了 你笑什么 都静蔑视地看了齐则一眼 那不成你指望灵夜过来救你 哈哈 他说着 忽然狂笑了起来 充满怜悯地看着齐则 小子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所有的一切 都在谈总的算计之内 那灵夜就算是开始直升机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过来 我可以从你的笑中 感受到你的绝望 都静再次狂笑起来 呼 我并没有感到绝望 齐则说出了心底 那道不可动摇的意志 我说过 有我在 你们休想进入别墅 他话音落下 手上多出了一个拇指大小的装置 都静瞳孔微张 他隐约觉得 哪里不太对劲 齐则毫不犹豫 按下了上面的按钮 嗖嗖 树道金属滑破空气 凌冽的破风声响起 刺得都静耳膜隐隐作痛 感到四周突然一凉 他面色骤变 只见街向两侧的树上 猛然对着他 蹦射出了树道灰色的长钉 这长钉呈现锥体形状 细得有些恐怖 仿佛瞬间就能贯穿人的身体 都静来不及多想 手上多出一把明晃晃的砍刀 浑身气息一变 立即对准长钉挥动起来一个呼吸后 都静停止了狼狈的动作 他的衣服残破不堪 手上染着鲜血 呼 他大口地喘了这粗气 见有惊无险 脸色彻底地猙獰了起来 他目露凶光地盯着七泽 小子 差点着了你的道 都静森然地说道 说出你的遗言 死在我的刀下 你足以自傲了 七泽并没有接都静的话查 他是人 更何况实力的确与都静存在差距 即便一直在墙 在想阻止眼前的都静等人 终究抵不过身体上 刚才都静的一记重创 即便如此 他依旧保持着战力的姿态 林先生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一路跟着林叶办事 看着他一次又一次空前绝后的展现 七泽会心地笑着 看着都静抬起胳膊 横着抹向自己的一刀 七泽脸上笑容不变 只是有些可惜 不能再跟着林先生了 死到临头 你居然还想着林叶 就算他真的过来了 你觉得我会怕他吗 都静冷冷一笑 就在他手中的那把刀 距离七泽的脖子 只剩下不到五公分距离的时候 我也很好奇 你到底会不会怕我 都静察觉到 一道宛如来自地狱魔君的声音 几乎是在他的耳边刹那间响起 紧接着 都静惊恐不已地看到 他挥动向骑泽的那把刀 不知何时 已经被一只大手稳稳地扣住 接着他赶到虎口一震 不到半秒的时间 刀身 瞬间碎裂 成了数块 林叶的脸色 冰冷得可怕 他的目光锁定着都静持刀的 那条胳膊肘关节 随即抬了抬手 啊 都静发出了一声惨绝人寰的尖叫 他的手臂 瞬间反向弯曲 直接超过了90度 剧烈的痛苦 不断地从诡异变形的胳膊上传来 他额头上的冷汗狂貌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一想到但凡自己晚来了一秒 齐哥失手分离的情形 林叶的心底 便止不住爆发出一阵滔天的怒火 他没有停止动作 短短不到一秒的时间 都静的两条胳膊 已经被他废掉 都静惨叫连连 又惊又怒地瞪着林叶 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你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宗师级别 这不可能 第160章 宗平的不对付 林先生看到林叶出现 齐则终于支撑不住 眼前彻底陷入了黑暗 一头向地上栽去 林叶心底狠狠地一抽 他的双眼泛红 一脚将都镜踹翻在地 顾不上别的 立即给齐则把脉 很快 林叶周身的气息 在空气中变得肆虐 暴乱起来 他发现 齐则的身体状态极其地糟糕 齐则 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林叶轻声开口 手上迎针快速操作起来 片刻后 齐则并没有醒来 但他原本微弱的呼吸 正在逐渐地趋于平稳 都进此时挣扎着起身 他根本不曾想到 林叶如此年轻 居然能有宗师级别的实力 就算是十个 百个他 也不可能是林叶的对手 林叶周身 那令他的灵魂 都在颤抖的气息 让他战意全无 好容易稳住了身形 他看了一眼 原本自己手下所在的方向 现在是空无一人 心中已经生不起怒火 被恐惧霸占 都进刚要迈步 横空出现的一只大手 已经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啊 都进被林叶直接按着跪在了地上 冰冷坚硬的地面 被都进的双膝 静直压出了近十厘米的凹痕 林先生 一切都是谭志龙指使的 他忌惮林先生的实力 让我这次来查探林先生的别墅内 是不是另有乾坤 并没有其他要做的 还请林先生高抬跪手 放了我吧 膝盖 肩头 胳膊上 剧痛传遍了浑身的神经线 都进惊惊不已 道出实情 果然 又是地龙余乐 林叶冷冷地扫了一眼都进 随即一拳砸向他的心脉 都进根本反应不及 整个人倒飞而出 心脉附近传来阵阵痫 灼烧 以及持续的顿痛 胸腔猛然一热 都进狂喷一口鲜血 他仿佛一瞬间苍老了数十岁 瘫在地上 浑身透露着一股唯米的气息 都进目入绝望 他很清楚 自己已经彻底的废了 林叶背起其则 逃出手机 大脑高速运转之间 按下了一串之前 从来没有拨通过的电话 喂 是林先生吗 庄测梁激动的声音 从电话那边传来 您之前在陆家 用神乎奇迹的手段 就这老爷子的过程 我都历历在目 您 庄医生 麻烦你一件事 林叶语速很快 请说 只要我能办到 绝不推辞 庄测梁语气变得正重起来 南疆第一医院 大门门口 一个贴着林叶壁画的 公告牌旁边 两名四十来岁 身穿保安制服的男子 正在抽着烟 聊着天 同时 他们的身体 正在很有节奏地轻轻摇摆 两人的一只耳朵上 都塞着一个耳机 不知道那林叶 到底是哪路来的神仙 看了他的表演以后 我发现我 就连吃饭睡觉 都已经离不开耳机了 我从来都不用这东西 我还没告诉你 我的耳机里只有两首歌 那可都是林叶的 一名偏寿保安 很是自豪地说道 你这算什么 看看我身上 带着的手机充电宝 足足五个 随时随地 可以直接播放林叶的视频 这不比你单纯的 天要舒服 偏胖保安先开了衣服 得意洋洋地展示着 里面挂着的 一排手机充电宝 算你狠 不过比起这些 我觉得还是亲眼看到 林叶比较舒坦 偏寿保安说道 我也这么想 不过这也就只能想想 我们这里是医院 跟那林叶的音乐行业 没有半点关系 他不会 我来了 一道语速飞快的声音传来 即便只是简短的三个字 听在两名保安的耳朵里 却让他们心神一震 是林先生来了 偏受保安一声惊呼 他连忙转头 试图捕捉到林叶的身影 然而 他只感觉到 眼前刮过了一阵风 林叶的动作太快 直接翻越大门 窜进了医院内 医院主楼楼下 庄测梁抬手擦了一把 额头上的汗水 他接到林叶的电话后 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立即从十五楼冲了下来 庄医生 到底是什么急事 连院长交代给你的任务 都不管了吗 一道不悦的声音传来 庄测梁只是淡淡地 扫了一眼声音传来的方向 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 便不再言语 庄医生 你这么做 是 宗平 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你没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 心底生腾出一股无名之火 庄测梁冷冷地打断了他 宗平的火气 同样也上来了 他呵斥道 庄测梁 你身为这里的头牌医师 我已经提醒过你了 居然还敢擅自离开岗位 公然违抗院长的命令 我看 你是不想干了 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你有那么点医术天赋 就敢在这里耀武扬威 我宗平 会 郭躁 庄测梁高声喝道 他甩了甩手 静止迈步离开 你 宗平气得脸色战红 我这就跟院长汇报 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说完 他掏出了手机 庄测梁没有理会宗平 他的脚步速度在加快 自语道 不能怠慢了林先生 就在他刚路过前方一个拐角的时候 一只大手 悄无声息地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肩头传来一股淡淡的温热感 庄测梁下意识转头 发现林烨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自己的身边 目光平静地看着自己 林烨背着一个看起来很虚弱的青年 瞬间反应过来 庄测梁立即说道 林先生 他 他很虚弱 需要在这里调养一段时间 这是药方 林烨的语速很快 他话音未落 便将记者药方的字条 递给了庄测梁 他的心底 还放着王家 陆家 以及钱安那边的事情 庄测梁受宠若惊般地点了点头 将字条当作宝贝 小心翼翼地收集了起来 林先生 最高规格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跟我来吧 收好字条 庄测梁连忙开口 他察觉到 林烨还有急事要做 说完 他率先迈开了步子 林烨紧随其后 就在二人刚来到目标院楼下 还没进入院门的时候 林烨 居然能在这里 遇到你 第161章 是男神来了 这道从背后传来的声音 很动听 然而林烨无暇顾及 对他他来说 这道声音很是陌生 他并没有回头 看了一眼身旁的庄测梁说道 继续走 庄测梁面色微变 但不到半秒便回过神来 点头继续迈步 哼 庄测梁 我说你怎么下来的这么着急 原来身边跟了一个大人我 看你们这架势 恐怕不需要走医院流程吧 林先生可真是有特权 宗平那令人感到不爽的话 也从身后传来 庄测梁冷哼一声 继续迈步 想要走进还差几米就到了的电梯 庄测梁 我看你胆子是真大 身后的宗平怒喝一声 随即电梯面前 出现了两名身穿黑色制服 提醒彪悍 面色不善的壮汉 他们二人一左一右 直接将电梯的门给堵住 见状 庄测梁心头穿上一股火气 他冷着连转身 对不远处的宗平喝道 宗平 这里是医院 难道你想让你的人 公然在这里闹事 宗平傲然一笑 眼底掠过一抹讥讽 不好意思 我跟前院长已经商量过了 遇见什么不良事件 我可以派人处理 你不是很喜欢走楼梯吗 对于这点 我倒是可以看在 我们是同事的份上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宗平 让你的人让开 庄测梁的脸色 彻底阴沉了下来 他现在很想上去抽宗平一巴掌 不等宗平开口 林液忽然神色淡漠地问道 去几楼 哪个房间 庄测梁连忙回应 二十八楼 六零六房间 脚下生风 林液即刻动身 三两下闪身上了电梯 才二十八楼 上电梯 那太慢了 太快了 所有人根本反应不及 这里已经没有了林液的踪影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林液的身影出了楼道 进入二十八楼的走廊 这个时间点 医院的人不多 他闪身来到前台 前台 一名二十来岁的护士 双眼正在直勾勾地盯着手里的手机 他时不时晃动了几下已经僵硬的脖子 并没有注意到林液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林液男神也太帅了吧 他这无与伦比的魅力 恐怕会吸引不少女孩子 他的目光渐渐有些迷离 痴痴地说道 我就收下你的称赞了 请问六零六房间在哪个方向 林液淡淡一笑 语速不慢 六零六 那里是医院最高规格的单人病房 需要经过上级批准的证明 请问你带了吗 护士头也不抬 依旧盯着手机屏幕说道 过于专注的他 忽视林液的前半句话 他并不知道前台站着的人 就是林液 证明 林液目光微闪 不想耽搁时间 身影一闪 自行在走廊间查探起来 不到两个呼吸 他便发现了目标房间 门是开着的 地面很干净 里面有一名保洁员 正在细心打理 林液闪身进房 将齐泽放在了病床上 他为他接了一杯温水 齐泽张了张干禾的嘴唇 看向林液的目光中 饱含着抹不掉的感激 林液轻轻将他扶起 给他喂下 齐泽 好好在这里调养 你现在很虚弱 林液说完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按时用药 庄测梁会好好配合的 有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别忘了通知我 嗯 齐泽想要郑重地点头 但身上的无力感 导致他只是 做了轻声回应 林液微微点头 闪身出了病房 他打算跟庄测梁 最后交代几句 再离开 很快 他的身影出了一楼的楼道 医院正听方向 传来嘈杂的声音 同时 林液目光快速略过四周 一条通向出口的走廊 另一条是通往正厅的走廊 他并没有发现 庄测梁的身影 他眼神微动 脚下生风 不过半个呼吸 来到正厅 正厅中 正围着一群人 他们的议论声 此起彼伏 这下有好戏看了 宗平跟庄医生 应该是彻底撕破脸皮了 可惜的是 院长这时候不在 如果院长在道场 那事情肯定会更精彩 我说 你们不都是 来这个医院看病的病人吗 这唯恐天下不乱的想法 万一要是成真 庄医生走了 你们还能看得上哪个医生 看看把我们的女神给急的 第一次见他这副皱眉的表情 不过我还是怎么看 怎么顺眼 林液翘无声息地没入人群 一眼便看见了情形的全貌 庄测梁 我看你今天就是趁着前院长不在 想要 少在那里贼喊捉贼 你究竟想怎么样 庄测梁的背后两侧 分别站着一名壮汉 束缚着他的一条胳膊 我的目的很简单 你向大家主动承认 你做的不妥的地方就行 这件事我便不再追究 宗平挥了挥手 做出一副很大度的模样 我怎么感觉 这宗平画中有画啊 你多多换几个角度 考虑考虑他的画 再看看他的姿态 哦 我觉得我已经发现了什么 他这分明是想要贬低庄医生 同时借机抬高自己啊 庄医生到底做了什么不妥的事情 你们谁知道吗 人群小声议论 林液眉头微皱 他一开始便觉得 这宗平跟庄测梁之间并不对付 陆运博与前安那边的事情还未处理 心绪翻转之间 林液动了 他纵身一跃 一个华丽的空翻 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抛物线 紧接着落在了宗平与庄测梁之间 全场原本的议论声 戛然而止 变得鸦雀无声 一道充满激动的声音 赫然从人群中响起 是男神来了 嘶 真的是林液男神 赶快拿出手机 想不到有朝一日 我与英明神武的偶像之间的距离 居然如此的近 全场的气氛 顷客之间变得热烈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 在这一刻都聚焦在了林液身上 林液用 只有他跟庄测梁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庄医生 这里不便说 庄测梁有些愣神的点头 他的眼底充斥着掩饰不住的惊骇 28楼 这才多久 两分钟不到 林液就这么下来了 第162章 阻结 得到庄测梁的点头回应 林液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众目睽睽之下 他以迅雷之势 迅速解开两名壮汉对庄测梁的束缚 同时架起庄测梁 快如闪电 直接窜出了医院正厅 这一套动作 用的时间不到三秒 林液就这么 消失 原本热烈无比的气氛 猛然一将 接着又是一阵匪夷所思的一轮 院内 一棵高树下 林先生 您 您有什么吩咐吗 看着周围几乎是刹那间变换的场景 庄测梁惊魂未定地说道 你跟那宗平 接触的有一段时间了 如果你妥协了 他会怎么做 林语速很快 庄测梁微微一正 虽然不明白林液什么意思 但他还是认真思考着回应 他会暗自洋洋得意 并不会真的做出太过分的事情 好 林液拍了拍庄测梁的肩膀 那麻烦这次你先妥协 林液心中清楚 这件事的起因 有他本人的影子 他也想留在这里处理事情 但他是人 不会分身 只能紧着一件事情处理 想要先了解 一下庄测梁妥协后的情形这点 也是无奈之举 若庄测梁真的会有人身安危 或者其他方面的重大危机 那么他也会毫不犹豫地 选择处理庄测梁的事情 现在得到答案并没有 这让林液的心底 稍微松了一口气 林先生 你有什么事情 就去处理吧 庄测梁心领神会地说道 谢了 林液说完 闪身离开 夜色下 郊区的公路上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 正在向前方 还剩两公里不到的市区 直线行驶 就在还剩不到一公里的时候 这辆车 忽然来了个急刹车 随着轮胎与地面之间 摩擦产生的刺耳声落下 黑色商务车停了下来 他的对面 半公里的距离 出现了三排黑色轿车 公路两侧分别一排 已经被堵住了的市区入口前 一排 几十辆车 陆运博从公路中间 靠前的一辆车内下了车 看着眼前的商务车 他的目光冰冷 随着他下了车 足足有上百号人 纷纷跟着下了车 将入口堵的水泄不通 一方是几十辆车 上百号人 一方是一辆商务车 几个人 对比极其的鲜明 然而 这辆黑色商务车 在刹车停下来后 并没有逃跑 反而主动熄了火 见到这一幕 陆运博的眼睛眯了起来 商务车上下来了四个人 陆运博快速打量起来 一名老者 一个猛面黑衣男子 一名保镖 以及这次要解救的目标人物 前安前安 此时面无血色 王家与陆家之间 虽然有大大小小的竞争关系 但都是公平竞争 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 你如今这阵仗 明显是要跟王家撕破脸皮 为了那灵液 值得吗 老者的声音 侵入在每个人的心神之间 陆运博的脸色 凝重了几分 眼前的老者 实力绝对不低 我倒是挺好奇的 依你的实力 为什么会选择寄人篱下 为王家办事 陆运博冷冷地说道 你们的话 很多 老者身旁 蒙面的黑衣人忽然开口 下一秒 他的眼底 闪过一抹嗜血的光芒 惊艳 阻挡我血迷者 死 他的音调不高 但周身刹那间 蹦射出的恐怖气息 令气氛随之一变 温度 似乎降低了几分 心底生出一股 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陆运博瞳孔一缩 这还未开始动手 他这边的人数众多 本身自己 还抱着 必然要救下前安的决心 而在这一刻 陆运博发现 他的心底 居然开始萌生了退意 对方仅仅是一句话 已经让陆运博的额头上 渗出了冷汗 陆运博强自镇定 对身旁的一名面色 略显苍白的手下吩咐道 你离开这里 负责联系林先生 那名手下步伐很快 直接离开 我允许你们叫人 来得越多越好 自称血迷的男子 开口说道 不过现在 你们准备好赴死了吗 他话音落下 整个人卷起一股 凌冽异常的进风 直接冲入了 公路一侧的人群 仅仅是不到两秒的时间 人群中骨骼断裂 被碾碎的圣人 声音响起 惨绝人寰的叫声 起伏不止 哼 真是不自量力 老者冷冷说道 血迷的实力在我之上 已经达到了宗师境界 而且是内境后期中间 陆运博 在这种绝对的力量差距面前 你妄图用人海战术应战 简直是自取其辱 陆运博没有理会老者 他的双目通红 捕捉不到血迷 但他死死地瞪着惨叫声 传出来的方向 他的心在低险 陆运博 你放心 血迷一般不喜欢直接杀人 老者忽然阴阳怪气地说道 不过他喜欢看到 人在痛苦挣扎时候的模样 享受一段时间后 才会下杀手 陆运博并不理会 他的手中多出了一把长刀 见状 老者微微一正 随即眼底闪过一丝讥讽 陆运博 你天天忙于自己的家族产业 居然还有心思休息舞蹈 你这最多 也就刚不如内境初期出街的实力 跟蝼蚁没有区别 陆运博的眼底 透露着决绝 当着我的面 折磨我的人 该死 老者大笑道 明知道是送死的行为 还敢上前 他话风一转 阴测测地说道 血迷不会让你失望的 陆运博看着自己的人 纷纷撤向了自己的身后 他则原地未动 你也算是 在我见过太多的领头羊中 比较有勇气的 很愤怒吧 我就给你十秒钟的时间 对我出手 我不还手 血迷的话 音调不高 但听起来 令人很不舒服 而他的话音未落 扫了一眼地上的残肢断臂 陆运博怒吓一声 用尽了全力 挥动着手中的长刀 对着他冲了过去 手起 刀落 这一刀 直接披在了血迷的肩上 他居然原地不动 陆运博震惊之余 发现刀身在震动 在嗡鸣 而他的虎口 被震得生疼 第163章 变故 这一刀 仿佛披在了坚硬无比的金刚石上 陆运博面色骤变 心底狂跳起来 还有6秒 血迷淡淡地说道 陆运博收刀 他猛地咬牙 这次他直接锁定了血迷的脖子 紧接着 陆运博起手又是一刀 刀刃闪烁着锋芒 划破了空气 就在刀刃 即将触碰到血迷脖子的一刹那间 血迷动了 他以更快的速度 顺着陆运博的刀刃攻击的方向 身子微微一侧 陆运博感觉他这一击的着力点 有那么一瞬间猛的一空 这使得他的动作微微一致 这一击的发力变得弱上几分 即便没有时间蓄力调整 做更强的攻击 但陆运博还是继续对准 血迷的脖子抹了上去 血迷的目光中带着一丝玩味 他在微微侧身后 并没有继续动作 陆运博手中的长刀 静止抹在了他的脖子上 没有失手分离 没有看到刀刃入肉 更没有剑红 还有3秒 血迷那惯有的低声 再次响起 陆运博额头上的冷汗直冒 他咬着牙挥动长刀 再次改变攻击点 这次 他对准血迷的眼睛 直接戳了上去 天真 血迷低声开口 看着眼前逐渐拉近的刀尖 他抬了抬手 只见他的一根食指 与刀尖触碰 稳稳地抵挡住了陆运博 这全力一戳 血迷的手指 就像一个生生汗上去的金属 陆运博发现 任凭自己如何发力 刀尖根本不能再往前挪动嘶吼 实力差距 实在是太大 一股不可遏制的绝望 从心底生疼 陆运博缓缓缓垂下了颤抖的胳膊 时间到 在你死前 我会慢慢撕掉你的四肢 让你享受无边的痛苦 血迷话音刚落 他的手如阴爪 对准陆运博 直接动手 陆运博连血迷的身影都看不清 即便看清了 他也很难规避 眼间那阴爪 即将触碰到陆运博的刹那间 找死 一道惊雷般的响声 忽然炸裂般传来 血迷的眼底 第一次有了异样的波动 他收回了动作 这种手段 感受着四面八方 击射过来的威胁 血迷低难了一句 随即一个闪身 离开当前的位置 呼 林先生 此人自称血迷 他的实力 深不可测 看到林叶 闪身出现在自己身旁 心底止不住生出一股安全感 陆运博挣了正神 陈生说道 林叶没有回应 他迅速给陆运博把了把脉 见陆运博没有大碍 林叶心底稍微松了一口气 你就是林叶 血迷的眼底 闪烁着嗜血的光芒 阴掉第一次拔膏 林叶并没有理会血迷 而是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老者 那名老者 同样看了过来 林叶 在心影风光的如何 老者的语气带着嘲讽 我希望 我们这第二次见面 不会是最后一次 不错 这名老者 正是当初王翰带领着 前往心影的侯老 侯老说完 对身旁的那名 束缚着钱安的手下摆了摆手 手下会议 他拿出一把匕首 架在了钱安的脖子上 林叶 如果你能告诉我 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能爆发出宗师级别的力量 那么这个钱安 我会考虑 让他有个痛快的死法 侯老的眼睛 眯成了一条缝 侯燕 不要动手 血迷冰冷的声音响起 无形中 一股寒意袭来 侯燕心神一阵 瞳孔微张 连声开口 放心 这只是备用手段 不会影响你发挥的 血迷的瞳孔内 映射出妖异的鸿芒 再次扫了侯燕一眼 血迷的这道目光内 仿佛带着一把恐怖的利刃 击射过来 侯燕心惊胆战 目光闪躲 不敢与之对视 林叶 我对你这种一军出起的天才 很感兴趣 血迷淡淡地开口 林叶神色淡默地锁定着他 眼前的血迷 能避开自己刚才那一击 已然说明了他的实力 至少在宗师级别 那么血迷的背后 恐怕有着不小的靠山 林叶 从刚才那一击中 我能感受到你的怒火 现在怎么选择沉默了 血迷的声音响起 你如果不动手 我会当着你的面 用我的方式折磨 屠戮你身后的那些人 林叶脸色一沉 一想起刚才血迷 对陆运博动手的情形 他便忍不住怒从心头起 下一秒 他的脚下 轰然发力 他脚下的公路 熬了三公分之多 林叶闪身冲向血迷 气势如虹 犀利异常 静风在他周身呼啸 他抬起一拳 没有任何花里胡 轰向血迷 血迷浑身气息暴涨 同时抬起一拳 与林叶对轰 二人的拳头 在互相触及的一刹那 围绕着二人的地面上 卷起一股旋风 荡起了层层尘埃 血迷眼底的惊讶 一闪即逝 他向后一个撤步 拉开了与林叶之间的距离 二十多岁 能拥有这般实力 你果然有问题 血迷的眼底 此刻掠过了一抹 难以掩饰的兴奋 林叶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没有开口 与林叶交手 而是突然闪身到了侯燕那边 林叶目光微闪 注意到血迷一旁的钱安 他暂时停住了进攻 感受到一股令人胆寒的气息传来 侯燕面色止不住一白 他低声对血迷说道 血迷 莫不是上面传来的消息 计划临时有变 血迷的眼底 划过一抹妖艺的鸿芒 带着钱安离开 去老地方等着我 侯燕立即回应 好 很快 侯燕跟那名手下 以及钱安入了车内 车子即刻发动 调转了方向 就要离开 林叶眉毛微挑 看着即将离开的车辆 手中多出数根银针 战斗的时候 分心并不是一个好习惯 血迷话音落下 双手上分别多出了一把 闪烁着森然锋芒的双头弯刀 他忽然抱起 对林叶发起了进攻 收回目光 林叶神色冰冷地看了一眼 那挥向自己的弯刀 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第164章 血迷逃走 嗯 血迷心神一阵 瞳孔微微放大 我还是低估了你 他说完 立即改变了攻击方式 将左手上的双头弯刀 对准林叶直接甩出 二人的距离不过两米 那把弯刀 眨眼间便旋转着出现在 再距离林叶的胸 不到三公分的位置 林叶弹了弹手 迎针对准弯刀 击视而出 叮 的一声翠响 那把弯刀被直接弹开 就在此时 血迷挥动着手中的 另一把弯刀 已然冲了上来 林叶发现 那把弯刀 距离自己的胸口 不过三公分 太近了 而且弯刀并没有脱离 血迷的手 再用银针消耗太大 并不是明智之举 电光火势之间 林叶有了判断 他脚下发力 猛然向后闪动 准备规避弯刀的攻击范围 闪 血迷忽然吐出了一个字 他刚说完 原本已经闪身向后 正处于腾空状态 在弯刀攻击范围之外的林叶 眼神微动 他隐约察觉到了哪里不对劲 果然 只见血迷手上一抖 那双头弯刀的一头 直接脱离了刀柄 旋转着 对准了自己的腰腹 带着滑破空气的嗡鸣声 激射而来 腾空状态 脚下没有着力点 难以自如地控制身体 气氛紧张起来 林叶心绪快速翻转之际 忽然将手中的银针射向地面 借助其抓地的力道 紧接着猛然向上一抬手 银线猛然被他拉得崩直 同时 他的身影凌空一个后仰 那把机设向林叶的弯刀 与林叶扬起的面门之间 不过三公分的距离 规避血迷这一击后 林叶单手撑地 一个后手翻稳住身形 你还有这种手段 血迷的眼底 闪过一抹惊异 在遇见林叶之前 受到他这种攻击手段的人 非死极惨 无一例外 只见他收起弯刀 手中多出了一个淡蓝色药剂瓶 林叶眼睛微眯 他即刻想起了 之前跟前安共事 所遇的那个狂傲青年 亦是秦先生提及的樊玉 眼前的血迷 背后站着的 难道是影视家族 樊家 林叶 能让我血迷拿出他的 你是第一个 血迷的声音 一如既往的低 但即便如此 也掩盖不了他眼底 那嗜血的光芒 我能感受到 你并没有尽全力出手 是担心那前安吧 无妨 侯燕不会下令杀了他的 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出手 现在已经看不到 前安所在的商务车的影子 即便这血迷不开口 林叶也不打算留守 他要在短时间内 解决血迷之后 抓紧时间去追捕侯燕 血迷 你也是第一个 让我全力出手的人 林叶随口说了一句 浑身气息陡然一遍 林叶的衣角 无风自动 烈烈作响 心底忽然生出一股 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血迷的眼里 第一次出现了惊惧 浩强的气息 最起码到了宗师境界巅峰 即便我服用了他 也不可能是其对手 这道不可遏制的想法 瞬间占据了血迷的大脑 血迷没有丝毫犹豫 手中多出一个深灰色 巴掌大小的布袋 想起之前的梵允 同样拿出过这种形式的布袋 林叶下意识地心中念叨 不是黑色的 祝你好运 血迷忽然这么说了一句 即便是只有四个字 听起来却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甚至与他之前的风格 出入也有些大 林叶目光微闪 就在他脚下发力 刚准备动手的刹那间 他发现 血迷忽然将那深灰色的布袋 甩了过来 林叶刚侧身准备避开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血迷忽然说到 他话音未落 直接转身 迈不闪身离开 碰 的一声 那深色的布袋 直接炸裂开来 喷射出来的暗红色雾气 顿时将林叶给包围 一股股极其刺鼻的味道传来 周身的皮肤上 隐隐有些发痒 同时 一股力不从心的感觉 顿时在心底生疼而出 林叶眉头微皱 察觉到自己中了毒 他立即闪出 这团暗红色的雾气 这毒素虽然能被他暂时压制 但始终需要有所消耗 如果这血迷在眼前 那他可以立即出手 可眼下 已经没有了血迷的影子 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林叶快速对自己施展了起来 片刻后 树滴暗红色的液体 被他从银针甩出 林 林先生 接下来该怎么办 陆韵伯的声音 颤抖地传来 他刚才亲眼目睹了 林叶与血迷交手的整个过程 然而 即便距离并不远 他觉得他依旧像是在看神仙打架 心里惊涛汹涌 林叶顺着公路 看了一眼侯燕之前离开的方向 略微沉吟对陆韵伯说道 陆总 带手下们该养伤的养伤 该休息的休息 这次改变行动计划 暗地里盯着王家周边 不要动手 遇见目标车辆的时候 第一时间通知我 林叶想了想 又补充道 一切行动 以安全为前提 明白 陆韵伯立即应声 林叶点了点头 随即掏出电话 拨通了闲警藤的号码 高耸入云的一座山 山腰处 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还没有收到雪迷的消息 侯燕神色变换不定 雪迷 情况怎么样了 动了动耳部 及其隐蔽的设备 侯燕尝试着联系雪迷 她的身后 是一处凹进去的山壁 前安正被束缚着 待在山壁旁边 来了 雪迷的声音 并没有从设备中传来 而是毫无征兆地 在头顶上方响起 侯燕面色微变 正要抬头 雪迷已经出现在她的身边 上面什么指示 震惊之余 侯燕直奔主题 语气中带着隐隐的激动 那灵液再优秀 恐怕已是你的刀下亡魂了吧 雪迷冷不丁地扫了侯燕眼 一股良意从背脊 直窜脑门 侯燕面色止不住一白 我不是灵液的对手 雪迷淡淡地说道 你说什么 脑门中如同被惊雷落下 一声乍响 侯燕不可置信地说道 连你也不是灵液的对手 她的心底掀起了轩然大波 第165章 雪迷的交易 就算你用了黑色级别的静挺 也不是她的对手吗 侯燕依旧难以置信 雪迷没有在理会震惊中的侯燕 而是转身来到钱安面前 钱安怒瞪着双目 毫不畏惧 与她直视 雪迷解开她嘴上的束缚 淡淡地说道 王汉的死 是否与你有关 你知道多少 哼 她那种人 妄图设计林先生 死得活该 钱安冷冷一笑 高声喝道 再给你一次机会 回答我的问题 雪迷再次开口 念招吓得你 一定很愤怒吧 钱安语气冰冷 我不知道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即便是我知道 就算是死 也不会告诉你 雪迷的眼中 始终都没有多少起伏的波澜 除了之前与灵液交手的时候 那是她有史以来 心绪起伏最大的一次 那就先断你一臂 雪迷低声说完 手中多出原本的那把双头弯刀 可如今 只剩下一端 嵌入着闪烁着锋芒的刀刃 她话音落下 没有丝毫犹豫 挥动弯刀直接下手 钱安怒视着雪迷 紧咬牙关 毫不退缩 就在雪迷与钱安之间 即将见血的时候 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 响彻这片山域 雪迷的眼底 浮现出了一抹意思 雪迷 这是上面派人来了吗 侯燕来到雪迷身边 疑惑地开口 雪迷没有回应 她抬头 看了一眼距离 他们越来越近的直升机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她的眉头 隐隐皱了起来 直升机里 应该不是我们的人 难道是灵夜 侯燕下意识开口 随即摇了摇头 立即否定 这不可能 当时灵夜周边 根本就没有直升机 而且 从那个位置抵达市区 还有一段距离 她还要拐回去 驾驶不说 侯燕拉长了话音 语气笃定地说道 何况我已经提前走了十多分钟 速度不慢 这能拉开多少距离 最为关键的是 这片山域不算小 这又是夜晚 它凭什么能锁定我们的位置 雪迷点了点头 默认了侯燕的话 旋即看向直升机的方向 眼底划过一抹疑惑 直升机缓缓靠近他们后 并没有直接落下 而是降落在了 紧挨着这座山的一处山顶 丢失了直升机的视野 侯燕的眼底 生出几分警惕 我有一种预感 来者不善 雪迷没有开口 而是三两下攀上了山顶 她想要看看 来者到底是什么人 侯燕目光闪烁间 对那名正看着前安的部下吩咐道 将人带到车内 有什么意外变故 你就驾车离开 哪怕是绕路多走几天 也要将人给我送到王家 是 那名部下立即应声 随即堵住前安正欲说 什么的嘴 压着她离开 侯燕随即攀上了山顶 与雪迷并排站着 二人的目光 齐齐地看向那 逐渐降落的直升机 三秒后 直升机稳稳降落 我们又见面了 缘分 可真是妙不可言 林烨的语气带着几分调侃 嘴角微微上扬 下了直升机 在确认陆韵伯那边没有大爱后 林烨心底的包袱算是降下了不少 林烨 居然是你 侯燕目入惊骇 这不可能 你那到底是什么直升机 竟拥有如此 你的这种回答 我已经听过一次了 我觉得你关注的重点 不应该是直升机 而应该是我的驾驶水平 林烨白手打断了侯燕的话 侯燕张大了眼睛 她发现 林烨即便是这种轻描淡写的状态 此时 她的心跳依旧在控制不住的加速 眼前的林烨 可是血迷轻声称不是其对手的人 林烨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拥有如此诡秘的爆发实力 侯燕强自镇定 高声开口 仿佛这样 能帮助她压制内心深处的不安 我是林烨 一个英俊帅气的男神 林烨咧嘴调侃到 随即话锋一转 我是真的好奇 你们居然将这深山老林里 作为会合的地点 不知道晚上在深山里活动 容易吓坏了哪些花花草草 以及可爱的小动物吗 林烨看似在说不着调的话 但实际上 她迈向二人的脚步并没有停止 而且她手上暗中多出的银针 已然在悄然布置 林烨 王家的大哨 王翰死于非命 王家派我们来查探 也是情理之中 你为何非要咄咄逼人 见林烨愈发地逼近自己 侯燕的脸色再控住不住 变得更白 语速飞快地开口 情理之中 咄咄逼人 林烨吃笑一声 既然如此 那何不当着我的面 听前安地说辞 而且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我手里有事发时间前后 不在场地证明 与那王翰的死根本没有半点关系 林烨的语气虽然平淡 但充斥着极强的说服力 你 你既然有证明 为何不早点拿出来 侯燕有些结巴地说道 早点拿出来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那个时候 看到你们对陆总出手 我心里并不是很爽 自然要 交流 一番再说 况且 林烨拉长了话音 语气忽然一沉 况且你们觉得 有资格指使我拿出证明吗 侯燕心头狂跳 林烨只不过是走过来 还没动手 他发现自己居然莫名有了一种 有气无力的错觉 一直没有开口的血迷 突然说道 林烨 我们做一笔交易 他这话一出 一旁的侯燕心底忽然一跳 生出一股极其强烈不安 林烨目光微闪 饶有兴趣地锁定着眼前 蒙着面对血迷 什么交易 我将前安安然无恙地带给你 同时 杀了侯燕 以及他的手下 你放我走 血迷声音平淡 却语出惊人 他一旁的侯燕 赫然感到了一股毛骨悚然 血迷 你什么意思 你想对自己人动手 他的音调指不住拔高 比平日里高了数倍不止 你说的不错 我就是要对自己人动手 况且 血迷的目光深处 略过一抹一色 我的心底 从来没有将你当成自己人 第165章 血迷的交易 就算你用了黑色级别的静挺 也不是他的对手吗 侯燕依旧难以置信 血迷没有在理会震惊中的侯燕 而是转身来到钱安面前 钱安怒瞪着双目 毫不畏惧 与他直视 血迷解开他嘴上的束缚 淡淡地说道 王汉的死 是否与你有关 你知道多少 哼 他那种人 妄图设计林先生 死得活该 钱安冷冷一笑 高声喝道 再给你一次机会 回答我的问题 血迷再次开口 面照下的你 一定很愤怒吧 钱安语气冰冷 我不知道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即便是我知道 就算是死 也不会告诉你 血迷的眼中 始终都没有多少起伏的波澜 除了之前与林叶交手的时候 那是他有史以来 心绪起伏最大的一次 那就先断你一臂 血迷低声说完 手中多出原本的那把双头弯刀 可如今 只剩下一端 嵌入着闪烁着锋芒的刀刃 他话音落下 没有丝毫犹豫 挥动弯刀直接下手 钱安怒视着血迷 紧咬牙关 毫不退缩 就在血迷与钱安之间 即将见血的时候 直升级螺旋桨的声音 响彻这片山域 血迷的眼底 浮现出了一抹意思 血迷 这是上面派人来了吗 侯焰来到血迷身边 疑惑地开口 血迷没有回应 他抬头 看了一眼距离 他们越来越近的直升机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他的眉头 隐隐皱了起来 直升机里 应该不是我们的人 难道是灵夜 侯焰下意识开口 随即摇了摇头 立即否定 这不可能 当时灵夜周边 根本就没有直升机 而且 从那个位置抵达市区 还有一段距离 他还要拐回去 驾驶不说 侯焰拉长了话音 与其笃定地说道 何况 我已经提前走了十多分钟 速度不慢 只能拉开多少距离 最为关键的是 这片山域不算小 这又是夜晚 它凭什么能锁定我们的位置 血迷点了点头 默认了侯焰的话 旋即看向直升机的方向 眼底划过一抹疑惑 直升机缓缓靠近他们后 并没有直接落下 而是降落在了 紧挨着这座山的一处山顶 丢失了直升机的视野 侯焰的眼底 生出几分警惕 我有一种预感 来者不善 血迷没有开口 而是三两下攀上了山顶 他想要看看 来者到底是什么人 侯焰目光闪烁间 对那名正看着 前安的部下吩咐道 将人带到车内 有什么意外变故 你就驾车离开 哪怕是绕路多走几天 也要将人给我送到王家 是 那名部下立即应声 随即堵住前安正欲说 什么的嘴 压着他离开 侯焰随即攀上了山顶 与血迷并排站着 二人的目光 齐齐地看向那 逐渐降落的直升机 三秒后 直升机稳稳降落 我们又见面了 缘分 可真是妙不可言 林焰的语气 带着几分调侃 嘴角微微上扬 下了直升机 在确认陆韵伯那边 没有大碍后 林焰心底的包袱 算是降下了不少 林焰 居然是你 侯焰目露惊骇 这不可能 你那到底是什么直升机 竟拥有如此 你的这种回答 我已经听过一次了 我觉得 你关注的重点 不应该是直升机 而应该是我的驾驶水平 林焰白手 打断了侯焰的话 侯焰张大了眼睛 他发现 林焰即便是这种 轻描淡写的状态 此时 他的心跳 依旧在控制不住的加速 眼前的林焰 可是血迷轻声称 不是其对手的人 林焰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拥有 如此诡秘的爆发实力 侯焰强自镇定 高声开口 仿佛这样 我是林焰 一个英俊帅气的男神 林焰咧嘴调侃道 随即话锋一转 我是真的好奇 你们居然将这深山老林里 作为会合的地点 不知道晚上在深山里活动 容易吓坏了哪些花花草草 以及可爱的小动物吗 林焰看似在说不着调的话 但实际上 他迈向二人的脚步 并没有停止 而且他手上暗中多出的银针 已然在悄然布置 林焰 王家的大哨 王汉死于非命 王家派我们来查探 也是情理之中 你为何非要咄咄逼人 见林焰愈发地逼近自己 侯燕的脸色再控住不住 变得更白 语速飞快地开口 情理之中 咄咄逼人 林焰吃笑一声 既然如此 那何不当着我的面 听前安地说辞 而且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我手里有事发时间前后 不在场地证明 与那王汉的死 根本没有半点关系 林焰的语气虽然平淡 但充斥着极强的说服力 你 你既然有证明 为何不早点拿出来 侯燕有些结巴地说道 早点拿出来 林焰嘴角微微上扬 那个时候 看到你们对陆总出手 我心里并不是很爽 自然要 交流 一番再说 况且 林焰拉长了话音 语气忽然一沉 况且你们觉得 有资格指使 我拿出证明吗 侯燕心头狂跳 林焰只不过是走过来 还没动手 他发现自己 居然莫名有了一种 有气无力的错觉 一直没有开口的血迷 突然说道 林焰 我们做一笔交易 他这话一出 一旁的侯燕 心底忽然一跳 生出一股极其强烈不安 林焰目光微闪 饶有兴趣地锁定着眼前 蒙着面的血迷 什么交易 我将前安安然无恙地带给你 同时 杀了侯燕 以及他的手下 你放我走 血迷声音平淡 却语出惊人 他一旁的侯燕 赫然感到了一股毛骨悚然 血迷 你什么意思 你想对自己人动手 他的音调指不住拔高 比平日里高了数倍不止 你说的不错 我就是要对自己人动手 况且 血迷的目光深处 略过一抹一色 我的心底 从来没有将你当成自己人 第166章 有想法的秦燕 侯燕面色大变 他迅速向后暴退 紧接着转身 迈步狂奔 他在拼命地逃 上了年纪 实力停滞 这么久以来都没有增长 就老老实实去地下 跟阎王报名吧 血迷身影一闪 即刻出现在侯燕身旁 不等侯燕有所反应 血迷手中的弯刀 闪烁着森燃的锋芒 在空中一滑 啊 侯燕惨叫一声 他的一条胳膊 当场与他的身子分离 血溅当场 你可以继续跑 血迷淡淡地开口 侯燕疯狂吞咽了几下 他面色煞白 不敢再有丝毫动作 呲 他倒吸一口凉气 肩头处传来一股 如同万以撕咬般的声疼 额头上冷汗直冒 他清楚 自己根本没有机会逃得掉 血迷 看在你我之前共识过的份上 能不能放过我 侯燕接着补充了一句 之后你见了我再杀也不迟啊 你 没有资格动摇我的想法 血迷淡淡地说道 不 血迷 你不是一直在追求变强吗 只要你放了我 我可以告诉你 他们的秘密窝点 侯燕不死心 强大的求生欲 刺激着他继续开口 听到侯燕口中的变强两个字 血迷的眼底掠过一抹一色 他们那里 我早晚会知道在哪 侯燕目光快速闪烁起来 他忽然抬头 看向了不远处的林烨 林烨此时 正津津有味地看着他们 侯燕 有什么话 直说就行 林先生 我这里 有很多关于王家 以及背后的隐士凡家 不为人知的秘密 只要你能放过我 我就全盘托出 侯燕声嘶力竭地说道 秘密 林烨眼神微动 你 她的话还没说完 只见距离侯燕不过半米的血迷 突然动手 滋滋 随着血迷手中的弯刀落下 侯燕失手分离 林烨微微一震 她觉得又气又想笑 气得是秘密没了 笑的是血迷对侯燕 这个与她本事一路的人 直接下了杀手 而侯燕又是自己的敌人 等于说侧面帮了自己 我刚才 应该没有答应 你提出的交易吧 林烨微微摇头 做出一副 很是不满的模样说道 我知道 血迷直言不讳 林烨眉毛微调 直到你还这么懒 难道你不觉得 多一个人面对我 就多出了一份 对抗我的力量吗 这个道理 应该很浅显一懂吧 血迷淡淡地说道 加上她 没有意义 就算是加上十个她 也不可能是拥有宗师 巅峰实力的你的对手 血迷说完 动了动耳部的联络设备 将人带上来 不多时 原本侯燕的手下 带着钱安出现 她一上来 立即注意到 失手分离的侯燕 面色大变 还没来得及明白怎么回事 血迷闪身 直接动手 那名手下 被血迷抹了脖子 当场隐命 血迷解开钱安身上的束缚 示意她可以走到林烨面前 钱安目光闪烁间 目光转向林烨 林烨微微点头 钱安不再犹豫 目录感激地走到林烨旁边 林烨 放我走 血迷再次开口 别急着走啊 我觉得 我们可以聊聊线 快速查探了钱安的身体 并无大碍 林烨心底的包袱 算是彻底放下 你想聊什么 血迷淡淡地说道 林烨的大脑高速运转 如果当下王汉已死的事情 一直没有结果 那么王家多半是不会善罢单休的 林烨沉音片刻 将手中的一个微型录像仪 拿了出来 你可以拿出手机录像 回去之后交给王家 画面里的内容足以证明 林烨的确跟王汉的死没有关系 根本不在场 同时 画面还展现了 刚才血迷亲手杀了侯燕 以及那名说下的情形 见血迷沉默 林烨收起录像仪 嘴角微微上扬 有什么问题吗 难道说这王家 能限制得了你 没有问题 收起手机 血迷说道 林烨 你是我血迷生平 第一个佩服的人 我不会对跟你相关的人动手 有万不得已 必须动手的事情 我会告诉你的 血迷说完并没有离开 而是平静地看着林烨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林烨微微一笑 通过你之前的表现 已经被我列入了对立派 刚才 我竟然在第一时间 有种想要完全相信你的冲动 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他还是随手丢给了须弥 一张记录着他的联系方式的字条 须弥接过 随即转身离开 林烨目光深邃 并没有阻拦 一旁的前安终于忍不住开口 林先生 谢谢 不用这么见外 林烨但笑着说道 随即二人上了直升机 离开 五分钟后 安顿好了前安 林烨的身影 出现在一条空无一人的街巷上 他掏出了手机 拨通了秦先生的号码 林先生 是不是因为王家那边的事情 林烨目光微闪 随即点了点头 秦先生 我想王翰的死 就是你一手安排的吧 电话那边沉默了两秒 随即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不错 是我干的 听到秦先生亲自承认 林烨的心里 依旧有些七上八下 王翰一死 至少李世兰的逼婚压力大减 甚至可以说是 已经不存在了 但王家一旦闹腾起来 如果针对的是 自己一个人还好 林烨用开玩笑般的语气说道 我说秦先生 你这么做 可不厚道啊 你是不知道那王家 给我添了多少麻烦 你现在倒是清闲了 可我这边呢 对了 你不觉得 一直以来你叫我林先生 而我叫你秦先生 互相这么来 有些不妥吗 我是秦妍 林先生 不用担心 你那边的事情 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文言 林烨的眼睛微眯 你猜猜看 我猜这种事情 自然难不住林先生 秦妍笑着说道 紧接着 他话锋一转 王家的矛头 也该指向我了 地龙娱乐 会议室内 坐着两个神色阴沉的人 碰 谭志龙一巴掌 狠狠地拍在了桌子上 第167章 王家的惊骇 谭总 我们 还要不要继续执行 接下来的计划 展齐小心翼翼地说道 为什么那林烨如此难对付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谭志龙的脸色 逐渐争明起来 这本身是一件 两全其美的事情 不管是距离 时间还是空间 都计算得那么到位 可即便如此 还是失败了 展气沉默了 半想后 他的脸色开始 渐渐变得苍白 瞳孔内被恐惧填满 他有些艰难地吞咽了一下 说道 谭总 我觉得 当务之急 是应该考虑 地龙娱乐之后的发展去向 而不是如何针对林烨 针对新颖娱乐 那林烨出手极其得很辣 焦劲已死 都镜则是直接被废掉 下一个 会不会轮到我们 如果换作平时 谭智龙肯定会恨不得给他一巴掌 但眼前这接二连三的事情 无疑不是以失败告终 要他的心底对林烨没有拒异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呼 做了深呼吸 简单调整了思绪 谭智龙压低了声音说道 展齐 就算那林烨真的过来 我们这里也不是没有手段的 这点你应该明白 我看你是被林烨吓傻了吧 就算他再厉害 终究不过是一个人 接下来 我想听见符合你身份的说法 你有什么打算 谭总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极其的不利 甚至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展齐推了推他的金丝边框眼镜 缓了缓情绪 神色凝重地说道 明面上 我们不可能 我猜测 哪怕是在省城 恐怕也难以找出来 能与林烨带出来的乐队比拟的 三天 只用了三天 就带出了那样精彩绝艳 堪称空前绝后的乐队 我相信 放在哪里 都是一件惊世害俗的事情 展齐强调道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明面上 我们根本竞争不过新颖娱乐 暗地里 都静 交进 那边接连失败 暗地里的手段也行不通 唉 谭志龙叹了口气 看上去很是低迷 谭总 我能理解您的想法 最近新颖势头正望 我们作为他的竞争对手 备受牵连 生意各方面都 渐渐变得低迷 离职的员工也不少 只要新颖存在一天 这个眼中钉 就会让你难受一天 展齐再次推了推眼镜 继续说道 目前依我看 我们有两种应对方案 哦 谭志龙的脸上 挤出了一丝僵硬的笑容 不愧是我的智囊 说来听听 我们地龙娱乐是南疆的巨头 让新颖独占凹头 不要说是谭总你了 我的心里也不好过 所以 展齐拉长了话音 眼里金光闪烁起来 所以 我们用不着退缩 他们不是音乐厉害吗 我们就将重点转移到影视上 我们的影视中 不缺乏有名的王牌 而且 这也是明面上的竞争 据我所知 那新颖在影视圈子里 也没有什么难对付的人物 最为关键的是 这是我们明面上的公平竞争 至于具体怎么布置 这点不是问题 交给我来运作即可 到时候 我会设法 让那新颖颜面尽失 身败名裂 而我们地龙娱乐 则会蒸蒸日上 谭志龙没有开口 只是他的眉头 渐渐皱了起来 展齐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胸有成竹的笑意 继续开口 谭总 我知道你很担心 那林业的报复手段 无妨 这件事情说到底 不是我们动的手 单凭督进他们的直言片语 没有实际证据 我们可以轻松做文章应对 第二种方案 就是 王家大院 凉亭之下 亮着昏黄的灯光 这道光线在夜色里 显得很是渺小 王鹏远 王坚 二人正对坐在石桌前 二人眉头紧锁 一言不发 这都过去多久了 怎么还没有收到侯老的消息 王鹏远终于开了口 难道侯老 王坚神色阴沉地说道 住口 王鹏远呵斥一声 侯老乃是拥有宗师实力的人物 怎么可能轻易出现问题 况且 这次侯老的身边 还跟着令人谈虎色变得血迷 继续尝试联系 侯老那边一定是中途 发生了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要处理 对王鹏远的话 王坚不以为意 他的神色变换不定 之前侯老亲自告诉过他 在新颖的时候 灵夜爆发出了堪比宗师的实力 父亲 这件事情 会不会和灵夜相关 王坚尝试着开口 一听到灵夜两个字 王鹏远脸色一沉 你真的以为那灵夜飞天遁地 无所不能吗 他能隔着那么远的距离 听到我们之间的谈话 然后派人去阻劫侯老他们 就算灵夜派人阻劫 那等于是派人去送死 王鹏远呵斥到 眼底闪过一道金光 王坚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王坚连忙点头 父亲 我觉得 他说着又犹豫了起来 王鹏远冷哼一声 怎么 你平日里的傲气呢 如今面对灵夜 被压得熄火了 我怀疑 我们家族中 有内鬼 王坚暗自咬牙 还是说出了心中的猜测 王鹏远似乎早就料到了这点 他不急不慢地说道 你觉得是谁 在向灵夜告密 是 王翰的死 跟灵夜没有关系 王翰话没有说完 被一道淡淡的声音打断 王鹏远的面色 立即变得恭敬起来 话被打断的王坚 同样赶紧闭了口 半秒后 血迷闪身出现在石桌面前 接着向二人 展示了之前灵夜教给他的内容 视频没有作假 灵夜不在现场 血迷语出惊人 猴老死了 是 你说什么 王鹏远瞳孔急剧收缩 他忽然站了起来 惊怒交加的吼道 这不可能 他是被我杀的 失手分离 血迷的目光平静 如果不信 你们可以派人去看看 王鹏远 王坚二人神色呆滞 彻底傻眼了 血迷 这到底怎么回事 足足过了数个呼吸的时间 王鹏远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正常 哆嗦着嘴唇问道 我不是灵夜的对手 血迷这一句识破天惊的话一出 王鹏远二人彻底实话 第168章 傲气哼哼的凄凉 足足过了数个呼吸的时间 王鹏远最先回过神来 他吞咽了一下 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的咽喉 哆嗦着嘴唇说道 血迷 你 你确定 你是在跟灵夜交手 血迷的眼底 掠过一抹妖异的鸿芒 没有开口 只是淡淡地扫了王鹏远一眼 王鹏远心神一震 他感觉自己仿佛被洪荒巨兽给盯上了一般 随时可能被对方一口吞下 呼 我知道了 长坐深呼吸调整 王鹏远紧接着说道 他的语气异常低迷 血迷 不管怎么说 你能参与这次的事情 不论成败 已经是我王家的荣幸了 我还是要好好感谢你 王鹏远话音落下 手中多出了一个通体幽黑 上面雕刻着不规则纹路 整体形状看起来神似一把钥匙的器物 看到这个器物 一旁的王歼瞳孔骤然一缩 他不可置信地开口 父亲 这 住口 王鹏远的心底正五味杂陈 血迷说出的消息实在是太过惊人 王歼面色一变 立即闭了口 血迷闪电般伸手 接过钥匙 在他转身临走前 补充了一句 奉劝你们不要招惹灵验 他话音落下 闪身一抹在夜色中 混账 该死 简直是该死啊 王鹏远怒发冲关 内心深处被积压的怒火 彻底爆发 叫着双拳猛然砸向面前的石桌 整个人完全失了态 王歼面色苍白 眼底时不时流露出一抹惊恐 一言不发 别墅天台 林烨躺在摇椅上 看着漆黑的夜空 他的目光渐渐变得深邃起来 不久前 如果不是他拥有宗师巅峰级别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从都静的手里 救下棋则 并不是都静多么强 关键问题在于他不能 分身 同时处理两头的事情 更何况 今天一夜之间 加上王家那边 发生的是整整三头的事情 林烨的大脑高速运转 现在齐则还在医院休养 如今别墅 以及新颖那边 可以说少了一道保护层 而陆家产业虽大 但人员消耗也大 且人力有限不说 之前陆运博又带着人 与那血迷交手 又损兵折将 更是需要一段时间 缓冲晨疑片刻后 林烨心底有了盘算 抽时间先跟齐则谈谈 不管他是否同意 之后 都有必要组建自己的防护网 一日 天色未亮 林烨的身影 照常出现在厨房 经过一通 驾轻就熟的操作后 林烨将佳肴收拾完毕 端上餐桌 套上护餐纱 掐算着时间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抬头看向欺了的房间 准备晨练的欺了 此刻刚好开门走出来 林烨眼神微动 他感到有些意外 因为并不是 欺了一个人走出来的 他的身边跟着六十 六十 你 我去拿画板 今天下午 有学校举行的绘画比赛 六十平静地说道 绘画比赛 林烨目光微闪 随即一脸自信地 拍了拍胸脯说道 孩子 爸爸的绘画水平可不低 你想不想拿冠军呀 六十只是淡淡地看了林烨一眼 没有开口 离开去拿画板了 林烨微微一震 随即有些无语地摇了摇头 这六十的性子淡然 淡得有些 冷 啊 你发什么呆呢 赶快跟我出来挨打 欺了的声音突然响起 紧接着林烨感觉身上一凉 林烨微微一笑 轻松躲开 看了一眼六十的方向 将他说的绘画比赛 记在心底 随即将目光转向七了 做他一脸的不满 还没开始不说 你还来个偷袭 七了 你不觉得自己哪里做的不 哼 废话真多 对付你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 看招 七了傲气哼哼地说道 紧接着抬起腿 对准林烨又是一下 林烨完心大起 他黑黑一笑 这次没有闪避 而是伸出大手 一把抓住了七了的小腿 放开我 七了撅着嘴腰和刀 噓 声音小点 他们还在休息呢 林烨话音未落 一把将七了抱起来 闪生出了大院 你看看 你刚才那一脚速度太慢 被我轻松就抓住了 所以 院中 林烨放下七了 戴好靶子 一脸的摇头 做出很是可惜的模样 同时拉长了话音 所以怎么样 哼 我刚才只是没调整好而已 七了稚嫩的小脸战红 气哼哼地说道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想知道怎么样 你就老老实实地叫我爸爸 我就告诉你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才能变强 哼 就算你不说 我也会自己变强 让我叫你爸爸 你做梦 看招 我打 七了刚说完 就迫不及待地 抬腿就是一脚 林烨轻松用手把迎接 一脸可惜 唉 好骂你 七了咬了咬牙 一脸的不服气 又是一通猛攻 速度有了 虽然不够 力度太小 你好弱啊 林烨一脸 真实地叹息 七了进攻得越快 他重复的就越频繁 终于 七了的小脸一阵红 一阵白 他气喘吁吁地大声喊道 你除了当个活靶子 还能干吗 嘿嘿 我可是你的陪练啊 当然要指导你 茁壮成长了 林烨扬了扬头 很是骚包地说道 怎么样 孩子 你渴望变强吗 七了咬牙切齿了几秒钟后 气哼哼地打量了林烨几眼 我凭什么相信 你告诉我 怎么做后 就一定会变强 林烨黑黑一笑 你跟爸爸交手了这么长时间 难道没有看出来 爸爸都在让着你吗 没有 七了小脸一红 很是硬气地矢口否认 那你有一次攻击到爸爸了吗 见七了 默认了自己这个爸爸 林烨心底很是高兴 继续说道 想要成为强者 就要敢于正面指示自己 哪件事没有做到 哪里不足的事实 七了咀了咀嘴 狐疑地打量了林烨几下 下意识想起 之前林烨一招 便将自己的导师 想全滑打败的情形 眼珠子转了转 他忽然这么说道 我就不叫你爸爸 不过我能给你写出来 第169章 给你五秒的时间动手 林烨心头一喜 即便七了的这种回答 不符合自己心中预期 但已经在侧面说明 七了在座慢慢地妥协了 可以 就这么说定了 林烨大手一挥 意气风发地说道 今天 爸爸就先教你开胯 开胯 七了微微一愣 稚嫩的小脸上满是疑惑 开胯是让胯能 动 妈 可我已经做到了呀 他说着 眉头渐渐皱了起来 撅着嘴 一脸不满地说道 你不会是想骗人吧 看着稚嫩的七了 林烨忍俊不惊 片刻后 他拍了拍胸脯 一脸自信地说道 爸爸 我可是举世无双的高手 怎么会骗人呢 爸爸提出了开胯 能让你之前踢腿的速度更快 爆发力更强哦 林烨话音落下 将手里的靶子往头顶一扔 带其落下的同时 一个朝天灯命中目标 直接那个靶子 被他这一下 直接蹬在了院内的高树上 高树上面 繁茂交织的枝干 中间被生生突进去了一个靶子 七了得两眼止不住放光 他很是急切地说道 赶快吧 我也要做到这样 我也要开胯 没问题 爸爸这就来教你 第一次见七了 用这种热切的目光看向自己 林烨大手一挥 开怀一笑 就在他刚攀上高树 将靶子取下来 落地的刹那间 院外 传来一道刺耳的刹车声 林烨眼睛微眯 将目光转向不远处的院门 是谁 怎么这个时候来 真烦人 七了不满地抱怨了起来 林烨没有回应 而是主动向前迈出几步 挡在了七了面前 见林烨这个举动 气了稚嫩的小脸微微一愣 随即小声嘟囔了一句 我可是男人 不需要你挡着的 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感觉到了 气氛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气了并没有其他动作 两个呼吸后 院门外出现了一个 穿着中山装的老者 他的旁边站着一个面无表情 看起来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在他的身后 是一群身穿黑色制服的男子 见到老者 林烨目光微闪 心底滋生出一股隐隐的不畅 这公书 是李家的人 林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可否劳烦 你开一下门 公书的音调不低 听起来令人感觉很异样 你们人多势众 开了门 我怕吓到了孩子们 林烨神色淡漠地说道 不好意思 有什么事情 就这么隔着门说 混账 敢这么对公书说话 只见公书身后的一名保镖 怒吼一声 紧接着纵身一跃 三两下就要翻越过大门 然而 就在他的身影 刚刚翻越过大门 脚还没落入远中的时候 这么着急 抢闯别人的家 是不是很不礼貌 一道弹幕的声音 赫然在他的耳边响起 就在保镖正要 下意识寻声看去的时候 胸口上忽然传来一股剧力 他猝不及防之下 林烨已经一掌 拍在了他的胸口 这股力道 犹如狂涛巨浪般不可阻挡 保镖忍不住 发出一声闷哼 下一秒 只见他的身影 倒飞而出 在空中划过一个 优美的抛物线后 扑通 一声砸在院外的地上 没了动静 好快 这段时间 你的实力又有所精进了 很奇怪吗 林烨平静地说道 要是没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离开了 公叔脸皮抖了抖 紧接着强行 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 林烨 我这次来 主要是想跟李小姐谈谈 怎么 谈谈如何带走我的孩子们 谈谈有了他新的逼婚对象 林烨吃笑一声 并没有要开门的意思 公叔暗自咬了咬牙 扫了一眼地上 不知死活的保镖 他耐着性子说道 林先生 我想你也知道 我只是奉家主之命 前来办事 我 看来 我猜得不错 林烨低声说道 给你们五秒的时间 离开我家大门 林烨 你的身手了得 五道资质非凡 有没有考虑过 没有 公叔的话没有说完 再次被神色弹幕的林烨打断 你 公叔一阵气劫 林烨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时间到了 不好意思 既然你们不走 那只能我亲自动手了 林烨说完 刚要动身 你的身手的确了得 公叔身旁 一个四十来岁 一直面无表情的中年男子 忽然开了口 林烨 如果你能胜我 我保证 他们会主动道歉 并且立即离开 看着眼前这名陌生男子 林烨的眼睛微密 伙计 你哪位 我是谁 并不重要 男子面无表情的回应 但我的话 他不敢违背 他说完 看了一眼公叔 接触到男子锋利的目光 公叔面色止不住一白 他连声附和道 你说得极是 林烨 如果你输了 就不要插手李家的事情 男子淡淡地说道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还有一分钟 我的老婆跟孩子们就醒了 他这句不着调的话 让所有人都微微一正 叫你是吧 林烨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耐 他话音未落 直接闪身翻越过大门 出现在门外 让你们这一行人进我家大门 说实话 我总感觉心里很是不爽 开始吧 给你五秒的时间动手 我不做还击 院门外 林烨语速飞快地说道 他想变着花样 对 李家 公叔冷哼一声 他的脸色早已因愤怒 而战红 林烨 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你不会真的以为 眼前的人 跟上次被你镇住的保镖 是一个级别的吧 他是严心 乃是宗师级别的天才舞者 你哪里来的自信 还敢让严心先动手 行了行了 林烨很是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要打就赶紧 还有三十秒 我要回去招待家人呢 你们不动手 我就动手了呀 对了 我补充一句 看到你这般愤怒的模样 我觉得心里的确很是畅快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对得小爽 第170章 当真是恐怖如斯 严心古井无波的脸上 终于有了第一次的表情动作 他皱了皱眉 旋即再次上下打亮了林烨一眼 开口说道 林烨 你二十多岁 这么年轻 再加上刚才你对保镖出手的那一下 充其量 你也就内进中期巅峰的实力 像在武道家族三十岁之前 便有这般实力 也算是不一般的天才了 但在我眼里 男子说着 拉长了话音 不管天赋多么好 就是蝼蚁 男子说着 周身的气息隐隐散发出来 一脚无风自动 其身旁的公叔等人受到这股威压 皆是面色一白 静若寒蝉 林烨 我想你应该收回刚才你说的话 男子的声音 自始至终都不高不低 也感受不到其情绪变化 还有十五秒 你说完了吗 林烨微微摇头 留给你的时间 不多了 我严心保证 今天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严心的音调忽然拔高 他忍无可忍 话音落下 卷起一股磅礴的进风 抬起一拳 对准林烨的胸前就冲了上去 真末见 早点动手不就完了 何必还给自己 争得一肚子气 林烨人畜无害地说道 哼大难临头 居然还敢在那里说风凉话 见状 公叔冷冷击讽 电光火势之间 严心糊糊生风的全面 距离林烨的胸口 近在咫尺 林烨微微侧步 轻松规避过严心这一击 严心瞳孔一缩 我还是低估了你 刚才 是我五成力道 这次 你这人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我已经说了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就这几秒 我还让你先出手了 难道你还要 来个六成力道 后面跟七八九十成 你有这时间 真是人到了中年 提前痴呆了吧 林烨忽然语速 飞快地刺激了一句 他的声音夹杂着丝丝力道 轻易地侵入 在场所有人的心神 哼 心底的一团怒火之间 仿佛传出一声惊雷爆破 严心怒火攻心 找死 他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内境后期出阶的 标准宗师实力 被他彻底展现出来 他抬手又是一拳 轰然砸向林烨 这次 他改变了攻击点 对准了林烨的心脉附近 他想直接废掉林烨 这样才对 宗师级别的威势 就该这么展现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同时抬了抬手 啪 的一声脆响 严心的全面 对撞到了一起 这不可能 感受着胳膊上 那霸道至极 不可阻挡的力道 严心有一种 极其不真实的感觉 眼前林烨抬起的 不是胳膊 不是手 而是一座 高不可攀的山岳 时间到了 不好意思 我要出手了 林烨咧嘴一笑 原本张开的手掌 忽然四肢并拢 死死地扣住了 严心的拳头 紧接着 他向后侧部 扣着严心拳头的胳膊 配合腰身发力 身体一个旋转 直接将严心带了起来 林烨旋转的速度很快 带着一个人 两周 用了不到半秒 锁定着公输那边的方向 即刻 林烨松了手 严心百经之余的身子 如同击射出去的炮弹 静止砸在了 根本反应不及的 公输等人的身上 一瞬间 众人被砸成了一盘散沙 这股力道太强 没有一个人能站起来 拳雷打 林烨闪身 掠过他们身边的时候 撂下一句话 别忘了履行你的承诺 说完 他即刻回了别墅 带着有些愣神的漆了 进了正厅 严心最先狼狈的起身 看着林烨离开 他的神色恍惚 晃了晃 已经完全失去知觉的胳膊 常做深呼吸调整 片刻后 终于压制住体内翻涌的气血 林烨 当真是恐怖如斯 严心发誓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 这么评价一个后辈 一旁挣扎着起身的公输等人 面色皆是狂变 严 严心 刚才发生了什么 公输根本看不清 刚才林烨的动作 目光灼灼地看着林烨离开的方向 林烨 是我严心生平仅见 空前绝后 舞蹈天赋逆天的绝世天才 听着严心 这个宗师级别的天才 说出如此至高无上的评价 公输的身体 开始指不住颤抖了起来 他哆嗦着嘴唇 语气结巴道 你 你不是他的对手 严心很是平淡地点了点头 眼底滋生出一股难以掩饰的敬畏 刘公 如果你不想看到 李家发生根本承受不起的灾难 那么这次回去 我希望你好好掂量掂量自己 然后再向李洪天汇报情况 严心的语气 极其的严肃 公输的额头上 冷汗狂流不止 我知道了 这件事情 我会谨慎向家主汇报的 严心微微点头 目光闪烁间说道 不管这件事情多么的匪夷所思 都不要再来打搅林烨 公输面色一变 可家主的命令 我也不能不听 严心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公输瞳孔一缩 我知道了 我尽量跟家主好好沟通 尽量 严心神色一沉 一定 一定 公输连忙改口 严心不再开口 目光再次看向林烨离开的方向 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话说道 这个林烨 无论如何 也绝对不能与之为敌 别墅正厅 餐桌前 给吧 这就是我写的 我气了说话算话 气了将准备好的一张画纸 展现在林烨面前 林烨一看 顿时一脸惊愕 儿子 你就给你爸爸看个证 气了展示出来的纸张上 显示着的不是汉字 而是拼音 怎么了 难道这不是爸爸两个字的写法吗 气了很是洋洋得意的 抬了抬头说道 好好好 算你能 下次可别想这么糊弄你爸爸 见气了这般得意 林烨心头莫名一喜 饭能吃了吗 六十平淡的话音此刻传来 林烨寻声看去 见六十正在放下手中的绘画工具 开口正要说什么 只见气了小手一身 掀开护餐纱 拿起筷子就要对佳瑶动手 第171章 六十挺厉害的 林烨咧嘴一笑 同时拿起了筷子 有模有样的在佳瑶面前晃了晃 见有了 同伙 气了小脸不自觉的一喜 他的速度更快 彻底放开了动作 然而 就在他拿着的筷子 距离餐盘中的佳瑶 不过三公分的时候 眼前的餐盘 忽然 消失 气了微微一正 税嫩的小脸上浮现出一抹疑惑 我的饭怎么没了 他下意识将小脑袋转向一旁 桌面上其他的餐盘还在 不管了 先吃再说 气了嘀咕了一句 随即拿起了筷子 立即发起了新的一轮对桌面的清理 不曾想 就在他即将得手的刹那间 餐盘又 没了 咦 这是怎么回事啊 气了皱了皱眉头 嘟囔了道 难道这餐盘下面 自己长了腿 他说着 下意识将距离最近的餐盘抬了起来 定睛一看 下面除了干净的桌面 再无其他 真古怪 气了不满地嘀咕了一句 眼珠子转了转 难道是桌子下面出了问题 气了说着 便蹲下身 查探起了桌面的反面 很干净 空无一物 气了挠了挠头 疑惑之际 撇了撇嘴 皱着眉头说道 难道家里来了 透明人 哈哈哈哈 一旁观察着一切的灵液 终于忍不住 捧腹大笑了起来 气了神色一致 小脸莫名一红 对灵液大声喝道 你笑什么呢 有本事你动动筷子 看看盘子会不会跑 灵液常做深呼吸 几秒后 算是压住了笑意 好 那爸爸就来给你露两手 灵液拿起筷子 很是骚包地扬了扬 紧接着 很轻松 而且速度不知道 比气了要慢多少 直接就夹起了一筷子美味 气了愣了愣 他一点都不服 为什么就你能夹起来 难道是我的速度太快了 他说完 就要动筷子 是他将餐盘拿走的 六时已经来到餐桌前 平静地说道 灵液目光微闪 平日里的六时 本身话就很少 现在可是沟通的机会 不能浪费了 六时 没有证据 可不要乱讲 他一脸人畜无害地说道 六时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既然是他拿走的 为什么餐盘已经消失了 他能放到哪里 而且 他可是一直在这里坐着的吧 欺了的嘴 像是连猪炮 上来就是一阵发射 这家姚没吃到 而且一听刚才六时那么说 心里有种被戏弄的感觉 六时又过来 准备 抢 饭 他的心里一阵窝火 这里除了你 我 他 没有第三个人 其他人都在房间里 六时平静地说道 不需要证据 用排除法 已经有了结果 顿了顿 六时继续说道 按照这个大前提来说 就是他动的手 至于他如何做到 原地不动让残盘消失 我觉得不可能 七了听得一愣一愣的 你这不也是觉得不可能吗 既然觉得不可能 为什么 六时淡淡的声音响起 打断了七了 是不可能 所以说 是你一开始 就已经产生了错觉 而这个错觉 就是导致你觉得不可能的主要原因 七了已经开始发呆了 所以 他根本就不是原地未动 残盘根本就没有凭空消失 六时的平淡的音调 始终都没有发生变化 但此时此刻 一股仿佛来自他灵魂的强大自信 已然隐隐流露出来 如果换作平时 傲气哼哼地七了 一定会不屑一顾 但现在他备受六时的自信气质所感染 小脸上流露出几分蜥蜴 六时 那你倒是说说 刚才到底发生什么呀 六时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正黑黑一笑 一脸的人畜无害的灵魂 随即将目光转向七了 他的速度很快 快到超出了你的感知 以至于 在你看来 他就是原地未动 但实际上 他已经闪身离开过一次 更何况 你当时只顾着 盯着餐桌上的餐盘 也没有抬头换视线 这更不可能发现他的动作 六时耐心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 七了恍然大悟 不怀好意地看了灵魂一眼 灵魂嘴角一脸 寻思着进一步了解六时 于是做出一脸死不承认的表情 那餐盘呢 七了一愣 立即看向六时 对啊对啊 六时 那餐盘哪里去了 平日里 小脸上很少有什么表情的六时 这次 嘴角微微翘起 除了厨房 其他的房间都关着门 而且距离相对很远 从这个角度讲 餐盘鹰就在厨房 六时说着 忽然直视灵魂 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话锋一转 看看餐盘上的护餐沙 在你动手之前 他一直没有动 你不是说了应该吗 那也只是菜的吧 所以接下来呢 七了此时 像是一个充满好奇的宝宝 这跟他平日里的风格 完全不搭 六时没有看七了 继续盯着灵魂 你只没有动餐桌上的护餐沙 给端走的餐盘套上 是因为这样做 会多一个行动过程 这样的话 会一定程度降低你的速度 但是 六时平淡的目光中 浮现出一抹罕见的波动 但是什么 你倒是说啊 七了直勾勾的 盯着六时说道 六时的目光 依旧盯着灵魂 但是 一旦餐盘离开了护餐沙 那么里面的佳肴 遇见空气 会慢慢加快变质 你 说到这里 六时拉长了话音 你很关心大家 这点很轻易的 就能看得出来 我就不解释了 所以 你是不会让餐盘里的食物 有一点变质的 而那厨房内 便有保鲜厨具 比套护餐沙更加方便 不会多么影响你的速度 所以 你更不可能将餐盘放在其他地方 那么说 餐盘一定是在厨房了 六时 就算你是乱猜的 我依然觉得你挺厉害的 七了忍不住好奇 说完便快速跑到了厨房 哇 六时 你说的没错 餐盘就在厨房的保鲜厨具里面呢 很快 厨房里面传出了 气了惊讶不已的声音 第172章 龙志云要见面 半个呼吸后 只见他一手端着一个餐盘 兴冲冲地跑到了餐桌前 将 消失的餐盘放下后 他直勾勾地盯着神色淡然的六时 六时 你可真聪明 六时轻声说道 用不了多少脑筋的 七了的肚子 此时 咕噜 一声响了起来 他下意识摸了摸 随即掘了掘嘴 一脸不满地看向灵液 儿子 刚才爸爸的闪现 表现得如何 灵液目光微闪 调侃道 哼 你就是趁我不被做的偷袭 不怎么样 七了气横横地说道 干嘛要拿走餐盘 妈妈跟其他人还没来 怎么能自己先吃呢 灵液很是语重心长地说道 好了 爸爸算着时间呢 不会真就让饿到你 他们马上就整理完出来了 一分钟后 就可以动筷子了 哼 我的肚子都叫了 七了嘟囔道 嘿嘿 那主要是爸爸的手艺太好 刺激得你嘴馋 所以肚子才发出了叫声 灵液笑道 灵液说完 将餐盘上套着的护餐纱给摘掉 不过两秒 整个正厅 香气肆意 就在七了抿了抿嘴 要说什么的时候 灵液 走 李诗兰的声音传来 还是那么的香 你的手艺一如既往的好 又能吃爸爸 做的早餐了 二花从房间小跑着出来 欢呼道 爸爸 早呀 三秋跟着跑了出来 吃饭了 四月雀月道 看着孩子们这般表现 李诗兰的嘴角 扬起了一抹动人的弧度 美眸之间 荡起了以你的涟漪 老婆 我知道你老公我很帅 但不要饿着肚子了 先过来吃饭 之后再好好地看我 灵液说着 嘿嘿一笑 到时候 我们可以促膝长谈 也 行了 先吃饭吧 孩子们都等不及了 李诗兰俏脸上 镀上了一层 令人垂涎的红霞 风情万种地 白了灵液一眼说道 得令 灵液立即笑着应声 南疆中心医院 顶级病房 齐先生 您的身体并没有恢复 现在不宜长久活动 请卧床休息 听着耳边这句 重复过无数次的话 齐则的眉头皱了皱 停下了正来回夺步的动作 看向一旁神色 有些忐忑的护士 这里的护士 可以说是24小时 轮班对他进行看护 不是在病房内 就是徘徊在门口 而这里 又是28楼 自己的身体 的确没有彻底恢复 想要月窗离开 风险太高 已经有一天 没去林先生那边执行任务了 思索之间 齐则眼的眉头拧成了一团 同时 他的眼底掠过一抹自责 齐先生 请您先卧床休息吧 见齐则愈发的不高兴 护士的目光有些闪躲 我想去走廊上走走 齐则忽然这么来了一句 护士微微一正 随即说道 好 我会在您身边陪同看护的 外面的空调 让我很不适应 我穿一下衣服 齐则很是自然地补充了一句 对了 麻烦你在门口等我吧 我还有去一下洗手间 嗯 护士点头离开 齐则目光闪烁间 三两下快速换好了衣服 在他的手 刚拿起手机的时候 动作略微一致 他在短暂犹豫 要不要联系林业 先不联系林先生吧 他应该很忙 而且 他未必会让我提前出院 低雨过后 齐则出了病房 来到走廊 齐先生 我们往那边走 齐则身旁的护士问道 齐则声色如常 指了指电梯所在的方向 往那边吧 他说完 目光闪烁了一下 又笑着补充道 不愧是南疆第一院 我觉得你们服务 医疗等个方面 做得都很不错 护士被成功转移了注意力 他笑英明地说道 齐先生可以多住几天 继续享受一下我们的服务 齐则微微一笑 不再多言 很快 二人便来到店旁边 路过电梯的时候 齐则捕捉到了 电梯旁边的楼道位置 那里有一扇门 不知道是否是锁着的 如果门是锁着的 那事情会变得麻烦不少 齐先生 已经走完了一圈了 你感觉怎么样 冷的话 我们就进病房吧 齐则正思索着 如何不打草惊蛇 更加顺利地离开 护士的声音传来 齐则面不改色地 做了个伸展动作 再走一圈吧 我感觉这走走 心情也好多了 以为齐则是在夸医院 抑或着自己 护士笑着点了点头 好 很快 又是一圈过去 再次路过楼道 齐则暗自松了一口气 他听到了楼道内 有上下楼梯的脚步声 有较大的可能 说明门没有锁 你们这里楼层不低 楼道打扫卫生的人员 应该很辛苦吧 齐则闲聊班说道 做进一步确认 要是人少了 肯定很累的 护士不假思索地说道 所以我们每隔几层 就有固定打扫的人员 而且 为了方便他们工作 提高效率 楼道的门也没有锁 齐则的嘴角微微翘起 眼底眼底掠过一抹 掩饰不住的亮光 麻烦你帮我接杯水吧 我走得有些累了 好 那你跟我来吧 起步就到了 护士说道 原本齐则打算 趁着护士接水的时候 自己再通过楼道离开 一听护士这话 齐则目光闪烁起来 你很敬艳 谢谢夸奖 护士笑着说道 到时候给你点个赞 齐则忽然这么来了一句 语速很快 嗯 那时候 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护士愣神 到了以后 齐则话音未落 迅速窜进了楼道 护士神色呆滞了片刻 立即掏出了电话 庄医生病人从楼道跑了 新颖娱乐 会议室内 李诗兰跟林叶 正在谈着 关于新颖近期的情况 林先生 有一个名叫龙志云的人 说有事情要见你 安妮的声音传来 龙志云 林叶眼睛微眯 他记得很清楚 当时那名男子说过 这龙志云 是南疆地下一流势力 独龙组织的二把手 第173章 自然 有事找林叶的人 应该很多吧 这也不奇怪 李诗兰轻声开口 嗯 安妮点了点头说道 可是这个龙志云 已经坚持了很多次了 还在一直求见 没有放弃 坚持很多次 想见本男神的人 也不在少数吧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忽然插了一句 安妮笑着附和道 那是肯定的啦 林叶 你要不要去见这个龙志云 李诗兰目不转睛地 盯着林叶说道 下午的时候 还有六十的绘画比赛 早上吃饭的时候 你可是说了 要在六十绘画比赛开始前 亲自带她的 这种事情 我怎么可能会忘掉 林叶很是骚包地扬了扬头 六十是我儿子 他学校的绘画比赛 冠军非他莫属 林先生 你还会做话 安妮两眼放光 惊讶不已地说道 那是自然 不然你以为 男神的 神 字 是个摆设吗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这也太神了吧 我怎么感觉 你什么都会呢 安妮的大眼睛里 渐渐荡上了一层迷离的涟漪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林叶 你到底要不要见她 李诗兰此时引回正题 她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之前认识吗 林叶目光微闪 大脑高速运转 关于当时 黄天派黑雅组的人 对公司的电梯 坐手搅一事 她由于不想让李诗兰担心 所以并没有向她 透露多少凡配 黑雅组等这些 背后黑手的消息 既然不知道 那就一直不知道吧 想到这里 林叶微笑着说道 不见 她的话没说完 安妮的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她看了一眼上面的号码 是硕摇打来的 安妮俏脸微变 她立即接起了电话 安妮小姐 陆家的陆运博传来消息 要跟林先生交谈 她不想打扰林先生 于是就先联系了我 陆运博 陆总 安妮神情一致 随即大眼睛转了转 直勾勾地盯着林叶 好 我会通知她的 让陆总稍等一下 收到 挂断电话 安妮立即开口 林先生 你猜猜刚才电话里说了什么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那还能说什么 肯定是某某某无法自拔的 要瞻仰男神我的风采了呗 是陆家的陆总 他声称怕打扰到你 没有直接跟你打电话呢 安妮两眼放光 陆家乃是南疆三大巨头之一 明面上与王家 李家齐名 陆运博 陆总 更是陆家除了陆老爷子之外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人物 这样一位大佬 面对林叶 安妮心底惊骇之余 林叶轻描淡写地说道 对于本男神来讲 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嗯 我也这么觉得 安妮挥动了一下粉泉补充道 也只有林先生 才能做到如此 看把你嘚瑟的 李诗兰白了一眼 林叶说道 林叶 你先接陆总的电话吧 看看怎么回事 不要让人家久等了 林叶眼神微动 大手一挥 意气风发般地说道 让他久等又如何 我 妾 李诗兰称怪地瞪了林叶一眼 还要给孩子们做歌呢 我先上去了 李诗兰话音落下 起身准备离开会议室前 又补充了一句 林叶 下午你可要好好带六十 学校那边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你可以直接进去 林叶摆了摆手说道 这倒不用 我到了地方 自然是封米全校的人物 李诗兰瞪了林叶一眼说道 林叶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他说完便不再言语 离开 安妮紧随其后 林叶掏出手机 正要拨通陆运博的号码 安妮又小跑着折返了回来 你忘带文件夹吧 扫了一眼桌面 林叶随口说道 你知道干嘛不再刚才提醒我呢 安妮转动着大眼睛说道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你之前是故意留下的 安妮微微一正 目露惊骇 阴唇微张 有什么事情就说吧 林叶但笑着说道 林先生 我真的 真的 真的很怀疑 你到底是不是人类 安妮惊讶道 我的演技在公司里面不说第一 至少也是排得上号 你到底是怎么发现 我是故意忘记拿文件夹的呢 林叶神秘兮兮的一笑 我说 我是感觉出来的 你信吗 感觉出来 安妮微微一呆 大眼睛转了转 翘脸上浮现出一抹遮不住的红霞 她有些扭捏地说道 我们 这算是心有灵犀吗 当然不是了 心有灵犀说的是 两个人共同作用 而当前 我觉得 你着重考虑的 应该是我敏锐的察觉里才对 林叶轻描淡写地说道 安妮嘟了嘟嘴巴 紧接着点了点头 神色有些许恍惚 嗯 你说的也是 难道这就是男神的魅力吗 自然 林叶淡笑着点头 虽然算不上骄傲 但没有丝毫谦虚的意思 我折返过来 就是想要问下 你下午要一个人去学校吗 安妮自知 拿一个文件夹 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她话锋一转 自从之前出了交进的事件 现在公司暂时取消了招人制度 所以 见安妮拉长话音 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所以 你下午比较轻松 想要问问 能不能跟我一起去学校 瞻扬本男神的风采 嗯 安妮小心翼翼地低难 时不时瞄了林叶一眼 生怕她会拒绝 嗅着安妮身上独有的忧香 林叶顿了顿说道 你对学校那里的情况 有什么了解吗 一听林叶这话 安妮顿时觉得有戏 连忙点了点头说道 我就是你的超级智能导航 人 路 环境 我都很清楚呢 林叶淡笑着点了点头 你去忙吧 到时候 去了我会叫你的 太好了 安妮欢呼着 挥动了一下粉拳 男神 谢谢了 说完安妮离开 林叶微微点头 掏出电话 给陆运博打了过去 第174章 当然要见了 林先生 不好意思 我可能打扰到你了 你 无妨 林叶淡笑着打断了陆运博 陆总 大家都是自己人 有什么事情 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的 好 林先生 你现在有时间吗 这件事情 我跟你见面聊聊 林叶随口说道 没有问题 就在新影附近的华雅堂见吧 房间已经订好了 我两分钟到 林叶说完挂断了电话 华雅堂 顶级包房 陆运博目录思索 他脸色时而凝重 时而疑惑 但更多的是惊骇 他的眼睛上 红色的血丝出现得很明显 整个人的气息 显得很是唯米不振 不论如何 能听到林先生的声音 至少说明了 他没有什么大碍 陆运博低语道 昨天晚上 雪迷那恐怖的身影 动不动就在他的脑海里闪现 那雪迷的背后 到底是 陆总 你的精神状态 不是很好啊 一道熟悉无比的声音传来 陆运博神色一喜 寻声看去 林叶已经进了包房 但笑着调侃道 陆总 你身为陆家的领军人物之一 休息不好怎么能行 上下打亮了林叶眼 陆运博又惊又喜地说道 太好了 林先生 你没事 真的太好了 你要是真出了什么意外 我陆家就算把家底搬空 也会 我这么英明神武 是那么容易就出事的 林叶白手 笑着打断了他 随即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见状 陆运博微微一震 他的脑海里 止不住浮现出 当时林叶初次来陆家 出手将陆老爷子 从鬼门关拉出来的情形 林先生 你想 那还用说吗 林叶说完 不给陆运博反应的机会 直接上针 一通行云流水地操作下来 林叶将银针收起 身上 四肢百骸 气血之间 传出一股股暖洋洋的热流 陆运博住不住沉醉其中 神色恍惚 片刻后 他下意识活动了一下身体 很轻 很顺 没有之前隐隐的疲惫与不畅 林先生 谢谢 他一脸严肃 郑重地对林叶道谢 我陆家 能与林先生有所交情 是我陆家莫大的荣幸 我 得得得 你再说我可承受不起 都是自己人 随意点 林叶连连摆手 陆总 我们还是谈谈正事吧 陆运博眼睛上的血丝 已经渐渐退去 他正了正神说道 林先生 昨晚那血迷 我既然是好好的 你觉得那血迷会怎样 林叶淡笑着打断了他 陆运博瞳孔一缩 他尝试性地问道 林先生 那血迷与你 打成了平手 抑或着林震逃脱了 林叶神秘一笑 紧接着微微摇头 陆运博渐渐张大了眼睛 林叶当前的状态 根本不像是不敌血迷 逃跑的一方 那么还剩下一种可能 难道 血迷被你杀了 陆运博说完这句话 额头上的冷汗 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冒出来 林叶笑着摇了摇头 我倒是没有杀他 不过他的确是杀了人 嗯 陆运博惊骇之余 忽然想到了 之前血迷身边的那名老者 以及钱安 他杀了自己人 不等陆运博开口 林叶继续说道 什么 即便心里有所猜测 但听林叶亲口说出来 陆运博的音调 依旧止不住拔高 当时他派了那么多人 面对血迷一人 依旧被其轻松冲杀的溃不成军 这血迷的强悍程度 可想而知 林先生 你究竟是 男神两个字 可不是白叫的 有着万能的作用 陆运博掌座深呼吸 调整片刻 画风一转 林先生 还有一件事 是关于龙志云的 林叶目光微闪 他之前通过联系心影 想要与我谈谈 紧接着 他画风一转 不过 我不想让蓝总知道 龙志云这好人物 当时拒绝了他 陆运博的神色 多了几分严肃 林先生 这龙志云的背景 不浅 不浅 林叶眼神微动 不是独龙组织吗 难将一流的地下势力 能有多深 如果真的只是表面上那样 那事情就简单多了 陆运博沉声说道 这个组织很庞大 据说头目 是一个叫俯佑的神秘男子 说他们庞大 并不是主要体现在 他们的窝点 以及人员等规模上 而是俯佑名下特定的人 个个都在背地里 统领着其他相对实力较弱 较小的组织 体现在这一点上 这不就是变相的培养 小头目 吗 林叶随口调侃了一句 陆运博微微点头 他们在背地里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 接人的委托办事 据小道消息 独龙组织 在山域那边有大大小小 诸多隐蔽的小窝点 这些窝点到底是干什么的 目前尚不明确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窝点中 绝对不是什么 正经的培养舞者的地方 陆总 那你觉得他们 想要干什么 林叶饶有兴趣地说道 陆运博沉思片刻 随即摇了摇头 不知道 但龙之云会亲自找你 我能感受到 这件事绝对不一般 陆总 放轻松点 万一你想多了怎么办 林叶笑着摆了摆手说道 林先生 给你谈记龙之云 可能有些唐突了 陆运博想了想 眼底略过一抹歉意 我也是刚不久前 接到他的电话的 嗯 林叶微微点头 心中了然 龙之云的目的 是想要通过我 让你们两个见面谈谈 陆运博继续说道 林先生 你要是不想跟他见面 我会 见 当然要见了 你刚说完他那么神秘 我可不想错过 这次长见识的机会 林叶打断道 他的思绪快速翻转起来 之前 在安妮那边处理台送一事中 遇见了身穿蓝色舞蹈服的白梨 通过他的口中得知 樊佩以及他的黑雅组 已经被负面抹杀 但自己身为当场出手的人 根本就没有下杀手 这点毋庸置疑 第175章 擦枪走火 这在一想 自己离开黑雅组的窝点前 婆佩已经通知了龙之云 不过当时自己接到李士兰的电话 担心他出意外 于是立即离开了 这刚好与接下来很可能到场的龙智云给错开 那么龙智云一到场 顺势有了可能 替自己下了杀手 想到之前公司的电梯事件 林叶的神色渐渐淡漠了起来 即便樊佩是受皇天委托 而动的手 那次电梯事件实质上跟龙智云没有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 这龙智云被婆佩称作过龙哥 林叶觉得 他们还是有那么几分可能 是一丘之合的 林先生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见面 我这就去准备一下 陆运博正色道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陆总 某些时候 我习惯了一个人办事 陆运博微微一正 随即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我会派人在周边巡视 有什么异常 立即通知你 林叶微微点头 陆运博拿出一张字条 上面显示着一串号码 林先生 你要是有什么不便 我可以给他打电话 让他过来 如果需要 我会告诉你的 林叶随口说道 好 陆运博应声后 离开 林叶掏出电话 即刻拨通了字条上的号码 林先生 久仰大名 刚通电话 那边便传来一道 平静到令人感觉 有些冷淡的男子的声音 林叶目光微闪 寻思着更多的了解对方 于是开口调侃道 伙计 我这是第一次 拨通你的号码 你手机上显的 应该是陌生号码吧 你怎么就知道 我是姓林 我的手机号 不会有陌生人知道 并且 更不会有陌生人能打进来 电话那边说着顿了顿 又补充了一句 除了我告诉过的 唯一一个人 陆运博 之后便收到了陌生电话 不是林先生 那会是谁 说吧 有什么事情 林叶引入正题 林先生 我想跟你见面谈谈 林叶当即给他说了位置 随即结束了对话 看了一眼桌面上 酒香四溢 沁人心皮 已经满上酒的酒杯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拿起酒杯 一饮而进三分钟后 包房门外 传来一阵极其规律的脚步声 林叶眼神微动 放下刚满上的酒杯 目光锁定着包房门口的方向 脚步声在门口的时候停止 紧接着传来一阵 不急不慢的敲门声 林叶的察觉力何等强悍 她的眼睛微眯 这敲门声 每一下 力道都极其地均匀统一 心底提高了几分戒备之后 林叶说道 进来吧 她话音刚落 门便被打开 一个身穿深灰色长服 看上去三十七八岁 面色略显苍白 身形修长 面带微笑的男子映入眼帘 包房的温度 变得微凉 林先生 初次见面 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龙志云 林叶同样微微一笑 握了上去 以示回应 刚与龙志云的手接触 林叶的目光 便微微闪烁了一下 这龙志云的手 有点凉 是一种不正常的凉 林先生 我就直奔主题了 我来 先坐 林叶做出一副 很是热情的态度 伸手示意龙志云入座 龙志云微笑着坐下 喝点酒 能驱散一部分 你体内的凉气 林叶笑着 将已经准备好的酒 挪到了龙志云面前 我近期身体不适 不宜喝酒 龙志云有些冷淡的语气中 更多的是 流露出一种委婉 林先生 我这次来 是想跟你谈谈合作 继续说吧 林叶没有表态 龙志云平静地说道 林先生 这段时间 或者说在接下来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不管是你的别墅 还是新颖娱乐那边 都不会安宁 他这话一出 林叶的心底 隐隐生出一股无名之火 他做出一副 很是不满的神情说道 火箭 你会不会说话啊 不觉得自己的话 像是在诅咒人吗 龙志云脸上的微笑 依旧保持如初 他的脸仿佛是一个机器 看不出丝毫情绪变化 我说的是事实 那樊家的少爷 樊宇 是个年轻的舞蹈天骄 几天前在毒海组织的据点失踪 而你林叶 就是肇事者之一 林叶的大脑高速运转 看似不经意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龙志云脸上 那一成不变的微笑 在加深 南疆 很少有我毒龙组织 难以捕获的消息 所以说 樊家的人会设计 针对我 林叶说完 将杯中的酒 一饮而尽 龙志云没有表态 而是转了画风 林叶 听说你的一道造诣 非凡了得 我这次来 就是想跟你谈谈合作 林叶眼神微动 调侃道 我就说 怎么感觉你整个人都凉凉的 如果你能答应 我能给你提供多方面的资源 应对樊家 龙志云没有接林叶的话差 不管你需要环境 人手 还是其他方面的支持 都不是问题 但我的人 在应对樊家的时候 只会听从你口中 做防守的指示 不会主动进攻 只是提供资源 林叶做出一副 很是不悦的模样 你难道不知道 我施展医术 可是极其消耗精力的 有时候一个不慎 消耗的就不是精力了 而是生命力 你懂吗 所以说 你不觉得应该改变一下 自己的想法 直接 对 樊家吗 直到林叶说完最后一句 龙志云的衣角 骤然间开始摆动起来 他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整个包房的气氛 刹那间紧张到了极点 我龙志云做出的决定 除了那个人 还没有谁能让我改变 林先生 我从之前与你交过手的 白梨那里得知 你的实力 疑似宗师 极其的诡秘 今日 我想领教一二 龙志云的眼底 略过一抹冷芒 白梨 林叶眉头微皱 虽然只与白梨见了一面 交了手 但这已经足够看得出来 白梨不会随便 就将自己的情况 泄露给龙志云才对 第176章 你夸人能好好夸吗 林叶不用觉得那么惊讶 那白梨 的确是一个 舞蹈天赋极佳的舞者 但这并不代表 他能忤逆我龙志云的决定 龙志云的音调虽然不高 但他周身的气势 却在节节攀升 林叶眼神微动 嘴角微微上扬 龙志云 跟你切磋 可是要消耗我的精力跟体力的 不管合作 还是切磋 同样都是你主动提出来的 我能感受到你的 诚 义 他话风一转 这样 我们打个赌如何 你想赌什么 龙志云暂时收敛了些许气息 我赌的条件很简单 如果你败了 就改变一下你的决定 我 这不可能 林叶话说到一半 龙志云低沉的声音便响了起来 林叶 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你自己 什么叫一丝宗室 我是不可能败给你的 顿了顿 龙志云再次打量了林叶几眼 毕竟有求于林叶 他补充了一句 最多 跟你打成平手 林叶不动声色地说道 不用只考虑自己 你就不想听听 我败了会怎么样 败了 龙志云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败 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行了 我发现你的脑子本来很灵活 但被你自以为是的傲气 给整成了 缺根筋 林叶摆了摆手 还是我主动告诉你吧 这样 我如果败了 可以无条件答应你的要求 你确定 龙志云古井无波的脸上 第一次有了动容 林叶 你可敢对自己的话 做出保证 你觉得呢 林叶反问道 语速加快 不给龙志云打断的机会 我的要求是 如果你败了 就给我全方位盯着凡家的动态 有什么事情 涉及到别墅与新颖 就给我提前汇报就行 龙志云大有深意地 看了林叶一眼 林叶 你很聪明 知道如果继续提出 之前那样的要求 我绝对不会答应 看得出来 你也很自信 只是 拉长了话音 龙志云继续说道 只是你马上就会明白 你的自信 是多么的盲目 他话风一转 笃定地说道 如果我真的败了 就答应你的要求 但 这是不可能的 林叶缓缓起身 仿佛没有听见龙志云的话 他活动了一下四肢 随即对龙志云勾了勾手指 出手吧 这里的环境施展不开 干脆我们比拼内劲 一招分胜负如何 好 龙志云应声后 稍作调整 三秒后 二人未动 只是目光对视 饶是如此 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二人之间的桌面上 酒杯里的酒 荡起了层层波纹 气氛 在酝酿中 已经呈现出白热化状态 又过了三秒 龙志云的脸色 渐渐地变了 原本他的脸色就略显苍白 这经过这短暂的时间后 白得更上三分 一抹隐隐掩饰不住的惊艺 从龙志云的眼底掠过 这就是你全部的实力了吗 林烨咧嘴 一脸失望地说道 这好像有点弱呀 动手吧 龙志云没有经得起林烨的挑衅 话音刚落 抬手闪电般对林烨轰出一拳 静气震荡 破风声刺耳 反观林烨 同样是抬手 一拳相迎 但没有什么刺耳的声音 仿佛他的这一拳 来自于不同的次元 碰 全面相交的刹那间 这道响起的声音 如同炸裂的火花般 在偌大的包房里 发声发得极其的清脆 龙志云感觉 他的拳头 如同砸在了一个 深不见底的大海海面上 一股自己很是渺小的感觉 止不住从心底滋生 龙志云的瞳孔 渐渐放大 他的神色 第一次有了较大的变化 他一脸的不可思议 不过就在他短暂惊骇的下一秒 呵 龙志云低吼一声 周身一股更为磅礴强悍的气息 轰然爆发 他引导着更为凶悍的力量 再次凝聚到了自己的全面上 这是石城力道 龙志云的额头上 已然渗出了丝丝细腻的汗珠 他低沉地说道 灵液 小心你的骨头 有可能会粉碎性骨折 甚至被碾成粉末 滋滋 随着龙志云的话音刚落 他脚下的地面 出现了丝丝裂纹 接招 将凝聚的力量 全部引导至全面上 龙志云浑身一抖 轰然爆发 下一秒 龙志云的神色 有了几分恍惚 他看到 自己与灵液相交的全面 依旧在原地 并没有丝毫动摇 这跟他料想中 灵液不敌 被自己击打的后撤 或者灵液吃痛规避等情形 完全不一样 四 全面上 传来一种隐隐渗透之神经 不可阻挡的霸道力量 龙志云瞳然一缩 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你这全力一击 已经有内进后期中介的水准 三十七八岁 便能有这般实力 不说别的 我倒是头一次见到 灵液淡笑着说道 听不出来 他到底是在称赞 还是在讽刺 那股霸道的力量 催枯拉朽般 直接破开了自己 全力凝聚起来 试图抵挡的力道 紧接着 撕裂着胳膊上的神经 侵蚀着胳膊内 已经开始控制不住 翻腾起来的气血 麻木 无力 痛楚 交织起来的感觉 使得龙志云的心底 掀起了滔天巨浪 这 这不可能 他已经完全的失态 惊声奸笑道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灵液 你到底是什么人 龙志云脸色煞白 浑身颤抖 莫说南疆 省城 就是帝都 乃至哪些影视武道家族 也绝对不可能 有你这种妖孽般的异类 异类 灵液嗤笑一声 我说 你夸人能好好夸吗 他话音落下 与龙志云全面 相交的手臂 微微一抖 胳膊上 忽然传来一股 龙志云猝不及防之下 直接中招 只见他整个人的半边身子 猛然被冲击的一个旋转 身体倾斜腾空 足足三个360度转体后 身体轰然向着地面砸去 龙志云很想伸手撑地 稳住身形 但周身的气血 被灵液那股爆炸性的力道 给冲击的紊乱不堪 他根本就力不从心 第177章 龙志云的重大决定 硬生生来了个狗吃屎不说 龙志云发现 他竟然无法在第一时间站起来 感受着冰凉坚硬的地面 龙志云的心底 滋生出一股无法遏制的巨异 怎么样 这一招已过 我看得出来 你应该还有其他底牌吧 你要是有什么不服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再战 灵液轻描淡写的声音传来 龙志云有些艰难的抬头 见灵液正淡笑着看着自己 灵液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答非所问 我就当你服气了 有意见吗 灵液自顾自地说道 身体上的余阵 渐渐退去 龙志云活动了一下 他依旧有几分松软无力的四肢 僵硬的起身 他直视灵液 眼底是不是略过一抹精芒 没有开口 灵液微微一震 他总感觉 眼前的龙志云 似乎在酝酿什么很 大 的想法 或者决定 现在距离中午 李诗兰以及孩子们吃饭的时间 还有一个多小时 他倒是不着急 干脆就这么直接等着 饶有兴趣地与龙志云对视 两久 龙志云的眼底 略过一抹毫不掩饰的敬畏 他的脸色 也渐渐郑重了起来 只见他微微点头 紧接着攻了攻身 态度恭敬地说道 林先生 之前的事情 是我无礼 多有得罪了 你这随机应变的能力 倒是挺快 林液随口说了一句 林先生 我临时改变了想法 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龙志云目光坚定地说道 林液眼神微动 咧嘴调侃道 什么重大决定 不过话说回来 有重大决定 不是应该跟你之前说的 那个唯一能改变你决定的 那个人 谭吗 他难道不是独龙组织的幕后主使 他是幕后主使 独龙组织的真正头目 俯佑 龙志云毫不犹豫地说道 林先生 这独龙组织的称呼 实际上就是一个掩饰 掩饰 林液饶有兴趣地说道 难不成你想说 你们独龙组织 有很多名字 龙志云的眼底 略过一抹傲然之色 这区区一个独龙组织 配不上我们 顿了顿 他再次看了林液两眼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我们的真名 是丰天组织 名字 是有点中二 林液随口 给予了评价 龙志云没有在意 继续说道 林先生 我希望你能成为我丰天组织的 我对你们组织不感兴趣 不等龙志云说完 林液当即拒绝道 谈谈正事如何 龙志云心中一急 但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语气坚定道 林先生 我不但会给你汇报 樊家可能对你不利的动态 同时 我还会主动与之交火 哪怕是最直接 风险极高的碰撞 我也不会让他危机到林先生 林液眼神微动 对于龙志云这般说辞 他之前虽有所预料 但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果断地 就做出超出自己预期的答复 龙志云 你的这种决定 可是无偿的 林液不动声色地 忽然这么来了一句 龙志云笑了 不过有些僵硬 仿佛脸上浮现出笑容 对他来说 是一件罕见的事情 我知道 但我已经做了决定 就算如此 也会不遗余力地执行 林液微微点头 调侃道 这么说 我还是除了那俯佑之外 另一个能让你改变决定的人了 是的 龙志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林先生 我输得心服口服 他顿了顿 又补充了一句 林先生 如果你有时间 我还是希望你能出手帮忙 不等林液开口 龙志云连忙继续说道 林先生 你完全可以不用答应 我该做的 还是会做 我能理解为 你这是准备通过为我做事 变相地打动我 然后让我主动帮助你们吗 林液咧嘴说道 别忘了 之前的赌约 我可没说 让你做出当前的重大决定 龙志云面色微变 心底的想法 被林液一语道破 他长叹了一声 略微沉音片刻后 眼底略过一抹惆怅 林先生 之前你经那旁围的毒海组织一室 是不是发现了净品 林液眼睛微眯 他记得相当清楚 当时的樊允 将自己的实力 生生给拔高了一个大境界 还多这 已经完全超越了寻常舞蹈人士的认知 要说林液的心底 也是存在不小的起伏 淡蓝色药剂瓶 黑色布袋 这两件 东西 在舞者的眼里 尤其是 对于哪些最新于提升实力的舞者来说 用西式珍宝形容 也毫不为过 思绪翻转之际 林液微微点头说道 你说的不错 淡蓝色药剂瓶 黑色布袋 这两个玩意 的确很意思 龙志云的眼底 掠过一抹极其隐晦的黯然 那些药剂跟净品 是我封天组织研制的 有很大的副作用吧 那些 就是一直以来 我们尚未解决的难题 这次来 我是想让林先生 对受到净品反噬的人 设法进行治疗 正说着 龙志云的眼底掠过一道金芒 也可以说 我是想请林先生出手 从根本上解决净品 所带来的副作用问题 还有一点 那淡蓝色的药剂瓶 是相对副作用较小 制作较为成功的药剂 我们目前给它取名为通流剂 林液的大脑高速运转 不管是通流剂也好 净品也罢 他们在舞者服用过后 的的确却能使舞者的实力 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这通流剂 既然是较为成功的药剂 那是否也是在说 服用了它 并不是仅仅局限于 让舞者的实力 短期内得到提升 龙志云微微一正 随即轻叹医生说道 要是能有从根本上 并且是长期稳定的 提升舞者实力的药剂 那我封天组织 早就闻名天下了 对于飞舞道中人来说 用了之后会如何 林液的心底 隐隐有了几分期待 他想到了李诗兰 以及孩子们 龙志云出乎意料地 皱起了眉头 轻则巅峰至虚脱后 调理一段时间可恢复 而那净品 一旦让飞舞道中人使用 实死无生 第178章 着急工作的齐则 我是该夸你呢 还是该说你水平 诡异 林液煞有介事地 调侃了一句 龙志云再次轻叹一声 没办法 如果真的能对普通人 顺利起笑 那我估计要不了多久 这难将会彻底变了天 你说的这个忙 到时候我会帮的 林液略微沉吟着 点了点头说道 得到林液亲口答复 龙志云神色一喜 立即对林液攻身 音调拔高了不少 谢谢林先生 我这边的确需要人手 就算不说这点 我也并没有习惯 去白白接受他人的人情 林液摆了摆手 示意龙志云起身 随口说道 林先生 我能否问一下 你师叔何名 龙志云心记着组织的情况 目光闪烁间 小心翼翼地问道 怎么 怕我给你们帮了倒忙 开始调查起我来了 林液做出一副 很势不悦的表情说道 不不不 我只是觉得 林先生是空前绝后的奇才 虽然龙志云说着 面色微变 眼底略过一抹尴尬 虽然我的确心记着组织 但门心自问 我的心里更多地 对林先生的好奇 你就保持你的好奇吧 这样说不定 有利于我们之间愉快的交流 林液咧嘴 一脸神秘地调侃道 龙志云微微一愣 目光闪烁间想到了什么 慧心一笑点了点头 林先生 你有没有兴趣 去见一下我的老大 扶佑 龙志云小声说道 你觉得呢 林液微微一笑 我既然答应了你 自然对你们 这所谓的风天组织 产生了兴致 不会忽视扶佑这好人物的 那林先生 你准备什么时候过去 龙志云下意识问道 他话音刚落 不等林液开口 又连忙补充道 林先生 你什么时候去都行 只要随便给我 拨通一个电话就可以了 林液微微点头 寻思着给龙志云的人 治疗副作用 同时 自己在改良他们的药剂 像是一个搞医学科研的 调侃道 龙志云 你 他的话没有说完 手机震动了起来 林液目光微闪 拿出手机看了看 是庄测梁打来的 林液面色微变 齐则就在医院调养 庄测梁这时候打来电话 难道出了什么变故 没有犹豫 林液立即接起了电话 林 林先生 庄测梁的口吻 像是犯了什么大错一样 同时带着一股歉意 林液脸色一沉 周身的恐怖气息隐隐散发 一旁的龙志云 面色止不住一白 齐则怎么样了 林液的声音 没有丝毫情感波动 他 他跑了 听到这种回答 林液微微一正 齐则跑了 下一秒 林液的脸色稍微恢复 不管怎么说 齐则能跑 至少说明 他的身体状态恢复得不错 怎么回事 据专门负责 照看他的护士汇报 齐先生 就是在走廊散步的时候 直接冲下了楼道 我收到通知 第一时间过去 但齐先生的速度很快 我还是没能拦住他 庄测梁说道 医院并没有对齐则 做什么不良的举动 这点我可以保证 庄测梁又补充了一句 林液微微点头 隐隐猜到了什么 心底微微触动 神色渐渐温和了下来 我知道了 庄医生 这次麻烦你了 林先生 自从见了你施展逆天针法 将陆老爷子 从鬼门关拉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下定决心 要 庄医生 你可别来这套 煽情这档子事情 有时候容易让人起鸡皮疙瘩的 林液半开玩笑般 打断了他 我能察觉到 你应该是心里装着什么事情吧 这段时间我忙完后 会主动联系你的 不急不急 林先生哪怕不出手帮忙 我也会 庄测梁受宠若金般的话语 并没有说完 好了好了 齐则那边还有什么事情吗 林液淡笑着 再次打断了他 没有了 我就是向林先生 汇报一下这件事 庄测梁说道 又跟他简单聊了几句 林液挂了电话 他这刚挂电话不过三秒 手机再次震动了起来 林液目光微闪 看了一眼手机上预料中的号码 嘴角微微上扬 接起了电话 齐则 你没事不在医院好好待着 就想着出门找我来了 不等齐则开口 林液率先调侃道 呃 林先生说的可真准 我就是想要来找你的 你现在在哪 我想快速归位 林液先是笑了笑 随即有些无语的摇了摇头 你可设想一下 如果我们身份互换 你听到刚才你说的那句话 会做何感想 电话那边沉默了两秒 不好意思林先生 是我太着急 想着继续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了 你过来吧 我简单给你的身体状态 做个收尾治疗 让你彻底恢复 林液忽然这么来了一句 你可得好好感谢我 看看我多照顾你的想法 真的 齐则兴奋的声音 从电话那边传来 多谢林先生 跟齐则说了地点 又简单聊了几句后 二人结束了对话 林液刚收起电话 一旁的龙志云 目光闪烁间开了口 林先生 不介意 我继续留在这里吧 刚才听你说 要做收尾治疗 我想要现场 瞻仰一下林先生的风采 林液嘴角微微上扬 到时候 你可要看准了 龙志云总觉得 他话里有话 来不及多想 还是立即应声 好 我会看仔细的 扫了一眼 龙志云略显苍白的脸色 在想起之前与他握手 察觉到的 他手上的不正常的凉 思绪翻转之际 林液忽然开玩笑般说道 龙志云 龙志云微微愣神 随即眼底一按 轻叹一声说道 我在试用实验期 上未完成的药剂 林液眼神微动 你这三十七八岁 能够拥有内经后期中介的实力 跟你提及的实验用药 脱离不开干系吧 龙志云的眼底略过一抹复杂 紧接着点了点头 第179章 适应 林先生 我的这副身体 预计再过不久 就会彻底废掉 龙志云整个人 气息在转眼间 便彻底微米了下去 他的声音又轻又低 林液眉毛微挑 紧接着眼睛微眯 你有没有觉得 才三十七八岁的你 说出这种话 非常的骇人听闻 龙志云苦笑一声说道 我知道 但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察觉到了龙志云话中的隐情 林液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轻声说道 放轻松点 你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 却没有第一时间 向我寻求帮助 而是抛开你自己 说让我帮你解决你组织的事情 顿了顿 林液目光渐渐深邃起来 我对你这种人并不反感 所谓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道息 我不会忽视你不管的 况且 你觉得 我会看着一个身体病态的人 为我做事吗 龙志云长叹一声 目录感激地看了林液一眼 随即开口说道 林先生 你的心意 我领了 提前给你说声谢谢吧 但我清楚 我身体上的情况 你不用费心了 哦 林液不以为然 龙志云 你可不像是那种 随便就会自暴自弃的人 林先生明察秋毫 但 龙志云微微一叹 拉长了话音 但对于这件事情 我不得不自暴自弃 林液嘴角微微上扬 正要说什么的时候 急促地敲门声响起 齐泽 你跟我客气什么呢 直接进就行 林液随口说道 门被打开 只见齐泽一脸兴冲冲地跑了进来 他的面色略显苍白 与龙志云的病态白不同 齐泽的是累的 同时 他的额头上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林先生 他大喘着粗气 叫道 终于见到你了 林液摆了摆手 调侃道 看来本男神的魅力太大 你这个谜地 就连自己的虚拖 也不顾了 齐泽笑了笑 看着林液 脸上莫名的高兴 正当他要开口说 什么的时候 注意到了林液身旁 正面带微笑 看着自己的龙志云 独龙组织 龙志云 齐泽面色骤变 忽然高声喝道 紧接着 他的脸色立即冷了下来 目光直视龙志云 想不到 在这里居然会遇见你本人 龙志云淡淡一笑 语气平稳地说道 齐泽 你们刘液组织的大姐大 秦灵 他现在如何 闭嘴 你还敢提他 齐泽脸色涨红 怒喝一声 看着 哎 干嘛呢干嘛呢 林液一脸的不满 当即闪身 横立在二人之间 他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这包房是我定的 某种意义上讲 也算是我的场子 你们刚见面 就那么随意地 在我的场子上动手 不觉得不太合适吗 哼 齐泽冷冷地盯着龙志云 脸色的怒涩 即刻褪去大半 我挺好奇的 你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神仇大恨 林液看似闲聊般 引出话题 在齐泽接下来的一段话中 林液了解到了事情的大概 原来 龙志云名下的一个小头目 接到了杀人的委托任务 而刘液组织 却负责保护目标人物 双方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交火 交火之中 刘液组织的人不敌 受到重创 秦灵亲自上阵 但自从龙志云服用了通流剂 秦灵受伤不敌 只得撤走 事情表面上看似结束 但其实不然 龙志云出手的过程中 暗中下了毒手 导致秦灵的身上中了一种异毒 虽然不致命 但会在生活上造成一定的麻烦 到现在还没有解药 据齐泽所说 秦灵没有将中毒的事情告诉外人 觉得丢脸 况且 他觉得没有实质上的大碍 这种生活上的麻烦 被他默认接受 齐泽说这些起因 是他在一个深夜 对秦灵汇报任务的时候 无意中通过秦灵的自语 以及他的异常举动发觉的 重点就在接下来的事情上 刘叶组织的任务中 每每都会提及一句话 遇见需要对抗的毒龙组织的人 除了必须下杀手的情况 其他的都不要留守 齐泽提及 他的一个要好的朋友 在一次任务中 与毒龙组织的人发生了交火 直接成了植物人 现在还躺在医院 龙志云 你给齐泽的朋友 整成植物人了 看来 他对你如此发火 你也不冤啊 林叶似笑非笑地说道 龙志云的眼底略过一抹歉意 他丰天组织名下 有太多大大小小的组织头目了 对于齐泽提及植物人的情况这点 他已经没有印象了 皱了皱眉 龙志云思索片刻说道 齐泽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把那个头目给揪出来 任你处置 如何 另外 既然你跟林先生也有交情 我希望我们之间能握手言和 秦灵那边 我会亲自送给他解药的 顿了顿 龙志云补充道 齐泽 组织之间的这种交火 不可避免 我想 你应该知道这点吧 听着龙志云这种 与他的风格 身份 极其不搭的话 齐泽心底惊异不定的同时 将目光转向了一旁 正一脸微笑着的林叶 这根本不用考虑 绝对是因为林叶 眼前这龙志云 才会做出这种决定 哼 感激地看了林叶一眼 齐泽依旧冷哼一声说道 事到如今 我的兄弟 已经起不来了 就算把你的人千刀万剐 又有什么用 龙志云轻叹一声 没有再开口 只是眼底带着歉意 我看不如这样 龙志云 那个伤了齐泽兄弟的人 你私下里处理了吧 毕竟 我估计齐泽见了 他会更加烦躁 暴怒 就算杀了那个人 也会刺激着齐泽 去回忆与他兄弟之间的点点滴滴 这样一来 就有可能让齐泽更加的痛苦不堪 对了 别忘了留点视频 或者其他证明 不要作假 林叶补充道 针对其症状 也许我能做点什么 林叶最后的话一出 齐泽的眼睛猛然睁大 第180章 孟小雅来见 两秒后 她的浑身颤抖 吞咽了一下 结巴着说道 林 林先生 你 你说真的 你能治好他 一旁的龙志云也站不住了 他目入惊骇 直接插嘴说道 林先生 恕我还是有点冒犯 我刚才根本就没有想到 你依旧有手段 能针对植物人进行治疗 林叶嘴角一脸 轻描淡写地说道 植物人 又不是死人 林先生 只要你能治好我兄弟 我齐泽愿意 齐泽激动不已的话 还没说完 就要当场下跪 哎 你干嘛呢 林叶立即打断了他 齐泽 自从你 脱离 那刘业组织 一心一意为我办事的时候 已经被我视为自己人了 你懂什么意思吗 你要是真想感谢 就让我看到你笑一笑 高兴点 这就足够了 好 齐泽目光坚定异常 看了一眼林叶身旁的龙志云 齐泽画风一转 林先生 我继续布置自己的工作了 你要是有事 就先忙 嗯 你兄弟那边 到时候 我会主动联系你的 林叶随口说道 齐泽离开 龙志云目光闪烁间说道 林先生 关于樊家那边 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你倒是挺积极的 你就谈谈关于这樊家 你了解多少吧 龙志云面色微变 仿佛遇见了什么难题 紧接着 眼底掠过一抹掩饰不住的句色 一时间没有开口 画风一转 开玩笑般说道 我说呢 之前提到让你 对 樊家 你会那么大的反应 看来这樊家 真就不简单呗 龙志云点了点头 神色渐渐凝重了起来 但他的眼底 依旧带着坚定 林先生放心 我既然答应了你 绝对会全力阻止樊家动手的 看得出来 龙志云有难言之隐 林叶不再多问 想着之前龙志云口中提及的俘幼 封天组织的头目 于是画风一转 咧嘴用带着调侃的语气说道 龙志云 你手上有俘幼的照片吗 我想要提前目睹一下 做做心理准备 别到时候 见了你老大后 出现什么尴尬的情况 龙志云有些尴尬的摇了摇头 林先生 老大的照片 我是真没有 林叶目光微闪 笑着调侃道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说 会给人一种 你跟你老大俘幼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很好的感觉 嗯 我知道 龙志云点头应声 没有老大的指令 我觉得对扇子他进行拍照 不太好 林叶笑了笑说道 你可真守规矩啊 时间一晃 烈日当头 中午到来 新颖娱乐 正门门口 保安室内 怎么也飞不出 花花的世界 一名中年保安站着 直勾勾地盯着他的面前 横立着的一个手机 他边犯 身体边很有节奏的摆动 那手机的屏幕上 正播放着一个 充满魔性的现场演奏 场中表演的男子 魅力无穷 所有的魔性 都来自于他有些烫的范支 被保安不经意间 溅在了自己脸上 他毫不在意 继续摆动着身体 林先生真是个神仙 片刻后 直到他感觉有些累了 终于停下 他张口说道 我就收下你的称赞了 一道带着几分调侃的声音 忽然传来 保安微微一呆 下意识寻声看去 只见林叶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保安室 他正淡笑着看着自己 林 林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吗 即便林叶什么都没有做 保安依旧觉得受宠落惊 他连忙开口说道 看来太过于有魅力 有时候可不是一件好事啊 林叶笑着这么来了一句 听起来似乎很不着调 保安一正 他并不觉得 林叶过来是没事跟他闲聊的 林先生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太好 最终想到了自己 保安垂着头 态度诚恳地说道 林叶咧嘴一笑 放轻松点 你太过专注了 可以适当看一眼旁边的监控屏幕画面 保安照做 屏幕画面里 一辆黑色的轿车 正被堵在外面 保安瞬间明白过来 一脸的歉意 对不起 林先生 是我失职了 您说得不错 刚才我太专注了 保安眼珠子转了转 的确 因为林先生的魅力太大 无法自拔地沉浸其中 以至于忽视了 嗯 打开门吧 林叶笑着打断了他 很快 他停好车后 提着从家里准备好的食材 迈步前往公司 自己的专属厨房 林先生 中午好呀 我是你的小苹果 刚放下食材 掏出钥匙 正准备开门 一道熟悉又悦耳的声音 从一旁的拐角传来 随着一阵独特的幽香袭来 林叶注意到 孟小雅笑盈盈地走了过来 他的上半身 穿着宽松的白色T恤 饶是如此 那若隐若现 遮不住 充满诱惑力的曲线 依旧给人视觉上的美妙冲击力 他的一双雪白的藕臂 肆意张扬着他的魅力 下半身 是休闲短裤 一双修长撩人的长腿 充斥着令人浮想连翩的诱惑力 看你这打扮 是请假了吗 林叶随口说道 孟小雅笑嘻嘻地 拉近了与林叶之间的距离 她身上那股独特的幽香 更加肆意地 侵蚀 这林叶的嗅觉 乃至心神 注意到孟小雅在看自己的食材 林叶目光微闪 没有说什么 将手里的食材放下 自顾自地开门 林先生 你说得不错 最近家里有点事情 的确要请假 不过跟你有关呢 对了 你又要做新的美味了吗 我能不能蹭蹭饭 孟小雅翘脸上 带着掩饰不住的欣喜 是厨王争霸赛的事情吧 开门走进厨房 林叶随口说道 你这两天请假 是在做准备吧 嗯 不知道林先生有没有时间 去我家做客 孟小雅道出主要目的 去你家做客 林叶眼神微动 调侃道 难道你家人还要对我把把关 怕我到时候给你们代言参赛 丢脸 第181章 抹不掉的黯然 不不不 林先生 你可别这么说啊 孟小雅连忙摆手 摇头 她晃得让林叶的心底 微微一荡 她们只是想尝一尝你的手艺 孟小雅美眸闪烁间说道 合计着我身为客人 去你家 还要反过来给你们做饭了 林叶做出一副 很是不悦的模样说道 啊 孟小雅一愣 随即有些懊恼地 抿了抿嘴巴说道 都怪我 早知道就不形容 林先生做的饭了 这样就不会掉动 他们的好奇心了 林叶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这件事情本就不是你主持的 早晚会让你父亲知道 你不说 她对我了解得更熟 恐怕会更加在意 我既然之前答应我会参加 就不会实验 另外 有时间我会去你家一趟的 让你父亲彻底放心 孟小雅大喜 一把还住林叶正 准备做饭的一条胳膊 似是无意间 直接将自己的半边身子 贴了上去 她好了 有林先生在 我们一定能拿冠军的 如此近的距离 那股幽香仿佛被施加了魔咒 其中按令人心神摇曳的力量 被扩大了数倍不止 同时 胳膊上的那股滑腻柔软 伴随着淡淡的温度 让林叶的呼吸 渐渐急促了起来 腹部 一团原始的火焰 蠢蠢欲动 按自做深呼吸调整 林叶看似神色如常地继续动手 清洗食材 试图在无意间 避开身侧撩人的温软 不曾想 孟小雅居然没有丝毫松手的意思 同时 她好像完全沉浸在了 因为林叶刚才答应 去她家里一趟 这句话中 只见林叶弯腰 她也跟着弯腰 同时嘴上说道 林先生 你真是太厉害了 拿了冠军 我父亲的餐厅 一定能大火的 你有没有觉得 自己的身体 在渐渐升温 发烫 林叶这么来了一句 同时手上动作不停 清洗完食材 继续下一轮 孟小雅微微一愣 没有呀 我觉得挺正常的 林叶有些无语的摇了摇头 她现在不想去考虑 这孟小雅是不是装的 而且如此不开窍 不过 她倒是没有敌意 我的做饭速度可是很快的 经之前那次 你也知道吧 现在 你这么一直搂着我的胳膊 就不怕我一个加速 将你给带飞 带晕了 不怕 说实话 我恨不得自己变成八爪鱼呢 孟小雅说完这句话 翘脸上隐隐浮现出了一抹红霞 距离越近 我不但能感受到林先生的力度 同时也有可能跟得上 林先生的速度呢 我可不会放过 这种学习厨艺的好机会 林叶的心跳逐渐加速 她能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整个半边的上半身 与林距离的孟小雅之间 产生的那股以你的温度 根本就无法控制地在上升 顾不上太多 林叶在开始做饭的前一秒 有些神秘地开口说道 看来只有我自己动手了 这样才能打消 你那试图窥探本男神的想法 她话音落下 孟小雅只觉得自己紧紧贴着 用力还住的林叶的胳膊上 传来一股温和又霸道 且不可抵抗的力量 她被直接轻轻震开 身前一空 同时微微一凉 孟小雅的神色有几分恍惚 随即有些悠悠地瞄了林叶一眼 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两秒后 她的眉眸间 当起了层层动人的秋波 很快 林叶做完一阵 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后 偌大的厨房里 已是饭香肆意 孟小雅抿了抿嘴 悠悠地说道 林先生 你就不能放慢一点动作吗 别说看了 人家就连想要好好感受的机会 都没有呀 你以为 林叶做出一副 很是得意的表情 本男神的做饭秘书 可是从来还没有外传过呢 古如 一声从孟小雅的腹部传出 她忍不住说道 林先生 我能吃掉我的那份吗 林叶目光微闪 煞有介事地打量着孟小雅 她这么说道 当然呢 不过 你可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条件 听林叶这么说 又见她用 那样 等目光看着自己 孟小雅翘脸一红 一脸娇羞 林先生 我 我可以 她低声弥喃 声若犹思 好 林叶仿佛没有注意到孟小雅的状态 自顾自地说道 那就在我做饭的时候 不要让我费力挪开你 你主动站在一边就行 你刚才那样 只会影响我做饭的速度 啊 孟小雅愣住了 啊什么啊 你的演技虽然很不错 但在本男神面前 还是差了那么 一点点 林叶咧嘴笑着说道 我知道你的心底 其实已经不可自拔地迷恋上了本男神 但不管是出于矜持也好 尊严上的骄傲 自我抗拒也罢 我还是建议你 不用这样揣着小心思 去进行设计 拐弯抹角地给自己一个 看似是一个能够满足自己 那迷恋本男神的心理需求的机会 而且 你并没有拿出你真实的一面 你再这样做 说到底 你其实已经在算计我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孟小雅的双目 已经失神 她一眼不发地看着眼前 正侃侃而谈的林叶 片刻后 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脸上带着歉意 眼底掠过一抹无奈 同时 还有一缕抹不掉的黯然 好吧 我实在是服了 我答应你 你的察觉力也太强了吧 毫不夸张地说 我感觉自己在你面前 就像是没有穿衣服 完全 坦诚相见 一般林先生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 我甚至一度怀疑 你根本就是一个 会读心术的巫师 我觉得 你要是去当心理咨询师 一定能大有作为 而且 人家刚才都那样了 你怎么还那么淡定 我只能说 你拥有坐怀不乱 不动如山 寻常人根本做不到的定理 孟小雅的声色 态度 与之前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说到最后 她的脸色不禁浮现出了 几分挫败感 她对自己引以为傲的身体条件 第一次产生了梦幻般的怀疑 第182章 你跟谁在一起了 林先生 我这次来 除了之前说的 还有一件事情 要提醒你一下 孟小雅简单调整了一下心绪 很快恢复过来 她抬起白嫩的玉手 轻轻扬了阳乌黑亮丽的秀法说道 到时候 你如果到了我家 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难道还有什么人 想要跟我比划两下 林业随口说道 孟小雅点了点头 正色道 那是我家里 原本的一个大厨 在我遇见你之前 父亲点名出战的除队代表 说到这里 孟小雅顿了顿 神色有几分不自然 我的出现 抢了她的位置 所以 你们那里便有了争执 是吗 林业替她将话说了出来 嗯 她跟着我父亲干了数十年 交情不浅 我父亲那边也很为难 最后 他们商量着 如果你能让她心服口服 她就不再争执 孟小雅微微汗手 轻声说道 林先生 真是太麻烦你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我孟家虽算不上名门 但也会尽微薄之力 绝对不会推辞的 林业淡笑一声说道 不说别的 就冲着你是新颖的影视演技 派员工这点 我已经将你视为自己人了 咕噜 林业话音刚落 孟小雅的腹部 再次传出了 鸡肠鹿鹿的声音 林业目光微闪 这个声音倒也是提醒了她 李诗兰跟孩子们 也差不多该停止活动了 是时候给他们送饭了 给 这是你的一份 别饿着了 你可是我公司 很有价值的员工 林业说完 将佳瑶递给了孟小雅 孟小雅奄然一笑 不再像之前那样 笑嘻嘻的模样 而是接过佳瑶后 目不转睛地盯着林业 没有开口 看来本男神的魅力 已经大到了 完全压制了 你那充满食欲的胃了 林业随口调侃了一句 嗯 不止如此 我觉得还有我的心理 已经被你给塞满了 孟小雅直书胸义 不急不慢地说道 看着眼前这张 难以找到瑕疵的脸 绣着那沁人心脾的独特幽香 林业此时发现 他本就有几分荡漾的心神 开始有些蠢蠢欲动 想要翻腾 冲击理智的架势 你先吃吧 我还有事先撤了 别忘了将厨房的门锁上 林业目光微闪 说完便转身 欲要离开 林先生 我能问一下 你做的午饭 安妮姐姐也在吃吗 背后的孟小雅 忽然这么说了一句 林业身形一致 头也不回地说道 你那不是废话吗 那安妮 可是蓝总身边的人 我什么时候 也能像安妮姐姐那样 天天吃你在公司 做的午饭 孟小雅的声音 很是小心翼翼 林业能清楚地感受到 她话音中 充满着强烈的期待 想着早晚都要 介入公司的影视发展 而且 吃饭交流的这个过程 也是更多了解 孟小雅这个员工的机会 林业大手一挥 意气风发地说道 不就是吃个饭吗 当然没有问题了 真的吗 背后 孟小雅的声音 异常地激动 紧接着 林业听到了 她急促 冲向自己的脚步声 林业头也不回 说完便闪身离开 孟小雅情不自禁地 只扑了个空 时曾 休息室内 蓝总 你也休息一下吧 见李诗兰活动了一下 驳梗后 继续翻看起了眼前的文件 安妮上前轻声说道 这些想要找咱们代言合作的 媒体 广告公司 太多了 交给我筛选过滤吧 到时候 蓝总你简单总结一下就行 李诗兰并没有改变她的视线 继续盯着文件说道 这种事情 对于一个公司的形象来说 很重要 蓝总 可你前后又是照顾孩子们 又是忙碌工作 这样下来 会吃不消的 安妮轻咬阴唇 大眼睛里充满了担忧 李诗兰微微一笑 安妮 你放心吧 我还年轻 你担心的都不是问题 她刚说完 白嫩的脖梗上 便传来一股股又酸又鈍 极其难受的感觉 这使得她娇艳的容颜上 浮现出一抹隐约的苍白 蓝总 我不管 就算你不同意 我也要主动帮你翻看 安妮翘脸一急 话说到一半就直接动手 李诗兰柳眉微醋 一把将文件给收起来 挪动了一下位置 安妮抓了个空 微微一愣 随即要继续动手 我说你们两个 没事在那里闹着玩呢 先吃饭吧 灵液带着几分调侃的声音传来 寻声看去 灵液提着做好的美味 已经走了进来 安妮大眼睛转了转 突然收了手 然后对灵液说道 灵先生 蓝总生病了 你看 她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嗯 灵液面色一沉 立即闪身来到李诗兰面前 放下佳肴 刚抬手准备给李诗兰把麦查探 灵液 我没事的 安妮说得夸张了 见灵液这般严肃 又重视的态度 李诗兰的心底 生出一股股莫名的甜蜜 她的翘脸上 不知何时 已经镀上了一层娇艳的红霞 灵液速度加快 不由分说地 握住了李诗兰那柔弱无骨 娇嫩滑腻的浩腕李诗兰发现 自己的心跳 再控制不住的加速 翘脸更红 一旁的安妮 吐了吐小香蛇 拿起自己的那一份佳肴 试试出了休息室 灵液的大手 带着淡淡温和的奇异力道 灵液 我真的没事 李诗兰含羞 垂着脸低难 但并没有将手收回 任由灵液把脉 这模样 哪里像一个女总裁 两秒后 灵液收回了手 目光锁定在了 李诗兰光节娇嫩的脖梗上 正当她准备有所动作的时候 只见李诗兰就像变了个人 她的脸色更加苍白 这前后的变化 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嗅着灵液身上 那股极其陌生 又令人心碎的香味 李诗兰开始急促地喘息起来 她的身体微微颤抖 灵液 你 你跟谁在一起了 这简短的几个字 被李诗兰艰难地说完后 她的眼眶里 竟然隐隐浮现出了 层层晶莹的泪花 第183章 我的天哪 灵液反应极快 立即做出一副 很是冤枉的模样 同时拍了拍胸脯 信誓旦旦地说道 老婆 我发誓 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样 我什么都没有做 你身上的香味 怎么回事 李诗兰轻咬银牙 眼底包含遮不住的忧怨 目不转睛地 盯着灵液质问道 是梦小雅的 灵液果断道出实情 将厨房的事情 精简地说了一遍 李诗兰的脸色 渐渐恢复过来 想到了什么 她眉眸闪烁间 脸色冷了下来 这梦小雅 请假不好好 在家里处理事情 居然跑到公司 面对你做饭 还那么试探 真是 哎哎 老婆 你先消消气 灵液话音未落 已经出现在李诗兰背后 直接上手 开始给她揉捏僵硬的脖梗 她来的确是有事要谈 之前我也跟你打过招呼了 不过终归还是怪你老公 我的魅力太大 所以 她才那么无法自拔的 灵液轻声说道 不过我觉得 你可以想想本男神 可是妥妥的证人君子啊 灵液的手 每每捏动一下脖梗脊周边 便有一股妈妈痒痒 酥酥的 美妙到忍不住 想要声音出声的感觉 而且 灵液手指的力道把控 相当完美 这短短几下 脖梗那里的不舒服 已经退去大半 李诗兰的心情好了大半 侧头盯着灵液 她的眼底 掠过一抹脚侠 这么说道 正人君子 哼 你要是正人君子 上次在床上 要不是一春叫门 你是不是就要对我图谋不轨了 灵液黑黑一笑 一脸人畜无害地说道 即便是正人君子 这种说法 也有她适用的范围 在面对我老婆的时候 由于老婆魅力太大 超出了这个范围 所以说 就算不是正人君子 那不挺正常的吗 就你嘴甜 李诗兰风情万种地 白了灵液一眼 话风一转 灵液 你准备一下吧 要不了多久 六十跟她的导师赛许 会亲自过来一趟 嗯 赛许是不是还带着一套装备过来 灵液点了点头说道 装备 李诗兰微微一正 美眸闪烁间明白过来 你说的是绘画工具吧 灵液点了点头说道 看来这赛许 可能对我并不是很放心啊 李诗兰白了灵液一眼 她身为六十的导师 不比你接触六十的时间长 所以 比你更加了解六十 你这突然就要展现 自己的绘画记忆 她对你又不是很了解 所以过来 把把关 那不是很正常吗 肩头 已经彻底没有了不畅感 但李诗兰并没有告诉 灵液的意思 她想要多多享受一段时间 嗯 老不大人说得极是 灵液立即附和道 李诗兰的脖梗之间 传来一阵阵嫩滑细腻 柔软又不失弹性的感觉 她 同样的根本不想松手 二人 可以说在互相享受 灵液 你知不知道 给我一种感觉 你猜猜是什么 李诗兰引出了话题 那还用猜吗 你老公我英明神武 无所不能呗 灵液黑黑一笑 应声说道 嗯 我真的很难相信 你居然还会做话 同时 我又有一种很诡异的错觉 李诗兰的神色有些恍惚 说这股错觉很诡异 是因为她指引着我 让我不得不相信你 这多好啊 说明本男神 已经深深地印在你的心里 你的灵魂深处了 灵液扬了扬头 很是骚包地说道 李诗兰的翘脸微微一红 低声呢喃道 嗯 对了灵液 那孟小雅让你代言参加的 除王争霸赛 当时公司正值发展的 一个高峰期 你居然就那么答应了 不觉得有些草率吗 李诗兰看似不经意间 转移了话题 灵液眼神微动 当时 她原本还真的没想答应 孟小雅 毕竟只有三天时间 公司的确很忙 她的大脑高速运转 寻思了两秒后 并不打算将系统的事说出来 那孟小雅 我们公司影视不相对优异的员工了 都是自己人 随手帮一下 应该的 爸爸 你来了 二华欢呼的声音传来 灵液 你松手吧 该吃饭了 李诗兰说道 六是他们赶不上这顿饭的 我们先吃 一个多小时后 一楼会议室 灵液 李诗兰 六时 安妮 赛许五人会面 灵先生 听说你下午要亲自指导六时绘画 我怀着心里巨大的好奇 特意过来 想要瞻仰一下灵先生的风采 赛许的神色有些不自然 他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灵液知道 自己这突然杀出来 对他这个导师来说 的确很不友好 赛许导师 你这准备的绘画工具 非常齐全 我就直奔主题了 灵液但笑着说道 我知道 不露两手 很难令你幸福 灵液画音落下 将一通绘画工具 准备到自己面前 继续说道 赛许导师 你可以出个题目 我现场作画 你要是觉得时间太长 会影响了六十下午的比赛 那么可以加个时间限制条件 灵液补充了一句 赛许目光闪烁间 思索片刻说道 这样 你就画一张写实的图吧 不需要上什么颜色 就用素描 这样会快一些 至于画什么 赛许拉长了画音 顿了顿说道 就画眼前这个会议室吧 只有半个小时 不等灵液说什么 惊讶地开了口 这里是公司的顶级会议室了 本身空间就大 而且 里面很多地方 都摆设得有花草盆栽 电器设备以及 安妮小姐 如果没有一定的绘画水平 就要知道六十 还是零十的 并且 时间只有短短的 连半个下午都不到 紧接着就要参加绘画比赛 换做是你 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情况吗 赛许的声音 透露着几分严肃 安妮嘟了嘟嘴 不再开口 而是偷偷瞄了灵液一眼 啊 他忽然惊声尖叫出声 灵液 你 你到底是不是人啊 我的天啊 你已经完成了 还画得那么好 那么完美 第184章 绘画教导的水平 你说什么 赛许同样惊叫一声 这不可能 然而 当他顺着安妮的目光转头 看向灵液的时候 哄 脑海里一声惊雷乍响 他当场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似乎无法闭合的嘴巴 灵液将作品展现出来 但笑着说道 光是素描 根本就没有挑战性 太单调了 你们用不着这么惊讶的 这个素描痕迹 这个力度控制 以及匪夷所思的速度 赛许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 灵液在短短几秒的时间 用他那如神之笔 勾勒出来的金氏之作 已经失了神 一旁的李诗兰 目不转睛地盯着 灵液展现的那幅画 美眸间一彩连连 一时间 没有人开口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于 灵液灵场素描创作的那幅画 自从碰见了灵先生 我才知道发现 原来我自己 始终是井底之蛙 赛许难难自语 以往 哪些我认为的绘画大师 在灵先生面前 简直是有着 不可逾越的天欠鸿沟 灵先生 下午六十的比赛 我已经彻底地放心了 之前都有冒犯 实在是抱歉 赛许态度恭敬 当即做出回应 就在灵液刚张口试 要说什么的时候 一旁一直沉默不语的六十 忽然开了口 导师 你认为绘画水平高 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 教导他人的绘画教学水平 也很高 这个 赛许微微一愣 皱了皱眉头 思索间摇了摇头说道 这个之间没有必然关系 不过一般来说 绘画水平高的人 他的确能有自己的一套 去教导他人这类人 相比那些绘画水平低 但教导水平 却较高的人来说 不说一定要教导得好 但 六十 你是担心老爸 我的教导水平吗 林夜示意赛许 教导 试得口吻先打住 随即笑着 看向六十说道 既然这样 我跟赛许导师 现场教导你绘画 是相同的话 接着对比一下结果 看谁带出来的好 如何 嗯 六十点了点头 林夜随即将目光转向赛许 赛许导师 我刚才的提议 你觉得 哪里有什么不方便的 可以说出来 没有 我巴不得早点亲眼目睹 林先生的神来之笔呢 赛许脸上的喜色掩饰不住 立即应声 林夜淡淡一笑 好 既然你是六十平日里 接触最多的导师 又是我新颖的客人 那就由你 优先开始吧 好 那林先生 我就提出这次比试内容了 考虑到六十的年龄 绘画难度系数不能太高 我们就指导 他画一个太阳 要上色调 如何 赛许目光闪烁间说道 画太阳 是他之前教导六十期间 画过不少次的 六十应该得心应手 这样 才能给林夜更高的挑战难度 在赛许看来 他才能更多的瞻仰林夜的风采 没有问题 林夜点头同意 好 那事不宜迟 六十下午还有比赛 我们这就开始吧 赛许说完 给六十准备了一番 紧接着坐在他身旁 驾轻就熟地 给六十指导起来 六十稚嫩的小脸上 始终都很淡然 他拿起绘画工具的手 动作幅度也很有规律 整个绘画过程 从未出现过差错 非常的稳 很快 一幅色彩鲜艳 很是生动的艳阳 被六十勾画出来 哇 安妮第一个惊叹了起来 这要是让我来画 恐怕会被直接吊打呀 六十也太厉害了吧 我怎么感觉 这种高度的绘画作品 根本不像是在他这个年纪 能做得出来的呀 李诗兰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动人的弧度 六十平日里 虽然话不多 性子淡然 但他很聪明 说起绘画 在最开始跟他一样 处在同一起跑线的其他孩子 已经被六十 将他们之间的距离 越拉越远 我都有点想对六十 进行拜师学义的冲动了 安妮两眼放光地盯着六十 情不自禁地说道 我说 虽然六十是我儿子 你们这么夸他 我自然感到高兴 但现在 正事是我跟赛许导师在比试 所以 林叶做出一副 不是很高兴的样子说道 所以说 你们的注意力 是不是该适当地转转 嗯 这是当然的啦 安妮转动着大眼 扭动了一下身体说道 林先生 我之前可没听蓝总说过 你知道六十绘画 你就像一军突起的男神一样 我对你很是好奇呢 林先生 你开始吧 一旁的赛许跟着开口 绘画这种事情 即便是教导他人 我个人也认为 他不是一蹴而就的 林叶目光微闪 嘴角微微上扬 一脸认同地说道 说实话 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他话音落下 便闪身来到六十身旁 轻声说道 儿子 我觉得 只有爸爸 才是从根本上最了解你的人 你觉得呢 六十平静地说道 我们之间实际接触的的确不多 你依旧这么说 我想 是因为你的察觉力 要比其他人强 发现了更多关于我 其他人没有发现的地方 林叶眼神微动 定睛看了六十两秒 随即笑了起来 不愧是我林叶的儿子 你准备好了吗 六十淡淡地说道 开始吧 要怎么做 如果要跟导师教导的流程一样 我会觉得 输的是你 林叶但笑着说道 怎么可能一样 来 把你的手给我 六十不明所以 但还是照做 感受好你老爸我的节奏 力度 话音落下 林叶捏着六十的小手 拿起绘画工具 开始在画板上舞动了起来 见到这一幕 赛许皱了皱眉头 一旁的安妮的大眼睛里 也闪现出了一丝疑惑 察觉到在场的气氛变化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对在场的其他人说道 放心 你们眼前的这幅画 并不会算数的 我这只是指导 下一幅画 我会让六十来做 当作展现结果 他这话一出 在场的气氛 当即恢复了过来 第185章 玉飞训 林先生 你这么做 等于说是一种 手把手的教导方式 这样对年纪更高的人来说 学得会更快一些 毕竟他们的感知 思维 心理 等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 赛许还是忍不住发出了声 对于一个五岁多的孩子来说 看了一眼六十 赛许顿了顿说道 作为长时间 接触六十的道士 我无比地相信 六十的确很聪明 但聪明归聪明 这更多的是大脑思维这类 内在上的优越 这跟直接发力地做出动作 外在的力道控制 精度控制 这些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赛许导师 你好懂啊 虽有我听得有点猛 但总感觉你说得很有道理呢 安妮有些愣神地说道 赛许微微一正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说道 不好意思 也许我说得不够通俗吧 好了 接下来 要靠你自己了 林烨此时 已经完成了手把手的教导 将教导所用的画 放在了桌面上 看了一眼那幅画 赛许先是一呆 紧接着 眉头皱了起来 虽说林烨说过 那幅画不被当作结果 但怎么看起来 画得那么随意那么乱 画面上 的确显现着一个太阳 但它的四周 被画上了模糊不堪 有些刺眼 这根本就不像是在教导 而是在悔画 赛许的眉头越皱越深 她下意识向李诗兰 投过去询问的目光 李诗兰则是微微点头 并没有表态 嘿嘿 我儿子的天赋 就是远超常人 林烨此时 显得有些突兀的声音响起 她已经将六十星画好的作品 从画板上拿了下来 紧接着展现给众人 死 仅仅是刚看到那幅画的第一眼 赛许 或 的一下直接站了起来 紧接着倒吸一口凉气 瞪大了充满不可置信目光的眼睛 安妮同样惊呆了 她痴痴地看着林烨展现的那幅画 阴唇半章 久久无法闭合 热大的会议室 变得鸦雀无声 林烨手中展现的那幅画中 里面的太阳 没有那么多绚丽的色调修饰 但饶是如此 依旧像是 活 被一般 立体感 动感等更高的绘画境界 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两幅画放在一起 瞬间就高下立判 简直就是不同级别 甚至说不同维度的较量 我的天 梁久 安妮大叫起来 我就想问问 就算是真正的绘画大师 她能画成这样吗 太无敌了吧 李诗兰美眸间 秋波荡漾 定睛看了那幅画片刻后 她目不转睛地 将视线转向了林烨 眼底掠过一抹掩饰不住的傲然 我认说 赛许的心底 炸裂滚滚 她浑身颤抖地瞪着眼睛说道 林先生 你当真是绘画艺术领域的领军人物 这可谓是空前绝后 林烨笑着摆了摆手 小事儿 小事儿 画个金闪闪的太阳而已 都是我儿子的功劳 他学习能力太强了 林先生 我期待在之后的绘画大赛里 见到你出类拔萃的身影 赛许彻底的心服口服 对林烨躬身说道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离开了 说完 赛许离开 林先生 你到底是不是神仙啊 安妮大眼睛里 满是迷离 你觉得是 我就是 林烨很是骚包地 仰了仰头说道 那我以后 岂不是有个神仙罩着了 安妮兴奋地挥舞着拳头 红着翘脸说道 那是自然 林烨大手一挥 意气风发地说道 林烨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李诗兰美眸间闪烁着脚匣 他此刻直勾勾地盯着林烨 嘴角浮现出一抹动人的弧度说道 秘密 林烨目光微闪 嘿嘿一笑说道 你除了发现本男神浑身上下 魅力太强 厉害到只剩下令人沉迷其中的秘密之外 还能发现什么 存在着更多 令人为之着迷的秘密 李诗兰不假思索地 用附数般的口吻说道 时间一晃 已经是四个小时后 黄昏逐渐降临 城市街道上 一辆黑色的轿车在急驰 他的行迹 显得与周围的车辆格格不入 各种超车 各种区别很大的过弯 但他就是没有发生意外 车内 主驾驶的林烨自语道 很久没有刻意练过车技了 现在看来 并没有怎么生疏 你开车水平 是我见过最好的 副驾驶的六时平淡地说了一句 你觉得爸爸车神的称号 是白来的吗 林烨笑着调侃了一句 不过想到了什么 立即补充道 儿子 飙车的风险 可是很高的 你将来可别喜欢上飙车呀 我知道 就算要飙车 也会提前将车辆做好改装 自身做好防护 并且要拥有过硬的驾车水平 六时平静地说道 林烨微微一正 就在他要说什么的时候 有辆白色的轿车 在一直跟着你 六时突兀地说道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他早就捕捉到了目标 后视镜内 目标车辆 车窗口 探出一个熟悉的面孔 前面会先停车 老爸去会会来者 林烨话音落下 调转方向盘 驶入了一个公用停车场 后面的白色轿车 紧随其后 你先在车上等等 爸爸马上就过来 对六时说了一声 林烨下了车 林先生 我感到很荣幸 我们又见面了 飞讯神色激动地说道 看着眼前这个不过二十岁的青年 三险山的赛道之王 林烨脑海中 清晰无比的片段 即刻显现出来 自从自己与他之间 在三险山飙车一战之后 自己封神 而眼前的飞讯 则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 短暂的思绪翻飞之后 林烨目光微闪 笑着调侃道 飞讯 你这段时间 难道说磨练出了更高的驾车水平 忍不住想要与我再战 以夺回自己昔日的赛道霸主荣光吗 飞讯微微一愣 随即苦笑道 林先生 这个就不用提了 你那一分四十五秒的逆天记录 至今都无任何人能够超越 第186章 战化室的联合 年轻人 你的一生与车相伴 不要轻易就放弃啊 对眼前的飞讯 林烨淡不上什么反感 他这么年轻 林烨随口鼓励道 飞讯摇头 叹息一声说道 林先生 自从跟你飙车一战之后 我觉得我之前对飙车的认知 已经被彻底颠覆了 虽然我觉得你并未说谎 但你要相信 这种事情并不能动摇 你对飙车自始至终 坚定得信念 林烨淡笑着说道 飞讯沉默了 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随即态度诚恳的引入正题 小心翼翼的说道 林先生 我想问一下 你以后还会飙车吗 林烨不假思索的说道 有需要的时候 飙车是不可避免的 真的 飞讯激动的浑身一抖 紧接着更加小心翼翼的问道 林先生 那你能收我为徒吗 嗯 林烨略感惊讶 他原本只觉得飞讯过来 就算不是谈飙车 最多也是交流一下飙车经验 毕竟他这么年轻 难以从根本上压制 年轻气盛 这点 没想他倒会直接败师 近期各方面都有事情要处理 自家这边 装测梁那边 龙志云 齐泽 王家 樊家 地龙娱乐 即便林烨心中清楚 直到 眼前这飞讯 驾车天赋极高 对车 有着难以割舍的执念 思索之间 只听飞讯继续开口 林先生 我知道你很忙 所以 我想先当你的司机 顿了顿 飞讯又补充道 还是备用的 你不想做就不做 需要的时候 随时给我联系一下就行 而且 就算林先生 让其他人坐我的车 也完全没有问题 就在林烨开口 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背后传来六师 打开车门的声音 林烨目光微闪 立即转身看去 只见六师下了车说道 该走了 从这里到学校 需要五分钟的时间 到了学校还要走流程 做一些准备 再花十分钟的时间 距离比赛开始 只剩下二十分钟了 林烨微微一震 随即竖起了大拇指 附和道 没问题 转过身 视线再次转向飞讯 林烨笑着说道 有点事情要处理 有时间我们再聊 飞讯连忙摆手应声 不不不 林先生 你先去忙吧 我这就离开 他话没说完 转身就走 林烨淡淡一笑 转身是一六师进车 随即自己也闪身 坐上了主驾驶 随着引擎的轰鸣声响起 车辆卷起一股旋风 隐没在城市街道中 南疆第一小学 一个贴着高级绘画演练室 台子的门口 赛许面色难看 时不时低着头 他的面前 正站着一个看上去二十来岁 穿着一身名牌的青年 这名青年神情巨傲 时不时正对着赛许指指点点 赛许 我看你在学校工作的有些年份了 给你留着面子 我再说最后一遍 这个绘画演练室 我联合战了 联合说完 不懈地扫了赛许一眼 抬手就要推门而入 联合 难道你想违抗校长的命令 连之胜不但是这里的校长 更是你父亲 哼 那老东西又不在场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叫做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吗 联合冷冷一笑 我已经提前跟校长联系过了 为何你还要执意这样做 赛许忍住心头的窝火说道 哪里那么多为什么 老子就是要培养一代绘画天才 怎么 你有意见 联合居高临下地盯着赛许 蔑氏般说道 培养绘画天才 赛许脸色立即就涨红了 心底压着的火气 彻底窜上了脑门 他的音调止不住拔高 联合 你身为校长的儿子 口口声声说出这种子虚乌有的话 难道就不觉得脸红吗 谁不知道 你天天在追求萧韵婷 数次失败 心中不服 依旧死缠烂打 你 住口 联合怒喝一声打断赛许 恶狠狠地盯着他说道 赛许 我看你是不想干了 给你一天收拾的时间 赶紧给我滚蛋 明天不要让我看见你 赛许不为所动 继续说道 那萧韵婷是我们学校公认的绘画女神导师 资质卓绝 我听闻你对他很是迷恋 曾经有一次 居然试图用下三难的手法 对他图谋不轨 不料被 我他妈叫你住口 你是不是聋了 联合指着赛许的鼻子骂道 赛许 趁着我还没有发脾气之前 你给我跪下好好道个歉 我就当今天这件事情 没有发生过 不然的话 我 道歉 哼 赛许冷哼一声说道 凭什么要对你道歉 就凭你是校长的儿子 这句话彻底引爆了联合心头的怒火 操 他骂的就是这样 你又能如何 联合被气得发毛 怒呵呵道 给你五秒钟的时间考虑 如果你不照做 就不要怪我逼着你照做了 你做梦吧 赛许冷冷地说道 无论发生任何情况 我都不可能对你这种人下跪的 绝对不可能 二人之间的气氛 已然彻底焦着了起来 有种 你给我等着 联合气的脸色一阵红 一阵白 他掏出手机 直接拨通了一串号码 对着手机怒骂几声之后 联合挂断了电话 有些得意地盯着赛许 我倒是要看看 你能这么有种地在我面前 站到什么时候 联合话音刚落 走廊上便来了两名 身穿黑色制服的男子 联绍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随时待在您的身边 是我们的失职 一名男子躬身说道 废话少说 赶紧给我动手 让这个不长眼的硬骨头 给我跪下 联合不耐烦地下令 联合 这里是学校 你居然敢公然动手 赛许沉生说道 哼 天真 联合一脸地蔑视 看看我学校的环境 周围有人在看吗 这叫公然动手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很不凑巧 现在这个时间段 对于我来说 可谓是动手的绝佳时机 第187章 上去就是一巴掌 懒得跟你废话 你们两个 现在就给我动手 随着联合一声令下 两名黑衣男子 直接逼近了赛许 赛许面色不变 冷冷地说道 联合 校长有你这种儿子 我真替他感到悲哀 他骂的还敢说 联合忍无可忍 一巴掌对准赛许的脸 就抽了上去 赛许下意识要闪躲 双肩忽然被四肢大手 死死的架住 动弹不得 眼瞅着联合 就要得手的刹那间 赛许导师 这才隔了几个小时没见 我这一来 就给我展现 这么劲爆的场面吗 随着一道调侃的声音落下 林烨的身影 鬼魅般闪现在了 两名黑衣男子的身后 他的一双大手 已然在两名黑衣人 猝不及防之下 搭在了他们的肩头 林烨咧嘴一笑 微微发力 同时 林烨闪电般伸出手 也搭在了赛许的肩头 轻轻将他的身影 向后挪动了一下 联合这一巴掌 穿过空气 直接拍在了身侧坚硬的墙壁上 啪 的一声脆响后 紧接着响起的是 联合倒吸凉气的声音 他的手掌立即肿得发红 呲牙咧嘴之际 面色苍白 额头上冷汗直冒 这一下 给他痛得不轻 林烨的动作太快了 曹你 联合的话说到一半 愣神片刻 你是林烨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如假包换 你怎么会来这里 林烨似乎忘记了手上的阵痛 直勾勾的盯着林烨说道 他来给我做绘画指导 林烨身后 此时传来六十的声音 六十 绘画指导 显然 林烨知道六十这个学员 他目录思索 两秒后似乎猜到了什么 眯着眼睛看着林烨 语气不善地说道 林烨 你不跟着蓝总待在心影 却偏偏跑到我的学校撒眼 你 火箭 你会不会说话 林烨做出一脸不满的样子说道 什么叫撒眼 我来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带我儿子拿冠军的 林烨说着 话风一转 一脸的鄙夷 倒是你 刚才我来的时候 听说你是校长的儿子 哎 怎么感觉你这个儿子 当得那么悲催啊 人家赛雪 对我要过来这件事情 都懒得跟你说 你 联合面色一变 下意识看了一眼林烨背后 两名躺在地上 正艰难地挣扎 林烨 我知道你的确很有音乐方面的过人造诣 但现在是 得得得 你别在这里磨叽了 我很相信赛雪导师的眼光 他就是看你不顺眼 所以我觉得 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谈的 林烨一脸的不耐烦 随即对赛雪说道 赛雪导师 你联系一下校长吧 赛雪感激地看了林烨一眼 随即会议地点了点头 直接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串号码 林烨 你不要忘了 这里是我的地盘 联合色力内人的喝道 今天 就算是我爸来了 谁也别想跟我抢这个化石 你爹能有你这种奇葩儿子 他可真 骄傲 啊 林烨黑黑一笑 忽然这么来了一句 林先生 我已经说过了 林之胜马上就会赶过来 赛雪放下电话 对林烨汇报情况 态度恭敬 草 看到赛雪身为自己学校的人 居然对一个外人毕恭毕敬 年轻气盛的联合 忍不住脆了一口 林先生 联合并没有丝毫绘画技术 他来这里的目的 八成 就是想要追求萧韵婷的 赛雪觉得林烨刚来 应该没有听到 之前他与联合的对话 于是复述了一遍 林烨微微点头 补充了一句 参赛的 还有萧韵婷的选手吧 你一旦出现 自然就是萧韵婷的竞争对手 如此一来 追求他的联合 更要做点什么了 两名黑衣人 请客间如同断了弦的风筝 被林烨这随手向后一拉 直接倒飞而出 赛雪点了点头 林先生明察秋毫 你们两个 说够了吗 联合的神色极其的难看 他很清楚 刚才林烨在一瞬间 掀翻了两名黑衣男子 意味着什么 没有 林烨一脸的人畜无害 我们还要商量一下 到时候怎么享受 你爹来了之后 对你进行 教导 的样子呢 林烨 你不要太过分 联合神色变换间说道 过分 林烨吃笑一声 随即脸色瞬间淡没了下来 气氛为之一宁 温度盈盈有几分冰凉 联合浑身一个机灵 赛雪是提前跟校长沟通过的 你身为学校 在他职位之下的议员 为了博得肖韵婷的芳心 让他得到冠军 肆意妄为 强行阻挠赛雪参赛 便向违抗校长的命令 而且 你身为他的子嗣 居然可悲地没有发现 自己自始至终 都那么目无尊长 林烨顿了顿 眼底一道锋芒掠过 吓得联合脸色煞白 同时慌忙地向后退去 就在林烨正要 继续说什么的时候 林先生 赛雪导师 你们都在啊 一道洪亮的中年男子的声音传来 连智盛已然出现在 不远处的走廊上 注意到刚起身没多久 浑身狼狈不堪的两名黑衣人 连智盛脸色一沉 联合 我说了多少次了 学校里面 禁止让这些人员入内 难道你没听到吗 我 联合面色一变 在面对连智盛的时候 他的神色指不住有几分慌乱 那都是因为他 他将手指向赛雪 赛雪并没有提前给我汇报消息 我也不知道 他要用这个化石 他 够了 连智盛沉着脸 立即打断了他 你那点心思 我还不知吗 如果真的喜欢萧云婷 我大力支持 连智盛说着 眼底浮现出一抹韵怒 但你那是喜欢吗 你分明就是缠他的身子 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背后 我给你擦了多少屁股 我看你是不知道 什么叫丢人吧 不将萧云婷搞到手 我 啪 一记清脆的耳光声 响彻在了走廊上 连智盛上去 就是狠狠的一巴掌 第188章 那是自然 瞪着连和 连智盛怒声喝道 你真是不思悔改 脸上火辣辣的疼痛 伴随着阵阵头晕目眩的感觉 让连和一时间晕头转向 当场猛圈了 林先生 赛区导师 是我平日里太惯着他了 不好意思 我这就给你们道歉 连智盛态度诚恳 为了比赛的公平性 我们学校高级化石不在少数 这间的确是赛区导师之前预约过的 我儿子年轻气盛 请 没事 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 林叶淡笑着摆了摆手 换个角度说 不管是不是禅销韵婷的身子 你儿子挺执着的 他已经要为目的 不择手段了 同时 你不觉得这样很热血吗 林叶的话 既像是宽慰 又像是警示 连智盛点了点头 随即话锋一转 林先生 你能来我校 是我学校的荣幸 早就听闻林先生音乐造诣非凡 所以我想借此机会跟林先生谈谈 能不能抽点时间 对我校的音乐部门进行指导 林叶眼神微动 果然 单纯的要解决联合一事 既然校长能让我这个外人 临时代替赛须导师对六师指导 这个不是问题 林叶说着 话锋一转 不过近期可能没有时间 一听林叶答应 连智盛神色大喜 有了林叶的指导 他们学校的名声 一定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林先生 你能答应 已经是我学校的莫大的福分了 连智盛神色激动地说道 林先生 以后你就是我校贵宾中的贵宾 行了 将你的儿子带走吧 林叶想了想 强调道 我希望赛须导师 对了 还有一个教导七了五术的拳华 他们能更加专注 得在学校工作 不要动不动就被某类人打扰 明白 这个我一定会严加管控 做到事件临发生 连智盛立即应声 说完 他瞪了一眼唯唯诺诺地联合 还不走 难道你还想让我一起跟着你丢人 片刻后 二人离开 赛须的神色有些不自然 眼底带着几分歉意 林先生 刚才的事情实在是不好意思 让你费力了 林叶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都是自己人 我们进去吧 你在这里正好 顺便给我介绍一下 这所谓的高级化室 里面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 赛须笑着说道 我本身在这里等你 就是想给你介绍的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何乱不为呢 赛须说完 伸手就要开门 赛须导师 下午好 一道月儿又温婉的声音传来 二人寻声看去 只见一个穿着修身白色连衣裙 身材高挑 皮肤白皙 容颜上 难以挑出瑕疵 挺挺玉立的女子 正站在不远处的走廊上 微笑着看着她们 这个女子举止之间 动作轻柔 周身散发着一股独特的韵味 很有艺术感 萧导师 下午好 赛须礼貌的回应 同时对林叶说道 她就是萧韵婷 林叶微微点头 正要开打招呼回应 林先生 你也在这里 萧韵婷惊意不定地说道 同时眨白了两下眼睛 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看来本男神的大名 传播得挺快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萧导师 下午好啊 萧韵婷奸然一笑 拉近了与林叶二人之间的距离 林叶察觉到 这股独特的优香 很淡 却令人难以忽视 林先生 我很喜欢你的歌 冒昧地问一下 我能成为你的粉丝吗 见平日里气质平淡的萧韵婷 面对仅仅是初次见面的林叶 竟然第一次流露出了这般 与之前风格极其不搭的表现 林叶身旁的赛许 目露惊异 紧接着 他的目光来回在林叶与萧韵婷之间打量了几下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不等林叶开口接萧韵婷的花茶 赛许神色如常地说道 林先生 相信以你的能力来说 想要熟悉画室里面的环境 不是问题 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先走了 他话音未落 已然迈开了步子 刚刚 赛许与林叶二人并排站着 林叶并没有刻意去注意赛许的变化 并未多想 那赛许导师 你慢走 赛许此刻背对着林叶 微微点头 随即离开 走廊上 只剩下了萧韵婷与林叶二人 林叶看似不经意间 做了个深呼吸 将那股淡淡的幽香给 收下 笑着说道 能有你这么一个美女当粉丝 我何乐不为呢 能成为你亲口承认过的粉丝 我倍感荣幸 萧韵婷伸出雪白的玉手 扬了扬他那乌黑亮丽 垂在乡间上的绣发 注意到林叶身旁的画室 以及旁边几乎没有开过口的六十 他眨动了几下弯弯的睫毛 林先生 你来这里是参观学校 想要给孩子把把关吗 林叶微微摇头 我来这里 是随手带一下六十 让他拿下你们学校的绘画比赛冠军 萧韵婷直接愣住了 林叶还会绘画 不用这么惊讶 你要是提前惊讶完了 后面比赛会产生惊讶疲劳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萧导师 我们是竞争关系 你可别尚未开始战斗 就因为我散了军心啊 萧韵婷悠悠地瞄了林叶一眼 语气有些轻飘飘地说道 如果 我真的因为你而军心涣散了呢 你要不要负责 林叶目光微闪 坏笑道 不好意思 你军心涣散 只是因为本男神的魅力太大 而本男神的魅力 又充满着正能量 所以说 只能算是你一厢情愿那样 我可是不会负责的 我也不会被这个 无形的锅 萧韵婷呆了呆 根本没有预料到 林叶会做这种回答 你把不负责这种事情 说得也这么无懈可击 充满正当性 我还是 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不管怎么说 我隐隐感觉 挺有道理的 那是自然 林叶很是骚包地扬了扬头 再过五分钟 就要开始比赛了 六十平静的声音此时响起 第189章 质疑 林叶眼神微动 当即正了正神 随口说道 萧导师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说完 林叶推门而入 动作流畅 刚刚还很有融洽气氛的走廊 现在只剩下萧韵婷 这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萧韵婷的神色有几分恍惚 她脸上的微笑 渐渐变得有些僵硬 林叶说 离开就离开 不是一般的果断 只是因为六十的一句话 这让萧韵婷止不住对自己 产生了怀疑 难道 在林叶面前 我就没有一点吸引力吗 微微摇头 萧韵婷美眸之间 略过了一抹一色 只见她抬手静止打开了 林叶刚进去不久 画室的门 画室内 注意到门口的动静 林叶目光微闪 随即看了过去 只见萧韵婷说了一句 林先生 这次下午的绘画比赛 我可不会输 说完 她带起一阵淡淡的香风 离开 林叶淡淡一笑 目光转向正专注地盯着画板 小手时不时挥动眼练的六十 儿子 马上比赛就开始了 你紧张吗 六十的视线 始终没有离开眼前的画板 没感觉 林叶黑黑一笑说道 厉害 不愧是我林叶的儿子 校区画展厅 舞台下方 坐着拥挤的观众 他们之中 除了学校的人 有不少是孩子们的家长 听说你们家的少爷 这段时间请了专门的导师 对绘画做不少研究呢 怪不得 你看起来如此质得意满 不出点力气 我儿子还怎么拿冠军 有了这个南疆第一小学 绘画比赛冠军的名头 以后要是走出学校 不如是急 可是会方便得多啊 你们觉得这次比赛 谁最有可能获得冠军 这还用说吗 一定是那萧韵廷导师带的孩子 接着应该是赛许导师带的六十 这两个不都是学校 拔尖的绘画导师吗 而且据我所知 那赛许绘画资历要比萧韵廷高得多 她的年纪也要大不少 你怎么会觉得 萧韵廷会略胜一筹呢 你不懂什么叫天赋 那萧韵廷 据说在十岁之前 已经获得过数次世纪的绘画冠军了 十岁之前 原来她这么厉害 那这次 她的冠军已经稳了 嗨 我的闺女要是能拿个前三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舞台上 一名二十来岁的男主持人 用标准又洪亮的普通话说道 下面 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 现场作画 自由发挥 时间 为一个小时 比赛正式开始 随着她的话音落下 只见舞台上一阵眼花缭乱的变换 包括六十在内 有二十名其他孩子 坐在了自己的画板旁边 背对着观众 呈现着凹形的一字弧度 整齐排开 舞台中央的屏幕上 全方位 清晰地播放着孩子们的绘画动作 台下的人群中 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林业注意到 所有的小伙伴都开始了绘画 只有六十没有动作 已经有不少观众 开始议论了起来 六十怎么回事 她怎么不动了 不知道 你别问我 你去问赛许导师 她不会是怯场了吧 应该不会 我觉得她挺淡定的呀 我猜 六十估计不想展现 之前赛许所教导 给她的绘画内容 想要临场真的来个自由发挥 直接创作 不会吧 一个五岁大的小孩子 我就很想问问 她能自己创作出什么来 对 而且他们的绘画内容 都是之前一遍一遍 有导师带着练习过很多遍的 手感已经习惯了指定的作画 嗯 如果说要做新的话 等于说 需要导师新的指导 新的手感 六十看上去很有想法 我也很希望她继续这样 这样一来 我家的孩子 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对于这些众说纷纭的说辞 林烨只是微微一笑 虽然与六十接触的时间不长 但她很清楚 六十绝对不会一直都这么干 坐着不动 一股熟悉的湘风袭来 林烨眼神微动 目光锁定了一个方向 林先生 原来你在这里 萧韵婷动作轻柔的擦了擦 擦进额头上的汗珠 轻声说道 你可以去坐在中间的 现在还有位置 那可不行 一旦我真的过去了 这要是被人给认出来 现场岂不是要炸了过 林烨咧嘴笑着说道 况且 你不觉得观众的注意力 应该是在舞台上吗 别忘了 我的儿子也在舞台上 萧导师 你特意来找我 难道说是因为之前 我们的一面之缘 已经深深被本男神吸引 无法自拔了吗 林烨画风一转 开玩笑般地说道 萧韵婷奄然一笑 林先生 我允许你这么想 话音落下 他的目光 时不时略过舞台上 诸唇微张 但美眸闪烁间 却没有再说什么 萧导师 有什么话就直说呗 林烨笑着随口说道 这犹豫的状态 感觉跟你的风格很不大 萧韵婷轻轻汗手 就在他刚要开口的时候 这都过去半个多小时了 那六十 居然还没有动作 看看那萧导师带的小家伙 他好像已经快完成了 他叫孙云 被誉为绘画小天才 冠军非他莫属了 周围的人群 再次热议起来 这些热议 让萧韵婷发现了一个 使得他顺势开口的机会 林先生 现在的比赛 已经进行了近四十分钟 六十一直没有动作 难道他这种表现 也是你亲自指导的 美眸间掠过一抹脚侠 萧韵婷引出话题 林烨眼神微动 随即很是淡定地说道 我可没有指导 他这么来 他有自己的想法 嗯 萧韵婷狐疑地看了林烨一眼 林先生 你觉得 一个五岁多的孩子 能有什么想法 而且 现在的比赛时间 已经接近尾声 即便是他真的想到了什么 要动手开始绘画 时间恐怕也不够吧 这就是 你来找本男神的目的吗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忽然这么来了一句 萧韵婷神色一致 第190章 同样需要考虑 不等他开口 林烨忽然坏笑一下 话锋一转 你非力找到我 谈着六十的情况 这算不算是一种狠 委婉 再质疑我的绘画指导水平 萧韵婷美眸间 掠过一抹掩饰不住的惊讶 他看了一眼舞台上 依旧没有动作的六十 轻敏朱唇 随即点了点头 语气轻飘飘地说道 林先生 难道我不能有一点质疑吗 林烨一脸正色地盯着他 别人可以 但你不能 萧韵婷有些愣神 为什么 因为你是导师呀 是绘画的那行行家 怎么能如此轻易地 就跟那么多外行的人意见 保持一致呢 林烨有模有样地说道 你说的 好像有点道理 萧韵婷下意识点了点头 嗯 这才符合你萧导师的风范 林烨咧嘴说道 不对 萧韵婷微微摇头 想到了什么 面色微变 再次看了一眼舞台上 六十依旧没有动作 古怪地看了一眼林烨 萧韵婷悠悠地说道 林先生 差点被你给带偏了 眼下六十的确没有动作 就算是跟外行的人意见一样 我觉得也很正常 哎 林烨叹息一声 一脸的无辜 我已经提醒过你了 但你有你的选择 现在我只希望 到时候 你别疯狂地迷恋上本男神就行 萧韵婷轻轻扬了杨秀发 眉眸间掠过一抹霞光 直勾勾地盯着林烨 吐气如蓝道 本身我就是你的粉丝 就算迷恋上你 也无所谓吧 林烨咧嘴一笑 一脸骚包地说道 请你不要迷恋哥 哥只是个传说 扑 萧韵婷忍不住笑了 笑得花枝乱颤 林先生 跟你聊天 有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也有些惊讶 比赛就结束了 话锋一转 萧韵婷引入正题 没事 哪怕还剩下一分钟 我也相信我儿子 林烨轻描淡写地说道 萧韵婷一正 随即摇了摇头 林先生 不要说是我了 就算换做任何人 都不怎么会相信 五岁多的孩子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做出完整的画作 如果他真的做出来了呢 林烨不以为然地补充道 而且还会拿冠军 听到冠军 两个字 萧韵婷容颜上 那轻松愉悦的神情 顿时削减了不少 冠军 他势在必得 李年生 恕我冒昧直言了 六十当前的这种情况 如果能在比赛结束前 做出一幅绘画作品 已经算是惊人了 你 萧韵婷的声音 多了几分莫名的轻浪 你居然还想着 他能拿冠军 也许是你太盲目地 爱自己的儿子了 导致你脑子里 出现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嗅着那股独有的淡淡幽香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不急不慢地说道 萧导师 如果我的儿子 真的拿了冠军 你能怎样 如果六十真的拿了冠军 我萧韵婷愿意 哎 本男神可是一个 有原则的人 我奉劝 你别乱来啊 你再这样 也许对大家都不太好啊 林烨连连白手 制止了萧韵婷的誓言 萧韵婷美眸微闪 微微汗手 似是察觉到自己 刚才被林烨的话 刺激得有些冲动 他话锋一转 如果你能拿冠军 我就认你 为我的绘画导师 或者说师傅也行 林烨眼睛微眯 原本他并没有考虑太多 但现在萧韵婷的这般话 使得他想起了新颖娱乐 他觉得 一个娱乐帝国的发展 可不只是音乐 影视 这绘画 同样需要考虑 他并不是没有注意过舞台上 那身为萧韵婷 亲自指导的孙云的绘画情况 从孙云的画作中 看得出来 这萧韵婷 的确很有绘画指导水平 到时候 一旦新颖壮大起来 名下人员亦多 不管是绘画 还是其他方面 只靠自己一个 不会分身的人 想要全面 并且是不同领域的指导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如果让这萧韵婷来新颖 自己代代他 然后他再分担一部分 绘画指导任务 再好不过 从之前接触他到现在 可以做出判断 这萧韵婷的人品 是说得过去的思绪 飞速翻转之际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可别反悔啊 萧韵婷微微抬头 白镜娇嫩的脸蛋上 写满了自信 冠军一定是我的 说完 他美眸闪烁间 画风一转 林先生 我们这像是打赌吧 林烨随口说道 如果不是打赌 那你觉得是什么 好 那既然是打赌 我是不是也可以提出条件 萧韵婷立即应声 美眸间掠过一抹脚侠 林烨目光闪烁了一下 随即黑黑一笑 一脸不在乎的说道 你说吧 如果你没有得到冠军 就答应我 亲自给我唱首歌 萧韵婷娇美的容颜上 浮现出一抹遮不住的欣喜 不曾想 林烨却忽然摇了摇头 不行 我已经答应过你条件了 你不能再次提出要求 再次 萧韵婷觉得有些猛圈 除了这次 我还有什么时候 提出过其他要求了 在你说过 任我为师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条件了 林烨咧嘴说道 啊 萧韵婷愣神片刻 什么意思 我是你师父 是不是要费力 费神 指导你 林烨很是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的付出 是不是可以当作你提出的条件 只是你并没有发现罢了 呃 萧韵婷有些无语 下面 还有不到五分钟 就是本次绘画比赛的结束时间 舞台上 此时主持人开了口 六十小朋友 你不要坚持了 画不出来还一直呆着 到时候 可是会很丢脸的哦 不用再关注他了 这五分钟 别说一个小孩子了 换做是我 只要不是乱画 也根本不可能画出个一二三来 当然 除了那种画个圈圈之类的 则则 看看那孙云的画 简直就是美轮美奂呀 人群热意不断 第191章 开始欢呼 我们言归正传 萧韵婷说道 林先生 我收回之前所言 的确是我提出的条件有些多了 顿了顿 萧韵婷大有深意地 瞄了林叶一眼 补充道 能让我认可的冠军师傅 亲自知道 我感到挺荣幸的 谈吐之间 他加强了冠军两个字的语调 但你不要忘了 这样的说法 都是建立在 你说你一定会拿冠军的基础上 对吧 萧韵婷话锋一转 对之前的话 有所补充道 不如 你说了照常给我唱歌 保持这个条件不变 你要是赢了 我还是认你当师傅 不过 我会交学费的 如何 他还是不愿意放弃 让林叶为他唱歌的这个想法 林叶微微一笑 目光略过舞台上 并没有再接这个话茬 而是自顾自地说道 我儿子马上就要开始绘画了 见林叶依旧提及六十绘画的事情 萧韵婷面色微变 并没有将目光转向舞台 他实在是想不出 林叶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林先生 你不开口 我就当你默认了 他尝试性地问道 林叶点了点头 嘴角一脸 萧导师 你可以放下你心中 那笃定的自信想法 看看舞台 见林叶点头 萧韵婷奄然一笑 随即将目光转向了舞台方向 舞台上 其他的孩子 都在做着最后的微调 时不时动上几笔 主持人的目光 略过一众孩子之后 最终定格在了六十身上 他觉得 如果让六十继续这么待着 到时候 一旦他没有完成作品 当众丢人 这对于他一个小孩子来说 恐怕心理上会有不小的阴影 当即 主持人果断地迈步走向六十 准备避开麦克风 轻声给六十说些什么 给他一个台阶下 就在他刚走进六十 刚张口要说什么的时候 只见六十缓缓抬起了手中的画笔 与画板之间拉近了距离 主持人微微一愣 顿了顿 没有说什么 六十的这种淡然 在主持人看来 虽然很盲目 但他的心里 就是有一种隐隐的 无法抹出的莫名信任 咦 你们看 六十开始作画了 这没什么好看的吧 已经结束了 剩下连五分钟都不到 说实话 我的孩子作为六十的竞争对手 排名已经注定在棋的前面 但 现在看到六十在这种比赛 即将结束的时刻 动手作画 我的心里 依旧有些莫名的慌 你那是被六十淡然的样子 给吓着了 不用想太多 我问你 你觉得赛取什么水平 他能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 指导六十 做出什么精识神作 即便是让比他绘画指导水平 高一筹的肖导师 亲自指导 也没有丝毫可能 台下 观众的热议此起彼伏 台上 六十的动作开始渐渐加快 很快 画板上一个模糊的人形轮廓 渐渐展现出来 他在 画一个人 其他的孩子 画的不是山水自然 就是可爱的小动物 即便也有的作品中有人物 但都是 在某个场景中出现的 而六十想了半天 就只是单独的画个人 本来我还抱有那么一点点好奇 现在看来 是我想多了 赶紧结束吧 我儿子的作品 评分应该有七八分 能进前三 随着人群的议论 台上的六十 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 都没有想到的动作 在人们的正常认知中 平时写字用右手的居多 同时 绘画也不例外 况且 在六十一开始抬手 开始作画的过程中 用的同样也是右手 不曾想 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六十的左手 同样拿起了画笔他的双手 在同时开工 这 没想到 六十居然还藏了这么一手 赛许导师不简单啊 怎么 这多加个左手操作 就给你们唬住了 依我看 这无非就是昙花一现 甚至说 博取一下观众的眼球而已 刺 不对 你们看 他的嘴也叼起了画笔 什么 我怎么渐渐觉得 眼前的情形开始有点 把持 不住 要超出我的认知了呀 我的天 你们注意看 他画的到底是谁 好熟悉啊 从 舞台下 大面积的人群 被六十逐渐展开的操作 给牢牢地吸引住了眼球 人潮的热议 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看着舞台上六十仿佛 三头六臂 般多方位的绘画操作 萧运婷直接呆住了 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平日里灵动活跃的弯弯睫毛 此时显得声色又僵硬 不会的 神色恍惚之际 他低声呢喃道 他只是 做了其他孩子 做不到的绘画技巧 舞台上 随着六十笔下如龙 动作逐渐加快 整个画展厅 渐渐变得安静下来 直到六十 最终将画笔收回 神色淡然地将工具收了起来 看了一眼他身旁 早就已经进入呆滞状态中的主持人一眼 主持人 时间差不多要到了 我画完了 寂静的舞台下 有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卧槽 那是灵夜男神啊 有年轻的家长 忍不住大喝起来 灵夜乃是三险山的赛道之神 同时 也是唯一一个 打破南疆中新文化馆 那亘古不变的规则的神 他跟六十什么关系 六十为什么要画他 你们关注的重点 是不是应该是这幅画 灵夜男神的笑容 太生动 太迷人了 我仿佛能从那幅画里 感受到灵夜男神周身 散发出的无与伦比的魅力 这个六十的绘画水平 堪称有精英级别了 牛逼 太牛逼了 居然在这短短的三分钟内 能做出来如此上乘的佳作 这根本就是横扫全场啊 你注意到没 这种在我们看来 难度系数极高的绘画操 在六十那里 好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灵夜男神 可是我此生不变的信仰 六十居然能将他画得如此传神 他每一笔 每一道痕迹 每一种色调 都那么动人 六十牛逼 简直无敌了 第192章 男神到底在哪 好想见到他 人群 开始渐渐欢呼 沸腾 舞台上 一名评委长 在看了六十展现出来的作品之后 火 得一下站了起来 他年过半百的身体 开始止不住隐隐颤抖 即不来到六十身旁 激动地哆嗦着嘴唇 六十 你快告诉我 到底是谁指导的你 评委长这话一出 台下不过三秒 变得渐渐安静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 皆是直勾勾地盯着六十 有些人目录疑惑 小声嘀咕着 不是赛许导师指导的吗 你是不是傻呀 被灵夜的画像迷晕了 这幅画的水平 已经远远超过了赛许的指导 毫不夸张地说 六十的画作 已经甩开孙云几十条街 还不止了 嘘 小声点 我要听听 背后指导六十的 究竟是哪路神仙 台下彻底寂静 六十成了全场的焦点 舞台上 六十淡淡地看了评委长一眼 平静地吐出两个字 灵夜 这极其简单的两个字 如同震天惊雷 炸裂开来 我的天 我的心跳 快要跳出身体了 有人 直接原地蹦了起来 灵夜男神 简直是一个谜一样的神话 果然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在我觉得 一件事情 或者一个人 很牛逼的时候 那么总有一个更牛逼 更加登峰造极的影子在后面 就是男神灵夜啊 全场彻底沸腾 舞台上 评委长 主持人等皆是呆若目击 全然控制不住了自己的形象 彻底失态 可以公布结果了 到时间了 六十盯着主持人 平静地说道 猛然大口吞咽了一下 主持人的心里 翻涌起了惊涛骇浪 这灵夜 当真是一个神 他浑身一个机灵 紧接着哆嗦着抬起手 吻了吻麦克风 随即看向评委长 评委长会议地点了点头 下面 到了我们的最终评分阶段 分数以五位评委 叠加后的为准 满分一百分 每位评委 满分二十 主持人强行压住心头的巨浪 将话题影像比赛流程 台下的热潮汹涌 根本就停不下来 一百分 六十的作品 说什么也要一百分 对 要是不给一百分 小心我投诉你们 评委眼睛不好使 台上 评委长此时再次目光灼灼地 看了几天六十 随即回到了自己的席位上 接下来 几名评委 纷纷亮出了手中的分数牌 展示各个参赛人员的分数 在亮出孙云 九十分的高分之后 终于 轮到了六十 台下 再次渐渐干净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直勾勾地盯着评委 更有甚者呼吸逐渐急促了起来 发红的眼里 居然隐隐透露着几分威胁 这次的试分流程 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小变化 评委长 最先将他手中的分数牌亮了出来 满分 二十分 改变了试分顺序 其余几人紧随其后 纷纷亮出了手中分数牌 二十分 六十拿了满分 六十厉害 牛逼太神了 这是南疆第一小学 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拿满分的 林叶男神更加无敌啊 居然还会绘画 这直到六十的水平 简直是横扫其他绘画大师啊 看到不可被超越的满分 台下的观众再次热议起来 给六十 孙云等人颁发了荣誉奖励 评委长目光闪烁间 对六十说道 六十 那林先生是否在场 他这话一出 全场活跃异常的气氛 再次开始变得诡异的安静起来 众人的目光 无不锁定着六十 对与林叶是否在场这点 无不的关注 不知道 但他应该不会离开我太远 六十淡淡地说道 哦 评委长眼底闪过一道金光 继续说道 今天 林先生来了吗 六十微微点头 随即说道 你可以一下 把问题问完 得到六十的确认 评委长还没开始展开笑容的脸 微微一将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说道 那林先生 指导了你不少时间吧 我很想跟他交流一下经验 六十平静地说道 今天下午开始的指导 总共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 哼 平地 无数声惊雷乍响 偌大的画展厅 仿佛要被掀得一个底朝天了 林业男神 是的的确确的一个神啊 卧槽了 这简直牛逼到天 都要被炸了 这是什么登峰造极的绘画指导 不超过两个小时 竟然能做出如此 精英级别中的画作翘楚 莫说南疆 我估计就算是省城 乃至帝都 也难以出现与林业男神比肩的人物 林业牛逼 林业无敌 林业帅死了 自从他在中兴文化馆 那一次之后 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不论如何 也要成为林先生的铁粉 现在 我只想笔铁 还要铁啊 这是有多么强 多么鬼斧神功的绘画 以及指导造诣 才能用短短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而且 是将一个才五岁多大的孩子 给指导到如此害人听闻的地步 这已经惊世害俗了 可以说 林业绘画指导水平 是空前绝后的高 林业男神到底在哪 我好想见到他 舞台上 评委长彻底实话了 梁九 指导六十的语气 隐隐有些不耐烦 结束了吗 我想要回画室 哦 好 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马上就结束了 评委长心神威震 逐渐回过神来 他清了清嗓子 对着麦克风说道 各位 我宣布 冠军十六十 亚军孙云 继军 台下 萧运廷直愣愣地盯着屏幕上 六十的画作 画作内容上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的动作 仿佛饱含着以你的魔力 是那么的令人心生摇曳 那么的致命 他 真的是一位精识的绘画奇才 尼难之余 一想到认林业为师父的情形 萧运廷的美眸间 荡起了层层遮不住的涟漪 他轻轻扬了扬自己的秀发 嘴角浮现出了一抹 令人心神荡漾的弧度 第193章 嗯 谢谢师父 一种独有的柔美 古韵风情 在他这看似一个简单的举手投足之间 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林业暗自做了深呼吸调整 压下心底的那股 仿佛有了自主意识般的蠢蠢欲动 锁定着萧运廷那美轮美奂的侧颜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旋即闪身到了他的身边 将手轻轻搭在了他的箱间上 饶视萧运廷的肩 看起来弧度柔美 很精巧 但林业的手上 依旧传来一股隐隐的惊人弹性 这使得他的手 很适 自觉 的轻轻一捏 肩膀传来一种淡淡的温热 同时伴随着一种奇异的 酥酥的感觉 萧运廷微微一震 随即那没有瑕疵的脸蛋上 浮现出一抹夺人眼球的红玉 转过头 见林业正淡笑着看着自己 萧运廷弯弯的睫毛 闪动了两下 他轻抿了一下珠唇 美眸下垂 低声吐气如蓝道 林业 我承认 你赢了 我 拉长了话音 萧运廷做了深呼吸调整 仿佛他的心里 有着不小的思想斗争 接着说道 从今往后 不管你怎么想 我都愿赌服输 你就是我师父 我会交学费的 这个以后会在自己公司工作的员工 随即笑着调侃道 我的学费 可是很高的 你要是付不起怎么办 萧运廷眼底一按 他的家境 算不上多么富裕 只够自给自足 林业拥有如此登峰造极的绘画指导水平 提高价格 绝对是情理之中 思来想去 萧运廷微微叹息了一声 整个人看上去 萎抿了不少 但即便如此 他眼底的那一抹坚定 却始终没有被抹去 林先生 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弥补我的学费不够的问题 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林业咧嘴一笑 萧导师 我很想知道 你自己先说说 你能做些什么 我 萧运廷目录思索 很快 他的眼底一亮 想到了什么 林先生 我能充当你的助理 你这样神一般的人物 平日里一定不是一般的忙吧 就在林业笑着 正准备开口说什么的时候 你们看 那边那个不起眼的位置 是萧女神 登 林业 你说什么 卧槽 真的是他们 我的天 我还是第一次见 萧女神与异性之间的距离 那么的近 异性 你是不是脑子抽了 那是林业男神好不好 你要把男神两个字 当作重点形容 林先生 我是你的忠实铁粉 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啊 林先生看到了你 我压抑已久 被沉闷的黑暗笼罩的生活中 不可遏制的产生了一道曙光 来自于你的曙光 台上 评委长正进行着最后一个比赛流程 台下 却已经在短短的两个呼吸不到的时间 彻底乱了套 一片一片大面积的人群 踩着座椅的 空中乱跳的 人形阶梯的 开始涌向林业所在的不欺眼角落 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 评委长的声音 戛然而止 他瞪大了眼睛 原来林业这个 神 一直都在现场 而此时林业这边 见这么多人涌向自己 嘴角微微上扬 欲速飞快地对萧韵婷说道 徒弟 还不快点将联系方式给维师留下 萧韵婷愣神片刻 随即反应过来 林业能叫他徒弟 已经说明了对他的一种认可 他神色一喜 连忙伸出玉手 掏出了一张字条 扫了一眼上面的一串数字 林业掏出手机 手速飞快地直接给萧韵婷拨了过去 紧接着随口说道 到时候我会主动联系你 你做好准备吧 嗯 谢谢师傅 萧韵婷的笑容很灿烂 很迷人 你们看 萧女神什么时候 露出过那种高兴的神情 与之前比明显的不一样 在我看来 她已经这叫做失态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 刚才的一刹那间 萧女神 很像是一个幸福的小女生 嗯 难道她想要对林业男神 涂抹不轨 这怎么能行 我一定要阻止她 不能让她沾染了男神 你可拉倒吧 我承认 林业男神的光芒 根本就遮不住 独霸凹头 但萧女神也是个女神啊 你想怎么阻止 你能怎么阻止 林业快步一动 没有人能跟得上她的步伐 她静止来到了舞台上 她现在 想的更多的是照顾六世的想法 就是要带着六世离开 回画室 剑神一般的人物 与自己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评委长的神色 开始止不住激动起来 她刚一开口 林先生 您能亲自登上这个舞台 是我笑莫大的荣幸 我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这个动作 与舞台屏幕里 显示着六世画作内容中的她 笑容一致 一人 一画 微妙的动作统一 魅力 四结合在了一起 一时间 影格舞台下传来无数尖叫 尤其是异性居多 哇 林业男神太帅了 我愿意 我什么都愿意 好有魔性的笑容 这就是男神的魅力吗 哎 同样作为男的 我发现 我连模仿都不配 简直是对林先生的不敬啊 被热议的人潮打断 评委长并不在意 继续说道 我 不好意思评委长 有时间我们再聊 我儿子 现在很想去化石 林业咧嘴打断了他 随即一把将六世抱起 快步进入后台 随即离开 男神 你别走啊 我说呢 原来六世也是男神的儿子 哇 他这算下来 都有六个孩子了 你们说 那七了会不会也是他的孩子 卧槽 极有可能 一定要找机会多多关注 我儿子跟七了 还在一个武术班呢 男神 我还等着你 再露一首呢 林业此时 已经听不到化展厅里面 翻腾喧闹的声音 他现在的位置 在最初与赛许见面的高级画室内 第194章 联合 这才多久没见 儿子 你干嘛要说爸爸的名字 干脆直接说林业就是爸爸 这多好 将六世放下 林业做出一点不满的神情 行 当时在舞台上 你不说就算了 但这绘画比赛一试 是在爸爸的指导下 你才拿了冠军 难道你不觉得 你现在应该老老实实地叫我一声爸爸吗 即便拿了冠军 六世的神色依旧很淡然 林业忽然觉得 他说出去的话 总是隐隐地有那么一种 无法忽视的无力感 我并没有否认 你是我爸爸 六世这么来了一句 林业微微一正 他忽然做出一副 又好气又好笑的模样 儿子 你猜猜我现在气的是什么 林业的神色怪异 我气的是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为什么不能主动叫我一声爸爸 话锋一转 林业摇头继续说道 笑的是 你算是承认了我是你爸爸 六世淡淡地看了林业一眼 轻声开口 你是我见过 拥有最棒的绘画指导水平的人 林业黑黑一笑 不过下一秒 他便一脸不满地瞪了六世一眼 你可以想想一下 将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中 人 自换成 爸爸 我的心情会有多高兴 六世稚嫩的小脸上 丝毫不为所动 他平静地说道 不用想象 你 他的话说到一半 林业的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拿起手机看了看 是李世兰打来的 没有犹豫 林业接起了电话 林业 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 电话那边传来李世兰称怪的声音 快说 你到底还会什么 林业眼神微动 随即黑黑一笑 老布大人 天机不可泄露啊 我知道你特别关心你老公我 所以不会真的希望我泄露天机 对吧 哼 林业 你在南江第一小学化展厅的视频 已经有人发到了网上了 这下 你真是火上家火了 李世兰的语气中 透露着遮不住的欣喜 怎么样 男神我厉害吧 林业很是骚包的 扬了扬头说道 看把你嘚瑟的 你什么时候回公司 我想跟你谈谈 关于新歌 以及与公司合作的媒体相关的事情 李世兰引入正题 老婆 你这么主动找老公商量事宜 说实话 我的心里面可是美滋滋的 林业咧嘴说道 少臭美了 你心里先有个打算 忙完了 我们再聊 说完 李世兰挂断了电话 林业目光微闪 最近他手头上 事情还真就有点多 王家 甚至说 秦家 齐泽 龙志云 庄策良 你先去忙吧 思索之际 六十那平静的声音传来 林业坐态 瞪了六十一眼 哼 早晚有一天 会让你主动 心悦成福地叫我爸爸的 说完 林业闪身离开 刚到车库 林业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车库的气氛 有些不对 他记得很清楚 再来的时候 车库里少说 也有着相关的安保 以及管理人员在岗位上 如今偌大的车库 却空无一人 并且 现在并没有到下班时间 但车辆却少了很多 林业眼睛微眯 扫了一眼不远处 自己的那辆黑色轿车 他整体上看 并没有异样 林业暗自戒备起来 他略微沉吟后 并没有接近自己的车辆 而是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串号码 林先生 你真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奇才啊 华展厅舞台上的情况 我 林校长 我有事情要麻烦你一下 林业但笑着打断了他 林先生请说 我林之胜能做到的 绝不推辞 林之胜果断应声 语气坚决 也没什么大事 我就是想要看一下车库 以及其周边的监控 林业简短地说道 好 林先生稍等 我先查探一下监控记录 保存是否完整 一分钟后 我立马给将结果告诉你 林之胜语速不慢 又跟他简单聊了几句后 林业挂断了电话 一分钟 不过眨眼的时间 林业的手机再次震动了起来 林先生 不只是车库相关的录像记录 就连这一周内的都被销毁了 林之胜的声音非常低沉 查到是谁的手笔了吗 林业直奔主题 没有 我怀疑在学校绘画比赛期间 对方钻了漏子 侵入了监控系统 我会尽快想办法处理监控的问题的 林校长 麻烦你了 林业说完挂断了电话 再次扫了自己的轿车几眼 林业目光微闪 依旧没有靠近 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 如果对方对自己的车辆做了手脚 那么过段时间 他们是不是要派人过来查探结果 依照这种猜测 自己要是直接折服在学校 等对面主动上来 送也未尝不可以 但这样一来 就会面临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对方什么时候派人过来查探结果 自己要折服多久 思绪翻转之际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决定主动出击 掏出手机 他拨通了赛许的电话 某顶集会所的一间包房 于哥 这次的事情真是麻烦你了 连和的脸上带着羡慕的笑容 他的面前 坐着一个看上去四十岁左右 身形偏瘦的男子 这种事情 对我裂缝组织来说不值一提 于哥轻描淡写地说道 连和脸上 那令人恶心的笑容更盛 于哥出手 我就放心多了 来 小弟敬你一杯 话音未落 连和便主动给于哥倒酒 然而 他的酒缸倒到一半 咚咚咚 很有规律 很有力道 令人无法忽视地敲门声传来 倒酒过程被打断 连和微微一愣 眼底掠过一抹不耐 要继续倒酒 咚咚咚 的敲门声再次响起 草 连和暗骂一声 敲门就敲门 难道不能声音小点 于哥 我去看看 是哪个不长眼的 敢这个时候 打扰了您的雅兴 连和说完 带着一脸不满地来到门前 将门打开 一个令他熟悉无比的面孔 映入眼帘 连和 这才多久没见 你看看 我就忍不住想你了 林烨摘下太阳镜 咧嘴调侃道 第195章 沙包不小 但就是力道不够啊 连和脸上的几分不满 顿时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 短暂失神的恍惚 林 林烨 他愣愣地说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了 林烨咧嘴 看似闲聊般说道 这会所不错 连绍真是好雅兴 实则 他的余光 已然锁定了里面的余哥 连和的神色渐渐恢复过来 他目光快速闪烁起来 随即脸色一沉 阴冷地说道 林烨 不得不承认 你的运气的确很好 居然还能毫发无伤地来到这里 不过 你来得正好 还敢主动送上门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你是真的挺自信的 这么快就承认车库的事情 是你暗中指使的了 哼 那又如何 连和冷哼一声 林烨 我知道你是有那么几下身手 但今天 有余哥在 我看 你能嚣张到几时 说完 林烨当即后退两步进了包房内 恭敬地朝着一旁的余哥说道 余哥 劳烦你继续出手 给我将林烨拿下 酬劳我直接给翻三倍 扫了一眼林烨 林烨 余哥不急不慢地给自己倒上酒 紧接着一口干了酒杯 可以 不过我要五倍的酬劳 一想到林烨的出现 自己被父亲抽耳光的情形 林烨就火冒三丈 再想到话展厅 林烨成功带六时拿下了冠军 彻底阻碍了自己追求萧韵婷的事情 联合气得更是咬牙切齿 他立即答应下来 好 只要能给我收拾林烨 五倍酬劳 没有问题 你们两个还在那扯呢 没看到我这个客人 还在门外站着吗 林烨一脸戏谑地说道 算了算了 既然你们准备用很激烈的方式欢迎我 为了迎合这份热情 我还是主动进来好了 他话音落下 自顾自地走进包房 同时不忘了将门给关上 草 林烨 我看你当真是不知所谓 居然还敢在那装插 听说你会唱歌是吧 于哥 如果你能给我将他弄成哑巴 我愿意再加一倍酬劳 可以 于哥轻描淡写地说完 随即不急不慢地站了起来 目光直视林烨 给你五秒钟的时间开口 我会适当减少 再接下来 你即将承受的痛苦 于哥声音不高 但看起来好像很有逼格 林烨痴笑一声说道 来 让我感受一下 什么叫痛苦吧 说实话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过了 于哥眉头微皱 眼底掠过一抹残忍 看来 你做出了最错误的决定 得得得 别扯射行吗 赶紧动手呗 再不动手 我可要对你们 热烈地欢迎礼仪 打插评了呀 林烨作态 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哼 一个二十来岁 弱小不堪的蝼蚁 也敢在我面前 我说 你再不动手 我可就真要给插评了呀 林烨一脸不满地打断了他 找死 于哥怒喝一声 浑身气息陡然一变 一旁的联合 心神一震 不愧是裂缝组织的精英 于哥就是厉害 他说完 立即冷笑了起来 将带着怜悯的目光 转向林烨 林烨 你很会唱歌 你很会作画 哼 你现在如果跪地求饶 自己扣掉咽喉 自断一臂 我也许会考虑放过你 一个舔狗 还是舔狗中 最下三滥的一种 废话还真多 林烨戏谑道 他这句话一出 直接戳到了联合的灵魂深处 一股直冲脑门的怒火 瞬间将联合整个人 给点燃了起来 只见他神色猙獰无比 恶狠狠地瞪着林烨 林烨 我要把你给生吞活泼 他话音落下 一旁的于哥已然闪身 直接冲向了林烨 他那破风声呼啸的一拳 直接砸向了林烨面门 可以 你的拳头 至少有沙包那么大 就是不知道力道怎么样 林烨语速飞快 面对迎面 凌冽而来的进风 他并没有闪躲 而是抬了抬手 见林烨试图原地一掌 应接自己这一击 于哥的眼底 掠过一抹遮不住的蔑视 就这样 还想试图抵挡我内进中期中见 八成力道的一击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啪 他话音刚落 一道极其清脆的 全面与掌面相碰撞的声音响起 预料中 自己的拳头 催枯拉朽地冲垮林烨 那脆弱不堪的手掌 砸在他的面门的情形 并没有出现 反倒是自己的手臂上 隐隐传来一阵阵 在逐渐增强的霸道反振力道 于哥神色恍惚之际 瞳孔渐渐放大 他的面色逐渐变得惨白 额头上的冷汗 已经凝结成了痘大的汗珠 一滴滴地落下 时间仿佛停滞 空间如同凝固 弱大的包房 安静得有些可怕一种难以言喻 匪夷所思的京剧 赫然从于哥的心头 不可遏制地窜了上来 很可惜 你的沙包不小 但就是力道不够啊 我来磨练一下你好了 林烨摇头 一脸的失望 随即手上发力 只见他原本稳稳接住于哥一击 呈现张开状态的手掌 忽然闭合 拳头上突然传来一股 如同被金属前悍然束缚的力道 于哥面色狂变 胳膊上的神经 被林烨反振的力道 给撕扯得紊乱不堪 那如同万以撕咬般的痛苦 顷刻间传遍了他的全身 他根本来不及反应 手臂上再次传来了一股 无法抵抗的距离 下一秒 只见于哥的身影 被林烨向后侧步 随手一甩 已然腾空 他的身体 在空中划过了一个流畅的半员后 肉体与地面撞击 发出了沉闷的响声 感觉自己的身体 像是散了架一般 并且浑身上下 持续传来阵阵顿痛 于哥再也忍不住 胸腔一热 一口鲜血狂喷了出来 脸色变得煞白 眼底流露出无边惊骇 不可能 你如此年轻 怎么可能拥有堪比宗师的实力 这绝对不可能 于哥生死力竭地吼叫起来 林烨 你究竟是什么人 林烨大有深意地扫了于哥一眼 也许 你很快就会知道 第196章 今天不想见险 将目光一向一旁 已经陷入痴呆状态的连和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连和 有没有兴趣 去车库 上我的车里坐坐 不 连和浑身一个机灵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已经汗流加倍 再次扫了地上挣扎着的于哥一眼 他的脸上带着抹不掉的惊恐 于哥 裂风组织的精英 就这么败了 一股来自灵魂的颤抖 让连和止不住哆嗦着的说道 林先生 之前的事情 都是误会 我愿意道歉 我 误会 道歉 林烨吃笑一声说道 我很想知道 你上了我那辆车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连和面色骤变 本就惨败的脸上 此时显得更为煞白 怎么 难道连少 有什么难言之隐 林烨咧嘴笑着说道 你可是连校长的儿子 实打实地少演 难道进一下自家车库 上一辆车 都这么困难吗 那辆车 被余剑布置了 引火感应装置 只要启动 超不过三十秒 车的油箱 就会被 连和哆嗦得更厉害 额头上冷汗直冒 就会被点燃 可以说 也有着爆炸的可能 对吗 林烨替他说了出来 林先生 是我不对 我不该基于肖导师的美色 我更不该 连和的话并没有说完 不远处 传来余剑阴冷的声音 林烨 今天你插翅难逃了 林烨咧嘴一笑 这么快就叫来救兵了 哼 你身上的秘密 是藏不住的 余剑的眼底 掠过一抹无法掩饰的贪婪 他话音刚落 包房外 已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林烨眼睛微眯 根据声音判断 来的是三个人 碰 包房的门 被一脚踹开 三道人影 映入林烨眼帘 看到来者 刚挣扎着起身的余剑 见到来的是三个人 先是一愣 紧接着目录精仪 他刚才 联系的明明是自己的老大 祖静 怎么来了 另外两个高不可攀 神秘莫测的大佬 不管如何 自己的老大已经来了 祖哥好 余剑收起一律 不敢有丝毫怠慢 强撑着痛苦不堪的身体 上前恭敬地打招呼 说完 他便将目光转向嘴角 依旧挂着淡淡的笑意 看起来不知所谓的林烨身上 林烨 你死定 啪 一道极其清脆响亮的耳光 响彻在这偌大的包房 脸上传来一阵阵 如同烈焰灼烧般的疼痛 于剑梦了 祖哥 为什么打 居然敢对林先生不敬 简直是找死 祖静怒吼一声 再次反手 又是一击耳光 狠狠地抽打在了于剑脸上 不是 我 还敢争辩 祖静上去又是一巴掌 于剑两眼开始冒起了惊心 他不说话了 龙志云 你这发展名下小头目的速度 可真快啊 看着眼的熟人 林烨蛋笑着打招呼 龙志云笑了笑 上前微微躬身说道 林先生 这次的事情 是我出手的慢了 林烨咧嘴 笑着白手说道 这件事跟快慢可没关系 我可没通知过你 让你动手 想要利用这个巧合 跟我套近乎 可没那么容易 龙志云会心一笑 林先生明察秋毫 在下佩服 见到此情此景 堂堂独龙组织的二把手 居然会对林烨这般恭敬 于剑当场实话了 那龙志云 可是随便一句话 就能覆灭他们裂风组织的存在 这种只能仰望的人物 居然对着林烨如此恭敬 一时间 于剑对自己 对眼前的环境产生了怀疑 他咬了咬舌尖 生疼 这根本就不是梦 艰难地吞咽了一下 他感觉他的心跳 马上就要控制不住 跳出去了 龙哥 这个于剑 如何处置 龙志云身旁 一个看上去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此时说道 而在他身边 原本于剑口中的老大祖镜 正一脸恭敬地站着 一言不发 龙宇 你现在已经是裂风组织 新的头目了 那于剑 随你处置吧 扫了一眼于剑 龙志云随口说道 于剑瞬间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裂风组织 被独龙组织给吞并了 他所谓的大哥 祖镜 可以说 已然成了别人的阶下囚 于剑一脸的绝望 强大的求生欲望 使得他当场对着林业跪了下来 林先生 都是我的不对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接受 那联合的委托 你 一旁神色呆滞的联合 察觉到矛头忽然指向了自己 他如同被踩了尾巴的老鼠 当场跳了起来 指着原本 被他称作鱼哥的于剑的鼻子骂道 于剑 你他妈少在那里给我装模作样 早知现在 你听见我太高的酬劳 为何不拒绝 都给我闭嘴 裂风组织的新头目 龚宇 此时他一声震合 现场即刻安静下来 龚宇恭敬地对林业说道 林先生 这两个人 您准备怎么处置 林业还未开口 一旁的龙志云率先说道 林先生 我可以代劳 一听他这么说 林业心底顿时生出了开玩笑的念头 我说龙志云 上次我离开黑牙组织之后 你是不是去现场 将那里的人给带到天堂了 我能说 当时你是不是 就已经在代劳了 龙志云微微一笑 眼底划过一道金芒 林先生 一切都是我 自己想要做的 跟你没有丝毫关系 说完 他补充了一句 林先生 我代劳 也不是非要 将人带到天堂 难不成 你要将人带到地狱 林业顺势开玩笑般说道 就算带到了地狱 依旧跟林先生没有关系 龙志云强调道 微微上扬 虽然你说的都是实话 但我今天不想见血 毕竟我的儿子刚拿了冠军 龙志云面色微变 紧接着顺势画风一转 学校的少爷那边 我会派人暗中看护 看了一眼联合跟于剑 龙志云又补充了一句 林先生放心 这两个人 我不会直接下杀手的 多谢龙哥不杀之恩 我一定痛改前非 龙志云话音刚落 跪在地上的于剑 立即激动地开口 第197章 见到你这样的男神 哪一个女生能做到稳重 你应该感谢林先生 扫了一眼于剑 龙志云平淡地说道 是 龙哥说得极是 是我有眼无珠 冒犯了林先生 于剑连忙将目光转向林叶 林先生 对不起 到了现在 一旁的联合 已然彻底明白过来 眼前的林叶 其能量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心中的想象 面对林叶 联合的心底 不由自主地滋生出一种 自己很是渺小的感觉 太渺小了 仿佛林叶弹指间 自己就会灰飞烟灭 他主动来到鱼剑旁边 跟着他一样 当即双腿弯曲 下跪道歉 他们两个人 无意不是彻底的怕了 看向林叶的目光中 皆是带着难以言喻的敬畏 目光锁定着联合 林叶咧嘴笑道 林叶 你身为学校的公众知名人物 校长的儿子 光对我道歉 恐怕不符合你 良好 的人物形象啊 联合微微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脸色隐隐有些战红 但他不敢怠慢 用认错的态度 强调着自己的错误事迹 林先生所言极是 我的确对不起 自己这个校长儿子的身份 誓之不说 还试图对萧导师 图谋不轨 影响恶劣 我这就去学校 当众对大家 对萧导师 以及赛旭导师道歉 在林叶处理完联合 于剑仪式的时候 黄昏已过 时间来到傍晚 接近晚饭时间 林先生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车库 连之胜感激地说道 想来因为你的出现 我那顽固的儿子 会从根本上改变的 你要是真的要谢 平日里就多多关照一下 赛旭导师吧 林叶随口说道 没有问题 还有萧导师 以及全华导师 连之胜正色道 林叶目光微闪 随即笑着摆了摆手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林先生 我已经订好了饭店 我们 饭店的饭 未必由我自己做得好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说完便闪身上了车 即刻离开 他现在不想耽搁时间 李诗兰跟孩子们 还在等着他做饭呢 很快 林叶驾车 拉近了与新颖娱乐之间的距离 一道靓丽可爱的倩影 正站在新颖门口 时不时左顾右盼 时不时嘟起了嘴巴 若有所思 安妮 这么想本男神吗 摇下车窗 大老远的 林叶笑着打招呼 只见安妮翘脸一喜 立即小跑着过来 不等林叶说什么 他打开副驾驶的门 便窜了上来 你一个大姑娘家 能不能稳重一些 林叶笑着调侃道 见到你这样的男神 哪一个女生 能做到稳重 安妮转了转眼 珠子笑着说道 说吧 又有什么事了 林叶发动车子 驶入新颖车库 直接引入正题 林先生 你急着回家 给兰总 以及孩子们做饭吧 安妮却答非所问 好羡慕兰总呀 林叶没有再回应 而是停好车后 自顾自地打开车门 下了车后 继续迈开了步子 现在这个时间 他可不想跟安妮闲扯 林先生 看在人家在门口 辛辛苦苦等你的份上 你就说句话呗 安妮却不想放弃 下车后连不轻移 跟在了林叶身旁 让本男神说话可以 不过 你得把心中藏着的事情 老实说出来 林叶目光微闪 笑着说道 好吧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公司跟其他媒体 相关企业合作的事情 这些企业的信息 实在太多了 兰总跟我根本忙不过来 我见他 都要费请忘食了 所以想跟你聊聊 看看 你能不能来点帮助 安妮眨巴着大眼睛 道出实情 合计着 你是想让我来充当一个 筛选信息的机器是吧 林叶调侃道 那倒不至于 但我相信 男神有比机器 还厉害的能力啊 安妮挥动了一下小粉圈 拔高了音调 这马上到了吃饭时间 影响了准时吃饭的习惯 可不太好 林叶并没有接安妮的话查 大手一挥 很是骚包的说道 走 带你见识一下 本男神的魅力 哇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结果 男神太厉害了 安妮红着翘脸 雀跃道 公司识程 一间办公室内 李诗兰活动了一下 因长期翻阅资料 隐隐有些疲劳的耗腕 紧接着他 揉了揉太阳穴 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间 柳眉微醋 时间过得有些快了 说完 他便再次投入到工作状态中 继续翻阅起了眼前 足足有近40公分后的资料 办公室里 很安静 翘无声息之间 肩膀上 传来一股淡淡 又熟悉的温热 那是一双大手 林叶的手 李诗兰心神威震 不等他有所动作 肩膀上的那双手 开始很有规律地揉捏了起来 一股暖洋洋的感觉 肆意地从肩头 传遍全身 奇异地舒爽 让李诗兰忍不住轻盈出声 老婆 有什么事情 就是不能跟你老公我说一下吗 林叶做出一脸不满的样子 轻声说道 你现在可是知名人物 忙得很 跟你说 也许会给我帮到忙 李诗兰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动人的弧度 他很享受林叶那令人 不可抵抗的揉捏手法 得 看来本男神的魅力 还是不够啊 林叶一脸叹息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还是先离开 好好磨练一下自己好了 说完 他即刻将放在李诗兰双肩上的手拿开 果断迈步走向办公室的门口 就要离开 肩头一空 心底一空 李诗兰娇美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遮不住的急切 林叶 不准你走 林叶身形一致 随即头也不回地说道 反正我留下来 也只是会帮到忙 恕我理智的发言 就是应该先磨练一下再说 说完 他便继续迈步 依旧要离开 我只是担心你 不想打扰到你 所以才那么说的 李诗兰轻咬背齿 声音有些低迷 林叶赫然转身 嘴角微微上扬 老婆 你直接这么说出 心生多好 第198章 毕竟有着实至名归的男神称号 不管你老公 我再怎么忙 怎么会放下你不管呢 李诗兰微微一正 随即悠悠地盯着林叶 我能理解为 你刚才是在套路吧 这样很好玩吗 这不是分散一下你的注意力 让你不要过于专注工作 放松一点吗 我怎么可能会真的走掉 林叶眼神微动 嘿嘿一笑说道 哼 照你这么说 我的确被分散了注意力 但同时浪费了我工作的时间 就罚你过来 给我继续按摩 李诗兰轻哼一声 朱唇轻起 林叶做出一脸无奈的模样 好吧 老婆大人说的是 她话音未落 大手已经迫不及待地 触碰在了那柔嫩的香肩上 扫了一眼办公桌上 那叠厚厚的资料 林叶正要开口说 什么的时候敲门声响起 紧接着传来安妮的声音 林先生 麻烦你开一下门 东西我都带过来了 东西 什么东西 李诗兰狐一的侧头 等着林叶说道 林叶随口说道 是本男神需要筛选过滤的文件 嗯 李诗兰微微一正 随即反应过来 林叶 这些任务 我自己来就行了 林叶眉头微皱 人体的某个部位 如果一直且长期出现损伤 损耗状态 那么有几率造成细胞 亦或者相关组织彻底坏死的现象 一旦这种事情发生 将会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如果能提前制止 最好不过 这点 李诗兰不会不知道 这种情况下 如果自己再直接说出来 恐怕改变不了他的想法 何记者 你是想继续这样 赖上本男神的按摩手法了 心绪翻转之间 林叶一脸不满地说道 怎么 难道你不愿意 李诗兰傲然地挺了挺 愿意 当然愿意了 可你老公 我又不是机器 金剑帮六十拿了绘画冠军 有些累了 林叶目光微闪 立即回应 想要变着花样 让李诗兰改变他 重视工作 轻视身体的想法 说完 不等李诗兰开口 他便闪身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林先生 这就是目前的所有合作 企业信息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能还会增加 安妮抱着一落 能遮住他一个脑袋 还要多的资料 出现在门口 见状 林叶的心底一沉 他知道 李诗兰可能不止 要筛选他办公桌上的哪些资料 但没想到 总量要这么多 这要是让他还一直那样工作 身体上吃不消 可以说是必然的事情 让我来 林叶当即说道 然后接过安妮手中的资料 呼 累死我了 安妮活动了几下粉壁 擦了擦白进额头上的香汗嘀咕道 安妮 你先坐下休息吧 李诗兰调整了一下状态 恢复了几分 平日里 她身为女总裁 常有的气质 没关系的兰总 我可不想坐下 因为 我怕我一坐下 就忍不住不想起来呢 安妮眨巴着大眼睛说道 林叶此时 将资料分成数十落 放在桌面上 安妮目不转睛地 盯着林叶的一举一动 胡一道 林先生 你是想找更多的人 来一起筛选吗 可这个时间点 已经快要到员工下班时间了呀 一旁的李诗兰 也离开了办公桌 直勾勾地盯着林叶 她并没有说什么 即便林叶只是简单地 将资料分成了十落 并没没有正式开始过滤筛选 她的心里 林叶骚包地扬了扬头说道 找人 不存在的 我这么做 只是为了方便我快速筛选而已 快速筛选 那不是应该减少这种 一落一落的数量吗 你这样直接分成了十落 要从十个对应的角度 费力去看 不是 安妮的话并没有说完 林叶近在咫尺的身影 已然变得模糊了起来 她展开了行动 啊 安妮只看到了 眼前有一道模糊的影子在闪动 林叶的手 每每接触到新的一张资料 定格的时间都不到三秒 有时候 甚至只有一秒 仅仅是不到十分钟 林叶过滤完成 同时将几个筛选后的企业资料 给放在了一落 林叶 每一张资料 你看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两秒 而且 你这十分钟 顶得了被人几天的任务量了 我真的怀疑 你比一台精密的计算机还要厉害 李世兰的神色恍惚间 惊讶地说道 不用这么早的下结论 本男神可是还等着你们 来验证筛选结果的靠谱性吗 好 那我先来吧 安妮转动着大眼睛 最先开口 还有五分钟 就到了回家的时间了 你们可得抓紧啊 扫了一眼墙上的时间 林叶提醒了一句 知道了 怎么会耽误你 回家给兰总 以及孩子们做饭呢 安妮嘟了嘟嘴 下面开始提问 刚才你筛选过的公司信息了 男神 你可别只是做做样子 对不上号啊 放心 我记忆犹新 林叶严谨意该地说道 在林叶驾车 回别墅的路上 副驾驶上的李世兰 时不时地瞄上林叶一眼 老婆 现在可是在开车 不自重的想法 请到了家里在 妾 别臭美了 李世兰风情万种地 白了林叶一眼 美眸闪烁间 她还是忍不住地说道 林叶 你老实交代 你的脑子里 是不是被植入了什么高科技 智能芯片之类的东西 扑 林叶忍俊不惊 老婆 你看科幻大片看多了吧 你老公我可是货真价实的一个人啊 顿了顿 林叶一脸骚包地补充道 不过 毕竟有实至名归的男神称号 你要是觉得我是神 我也十分乐意接受 哼 你就做梦吧 我要是真的叫你神 你不得乐呵地飘到天上 李世兰嘴上这么说 但那双荡漾着以你连衣的美眸 却一眨不眨地盯着林叶 要是真的飘到了天上 那岂不是再说 本男神变得更厉害了 还会飞了 第199章 宗平抢病房 与李世兰谈笑间 林叶驾车已然到了别墅 三分钟后 林叶的身影出现在厨房 她驾轻就熟地开始了做饭 一阵令人心神摇曳的幽香来袭 放缓手头上的动作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老婆 一刻也不想跟你老公 我分开吗 林叶 李家那里 给我打来了电话 厨房门口 李世兰倾促着柳梅说道 李家 林叶眼睛微眯 停下了手头上的动作 转身看着李世兰说道 他们说了什么 李世兰娇艳的容颜上 浮现出一抹疑惑 说有时间让我回家足做做 我感觉他们的态度 跟之前相比 有了明显的转变 非但没有那么强势 反而隐隐有一种恭敬的意思 想起之前的一个早上 自己与公书 以及一个叫严心的人交手的事情 恐怕李家的态度转变 跟那叫严心的宗师 脱离不开关系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老婆 我看你是想问 李家的态度转变 是不是跟老公我有关吧 白了林叶一眼 李世兰没有否认 油油地说道 你说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白天的时候 跟公书他们见了一面 然后他们就被英明神武的我 给震住了 林叶轻描淡写地说道 你动手了 李世兰俏脸微变 眉眸间略过一抹担忧 我那叫正当防卫 林叶很是不在乎地说道 他想让自己表现得轻松一些 降低李世兰心底的担忧 林叶 你下手重吗 公书他们怎么样了 李世兰的呼吸加快 胸脯起伏的幅度 也在逐渐增高 都是见面里 怎么会动不动就下重手呢 你放心吧 他们没有大碍的 林叶但笑着说道 林叶越是这般轻松 李世兰柳眉促得更紧 林叶 你或许不知道 但我非常清楚 那李家家主 李鸿天的脾性 公书是他的人 你也许出手胜过公书他们一时 但李鸿天是绝对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 他肯定会变着法子 对你进行各种布置 你 林叶摆了白手打断了他 轻声说道 老婆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谈谈他们让你过去 做做的事情 李世兰轻叹一声 我会过去一趟 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这点你放心吧 你直接答应了 林叶眉头微皱 怎么 觉得我擅自主张了 李世兰悠悠一笑 话风一转 你都说了让我放心 为什么我说让你放心的时候 你去 我只是在想 就算那李家不会对你怎么样 但不代表 他们不会变着花样的设计你 林叶的音调不高 但却夹杂着丝丝力道 李世兰微微一正 随即焉然一笑 你想什么呢 你真的以为 我这个老板 又是总裁 是白当的 林叶思索之际 考虑到与李世兰之间的良好氛围 不想揪着这点继续谈论下去 老婆大人厉害啊 林叶竖起了大拇指 一脸佩服地称赞道 李世兰白了他一眼 明天上午 我会过去一趟 公司的事情 你 公司的一切问题 就交给我吧 林叶立即应声 本男神的魅力以及能力 可不是盖的 我已经联系过安妮了 到时候 她会配合好你的 李世兰说完 转身离开厨房 嗅着空气中 经久不散的幽香 林叶的眼睛微眯 她并不打算让李世兰独自一人 就那么单刀植入般地去李家 时间一晃 已过晚上十点 在确认了李世兰 以及孩子们熟睡之后 林叶闪身 出现在了别墅天台 今夜的夜空 星星不少 但有相当一部分 光芒没有往常闪耀 林叶目光深邃 目光锁定着星空 足足过了近十分钟 她掏出了手机 拨通了一串号码 林先生 你在南疆第一小学画展厅相关的视频 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同版本 在网上活起来了 七则激动的声音 林叶淡笑着说道 你那边准备好了吗 是时候去一趟你兄弟那里了 好了 随时都准备好了 就等你过来呢 好 在约定的地点等我 我马上就到 林叶微微点头 又跟齐泽交谈了几句后 林叶挂断了电话 她并没有打算驾车过去 那样会发出声响 容易影响了正在休息的李世兰 及孩子们 略微调整状态 林叶锁定了一个方向 随即化作一道魅影 很快 她便隐没在夜色当中 南疆第一人民医院 齐先生 该准备的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还有什么需要 可随时开口 庄测梁对齐泽说道 看了一眼病床上 一个看起来二十岁左右 面色略显苍白 紧逼着双目的病人 齐泽随口对庄测梁说道 麻烦你了 庄医生 齐泽刚说完 走廊上便传来一阵 急肆意张扬的脚步声 庄测梁面色微变 这里是最高级的医疗病房 在这个时间点内 应该不会有其他人来打扰才对 就算是有医护人员路过 也需要亲手亲脚 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规矩 庄医生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这个病房 能否让给我 宗平那令人感到 隐隐窝火的声音传来 他直接开门走了进来 其身后 跟着三名穿着便装 但体型雕悍的男子 宗平 你什么意思 不知道这个医疗病房 已经被齐先生提前预约入住了吗 你身为本院的一员 难道你不懂本院的规矩 庄测梁冷冷地说道 不好意思 庄医生 我想你身为医生 应该更清楚 什么叫人命大于天吧 宗平淡淡地扫了齐泽一眼 不急不慢地说道 看着他一副 胜券在握的样子 庄测梁很想上去 就给他一巴掌 宗平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哼 宗平冷哼一声说道 我这里有一个重伤 急需当前医疗病房条件的病人 你懂我意思吗 你身为这里颇具名望的医生 我想 你应该知道 自己该怎么做 第二百章 走后门的吧 庄测梁的眉头 凝成了一团 怎么 难道庄医生要亲手祸害一个人的性命 宗平英测测地说道 病人在哪 不想跟宗平掰扯 庄测梁沉生说道 人命关天 他想要亲自确认一下病人的情况 宗平冷冷一笑 随即拍了拍手 只见病房门口 多出了一张移动病床 上面躺着一个人 面色惨败 看上去似要奄奄一息 三十来岁的男子 你过去看看吧 我期待着你做出的选择 宗平英笑道 庄测梁扫了他一眼 就要过去查探 不曾想 这件事情跟庄医生没有关系 我是最先预约这间病房的人 有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谈谈 哦 宗平眉毛微调 上下打亮了齐泽一眼 他一息记得 之前一个晚上 林烨背着他来过医院 本身被齐泽这一插嘴 宗平心里就很是不快 再一想到那天晚上的事情 他的心底就穿上一股无名之火 小子 你的身体恢复得挺快啊 那病床上看起来奄奄一息的人 难道是被你给传染的 也罢 食物人毫不夸张地说 就是一个废物 你居然还袒护着他 愚昧 闻言 齐泽的眼底略过一道 射人心破寒光 他并不想在这里动手 怕打扰到病床上的青年 齐泽静止走出了病房 出现在门口 他的这个举动 让所有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曾想 他忽然转身 目光锁定着宗平 宗平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就算你的人死了 我也不会将病房让给你 宗平一愣 玄机怒火攻心 脸色涨得通红 他恶狠狠地瞪着齐泽 伸手指着他的鼻子 现在那灵业不在 你真就把自己当回事了 给我上 老子今天要好好修理修理他 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不知天高地厚 宗平话音刚落 那三名壮汉 各个神色不善地盯着齐泽 就在他们刚准备 有所动作的时候 慢着 庄测梁忽然高声喝道 他冷冷地盯着宗平 宗平 这里是医院 你敢带人在这里聚众闹事 哼 宗平冷冷一笑 蔑视地扫了齐泽一眼 闹事又如何 你 庄测梁面色一变 当即掏出了手机 他刚还没拨通一个号码 就觉得手上猛然一空 转眼一看 手机已然被宗平身旁的 一名壮汉抢了过去 庄医生 实在不好意思 你的手机 我先征用了 宗平音测测地说道 随即将蔑视的目光 转向门口的齐泽 直接下令 动手 这三名壮汉 各个彪悍异常 反观齐泽 即便他本身是正常的比例体型 但此刻却显得很是瘦弱 对比鲜明 齐先生 小心啊 庄测梁目入担忧 忍不住喊道 齐泽面无表情地盯着 对他冲过来的三名壮汉 原地未动 哼 这就被吓傻了 见状 宗平轻蔑地笑道 我还以为 你能有什么挣扎一番的手段 原来不过是 他的话没说完 脸上的冷笑忽然僵住 哼 一名壮汉一声闷哼 被齐泽闪电般的一个侧踹 命中胸口 当场人仰马翻 倒在地上抽搐起来 失去了战斗力 啊 另一名壮汉惨叫一声 胳膊诡异地弯曲着 跪在地上呲牙咧嘴 面色惨败 目露京剧 毫无战意 最后一人 直接被吓得摊在地上 紧接着快速后退到了墙上 京剧不已地盯着齐泽说道 你是内境中期的舞者 他们三人 实力最高的 也就内境初期而已 天欠一般的差距 不可能 宗平忽然大叫起来 眼前的一幕 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快得简直不像话 让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见自己的实力突破后的这番表现 齐泽目入感激 心中念叨 多亏了林先生上次给的用药 我才能有这样的提升 齐先生 你没事吧 庄测梁张大了眼睛 上前说道 齐泽对他点了点头 我没事 看了一眼走廊病床上 躺着的病人 庄测梁欲言又止 刚才齐泽说了 绝对不会将病房让给宗平 可眼下这个宗平口中 急需当前医疗病房条件的病人 该如何处理 注意到庄测梁的神态变化 齐泽随口说道 庄医生 你对他进行查探吧 他的病情状况 如果 庄医生 齐泽 晚上好啊 一道熟悉无比的声音传来 庄测梁 齐泽二人立即寻声看去 只见林叶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 正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林先生 二人齐声开口 音调不低 林叶淡淡一笑 随即目光快速略过四周 最终锁定在了病房内 脸色阴晴不定 又显得很是苍白的宗平身上 宗平过来 想要占这个病房 齐泽此时说道 林叶眼睛微眯 对事情的经过 已经有了八九不离十的了解 接触到林叶的目光 宗平心头一灵 他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 林叶才是今晚的重头戏 不过很快 他便强自镇定下来 林叶 你来医院做什么 我事先声明 你身为外人 无权干涉我医院内部人员的事情 内部的事情 林叶嗤笑一声 我这才刚来 你就忍不住 想要露出狐狸尾巴了 你什么意思 宗平微微一愣 我本身就是医院的内部人员 你有庄医生职位高吗 林叶没有解释什么 他忽然这么来了一句 宗平瞳孔微张 无论医术水平 还是名望地位 庄测梁都甩他好几十条街 哼 我们之间的职位 有什么关系 关你什么事 你不会是关系户 走后门的吧 林叶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 宗平脸色战红 强行转移话题 林叶 你来了又如何 人命关天 这间病房 我宗平今晚 要定了 林叶眼神微动 嘴角微微上扬 他即刻闪身来到走廊上 躺在病床上的男子身旁 林先生 你要亲自动手吗 庄测梁那掩饰不住激动的声音 此时响起 第201章 看好谢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很久没有看过这种状态的病人了 说完 他禁止给目标男子拔起了脉 哼 就算是让庄测梁亲自动手 结果也都是一样 见林叶有模有样的操作 宗平心中冷笑不已 在他看来 庄测梁这种级别的医生 可以说是南疆领军级别的了 林叶排得上号 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 林叶停止了把脉 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结束把脉 怕不是根本就没有 查探出个所以然来 知难而退了吧 庄测梁低声嘲讽 徒有其表而已 反观林叶这边 即便是他简单把个脉 一旁的庄测梁 依旧聚精会神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生怕错过什么 林先生 查探结果如何 林叶没有回应 他的神色渐渐变得古怪起来 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以一种令人难以捕捉的速度 快速在目标男子身上操作了起来 很快 只见原本紧闭着双眼的男子 眼皮抖了抖 随即慢慢睁开双眼 不等他开口 林叶便俯下身 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被揍得如何 男子微微一呆 半张着嘴不说话 显得很是迷惑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在你失去意识昏迷之前 记不记得跟什么人接触 或者联系过 男子下意识目入思索 想到了什么 瞳孔一缩 他的身体 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起来 面色战红 神色猙獰起来 显得很是愤怒 见状 林叶微微点头 随即起身 男子的表现 跟他心头的猜测基本一致 接着 林叶做出一副看好戏模样 目光时不时在宗品与男子之间徘徊 宗品那个狗日的 等我恢复 定然要他好看 草 男子瞪着天花板 怒吼道 嘖嘖嘖 宗品 你可真是好手段啊 林叶细血地 盯着一脸不可置信的宗品 他 他怎么会醒过来 宗品惊呆了 他结巴起来 自顾自地说道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当时我明明 说到一半 他面色一变 意识到自己要说漏嘴 忽然闭了口 即便林叶就在眼前 超不过两米的距离操作 但依旧捕捉 不清他的具体动作 装测梁心底 震惊不已的同时 又有一些郁闷 他求学 以及长见识的心态 并没有被实现 宗品 微妙地成了他发火的对象 哼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忽然盯着宗品 庄测梁冷声强调 睁大你的眼睛 好好看看 你所谓的不可能 在林先生这里 不过是谈指尖 就能解决的事情 没有理会 庄测梁 宗品愣愣地盯着林叶 神色恍惚 林叶咧嘴一笑 细写道 宗品 你没事闲得淡疼 非要上演这么一手 你看看 结果却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又是何苦呢 宗品瞳孔微张 回过神来 他的脸色 顿时变得极其的难看 林叶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嗨嗨 病床上的男子 此时咳嗽了几下 他挣扎着起身 瞪着宗品目道 宗品 你居然敢对我下黑手 不要以为你爹 是搞服装的 略有名气的大亨 就觉得自己 可以无法无天了 死 老子的药 好疼啊 宗品面色骤变 连忙解释道 兄弟你听我说 也感到狠 曹你妈 你还敢说这是意外 死 男子怒骂道 忍不住又呲牙咧嘴了起来 林叶此时咧嘴说道 火箭 我看你的火太大了 不发泄可不行 你先躺下 我马上就让你 恢复更多的活动能力 你是林先生 男子此刻才反应过来 脸上的愤怒 立即消散大半 目露狂热 神色激动异常 想不到 我能在有生之年 亲眼见到林先生 而且 林先生还亲自为我进行了治疗 我 看来 本男神魅力非凡 林叶倾笑着打断了他的长篇大论 直奔主题 躺好先 我可是很忙的 好 谢谢林先生 男子立即应声照做 林叶再次施展了 他那成鬼斧神功一般的迎针操作 片刻后 在众目睽睽之下 男子躺在病床上 先是活动了 几下四肢 紧接着直接下了床 四肢百骸 气血流畅涌动 原本浑身疼痛不堪的感觉 褪去大半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说不出的舒畅感 男子惊喜交加 林先生真是神人 一旁的装测梁 同样激动地附和 我也这么觉得 宗平彻底傻眼了 他呆若目击 直愣愣地站着 双目失神 仿佛被人抽空了灵魂 直到他感觉自己的脖子 被一股距离给夹住 才反应过来 看着身边的男子 宗平面色骤变 兄弟 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 你只是个屁 男子胳膊上猛然用力 冷笑一声打断了他 紧接着将他直接夹出了病房 谁不知道 你是院长的孙女 潜医的追求者 男子道出了实情 庄医生医术高明不说 而且跟潜医 并没有什么暧昧关系 两人之间 都是再正常不过的 交流与接触 而你 宗平 心胸狭义 美美地接近庄医生 想着各种办法针对他 想将他赶出医院 消除你那自以为是的 潜在情敌 男子直言不讳 而庄医生心胸宽广 医德很高 数次给了你脸 说到这里 他话风一转 语气变得很冷 如今 就是你自食恶果的时候 庄医生跟林先生 乃是一路的 你今天撞上了 居然还敢在 林先生面前放肆 也好 今天我就好好 替林先生收拾收拾你 先给你几个大嘴巴子再说 宗平挣扎着想要反抗 然而 他就像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羔羊一般 根本挣脱 不开男子的束缚 我是练过的 宗平 你不用妄想着挣扎了 男子冷笑一声 随即一记耳光 抄在了宗平脸上 耳光的声音很响亮 宗平的脸上 即刻出现了五道烟红的纸印 第202章 行 兄弟 我错了 你能不能 不能 你叫人黑老子的时候 你停手了吗 男子冷笑一声 上去又是一记耳光 如果不是林先生及时出手 让我清醒过来 同时 又给予了我提醒 不难想象 你压得 趁着老子不省人事的时候 在设计设计我 有那么一种可能 会除掉一个商业上的竞争对手 好一个一件双雕啊 既针对了庄医生 同时又算计了我 你们两个 可以离开得再远一点 我这边病房里 还躺着病人呢 看着被打成猪头的宗平 林烨黑黑一笑 随口说道 收到 男子立即应声 林先生放心 我一定替你 替庄医生 好好教训他 说完 他直接将宗平 按在了地上摩擦起来 林烨微微一笑 不再多言 给齐泽与装测凉使了一个眼色 三人随即进了房间 病房内 瞬间变得莫名的清静 齐泽目光灼灼地盯着林烨 林先生 他就是我的兄弟 齐君 如今 齐泽目光一暗 语气低迷起来 他现在已经是植物人了 林烨眼神微动 但笑着说道 齐泽 你这么年轻 我想从你身上 看到更多的是 朝气蓬勃 积极向上的气质 而不是这种唯靡不振 齐泽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脸上的低迷之色 被一扫而空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明白 林烨不再多言 目光锁定着躺在病床上的男子 紧接着上前为其把脉 见到这一幕 庄测梁的眼底 闪过一丝蜥蜴 他下意识地问道 林先生 恕我冒昧地问一下 这对植物人把脉 可否有什么说法 林烨微微一笑 没有回应 继续把脉查探 片刻后 林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林先生 查出什么了吗 见状 齐泽即刻问道 给我准备一个医用容器 同时装满开水 切记 不管容器还是开水 都要百分百消毒过的 林烨自顾自地说道 齐泽微微一正 立即照做 见林烨准备开始 放大招 庄测梁按捺不住 在一旁开口问道 林先生 对我有什么吩咐吗 医用酒精 林烨言简意该地说道 好 庄测梁应声离开 很快 二人各自准备好东西 按照林烨的吩咐就位 将室温调整至28度 林烨说着 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以其正端开始 将三分之一处 浸泡在了装着开水的容器里 紧接着 他将齐军身上的被子拿开 脱下其上半身的病号符 等下我需要让他的身体 呈现一种侧躺状态 他的头同时要离开病床 到时候麻烦你们 控住他的身形 让他持续保持我说的 侧躺姿势一段时间 林烨迅速将医用酒精 反复擦拭在银针上 明白 齐泽眼底充斥着遮不住的期待 他立即点头应声 装测梁与他的神情 极其的统一 点头复合 心中末算着时间 林烨眼睛微眯 他动了 只是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 齐军的上半身 正面被他插上了 数根到位的银针 就是现在 动手控住他 林烨神情专注 语速很快 齐泽二人连忙照做 林烨又将齐军的背面 同时插上了银针 他的动作 可以说流畅到了极致 插针的速度飞弹很快 同时 频率也极其地规律 这仅仅是短暂的几秒钟 林烨的额头上 已燃布上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齐泽瞳孔放大 在他的记忆力 林烨还不曾有过这么累的时候 呼 林烨暗自调整 他刚才并不是简单地插个银针 在施展银针的同时 施加了比平常更为费力的颤针手段 还剩最后两个位置 锁定着齐军的太阳穴 短暂地调整之后 林烨迅速将手中的六根银针 分别布置上去 在他刚布置完的时候 齐泽清楚地看到 齐军的眉毛 微微抖了一下 见到这一幕 齐泽的心里 忽然涌现出一股 无法言喻的震撼 一直以来 为了治疗齐军 他跑遍了各大有名的医院 都不了了之 直到遇见了林烨 一个可以说 令他信奉为神的男人 齐泽的呼吸 控制不住地急促起来 他身旁的装测梁 更是恨不得将眼珠子给蹬出来 这已经不能用医学奇迹来形容了 他身为南疆第一医院 名望颇高的医师 而林烨的操作 已然彻底颠覆了 他对医学的认知 你们两个 不要发呆 林烨的双手 在银针的整体布局上 快速舞动 他的神情始终非常专注 注意到齐军的身体 有些倾斜不稳 他皱着眉头说了一句 视线并没有离开齐军 随着林烨的动作 一遍遍地重复 并且在加快 一滴痘大的汗珠 从他额头上低落下来 呼 林烨的脸色 多出几分极为罕见的苍白 胳膊上 手上 隐隐传来一种疲惫感 林烨暗自咬牙坚持 心中念叨 快了 还差最后一个环节 随着他迅速收回银针 示意齐则二人 将齐军放平 紧接着伸出大拇指 将手点在了齐军的心脉上 他的拇指 以一种惊人的频率抖动 整体上看 似乎是一个 不怎么起眼的小动作 但在现场的装测梁 以及齐则看来 却像是一个宏达壮观 震撼人心的操作 行 终于 林烨眼底掠过一道筋芒 他嘀喝一声 旋即收了手 齐军缓缓睁开了眼睛 弟弟 你醒了 齐则热泪盈眶 林先生刚才那番操作 堪称医学上的奇迹 不 是神迹 空前绝后啊 庄测梁再也忍不住 同样激动地流出了热泪 呼 林烨已经重复了数次调整 看了一眼已经醒来的齐军 微微点头后说道 他已经无大碍 这次可把我累得够呛 我先撤了 说完 林烨迈着略显沉重的步子 就要离开 林先生 请你先不要走 我有话要说 齐军的声音不高 如同大病出狱 带着几分虚弱 却坚定异常 第203章 有些怪怪的 林烨目光微闪 止住了身形 林先生 从今往后 我齐军的这条命 就 得得得 林烨做出一副 很是不耐的表情 你可别在这煽情了 我现在着急回家 躺在舒服的大床上休息呢 不 我就要说 齐军像是一个执拗的孩子 他脸上的坚定之色 没有丝毫减少 林先生 我 那个 齐军 你可得看看你的弟弟 我总感觉他 被我深深的 吸引 好像要走火入魔了 这可不太好 林烨抬高了音调 抢先说道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不曾想 但凡自己下达命令 向来都会毫不犹豫地 答应的齐则 这次却出奇地拒绝了 林先生 我弟弟一旦下定决心 要做什么 就算是石头牛 都拉不回来 说完 他又补充了一句 而且 我支持他刚才的想法 你俩可真是亲兄弟啊 林烨有些无语地摇了摇头 我先撤了 说完 林烨头也不回 静止离开 齐先生 我就不打扰你们兄弟二人休息了 见林烨离开 装测梁当即开口 说完也走出了病房 与齐军相视一笑 齐则二人打开了久违的画匣子 病房里的气氛 变得既容恰 又轻松了起来 一日清晨 天还未亮 林烨的身影 照常出现在厨房 窗外的天色 暗得有些过分 林烨今天起的 比往日要早上半个小时 他的心底 装着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情 那就是 李诗兰上午要去李家 坐坐 林烨早就察觉到 李诗兰跟李家 并不对付 跟往常一样 林烨将家肴做好 摆在餐桌上 套上护餐纱 做完这些 林烨略微沉吟 接着他再次闪身 查探了一下李诗兰 以及孩子们的房间 确认了他们 还在熟睡后 即刻离开 出了别墅 林烨正准备拦一辆出租车 提前去查探一下李家 他并没有将任务交给齐泽 毕竟齐泽与齐军 这兄弟二人 昨晚算是刚刚重逢 至于他自己驾车 如果不想影响到 李诗兰跟孩子们睡觉 那就需要开得很慢 但时间有限 半个小时后 李诗兰跟孩子们就会醒来 根据李家 与当前位置的距离判断 真要是慢慢将车子 开出车库 开出院门 那么想在李诗兰 及孩子们 醒来之前做完一切 并折返回来 那太赶了 没有必要 如果昨晚没有那么疲惫 虽说付出了 有史以来最高的专注力 消耗最大 但林语发现 他的实力有所精进 这让林语心头一喜 如果面对同级别的对手 他有更高的把握拿下对方 闪身出了别墅院门 林语的目光 快速掠过四周 昏暗的街道上 空无一人 只有时不时拂过的凉风 林语眼神微动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 一栋数十层的高楼 下一秒 他的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身影闪动间 便出现在高楼楼顶 开阔了视野 司机估计都在休息吧 这么想着 林语掏出了手机 拨通了一串号码 林先生 你可真是一位神人啊 想不到你在绘画方面 同样有着登峰造极的造诣 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电话那边传来 陆运博爽朗的称赞声 陆总 你起得可真早 我还想着 会不会打扰到你休息呢 林语咧嘴笑着说道 只要是林先生的电话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都不可能打扰到我 我就手下你的称赞了 林语引入正题 陆总 有 多少都有 林语话音刚落 陆运博立即应声 林先生现在在哪 我立即过去接你 林语眼神微动 虽说之前自己动手 将陆老爷子 从鬼门关给拉了出来 但一直以来 老是让陆家动手 帮个这个小忙 又是那个小忙的 累计起来好像也不太合适 思绪短暂的翻转之间 想到当前位置距离陆家 不算太远 且陆家的位置 不像李家那样 没有相对合适 可以直线直达 横穿的楼宇 林语这么说道 陆总 陆小姐的音乐水平 是否有所提高 林语补充道 有 自从林先生知道了之后 我女儿的音乐水平 可以说有了之提高 陆运博激动地强调道 林语笑着说道 一直让陆总帮忙 我不介意再进一步 知道一下陆小姐 林先生 你这是什么话 毫不夸张地说 你已经给我当成了 陆家家主级别的人物 我这就给女儿安排上 林语微微一正 总觉得陆运博的话 哪里有点怪怪的 不过他不想担个时间 好 这么早知道他 也算是打扰到陆小姐了 又跟陆运博简单交代了几句 林语挂了电话 看了一眼陆家所在的方向 手中多出树根银针 林语纵身一跃 化作一道魅影 快速消失在原地 陆家大院 挤到匆忙的人影 来回穿梭在敞开的院门前 他们各司其职 有的在打扫卫生 有的在练习迎兵礼仪 院外 光线昏暗 显得很是萧条 而院内 却活跃异常 你们几个 给我动走麻利点 林先生马上就要来了 可不能怠慢了他 陆运博大声指挥着 爸 你昨晚没有休息好 你先回屋吧 陆运博旁边 停停玉立的陆小曼 美眸间流露出一抹 遮不住的担忧 没事 陆运博的瞳孔内 充斥着树道血丝 小曼啊 等下林先生来了 你可要好好的迎接 他指导你的时候 你可别忘了哪里不懂 一定要多多想他学习 多多交流啊 陆运博目光闪烁间 一脸正色的强调道 陆小曼精致的翘脸微红 爸 你难道没有发现 类似的话 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吗 第204章 那样会耽误时间 说实话 我真就没有发现 陆运博爽朗一笑 随即语重心长地说道 小曼啊 你已经长大了 爸爸知道 你喜欢音乐 但不能老是一个人钻研 一个人 想要更加成熟 必须要有跟同龄人之间 交流的经历才行啊 不过身为你的父亲 我也不会同意 你随便 就和一个同龄人交流 我看林先生就 爸 你还说 人家会勤学好问的 这样行了吧 陆小曼的翘脸 红得像熟透了的苹果 他轻咬猪唇 微微汗手 扭动了几下妙慢的娇躯 低声呢喃道 嗯 你知道就好 陆运博笑着悠悠地说道 女儿啊 那林先生乃是 各位 这么早啊 一道熟悉无比 带着几分调侃的声音传来 林业的声音 已然闪身出现在大院的 一辆价值不菲的黑色轿车旁边 快 小曼 赶紧过去啊 陆运博又惊又喜 立即对身旁的陆小曼催促道 林先生 准备得有些仓促 是我陆家懈怠了 不好意思 一道洪亮的声音 从陆家别墅正厅传来 父亲 寻声看去 陆运博微微一愣 你不是在 陆兴博摆了摆手 打断了他 林先生光是能来一趟我陆家 陆家就已经显得彭壁生辉了 我身为家主 怎么能怠慢 看了一眼身体硬朗 双目炯炯有神的陆兴博 林叶笑着说道 陆老爷子 你太客气了 你们没有丝毫懈怠 到是我这个时间点来 早都有些过头了 见陆兴博捋了捋胡须 正要继续开口 林叶但笑着继续说道 陆老爷子 我现在还有点急事要做 改天再聊 说完 不经意间嗅了嗅此时 传来的一股忧香 林叶目光微闪 看了一眼刚否过来的陆小曼 上车吧 嗯 谢谢林先生 陆小曼微微汗手 轻声开口 这是车钥匙 说着他伸出嫩白的玉手 林叶咧嘴一笑 随手接过他手中的钥匙 你可以好好体验一下 本男神的开车水平 陆小曼嫣然一笑 点了点头 随着一道引擎轰鸣的声音响起 林叶驾驶着车辆 迅速出了陆家大院 隐没在街道尽头 父亲 要不要派人暗中看护着林先生 不知道他有什么急事 一刻也不愿停留 来到陆兴博身旁 陆运博开口说道 一道金芒 从陆兴博的眼底掠过 姑且不说他有什么急事 你觉得 有谁能跟得上他的车 城市街道上 一辆黑色轿车 如同一条夺人眼球的游龙 又快又稳地在急驰 林先生 你能开得慢点吗 傲人的双风 随着车辆的急驰 而疯狂地起伏 陆小曼的翘脸一阵红 一阵白 他顾不上自身形象 连声说道 林叶非但没有减速的意思 反而单手操作 起了方向盘 他的另一只手 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 一个精致小提琴 前方是一条直线 车辆行驶的 会相对比较稳定 我们开始吧 副驾驶上 看着眼前的小提琴 陆小曼惊呆了 林 林先生 你这是要干嘛 他诸唇微张 结巴着问道 指导你啊 林叶随口说道 抓紧时间吧 把手给我 不要浪费了 现在走直线的好时机 陆小曼的神色 开始恍惚了起来 这么高的车速 还是单手 还要练习小提琴 见林叶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意思 陆小曼忽然觉得 眼前的一切 都显得那么的不真实了起来 看了一眼 林叶伸过来的那只大手 陆小曼鬼使神拆地握起了小玉拳 直接锤打了上去 他想看看 到底能不能将林叶打醒 亦或者说验证一下 自己的手会不会感受到反阵里 是不是在做梦 然而 他的小拳头 刚与林的手掌接触 让你将手伸过来 没说让你握拳啊 林叶咧嘴一笑 随即反手 将那小拳头给握住 我现在就是要手把手地教你 林叶随口说道 真的就要在车上这么来吗 陆小曼翘脸上不绝间 已然镀上了一层夺人眼球的红霞 不然呢 你难道没有觉得 我今天早上很赶时间吗 林叶的脸上 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意思 赶紧 拿起小提琴 我引导着你 我们这就开始练习 话风一转 林叶引入正题 手掌尖传来一种又嫩又滑腻腻的感觉 林叶心神微荡他的手 又有了 自主 意识 捏了两下掌尖的小拳头 林先生 陆小曼的翘脸 已然红透了 他低声嘻喃 你 你能不能先放开我的手 林叶不假思索 一脸正色地说道 不用 那样的话会耽误时间 因为你 还要拿起小提琴 我的手 早晚还要这么放在你手上 手把手引导你 好 陆小曼的眉眸之间 掠过一抹以你的涟漪 他很直接地应声 紧接着用另一只手 按照林叶的指示 将小提琴摆放到位 开始了 我会提高车辆行驶的稳定程度 你保持专注 见一切准备到位 操作之前 林叶补充了一句 嗯 好 看着眼前这张棱角分明 俊朗不凡的脸 感受着手中渐渐升起的温度 陆小曼红着脸回应 李家大院 大门尚未打开 院内 梁亭之下 对坐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看起来四十来岁 体型中等的男子 神色恭敬地 对他面前的男子说道 严先生 这件事情 不劳您费心了 我李家自会进行处理的 严新的脸色 自始至终都算不上多么的好 李凌峰 你父亲李洪天的脾性 我不是不清楚 弄不好就会出现一个擦枪走火 这次那李氏兰过来 说什么 我也要在这里把把关 省得你们搞出个什么幺蛾子来 李凌峰轻叹一声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为人子女 对于父亲的指示 我不得不执行 我挺好奇的 那李洪天 到底给了你什么指示 第205章 家里做好了 严先生 你就不要为难我了 李凌峰摇头说道 这种事情 如果能够告诉你 用等得到现在吗 严新微微点头 想到了什么 眼底掠过一抹惊骇 他话风一转 那天刘宫已经告诉过你 灵液的情况了吧 李凌峰面色微变 瞳孔猛然放大 仿佛严新的这句 看似很随意的话 带着某种牵动人心的力量 不等李凌峰开口 严新继续说道 这灵液能够拥有宗师 不 甚至说超越宗师级别的实力 要么 他有着某种极其恐怖的秘密手段 使得他的实力短时间内提升 要么 说到这 严新拉长了话音 他的瞳孔渐渐放大 要么就是一个空间绝后的五道妖念 对于严新这番话 饶势李凌峰心里早有准备 听这般表述出来 心神依旧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严先生放心吧 灵液的事情 我会尽量妥善处理的 稍作深呼吸调整 平复了心绪 李凌峰正色道 然而 严新只是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李总 茶水已经准备好了 一名部下此时端着茶水走了过来 严先生 现在时间还走 李诗兰应该不会过来 这是我特意让人准备的茶水 你可以品尝一下 李凌峰说着 主动给严新买上 一个不起眼的街巷口 停着一辆黑色轿车 一道靓丽的倩影 正站在车的旁边 时不时左顾右盼 林先生怎么会来这个地方 轻轻扬了扬被微风吹拂起来的秀法 陆小曼喃喃自语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这里的位置比较偏僻 现在这个时间点 放眼望去 街巷上的商户都关着门 林业停下车 临走前只说了一句 要去方便一下 奇怪 这里好像没有洗手间吧 陆小曼轻声疑惑 他话音刚落 便感觉到一只温暖的大手 伴随着一股柔和的力道 搭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不等他有所动作 只听林业说了一句 时间紧迫 该开车了 紧接着 陆小曼感到腰身 被一股不可抵抗的力道轻轻束缚 随着车门打开 再次关闭的声音响起 陆小曼有些恍惚的发现 他已经出现在了车内 太快了 简直就是眨眼间的功夫 他已经被林业送进了车内 林业闪身来到主驾驶 手上快速操作 刚才 他已经对李家的情形 有了初步的了解 就算那李凌峰 不会当场对李诗兰 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 他也不打算放弃 暗中看护李诗兰的念头 思绪翻转之间 林业操作着车辆 引擎轰鸣声响起 看了一眼副驾驶神色 有些呆的陆小曼 林业随口说道 新的一轮 特色 练习开始了 陆小姐 请主动把你的手给我 林业的话 带着一种令人心神缭绕的魔力 陆小曼身体微微一颤 即刻回过神来 好 他并没有发觉 他那难以挑出瑕疵的脸蛋上 已经布上了一层诱人的红侠 不多时 林业驾车出现在了陆家大院门前 车辆刚一停下 林业一个闪身下车 他的语速很快 陆小姐 谢谢你今天的香车 我还有事 先撤了 听到 香车 两个字 陆小曼微微一正 随即想到了什么 翘脸微红 可一听林业这就要走 他的心底不自觉的一空 刚刚林业指导他练习的情形 历历在目 林业那令人难以忘怀 带着奇异魔力的大手 以及那掌温 无不使得他心里小鹿乱撞 林先生 你还没吃早餐吗 不在我家坐坐吗 陆小曼下车 急忙开口 我家里已经坐好了 我这不回去就要吃吗 林业说完 身影已然隐没在了街道尽头 难道 林先生回去 就是为了跟李诗兰及孩子们 一起吃早餐吗 陆小曼双目失神 喃喃自语 我有点羡慕蓝总了 小曼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快 林业刚离开不久 注意到这边情况的陆运博 疑惑地走了过来 林先生呢 他已经走了 陆小曼美眸微闪 快速调整状态 走了 陆运博感到很是错愕 你们这才出去多久 他难道临时有事 没有对你做音乐指导吗 不等陆小曼开口 陆运博目光闪烁间 眉头微皱 似是想到了什么 用带着那么一点点 责备意味的目光 看向陆小曼 你们之间 是不是发生什么 不愉快的事情了 小曼啊 你要知道 林先生 爸 你想多了 陆小曼轻声开口打断了他 随即眼底掠过一抹忧色 爸 假如真的发生了 不愉快的事情 难道你要优先 站在林先生那边吗 你女儿不重要 陆运博微微一正 随即老脸一红 一脸歉意 唉 我这上了年纪 糊涂了 女儿 你别在意啊 说什么我也要与女儿 再统一战线才对 陆小曼轻敏诸唇 心里低估了一句 四十多岁 也叫上了年纪吗 那些八九十的人 要怎么说呢 想到刚才陆运博 疑惑林业有事 没有指导自己 陆小曼下意识 看了一眼林业离开的方向 眉眸间 荡起了一抹动人的涟漪 爸 难道你觉得 林先生是那种说的 却做不到的人吗 陆运博爽朗一笑 当然不是 我这不是在关心女儿吗 陆小曼回房间 拿出了一把小提琴 他要用行动证明 自己的音乐水平 是否有所提高 陆运博在一旁 炯炯有神地看着他 随着陆小曼的耗腕摆动 从指划过琴弦 那悠扬婉转的声音 瞬间令陆运博张大了眼睛 他明显地察觉到 陆小曼的音乐水平 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随着陆小曼停止动作 一段令人沉静的琴声 虽然消失 但在场 似乎依旧有着 优美的鱼音缭绕 惊骇之余 陆运博惊喜交加 他目光闪烁间 快步来到陆小曼身边 激动地说道 小曼啊 爸爸知道你喜欢音乐 我就直言了 你考虑过追随林先生吗 别墅 一道魅影闪烁间 进了正厅 第206章 可以适当跑过来 目光快速掠过四周 见没有人醒来活动的迹象 林夜暗自松了口气 回来得并不晚 餐桌上的佳肴依旧 欺乐的房间 此时传来了动静 林夜眼神微动 他知道 欺乐马上要出来沉练了 就在林夜心里正想着 今天带欺乐的舞蹈 练习安排的时候 你也挺准时的 我们开始吧 剑七说着 已经跑到了院中 林夜目光微闪 随即闪声跟了上去 你要站好了 我的踢腿 可是变厉害了 就让你好好感受一下 林夜刚停下身形 欺乐便扬起了小脑袋 很是傲气地说道 看招 说完 见他已然冲了过来 林夜眼神微动 随即一把上前 轻轻化解了 他踢向自己下体的一击 你难道不知道 进行剧烈动作前 需要先跑个步 或者做个其他热身动作吗 哼 我才不需要呢 欺乐挣扎着 板着脸喝道 赶紧放开我 当好你的陪练 你要是想变得更厉害 就老老实实地听爸爸的 并没有放手 林夜咧嘴说道 想想之前老爸给你来的开胯 开完胯之后 你是不是变得厉害了 欺乐原本很是硬气地想要拒绝 听到林夜后半句话 稚嫩的小脸面色一变 身上的小傲气 削减了不少 哼 本就是跑个步嘛 这有什么难的 跑着跑 你还不放开我 林夜黑黑一笑 松开了他 随即画风一转 跑步确实不难 所以我为你的跑步 增加了一个难度 你敢不敢挑战一下 眼下这种激将法 对欺乐极其的受用 来就来 谁怕谁啊 好 林夜抬高了音调 你跑步的时候 要将胯当做最高的负重单位 来 爸爸教你怎么做 眨眼间 晨练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 林夜二人简单整理后 往正厅走去 欺乐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 时不时偷偷瞄了林夜一眼 怎么 被你爸爸我的英明神武 给深深地吸引了吗 林夜嘴角微微上扬 他言语字述中的爸爸两个字 欺乐没有将抗拒表现出来 这算是一种默认接受 这让林夜心里美滋滋的 哼 欺乐轻横一声 将头扭到一边 嘀咕了一句 看在我的确变强的份上 就承认 你是有那么一点点厉害吧 新颖娱乐 凉亭之下 做着两道靓丽的倩影 安妮姐姐 今天怎么没见你跟蓝总他们一起来 自从上次在厨房 林夜点出她的不是之后 孟小雅精美的脸蛋上 原本经常挂着的嬉笑 收敛了不少 安妮微微一正 她敏锐地察觉到 孟小雅变了 变得令人心底 更流畅地想要与之交流 亦或者接触 这几天比较忙 我就先来公司了 这不 刚整理完一些资料 出来透透气 就跟你碰着了 安妮微笑着说道 随即狐疑地盯着孟小雅 话风一转 小雅 我感觉你变了呀 怎么形容呢 变得真实 孟小雅浅浅一笑 抿了抿她那 令人垂涎的鲜艳朱唇 多亏了林先生 不然我可能都习惯了 没有意识到自己多么 说到这里 拉长了话音 孟小雅的语气 渐渐低落了下来 自己多么罪恶 行了 没有那么严重 就算有时候走火入魔 但也没有什么恶意啊 安妮劝慰道 安妮姐姐 谢谢你 孟小雅奄然一笑 要谢 就谢林先生吧 她的魅力 居然这么大 一下子就让你把 习以为常的习惯给改掉了 她还是那么厉害 安妮转动着放光大眼睛说道 倒是你 明明请假了 怎么还来公司这么早 我记得好像跟你提过吧 林先生参加 楚王争霸赛的事情啊 孟小雅的嘴角 挂着浅浅的笑容 安妮一拍 嫩白的大腿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不管是再忙 我怎么能忘掉呢 孟小雅美眸闪烁间 用开玩笑般的口吻说道 安妮姐姐 这好像是林先生 跟我肖家之间的事情吧 对于这件事情而言 你应该算是外人吧 可我怎么感觉 你这个外人 反应有点大呢 安妮大眼睛转了转说道 我怎么就是外人了 到时候我可以参赛 但临念男神的观众呀 孟小雅张口 刚要说什么的时候 一道犀利又不显得刺耳的刹车声传来 安妮最先起身 看向大门方向 翘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欣喜 男神来了 孟小雅跟着起身附和 林先生还是一如既往的准时呀 停好车 从车库出来 与李诗兰简单交谈后 她带着孩子们先一步进了公司 看着不远处 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二人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我觉得你们不用过于压抑自己 可以适当地跑过来 拉近与本男神之间的距离 好呀 安妮欢呼一跳 立即吵吵着林叶跑了过去 孟小雅不甘示弱地跟了上去 林叶不自觉间加快了几下呼吸频率 林先生 想不到你还是绘画方面的器材呢 孟小雅美眸间一彩连连 应该叫林叶男神 安妮不假思索地笑道 男神 这么早看到像我这样 漂亮可爱的铁粉 有没有觉得心里很开心呀 可惜了 追本男神的美女如云啊 我已经感到麻木了 何谈开心 林叶很是骚包地大手一挥 一脸叹息地摇头说道 安妮嘟了嘟嘴 眼巴巴地盯着林叶 男神 我知道你的魅力太强了 但她话锋一转 难道你不想看到我了吗 你可是亲口说过 以后都会照着人家的 安妮姐姐 这种好事 你居然一直都没有告诉我 一旁的孟小雅 有些小小的不满 随即悠悠地看向林叶 挺了挺傲人的双风 男神 我也是你的粉丝 我也想让你照着 安妮微微一愣 她有些后悔 自己情不自禁 说话太快 一种自己在林叶心中 地位有所动摇的危机感 迎上心头 第207章 悲你可以 我跟林先生认识的时间久 我们关系好 所以男神才那么说 安妮转动着大眼睛 立即对孟小雅说道 而你却不一样 你 孟小雅带眉青醋 朱唇亲起 当要说什么 好了好了 不开玩笑了 进入正题吧 林叶连忙制止了 逐渐变得微妙 想要擦枪走火的气氛 安妮 你今天来得应该很早吧 蓝总是不是 对你说了什么 不给二人交锋的机会 林叶继续开口 嗯 她说今天上午有事情要处理 可能不会待在公司 所以让我早点过来 跟林先生配合着处理公司事宜 安妮如实说道 林叶眼神微动 李诗兰这趟来公司 的确不会待得太久 她还要去李家一趟 可在她离开之后 自己想要暗中看护着她 必须离开公司才行 安妮如此热烈地 想要配合自己打理公司 自己一旦离开 她 大脑高速运转之际 一旁的孟小雅 已然开了口 林先生 我的事情就不多说了 明天就是除王争霸赛 今天就是想请你 去我家一趟 我父亲 等着对你大开眼界呢 孟小雅又补充了一句 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的 嗯 这个没有问题 林叶淡淡一笑 随即话锋一转 不过可能要下午 或者说晚上 她现在并不确定 这次看护李诗兰 需要多久 也行 孟小雅奄然一笑 我等着享受 林先生的佳肴呢 林先生 你要离开公司吗 安妮的翘脸上 浮现出一抹 难以掩饰的低落 她的语气很低 主动将林叶心头 埋着的问题问了出来 就在林叶正准备 说什么的时候 李诗兰的声音传来 林叶 安妮 我有事先出去一趟 公司就交给你们了 好的 兰总慢走 安妮翘脸上 挤出一丝勉强的微笑 李诗兰没有过多停留 即刻离开 她驾驶的是一辆 深蓝色的轿车 林叶又不动声色地 扫了一眼车牌号 走吧 有什么事情 我们到会议试探 不想让李诗兰一人 拉开自己太远的距离 林叶主动转移华峰 对安妮说道 说完 她又看了一眼 正目不转睛地 盯着自己的孟小雅 你先回去准备吧 等我消息 嗯 知道兰总不在 林叶跟安妮会很忙 孟小雅点头应声后离开 刚到会议室 安妮就看见 林叶手中多了一个 不大的纸张 以及一支笔 她很是好奇 然而还没等她开口 只见林叶已然动起了笔 笔尖 即刻在纸上迅速舞动了起来 林叶的动作太快了 安妮根本就看不清 她的动作 她下意识地凑近 想要看看 林叶到底在写什么 哪知道 只见林叶一脸神秘地 将纸张给收了起来 安妮一愣 随即嘟了嘟嘴 林先生 你写的到底是什么 想知道 林叶嘿嘿一笑 想知道的话 就答应我一件事情 嗯 安妮俏脸上透露着 难以掩饰的喜色 她不自觉地雀跃着 来到距离林叶不足半米的位置 一双白镜的小手 交织在柳妖前 扬起一张精致可爱的脸蛋 直勾勾地盯着 比她高出半个头还多的林叶 能为林叶男神出力 我感到很开心 你说吧 什么事我都会打 用不着这么夸张吧 袖着近在咫尺 沁人心脾的相风 不经意间 林叶发现 她的双脚如同生了根 非但没有想要后退拉开 保持 男女瘦瘦不轻 的意思 反而翘无声息地 向前迈出了一步 不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 安妮原本就可爱的脸蛋上 又浮现出了两个浅浅的小酒窝 可爱程度瞬间暴涨 一种属于她独特的美 此刻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林叶瞳孔微张 她发现自己的眼球 开始主动地在面前 这个可人的脸上 以及身上扫描了起来 偌大的会议室 本就只有两个人 很安静 林叶这一时间再没有开口 显得更加安静 而林叶身上 那熟悉又令人迷醉的气息 让安妮的思绪翻飞起来 早前 华雅唐台松一事 林叶是背着她离开 她有了可乘之机 能非常直接地 嗅到林叶身上的气息 又闻到过了 安静的会议室 四目相对 气氛开始 渐渐变得微妙起来 安妮的翘脸上 不觉间镀上了一层 令人垂涎的红霞 抬头看着林叶那张 俊朗不凡的脸 她阴唇微张 鬼使神差地说道 林先生 你好久没有背过人家了 安妮呢喃细语之际 她大眼睛里 隐隐荡起了 似是压抑已久 变得迷离又热烈地 以你连衣 林叶瞳孔再次放大 原本此时的安妮 已经足够撩人心弦 同时又令人心生联系了 偏偏这个时候 自己的腹部 忽然又燃烧起了一种 人类本能的火焰 这让林叶有种刹那间 想要一把将安妮揽入怀中的冲动 呼 林叶强行深呼吸调整 不断地给自己暗示 压制体内那蠢蠢欲动的火焰 背你可以 这点不是问题 但你更要答应 本男神接下来要说的事情 趁着体内的原始火焰 尚未吞噬掉理智之前 林叶硬生生地挤出了这么一句话 真的吗 安妮大喜 直接跳了起来 一把还住林叶修长的腰身 太好了 与林叶之间彻底没有了距离 二人身体紧密接触 林叶身上那令她难以忘怀 使人迷醉的气息扑面而来 她忍不住加快了呼吸频率 安妮此时的翘脸 红得像熟透了的苹果 显得那么的娇艳欲滴 同时 感受着怀中 她那娇嫩至极的动体 林叶心神一震 忽然觉得有些口干舌燥了起来 她的手似有了自主意识 主动抬了起来 想要揽住安妮的柳腰 不行 林叶 你要顶住啊 你老婆还在外面 你还有证事要处理呢 林叶的心底 在呐喊 第208章 剑拔弩张 林叶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紧接着像是用了全身的力气一般 将怀中的可人给轻轻震开 身前突然一空 安妮微微一震 随即发现了自己与林叶之间 已经被拉开了一小段距离 一种难以言喻的低感从心底滋生而出 安妮的言底止不住一暗 并没有过多注意安妮 林叶在快速调整状态之后 一想到刚才的情况紧接着微微摇头 心中不由念叨 这年轻人之间就是容易擦枪走火呀 看来要再注意一点了 心绪快速翻转 林叶正了正神 安妮 公司相关的事宜 我已经写在纸上了 我也要出门一趟 一想到离开的李诗兰 林叶语速止不住加快 你也要出门 安妮神色一致 不等她继续有所反应 林叶上前轻轻拍了拍她的香肩 将纸张递给她 这上面记录的内容很详细 蓝总一个人出去 我不放心 你懂我意思吗 安妮嘟了嘟嘴 神情愈发的低落 她好不容易 有了跟林叶独处的时间 安妮 有什么不懂 你就看一下纸张就行了 你先打理公司 这就是我要提出的事情 你可是亲口答应过的 不会反悔吧 林叶继续说道 神色恍惚间 安妮嘀咕道 我可不是言而无信的人 不过 林叶目光微善 不过什么 林先生网址上写的 既不是什么秘密 也不是什么惊具良言 我觉得自己 好像被套路了 而且 你刚才也答应了要被人家 现在也没有执行啊 安妮直勾勾地盯着林叶说道 贝贝你这种事情 简直是小意思 但不是现在 林叶不想耽搁时间 这样会拉长李诗兰 与自己之间的距离 加大她暗中看护李诗兰的难度 安妮轻咬阴唇 收敛了态度 点了点头说道 好 那事不宜迟 林先生赶紧找蓝总吧 出门之前 林叶补充了一句 不用将我暗中 跟着蓝总的事情告诉他 安妮会心一笑 知道了 林叶不再有丝毫停留 闪身离开 偌大的会议室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心里空荡荡的 安妮嘀咕了一声 选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让林先生背我呢 李家大院 院门外 李凌峰的目光 锁定着城市街巷的一个方向 她的身旁 站着一个看起来 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常见 你妹妹时隔这么久 才来一趟李家 我希望你能收敛 收敛平日里的气焰 做到以理相待 李凌峰沉声说道 妹妹 李长见目光闪烁间 漫步惊心地点了点头 李凌峰眉头微皱 似是想到了什么 微微一叹 干脆做出一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模样 不再开口很快 一辆深蓝色的轿车 缓缓映入二人的视线 车辆停在了院门旁边 一道妙慢的倩影 下了车 李凌峰的眼底 掠过一抹遮不住的复杂 更多的是一种歉意 紧接着他主动上前 对李诗兰说道 女儿 你 我不是你女儿 李诗兰轻冷地打断了她 我这次来 就是想看看你们李家 到底想耍什么花样 李凌峰面色一变 叹息一声正要说什么 哟 这不是我可爱的妹妹吗 好几不见 把你哥哥给忘掉了吗 李长见刺耳的声音传来 谁是你妹妹 李诗兰翘俏脸一寒 我已经跟你们李家 断绝了关系 来者接时刻 让他进来 一道充满威严的声音 从院内传来 只见一个头发花白 年过半百 但看起来 也只有四五十岁的老者 正朝着这边招手 既然组长发话了 那就请吧 携了李诗兰一眼 李长见的眼底掠过一抹讥讽 李诗兰冷冷地扫了她眼 没有多言 三人进了大院 凉庭之下 一共坐着四个人 李红天 李凌峰 李长见 李诗兰 而公叔则在旁边站着 一言不发 人差不多都到齐了 这么欢迎我吗 李诗兰扫了几人一眼 率先开口 李红天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笑着说道 蓝总 几个孩子过得可还好 他这话一出 李诗兰眼底掠过一抹寒光 直视李红天 气氛直接剑拔弩张了起来 他们是我的孩子 好的很 用不着你来操心 李诗兰冷冷地喝道 哼 不要觉得 你身上有李家的血脉 就干如此嚣张 李长见蔑视地盯着李诗兰 不要把气氛搞得这么僵 李红天拔高了音调 挥了挥手说道 蓝总是我李家的客人 自然要以李相待 刚才是我问得过于唐突了 他的脸上 带着几分虚伪的笑容 李诗兰柳眉微醋 直奔主题 你们叫我来 就是想跟我闲聊 够直接 李红天的脸皮抖了抖 这次让你来 就是想跟你谈两件事情 说 李诗兰冷冷地盯着他 这第一件事 我希望我们之间 能重归于好 你可以回归家族 关于之前逼婚的事情 也是无奈之举 我希望 回归家族 无奈之举 李诗兰如同听到了 一个天大的笑话 就算王坚现在没有死 我不跟他结婚 又能如何 你们与王家 都是南疆的巨头 难道他们王家 能把你们给吃了 不用为你们 心底那些肮脏的想法 冠冕堂皇的找借口了 而且 就算我真的回归家族 估计也免不了被你们射减 李诗兰话音落下 李红天脸上 暗虚伪的笑容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一抹彻骨的阴冷 第二件事 就是你要配合我李家 对灵业进行彻底的调查 你 休想 李红天话没说完 李诗兰柳眉一条 果断拒绝 语气坚定异常 混账 李红天怒喝一声 一巴掌砸在了石桌上 那价值不菲的石桌 即刻出现了 丝丝军裂的痕迹 数次让公输出手 数次设计 带回孩子失败 就连让严新这个 宗师级别人物 跟着出手 也同样失败 李红天心底的怒火 早就压抑已久 第二百零九章 怪你怎么样 李诗兰 你 父亲 请商案物造 见即将发飙的李红天 一旁的李凌峰 连忙劝阻 哪里有你说话的份 给我闭嘴 本就怒火上头的李红天 说话又被打断 脸色更是涨红了起来 他冷冷地扫了李凌峰一眼 怒声呵斥道 李诗兰静止起身 转身就要离开 李诗兰 别人 你可以不放在眼里 但我是你爷爷 背后 传来李红天充满威胁的言语 李诗兰转身吃笑 你居然还有脸 口口声声说 是我爷爷 哼 李红天怒哼一声 李诗兰 我不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太僵 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关系太僵 李诗兰冷笑着说道 你恐怕是担心李家的名声 一旦对自己的孙女出手 应来所造成的影响不好吧 是又如何 李红天沉着脸说道 当年若不是看在你父亲 母亲的向我求情的份上 我 闭嘴 你居然还敢提及我母亲 李诗兰像是被戳中了心事 拔高了音调 我母亲 自从嫁到了你们李家 真的就有好日子过吗 说着 他冷冷地看向李凌峰 李凌峰 你简直就是一个懦夫 李凌峰叹息一声 低头沉默不语 李诗兰 不管你心里有任何不满 都改变不了 你身上有我李家血脉的事实 李红天令人厌恶的声音响起 我李红天想要做的事情 还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止 他说着 话锋一转 李诗兰 你可以走 但我不保证 你的孩子以及那灵液 会出现什么变故 李红天这话一处 李诗兰面色止不住一白 如今 孩子以及灵液 已是他生命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灵液在 他就有更加坚不可摧的勇气 信心 继续带着孩子们生活下去 但面对李家这个庞然大悟 灵液一旦出了什么问题 他不敢想象了 身体止不住 开始颤抖了起来 李红天 你身为一家之主 难道就想着 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吗 比起名声 现在的我 更在意结果 李红天不为所动 李诗兰 你的孩子们身上 同样少不了我李家的血脉 你觉得 我会对他们不利 这样 你将那七了交给我即可 其余六个孩子继续跟着你 如何 见李诗兰逐渐没了气势 李红天忽然小只 以情动之以理地说道 这才是你的目的吧 李诗兰的面色 愈发的苍白 白净的额头上 已燃不上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他咬着银牙 冷冷地盯着李红天 你恐怕是看中了 七了的武道天赋了吧 怎么 在以后 难道说 要将他培养成为家族利益 而出窍的刀刃 李红天面色微变 似是被说出了心声 目光闪烁了一下说道 李诗兰 该说的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如果你依旧值意要走 就不要怪我 怪你怎么样 一道淡漠的声音 夹杂着令人难以忽视的力道 赫然传来 李家众人 皆是面色一变 李诗兰苍白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星喜 但很快 眉眸之间 便充满了浓浓的担忧 寻声看去 只见林烨已然出现在院门 居然敢善闯进来 找死 院门口 一名穿着黑色制服的男子 最先反应过来 大喝一声 抡起拳头 就冲向了林烨 林烨面无表情 抬了抬手 瞬间抓住了男子的拳头 紧接着 骨骼被积压 碾碎 极其甚人的声音 在林烨手中响起 手上传来一阵阵难以言语 钻心地痛楚 男子脸色争鸣又煞白 大声惨叫起来 看着陆陆续续围过来的 其他几名黑衣人 林烨一个转身 将手中的男子 对准他们甩手一扔 太快了 其中两名黑衣人猝不及防 直接被林烨甩飞的男子 砸了个阵阵 过于强大的冲击力 使得两人无法产生抵抗的力量 他们的身影 在接连后退数米之后 随着肉体与地面狠狠的撞击声响起 二人直接被砸得摊在了地上 一动不动 当场失去了战斗力 好强 其中一名黑衣人 止不住惊声叫道 一起上 其中一个体型最为彪悍的男子 大吼一声 最先朝着林烨冲了过去 林烨神色淡漠 在看到李诗兰面色苍白的时候 他的心便沉了下去 他辗转腾挪之际 随着接连传出的惨叫声响起 地上又多了几名模样 凄惨的黑衣人 现场 只有林烨一人 还在站着 淡淡的日光 透过云层照射在他的身上 他的背影 显得那么的伟安 李诗兰心神触动 正正地看着林烨 他的眼底不觉间 已经有晶莹的泪水在打转 林烨来了 还是一个人 林烨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 你自己的事情 面对李诗兰 林烨收敛了弹幕的神情 嘴角微微上扬 闪身来到他的面前 轻柔地帮他擦拭掉 眼底的泪水 调侃道 你是我老婆 居然还要说是自己的事情 怎么 难道说 不想任我这个老公了 脸上传来林烨手上 那熟悉的温度 一时间 原本李诗兰心底 担忧 欣喜 恐惧等交织起来的复杂心绪 被一种令他沉醉的安全感 彻底替代 他绝美的容颜上 不觉间已然镀上了 一层烟红的霞光 目不转睛地抬头盯着林烨 美眸间荡起了以你的涟漪 林烨 我可没让你来 下一时抬起雪白的柔仪 轻轻搭在林烨那 正在给自己擦拭泪水的大手上 李诗兰低声嘻喃 你这样 我会很担心的 林烨黑黑一笑 老婆 看看你老公我 是不是很勇 不 老公听听吗 李诗兰的俏脸更红 换作以往 他多半会将目光从林烨身上挪开 并且表示 那么一点点口是心非的不屑 但现在 他非但直勾勾地盯着林烨 反而朱唇轻起 似情不自禁地 要回应林烨 林先生 刚才的事情 还请见谅 李凌峰带着几分歉意的声音 此刻传来 第210章 大沙风景 林烨眉头微皱 眼底带着几分不悦 原本多么美妙的气氛 被他这一插嘴 即刻变了味道 李凌峰 你说说 我怎么见谅 只是李凌峰 林烨的语气很是不满 再次看了一眼不远处 倒地不起数名黑衣人 李凌峰目露惊骇 但很快恢复过来 微微躬身对林烨说道 林先生 家主一直以来 脾气都不小 刚才对蓝总出言不逊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请林先生谅解 我李家愿意拿出相应的诚意 给予林先生回应 李凌峰的态度诚恳 林烨心底的窝火 消散了几分 就在他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之前听严先生所言 你的身上存在着令人发指的秘密 今日一见 居然能在短短不到三个呼吸的时间 击败我林家数十名内行舞者 果然名不虚传 李洪天有几分刺耳的声音忽然响起 只见他说完又扫了李凌峰一眼 你可以先闭嘴 后者目露惧色 不再言语 林烨面色一沉 扫了一眼李洪天 这个之前李诗兰口中的老东西 想带走七了 同时利用李诗兰调查我 是吗 李洪天瞳孔微张 居高临下地盯着林烨 不错 爷爷 跟他废什么话 一旁的李长剑忽然开口 紧接着冷笑着扫了林烨一眼 不管你的身上 有什么投机取巧的秘密 既然有胆量来 就说明你已经做好了被废掉的准备 干脆不如这样 你跟我交手 如果你赢了本手 我李家就答应不再调查你 如果你输了 李长剑的眼底掠过一抹毒辣 输了你就吃下这个 说完 他的手中多出了一个灰白色 小木指甲盖大小的颗粒 见状 一旁的李凌峰眉头拧成了一团 长剑 没有必要 有必要 晃了晃手中的颗粒 李长剑打断李凌峰 有了这东西 这林烨到时候不是任凭我们摆布 他一身上下的秘密 想保也保不住 李凌峰神色变换不定 直至沉默不语 一旁的李洪天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林烨 省得说我李家仗势欺人 关于长剑的提议 你可敢接 你们倒是很会谈条件 林烨吃笑 那七了呢 你们的脑子 集体抽了吗 给他忘了 我赢了之后 你们是不是还有设计将他带走 李洪天脸皮抖动了几下 强压住心底的怒火 林烨 你不要贪得无厌 我贪得无厌 林烨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今天我的手 很痒 李洪天 你光让你的孙子 一人跟我交手 这怎么能过瘾 我觉得我的手只会更痒 这样 你再派一个人出来 如果依旧不是我的对手 就拿出你李家 大家之风的风范 附加一个赌约 放弃带走欺乐的念头 如何 不知天高地厚 对付你 我一个人就够了 不等李洪天开口 脸色铁青的李长剑 已然怒喝着站起了身 长剑 稍安勿躁 李洪天说道 林烨 我答应你 爷爷 李长剑的脸色很是难看 难道你觉得 我不是林烨的对手 李洪天没有搭理他 而是看着林烨 阴压侧侧地继续说道 林烨 你可要想好了 你是一个人身上 背负着两个赌约 一旦输了 到时候 你孙子刚刚说的没错 你就别废话了 林烨一脸的不耐 赶紧说交手位置 李洪天额头上青筋突起 他怒急返笑 很好 今天就让你长长见识 李家言无常 决斗台上 林烨目光快速掠过四周 眼睛微眯 四周围观着的 足足上百十号李家的舞者 这些人年龄不一 大的年过半百 小的只有七八岁 那不是林烨吗 他怎么跟李少交上手了 林烨不是一个 很火的音乐人吗 让他跟李少一个舞者切磋 这什么情况 关键是 他们不是在擂台上 而是在决斗台上 这到底是有多大的矛盾 李家决斗台 非死极惨啊 李少平日里 虽然是年轻气盛了点 但他从小舞蹈天赋 就远超同龄人 同时又有李家背后的 大力扶持 如今二十多岁 已经有了内进中期 巅峰的实力 已经算是年轻一辈的翘楚了 林烨能拥有 那么高的音乐造诣 而且最近 还听说他的绘画造诣 也同样惊人 再加上之前出神入化的车技 看看他的年纪 才二十来岁 二十来岁啊 就有如此空前绝后的成就 这是要付出多少精力 亦或者拥有多高的天赋 才能完成 他哪有什么时间 去钻研舞蹈 这根本就是二人 一个天上 与一个地下之间 眨眼就能结束的战斗 唉 以后恐怕不能听到他 以及他所带乐队的歌了 林烨威啊 不少人开始摇头叹息 他们身为李家的舞者 没有任何人站在林烨这边 听着周围人群的议论 李诗兰娇美的容颜上 不禁浮现出一抹担忧 他轻咬背驰 目不安静地盯着林烨的背影 正要开口说些什么 林烨已经捕捉到了他的目光 扭头朝着他递过去了 一个让他放心的目光 林烨 见了我李家这般 宏大规模的舞蹈场 想必你已经感受到 我李家的底蕴了吧 你现在跪地给我 科三的响头 好好的求我 我也许会考虑放过你 决斗台上 李长坚蔑视地盯着 距离他五米开外的林烨 讥讽道 这里的确面积不小 可以说别有洞天 林烨目光微闪 随即画风一转 可惜的是 你一出现在这里 我瞬间觉得大杀风景 哼 死到临头 居然还敢口出狂言 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李长坚平日里狂傲惯了 这又是在能肆意发挥的决斗台上 下面还有那么多人看着 当即 他目露凶光 神色猙獰地瞪着林烨 先吃我一击再说 话音未落 他身形四弓 脚下发力 如同离弦的剑 对着林烨 卷起一股呼啸的进风 便冲了上去 第211章 治疗 死 李少这架势 分明是不打算留守 哼 要怪就怪那林烨自己 居然敢当面 对李少出言不逊 一个音乐人 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搞音乐 居敢跟李家这个庞然大物叫板 李家随手就能玩死 不知多少个艺人 再出名又如何 在拥有庞大权势的李家面前 我只能说 林烨还是太年轻了呀 唉 那林烨也是年轻人 同样也少不了年轻气盛 可错就错在了 他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点 完了 光是在台下 这么远的距离 我就已经想象到 如果是我面对李少这般凶悍异常的进攻 估计会被打成肉泥呀 这让人不敢再继续看下去了 有的人 直接闭上了眼睛 李世兰 你现在反悔 乖乖回归家族 答应我之前的要求 还来得及 见李世兰目不转睛地盯着决斗台 似不受周围人群的影响 李洪天冷笑着地说道 你做梦 我相信林烨 李世兰看都没看李洪天 李洪天神色一致 随即冷哼一声 阴策策地说道 今天你们两个既然都来了 那就一起 留在我李家吧 李世兰柳眉微醋 察觉到李洪天四话中有话 但他并没有将目光 从决斗台上的林烨身上挪开 决斗台上 李常见人影未到 拳风已至 林烨不闪不避 淡定又随意地抬手 同样是一拳 赢了上去 见到这一幕 台下又想起了一阵热议 这林烨太随意了 他居然妄图 用这种方式 抵挡李少如此恐怖的一击 我承认 他的音乐造诣的确很高 但音乐归音乐 跟舞蹈有半毛钱关系吗 他竟然还不逃跑 恕我直言 面对李少这一击 换做在场的任何人 恐怕都不会用那么随意的方式抵挡 林烨 我越发地想要蹂躪你一番了 见林烨不知死活一般 居然这么应对自己的攻击 李长剑怒急反笑 放心 这一拳 仅仅是会将你的脸 打得变形而已 他话音落下 已然与林烨的全面相交 然而就在下一秒 李长剑脸上的凝笑 瞬间凝固 他没有继续进行下一步动作 他根本进行不了 手上 胳膊上 乃至整个半边身子 被一股霸道至极的力量 崔枯拉朽般疯狂地侵蚀着痛绝神经 死 李长剑无法忍受 那股神经撕裂般的痛苦 倒吸一口凉气 他的面色在寝客之间变得煞白 你们看 卧槽 那是什么情况 这 这不可能 李少刚才明明气势如虹 这才仅仅是一招 怎么瞬间就落了下风 那林烨的身体上 莫不是藏着什么秘密 难道他的胳膊 是金属器械做的 有可能 不然的话 他身为一个音乐人 能这么轻松 就抵挡李少的攻击 说出去谁会相信 兄弟们 说实话 我是有那么一点相信的 你们注意到没有 那林烨的动作很流畅 并且跟人体正常的动作幅度相差无几 根本就没有那种机械感 别瞎猜了 注意看 还没有结束呢 各种议论此起彼伏 决斗台上 林烨原地未动 嘴角微微上扬 李少 你的骨头 好像有点脆啊 我低估了你 后车拉开距离 李长剑阴毒地盯着林烨 不过这一次 你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他话音落下 手上多出了一个长边 这长边通体泛着深红 上面密密麻麻麻地嵌入着风力 细小的刀刃 寒光乍线 刺人眼球 那是李少经常用的独门武器 金悬鞭 看来这不是梦 能一击让李少拿出他衬手的武器 那林烨绝非等闲之辈 我们都小瞧了他 就算是宗师级别舞者 赤手空拳的话 也未必会完全规避开李少的进攻 我看林烨这次完了 他这么年轻 又会那么多 他的实力能高到哪里去 哪有时间能钻研舞到 刚才那一下 我看也是李少轻敌了 林烨才有机可乘 大面积人群的目光 纷纷被李长剑手中的金悬鞭所吸引 林烨 在同龄人当中 你是第一个让我拿出金悬鞭的人 炫耀般 晃了晃手中趁心如意的武器 李长剑冷笑地盯着林烨 我允许你找一件武器 李长剑画风一转 随即对着不远处的黑衣人挥了挥手 黑衣人会议 手中多了一个巴掌大小遥控装置 紧接着操作了一番 只见偌大的决斗台上 缓缓升起了一排排武器架 然而 这些武器架 还尚未完全展露出来的时候 林烨忽然闪身 来到那个手持遥控装置的人面前 随手夺过他手上的装置 紧接着看向有些惊疑不定的李长剑 不好意思 我之前已经说了 我的手很痒 用武器的话 可不能进行有效治疗 我对自己很了解 要拳拳到肉 肉搏治疗才行 所以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所以我一直保持 赤手空拳的状态就行 话音落下 他操作着手里的装置 使武器架降了下去 我去 我没听错吧 林烨说 他要肉搏 那是他一厢情愿的肉搏 我清除李少 李少一旦掏出了武器 绝对不会轻易地再改变想法 迎合林烨也跟他肉搏 天 这么说的话 那林烨岂不是真的要空手硬汉李少手中的精玄鞭 完了完了 刚才我还觉得林烨真的可能会有点东西 现在看来 我只能说他的自信 过于盲目了 林烨的话 引起了一波不小的人群热议 就称以上的人 看不好林烨 决斗台上 见林烨赤手空拳 一副不知死活的样子 还在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李常见的鼻子恨不得气歪了 他的脸色战红无比 林烨 这里是我李家 你既然来了 就理应遵守我李家的规矩 我奉劝你 还是拿出一个像样的武器来 第212章 变化 怎么 难道你还怕自己落下一个持枪凌弱 圣之不武的骂名 林烨痴笑一声 没有丝毫要动用武器的意思 哼 李常见冷哼一声 他没有想到 林如此不按套路出牌 你会为自己的狂妄 付出承受不起的代价 林烨眼睛微眯 在这之前 与他交手的人之中 大多数都是赤手空拳 如今见了一个手持金悬鞭的 看起来这金悬鞭 好像还有点东西 为了增加这方面实战的精力 他并不打算直接全力出手 同时 想着不久后就是中午 回去还要给孩子们做饭 林烨痴笑一声 紧接着刺激道 说完了吗 你这裸里巴缩的 哪里像个大哨的样子 我就是不按套路出牌 你能怎么样 他的声音 夹杂着丝丝力道 林烨彻底完蛋了 有史以来 我第一次见到有人敢这么跟李少叫板 我看他就是活得闲命长了 给他武器都不用 大面积的人群 开始对林烨冷嘲热讽 找死 李长剑怒发冲关 挥动着星红的金悬鞭 一个剑步拉近了 他与林烨之间的距离 只见那金悬鞭 被李长剑挥动着 对准林烨 拦腰就横扫了上去 刺耳的破风声 令不少观众都纷纷侧目 止不住屏住了呼吸 现场即刻安静下来 林烨彻步 向后挪动身形 坐太避开 哼 李长剑冷冷一笑 天真 就在林烨提前已经退出那 金悬鞭的横扫范围的时候 只见那金悬鞭 刹那间增长了一截 出现了 据说金悬鞭被设计的有三悬 其中一个 便是他本身长度的伸缩变化 林烨要中招了 恐怕只有宗师级别的人物 才能规避得开 估计避开的还会很勉强 决斗台上 看着攻击范围再次将自己笼罩的金悬鞭 林烨眉毛微调 众目睽睽之下 林烨直接跳了起来 疯了 人在空中 怎么避开李少的下一次攻击 我看林烨应该是被逼迫的 小声点 林烨一直都那么从容不迫 我总觉得 他也是有东西的 见林烨居然跳了起来 李长剑争鸣一笑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却闯进来 看着 他猛然调整攻击方向 金悬鞭如同一条毒蛇 狠狠地抽向空中的林烨 看着眼前抽向自己 这毒辣的一边 林烨面无表情地抬了抬手 他要徒手抓住不满利刃的金悬鞭 他的这一行为 再次引得人群一阵骚动 不自量力 这跟以卵基石有什么区别 就算是宗师级别的人物 恐怕就连徒手抵挡都不敢 他居然敢直接就抓上去 我已经看到了林烨的那只肉掌 血肉模糊的情形了 见到林烨这么做的李长剑 更是怒急反笑了起来 林烨 你居然胆敢这么剑 也好 这一下能彻底解决 你手痒的问题 他话音落下 更是加大了挥动金悬鞭的力道 锋芒已至 林烨闪电般将手给并拢 林烨安然无恙地落地 他的手 牢牢地抓住了那星红的金悬鞭 很稳 太稳了 没有惨不忍睹的情形出现 更没有一滴鲜血 从林烨的手上滴落 这超乎在场所有人想象的一幕 转眼间发声 短短不到两秒的时间 全场陷入了无边的沉寂 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 他们的眼底 透露出难以言喻的震撼 嘶 有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尼玛是真的吗 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他真的抓住了 那是人的手吗 就算是机器 在那种锋利的刀刃下 也应当留下划痕才对 这林烨的身上 到底有着什么秘密 难道他是一个 由高科技研制的 超级智能机器人 原本很离谱的事情 但现在听你这么一说 我有点信了 伙计们 为什么你们就不想想 会不会是林烨 已经有了宗师级别的实力 绝不可能 二十来岁的宗师 简直是闻所未闻 对 况且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他真的是宗师 你又怎么敢肯定 宗师可以那么 徒手抓金悬鞭 人群的热议 迎来新的一波高潮 决斗台上 李长剑惊骇之鱼 控制着金悬鞭 猛然一个翻转 林烨我今天倒是要看看 你的身上 到底藏着什么猫拈 手中的金悬鞭 发出一声轻微的嗡鸣 林烨不明所以 暂且松开 然而 他的这个行为 在李长剑看来 充满了另一种意味 林烨 我刚才已然发烈 就算你想继续抓住他 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 看在你这么知难而退的份上 我就 你的废话可真多 还有什么手段 赶紧用吧 林烨一脸的不耐烦 催促道 草 李长剑破口大骂 今天老子 定要好好折磨折磨你 他话音落下 挥动金悬鞭 这次不是拦腰击向林烨 而是对准了林烨面门 劈头盖脸就是一下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你不会真的以为 改变一下攻击角度 就不算顾忌重施了吧 他即刻侧身规避 有了之前的一幕 这次他要拉开更长一段距离 即便李长剑手中的金悬鞭 再次变长 他也有充足的时间应对 见状 李长剑冷冷一笑 你好像变聪明了 有那么点看似不错的想法 不过很可惜 我可以很负责人地告诉你 结果 不会如你所愿 只见他挥动着的金悬鞭 这次并没有增长 而且明明已经挥动到了一半 那个攻击范围 已然触及不到林烨 可即便如此 他脸上的冷笑 依旧没有消失 林烨眼神微动 他做侧步动作的双脚还未落地 他的大脑 已经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高速运转 眼见那金悬鞭上 马上就要从自己身前掠过 李长剑的攻击 看似要打在空气上 而就在下一秒 林烨的心头猛然一跳 那金悬鞭上 原本嵌入边身 竖刀密密麻麻的利刃 骤然向着他击射而来 第213章 挥打空气 出现了 那是金悬鞭的另一种手段 可以说是与敌人交手过程中 随时都能自如使用的暗气 卧槽 这要是换作我 就算规避了李少先前那一击 也绝对会被这令人 猝不及防的暗气击中 这暗气出手的角度 时机都过于刁钻了 就算是一般的宗师 恐怕也要中招 这下林烨惨了 看着道道寒光 伴随着刺耳的金属 滑破空气的声音 向自己击射而来 林烨浑身气息陡然一遍 哼 不用试图挣扎了 李长剑冷笑道 我的这一击 已经封死了你所有的退落 对他的话 林烨充耳不闻 他原地未动 专注地锁定着 眼前密密麻麻的弹道攻击 就那么站着 对 就应该这样 李长剑那令人感到恶心的声音 再次响起 你放心 如果你承受了这一下 即将一命呜呼 我不会见死不救的 毕竟 我还没有好好地折磨你 锋芒 距离林烨不过半公分 太近了 台下一部分观众 再次闭上了眼睛 不想是看到血腥的一幕 李长剑胜券券在握的脸上 写满了嘲讽 林烨 你能够败在我这招上 足以自傲了 我 他的话 戛然而止 你 你 李长剑开始哆嗦了起来 他看着自己金悬边上的无数刀刃 是静止打在了林烨身上 不假 但下一秒 刀刃却落地了 并没有想象中 那刀刃入肉的情形 这完全超出了李长剑的意料 林烨周身 正散发着一股 令人心计无边威势 还有什么手段吗 李长剑的面色在转眼间 变得苍白一片 这一幕发生 全场直接炸了锅 有舞者惊得直接跳了起来 林烨乃是宗师级别的人物 是真正的宗师啊 卧槽 我多么希望 眼前的这一切 不是吗 虽然他本来就不是 林烨真是绝了 什么狗屁多才多艺 这些词汇形容他 根本就是对他的侮辱 牛逼 无敌 林烨强无敌啊 二十多岁 宗师中介实力 这根本就闻所未闻 这种匪夷所思的武道天赋 已经完全足以 撼动那些久远的影视武道家族了 我收起之前对林先生不禁的揣测 我真是狗眼看人低 决斗台上 李长剑的神色 渐渐变得扭曲了起来 怪不得你能硬汉我的锋刃 你身上的气息 已经超越了一般宗师 是内进后期中介 这不可能 不可能啊 我问你 还有其他手段吗 林烨淡默地看着李长剑 没有的话 那就轮到我进宫了 慢着 李长剑面色骤变 但很快 强自镇定下来 林烨 既然你想看看我 还有什么手段 我就满足你 说完 他的手里 多了一个暗红色的药剂瓶 见状 林烨眼睛微眯 他记得最开始跟凡家的凡允交手的时候 他用的也是这类药剂 跟之前龙志云口中的淡蓝色药剂瓶 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短暂地收起思绪 林烨饶有兴趣地看着李长剑 你手里的那玩意 就不怕有什么副作用吗 哼 对手中的药剂瓶 看了又看 李长剑脸上的苍白渐渐退去 有了底气 我已经是内境中期巅峰 用了它 至少能将实力短暂提升至内境中期大圆满 甚至半步宗师的实力 虽然不是标准的内境后期 但我手中有精玄鞭 悦即对付你 我觉得 得得得 别再点废话了 我还要好好体验一下你这个活靶子 丰富一下自己的实力呢 你要磕药就赶紧的 没看到中午了 我还要回去给老婆跟孩子做饭呢 林烨一脸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你找死 李长剑忍无可忍 打开药剂瓶 一口吞下 台下 看着这一幕的李凌峰 叹息一声 紧接着眼底掠过一抹担忧 父亲 就这么看着长剑用密钥 不管他吗 李洪天目光灼灼地盯着林烨 他的眼底闪烁着几分从来不曾拥有过 难以言喻的意思 他对李凌峰的话 充耳不闻 在他的印象中 李洪天哪里像今天这般对一个外人专注过 父亲 常见他 我心里有数 李洪天皱着眉头 不耐烦地说道 从现在开始 未经过我的允许 你就不要擅自讲话 李凌峰目入聚色 连忙低头 不再言语 一旁的李诗兰 对他们父子二人刚才的交流情形 皆是看在眼底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李凌峰 眼底掠过一抹痛恨之色 背齿轻咬 随即再次将目光转向决斗台上 呼 决斗台上 服用过暗红色药剂之后的李长剑 整个人像是脱胎换骨了一般 其中变化最明显的 就是他那双眼睛 在他的眼白周边 诡异交织着的暗红色纹路 如同病态一般 四肢百骸 充斥着前所未有的力量 李长剑狂笑起来 林烨 希望你不要败得太快 他话音落下 卷起一股更为灵略的旋风 再次朝着林烨冲了过去 李少 你怎么不带上你的金悬鞭 林烨做出一副很是失望的模样 没有金悬鞭在 我对你的兴趣 可是大幅度减少啊 马的 对付你 未必用得上他 李长剑争鸣一笑 林烨微微摇头 随口说道 看来 你想越级挑战想疯了 说完 他扫了冲过来的李长剑一眼 随即整个人身影一闪 嘶 好快 根本捕捉不到他的身影 这是 绝对超越一般宗师级别的力量 太夸张了 我的位置就在决斗台下 居然连林烨的影子都捕捉不到 快看 李少还是动用了金悬鞭 他这 明明就是在挥打着空气 决斗台上 李长剑惊愕不已地瞪大了眼睛 他不断地转身 扭头 试图捕捉到林烨的身影 然而 他转的头都开始发晕了 勉强只能捕捉到一道极其模糊的身影 第214章 态度转变 林烨的速度太快了 李长剑的额头上 已然开始渗出了冷汗 他咬了咬牙 林烨 你只会跑吗 敢不敢堂堂正正地与我交手 真是太令人失望了 李少 难道你没有其他手段了吗 林烨并未接李长剑的话茬 身影闪动之际 戏血般开口 林烨 有种拟救 既然你这么着急落败 那我就成全你吧 林烨话音落下 一掌记在了猝不及防的李长剑的胸口 哼 李长剑闷哼一声 身影倒飞而出 虽然看不清林烨的具体动作 但李少 已然被瞬间打飞了 一击足以高下立判 林烨太恐怖了 连服用了密钥的李少 都完全不是其对手 我怀疑林烨就是神仙转世 来人间体验生活的 台下的观众又是一阵热议 林烨成了他们谈论的焦点 感受着体内被林烨这一掌 给震得翻涌的气血 李长剑瞪着充满不可置信的双眼 挣扎着起身 他直愣愣地盯着林烨 两秒后 他的面容扭曲起来 眼底充斥着浓烈的怨毒之色 紧接着 他的手里多出了一个黑色的布袋 见到黑色布袋 林烨眼睛微眯 之前在独海组织 跟那凡允交手的时候 他便用过这类物品 据之前龙智云所说 他跟竞品相关 当时的凡允 被这竞品的威力 生生提升了数个 极其为不真实的实力境界 林烨 让我动用他的人 你是有史以来第一个 说完 李长剑必要打开吞下 林烨并未阻止 自从他的实力 步入内境后期巅峰以来 还没有跟同样实力的舞者交过手 李长剑这么做 正好迎合了他丰富实战经验的心思 心绪快速翻转之际 林烨又想起了之前那个找他 笔划 两下就离开的女子 当时他的实力 已经是内境后期出阶 标准的宗师级别的实力了 何况还动用了一道秘法 短暂地将自己的实力 生生提到了 足以媲美内境后期高阶的实力 可即便如此 面对那清澄女子 她依旧有一种 发自内心的吃力感 那个女子的实力 恐怕至少在内境后期大圆满 半步华镜的级别 华镜 在五道一图中 已被列入传说级别 看她的年纪 也不过二十来岁 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她到底是什么人 住手 正当林烨思绪翻飞之际 一道充满威严 夹杂着不容忽视的力道的声音 即刻传了过来 爷爷 郑玉将黑色布袋打开的李长健 心神一阵 暂时止住了手上的动作 有些愣神地看着 已然闪身上了决斗台的李洪天 此时的李洪天 仿佛变了一个人 他容光满面 先是闪身到了李长健身旁 随手将他手中的黑色布袋收起 紧接着笑着对其说道 长健 今夜的切磋 到此为止吧 爷爷 可我还没 李长健不服的话并未说完 李洪天抬手摆了摆 难道 你想违抗我的话吗 看了一眼黑色布袋 他话风一转 还是说 你觉得我李家的资源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能够无限制地恢复这东西 对你带来的强大副作用 李长健神色变幻 随即沉默不语 他目光闪烁之间 似乎想到了什么 有些静怡不定地看了李洪天一眼 随即开口说道 爷爷 那我先下去了 你先下去吧 李洪天微微点头 随即对台下很多不明所以的观众说道 各位 这场友好切磋 是我孙子李长健输了 大家该散得散了吧 不是吧 还没看过影呢 李老爷子 今天还有鄙视吗 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什么叫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啊 人群中虽有不少隐约的抱怨声 但散得依旧很快 看着仿佛性情大变的李洪天 林烨一脸的不满 老家伙 我已经准备好大干一场了 你忽然来这么一手 不知道对人很不礼貌吗 李洪天目光灼灼地盯着林烨 没有丝毫在意他口中的 老家伙 三个字 李洪天满面春风道 林烨 现在看来 我孙女李诗兰跟着你 我也能放心了 合计着 你在对李诗兰把关吗 林烨眉毛微调 难道你不知道 李诗兰早就跟李家断绝关系了吗 李洪天爽朗一笑 林烨 一些事情你并不知晓 有时候 做出一些选择 我也是被逼无奈 林烨眉头微皱 你身为李家的家主 李家又是庞然大物 你居然口口声声说 你的选择是被逼无奈 台下 见李洪天前后态度转变如此之快的李凌峰 目光快速闪烁了起来 他低声自语道 老爷子一声 急急地看重武道 如今林烨展现出了空前绝后的武道天赋 又与李诗兰在一起 说着 他不自觉地将目光转向了一旁 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林烨的李诗兰 李诗兰似察觉到了他的目光 随即转头看向李凌峰 不要觉得李洪天有了想要和好之类的想法后 我就会做出什么改变 他的声音很清朗 当年的事情 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已经无法挽回了 李凌峰长叹一声 眼底掠过一抹深深的歉意 女儿 我 我不是你的女儿 李诗兰断然打断了他 决斗台上 李洪天朗生说道 林烨 你有没有兴趣成为我李家的武道领队 不等林烨开口 李洪天继续说道 你要知道 我李家的底蕴深厚 这点不容置疑 难道你不觉得 得到了我李家的支持 你的实力会有进一步的提高吗 林烨原本想要一口拒绝李洪天 可以听他这话 又想到自身的系统 一直以来给的是随机奖励 未必能次次都奖励进阶五到十例 同时 刚才与李长剑交手中 对于他手中的黑色布袋 林烨说不感到好奇 那是不可能的 思绪翻转之间 林烨心头有了盘算 第215章 准备操作 老家伙 让我成为你李家的武道领队这点 不太可能 林烨咧嘴一笑 先是拒绝 随即画风一转 不过 我对你李家的金卡 倒是很感兴趣 你说什么 不等李洪天开口 李长剑忽然一声大吼 他阴冷地盯着林烨 林烨 拥有我李家的金卡 可以说是除了我爷爷 便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你一个外人 虽然是有那么点实力 但妄图 长剑 你先闭嘴 李洪天此时脸上的笑容 有所收敛 他挥手打断了李长剑 随即盯着林烨 眼睛迷成了一条缝 林烨 想要我李家的金卡 也不是不可以 爷爷 李长剑想要说什么 换来的却是李洪天的呵斥 闭嘴 李长剑心神一阵 面色一白 目入巨异 不再言语 但他咬牙切齿 一双充满强烈敌意的双眼 死死地盯着林烨 林烨 我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你能将我李家的阵骨 打击到六十米高的位置 我就答应你 李洪天面色严肃 沉声说道 拥有了我李家的金卡 以后你在我李家 可以说有了呼风唤语般的能力 你 可以 就这么说定了 林烨不想担个时间 随意地点头打断了李洪天 换作平时 李洪天会怒法冲冠 但现在 他表现得仿佛根本就没有听到林烨的话一样 当即话锋一转 林烨 既然你有胆量答应 那想必 你也有胆量接受我李家的条件吧 一个武道领队的而已 这一点不难 林烨随口说道 好 那跟我来 我们这就开始 李洪天的音调开始拔刀 很快几人 来到李家的阵骨旁边 这阵骨 设计的既精巧 又看起来不失分量 接触地面的底盘 是一个不规则的椭圆 长大概三米 宽约两米 在底盘中央 垂直竖立着一个高达近八十米 宽约二十公分 厚度约为十五公分 深红色支柱 这支柱中央 嵌入着一个银色 直径为一个手掌长度的柱形小支柱 这小支柱与底盘接触的地方 架设着一个铜体幽黑 三个拳头大小 形状不规则 类似某种十吨的器物 在器物的对面 意识底盘内 是一个长约一米 翘起来大概六十度 可供敲击的灰色平衡金属板 金属板的旁边 放着一个四五个个拳头大小的灰色金属锤子 你们看 灵液来这里 难道要敲击阵骨 这可不得了 通过刚才李少落败一事 不难判断出 灵液的实力 已然超越了一般的宗师 根据能将阵骨击打起来的高度 可以判断出 武者的实质力量 到底有多强 我已经迫不及待 要看灵液挥动金属锤了 要不要赌一把 我赌灵液能敲击三十米 三十米 你太小看他了吧 我觉得他至少能敲击四十米 不可能吧 能敲击到三十米 已经是宗师级别的高手了 四十米的高度 已经到了宗师高阶了吧 灵液的实力 最多在宗师中介 姑且就在算上他超长水平的爆发 勉强也就四十米了 这灵液 二十来岁 就已经在武道上成长到如此高度 哎 话说回来 我一生习武四十余载 即便到了现在 面对宗师境界 依旧只能仰望 根本望尘莫及啊 灵液应该有他对武道独到的理解 不奢求他能带领我们 就他随便在武道上 为我们指点一二 我估计对我们来说 都是莫大的恩惠啊 灵液还未开始动作 已然有不少李家其他的舞者 是他为焦点 开始热议起来 李洪田扫了一眼自家的舞者 眼底掠过一道金光 笑着对灵液说道 灵液 想必你也看到 以及感受到 我李家的舞者 对你的仰慕 敬佩之情了吧 这可是一种荣耀 属于你的荣耀 灵液嘴角微微上扬 老家伙 你可别拐弯抹角地跟我套近乎 在没有看到金卡之前 我可是对你们李家 抱有敌意的 看了一眼李诗兰 见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美眸之间 当样着是一抹柔和 以你的涟漪 寻思着他与李家之间 存在着令人不愉快的隐情 灵液目光微闪 再次看向李洪天 话风一转 即便我得到了你们的金卡 也不会不考虑我老婆的感受 懂我意思吗 李洪天爽朗一笑 没有了平日里的火爆脾气 心胸似乎也变得宽广起来 灵液 也许你并不知道 当你为了李诗兰 敢孤身一人来我李家的时候 我的心底 已经认可了 你这个孙女婿了 你 得得得 你可别顺着杆子往上爬了 说正事吧 灵液一脸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指了指眼前说道 这就是你说的震骨吧 我只需要拿起那个金属锤 敲击金属板 将那器物给震起来就行了吧 李洪天点了点头 目光炯炯有神地盯着灵液 怎么样 看上去很简单吧 只是手起锤落的事情 灵液随口说道 这能敲多少次 任意次数 李洪天笑道 好 灵液微微点头 随即上前将金属锤拿了起来 金属锤刚一入手 便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灵液眼睛微眯 这金属锤看似没有多大 但少说也有近百斤 灵液 手感如何 李洪天在一旁笑着说道 这金属锤 乃是我李家花了不少代价才得到的 之所以很有分量 并不是让人为了方便 借他自身的重量 顺势发力击打粮食用的 而是因为越是重的器物 人体对他本身的操作 所需要的力道控制要求 就越高 在力道达标后 才能真正驾驭他 如果 你说完了吗 灵液微微摇头 一脸不满地扫了李洪天一眼 说来说去 我倒是知道了 里面小支柱上 那黑色的玩意 叫粮食 把玩了一下手中的金属锤 灵液画风一转 煞有介事地说道 在我开始操作的时候 你可别打扰到我了 好 李洪天很干脆地点了点头 第216章 灵液是大恐怖啊 哼 说得跟好像 你能随便就打击到60米一样 之前决斗台上的事情 让李长剑心中芥笛不朽 他此时看向灵液的目光中 带着几分讥讽 40米 就是你的极限 有宗师高阶的力量 的确算得上是天赋一柄了 李长剑的声音很低 目光愈发的阴冷 灵液 不要以为这次事情之后 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束 天才 只需要一个 就够了 那就是我 他正小声嘀咕之际 一旁的李洪天开了口 长剑 你觉得灵液 能敲击多少米 李长剑毫不犹豫地回应 40米 不可能再多了 李洪天大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 40米 跟你服用过竞品之后的权力一击 一模一样 李长剑微微一正 有些不明白 李洪天为什么会突然说这么一句话 爷爷 你到底是想说 长剑 你向来都聚药惯了 当然 我知道你的确有聚药的实力在 可面对灵液 我还是希望你能有所收敛 明白自己与他之间的差距 李洪天的声音带着几分严肃 李长剑瞳孔微张 尤其是听到李洪天口中 差距两个字的时候 狂傲惯了的他 心底赫然窜上了一股难以言喻的火气 爷爷 就算这灵液的实力 比我不用要的时候 的确要强那么一点 但我 哼 李洪天冷哼一声 打断了他 长剑 你若嫉妒灵液 想日后找他的麻烦 到时候出了什么事情 不要我没有提醒过你 你可是我爷爷 难道不该跟我站一队吗 李长剑的脸色很是难看 你难道不知道 我李洪天看中的是什么吗 李洪天淡默地扫了他一眼 是五到十例 甚至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在我李家 就是 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以武为尊 见李洪天如此态度 李长剑面色一白 到时候 一旦让灵液获得了金卡 先不说 他身为家族产业继承人的地位 权力等会不会被动摇 就单凭借灵液 的确高于他的实力在 到时候一旦见了灵液 他岂不是要变得低声下气 快看 灵液马上要开始动作了 你们注意到了吗 那摆金之中的金属锤 在他手里 好像跟一个玩具一样 太强了 这就是宗师级别的实力吗 这要是让我把玩把玩它 估计要不了半分钟 我都会累得够强 灵液居然这么随意 不少舞者纷纷侧目 开始议论起来 灵液来回把玩着 感受了一下手中金属锤之后 缓缓将它举了起来 与肩平齐 这来李家一趟 他对这里洪天 有了大差不差的认识 这李洪天 简直就是一个 过分追求舞蹈的狂热分子 自从自己出手后 李洪天的态度 可以说发生了质的改变 至少这李洪天 没有了敌意 呼 快速调整状态之余 灵液思绪翻飞 既然李洪天如此痴迷于舞蹈 灵液决定 干脆就彻底展现 自己的舞蹈实力 让李洪天彻底震撼一次 一旦李洪天 开始对自己产生 如同他对舞蹈般 那种 狂热 倾向 这对于之后 解决李诗兰与李家之间的 某种隐情事件 以及发掘那黑色布袋 相关的密室来说 算是一种有力的 提前准备工作 打定了主意 灵液浑身的气息陡然一变 他飘逸的长发 无风自动 身上的服装 烈烈作响 掠过灵液周身的威风 开始变得紊乱 失去了原本的规律 以他为中心 半近三米开外的空气 变得渐渐粘稠了起来 距离灵液不过两米的李洪天 最先感受到 他周身的气息变化 李洪天的瞳孔 骤然一缩 紧接着 他瞪大了眼睛 即便灵液只是在蓄力 根本就没有开始动手 他已然忍不住 哆嗦着嘴唇开口 这 这不像是宗师中介 这也不像是宗师高阶 能够拥有的气息 感受着发自灵魂的颤抖 以及渐渐变得压抑 根本不可抵抗气氛 李洪天的神色 渐渐呆滞了起来 这乃是宗师巅峰级别的实力 这 这 他开始结巴了起来 我李洪天研究武道半生之余 还没有见过 在灵液这个年纪 能达到宗师巅峰实力的 就算是借助最高级别的竞品 也绝对不会达到 灵液这种实力高度 更何况 他还是长期稳定的 没有借助药物 在他这个年纪 就算是真的拥有 达到宗师中介的人 也只是除了那些 纯粹武道化的影视家族中 会有他们大力栽培出来的天才 但这些天才 都已经是凤毛麟角 拔尖的存在了 而灵液 已经超越了宗师中介 远远超越了这些影视家族 超越了他们 所谓的大力栽培 灵液更是跨越了宗师高阶 到了亘古未闻 无任何人能达到的宗师巅峰 李洪天彻底失了态 他如同一个提线木偶 神色恍惚地盯着灵液 时不时张口 用只有他能听到的话 开始了喃喃自语 卧槽 浩墙的压迫感 这 什么情况 我们距离灵液 这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了 那灵液的实力 恐怕我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 太过于惊世害俗了 从灵液挥动金属锤的那一刻起 我敢断言 在他这个年纪 世上再无人能够超越他的记录 灵液至高无上的记录 必将被载入史册 空前绝后 人群开始控制不住骚动起来 渐渐地 偌大的演武场 气氛开始变得诡异的寂静 近百十号人 大气都不敢喘 各个神情极其地专注 他们的目光 皆是聚焦于正蓄力待发的灵液身上 呼 感受着身体的巅峰状态 灵液进一步调整之后 眼神微动 忽然想起了什么 既然是要震慑李家家主 李洪天 那何不直接将他给震得 魂飞天外 单手举着金属锤 灵液另一只手上 闪电般多出树根银针 第217章 冲击顶峰 见灵液又有 一动 李洪天恍惚的目光中 多了几分疑惑 灵液故意放慢了控制银针的动作 就是为了让李洪天看得清楚 即便如此 在场的其他与李洪天之间 实力相差太多的舞者 同样看不清灵液在干什么 他这事 要做什么 这个疑问 刚刚从李洪天心头掠过 灵液此时 已然对自己完成了失真 短暂地再次提高了实力 李洪天瞬间感受到了 灵液周身的气息在增强 强盗令人发指 李洪天彻底实化了 灵液刚才仅仅是对自己失真 就将自己的实力 给生生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 这是多么恐怖的医道手段 李洪天感觉眼前的一切 那么的不真实 他强行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尖 很痛 这不是梦 灵液现在的状态 实力恐怕已然接近内境后期大圆满了 此子 李洪天一生中 今天是最为失态的一天 此子 绝对不可与之为敌 灵液 可以说他已经超越了舞蹈意图中 所有舞者对舞蹈的认知 他当真可以说是恐怖大能的转世 此时的李洪天 完全不觉得自己的话多么荒谬 他看向灵液目入京剧 但他眼底流露出更多的 是极其罕见的敬畏 来自于对灵液这个后背 深入骨髓般的敬畏 老家伙 你们这正骨的高度 最高只是八十米吗 灵液随意地抬头 顺着正骨支柱 向上看了一眼 他有意观察李洪天的变化 以便确认心底 对李洪天的某种猜想 推验了一下 李洪天连忙躬身说道 灵液 不 灵先生 这正骨的高度 的确只有八十米 之所以这么设计 是因为一旦过了六十米 已然证明了 舞者的力量 足以媲美宗师高阶的实力了 这个实力 在我李家 已然是最高存在了 所以没有设计太高 而且 李洪天的眼底 略过几分蜥蜴 一旦过了六十米 想要达到七十米 难度就会翻数倍不止 本身这种高不可攀的设计 也只是为了给我李家的舞者 一个心理暗示 能够追逐的目标 具体对应多高实力的舞者 这点还未考证过 不过我估计 至少对应宗师 半步巅峰的舞者实力 至于七十米到八十米 李洪天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追忆 他的态度 更是恭敬了几分 那是为了纪念 我李家先前的 一位杰出的先辈 从而设立的 当时他的年纪 已经有过百岁之高 但他的实力 却是半步 踏入了传说中的画境 他当时已然将阵骨 给敲击到了八十米 是登顶 无人能超越的存在 说完 李洪天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 难以掩饰的傲然 林烨眼睛微眯 李洪天保持着 如此恭敬的态度 能耐心给自己讲述完 这进一步说明了 拥有越高的舞蹈实力 这李洪天在 转性子一方面 越是做得到位 林烨抬头 看向那八十米高的顶点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老家伙 今日 就让你见识一下 这梁石 即将再次登顶 林烨话音落下 周身卷起一股 独属于他的旋风 手中金属锤 对准目标点 悍然落下 林烨动如雷 急如风 哄 锤面与金属板交汇 一声震人耳膜的声音响起 一时间 风云四道转 偌大的李家延舞场 所有人的目光 皆是死死地盯着 那仿佛炮弹 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上升的量时 三十米 四十米 五十米 直到那量时 突破到六十米的时候 有了相对明显的减速 但仅仅是减速而已 它并未停止 卧槽 这林烨 惊为天人啊 七十米 已经超越了宗师巅峰 步入了宗师大圆满的境界 我已经找不到 用什么词 来形容灵烨了 形容 我看任何的语言 在他面前 都显得苍白无力 这灵烨 根本就不是人类 它 是神 二十多岁 内境后期巅峰的实力 这已经震撼古今了呀 我的心里 此时此刻 充满了对灵烨无上的信仰 渐渐的人群的议论 开始停止 他们的心神 随着量时的上升 被彻底掉了起来 他们看到 那梁石 在突破了七十米高之后 并没有停止 他的速度 虽然又慢了半拍 但他依旧在冲击顶峰 八十米 李诗兰正正地盯着 空中上升的量时 他倾城的脸上 浮现出一种 难以言喻的笑容 那是来源于林烨的笑容 林烨的身上 存在太多颠覆认知的东西了 快看 梁石 已然触及了八十米的顶峰 从今往后 大夏 又多了一个轰动一方的传奇人物 嗯 不对 那梁石虽然触及了顶峰 但怎么没有丝毫下降的意思 什么 难道 大面积的人群 神色开始变得更为激动 他们的呼吸频率 在不可遏制的加快太安静了 空中的梁石 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李洪天吞咽了一下 眼底的震撼无以复加 他非常清楚 这梁石已然触及顶峰 却为何迟迟没有下降 这梁石要 要 嘖嘖的声音 无比清晰地 从高空中的梁石所在点位传来 紧接着 他 得一声响 镇骨支柱的百十米处 顶端的限制 被亮石冲开 继续上升 这个瞬间 郁郁着致使所有人都灵魂颤抖 刹那间的芳华 我今天算是彻底开了眼 灵液已然无敌了 一直 我都以为自己 在武道方面的资历 已然很高了 但如今见了灵液 我才彻底明白 什么叫坐井观天 什么叫天外有天 那可是李家的武道最为杰出 年过百岁的先辈 都无法突破的高度啊 灵液之名 注定要震撼 不是颠覆整个武道界 一个人 能拥有堪称登峰造极的音乐造诣 同时最近 我又有听闻 灵液的绘画造诣 同样惊世骇俗 第218章 可以信奉为真神 原本我觉得 哪些搞音乐的 绘画的等等这些 在武道这种 可以增强寿命的领域面前 都不值一提 如今见了灵液 我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 就算眼前发生的一切 姑且不说存在于现实中 就算是梦境 一切是虚幻的 但看着灵液那仿佛处在绝顶之巅的身影 我依旧愿意相信 虚幻 亦是真实 过了数秒后 梁石终于顺着已然被突破限制的震骨支柱 笔直地垂落下来 灵液 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灵液嘴角一脸 做了个伸展动作 随即做深呼吸调整 这虽然只是敲一下锤子 但我却在一瞬间 爆发了最为巅峰的力道 才直达顶峰 灵液心绪翻转着 看来李家的那位 五到十里最为杰出的先辈 并不是一般人 诸位 今天我李洪天 以家主身份 郑重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灵液正思量着李家相关的情况 李洪天那前所未有的郑重声音 在演舞场的中央大喇叭内传出 灵液目光微闪 下意识看向李洪天 只见他不知何时 耳部已经多出了一个麦克风 李洪天说着 闪身到了一个讲台上 随即手中多出了一张金卡 看到这张金卡 讲台下的人群 立即来了一阵骚动 按金卡在李家 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是一种极其尊贵的身份象征 李老爷子看来 的确是做了重大的决定 要将金卡交给林先生了 林先生 完全有这个实力拿下金卡 有了这张金卡 林业日后在南疆 但凡涉及李家名下 任何相关的产业 亦或者其他组织等 都可以横着走了 然而 李洪天接下来的一段话 令全场陷入了彻底的沉寂 这金卡 让林先生拿着 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李洪天的音调极高 语气异常坚定 从今往后我宣布 李家 可被视为林先生的附属 所有人见了他 要比见了我 还要恭敬 你们谁有不同意见 所有的舞者 皆是呆若目击 他们一个个 如遭舞雷轰顶 被震的脑袋有些眩晕 其中 李长剑更是面色惨白至极 他彻彻底底地后悔了 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我真是一个跳梁小丑啊 之前居然敢对林先生 那么不敬 这道无法遏制的心念 疯狂地徘徊在他的脑海 他的眼底 充满了有史以来 最为悔恨的色彩 全场 在短暂的沉寂数秒后 有人忍不住发出一声呐喊 家主说得不错 我支持家主的意见 我也支持 我双手赞成 家主英明 恕我直言 我觉得这次决定 是家主有史以来 最为正确的选择 我觉得我们李家 可以将林业信奉为真神 全场的气氛 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恋 李洪天微微点头 他对于自己这个重大决定 并没有感到丝毫不妥 说完 他闪身来到林业面前 林业此时正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李洪天 这种对武道有着偏执追求的人 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极其地容易被 征服 但林业并不打算完全信任他 在他看来 一旦在这之后 李洪天面前 如果出现一个实力更为高的人 那么他指不定会产生 某种背叛的心理 这点着实不好说 毕竟他与李家之间的实际接触 也不过是今天刚开始而已 林先生 我代表李家 向您道歉 李洪天身居义工 之前的事情实在是对不起 我居然还对林先生 提出那种提升实力的条件 我真是愚昧 有眼不识泰山 居然敢那么对林先生不见 林业微微点头 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中午十一点半了 马上要给孩子们 集李诗兰做午饭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一旁的李诗兰 见到这一幕 嘴角不禁浮现出 一抹动人的孤独 他看向林业的目光中 略过一抹傲然之色 原本 他的心底还在隐隐担忧林业 毕竟对比李家 这庞然大物来说 林业只是一个人 而一直以来 正是由于 他这种对林业的担心 让他数次很想将心底的疤痕 告诉林业的知己 又生生将这道嘴边的话 给咽了下去 如今 林业这般表现 再看看李洪天那发自内心的恭敬 这无不明显地说明了 他的担心 就是多余的呀 看着林业 李诗兰的心底 不禁浮现出一种 美妙到极致的感觉他内心深处 那深埋已久 不可撼动的疤痕 已然有了一种 要被林业给融化掉的征兆 林业 李诗兰朱唇清起 清澈的脸颊微红 他情不自禁地来到林业身旁 老婆 你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老公啊 林业黑黑一笑 随口调侃道 李诗兰红着脸 风情万种地白了林业一眼 紧接着抬起御手 轻轻给林业擦拭了掉他额头上 那一层细密的汗珠 感受着脸颊上传来的温软 林业目光微闪 随即抬手抓住了李诗兰的御手 一直在与林先生在一起 我们李家 岂不是彻底抱上了林先生的大腿 别扯淡了 你们难道不知道 之前李家的那件事情吗 那对蓝总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居然还想着 让他主动跟李家和好 如今 蓝总能如此坚强 且独自一人白手起家 成立新颖娱乐 已经是太难得了 唉 世事无常 不管是站在李老爷子的角度考虑问题 还是站在蓝总的角度 好像都很难说啊 别说那些陈年就是了 现在应该关注的 难道不是男神与女神的完美姻缘吗 关于李诗兰与李家之间的事 以及那黑色布袋 林业不打算现在处理 老婆 十一点半了 走 老公我回去给你做美味吃 嗯 李诗兰像一个幸福的小女孩 红着翘脸 轻轻汗手 第219章 也就忙个两三次吧 一旁被晾在一边的李洪天 脸上浮现出一抹罕见的尴尬 他沉阴片刻 眼底掠过一抹利涩 只见李洪天忽然看向了 正在试图悄悄退场的李长剑的方向 接触李洪天的目光 李长剑心神一震目露聚色 他的脚步逐渐加快 长剑 林先生乃是我李家至高无上的贵客 他现在还在场 你就想要私自离开吗 李洪天沉着脸 语气中带着冷漠 他的这般姿态 使李长剑感觉极其陌生 爷 爷爷 你有什么吩咐吗 面对李洪天 李长剑自知 他根本逃不了 神色变换之际停下脚步 脸上挤出一抹宫镜 爷爷 我这不是离开 我见林先生英明神武 乃是空前绝后的旷世奇才 所以 我准备去给他泡上好的茶水 哼 李洪天冷哼一声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你之前对林先生那么不敬 我就姑且算你是离场 给林先生泡茶 李洪天话风一转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在离场前 先做你该做的 李长剑神色一致 他身为李家的年轻一代天骄 有着骨子里的狂傲 更何况平日里还狂傲惯了 一时间有些愣神 长剑 李洪天的音调渐渐拔高 震得李长剑耳膜生疼 不要怪你爷爷 我讲话难听 如今你应该很清楚 在林业面前 你是多么渺小吧 顿了顿 李洪天的眼底略过一道金芒 毫不夸张地说 在林业面前 你就如同蝼蚁一般 爷爷 我这就给林先生赔不试 李长剑的呼吸有些急促 脸色微微占红 说完他连忙脉步朝着林业走去 林业此时正在与李诗兰谈笑风生 他眼神微动 察觉到了有人靠近 林业扭头 发现是李家的天骄 李长剑 李长剑的脸色有些苍白 目录距异 他咬着牙垂下了头 躬身说道 林先生 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 林业摆了摆手 看似很随意的 这么来了一句 天骄 就应该有天骄的样子 李长剑微微一正 一时间有些不明白 林业这句话的用意 不过林业并没有表现出 想要报复他的意思 这让他的心底松了一口气 林先生胸怀宽广 林业扫了他一眼 没有多言 他现在要回公司 给李诗兰及孩子们做饭 当即 林业与李诗兰对视一眼 他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二人即刻迈不离开 见林业这就要走 一旁的李红天 忍不住恭敬地说道 林先生 我李家的食材 不说是整个南疆最好的 至少也 老家伙 我想你现在的任务 应该是好好指导一下 你名下的舞者 将他们那些 我的全都大 我就有资格狂傲 嚣张跋扈 的心态 给端正过来 林业淡笑着 话锋一转 尤其是 你那孙子李长剑 要不然我刚才怎么会说 天骄就应该有天骄的样子呢 李红天眼底掠过一道金芒 他连忙攻身道谢 多谢林先生指点 我李家的舞风 的确要整顿了 林业洒然一笑 伸手揽住李诗兰的柳妖 静止离开 今天的事情 过于梦幻 我隐隐有一种错觉 在林业面前 李老爷子仿佛才是后辈 同感 即便知道这不符合实际 二人年纪差距太大 是错觉 但我还是不自觉地愿意相信 这错觉 就是事实 林先生 那超越极致的震骨高度 已然震朔骨精了 那是李家的一个空前绝后的记录 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目标 你可拉倒吧 就你这已经快奔三了 实力不过是内境初七而已 多么希望林先生能带领我们啊 新颖娱乐 一间办公室内 安妮白镜的额头上 渗出了丝丝细密的汗珠 她在整理面前办公桌上的各种文件 这些文件一落一落的 最高的一落 足足有近三十公分 呼 这马上中午了 林先生马上就要回来了 我得赶紧把这些任务做完 还要吃他做的午餐呢 安妮活动了一下酸酸的胳膊 肩膀 她话音未落 翘脸上已然浮现出了一抹可爱的笑容 时间 你再过得快点吧 林先生 咔 门此时被打开 林业一脸骚包 仰了仰头说道 本男神现在已经回来了 林先生 安妮翘脸微红 她看了一眼手中的文件 眼底掠过一抹犹豫 她既想要整理工作 整理文件 又想要与林业交流 林业眼神微动 当即闪身来到她面前 本男神允许你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 太好了 安妮大喜 刚将文件放下 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却传来了李诗蓝的声音 安妮 你一人打理了公司一上午 辛苦你了 蓝总也回来了 看着走进来的李诗蓝 安妮擦了一把白镜额头上的香汗 李诗蓝朱唇轻起 正要说什么 咕噜 安妮的肚子忽然叫了起来 林业大手一挥 很是意气风发般的说道 走 本男神给你们做美食去 嗯 安妮挥动了一下小粉拳 两眼放光的盯着林业 美美的午饭时间 过得很快 下午一点半 林业从演练休息室出来 李诗蓝及孩子们在午休 走廊上 林业刚拿起电话 还没来得及拨号 一道翘声声的声音传来 男神 你要跟谁打电话啊 我觉得你好忙啊 林业淡淡一笑 寻声看去 安妮带着她独有的香风袭来 还行吧 一天分早 中 晚 我在一天中 差不多也就忙个两三次吧 一天三个阶段时间 这都让你给站完了 难道你还不忙吗 安妮嘟了嘟嘴 随即转动着大眼睛说道 林先生 明天就是孟小雅之前 向你提及的厨王争霸赛了 你是准备给她打电话 下午去她家一趟吗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安妮 难道你是想去 为本男神喝彩吗 第220章 明啊 安妮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嗯 人家当然想去了 就是要瞻仰男神的风采 林业话锋一转 调侃道 安妮 难道你想请个嫁不成 不等安妮开口 林业煞有介事地补充了一句 你可别仗着跟我关系不错 就想偷懒啊 安妮有些懊恼地叹息一声 那人家其实真的很想去了 林业大有深意地说道 你还是先给蓝总帮忙吧 等你什么时候锻炼出像本男神这种 拥有超强的工作能力 能一人在短时间内同时处理多人要干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能起飞了 到时候 你还不是有大量的时间来瞻仰本男神的风采 安妮嘟了嘟嘴 随即点了点头 好吧 那我也去跟孟小雅联系一下 让她提前给我准备好关于男神你的录像视频 说完 安妮离开 林业继续掏出了手机 拨通了孟小雅的号码 电话那边 孟小雅的声音有些不自然 林先生 你 你准备什么时候来 不会是现在吧 林业眼神微动 调侃道 怎么 难道你家里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要担心一下本男神了 孟小雅犹豫了三秒 林先生 你可以晚上的时候过来 林业眼睛微眯 嘴角微微上扬 不好意思 我现在就是有时间 晚上可就不一定了 孟家虽然不是什么有名的豪门 但孟小雅是公司的员工 而且具备能拿得出台面的影视演技天赋 林业不打算置之不理 可是 孟小雅 难道你觉得 有什么事情 能难得住本男神吗 想着引导孟小雅改变想法 林业画风一转 你可以想象一下 本男神那神乎奇迹的厨艺 然后再做回答 电话那边的孟小雅 沉默片刻 叹息一声 语气中带着隐隐的担忧 好吧 那你看哪里方便 说个地方 我先去接你 我们当面先聊聊 林业点头 与孟小雅又简单聊了几句后 挂断了电话 不多时 城市的街道上 多了一辆如油龙般 急驰穿梭的车辆 不知道林先生来了后 会不会喜欢他 一个小公园的凉亭之下 十桌前 孟小雅伸出葱纸 轻轻地抚摸着眼前的茶具 低声谜南 她今天穿的是一套淡粉色的修身运动服 她那优美的曲线 使得路过的人群回头率极高 威风 带着午后淡淡的余温 轻浮过孟小雅娇美的脸颊 她的脑海中 不自觉地浮现出 林业那热气腾腾的佳肴 她时不时倾簇着的眉头 渐渐舒缓了几分 林先生真是一个奇人呢 她刚说完 一道熟悉无比 又带着几分调侃的声音传来 孟小雅 你觉得路人对你的回头率 有本男神高吗 孟小雅浅浅一笑 没有 也不可能有 扫了一眼孟小雅手中精致的茶具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你不会是打算用这一杯茶 就想拉近与本男神的关系吧 孟小雅目不转睛地盯着林业 这是我父亲 专门让人给林先生特意准备的茶水 这茶水 是油 见孟小雅有意要来的长篇大论 林业摆了摆手 但笑着打断了她 行了 大家都是自己人 我就不客气了 林业话音刚落 便拿起茶杯 要一饮而尽 见林业动作这么快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的孟小雅 翘脸一般 连忙担忧的 林先生 这茶杯具有独特的保温功能 里面的茶水还很烫 你 她的声音戛然而止 林业并没有停止动作 直接将滚烫的茶水一饮而 惊她像个没事的人一样 嗯 好茶 现在茶水喝完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入正题了 孟小雅直勾勾的盯着林业 你 你怎么会没事 那茶水的温度 应该至少有近90度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当你觉得 我做了什么惊讶的事情之后 可以想想男神的 神 字 好吧 孟小雅美眸间 荡起一抹以你的涟漪 我也称呼 你为男神吧 我就收下你的称赞了 林业咧嘴说道 你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孟小雅弯弯的睫毛 眨动了几下 我家里有一名 跟了父亲多年的大厨 他 林业得知 产生矛盾的关键人物 是楼康 他就是孟家的大厨 这楼康火气倒是不小 居然敢跟你父亲应对 林业笑着说道 也罢 毕竟我的出现 的确占据了 他参加厨王争霸赛的名额 嗯 林先生 楼康现在正在我家里等着你呢 孟小雅话风一转 林先生 他的脾气算不上多好 但是他毕竟 跟了我父亲那么多年 你 你放心吧 在我抵达你家里之前 当你提出先约见我谈谈的时候 我已经心里有数了 林业随口说道 林先生 跟我来吧 孟小雅奄然一笑 二人离开 孟家 厨厅 偌大的厨厅 即便只有两个人 但气氛依旧显得很是僵硬 孟总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会让一个外人参赛 楼康的脸上 始终带着那挥之不去的阴霾 楼康的面前 站着眉头紧锁的孟之海 楼康未死的话 已经重复过不知道多少遍了 楼康 我希望我们能配合好 妥善解决这件事 哼 楼康冷哼一声 口无遮拦 怎么妥善解决 名额只有一个 不等孟之海开口 楼康继续喝道 不是我不想跟孟总配合 关键是那林业 根本就不可能有多高的厨艺 楼康的音调渐渐拔高 孟总 我承认 那林业的确在音乐方面有过人的造诣 但你们心自问一下 他才多大的年纪 二十多而已 我想孟总心里 应该有对林业的理性分析吧 楼康越说 脸上的阴霾越是加重 那林业的厨艺水平充其量也就是刚入门 三流级别而已 而且 我说他比一般的不入流的小白厨艺水平高 已经是抬举他了 第221章 要切磋蛋炒饭 楼康 孟之海脸色一沉 学无先后 达者为先 难道你不懂这个道理吗 我懂 我干厨师一行十几年 我比谁都懂 楼康的脸色有些涨红 但孟总 你难道就不觉得自己的选择过于儿戏了吗 还有一件事 孟总 恕我直言 单凭小姐 那三言两语 你真就信以为真真就觉得林业厨艺很高吗 难道你就不想想 在小姐这个年纪 对林业那种在音乐方面 可以说是偶像级别的人物 没有产生迷恋吗 她是不是有可能 是因为迷恋上了林业 欺骗自己 想看到林业更多的表现 并接近她 所以说谎 孟之海的脸色有些难看 她正要说什么 楼康没有给她机会 这次比赛 可是南疆的雏王争霸赛 对我们来说 有巨大影响力 一旦比赛中出现什么 爸 林先生来了 孟小雅的声音传来 孟之海与楼康 纷纷寻声看去 二人的目光 静止落在了孟小雅身旁 嘴角挂着淡淡微笑的林业身上 孟之海连忙上前 我早听小雅说过 林先生厨艺不凡 今天有幸见到本人 我感到荣幸 林业微微一笑 孟总 小雅是我公司的人 换句话 就是自己人 我不会做事不理的 谢谢林先生 哼 孟之海的话尚未说完 楼康的冷哼便打断了他 林业 我是楼康 既然你来都来了 我们就直奔主题吧 林业淡淡一笑 上前两步 拉近了与楼康的距离 主动伸出了手 楼师傅你好 我是林业 楼康目光闪烁间 扫了林业一眼 最终还是跟他握了握手 我的目的很简单 只要你能在今天击败我 我就认可你的实力 甘愿放弃参赛名额 楼康 林先生是客人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孟之海不悦的声音传来 林业淡笑着朝他微微点头 事已没关系 目光再次转向面前的楼康 楼师傅 你的心情我了解 我知道 你也是为孟家考虑 林业话风易转 不过我觉得 你可以先消消气 我出面 也是为了帮助孟家 跟你的初衷 可以说很吻合 楼康脸上的战红 褪去几分 林业 我的年纪比你大得多 至少有二十岁上下的年纪差 所以今天 我们的切磋内容 就选择你最拿手的猜戏吧 时间你定 他的语气相当自信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罗师傅 实在不好意思 我没有哪道菜 是最拿手的 他这话一出 在场的人皆是愣神 现场安静了几秒 林先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孟之海最先发问 林业 往我之前还将你当做一名厨师 没想到 你居然连自己做什么菜 拿手都不知道 楼康错愕之余 脸上的黑线加深 我说我没有最拿手的菜 这点居然被你这么理解 林业一脸古怪的摇头 罗师傅 你就不换个角度想想 如果我所有的菜 都是最拿手的坏 不可能 林业话没有说完 楼康断然开口 他脸上刚 还没退去几分的账红 这次更是在刹那间 恨不得窜上脑门 林业 我看你是后辈 来的时候 没有年轻人那种年轻气盛 算是有几分礼节 但 罗师傅 不管你信不信 我说的都是事实 林业轻描淡写地打断了他 我的厨艺并不偏刻 楼康冷哼一声 正欲开口反驳 一旁的孟小雅 目不转睛地盯着林业 忽然开口 我想 这说明了林先生的厨艺 应该是到了极致的 一种均衡状态 常人根本难以企及的高度吧 我就收下你的称赞了 林业笑着随口说道 楼康的呼吸频率 有些过快 他双目欲喷火地瞪着林业 林业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楼康话锋一转 这次选择菜系 按照我的来切磋 我期待看着你如何作茧自负 楼康又补充了一句 对于一个狂妄自大 侮辱厨艺的人 我不会留守的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楼师傅尽情发挥即可 楼康狠狠地瞪了林业一眼 今天的菜系 就做一个蛋炒饭 一听楼康这话 一旁的孟志海妇女二人 面色皆是一变 别看这蛋炒饭 仅仅就是三个平淡无奇的字 同样又可以算得上市家常便饭 但这蛋炒饭在楼康手里 不说别的 就说一个行 就能做出个一般人 难以做到的花样来 孟志海忍不住开口 楼康居然上来就选择蛋炒饭 看来他真是不打算留守了 一旁的孟小雅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林业 声音有几分轻朗 爸 你对楼师傅还是挺有信心的 你觉得林先生会输吗 孟志海面色微变 随即有些尴尬地说道 女儿 毕竟我没有像你一样 尝过林先生的手艺 一时间有这种反应 不很正常吗 林业 是不会输的 孟小雅话音不高 但语气中 却带着一种莫名的坚定 孟志海面色微变 目光灼灼地看了林业一眼 随即大有深意地 对孟小雅说道 林先生的魅力 着实不小啊 孟小雅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 林业 你要是觉得做个蛋炒饭 很有难度 你可以换一种菜系 我随时 不不不 我只是觉得 这次的蛋炒饭 外形一定很花里胡哨 林业连忙摆手 煞有介事地说道 花里胡哨 楼康的脸色一沉 林业 你这么形容 简直就是对蛋炒饭的侮辱 得 罗师傅 你说个切磋限定时间吧 林业见楼康有意跟他掰扯 于是转了话锋 引入正题 就限定四十分钟 这个时间对你来说 就算你再怎么不入流 哪怕是当场网上 看着教学视频 应该也足够了 楼康毫不客气地说道 你要是还有什么想说的 我劝你趁着切磋还没开始 趁早提出来 林业淡淡一笑 罗师傅 可以开始了 第222章 差不多也该开始了 楼康当场展开了 他那行云流水般的操作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尚未做完 已经有一阵阵诱人的饭箱 从他的厨具里传出 楼康的厨艺 真是一点都没有下降啊 很久没有吃他做的蛋炒饭了 闻着那股方令人回味的芳香 孟之海忍不住感叹一声 嗯 楼师傅的蛋炒饭 在我孟家大大小小的厨厅中 是最出色的 孟小雅如实说道 甚至可以说 再难将 应该也能排得上名号 孟之海目录追忆 补充了一句 同时 他不经意间看了一眼孟小雅 孟小雅面色并没有什么变化 他眼底那种 对林业莫名的信心 始终没有消失 孟之海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又看了看场中 镇定自若的林业 他忽然对孟小雅 这么来了一句 女儿 等一下不管结果输赢 我都会想办法看看 能不能将林先生 给留下做客 孟小雅点了点头 林先生有意出面帮我们 光是这番好意 就不能辜负 留下他做客 也是应该的 孟之海话锋一转 我孟家自古以来 都是以餐饮业发展 女儿 到时候 你可得跟林先生 多多交流一下 关于厨艺方面的经验 嗯 我早就想跟林先生 学习一下了 想起之前在新颖娱乐 林业那神乎奇迹的厨艺 孟小雅眼底掠过一抹蜥蜴 不自觉地说道 就是他的速度太快了 我想学也跟不上 速度太快 孟之海眉头微皱 对于一名厨师来说 做饭急功近利 并不是一件好事 一想到之前 楼康所言 孟小雅真的对林业 有所迷恋的话 孟之海的声音 变得渐渐沉了下来 小雅 你老实告诉爸爸 你之前品尝过 那林先生 做的佳肴 真的是如你所说的那般 非常美味吗 孟小雅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是真的 孟之海目光闪烁间 微微叹息道 也罢 等下看看结果即可 但他的心底 已经开始对林业 产生了几分质疑 除桌前 楼康整个人的动作 可以称得上是虎虎生风 他驾轻就熟地 将摆好的食材 通过细腻 又令人惊叹的刀工 快速切好 整个人的这一套动作 呈现出一种 很是犀利的锋芒 而距离 他不远处的林业 则是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林业并不打算 直接开始动手展示厨艺 对于厨艺 他还真就没有 与别人切磋过 眼前这个具备 十几年除道经验的楼康 是他增加相关 除道阅历的对象 他并不着急动手 现在已经进行了 有五分钟了 林先生怎么还在 那么淡定地观察楼师傅 孟志海不解地说道 他的脸色 同时渐渐沉了下来 难道说 林先生想要模仿楼师傅 不会的 孟小雅断然否决 林先生的形象 跟你想象中的并不一样 不说时间过去了五分钟 我相信 就算是时间只剩余五分钟 他已然会做出一道 独具魅力的佳肴 孟志海没有开口 但面对林业这种 明显容易令人质疑的行为 孟小雅越是这般盲目信任 他越是觉得 之前楼康说的话 可信度增高 橱桌前 楼康见已经过了十分钟 林业居然一动未动 眼底部又略过一道猜疑 林业 你的面前 这橱桌周围 实材新鲜 全面 怎么一直不动手 不等林业开口 楼康自顾自地点了点头说道 你若是想要模仿我 他拉长了话音 扫了一眼 林业那双并没有与橱具之间 留下过岁月痕迹的手 那不好意思 我劝你 还是在练几年吧 我这些年的经验 并不是你说 模仿就能模仿得出来的 楼康又补充了一句 林业淡淡一笑 楼师傅 你挺自信的 见林业没有丝毫慌乱 楼康冷哼了一声 希望你这么镇定 并不是装出来的 说完 他继续开始了 他驾轻就熟的操作 楼师傅快要完成了 又过了足足近十分钟 见林业依旧未动 孟志海的眉头 拧成了一团疙瘩 小雅 我知道你可能 很喜欢林先生的歌 但你要清楚 事情一码归一码 不能因为你 爸 不管你怎么说 我都对林先生很有信心 毕竟我吃过他做的佳肴 孟小雅轻声打断了他 孟志海轻叹一声 目光略过场中的林业 再次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罢了 这林业如此年轻 能拥有那种同龄人 难以企及的音乐造诣 也的的确确是一个天才 你低估了林业 孟志海话音刚落 孟小雅就淡定地开口 孟志海神色一致 眼底掠过一抹蜥蜴 我又那么一点希望 我的低估是错误的 又过了五分钟 楼康的锄桌前 终于没有了动静 我已经完成了 楼康的语气中 夹杂着一股自信 嗯 楼师傅的速度挺快的 林业淡笑着点了点头 哼 楼康冷哼一声说道 你一直在观察我 我用的是足足一半的比赛时间 如今 比赛时间只剩下不到一半 就算是你记忆力超群 那想要模仿 时间上也不对的 已然不可能模仿了 看了一眼楼康盖住的餐盘 那里面是他完成的厨艺作品 林业微微摇头 楼师傅 我并不是打算模仿你 你这都已经完成了 那我差不多也该开始了 请便 楼康拔刀了音调 林业不再言语 他不慌不忙地来到食材面前 将所需的食材准备好 看你能做出什么花样来 见林业挑选的 都是一些再普通不过的常见食材 楼康忍不住开口 他的语气充满了胜券在握 林先生那样 是难以做出美味佳肴的 沉申开口 从他开始挑选食材的时候 本质上已经低了楼师傅不止一筹 那可不一定 孟小雅当即反驳 他挑选的食材的确不够高端 但并不能完全说明 他就做不出美味 第223章 不要发呆了 孟之海摇头说道 我知道这不一定 但我想你也见到过不少这种类似情况 他话风一转 就算林先生的厨艺水平 与楼师傅相当 往往是用高端食材的人 最终会获得取胜 嗯 孟小雅没有反驳 但他眼底的那股莫名的信任 依旧没有消散 时间过得很快 距离切磋结束 只剩下十分钟不到 见林叶还没有将食材准备完毕 孟之海叹息一声 眼底略过一抹失望 他对孟小雅说道 林叶不可能胜得过楼师傅 不说他准备的那些食材是否正确 就那个食材的量 已经过多了 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处理完成 根本不可能 一旁的孟小雅 戴梅终于有了一丝轻醋 你说的没错 但我们不是有更高级别的火候厨具吗 孟之海微微一正 随即有些好笑地摇了摇头 当场做出结论 是有超过一百摄氏度以上温度的火候厨具 这点不错 但他们之间的温度差 起码也是有着近五十度 一个一百五十度的火候厨具 与当前的蛋炒饭 根本就完全不匹配 毫不夸张地说 谁敢用那种火炬做蛋炒饭 完全就是在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孟小雅目不转睛地盯着林叶 对身旁的孟之海说道 爸 即便你说的都有道理 但我的心底 总觉得林叶依旧有手段 能做出美味佳肴 孟之海的神色有几分恍惚 女儿 我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 之前楼师傅的话说得不错了 你应该对林先生很有 爸 孟小雅的翘脸上 那一抹娇艳的红韵 肆意地彰显着她的魅力 好好看 林叶要开始进一步操作了 孟之海目光闪烁间 自顾自地点了点头 不再言语 林叶 你这样做 简直就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楼康扫了一眼林叶厨桌前明显过量的食材 皱着眉头当即不满道 你可能很有想法 想要用更高的火温 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完成 但或许你并不清楚 什么是150摄氏度的火温 林叶 我提醒你 还是不要乱来的好 楼康继续说道 就不说那蛋炒饭 会不会被你给直接炒坏 烧糊 光是动用更高温度的危险系数 已然增高 何况 楼康的眼底略过一抹利色 何况让你这种不入流的人操作 危险程度只会更高 对于楼康的话 林叶只是微微一笑 没有理会 看了一眼火候厨具 林叶没有丝毫犹豫 开了火 孟之海 楼康等人看得清楚 林叶直接开的是100摄氏度的火温 果然是不懂装懂 还自以为是的小白 楼康直接就忍不住了 那么多食材 居然还敢这么来 你的急功近利 注定了你的失败 然而 在众目睽睽之下 林叶调整了火后 却并没有接着开始下一步做饭的动作 他做了一个令人感到惊疑的举动 继续将火焰升温 直接蹦到了150度 林先生什么意思 孟之海瞳孔放大 他难道已经觉得自己必输无疑 想要 其他人认输 我觉得没什么 但要说让林先生认输 我觉得不可能 孟小雅当即打断了他 他居然还在升温 孟之海快要按捺不住了 越高的温度 对他的火候把控要求 就越是严格 这只是一个蛋炒饭而已 用这种温度 根本是闻所未闻 转念一想 孟之海似乎明白了什么 大失所望地摇头 林先生毕竟很年轻 恐怕是知道自己要输 于是想要临时即兴发挥 试图通过碰碰运气 与楼师傅抗衡 同时 博得他人眼球 林业 你停手吧 不用再冒着风险 做无谓的挣扎了 见林业居然将火候温度 调整到了200摄氏度 楼康说着 上前就要制止他 200度的火候而已 况且 他既然存在 就一定有他的用途 林业轻描淡写地说道 没有丝毫停手的意思 说着就要将准备好的厨具 放在火焰上 胡闹 这种火候温度 根本就不是你这样用的 赶紧停手吧 很危险的 楼康皱着眉头冷声喝倒 他快步来到林业面前 伸手就要拉开他 在楼康的手 即将触碰到林业的刹那间 这切磋可是有时间限定的 我可不想 因为这种事情浪费时间 林业语速很快 同时他动了 他的速度 快如如闪电 随手将身旁 一捆原本用来捆绑菜肴的绳子 当场将根本反应不及的楼康给束缚 楼康一个猎切 身上被五花大绑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你上演了这么一出 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分钟 我倒是要更快地加速了 林业随口说道 紧接着 他将火候温度 直接上调到了三百度 同时 他将锅给盖上透明盖子 四 孟志海倒吸一口凉气 还没等他张口说什么 林业已经围绕着火候厨具 一手拿着锅铲 一手控制着锅 展开了一通 令人眼花缭乱地翻炒操作 他的身影时不时上下起伏 时不时来回闪动 他手中的锅 显得很是飘摇不定 仿佛那锅盖 随时都能被他甩飞出去现场 除了林业操作的声音 再也没有一个人出声 即便所有人都看不清林业的具体动作 但他们的目光 都直勾勾地聚焦在林业身上 终于 比赛时间到 大家都不要发呆了 我已经完成了 见所有人都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林业淡笑着说道 林先生 你真的用那么高的温度 成功做出了蛋炒饭 见林业如此淡定 孟之海忍不住上前 惊疑不定地说道 不然呢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孟总 不如你跟孟小雅当裁判 好 孟之海正于开口 孟小雅迫不及待地抢先应声 我没有意见 直接开始吧 楼康的声音有几分窝火 林业 能不能先给我松绑 第224章 不对 林业嘴角微微上扬 对楼康说道 楼师傅 刚才时间有限 你懂我意思吧 话音未落 林业随手解开了 楼康身上的束缚 瞪了林业一眼 楼康没有多说什么 他的眼底 同时掠过 一抹无法掩饰的惊讶 他下意识低估了一句 林业刚才 到底是怎么 将我束缚的 怎么感觉好像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既然楼师傅已经同意了 那我就不废话了 孟之海说完 迫不及待地 打开了楼康的厨艺餐盘 这是龙凤城祥的展示 随着一股扑面而来的饭香味 孟之海看清了餐盘内的情形 同时将眼前的一部分菜肴 分给了一旁的孟小雅 不愧是楼师傅 对做饭的色泽 刀工 造型 一向都比较讲究 孟之海称赞之余 忍不住动起了筷子 孟小雅默不作声 也跟着动起了筷子 好 这手艺 已经远远超过了之前 楼师傅所做的 所有系列的蛋炒饭 孟之海瞳孔放大 这个口味 咸甜适中 清爽可口 非常的美味 嗯 是挺好吃的 孟小雅给出评价 孟之海眉头微皱 小雅 不要敷衍 我没有敷衍 的确挺好吃的 孟小雅强调道 你能给几分 就按照满分八十分来说 孟之海话锋一转 同时补充了一句 从他的色泽 口味 以及之前楼师傅做饭时 展现出来的刀工 跟现在的成品造型 还有他当时做饭的操作难度 这五个方面来说 其中 除了口味这一方面 上限是四十分 其他全部满分十分 孟之海刚说完 孟小雅不假思索地给出评分 其实 孟之海微微一正 有些惊讶 孟小雅居然 没有因为林烨 而偏心 他点了点头 嗯 你给出的评价 跟我预估的相差无几 也只有这样的高分 才配得上 楼师傅高深的厨艺 林烨 关于你做的饭 在孟总尚未展示出来之前 你可以选择临时退出 楼康此时傲然说道 他对自己当前的得分 很满意 楼师傅 请注意你的言行 不等林烨开口 孟小雅语气清朗地说道 林先生是我孟家的客人 我不想再重复第三遍了 楼康面色微变 扫了林烨一眼 不再多言 孟之海伸手 准备打开林烨的厨艺餐盘 慢着 林烨忽然开口 叫停了他的动作 戴上防烫工具 孟之海面色微变 下意识想到 刚才林烨那闻锁未闻的操作 于是连忙拿出来了防烫手套 戴上之后 他忽然心底产生了一个疑问 当即对林烨问道 如果这餐盘很烫 为什么你却不受影响 我见你明明没有带防烫工具的 很烫 就一定要受到影响吗 林烨一脸神秘地说道 孟总 开始进入主题吧 孟之海不再多言 当即打开了林烨的厨艺餐盘 一股更为浓烈 堪称霸道的香味 瞬间撕开了众人的嗅觉放线 孟之海被这股香味 给冲击得当场愣住 他张开的嘴 迟迟无法闭合 抬起的手将在半空中 整个人如同持续遭到雷击一般 不可能 楼康的反应最大 他瞪大了眼睛 眼底充满了不可置信 没有什么不可能 孟小雅眼底一采连连 因为我一直都很 相信自己的感觉 更何况这家谣 还是出自林先生的手笔 众人的目光 皆是直勾勾的 盯着林烨的厨艺餐盘 随着浓郁的香气散去 这 楼康先是一愣 紧接着面色古怪了一阵 最后笑了出来 他指着林烨的厨艺餐盘说道 林烨 孟小雅的神色也有些恍惚 能散发出如此浓郁香味的佳肴 通常情况下 造型都不会太差才对 可为什么 他跟我想象中的不 二位裁判 别发愣了 这厨艺餐盘的保温功能再好 暴露在空气之下的佳肴 也是会逐渐变凉 质量也会逐渐下降的 林烨淡笑着开口 不对 孟之海似乎想到了什么 神色大变 惊声开口 林先生 你到底是如何驾驭 那如此高的火候温度的 看着林烨厨艺餐盘内的情形 孟之海瞅然收缩 这道蛋炒饭 既没有想象中的发黑 也没有那种被高温炙烤 产生变质之后的颜色 如果没有对火候 以及菜肴 拥有着极高的感知 控制 是绝对不可能做出来的 难道林先生的厨艺水平 已经 他这连续拔高音调的话还没说完 一旁的楼康 瞪着眼睛 当场打断 反驳道 孟总 你恐怕是想多了 林烨操作的火候温度极高 并且所选的食材 根本就难以承受那么高的温度 也就是说 他所做的菜肴 九成上会变质 这是常理 也是应该发生的事实 至于他非但没有变质 反而色则是常态 我想 原因并不是他拥有登峰造极的厨艺 而是因为林烨之前 找了不少食材 这食材数量一多 随着林烨的翻炒 就可以让锅底 被高温炙烤的菜肴进行交替 轮班式地承受火温 正是这个主要原因 才让林烨投机取巧 规避了食材被高温炙烤的变质的问题 楼康说的头头是道 他顿了顿 眼底掠过一抹冲击 更何况 能使得如此高温的火候 与跟他极其不匹配的菜肴之间 达到完美的平衡的人 我楼康经厨业干了十几年 至今还未曾听闻过 有谁能做到 第225章 太高 除了林烨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 楼康强调着补充了一句 嗯 你说的的确有道理 孟芝还点了点头 然而下一秒 他又觉得哪里不对 可如果是投机取巧 那为什么有如此霸道的香味 如果照你之前那么说 林烨用了什么特殊手段 就是为了单一强调香味 这恐怕有所说不通吧 孟芝还继续说道 姑且不说 他用的特殊手段是什么 就说这个香味 他完全可以不用这么高的火温 以及那么多食材的 就组合几种特定增加香味的食材 用低温 照样能做到吧 我 楼康变色一变 他正要说什么 我说二位 要是有什么话说 不想开始 能不能先将厨艺餐盘的盖子盖上 林烨嘴角微微上扬 有一点我可以声明 用高温的主要原因 的确是因为那样做速度快 毕竟时间有限 不用高温也不行 林烨说着 见孟芝海又有什么要问 再次补充道 一开始不动手 原因很简单 我想增加一下厨艺方面的阅历 林先生 你是怎么 孟芝海还要问什么 林烨作态 一脸不耐地白手打断他 行了行了 我觉得现在的流程重点 不是多么让我成为焦点 而是让通过我的厨艺完成的作品 成为焦点 哦 好 孟芝海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旋即动起筷子就要品尝 浪费时间 楼康语气不耐 光是他外形上与我的差距 已然被我甩开十条街了 再想又能如何 孟芝海目光闪烁间 暗自摇头 当他看到林烨的菜肴 造型非常普通的时候 他的心底已经有了隐约的判断 胜利的天平是偏向楼康的 但看到林烨所展现的菜肴 并没有变质的时候 他当即改变了想法 即便林烨是用了那么多食材 表面上看 的确有种投机取巧 避开火后将食材制烤变质的风险 但有一点不可否认 更不能忽视 那就是林烨的的确确 通过他独特的翻炒动作 这令人难以看清的细节 做到了食材不变质 对于这一点 孟芝海尝试着想象了一下 如果让他去翻炒林烨选好的食材 姑且就算是投机取巧 恐怕依旧有着不小的难度 然而林烨却那样 驾轻旧熟般做到了 罗师傅 结论飙下得太早 孟小雅带眉微醋 静止拿起了筷子 直接往嘴里送了一口 他的眼睛忽然瞪大 呼吸在不到半秒的时间 变得急促 傲人的双风开始加剧起伏 紧接着 他的翘脸上 开始浮现出一抹娇艳的红霞 原本充满惊恶的眼底 开始渐渐被一种迷醉之色所充斥 他没有讲话 痴痴的 嘴巴还在咀嚼 小雅 小雅 一旁的孟芝海面色微变 常识性地试图唤醒他 孟小雅并没有反应式 他拿着筷子的手 如同被机械化了一般 不同地夹着林叶做的饭 往嘴里送 恕我直言 也许小姐只是想给林叶面子 所以 不管什么口味 是否难吃 自顾自地装出一种 吃得很入迷的状态 楼康开口 语气中带着几分迷之自信 孟芝海跟着动起了筷子 每位入口 孟芝海如五雷轰顶 整个人猛然崩直 不到两秒的时间 他的表现 与孟小雅惊人的一致 这 这怎么回事 看着二人如此沉醉的表现 楼康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瞳孔之间放大 紧接着咬了咬牙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这还是蛋炒饭嘛 孟小雅的翘脸上的红韵 并没有退去 他呢喃自语 太好吃了 真是令人回味无穷啊 孟芝海 很是享受的吧 砸了几下嘴 一旁的楼康不信邪 见孟芝海根本就不搭理他 还要将厨桌上餐盘内 剩余的佳肴给吃完 于是先一步上前 将餐盘拿在手中 罗师傅 你这是做什么 孟芝海见眼前的美味消失不见 却出现在了楼康手里 皱着眉头不假思索的质问 楼师傅 请你尊重切磋规则 将林先生的厨艺作品拿过来 孟小雅促着带眉 语气清冷 见二人一个个都带着某种敌意 楼康忽然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 我不相信 林叶做的蛋炒饭 真就有那么好 他高声喝道 同时一把拿起筷子 夹起手中的美味 孟芝海吃完一筷子后居然变得痴呆 他手中的佳肴要掉落在地 孟芝海连忙瞪着眼睛大声呼喊 林叶淡淡一笑 闪身接住空中的餐盘 同时手臂一翻 稳稳地使得空中的米粒 一个都没有见出餐盘 呼 孟小雅长呼一口气 他看着餐盘内来自林叶所作的美味 如同看着西式珍宝一样 林先生反应真快 他称赞一声 然后便又要动筷子品尝美味 林叶嘴角微微上扬 将餐盘挪动开 孟小雅手中的筷子 夹着的全是空气 他微微一愣 不等他开口 林叶笑着说道 还吃呢 合计着真把我这个客人 当成你们的厨师了 我还等着你们的评分结果呢 不好意思 都是由于林先生的厨艺太高 我有些情不自禁了 孟小雅目光有些闪躲 他清敏珠唇 掩饰尴尬 林先生的蛋炒饭 我给 他忽然顿了顿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我给100分 嗯 我同意小雅的说法 是孟小雅刚说完 孟之海便跟着附和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林叶 林先生的这道菜 不说其他的 光是这口味 就已经有了足够改变 评分标准的资格 说完 他面色微变 眼底略过一抹歉意 态度恭敬 林先生 我之前居然还 对于你有所猜疑 那是对你的不敬 我再次向你道歉 请林先生不要介意 林叶摆了摆手 都是自己人 用不着这么 扑通 林叶话没说完 见楼康居然直接跪在了地上 第226章 想干嘛 楼康瞪着充满惊骇的双眼 哆嗦着嘴唇 林先生 是我之前 有眼不识泰山 对不起 我认说 事实面前 一切的解释 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楼康彻底醒悟过来了 林先生并不是投机取巧 更并不是什么碰运气 是真真正正 拥有登峰造极造诣的 厨艺其人啊 林叶当即将他扶起 一脸轻松地说道 楼师傅 我就收下你的称赞了 另外 你可别这么来 我可承受不起 在林先生这个年纪 能拥有这般常人 只能仰望的厨艺 是我生平仅见 孟志海两眼放光地 盯着林叶 林先生能来我孟家 当真是我孟家 蓬毙生辉啊 明天的楚王争霸赛 我们未来相参议 有望夺得冠军了 孟小雅很是欣喜 罗师傅 你要是还对我不放心 我们可以再 不不不 楼康受宠若惊般连忙摇头 他的态度与之前比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林先生 就算再给我十年 二十年 甚至更久 厨艺也不可能追得 上林先生的步伐的 林叶微微一笑 看了一眼孟志海 孟总 明天的楚王争霸赛 我会准时到场 说完 林叶转身就要离开 林先生 你等一下 孟志海面色一变 连忙给一旁的孟小雅 实眼色 孟小雅当即点了点头 上前拉几步 与林叶并排站着 林先生 来都来了 干脆在我孟家 喝点茶水再走吧 林叶眼神微动 要是有什么事情 可以直接说出来 而这个时候想起的 并不是孟小雅的声音 而是背后 楼康的言语 林先生 这次 你真是让我开了眼见 我心服口服 我这就离开 不打扰几位了 楼康信冲冲地 将林叶做的佳肴 给装在了一个 精致的包装盒里 说完就狂奔式地离开了 林先生 他去给研究你的佳肴了 孟志海上前对林叶说道 这楼康是一个好厨师 林叶随口说道 嗯 不然我孟家的未来乡餐饮行业 也不会混出个名堂 孟志海说道 林叶并没有接他的话茬 孟总 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入正题了 孟志海当即点了点头 态度诚恳 林先生 我就直言了 若是关于这次 厨王争霸赛的事情 只要不是必要的事情 我觉得 你可以保持神秘感 先不发言 林叶但笑着说道 孟志海目光闪烁间 点了点头 我想要请林先生 做我孟家的厨师领队 我 这就不用了 我可是很忙的 林叶笑着拒绝 林先生 请不要急着拒绝 孟志海恭敬道 我只是想要林先生的一个名头 林先生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即可 我保证 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这是我专门吩咐人 为林先生特制的一个身份牌 孟志海说着 手中多出了一个通体呈现金黄色 上面刻印着令人醒目的 厨神两个字的身份牌 林叶眉毛微挑 煞有介事地说道 孟总 看来你早就对我有所预谋啊 孟志海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 毕竟是我女儿的话 她当时已经说出 林先生的手艺高明了 我身为她的父亲 自然打心眼里 信任她的话 所以提前做了打算 让人做了这个身份牌 这孟家虽然算不上什么有名的豪门 但他们好说歹说 也是一个小团体 至少有一定的人力 孟总的心意 我知道了 林叶并没有收下身份牌 他只是点了点头 也没有拒绝 谢谢林先生 林先生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尽管开口 我孟志海定当全力以赴 孟志海郑重地说道 秀着身旁金酒不散的香风 林叶看向一旁 时不时瞄了她两眼的孟小雅 小雅 大家都是自己人 我觉得 你可以光明正大的欣赏本男神 林叶这轻描淡写的话 令孟小雅心跳止不住加速 她的翘脸上浮现出一抹红霞 低声软语道 光明正大的欣赏 那样不太好吧 你们聊 小雅 你可得跟林先生 好好学习一下厨艺啊 孟志海爽朗一笑 大有深意地看了孟小雅一眼 随即快步离开 林叶正要说什么 只听孟小雅抢先一步开口 林先生 你先坐 这里有给你准备好的茶水 我去给你端来 她的语速很快 不管林叶的反应 说完便连不轻疑 将不远处橱柜里的一套茶具 给端向了林叶 林叶做出一副很是不爽的样子 一口将茶水引下 孟小雅 你难道不知道 你这样自顾自的行为 对人不礼貌吗 不等孟小雅开口 林叶补充道 而且我觉得 你还跟孟总前后配合得挺默契 她前脚刚自顾自的离开 你后面就跟着自顾自的这么来 给我一个客人晾在一边 这不太好吧 孟小雅美眸间略过一抹歉意 她微微汗手 朱唇轻气 对不起 林先生 我只是想 想 她说着 翘脸上已然镀上了一层红玉 想干嘛 林叶目光微闪 忽然做出一脸诚惶惶惶恐的模样 你不会是觉得 现在这里 只有你我二人 孤男寡女的 你想要对本男神产生什么不正常的想法吧 现在孟家这里主要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她想着下午去医院找一趟装测梁 不过 若直接拒绝孟小雅的盛情邀请 显得有些过了 在林叶看来 毕竟孟小雅是自己人 而且装测那里也算不上有什么急事 孟小雅先是一愣 紧接着 扑 的笑出了声 林先生 我才发现 你比我想象中还要有魅力呢 完了 你越是这么说 我越是觉得心里坦涂不安 我看我还是先撤吧 林叶煞有介事地说着 就要迈步离开 不 林先生 请先别走 我就是想跟简单你聊聊 孟小雅脸色一急 美眸闪烁间补充道 关于厨艺方面的事情 只是关于厨艺方面的事情 寻思着离开 林叶忽然嘴角微微上扬 难道你就不想对本男神有所了解吗 第227章 宗平的奸记 想 孟小雅下意识地开口 可她刚吐出一个字 就发现了 哪里好像不对 你还说你是想简单聊聊 这下暴露出你的小心思了吧 林叶黑黑一笑 一脸奸计得逞的模样 由于本男神魅力太大 坚决有理由怀疑 你就是有不正当的想法 这可不行 我要赶紧离开 她话音未落 已然闪身到了门口 孟小雅根本就反应不及 还没等她说什么 放心吧 厨艺方面的事情 有时间本男神会知道你的 林叶离开前补充了一句 孟小雅正正地看着眼前 早已没了林叶影子的空气环境 空荡荡的 她的心底同样很空 林先生 到时候我去请你指点厨艺 你可不要拒绝呢 南疆中心医院一栋楼顶 庄测梁与宗平面对面站着 庄测梁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宗平一脸冷笑 冷声喝倒 你身为一个颇具名望的医生 居然还会犯下这种低级错误 之前她数次针对庄测梁 要么碰见了林叶 要么碰见了林叶的人 皆是失败 上次还被林叶识破了计划 最后更是被吊打了一顿 她心底的怒火 不可遏制地在增长 庄测梁皱着眉头 目录思索 没有言语 哼 宗平脆了一口 病人如今在服用了你配的药之后 病情恶化加重 可以说成了不治之症 庄测梁的眉头拧成了一团 宗平冷笑道 那个病人在服用了你的药之后 如今她连下床走动的力气都没有 庄测梁 亏你还是南疆中新第一医院 堪称头牌级别的医生 如今犯了错事 居然拒不承认 宗平不给庄测梁反驳的机会 丢人啊 庄测梁 你该不会是觉得 你很有身份 就能肆意妄为了吧 而且 不要觉得你做的事情 天衣无缝 宗平 你什么意思 庄测梁隐约察觉到了哪里不对劲 脸色当即一沉 我给的配料很清楚 不可能出现差错 宗平冷冷一笑 手里多了一个药引单 看到她手里的单子 庄测梁心神一震 这一张是我之前给别人开的药引单 上面的时间 哼 宗平冷冷一笑 庄测梁 如今证据确凿 这单子上面 就是你的笔记 上面的时间 也能对上 庄测梁死死地盯着宗平手里的单子 脸色越发的阴沉 上面所开的药引 只有八成 是与那位病人相匹配的 对于患病者而言 药不对路 有可能产生致命性的错误 你居然把我之前类似的药引单 给改篡改了时间 用它来冲荡 我新开的药引单子 庄测梁的眼睛 眯成了一条缝 宗平 你这样做 不怕查单人员那里 检查出少了一张 你手上拿着真正的患者 病情药引单 不觉得烫吗 宗平阴侧侧的一笑 你就那么确定 事情会真的如你想象的那样 庄测梁没有回应 当即拿出了电话 拨通了一串号码 然而很快 他的脸色就沉了下去 从查单人员 以及其他相关负责人那里得知 他之前药引单子的统计结果 数量根本就没有少 的确 你的那两张药引单子 非常的相似 也正是因为它们相似 你才犯错的吧 这说来 你犯错也是人之常情 哈哈 见庄测梁愁眉苦思 宗平心底莫名地畅爽 他奸笑起来 对你来说 药引单的相似 是一个很好的陷害我的机会吧 庄测梁阴沉脸 死死地盯着宗平 宗平自顾自地说道 你只需要知道 就是你配错了药 导致病人病情恶化 现在 你跟我去向病人认错赔罪 并急于补偿 同时在医院当中认错 主动辞职 之后就可以滚了 我不会让他辞职的 一道悦耳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 一道靓丽的倩影 出现在庄测梁身旁 看着来者 宗平脸上浮现出一抹 早有预料般的神情 他的眼底 略过一抹无法掩饰的火热 一一 我 哼 前一一轻哼一声 打断了他 我就说 为什么你会平白无故地 让庄医生来楼顶谈话 他扬了扬雪白的下巴 宗平 原来你另有所图 宗平冷冷一笑 居高临下地盯着他 拔高了音调 前一 前一一心底一跳 他的俏脸不自觉地一白 银牙一咬 他挺了挺高耸的胸脯 不管你想怎么样 在这件事情未调查清楚之前 我保证 庄医生是不会离职的 前一一 宗平的心底 窜上一股无名之火 前一一是他一直以来追求 却次次不成功的对象 而庄测梁很出名 即便他跟前一一之间虽没什么 但却是一个潜在的情敌 病人恶化的病情是事实 他是称不到 你调查出真相的 况且 庄测梁已经查过了 宗平冷声说道 不要觉得 你是院长的孙女 就可以滥用权力 你如此包庇庄测梁 到时候 我看你如何收场 前一一清敏珠唇 看向庄测梁 你查过了吗 庄医生叹息一声 随即点了点头 前一一翘脸一白 一旦病人真的去世 那么在座一切都是屠楼 而庄测梁对于医院来说 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可以说是 能给医院带来正面价值 最高的人 一旦他离职 对医院来说 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见前一一为难 宗平那浴火正旺的双眼 来回在他妙慢的身体上扫视 奸笑道 不过你们放心 为了医院的名声 以及大局着想 我并没有让这件事情 在医院传开 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这张药引单 是证明庄医生最新的证据 如果将它交给你们 让庄医生及时修改病情影子 一切事情都能自圆其说 宗平直勾勾地盯着前一一 补充道 毕竟病人上了年纪 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血管疾病 以及其他病症 到时候利用这些 只需要给病人一个病症突发 而去世的结论就行 第228章 你就怎么样 只要你们得到了它 可以说能解决当前的一切问题 前一一 你说是吗 宗平寻寻善幼地强调道 即便知道眼前的事情 跟宗平脱离不开干系 但前一一依旧心动了 他目入渴望地盯着那张药引单 但他也清楚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宗平 你到底想怎么样 怎么样 宗平迎笑道 前一一 我知道你很在医院的名声 更在意庄医生这个对医院来说 作用不可估量的人才 所以他话锋一转 很简单 你只需要答应我 今夜两点 独自一人 在我指定的地点等我就行了 到时候 我会根据你的表现 考虑要不要将这药引单子交给你 宗平越说 脸上的迎笑越是令人恶心 前一一的身体 止不住颤抖起来 他因恼怒而翘脸战红 宗平 你果然是这么龌龊 卑鄙的人 他很清楚 一旦他真的过去了 宗平到底要对他做什么 哼 宗平冷笑道 龌龊又如何 卑鄙又如何 前一一 我想你很清楚 你的决定 影响的可不只是庄医生 医院 宗平拉长了话音 还有你的爷爷 你 前一一气得翘脸泛白 他伸出葱指指着宗平的鼻子 气得拔高了音调 宗平 我爷爷之前那么给你父亲面子 见你没有犯下 什么大错 便对你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他那么担待你 你居然 够了 宗平怒斥一声 前一一 今晚我就要看看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高贵 宗平 庄测梁冷冷地盯着宗平 之前你不犯什么大错 那是因为 你一直在追求钱小姐吧 如今 你的狐狸尾巴 算是彻底藏不住了吗 你就不怕这件事情 被院长知道 宗平狂笑一声 他知道了又能如何 我手上的筹码 光是一个庄测梁 就够了 文言 庄测梁气地握紧了拳头 我 前一面色渐渐惨白 他似乎在做剧烈的思想斗争 事情关乎的一方面是他自己 而另一方面则是医院 以及他的爷爷 钱小姐 事情的起因 都是因为我的出现 所以 我会自己解决 见钱一一 仿佛快要被抽干了力气 庄测梁面色一变 哼 宗平冷哼一声 这可不是 你这个筹码 能谈条件的地方 我会主动宣布认错 然后离职 庄测梁坚决地开口 你觉得他会同意吗 宗平大笑一声 等你去了其他医院 然后再反过来成为竞争对手 简直是可笑至极 我决定了 钱一一目露绝望的眼底 包含着晶莹的泪花 钱小姐 你 钱一一摇头 制止了庄测梁 你是我医院价值最高的医生 而且为人 品质等都过关 所以 无论如何 我也不可能让你离开 很好 宗平脸上的奸笑更盛 不愧是钱院长的孙女 就是明白 大是大非 今晚 我会好好疼爱你的 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 就在此时 一道熟悉无比的声音传来 这上面挺热闹 灵夜 发现庄测梁身后多出一道人影 宗平心头一跳 惊疑出声 灵夜闪身出现在站在庄测梁身侧 灵先生 庄测梁神色一喜 见到灵夜 他的心底顿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底气 灵夜男神 钱一一痴痴的一震 紧接着一把抹掉眼角的泪花 即便跟灵夜之间没有什么来往 但如今见到他本人 钱一一的心底 生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安全感 灵夜淡笑着调侃道 庄医生 今天你的汗出的可是有点多啊 随即他看向钱一一 钱小姐 看来你也是被本男神的魅力 所吸引的粉丝啊 嗯 身为灵先生的粉丝 再由灵先生亲口说出来 我感到受宠落惊了 钱一一发现 自从灵夜出现以后 当前原本压抑 低沉 僵硬的气氛 居然在极短的时间内 变得极其诡异的轻松 微妙 他原本沉到谷底的心 不由自主地开始飘了起来 他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他觉得不可思议 一双眉眸间 荡起了层层以你的连衣 看着灵夜那俊朗不凡的脸 他并没有意识到 他的脸颊 已然镀上了一层红玉 钱小姐 你可是号称南疆中心医院 外科手术师的一枝花 有你这样的女神 级别人物当作粉丝 我何乱不为呢 嗅着那一股独特的忧香 灵夜随口调侃了一句 钱一依朱唇微张 目不转睛地盯着灵夜 正要继续说什么 灵夜 居然又是你 怎么到了哪里 都有你 宗平愤怒的声音忽然响起 他的脸色一阵白 一阵红 他原本计划 眼见就要成功 偏偏这个节骨子眼上 灵夜居然来了 最令他感到愤怒的是 灵夜与钱一依之间 明明没有什么来往 但偏偏显得像是老熟人一般 上来就有说有笑 这还不止 他居然发现 钱一依看向灵夜的目光中 有那么一种无法掩饰的爱慕 灵夜 我警告你 你给我离他远点 不然的话 我就 你就怎么样 灵夜神色淡漠地看了宗平一眼 你 宗平面色一变 强自镇定道 不错 那是他自己犯下的错误 理应自己承担后果 你倒是说的 有那么点义正词严的意思 灵夜咧嘴说道 他话风突然一转 你为了针对庄医生 倒是下了不少功夫 宗平瞳孔微微放大 他总感觉 灵夜好像知道了什么 灵夜 这件事情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多管闲事 我并不这么觉得 灵夜说着 看了一眼身旁的庄测梁 话风一转 调侃道 庄医生 你挺招宗平待见的 你们之间到底擦出了什么火花 庄测梁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随即将事情原委说了一遍 第229章 先唤醒 宗平 你为了我的粉丝 倒是煞费苦心啊 得知事情原委后 灵夜饶有兴趣地 盯着宗平说道 就算不提庄医生之前 出手辅助过我 但凭借我身为粉丝的男神这一点 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有必要管一下 灵夜 你当真要跟我作对 宗平色立内忍道 看着灵夜 他止不住想起那天晚上 齐则那犀利的身手 关键是 通过齐则与灵夜之间的交流 他偏偏发现 拥有那样犀利身手的齐则 居然还是灵夜的部下 这要说 宗平面对灵夜 心底不忐忑 那是不可能的 跟你作对 灵夜还未开口 庄测梁冷声 先一步说道 宗平 你居然敢在灵夜面前 声称他跟你作对 你太看得起 你自己了 庄测梁 你少在那里 给我狗账人事 我就不信你刺刺 都能这么幸运 宗平气得神色 争鸣了起来 庄测梁 今天我宗平不把你 整得身败名裂 我是不会罢休的 就靠你手里的那张单子 灵夜嘴角微微上扬 哼 宗平冷哼一声 自顾自地说道 灵夜 就算你来了 即便你现在的确很有名气 也照样改变不了什么 庄测梁就是犯错了 这点毋庸置疑 宗平底气十足地说道 灵夜 我倒是挺好奇的 你能如何给庄测梁开脱 灵夜淡淡一笑 没有搭理宗平 而是对一旁的前一说道 钱小姐 告诉我目标病人的位置 前一一正 告诉了灵夜之后 有些静疑不定地问道 灵先生 难道你想要治疗患者 听到治疗两个字 宗平的面色 当场就变了 他止不住再次想起那天晚上 灵夜用了某种匪夷所思的手段 将他的目标人物 给当场置省的情形 一旁的庄测梁 则是双眼放光 灵先生 我来带路吧 他迫切地想要灵夜身上 增加医术相关的阅历 庄医生 眼前宗平的事情 你不管了 灵夜咧嘴一笑 调侃道 他好歹也是 对你非常中意的对象了 庄测梁笑着摇了摇头 眼底略过一抹坚定 灵先生 就算我真的被他陷害 损害了名声 他画风一转 但比起名声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能在现场观看 你施展手段 救治他人的过程 你们说够了吗 灵夜正欲开口 被晾在一边的宗平 忽然不满地呵斥了起来 灵夜 我承认 你的确有那么点 独特的医术手段 但如今病人 已然上了年纪 各种影集集于一身 哼 宗平强调着 冷哼一声 就算你的医术再高 也无法改变这种岁月 留下的病痕 我劝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 你 郭灶 灵夜眉头微皱 气氛陡然一变 宗平心神一震 饶视他与灵夜之间 有五米开外的距离 他的面色 依旧止不住一白 你 你就不怕 我现在就将他公之于众 他的话音有几分哆嗦 他让自己尽量显得镇定 将手中的药影单 有模有样地展示了出来 不等灵夜说什么 一旁的是前衣撬脸再次一变 他轻轻抿了一下珠唇 对灵夜说道 灵先生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灵夜没有否认 点了点头 到了你就知道了 宗平怎么办 难道就任由他 诋毁庄医生吗 前衣的翘脸上 浮现出一抹焦急 马上就会有答案的 灵夜答非所问 紧接着 他淡淡地扫了一眼宗平 随即转身离开 前衣不明所以 但还是选择跟上了灵夜 很快 这偌大的楼顶 就剩下有些愣神的宗平 他想到了什么 面色止不住一白 眼底略过一丝慌乱 不过下一秒 他立即又摇了摇头 不可能的 病人的情况我很清楚 一间不大的单人普通病房 灵夜一眼 就锁定了病床躺着 双目紧闭 哭售不堪 正梳着夜 看起来奄奄一息的一位老人 灵先生 病人的情况不容乐观 根据病情推测 他最多再有不过半个小时的功夫 便会危及生命 甚至说直接离世 装测量神色凝重地说道 灵夜没有多言 他闪身上前卫老人把脉 不过三秒 他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灵先生 你发现了什么 潜依依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造成病人的病情 有这般恶化情况的 并非完全是那药引单上不匹配的药物 灵夜的眼底 一道锋芒掠过 跟病人长期的特定劳作有关 特定劳作 装测量面色一变 惊疑不定 灵先生 到底是何种劳作 灵夜没有开口 探出手 将老人的半边胳膊 直到肩膀处 彻底展露了出来 这老人的左右双肩 有着明显的不同 尤其是左边的肩膀 明显较粗 是一种肿胀式的粗 这 装测量的神色有些恍惚 灵先生 难道你仅仅凭借 刚才那么短时间的把脉 就察觉到了病人这里的不正常 这到底是什么把脉手段 潜一一眨巴着张大了的大眼睛惊一道 长这么大 我也没有从爷爷的口中听说过 真是不可思议 灵夜没有理会二人 他的目光锁定着老者的肩头 眼睛微眯 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 在楼顶的时候 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 不是在宗平 就是在茶单云 以及药影单上 提及到底谁才是问题产生的根源的时候 所有人很大程度上 也许是出于普遍的同情心理 忽视了病人的存在 毕竟病人的确年事已高 身患各种隐疾 这使得病人在规避查探 猜疑等方面 有着天然的优势 这根据查探的病人的身体状况信息 灵夜发现 病人并不是一般的患病者 他与宗平之间 应该是有着某种联系 结合宗平的表现 这个联系 灵夜猜测 很有可能指的是一种宗平用带着胁迫 逼迫性质的手段 逼迫病人与他合作 快速整理思绪 灵夜决定先将病人唤醒再说 第230章 动手 庄测梁正要说什么 灵夜手中已然多出数根银针 庄医生 麻烦你给我准备一盆常温的水 一袋酒精棉球 一条崭新的干毛巾 好 我这就去准备 庄测梁应声 前一一也跟着点头附和 二人转身就要离开 然而 就在二人刚走到门口的时候 几个便衣壮汉拦住了二人的去路 宗平 庄测梁冷声喝道 难道你敢在医院当众动手 宗平双手还于胸前 目露讥讽 不好意思庄医生 我是奉院长之命 过来关照关照你 院长 庄测梁眉头微皱 他看向一旁的前一一 前小姐 这是怎么回事 前一一带眉微醋 摇了摇头 我也不清楚 我并没有将这件事通知给爷爷 是我通知的 宗平冷笑一声 前一一 不要觉得院长是你爷爷 他就会很自然的跟你站在一对 宗平 你什么意思 前一一瞪着宗平 翘脸因恼怒有些战红 这件事情 我本身不想这么做 宗平阴侧侧的笑了笑 但这林业的出现 总是让我觉得寝室难安 所以 我改变了想法 前一一 你爷爷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他选择了秉公执法 对于庄测梁的事情 让我代劳 你要是还想包庇庄测梁 信不信我让你爷爷 背负一声骂名 宗平的音调渐拔高 他补充了一句 我会让前志云成为南疆第一院的耻辱院长 不准你这么说我爷爷 给我闭嘴 前一一气的浑身颤抖 他几乎是喊出了声音 宗平 我爷爷不会做出这种命令的 不会 宗平的眼底略过一抹森然 随即掏出了手机 当场拨通了一串号码 几秒后 电话接通 他打开了免提 前志云 你的孙女挺想念你的 你们可以聊聊 宗平冷笑着对电话说道 爷爷 前一一对着电话喊道 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让宗平这么肆无忌惮地 派人在我们医院活动 唉 电话那边传来前志云叹息的声音 一一 这件事情就按照宗平的想法来吧 听到前志云这么说 前一一当场呆滞 一旁的装测梁 同样神色恍惚 爷爷 宗平说 让我晚上去见他 一股莫大的委屈 从前一一的心底滋生而出 他伤心极了 他的眼眶内 刹那间有了晶莹的泪花在打转 你说什么 前志云似并不知情 他的声音中 当即夹杂着一股怒火 这宗平 居然还提出了这种要求 原来他居心叵测 宗平告诉我 他发现了庄医生犯错 还给我展示了药饮单 他说他为了医院着想 要强行替我代劳 我知道 宗平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让庄医生离职 我很想亲自去医院 但不曾想 宗平他已经派人 前志云 你的话有些多了 宗平此刻忽然冷声说了一句 直接打断了前志云的话 我也不想将事情闹大 就是让该发生的事情 发生而已 在这之后 前志云 你依旧可以继续当你的院长 该干什么干什么 宗平 你这个混账 我算是明白了 你当真是蛇蟹心肠 基于我孙女 才是你的目的 我警告你 你若是敢动我孙女一灯汗毛 我发誓 我定会让你 就凭你 宗平冷笑一声 前志云 如今在这医院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还会有谁能拦得住我 要不要多久 我会让你亲眼看到 你孙女被我压在身下 啪 一道极其响亮的耳光 瞬间响起 只见宗平整个人 倾斜着身子 凌空旋转了数个转体后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一脸抢地 宗平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紧接着脸上 传来万以撕咬般的疼痛 他尝试着想要起身 但身上却传来一阵阵骨头 都要散架了一般的痛楚 草 他妈的 还不赶快扶我起来 宗平挣扎着 呲牙咧嘴的怒骂道 他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而最醒目的 就是他脸上那五道烟红 清晰无比的五指印 两名壮汉反应过来 连忙将宗平给搀扶了起来 前一 庄测梁 皆是有些愣神地僵在了门口 灵液的身影 不知何时 已然出现在他们两个面前 灵液神色淡默地锁定着宗平 灵液 你敢对我动手 宗平惊怒交加 神色逐渐争鸣起来 好在我早就做了准备 灵液 今天加上你 我要新账旧账一起算 给老子动手废了他 宗平一声令下 两名壮汉立即冲向了灵液 同时 宗平四早就料到了 两名壮汉不是灵液的对手 他连忙拨通了一串后马 对于他打电话的这个举动 灵液并没有阻止 宗平做得越多 他收集的信息就越多 两名壮汉此刻已然冲向了灵液 灵液眼底掠过一道锋芒 他侧身简单抬了抬腿 灵液一个连续的侧踹 瞬间将两个壮汉给踢的 定格在了医院走廊墙壁上 过了两秒 他们的身形才缓缓下落 嗨嗨 一名壮汉目露痛苦 他静止喷出了一口鲜血 两名壮汉瞬间失去了战斗力 这一幕彻底引起了走廊上 其他路人的注意 有人打架了 这里可是南疆第一医院 谁胆子这么大 那个人 是宗平 卧槽 宗平的父亲 可是开服装行业的大佬 听说很有钱的 谁敢打他 就已经够牛逼了 没想到居然还敢抽他耳光 这是要上天啊 你们看 那是灵液 居然是男神动的手 男神威武啊 天 真的是他 想不到在这里居然能碰见偶像 宗平带了人 还那么壮 但却不是灵液男神的对手 灵液男神举手投足间 完成一条三 牛逼啊 厉害了厉害了 看来男神不只是会音乐啊 很快 走廊上开始涌现了不少人群 原本比较安静的走廊气氛 被一股喧闹的热潮替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